在上官市北投,有个叫孟家的女校,这里的美女如云据说在全国女校美女榜上一马当仙 我,杨晨宝,就是这个美女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而且是三个男教师中最年轻帅气的那位 我在这里,和一群美女老师、美女学生天天打交道,简直是男人的梦想之场 今年23,我刚从大学毕业,上周才风风火火的成了孟家的语文老师 本想低调做人,每月领着那点薪水混日子,谁知道这日子没混成,倒是惹上了一身麻烦 前两天,一个叫冯一的女生因为我几句无心的批评,居然在课堂上上演了一出生病戏码 结果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她竟然指控我占了她的便宜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这种便宜 结果,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学校的决定是扣我300块薪水 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就直接开除 尽管这处罚听起来不算太狠,但我就是吞不下这口气 现在,全校上下都在传我调戏女生的闲话,我的名声一落千丈 烈日炎炎,我却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在学校门口夺步 今天是星期五,学生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家 也包括那个诬陷我的冯一 我在这里,就是要等她,要个说法 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冯一带着小包裹出现了 她一看到我怒气冲冲的样子,显然也有点心虚 但现在的她是圣者,学校站在她那边 她甚至不屑于给我一个解释,转身就想走 站住,我喝着了她的脚步,迅速赶上前去 问她,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冤枉你?我有吗? 冯一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样子 我强压怒火,尽量平静地说 你知道吗?因为这事,我差点被学校开除 那是你自找的 冯一的态度极其恶劣,四下无人 她威胁道,下次你要是赶在课堂上对我说三道四 我还会去告你,到时候你就等着收拾东西走人吧 杨承宝实在有一种想要揍她的冲动 可为人师表,她却不会真的这么去做 她也知道,现在整个学校里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自己 自己还能留在学校的唯一原因,也不过是冯一还没有可恶的那个份上 她对校领导说,只要自己以后不去骚扰她 她就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否则 自己还哪来的,继续留在学校的机会 冯一不再理会杨承宝,朝回家的方向行去 杨承宝对她也无可奈何 但她却不想这么轻易就放弃,毕竟被骂 被罚都是小事,这件事,如果不解释清楚 自己以后在学校都会背上一个流 萌的称号,处理不得当 搞不好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 这都会成为自己极度不光彩的一件事 想到这里,杨承宝便追了上去 只不过人凭她如何叫喊冯一 冯一都当看不见她不搭理她 杨承宝又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住她 否则被那些学生和老师看到后 她就是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追了约莫有几百米,已经离开学校很远的距离了 此时路上的孟家女校师生也越来越少 冯一也害怕起来,不为别的 她担心杨承宝会对她不利 不过杨承宝绝对从一开始都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倒是街边的几个年轻人一直盯着冯一 表情有些不对劲 就在杨承宝已经放弃了正准备掉头回家的时候 一声口哨声却传到了她的耳边来 她本能地朝口哨声传过来的地方看去 只见冯一身前站着几个人 几个染着黄毛一看就是不良青年的人 离他们有些远 杨承宝也听不见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什么 反正只看见冯一低着头死死地拽着自己的小包裹 显得很是害怕 杨承宝当即就知道 那几个不良青年不是要抢冯一的钱 就是要抢冯一的色 这冯一虽然是可恶了一些 但她的模样确实生得不错 长得眉清目秀 十五六岁的年纪 也让她比那些成熟的女人多了一丝稚嫩美 而男人对稚嫩的女人总是没有抵抗力的 也怪不得学校的领导 为何会死死地相信她 却不相信为人师表对杨承宝了 现在摆在杨承宝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是装作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不知道赶紧离去 反正这里没梦加女校的师生 自己丢下学生不管也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而且冯一那么可恶 差点令自己丢了工作 让她吃些苦头也是应该 第二个选择看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那就是冲上去帮冯一的忙 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如果对方肯罢休那还好 但如果是二 他们不肯罢休还要揍自己一顿的话 那杨承宝可是没有把握 能够同时对付五六个不良青年的 杨承宝的身高到足足有一米八 但她的身子生得比较单薄 有些兽就更不能挨打了 她在心里纠结起来就还是不救 就是应该是美德 更是一个老师应有的操守 不救 她曾经冤枉过自己 不救她也说得过去 靠 大不了挨一顿打 反正他们应该不会动刀子吧 杨承宝的正义感终究战胜了她的报复心 不管怎么说冯一是一个学生 自己是她的老师 不可能明知道她被坏人缠住而置之不理 杨承宝壮起胆子朝冯一走过去 来到她身边后立即护着 她对那几个不良青年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不良青年见杨承宝一来就把这个美女学生 往她身后拉 心里很是不满 一名叼着烟的男人说道 你管我们是什么人 你 他 娘的又是什么人 我是他的老师 杨承宝鼓足勇气说道 老师 我好啪啪啊 叼烟青年转过头去 对那几个同伴笑了笑 等他把头再转过来后 脸色却变得十分害人 他喝道 我不管你是不是老师 我们只不过想请这位同学一起出去玩一玩 唱唱歌 你最好不要管 话吧 另一名青年上前用手抓住冯一的手臂 道 走吧同学 我们带你出去嗨癖 冯一本能地往后面退 杨承宝伸手抓住青年的手 道 说归说 别伸手动脚 操 我就伸手动脚了 话音还没落下 叼烟那名青年的拳头 就已经打上了杨承宝的脸 他笑道 看你还敢不敢管 他笑着朝冯一走去 杨承宝暗道不好 几个人自己是不能对付的 但就算挨一顿打 自己也非要让冯一逃走不可 杨承宝一个恶虎扑石 朝叼烟青年扑去 一把抱住他的腰 对冯一大喊道 快走 去打110 但不知何时 剩下的那几个青年 却早就挡在冯一前面了 杨承宝今天和他是插翅眼难逃 冯一被两个混混青年 拉着站在一旁 而杨承宝 却被另外两个人架了起来 由那名先前叼着烟的青年 不停殴打 殴打有约摸一两分钟左右 杨承宝的嘴里 都已经在冒着血水了 冯一也被吓得哭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青年似乎准备来一次终极绝杀了 他对两个同伴说道 你们把他压好 我来试试我心恋的飞猫腿的厉害 说完他向后跑了有四五米 又转过身来 笑嘻嘻地看着被压着的杨承宝 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多管闲事 说完 青年急速冲了过来 在距离杨承宝 还有约莫一米多远的时候 猛然跳起 伸出一只脚 就朝杨承宝的肚子踢来 助跑加上惯性的力量 直接让杨承宝被踢飞了出去 让他摔倒在距离自己先前所站的位置 起码一米多远 手掌被地面磨破了一层皮 鲜血直流 口袋里的手机也飞了出来 摔在地上 发出一声脆响 冯一和周围的人吓了一大跳 周围早已有人看见 在这块地很有名的小混混 在欺负一个年轻人 只是他们没想到 今天这些小混混 居然出手这么重 按道理说 这种时刻 杨承宝肯定应该更重视自己的伤势 杨承宝家本就困难 大学期间 就是他姐姐在城里打工 供他念的大学 这几百块钱 也可谓是他存了好久好久的私房钱了 拿着手机 杨承宝心里很是气愤 打我就打我嘛 干嘛要搞得我手机都摔坏了 正因为生气 手上伤口一出的鲜血又流了出来 顺着手指 滴在了那个已经布满列文的手机上面 华夏山寨机任主成功 主人 杨承宝 判断主人身处挑战中 附身模式启动 召唤麦克 泰森成功 神秘的文字 并且是停留在脑海中 久久不肯散去的神秘文字 搞得杨承宝晕头转向 他一点也不知道 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只不过最后几个字召唤麦克 泰森成功 说完后 杨承宝只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自己皮包骨的身子板充满了爆发力 哈哈哈哈 我们走吧 青年招呼着同伴要走 自然也是拉着冯仪一起走的 新任务 击败不良青年就回冯仪 任务难度一颗心 是否接受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只知道 此时自己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自己都感觉从未有这么好过 你们给老子站住 五个不良青年一愣 转过头一看 他们原本认为 已经被打得不能站起来的杨承宝 居然又站了起来 眼神比上刚才还要极度的不友好 老虎不发威 你当老子是病猫啊 杨承宝双拳互相击打了一下 更显得有信心了 找死 这下那几名不良青年 是真的生气了 他们本就是这块地有名的小混混 说到打架 他们还没怕过谁 只要不搞出人命 就算让他们把一个人打进医院里 去住几个月 他们都不怕 五个不良青年中 有四个朝杨承宝冲来 剩下一个就守着缝移 不许他逃跑 迎着四个青年冲来的步伐 杨承宝不夺反镜 以一副同归于尽的大义模样 迎了上去 避过第一个青年挥过来的拳头 杨承宝狠狠地在他肚子上回击了一拳 而后又去对付第二个人 在对付第二个人的他 并不知道被他击中腹部的第一个青年 此时已经痛苦地捂着肚子倒在地上了 就像腹部受过很严重的打击般 就差没有口吐白沫了 见到杨承宝似乎真的有点本事 剩下的三个人再也不分开形式 而是承包围圈朝杨承宝围拢而来 他们决定就算有人会再被杨承宝打到 自己这边的人也至少要打倒杨承宝才行 杨承宝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同时击败三人而不受伤的 所以此时他把目标 集中在刚刚打自己打得最happy的那个人身上 弓下腰狠狠朝他肚子上挥拳 也不知道挥了多少拳 更不记得自己挨了多少拳 被踢了多少脚 杨承宝弓着腰一个上勾拳 直接打向来人的下巴 这一下却把被击中的人直接打了飞了起来 伴随着的还有骨头碎裂的咔嚓声 煞是恐怖 四个人中被杨承宝已经干倒两个 此时他受伤也要比刚才严重得多 眼前已经在不时地冒出惊心来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支撑多久 便主动朝剩下两人发起攻击 他现在的力量变得非常大 一分钟左右过去 剩下的两个人也倒在地上 看起来短时间内 他们是没有时间再站起来的 五个不良青年中 也只还剩下唯一的一个在守着缝衣的人了 杨承宝跟他四目相对 唯一还站立的青年 突然从腰间拿出一把蝴蝶刀 来将尖头对准缝衣的脖子 威胁道 你别过来 我不过来 不过我还是劝你别耍帅了 还是赶紧带着你的朋友滚吧 杨承宝站在原地 实在不敢妄动 那名青年拉着缝衣 慢慢靠近那几个同伴 费力将几个同伴搀扶起来后 一把将缝衣推到杨承宝这边来 他现在也知道 如果再不放人 最后吃亏的一定会是他们 让他们动刀子杀人 他们还是没有那个胆子的 几个不良少年离开后 周围的围观群众们 居然同时拍起掌来 顿时就有一种掌声微动的感觉 他们喝采起来 欢呼起来 都是在为杨承宝高兴 也为杨承宝的所作所为 而自身感动高兴 那几个不良青年 在这块地横行霸道 已经很久了 他们大事不犯小事不断 警察拿他们也没时要办法 顶多抓进去关几天 就必须得放人 所以这边的居民都很讨厌他们 但又不敢惹他们 今天杨承宝给了他们 一个这么大的教训 在这里住的居民们 不开心才管 冯仪还有些惊魂未定 刚刚自己差点被几个坏人带走 就在前几秒 自己还差点死在坏人的刀下 他此时还可以站稳不昏倒 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 掌声才把他从恐惧中惊醒了过来 他抬起头来看着杨承宝 脸色有些复杂 他没想到 最后救自己的人 居然是被自己冤枉的 差点被学校开除的人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杨老师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走吧 杨承宝从地下捡起缝衣的小包裹 有始至终都没有理会那些居民的贺彩和掌声 他是一个低调的人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试了服一去 身藏功于命 杨承宝在缝衣的搀扶下 慢慢往前走 可刚走没几步 他先前的那一股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 却消失殆尽 这意味着 他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再那么强了 在他还没有感受到 这股力量以前 他就被殴打得差点昏倒 有了这股力量后跟不良青年们血拼 更是挨了不少坐 这股力量一消失 他顿时昏迷了过去 整个人都靠在缝衣身上 如果此时还有孟家女校的人 能看见他和缝衣 那凭他昏倒后 靠在缝衣身上的模样 就更足以相信他真的是一个色狼了 自己应该是在一间病房里面 而且若是不出意外 自己住的还是单人间病房 不得不承认的是 杨成宝是一个十分视力十分小气的人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并不是先想象一下 自己出现在这里会不会有危险 更没有叫人 而是对自己的手机担心起来 手机是他上个礼拜应聘成为老师后 为庆祝才去买的 手机不贵 几百块钱 可他一直视为宝贝 如果不是因为手机机壳后面印有 Made in China几个英文字母的话 他还会更宝贵自己的手机 因为他的手机可是全出品的手机 对了 自己被飞毛腿击中受伤以后 似乎有一个声音 召唤麦克 泰森成功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任务不任务之类的 这一切的一切 包括自己之所以能够打败那几个不良青年 好像都是自己新买的手机的功务 杨成宝快速地把自己的手机给拿了出来 意念刚刚移动 又是一行神秘的文字出现在杨成宝的脑海里 华夏山寨机 主人杨成宝 带取名 请主人取名 山寨机 杨成宝大呼神奇 这新手机还真的不是普通手机 他居然能够跟自己交流 可没等到杨成宝高兴 另一段文字又出现了 取名成功 山寨机 请问主人是否需要进入教学模式 靠 我啥时候取了这个名字 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又是什么玩意儿 杨成宝按道 自己今天肯定是捡了宝了 可这个教学模式是什么 最要紧的是 要怎么进入教学模式 依旧是要进入教学模式的意念 刚刚在脑海里闪过 原本是黑着的手机屏幕 突然亮了起来 在屏幕上出现一段话 山寨机 产地 华夏 主人 杨成宝 功能一 任意未免人物技能学习模式 功能二 任意未免人物附身模式 杨成宝十分无语 却也十分明白 我是他的主人 他名叫山寨机 他可以让我去跟任意未免的人物学习技能 还可以让我得到任意未免的人物附身 也可以简称为是鬼上身 教学模式果然是教学模式 就像玩游戏一般 教学模式只会让你了解 这个游戏怎么玩 却不会教你怎么样去完成一个高手 手机屏幕居然出现了几个字 询问杨成宝是否需要演示一遍 杨成宝当然点击需要演示 进入演示模式 山寨机将一段话传输进杨成宝的脑海当中 下一秒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几个选项 进入演示模式后 首先展示出来的却是杨成宝自身的属性 生命力 一级 精神力 一级 体力 一级 力量 一级 速度 一级 余下的几个数字大多都是一级 只有最后两行字小小地引起了一下他的兴趣 战斗力 77 等级评估 一级 战斗力杨成宝可以很好地理解 只是最后一项等级评估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自己还可以升级 带着疑问 杨成宝依次 下手机屏幕上的剩下两个选项 这次教学并不是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而是一段信息直接灌输进杨成宝的脑海里 两久两久 杨成宝这才回过神来 在刚刚失神的一段时间内 山寨机已经把要如何进行任意未免 人物技能学习的初步方法教授给杨成宝了 至于更深奥的 还需要他自己去开发 杨成宝迫不及待 山寨机未防止有除主人以外的其他人 发现其逆天的能力 所以有一个特殊的设定 除了认主后的主人 可以唤醒这部分逆天能力外 山寨机在其余外人手里 都是一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手机 而主人想唤醒这部分逆天能力却很容易 因为山寨机已经认了主 主人是杨成宝 所以只要山寨机在距离杨成宝一米以内 他都只需在脑海里一想 山寨机的能力就能为他所用 杨成宝退出教学模式以后 立刻在脑海里联系上山寨机 进入技能学习模式 屏幕白光闪过后 出现四个分类 近代人物 古代人物 非现实人物 神话人物 杨成宝欣喜若狂地点下神话人物 就算让小孩子来选 他也一样 知道是神话人物最厉害 可幸运女神已经倾向杨成宝这么久 这一次 幸运女神不再眷顾杨成宝了 只见他刚刚点下神话人物 屏幕上立即出现等级不够 需要70级以上几个大字 杨成宝丧气的从非现实人物 古代人物 近代人物 依次点了一个遍 非现实人物需要40级 而古代人物也需要15级 这就代表杨成宝只能学习近代人物的技能 不过能学习 也比不能学习的好 他赶紧点下近代人物 点下后 屏幕上出现了很多近代名人的头像 例如钢琴家贝多芬 文学家福尔泰 画家达芬奇等等等等 但杨成宝对这些暂时都没什么兴趣 便在搜索栏里输入李小龙三的大字 搜索出来自己的偶像李小龙后 杨成宝又赶紧点下确定 白光一闪 杨成宝突然出现在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地方 只有一个平台 四周全都是白色 却不苍茫 看起来很柔和 而自己的偶像李小龙就站在自己面前 哦 偶像 杨成宝激动的嘴唇都发抖起来 他不敢保证自己眼前人就是真正的李小龙 毕竟李小龙已经死去数十年了 可这种感觉 强者的威严 眼前李小龙身上一样有 短暂聊天过后 杨成宝得知 眼前李小龙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死没有 总之 他住的地方有很多死去的强者 刚刚杨成宝在人物选项上面所看见的什么 贝多芬 福尔泰之类的人都跟李小龙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聊天之余 杨成宝这才想起 自己是近来学技能来的 刚已冒出这个想法 凭空立即出现几个选项 选项是些什么 杨成宝并没主意 不过他却注意到 选项的右下角有一个大红圆 圆圈里面有一个一字 奇怪这一字是什么玩意儿后 他这才将目光放回到选项上面 体制修炼 十 武技 十 节拳道 十 表演 十 每一个选项后面都有一个数字 杨成宝赶紧对李小龙问道 偶像 技能后面的那个十是什么意思 还有 右下角大红圈里面的一字是什么意思 李小龙此时正盘腿坐在地上 十分随意 与其十分温和 且充满自信地回答道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但我是一个人 而你是要跟我学习技能 我所能教你的每一样技能 都只能学到十级 十级过后 你就需要去向更厉害的人讨教才行 而右下角 圆圈里面的一字是能量值 每学习一次技能 都需要损耗一点能量值 包括你每一次召唤我附身 一样 需要损耗能量值 哦 能量值 杨成宝自言自语地说道 刚刚点完 武技不久 他便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看了一下时间 刚刚自己进入虚无世界的时候 是早上8点58分 现在是8点59分 自己在虚无世界 起码待了半个多钟头 而现实世界才过去一分钟 这山寨机果然厉害 不仅能提升主人的实力 更能驾驭时间 至少可以在属于 他自己的世界内控制时间 但是 一个新的难题 出现在杨成宝的脑海中 学习技能所需要的能量值 要怎么获得 小山啊 能量值怎么获得 现在病房内空无一人 他当然不用担心 被别人看到自己 跟手机对话 而被认为是神经病了 每经过一段时间 会自行积累一点能量值 除此之外 完成我所给你的任务 也可以获得能量值 一段来自山寨机的文字 出现在杨成宝的脑海中后 一段新的文字 再次被灌输进他的脑海里 是否查看任务介绍 杨成宝也懒得说话 意念一动 是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遇见任何生物 都有可能触发新的任务 难度会有我自行评断 最简单的就是一星级任务 最难的则是十星级任务 一星级任务 能够获得的能量值 在一至二点随机浮动 二星级任务所能够获得的能量值 在二至四点随机浮动 三星级任务 在三至六点随机浮动 十星级任务 在十至二十点随机浮动 难度越高 获得的能量值越多 听完如何取得任务 和完成任务 可以得到的奖励后 杨成宝的心情十分不爽 他对山寨机轻声说道 曹 到底我是主人 还是你是主人 你居然要给我任务做 而且 任务的难度 还要你来自行判断 要是你让我去灭掉一个国家 所给出的难度 仅仅是一星级 我岂不是亏大发了 山寨机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喂 喂 你说话 别以为装作听不见就行了 我知道你听得见 杨成宝声音稍微提起来了一点 喂 小山 山寨机一直没有回答 就在杨成宝束手无策之时 一个甜美的 犹如银银般清脆的声音传来 杨老师 你醒了呀 叮 手机短信的声音响起 杨成宝把手机拿出来一看 来的却不是短信 而是任务 追求到张晴威 任务难度五颗星 是否接受 底下还有三个选项 接受 拒绝 查看详情 任务标题都已经这么明确了 杨成宝当然不需要 再去点什么查看详情 他把手机快速地藏到身后 满脸通红地抬起头来 看着来人 为什么 因为来人正是张晴威 呃 我 我醒了 咦 我怎么会在这里的 杨成宝明明记得 昨天打败那几个不良青年 是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的事 而刚刚自己看手机的时候 却是早上临近九点钟 难道自己昏迷了这么久 而且 自己是如何来的这医院 说话间 杨成宝也在脑海里 悄悄地告诉山寨鸡 自己接受这个任务 张晴威可以说是杨成宝 第一个在学校里面认识的老师 当初来应聘老师 就是张晴威给他做的面试 第一眼看到张晴威的时候 杨成宝就被他的美貌和活泼所折服了 他年轻 今年比自己都还要小一岁 态度也很好 自从自己成为老师后 他对自己的帮助也不少 而且 若不是他说 放心自己不是色 郎 校领导也不会这么轻易地 可他对自我的定位十分准 虽然自己不是矮穷丑 可自己也绝对不是高富帅 而且矮穷丑三项 自己在穷上被体现的零零尽致 像张晴威这种大美女 岂是自己随随便便 就可以捕获放心的 不过 山寨鸡居然给了自己这么一个任务 试想想 如果成功了 不仅可以获得起码五点能量值 更可以得到心中女神的放心 就算是不成功 似乎也没有什么损失嘛 张晴威微笑着说道 昨天是冯仪把你扶到学校保卫室去 保安打了120 让救护车去接你到的医院 不过至于你住的这个昂贵的单人病房嘛 却是冯仪父母出的钱 提起冯仪 杨晨宝心中又觉得有点对不起张晴威 当初他得知自己很需要老师 这份工作后决定帮助自己 他根本不了解自己 却对校领导说他绝对相信自己不是色狼 可现在自己因为冯仪的事 在全校失声的心里 正就是一名色狼 杨晨宝小声地说道 张老师 对不起 不过我真的没有占过冯仪便宜 谢谢 你放心吧 冯仪昨天已经把这件事情解释过了 而且他还说 昨天下午如果不是你 他早就被坏人带走了 咦 对了 你当当醒 饿了吧 我去给你买早餐去 张晴威笑着说完 便转身准备离开病房 张老师 你今天怎么会来医院探望我 杨晨宝最重视的还是这个问题 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为何会来医院探望自己 自己跟她的关系 好像还没好到这一步吧 是学校安排我来的呀 何况 我们不也是朋友吗 你受伤住院 身为朋友的 我来医院探望你 也很正常吧 张晴威再次用甜美的笑容 和温柔的语气 回答了杨晨宝的问题 这一次他离开病房 杨晨宝就没有再阻止他了 起初听到是学校安排他来看的自己 杨晨宝心中还有些失落 可后面那句话 他说他当把自己当成朋友 却又让杨晨宝有无限的高兴 恋人 不就正是从朋友发展来的吗 就算自己不一定能跟他 发展成为朋友 可至少 自己也踏出了这第一步 张晴威离开后 杨晨宝又把注意力 放到自己的手机上来 他把手机拿了出来 看着上面已经被自己接受的任务 他真的是 觉得有些哭笑不得 有追求张晴威这个任务 无疑是一举两得之事 可偏偏为什么难度是五颗星 难道自己的魅力 有这么弱吗 看完任务 杨晨宝又点下查看自身属性 因为他现在已经学习到了一级的五级 他想看一看 这五级会不会对自身的属性 有什么影响 除了力量 速度 战斗力以外 其余的几项数据 都还是维持在一级左右 而等级评估也只有一级 莫非是要等全部属性都达到二级 或者是要战斗力达到一个点以后 才会升级到二级 而杨晨宝最想得到的神话人物技能 所需要的七十级 那得等多少年啊 半个小时后 张晴威带着早餐回来了 很简单 豆浆头条和小笼包 但杨晨宝吃得格外暖心 毕竟这可是女神第一次给他东西吃 他自然感动的 无法用言语表达 杨晨宝心里是真的有些 喜欢张晴威 但两人再怎么说 也只是朋友关系 张晴威并没有在病房逗留太久 反而在冯一的父母来医院 探望杨晨宝时 便离开了 冯一的父母 都属于那种比较有钱的成功人士 也正因为他们有钱 担心女儿在念书的时候 会有男生骚扰他 所以才把他送来的女校 当他们昨天听闻 学校有一老师 为了自己的女儿 不被坏人欺负所受伤 他们第一时间赶到 医院来替杨晨宝 交了住院费等一切费用 还嘱咐医生 把他换成一间 单人病房好生调养 至于冯一冤枉杨晨宝之事 他们也表了态说 一定会向学校说明情况 不会让再让杨晨宝遭受白眼 杨晨宝的伤情并不严重 他的伤大部分都来源于反抗以前 也就是说 都是在他附身以前受的伤 而附身后 他反抗虽然被打得更惨 可受的却都是一些皮外伤 所以只在医院躺了一天后 第二天 他便办理了出院手续 回到了家 刚回家不久 杨晨宝在上官是唯一的一个亲人 他的亲姐姐就打电话给他说 要见一次面 一起吃一顿饭 对于姐姐的邀请 杨晨宝从来不敢拒绝 也从来不会拒绝 因为他很爱他的姐姐 除了父母以外 他最尊重的也是这位姐姐 姐姐名叫杨晨若 对于杨晨宝来说 他绝对是天底下最重要的女人 杨晨若今年24岁 在一家贸易公司做总经理秘书 从杨晨宝到上官是第一天开始 他的学费 生活费 大部分都来源于他的姐姐 杨晨宝除了很感谢自己的姐姐外 也觉得很愧对他 因为一个总经理秘书的工资 怎么经得起两个人花 何况还有学费 现在的大学学费这么贵 所以杨晨宝的姐姐 除了是总经理秘书外 也是总经理的女朋友 说起那位总经理 倒也长得人母狗样 今年不过35、6岁 成熟稳重又多金 是很多女孩子的完美对象 姐姐如果只单纯的是他女朋友 杨晨宝绝对会很开心 可坏就坏在人家那位 长得人母狗样的总经理 有家事 说的通俗一点 杨晨宝的姐姐是小三 杨晨宝因为这件事情 跟姐姐吵过架 可姐姐每次都安慰他 并且告诉杨晨宝 自己不单单只是因为 他才去做人家的小三 在他的心里 他也很爱那位总经理 杨晨宝跟姐姐杨晨若 约定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反正自己的伤势也不严重 不影响自己出门去溜达 杨晨宝就离开家里 踏上公交车 往跟姐姐约定的地方行去 最紧要的 杨晨宝除了偶尔会感觉到 自己的肚子有点疼以外 在身体表面 也看不出来任何的伤势 否则他是断然不敢 跟姐姐见面的 半个小时候 杨晨宝踏进咖啡厅 而姐姐杨晨若 早已经迎了上来 递给他一张湿巾擦汗 关心地询问道 小宝 这几天上班的感觉怎么样 学校里的老师 没有欺负你吧 没有 没有 姐姐 你放心吧 同事们对我都好得很啊 杨晨宝笑容满面地 看着自己的姐姐 听杨晨宝这么说 杨晨若也就放心下来 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杨晨若是一个 十分有魅力的女人 以杨晨宝的话来说 就是她很有味道 她今年不过24岁 可她身上的气质 绝对是30岁以下的女人 所没有的 这并不是说她很闲老 而是这种气质 一样是一种魅力 欲解的魅力 杨晨若跟杨晨宝不同 以前在乡里的时候 她就已经懂得 要保养自己的皮肤 加上来到城里 所用到的一些廉价的护肤品 倒也让她的肌肤 白里透红 嫩滑得很 加上她出众的样貌 和欲解的气质 也曾经有很多男人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过 否则相信 那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也不会喜欢上她了 杨晨若跟杨晨宝一样 都是一个做事讲求效率的人 她虽然很久未见弟弟 想跟她多聊聊天 可在聊天以前 她却打算先做正事 从提包里面 拿出一个信封 推到杨晨宝那边 让她收下 杨晨宝知道 信封里面装的是500块钱 姐姐每个月 都会给自己500块钱的生活费 哪怕大四毕业 姐姐已经知道自己有了工作 她也每个月都 按时给自己钱 而且四年中 姐姐经常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请自己吃饭 给自己买衣服买鞋子 所以可以说 自己能大学毕业 最应该感谢的人 其实并不是自己的父母 而应该是自己的姐姐 没办法 谁让老 家穷呢 杨晨宝收下了信封 哪怕她现在已经找到了工作 可她还是要收下 因为上次去买了手机后 她钱包里剩下的钱 已经不足百元了 如果这500块不要 她这个月连吃饱都没办法保证 不过接过信封后 杨晨宝也说道 姐姐 这是最后一个月 以后就换我来养你吧 呵呵 傻弟弟 杨晨宝关爱的抚摸杨晨宝的头 对服务员道 加一杯卡布奇诺 就在两人一边聊天 一边等待卡布奇诺咖啡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男生传来 陈若 陈宝 你们怎么在这里 文声看去 杨晨宝看见了一个 自己十分不想看见的人 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李国正 国正 你怎么在这里 杨晨若赶紧站起来 杨晨宝看得出来 他看见李国正后 还是十分欢喜的 小宝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叫人啊 以前杨晨宝称呼过李国正 李哥 姐夫 可现在的称呼 绝对不是这两个称谓 他站起来 把姐姐拉到自己的身后 对李国正说道 王八蛋 你到这里来干嘛 从知道李国正 其实有家事 自己的姐姐是小三后以后 他一直把李国正 视为王八蛋 只不过 因为两人极少见面 所以这一次 他倒是当着李国正的面 叫他王八蛋 李国正脸色变得有些难堪 他知道杨晨宝不待见自己 只不过没想到 他会这么直接 杨晨若赶紧阻止杨晨宝 紧张地说道 小宝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他又转头对李国正道 国正 他还小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李国正之所以 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爬到贸易公司 总经理的位置上 他的度量一定不小 他笑笑说道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刚刚送我侄女 过来上部戏班 碰巧看见你们在这里 就进来打个招呼而已 打完招呼了吧 你可以滚了吧 杨晨宝不仅仅是 不待见李国正 他很讨厌李国正 如果他有那个能力 能养得起姐姐 他一定会让姐姐 离开贸易公司 好吧 陈若 我先走了 李国正微笑了一下 转身就欲走 可第一步都还没有踏出去 他回过头来 对杨晨若补充道 陈若 上次的事情 你不用说了 我姐姐不想听 杨晨宝知道 上次的事情是什么意思 因为当时杨晨若 也跟他说过 实际上 是杨晨若心里 确实很爱李国正 他虽然从未提出过这个要求 可他在心里 却很希望李国正 可以和他老婆离婚 跟他结婚 李国正也看出来 他的这个心思 上一次主动跟他说过 他不会跟老婆结婚 他跟他的关系 只能保持成现在这样 最后两人分手 杨晨若找到杨晨宝 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当时杨晨宝 就想去买一把西瓜刀 跟李国正同归于尽 最后 若不是姐姐的阻拦 只怕杨晨宝 现在已经是在牢里吃牢饭了 杨晨若默不作答 他心里是喜欢李国正不假 可不能结婚的爱情 他要来有何用 他并不是只想要物质生活 才选择跟李国正在一起 他是真的喜欢李国正 李国正并未理会杨晨宝 直接说道 陈若 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公司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比我跟老婆在一起的时间 都还要长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不能跟他离婚 我们有孩子 陈若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 碰 杨晨宝重重一拳 打在李国正的脸上 二级力量 加上暴怒的力量 一下子就让李国正的脸中 起来老高 你给我闭嘴 杨晨宝喝道 李国正被杨晨宝 一拳打倒在地上 他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因为杨晨若 他今天一忍再忍杨晨宝 可此时杨晨宝主动出手 他正打算还击 杨晨若却站到两人中间 因为他知道 李国正喜欢健身 并且很喜欢拳击 自己的弟弟肯定打不过他 他赶忙劝道 国正 你别生气 我弟弟还小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姐 你让开 杨晨宝一把拉开姐姐 又是一脚重重踢在李国正的身上 以前的他 确实打不过李国正 可现在不同 他有山寨鸡在手 现在已经有二级的力量 再不计一会儿 把李小龙给请上身 难不成他李国正在厉害 能打得过李小龙 我告诉你 你已经跟我姐姐分手了 就不要再来烦我姐姐 我们欠你的钱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 你如果再敢骚扰我姐姐 你的下场就是这样 杨晨宝重重一拳打在桌子上 桌子硬生而碎 虽然咖啡厅的桌子是木质 可也不是随便每个人都可以打得碎的 杨晨若为缴纳杨晨宝的学费 曾经向李国正借过三万块钱 李国正虽然口口声声说 不用还钱 可在杨晨宝和杨晨若姐弟心里 这笔钱非还不可 就算杨晨若还一直跟李国正在一起 这笔钱都要还 更何况现在两人还分了手呢 看来李国正的脾气还真不小 被杨晨宝击倒两次 他居然还敢再爬起来攻击杨晨宝 他一拳向杨晨宝挥去 只见杨晨宝不躲也不闪 左手迎上李国正的右拳 纵使李国正的力量很强 杨晨宝的左手掌感到生疼 可他还是紧紧地捏住拳头 慢慢地将李国正的手臂 翻转180度再向下压 李国正的脸色越来越难堪 不仅仅是因为心高气傲的 他居然在杨晨宝的手下吃了亏 也更因为此时他很疼 杨晨宝的手掌 就犹如老虎前般 夹住他的拳头 越加越紧 越加越疼 李国正只感觉自己的骨头都快裂开了 小宝 你快住手 你们别打了 杨晨若在一旁急地哭了出来 杨晨宝赶紧放开李国正 走过去搂住姐姐 对他轻轻地安慰起来 你 你们 李国正气急败坏 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被杨晨宝一瞪 他也只好夹着尾巴跑人了 好不容易将姐姐给安抚下来 杨晨宝就叫结账 加上桌子的钱不多不少 正好五百块 他不能让姐姐来出这笔钱 看来这个月 他也只能喝西北风了 幸好学校要包早午两餐 他也勉强还能过得去 就在杨晨宝拉着姐姐的手 打算离开的时候 李国正居然又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只是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 他的身后跟了两男一女三名警察 原来刚刚早在杨晨宝 第一次动手打李国正之时 就有人报了警 现在警察出勤的效率是十分高的 刚好来到门口 不久就碰见一半边脸肿的老高的李国正 自然知道 就是他挨了打 便和他一起进来捉拿凶手 就是他 就是他打的我 李国正伸出手指着杨晨宝 就是你打的人 一名年纪约莫40左右的警察 走上前来询问杨晨宝 杨晨宝没有答话 而是轻轻地点点头 他一点也没有要把李小龙请上身 打一条血路出去的打算 因为动手打人本来就是不对的 袭警对于杨晨宝来说 更是不可能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没有更多的话语 警察也很给杨晨宝面子 没有当场就给他上手铐 而是请他一起回派出所配合配合 杨晨宝 杨晨若 李国正三人就跟随警察回到了所里 给杨晨宝做笔录的 是三名警察中最年轻的那位女警察 看不出来这名小妞的年龄不大 做笔录做得却熟练得很 走进笔录房以后 一点多余的废话都没有 直接进入正题盘问起杨晨宝来 半个小时后 杨晨宝走出笔录房 而杨晨若和李国正早已经等候多时 原来是李国正看在杨晨若的面子上 不打算向杨晨若追究责任 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让杨晨若感动 因为他在心里 还是很喜欢这个年轻活泼的女人 对于李国正不起诉自己 杨晨宝并没有表示太多 更为自己做笔录的漂亮小妞 说了一声再见 便跟姐姐离开了派出所 今天遇见李国正还闹进了派出所里 两人自然都没有吃饭的心情 杨晨宝把姐姐送回家以后 便回到了自己离开大学后 在外面租的一间小房子 小房子真的很小 是一个只有十多平米的小单间 便宜倒是便宜 每个月只要一百块的租金 可现在杨晨宝的钱包里面一共才几十块 而房东勒令杨晨宝 要在一个礼拜内交房租 本来他是打算拿姐姐的那五百块钱来交房租 可五百块钱赔给了咖啡厅 他还哪来的钱 幸好杨晨宝属于浴室看得比较开的人 既然最后一天还没有到 杨晨宝就懒得多想 下一碗素面条填饱自己的肚子 杨晨宝再看了一会儿电视节目 便睡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 杨晨宝就自然醒了过来 他的住所距离孟家女校不算近也不算远 乘坐公交车慢慢摇的话 大概需要一个钟头左右 而今天是礼拜一 学校会举行升旗仪式 他自然要早些到学校才行 来到学校 在早餐领取处 领了一盒牛奶两个面包 杨晨宝便一边吃一边往办公室走去 照理来说 室内老师办公室 是不怎么会出现男性老师的 当然 新来的杨晨宝除外 可今天杨晨宝刚刚走到办公室门口 却发现张晴薇的身边坐着一个男子 准确来说 是一个长得十分帅气 给人的气质 却十分阴柔的男子 男子留着普通的奇刘海 身形偏瘦 岁数也不大 大概也只在22三间 等到杨晨宝走进办公室后 张晴薇倒是快速地拉起男子的手 走到杨晨宝身边 对男子说道 默默 这就是我们学校心爱的杨老师 然后张晴薇也对杨晨宝介绍男子是谁 杨老师 这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张默 张默 自己不认识啊 张晴薇为什么要介绍给自己 杨晨宝更奇怪的是 这张默真的是一个体育老师吗 他很怀疑 确实 一个体育老师哪有长得这么瘦的 而且 若张默是留着长头发 光从背面和气质来判断的话 杨晨宝一定会认为他是女人 可别认为只要是男人留了长头发 且没有胡子 看起来就多会像女人 至少姚明就不会 你 你好 杨晨宝礼貌地主动伸出手 张默也很有礼貌地伸出手 来与杨晨宝相握 随后挑了一下眉毛 神秘问道 听说你上个礼拜 一个人挑翻了五个小混混 是不是 靠 不仅是他的气质 有一种阴柔之美 就连他的声音也很阴柔 说得通俗一点 他的声音很女性化 而从他时不时地捏一捏兰花纸 无嘴魅笑来看 杨晨宝认为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 张默应该是一个娘娘腔 搞不好还是一个同性恋 不过娘娘腔也好 同性恋也好 这都跟杨晨宝没啥关系 他回答道 什么挑不挑翻啊 为了保护学生 而且我也挨了打的 哈哈 你可真是为我们学校的男老师争脸啊 那几个小混混也真是 这是在欺负我们孟家女校五猛人吗 哈哈 前半截话张默像是在对杨晨宝说 而后半截话 他更像是在对自己说 全校一共就只有三个男老师 说起真脸的话 哈哈 嗯 你找我有事吗 杨晨宝对张默问道 他实在不想跟张默走得太近 特别是看到张默 居然握着自己心仪女神之手的这种场景 哪怕明知道张默是娘娘腔 是同性恋 可在生理上 他跟自己一样是男人 杨晨宝不吃醋才怪呢 也没啥事 就是想来感谢 你替我们男老师争了脸 这样吧 听说你刚当大学毕业 要解决的困难应该挺多的 要是以后有什么事用得找我张默你 直接开口 帮得上的 我绝对帮 别看张默长得挺娘娘腔的 可说起豪言壮语来 倒也有几分味道 嗯 好好 就在杨晨宝转身欲走之时 他突然意识到 摆在自己眼前的 不正有一件大难题吗 虽然张默不一定能解决 可也能试一试不试 对了张老师 我还真的有点事情 想麻烦你一下 你说 你说 只要能帮得上的 我绝对帮 说起来还挺不好意思的 张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朋友的房子要出租 有的话就帮我联系一下好不好 嗯 最好是可以等到我拿到工资 以后再给房租最好 现在我手里边的钱 已经不够付现在居住的地方的房租了 杨晨宝通红着脸 将自己的难题说了出来 他虽然很穷 可这种穷人穷语 当着心仪女神的面说出来 对杨晨宝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听完杨晨宝的请求后 张默直接将手搭在杨晨宝的肩膀上 说道 这有什么难的 而且干嘛 要去别的地方租啊 这样吧 我一个人在家里住也挺寂寞的 你来跟我合租吧 房租咱们一人一半 你想住多久都成 房租我也不急 你什么时候有钱再给我都行 是 什么 跟你合租 杨晨宝思考了一会儿 他虽然忌惮张默看起来很像同性恋 并且他还是一位体育老师 万一自己跟他合租会有点什么不好的危险 可他再一想自己现在有山寨鸡在手 还怕个毛 张默看起来也不像坏人 只不过很像每个人一生中 都会遇到的很多娘娘枪之一罢了 杨晨宝当即就答应下来 行 张老师 谢谢你 不用谢 以后出门再遇见小混混 咱俩就一起揍他们 张默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八点钟了 马上就要举行生气仪式了 他便说道 这样吧杨老师 微微姐那里有我的手机号码 咱们下午上完课以后再联系 嗯 行 张默离开后 杨晨宝看了看距离播放生气仪式的广播 还有五分钟左右 便小声对张秦威问道 张老师 张默是不是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杨晨宝用手做了一个很困扰的动作 他是不是同性恋啊 啊 哈哈 张秦威无嘴甜美的笑了起来 回答道 你别怕 默默不是同性恋 他虽然说话有点娘娘腔 而且喜欢跟我们女孩子待在一起 可他绝对是喜欢异性的 其实我们也奇怪 他为什么直到现在都还不谈女朋友 不过他每次都说 还没有找到比他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哦 还有 杨老师 你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直接叫我秦威就好了 据说每一对朋友成为恋人以前的第一大改变 就是相互之间的称呼 杨晨宝心花怒放 嗯 你以后也不要太拘礼 叫我晨宝或者小宝都可以 咦 张老 秦威 你不是长得就比张默漂亮吗 杨晨宝的赞美 让张秦威小脸微红 他称道 可是我不喜欢默默呀 听见张秦威 其实并不喜欢张默 杨晨宝心中的大石块 才彻底的落了下来 虽然张默 看起来很像同性恋 可万一张秦威就好 这一口怎么办 现在听见他并不喜欢张默 杨晨宝这才暗夸自己的眼光 确实没错 而且 如果自己跟张默住在一起 他跟张秦威的关系 看起来又这么好 搞不好 自己可以从张默的身上下手 去捕获女神的芳心 至少有张默的帮忙 也比自己一个人 孤军奋战的效果 要好得多啊 很快 升旗仪式的广播便开始 杨晨宝和办公室里的众多老师 一起下到操场 他原本以为 自己只是孟家女校的一个小喽啰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但没想到今天早上的升旗仪式 其中有一点 居然跟自己有关 上个礼拜 我们全校广播批评了 一年级杨晨宝老 失调戏女学生的事情 在这里 我代表学校 要跟杨晨宝老师倒一个签 因为杨老师从来没有过 这种禽兽行为 那名道教务处告状的女学生 和他的父母 已经来学校 将事情解释清楚了 杨老师根本没有占过 任何女生的便宜 反而在上周星期五放学后 他在学校外面 救了一名差点被坏人抓走的女生 全校所有的师生 都以学校有他这位老师为耻 但现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们发现自己 不仅误会了这名老师 更是低看了这名老师 原来他不仅不是色狼 还是一名永救学生的好老师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 礼拜五放学后 发生在冯仪身上的那件事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那名女生就是冯仪 而那位老师就是杨晨宝了 他们起初听说 是一位男老师救走的女学生 还以为是张默 或者是学校里的 另一位男体育老师郭元明 他们是万万也想不到 居然是那个有色狼之称的杨晨宝的 升旗一室结束后 回到教学楼后 杨晨宝就开始起了 自己正常的学校生活了 孟家女校一年级的班级 以字母命名分别为 A B C D E F G 共有七个班 杨晨宝担任其中三个班 C E F三个班的语文老师 工作不算轻松也不算累 总之每天都有课 少则三节 多则一天六节课都有 其中他最喜欢的是C班的学生 杨晨宝之所以会喜欢C班的学生 最大的原因还是 C班的美女学生很多 不错 杨晨宝是一个正直的老师 他不会打自己学生半分的注意 但纵使这样 有几个美女学生坐在台下 自己上起课来 不也是会愉悦很多吗 孟家女校 本就是在网络上闻名的美女多 一年级C班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比如说班长季子盈 长相可爱 留着娃娃头 经常穿着一件印有猪头的白色T恤 并且听说她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天然呆 除了学习以外 她任何时候都是呆呆的 可以说是全班最萌的女生 还有一位李妮 留着一头其肩短发 穿着一件小背心 学校统一配发的夏季校库 被她修成了超短的热裤 修长的大腿 毫无遗漏地展现了出来 她还特喜欢有意无意地 在杨晨宝身前走来走去 还有一个奇葩叫做马曼蓉 留着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 长相清纯 说话的声音也不大 光凭气质来说 完全可以称为 她为碧月修花 小家碧玉 可就是这么一位清纯的女孩 却是班上的大姐大 据说还带人在校外打架 这种行为 杨晨宝至今都不敢相信 早上上完四一班和一班的渴后 中午杨晨宝 便是和张晴威与张默 一起在食堂吃的午饭 既然已经决定 要搬到张默家去赞助 杨晨宝就不会和她太客气 毕竟杨晨宝 暂时也没有客气的资本 要是她不愿意去和张默同租 最多一个礼拜后 她就得睡到大街上去 哎 张老师 那个郭老师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怎么看起来挺不合群的 在食堂吃饭的 绝对不止杨晨宝一行三人 学校其他的老师 若是没有饭局 都会选择来食堂免费吃饭 而此时 杨晨宝正指着距离自己一行人 约莫有三米远外的 长得超级魁梧的大汉 杨晨宝跟郭元明算不上朋友 却也相互见过 他心里对郭元明的评价 只有两个字 猛人 身高超过两米 留着一个彪悍的小源头 长得虎背熊腰 五大三粗地 把他与周围的女学生 比起来的话 不知道的有多滑稽 学校总共就只有三位男老师 郭元明竟然不选择 和张默坐在一起 他自然也不会 跟学校的那些女老师 女学生同坐一桌 所以每次到食堂来吃饭 他几乎都是一个人 哪来的什么来头啊 跟你跟我一样 还不是小学毕业生初中 初中毕业生高中 一直到大学毕业 来学校找工作 张默用他自卑的小勺子 往自己的嘴里面 送了一勺饭后 继续说道 不过这个郭老师 真的也怪得很 他并不是没有朋友 而是他身边的朋友 全都是长得五大三粗 跟他一样 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家伙 而且他很不喜欢我们这种 长得比他帅的男人 嗯 长得比他瘦的男人 他也讨厌 所以 你以后最好还是少去招惹他 杨晨宝没有在询问 更多有关于郭元明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 如果真如张默所说 郭元明不仅仅是 不会跟自己做朋友 可能他也不把张默当成朋友 午饭过后 张默回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午睡 而杨晨宝 也自然和张晴薇 一起回到办公室午休起来 看似当老师很轻松 实则不然 老师每天晚上 回到家都不能很早入睡 毕竟还有一大堆备课记录要做 有时候还需要批改卷子 早上又要很早起来 所以 中午要睡会午觉 几乎是每个老师都有的习惯 杨晨宝以前没有午睡的习惯 可现在 他不得不习惯起来 下午上完一班的两节语文课后 杨晨宝便没有课了 这一点让本来就很爱干净的张默都自愧不如 在杨晨宝的居室中 地面上绝对不会出现垃圾 床上用品也叠得整整齐齐 就连厕所 如果不是因为齐 本身就是全家最脏的地方 杨晨宝也会把他打扫干净的 丝毫不下于自己的客厅 见杨晨宝这么喜爱干净 张默这才放下心来 他虽然十分仗义地邀请杨晨宝与他合租 可杨晨宝的卫生问题 一直是他最为担心的问题 毕竟除了娘娘腔张默外 没人会认为一个男人 在打理自己的卧室方面 居然会这么厉害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在这一方面 杨晨宝自信不会输给同龄的任何人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杨晨宝要收拾的东西并不多 一床被子枕头外 也就只有几件印记的衣服了 而更多的例如冬季的衣服 他都放在姐姐杨晨若的家里 毕竟姐姐是一个比他更会做家务的女人 也更懂得要如何保养衣服 来提高衣服的质量和耐穿度 终于可以离开天天来讨债的房东了 杨晨宝的心情不可谓不高兴 房东的人品虽然不差 可就是在钱这一块上十分小气 这跟人穷之不穷的杨晨宝大不相同 杨晨宝虽然穷 但他一点也不小气 就像已经过世的爷爷 曾对他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一般 你就算再穷 该请朋友吃饭的时候 绝对不能节约 穷的时候就吃差一点 富的时候就吃好一点 但绝对不能不请 这可以看作是一句杨晨宝爷爷 教他父亲为人处事的状言 对于杨晨宝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小 收拾完东西 将药是交给房东回到张默家后 时间已经七点多钟 张默便提议要出门吃饭 一来是此时时间已晚 做不出什么好菜来吃 二来也算是为杨晨宝接风 毕竟杨晨宝接下来的 起码一两个月内都会在张默家住 夕阳西下 大地沐浴在余晖的彩霞中 接到上行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行 晚风徐徐而来 夹杂着一阵阵花草树木的幽香 使人心旷神仪 更觉夕阳无限好 此刻杨晨宝在想 若是跟自己一起在街上走的 不是张默 而是张晴薇 这该多好 转头看去 只见张默以异样的眼神望着自己 莫非 莫非 你 你干嘛 杨晨宝紧张兮兮地望着张默 莫非自己的猜测是真的 可人家张晴薇说 不是啊 不如我们吃完饭去酒吧玩一玩吧 咱们都是年轻人 虽然明天学校还要上课 可该过的夜生活 咱们还得过 话吧 张默这才把目光移离杨晨宝的脸 行 行啊 杨晨宝下意识地同意了张默的提议 正如张默所说 大家都是年轻人 而杨晨宝虽然没钱 可他也是年轻人 爱玩是年轻人的天性 也是他的天性 来到一家小餐厅 随便点了几个菜 两人草草吃过晚饭 就在街上寻找起酒吧来 找到一家档次较高 客流量也不少的一栏酒吧 就走了进去 现在不过是夜里八点多 喜欢夜生活的人 这个时间才是他们精彩生活的开始 今天酒吧里的人很多 在舞池中间里 形形色色的少女 不停地在随着正耳的摇滚音乐 疯狂地晃动自己的身躯 长长的头发 在左右上下的来回摆动 杨晨宝和张默 选了一个稍微安静点的卡座 点了一打啤酒 喝几个小菜便喝了起来 酒过三巡 喝也喝了 聊也聊了 眼福也过足够了 就在张默打算结账走人之时 杨晨宝突然发现 一个少女的身影 看起来十分熟悉 他却说不出来 在哪里看过那名少女 等一等 杨晨宝拦下 已经掏出钱包 准备付钱的张默 张默喝得有点小醉 满脸通红的他 随意地回答道 干嘛呀 明天还有课呢 咱们早点回去吧 原来是张默以为杨晨宝还想再玩 上课 孟家女校 杨晨宝终于知道 在哪里见过那名少女了 孟家女校 只是那名打扮得妖艳至极 一点也不像学生的少女 到底是哪个班的学生 他为何在这个时间点 还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的父母 不管他还未成年 就上酒吧玩吗 张默 你看 杨晨宝伸出手指着那名少女 张默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往杨晨宝指着的地方看去 好长一会儿 他这才认出那人是谁 说道 那不是乌立吗 他在这里干嘛 乌立 对 就是乌立 C班的语文科代表乌立 由于杨晨宝是语文老师的原因 可以说 他在C班最熟悉的一个学生 就是乌立 如果不是因为张默将他认了出来 杨晨宝同样不敢相信 在课堂上文静雅致 积极回答问题 一副好学生模样的乌立 居然会出现在酒吧里 而且还打扮得妖艳异常 一点也不像个十五六岁的高一学生 杨晨宝原本打算等到明天 单独找乌立聊一聊 可就在两人打算离开之时 却发现一个中年男人 拉着乌立的手 跟他说什么 而乌立一脸的不情愿 见到中年男人如此过分 强占乌立的便宜 杨晨宝立即朝中年男人走过去 而不想惹事的张默 却上前拦住他 说道 小宝 这不关我们的事 是乌立自己要去招惹上那个男人的 咱们别惹事 早点回家吧 如果事情真的如张默说的这么简单 杨晨宝大可以当做 中年男人调戏乌立的一幕看不见 可明显乌立很想远离那个中年男人 是中年男人 强行要占乌立的便宜 虽然杨晨宝不是乌立的班主任 可他再怎么说 也是他乌立的语文老师 这种事情 他不得不去理会 特别是 闭的一声 杨晨宝的手机短信铃声响起 他一边示意张默不要拦着自己 一边将手机给取了出来 看是谁给自己发的短信 当把手机拿出来后 杨晨宝这才发现 来的原来不是短信 而是 将乌立带离一栏酒吧 任务难度一颗星 是否接受 下面三个选项 接受 拒绝 查看详情 别说是山寨机给出的任务 可以获得能量值 就算没有这一点 杨晨宝一样 不能见到有人调戏乌立 而置之不理 杨晨宝不在理睬张默 点下接受 便禁止走向中年男人那一方 对他喝道 你想干嘛 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出来找乐子 你就不怕你老婆找过来啊 最先反应过来的 并不是中年男人 而是乌立 他赶紧站起来 害怕地说道 杨 杨老师 您怎么会在这里 他低着头 双手不停捏着衣角 足以证明 杨晨宝的突然到来 令他有多吃惊 这应该是我问你的吧 杨晨宝将中年男人的手甩开 拉着乌立的手臂 就往外走 可中年男人 岂会这么容易就让他离开 站起来喝道 你他 妈 是谁 老子出来寻欢作乐 关你屁事 杨晨宝懒得跟中年男人说这么多 拉着乌立的手 就往外面走去 反正山寨机给出的任务 也只是将乌立带出酒吧门口就行了 剩下的事情 就等先把乌立带出去再说吧 杨晨宝还没来得及踏出去第一步 中年男人暴躁地提起啤酒瓶 就往杨晨宝身上招呼而来 杨晨宝一把将乌立推到张默身边 侧过身紧紧抓住中年男人的手 愤怒地说道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 让我带走他 否则吃亏的绝对是你 经过昨天跟李国正的事情后 杨晨宝发现 自从自己有了山寨机以后 身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哪怕自己现在的实力还不够强 可对付眼前的中年人 和他的几个同伴已经足够了 毕竟李国正可是常年练习拳击的猛人 可他在自己的手下一样逃不了好 难道这几个实力 在夜场寻欢作乐 调戏年轻小妹 就代表他绝对不是普通的老好人一枚 虽然右手被杨晨宝的左手紧紧制服住 可他的左手还可以用啊 只可惜 在中年男人挥出左拳的同时 杨晨宝已经察觉到他的意图 右拳抢先打在他的左肋上 一把将他推到在地 说道 我警告过你 是你自己名弯不灵 中年男人的同伴 见到自己的老大被打 这还得了 一个个拳都拿起啤酒瓶 朝杨晨宝蜂拥而上 而在一旁不想惹事的张默 也忍不住出手了 虽然他不想惹事 可这不代表他害怕惹事 何况乌力还在这里 若是今天杨晨宝因为旧乌力 而被暴打一顿 但他张默却能够 从酒吧全身而退 相信明天以后 他在孟家女校的地位 会呈直线下滑 张默的身子古事很弱不假 可这是相对于郭元明来说 在郭元明眼中的竹竿 在旁人的眼里 已经可以算是木棒 张默虽然没有学习过 5G的杨晨宝厉害 可两三个普通人 还是不能进他身的 周围的人发现 这边有打架事件 全都围拢过来拍手叫好 更有甚者 还往里面丢了几个木头板凳 希望打架的几人 可以使用 以此来增加刺激的感觉 可对于这种无是生非的人 杨晨宝只能把板凳 往原路丢回去 便不再理会 为了不把事情的影响扩大 为了早点带乌力离开酒吧 杨晨宝不得不放开手去打 他不再管自己的出手轻重 对中年人的几个同伴 都是拳拳倒肉 一分多钟后 中年人的四个同伴 和中年人被杨晨宝 张默联手打倒 就在杨晨宝拉着乌力的手 打算离开之时 麻烦却又来了 原来一览酒吧 和其他大多的酒吧一样 都是有江湖背景的 顾名思义 也就是老板为了不惹麻烦 而请得有江湖的人员来照场子 杨晨宝刚刚跟中年人的打斗 完全可以被定义为闹事 此时几个年轻小伙子走上前来 不说纷纭 将已经倒在地上的几个中年人拉走 剩下的几个 倒是对杨晨宝磕刻刻气气地说道 兄弟 麻烦你和你的朋友 跟我们走一趟吧 杨晨宝知道自己 跟他们走后的后果是如何 最轻也得被打一顿 而在酒吧里 只要酒吧的老板 还想把生意做下去 自己就绝对不会被照场子的小地伤 他当然不愿意走 说道 走 去哪 我哪也不去 要走我也是回家 又出现几个年轻人 站在说话者的身后 而先前的说话者 则掏出一把小刀子来 这一次就没有先前那么客气了 警告道 兄弟 我们大哥请你去后面聊一聊 我们不想为难你 你也别让我们难做 小宝 去吧 别把事情搞大 张默在一旁对杨晨宝提醒道 看起来他似乎知道 小弟和小弟老大的来路 杨晨宝看了看担心的张默 又忘了忘害怕的乌吏 为了两者的安全考虑 杨晨宝不得不在几名年轻人的陪同下 和张默 乌吏一起来到酒吧的后门 走出酒吧的后门 就是一条小杭道 此时小杭道的外面 已经有十好几人在等着 最先被带出来的中年人 和他的同伴 已经被打得满身是血 一个岁数三十出头 身材魁梧 大光头上 只有一撮毛的男人大吼道 草 敢在我们和平邦的地头上闹事 你们是活腻了是吧 和平邦 杨晨宝丝毫没有想到 自己今天招惹上的 居然会是和平邦 今天只不过为了救污吏 居然就招惹上了上官市 人人闻风丧胆的和平邦 和平邦的名字 虽然叫和平 可邦内的小弟 却一点也不爱好和平 甚至很暴力 很嗜血 可以说 在上官市 不管是哪条道上的 几乎没有和平邦 摆不平的事情 就算有人敢不卖和平邦的账 可和平邦的人一样 有办法让他妥协 就连上官市的老牌邦会老牛邦 上官市第一大黑邦百草堂 都不敢轻易招惹和平邦的人 可今天 杨晨宝惹上的人 或者说是群体 居然是和平邦 最令杨晨宝哭笑不得的 还不是自己惹上了和平邦 而是另外一个 来自山寨基的任务 发现连锁任务 击败和平邦的小混混 任务难度两颗星 是否接受 下面依旧是三个选项 接受 拒绝 查看详情 这一次 杨晨宝为难了 两颗星任务 难道就代表 起码能获得两点能量值 对于现实的杨晨宝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而且 如果和平邦的人 要对付杨晨宝 今天杨晨宝就必须得 打败这些个和平邦的小弟 才能脱身 所以 有这个任务 无疑是在激励他 可若是和平邦的人 不对付他 他又接下了这个任务 岂不是浪费了这一次的任务 而且接了任务 却不完成的话 又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惩罚 杨晨宝不敢轻举妄动 杨晨宝还在考虑 要不要接受 头上留着一撮毛的男人 却一脚 踢在中年人的身上 对小弟招呼着 拉走拉走 让他们的家人 带两万块钱过来赎人 随后就将目光 放在杨晨宝身上 道 你们俩小子 真是不知死活啊 赶来我们和平邦的地盘闹事 说吧 谁是你们老大 一撮毛男人认为 杨晨宝和张默 也是道上的人 这才问他们的老大是谁 如果认识的话 还可以放他们一马 如果不认识 想必 下场比起中年人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晨宝和张默 还未来得及答话 乌立倒是拉上一撮毛的手臂 求情道 陶哥 你放过他们吧 他们两个都是我的老师 是刚刚那个男人要欺负我 他们才替我出手打他们的 哦 老师 明教涛哥的一撮毛男人 捏了捏自己的下巴 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 最后神色严厉地对乌立道 我他 妈 德才不管这么多 来我们酒吧上班 就要做好陪客人喝酒的准备 刚刚那个男人不过是 让你陪他喝酒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我 我不会喝酒 乌立小心翼翼地回答一撮毛的问题 看来他虽然认识一撮毛 但是也不熟 而且还很害怕他 哼 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你 他 妈还来酒吧上班 一撮毛一点 也没有 因为乌立是女生 就态度好一些 他笑了笑说道 这样吧 乌立 你也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既然今天的事情 是因为你和你的老师引起的 我也不为难你们 拿两万块钱了是吧 否则你试试 你们三个能不能走出去 啊 韬哥 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乌立要是能随随便便 拿出两万块钱来 他还用得着 要来酒吧上班吗 两人的对话 杨晨宝听到这里为止 只要他们不伤害自己和张默 乌立 自己道个千了是无所谓 可现在他们居然狮子大开口 要来讹自己赔钱 这可就由不得杨晨宝不接受任务了 这个 一撮毛 你别废话了 钱我们不会赔 我们也肯定会走 而且最重要的是 乌立以后不会再来这里上班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杨晨宝点下任务后 已经在脑海里联系上山寨机 随时准备进入俯身模式了 虽然请人物复身 需要能量值 可刚刚杨晨宝已经将乌立带离了酒吧 获得了一点的能量值 相信这一点能量值 还是足够请离小龙复身的 和平帮是出了名的很 一般人见到和平帮的人都要绕路走 一撮毛被人顶撞的次数 更是少之右手 而今天杨晨宝居然敢顶撞他 这倒是让一撮毛感到惊奇得很 从腰间取出自己的砍刀 便对杨晨宝问道 你小子有种再说一次 好话不说二遍 杨晨宝将乌立拉到自己身后来 随时准备进入复身模式 一撮毛笑着回过头 去看自己的小弟们 小弟们也复和他笑了起来 当一撮毛转过身来 双手向前一挥 在他身后的十数名小弟 已经掏出家伙 往三人冲来了 张默 你保护好乌烈 有机会就跑 杨晨宝立即在脑海里 命令起山寨机来 他打算召唤李小龙复身 只要有能量值 复身肯定可以成功 山寨机传来回应 复身模式启动 召唤李小龙复身成功 消耗能量值一点 有效时间一分钟 当李小龙复身的那一刹那 杨晨宝只觉得 跟乔丹复身的感觉大同小异 只不过让乔丹复身是 用于打篮球 让李小龙复身是 用于打人吧 哇 杨晨宝本能地做了一下 李小龙的招牌动作 迎着朝自己冲来的 十几个持刀小弟 倒冲了过去 在第一个冲过来的小弟 距离自己还有几步远之时 杨晨宝一跃跳起两米多高 坐到小弟的肩膀上 将小弟压倒后 双拳又在他脸上不断地猛挥 躲过又一人的袭击 杨晨宝一个扫堂腿 又放倒三五人 杨晨宝从地下捡起一个钢管 丢给张默 大吼道 快走 这里我能应付 无论如何 在张默眼里 杨晨宝也是没有郭元明厉害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郭元明 也只有被打的份 杨晨宝说他可以应付 张默如何能相信 张默将钢管交给乌立 告诉他 只要有人敢靠近就乱打 张默从地上捡起一块板砖 就冲进人群中 来帮助杨晨宝 杨晨宝知道 劝不走张默 而张默那飘飘然的步伐 倒也可以保住 他短时间内不受到伤害 杨晨宝就不再说话 又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管 便打了起来 数分钟后 杨晨宝和张默 都打得筋疲力尽 不仅仅是体力上 已经接近极限 在脑力上一样支撑不住 毕竟一不小心 让人有机可衬 就代表身上会出现一条刀疤 杨晨宝知道这一刀 就算是不要了张默的命 也会让他重伤 无奈之下 杨晨宝一下子挤开张默 伸出左手去挡 砍刀十分凶狠地 砍在杨晨宝的左臂上 幸好杨晨宝躲避得当 不过纵使这样 他的左小臂上也鲜血直流 一发不可收拾 我操 杨晨宝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被人砍 小时候在乡下的老林里打猎时 被野狗咬 被野猪追 被猴子扔石头 砸到自己身上 他都没有这么生气过 可今天被人一刀 砍在自己的手上 他是真的生气了 他也不管自己 左手臂上的伤口 一个侧踢狠狠踢在 砍自己的小弟身上 小弟被踢出去两三迷远 他又拉过来一名小弟 过肩摔 将他摔在地上 经过数分钟的打斗 和平帮还具备战斗力的小弟 原本就不多 被杨晨宝一下子放倒两个 倒还只剩下一撮毛 和他身边的两个小弟了 一撮毛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见杨晨宝如此厉害 他不仅不害怕 更想亲自与他动手 他立即指挥小弟 你们去对付那个娘娘枪 这个厉害的老子亲自对付 你 你他 那才是娘娘枪 张默说着说着 就像一撮毛冲过去 在半途上 却被杨晨宝给拦了下来 因为直觉告诉他 一撮毛绝对没有这么容易对付 自己能不能打得过他都不一定 张默过去 肯定只有送菜的份 张默换到 去对付一撮毛的两个小弟 杨晨宝便跟一撮毛铲打在一起 杨晨宝猜得不错 一撮毛确实不好对付 一把普通的砍刀 在他的手里面 也变得更神鬼莫测 无间不摧 先前小弟们使用砍刀 只会最简单的砍 筒 批三个方法 可在一撮毛的手里 却没有这么简单 一撮毛不仅是和平帮的一个老大 更是一个懂得刀法的人 刀如笔 笔有中锋 侧锋之锋 刀同样有中锋 侧锋之锋 刚刚小弟们的刀都是一面刃 而一撮毛手中的刀 却是两面都有刃 而且杨尘宝丝毫不懂刀法 也就不知道 一撮毛的刀法来自于哪里 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 一时间 杨尘宝倒是节节败退起来 不仅手中的钢管 被一撮毛手中的刀砍成两半 他身上被一撮毛砍到的地方 也多达三四处 刀法与剑法相比 刀法大开大合 变化较少 而威力不减 杨尘宝也不懂得剑法 不可能用剑来以柔克刚 所以想打败一撮毛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选择一个 能够比刀法更为大开大合的武器法 鉴于李小龙的拿手武器 是双截棍 而此时自己的手上 正好有两个半截的钢管 杨尘宝当机立断 取下自己的皮带 将两半截钢管系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简陋的双截棍 如果说空手的李小龙 是一个武者 那拿上双截棍的李小龙 就绝对可以称作是武神 至少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称呼他为武神 杨尘宝刚刚把双截棍 拿在手中不久 面对原本不可能打败的一撮毛 他只觉得一撮毛很弱小 他反倒希望一撮毛 可以更强大一些 这样自己面对他起来 才会更有趣一些 拿上双截棍以后 杨尘宝狠一撮毛之间的战斗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刚刚是一撮毛弓 杨尘宝退 而现在换成是杨尘宝弓 一撮毛退无可退 哇 杨尘宝手持双截棍 一下子打在一撮毛持刀的手上 不用言语就知道 一撮毛的刀一旦离手 他就输了 而此时的杨尘宝 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直接杀掉他 可生活在现代 却让他不能有这个想法 回去告诉你们老大 我叫杨尘宝 今天的事情我一个人负责 你要是敢找乌力 获得我朋友的麻烦 你的下场就是这样 杨尘宝将双截棍 伸直用力一拉 皮带硬生而断 杨尘宝将两半截钢管 和皮带扔到一边 刚打算带着张默和乌力走 一个声音又从远处传来 给我站住 打了我和乒乓的人 想就这么离开 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杨尘宝应声看去 一个中年人身后 跟着十好几人 往自己这边走来 这一次 由不得杨尘宝不小心了 不仅仅是因为山寨机 提醒着自己 附身时间已经结束 更是因为 就在中年人的身后 那十好几人 手中拿着的东西 都不是刀 而是枪 马 马大炮 认识来人的乌力 小声的惊呼着 马大炮是谁 杨尘宝小声的询问乌力 就算明知道 自己今天会栽在这里 他也一定要知道 惹上和平邦的小弟还不够 现在杨尘宝 连和平邦的老大 都一起惹上了 马大炮 道上人人闻风丧胆 跺一跺脚 都能让上官是 抖三抖的马大炮 此时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是以一个 要对付杨尘宝的人物的身份出现 杨尘宝这次是不危险 也得危险了 听闻来人就是和平邦的老大后 杨尘宝倒是对他起了一些兴趣 光凭马大炮的形象来看 绝对不会有人认为 他是一个好人 可更不会有人会认为 他是和平邦的老大 他虽然看起来很像一个坏人 可更不像一个老大 马大炮的身高 约莫有一米七左右 长得不算壮 却给人一种很精干的感觉 长得比较憨厚 但在憨厚中 又给人一种 富有极强攻击性的感觉 大热天的他 穿着一件白色的汉衫 下身却是大花裤衩 加人自脱 露出来的小腿 全都刺满了纹身 就是这么一个 穿着极为不讲究的中年人 说出去 谁会相信 他是和平邦的老大呢 你晓得是哪条道上的 居然敢动我们和平邦的人 马大炮左手 拿着一个小小的茶壶 说完后 便往自己的嘴巴里 送着茶水 我哪条道上的都不是 乌立是我的学生 我有责任要保护他 既然明知道 马大炮是来对付自己的 杨晨宝也就不需要跟他客气 反正这个梁子是已经结下了 大不了一会儿 真动起手来自己找找看看 有没有哪个刀枪不入的猛人 可以复身罢 当然 杨晨宝知道 近代人物上 是没有任何人 起码有了两点的能量值 面对起马大炮来 倒也不用那么担心 哦 听你的口气 你是一个老师了 哼 我还以为是百草堂周立德 或者是老牛帮牛津月手下的走狗呢 哎 我说小子你 你什么身份都没有 凭什么敢动我们和平邦的人 马大炮身后的十余位小弟 虽然都用手枪指着杨晨宝等人 可短时间内 只要杨晨宝不说错话 马大炮应该都不会下令让小弟开枪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告诉告诉我 你是哪里的老师 我还倒想知道 无疑会连累其他的师生们 至少日后和平邦的人 见了孟家女校的人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的态度 他便说道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叫杨晨宝 至于我是哪间学校的你 用不着知道 还有 今天的事情全都是我引起的 你放在我的朋友跟乌裂 我任你处置 事到如今 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现在只能就一个是一个 杨晨宝一点也不妄想 自己能和张默 乌裏三人一起全身而退 不交代在这里 就已经是大姓了 杨晨宝知道 若是惹上百草堂 或者老牛邦的人 或许还能有一条生路 可惹上嗜血的和平邦中人 几乎只有死路一条 除非有很强大的后台 或者很逆天的实力 很不幸 后台和实力杨晨宝都没有 至少现在 他还没有 炮 炮哥 那小子是乌裏的老师 乌裏在孟家女校念书 他应该是孟家女校的老师 唯一一个 还有力气的一搓毛 站起来说道 孟家女校 杨晨宝 马大炮自顾自的思考起来 像是在回忆着什么似的 半分钟后 杨晨宝度过了 自己人生中最漫长的半分钟 马大炮对一搓毛说道 阿涛 你不是一直说 你的刀法怎妖怎么厉害吗 怎么今天连一个小屁孩都打不过 刚刚你们的战斗我可看了 要不是杨晨宝手下留情 只怕你现在已经是他的棍下亡魂了 所以阿涛啊 你还需要再多磨练磨练 以后别自大了 一搓毛被马大炮说得满脸通红 他可谓是和平帮内 排得上名头的高手 可今天 他被一个嫩头青小子 用两半截钢管打败了却是事实 一搓毛也是一个敢于承认的人 并没有因为马大炮的一番数落 就上前攻击杨晨宝 否则按照已经抱着 必死决心的杨晨宝的性格来说 他还得多挨一顿打 马大炮挥挥手 身后的十余名小弟 全都将手枪收了起来 马大炮对杨晨宝说道 小子 我今天放过你 是近在 你是一名老师 更是近在你刚刚 对我弟兄手下留情 既然你给留了活路 我也给你一条活路 带着乌力和你 旁边那个娘娘枪走吧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你记住 乌力本来是我们酒吧的服务员 他如果下次还要回我们酒吧上班 再被别人调戏 而你再来闹事的话 我可不会再放过你 杨晨宝没想到 一开始 姨父要弄死自己的架势的马大炮 居然肯放过自己 不过既然人家已经发了话 杨晨宝自然不会还在这里等着送死 他回答道 你放心吧 我相信乌力不会再想回这种地方工作的 话罢 他拉着乌力的手 带着张默走出了小航道 直到走出小巷道两久后 他这才敢确认 自己三人确实是安全了 毕竟道上传闻和平帮的人 暴力血腥的很 而自己今天打了和平帮的人 马大炮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放过自己呢 可他真的肯放过自己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不仅仅是杨晨宝困扰马大炮 为何会放过自己 就连被杨晨宝打得受伤不轻的一撮毛一样 很奇怪 向来都十分互短的大哥 怎么会放过动手打自己的人 一撮毛抗议道 炮哥 明明是那个小子闹事在先 而且我还被他打得这么惨 你干嘛要放过他 就算不要他的命 也起码要剁掉他一手一脚 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呢 马大炮所创立的和平帮 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年之内 横扫上官室 成为上官室第三大黑帮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马大炮这个人 对外人十分残忍 对自家兄弟却十分互短 十分维护 他将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撮毛小心扶着 对他轻声说道 阿涛 其实是一个很有后台的牛人 可他转念一想 若是杨成宝真的很有后台 他为什么不一开始说出来 如果他的背景 真的强大到连炮哥都畏惧的地步 那他一把背景给说出来 自己又怎么敢去对付他 一撮毛问道 炮哥 为什么 这个仇不报我不甘心呢 还记得大小姐 昨天跟我们说的那件去世吗 杨成宝这个人动不得啊 否则我怕我以后在家里 再也没有清静日子过了 马大炮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他口中的大小姐 绝对是他的第一大死穴 曼容小姐 杨成宝 啊 对了 我怎样把那件事情给忘了 要知道 他就是杨成宝 我死活也不敢动他 一撮毛猛拍自己的额头 恍然大悟地说道 离开酒吧后的三人在街上走着 张默走在最前方 还不停提醒杨成宝和乌力走快些 而杨成宝则和乌力齐步而走 乌力深深地埋着头 不敢去看杨成宝 毕竟一个在学校老师眼里 是乖乖女的学生 居然会出现在龙蛇混杂的酒吧里 而且还是酒吧里的服务生 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张默 你先回家吧 我送乌力回去后一会儿就回家 杨成宝有些事情 要单独跟乌力谈一谈 而且他知道 只有自己和乌力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乌力或许才肯 对自己说一些 他原本不想说的事情 张默原本是不打算走的 因为他还算得上是一个仗义的人 他担心一会儿和平帮的人会追来 可一看 很明显 杨成宝的那句话 是带有极深的含义的 张默无奈地摇摇头 就在这个小区后 杨成宝终于忍不住了 问道 乌力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 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栏酒吧 你在一栏酒吧上班多久了 呀 杨老师 你不要逼我 我不想说 乌力摇摇头 表情看起来很是痛苦 杨成宝不想逼他 可杨成宝也十分关心他 为了了解乌力去酒吧上班的真相 他不得不步步紧逼道 我不想逼你 但是你也不要逼我 酒吧是成年人才能去的场所 而你是未成年人 还是一个学生 你觉得 要是学校知道了这件事情 会怎么处理你 杨成宝并不是要逼乌力说出事实 他只是想知道 乌力到底有什么困难 他更希望 乌力是出于自愿而告诉的自己 乌力 我知道你不想班上的同学知道 你在酒吧上班的事情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情 只有你知我知 还有张墨知 绝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 但是 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才行 我 乌力紧张得都快哭出来了 可杨成宝一点要退步的打算都没有 因为他知道 一旦自己退步 或许在短时间内 能让乌力过得舒服些 心里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可他现在还小 以后要过的日子还长得很 若是自己 不管他任由他这么发展下去 搞不好原本可以挽救过来的人 却因为自己的偷懒 而变得越来越坏 何况 谁让教导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 本就是身为老师的杨成宝 应该背负起的责任呢 乌力最担心的 就是将自己要去酒吧上班的原因 说出来以后 杨成宝一样会把这件事情 给报上学校 到时候 自己在酒吧上班的事情 就会被同学们知道了 人都有尊严 乌力一样有 虽然在酒吧上班 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可他现在的职业应该是学生 哪怕不用工读书 他现在的主要任务 也应该是玩 应该是愉快的成长 怎么可能会是 去酒吧上班赚钱呢 而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的家里穷 乌力跟其他的学生一样 他不希望自己 在同学们的眼里是有钱人 可他也绝对不希望 自己在同学们的眼里是穷人 这件事被抖出去后 所有的同学们都会知道 他是穷人 他担心自己承受不住这个事实 哪怕同学们都知道 他家里不富裕 可他也不希望同学们 知道自己的家里十分贫穷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 乌力的家不仅穷 他家里还等着钱用 经过了解 杨晨宝这才知道 乌力原来从小就是孤儿 他的爸爸妈妈 在他小的时候就车祸去世 他家里的其他亲戚都不认他 只有几位老人肯承认他的存在 而人终其是要生老病死的 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还陪伴在乌力身边的 就只剩下他的奶奶了 可惜奶奶年事已高 也到了体弱多病的年纪了 以前一直都是乌力的奶奶在照顾他 现在奶奶生病 不能出去赚钱 不能再养他 就只能换成乌力赚钱来养奶奶了 加上奶奶住院的医药费十分高昂 乌力用钱用得急 他这才不得不选择去危险 但是赚钱却很快地酒吧上班 听完乌力的故事 杨晨宝只觉得这个小女孩十分可怜 以前杨晨宝一直认为自己很可怜 在当今社会下 家里居然连自己念大学的钱都拿不出来 需要姐姐到城里来打工 赞助自己上学 可听完乌力的故事后 他这才发现 其实自己一点也不可怜 世界上比自己可怜的人多得海了去了 自己不过是家境不好 算得上什么可怜呢 乌力 老师错怪你了 老师还以为杨晨宝不得不承认 他最初看见乌力的身影出现在酒吧 还以为他是因为贪玩 甚至是因为他是小太妹 才会去酒吧上的班 可现在知道事实后 他才知道自己其实一直都错怪乌力了 乌力十分理解杨晨宝的心情 他能够很好地站在杨晨宝的角度上来 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他一点也不怪杨晨宝 他说道 杨老师 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我不想同学们 知道我在酒吧上班的事情 杨晨宝答应过 乌力会替他保密 就一定会替他保密 他才不会像有些恶心的老师一般 嘴上对学生做着保证 私底下却做着另一套 杨晨宝说道 你放心吧 没有其他人会知道今天的事情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能回酒吧去上班了 如果你在碰上刚才那种情况 而我又不在的话 你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吗 后果多严重 杨晨宝其实想象不到 可乌力起码也会把开一顿油 这也是酒吧女郎 必定会遇见的潜规则 让客人们吃点豆腐 才能激发起客人的消费欲望 否则光凭一个月 几百一千块钱的工资 够个屁用 可是杨老师 如果我不去酒吧上班 那我奶奶的医药费 乌力去酒吧上班的最大原因 是因为他奶奶的医药费 如果只是因为在家里穷 还不至于逼得一个花季少女 去酒吧上班吧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杨晨宝不是有钱人 他不敢立下豪言壮语 说什么以后 乌力奶奶的医药费 由自己全包 可让乌力再回酒吧去上班 他又实在是不放心 他便说道 这样吧 酒吧你就别再去了 我想办法替你找一份 周末的临时工 至少先让你有办法 养活自己和你奶奶再说 至于你奶奶的医药费 咱们另想办法吧 乌力答应下杨晨宝的提议 道了一声谢谢 便开心地跑上了楼 看来把隐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 一次性说给一个 自己信得过的人听 也算得上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只是不知道 杨晨宝何时敢把自己 拥有山寨鸡的秘密 告诉给别人听 回到家中 杨晨宝这才发现 张默也还没有睡 原来是张默回家以后 一直不放心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边看电视 一边等杨晨宝回来 他还更是打算 若是杨晨宝超过12点不回家 就直接上警局报案 幸好杨晨宝赶在12点以前回了家 这才觉得张默要报警的念头 见到杨晨宝回来 张默立即关心地问道 怎么样小宝 和平帮的人没埋伏你们吧 见张默如此多虑 杨晨宝笑着摇摇头 道 没有 看来这个马大炮 还是很信守诺言的 既然他说放过我们 就应该不会对付我们了吧 话把杨晨宝遇走 想起乌立的请求 他继续说道 对了张默 今天的事情一定要保密 我们不能告诉其他人 乌立在酒吧上班的事情 否则以后 他就很能在学校立足了知道吗 等到张默点头表示知道后 已经累了的杨晨宝 便走进厕所简单地洗漱后 静止回了自己的房间去 好在张默先一步回来 已经将杨晨宝要住的房间打理好 这倒免了杨晨宝 还要多劳了一番 第二天一大早 甚至还不到六点钟 正在熟睡的杨晨宝 就被一阵音乐吵醒 他迷迷糊糊地走出门外 打算查看情况 却发现张默穿着一身紧身衣 在做早操 而且光做早操还不够 他居然还跟着电视里面的瑜伽教练 一起练习起了瑜伽 小宝 赶紧过来一起练 早上起来活动活动 对身体有好处 张默此时正做了一个 十分高难度的动作 就是全身席地而坐 把一只脚抬起来 直到绕过脖子 让杨晨宝看着都觉得疼 呃不用 我就起来上一个厕所 你继续 继续啊 说完 杨晨宝赶紧往厕所走去 一番小事业过后 他也赶紧回到房间中去 生怕张默会拉着他一起练瑜伽 七点钟左右 张默做好早饭 来叫杨晨宝起床 而杨晨宝 自从一个小时以前 被音乐声吵醒以后 便一直没有睡 张默一来叫 他立刻穿好衣服 来到客厅 张默再怎么 娘娘腔也是一个男人 他也不是大厨 他虽然会做饭 可他也不会太多的花样 早上两人吃的都很简单 面条加荷包蛋 可早晨虽然简单 却让杨晨宝十分感动 除了父母和姐姐外 这张默居然还是 第一个做饭给他吃的人 单凭这一点 杨晨宝就可以把张默 当场好朋友 好兄弟 两人小跑步来到学校 实际上是张默 这位体育老师提议的小跑步 杨晨宝觉得 早晨吃过早饭后 休息一会儿 稍微的运动一下 也对身体有益 就跟他一起 小跑步来到学校 早上两人在家里 已经吃过早饭 来到学校后 如果再吃一次早饭 就会显得有些多余 不过他们 也不可能浪费掉这一顿早餐 两人都是将牛奶和面包 领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打算等到一会儿饿的时候 用来冲击 刚刚做好备案记录不久 宇文克代表乌立 立即将昨天杨晨宝 给出的宇文作业 给报了过来 不过他的脸色 显得有些难看 杨晨宝不知道为什么 便询问道 乌立 怎么了 你身体不舒服吗 杨 杨老师 不是 我没有身体不舒服 而是马曼容他无论如何 也不肯教宇文作业 我去追他教作业 他还骂我 乌立显得 像是受了气的小媳妇一般 宇文克代表这个重任 既然落到了他的肩上 他就打算 要尽量做到最好 可昨天杨晨宝 第一次要求C班的女生们 做课后作业 今天就有一个 马曼容不教作业 乌立好受才怪呢 马曼容 谁啊 杨晨宝回忆起来 他虽然不敢保证 认识C班的全部学生 可他敢保证自己 起码认识一大半 十数秒后 他一拍额头说道 哦 就是那个打扮得 像小太妹似的 上课老师 带一副耳机听歌的女孩子 对不对 听杨晨宝这么一说 乌立倒是急了 他虽然很生气 马曼容今天不教语文作业 可他在心里 也还是很维护 自己的这个同学的 他赶紧替马曼容解释道 其实曼容不坏 他只是有点叛逆而已 他很乖的 绝对不是小太妹 杨晨宝当然也不愿意 相信自己的学生 会是小太妹 他这么说 也只是想一解 乌立的心头之恨罢了 听乌立这么说 就代表 其实乌立并没有 生马曼容骂他之气 杨晨宝说道 嗯 行了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会单独 找马曼容过来谈的 你先回教室去吧 一会儿就要上课了 C班今天的第一节课 并不是语文 也就不是杨晨宝去上 否则杨晨宝 倒是不介意多待几分钟 反正一节课45分钟 老师上课的时间 其实只有20到25分钟 剩下的时间不是闲聊 就是维持纪律 早几分钟 或者晚几分钟 对于杨晨宝来说 都是可以不得回来的 两节课过后 杨晨宝来到C班上语文课 他自然提了一提 关于语文作业的事情 但是他并没有指名道姓 说谁谁谁没教 因为杨晨宝 也是从这个年龄阶段过来的 他知道若是自己 明指出谁没有教作业 被自己点到的人 下一次不仅不会教作业 更是会适得其反 毕竟高中生多数都是爱好面子的 果然 第二天杨晨宝再次来到学校上课之时 这马曼容的语文作业 虽然完成得不好 却也勉强教了上来 杨晨宝不管他是自己做的 还是抄袭别人的 总之相比起不教作业 就算是抄别人的作业交上来 也是一种进步 日月穿梭 斗转心仪 一晃眼 杨晨宝来到孟家女校 也有大半个月的时间了 半个月以来 他最大的收获 莫过于是跟张晴薇走得越来越近 跟C E F班的学生关系 也是越来越好 学生们对杨晨宝的评价甚高 纷纷说他在语文课上的功底 虽然不见得有学校里的 那几名骨干级教师高深 可上课的活跃性 却要比那些老古董高得多 而老师上课的目标 并不只是单纯的教授学生们知识 陪他们玩乐 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 也是一个老师在课堂上 应该办到的事情 一天 杨晨宝连续上完两节语文课 回到办公室 正打算休息一会儿 张晴薇轻手轻脚地来到他身后 拍了他一下 问道 小宝 你中午有空吗 学校旁边新开了一家餐厅 不如中午我们去试试 他那里做的菜好不好吃怎么样 经过半个多月的相处 杨晨宝跟张晴薇的关系 说不上突飞猛进 也至少从朋友关系 变为好朋友关系 一起吃一顿饭 更是正常的很的事 尤其是张晴薇主动来邀请杨晨宝 共进午餐 杨晨宝心中感动得很 很想立即答应下家人的邀请 可以想到自己的难处 他便说道 对不起 我中午跟朋友约了一起吃饭了 不如你跟张博一起去吧 过几天我请你 去吃过怎么样 杨晨宝不是不想跟张晴薇一起吃饭 而且他很想 可是他钱包里面 总共就只有五十多块钱 这段时间 杨晨若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要给他钱用 可杨晨宝都没有要 他还想等到发工资的时候 到拿出其中的一部分钱 给姐姐用吗 又怎么会还肯要他的钱 看起来 张晴薇邀请杨晨宝 吃饭应该是由张晴薇做东 可在这种非正式场合下 自己跟他吃饭 杨晨宝实在不能说服自己 让张晴薇去买单 而自己去买单的话 只怕只能留下来洗碗底账了 所以杨晨宝按捺自己心中 很想跟张晴薇单独吃一顿饭的冲动 狠心拒绝了他 张晴薇并未察觉到杨晨宝心中的挣扎 只是失望地说道 哎 好吧 那我只好去找默默陪我一起去了 言中之意 他还是更愿意和杨晨宝一起吃午饭 等到中午吃饭时间 杨晨宝看在自己上午最后一节课并没有课 便早早来到食堂等待起来 免得一会儿学生多起来还得排队 本来教师来食堂吃饭 是可以插学生的兑先打饭的 很且大部分学生 也不介意老师的这种行为 可杨晨宝却认为自己的年龄 不比学生大几岁 自己这么年轻都还要插队的话 岂不是太让学生看不起了 来到食堂今后不久 大概是11点40分左右 距离下课还有20分钟 一名食堂的工作人员知道杨晨宝是教师 便喊道 老师可以吃饭了 杨晨宝感激地看了工作人员一眼 立即屁颠屁颠地端着自己的饭盒 就跑向离自己最近的窗口 按照学校的规定 教师的午餐可以选择三荤两素 但实际上 很多老师都会把每一种荤都添上一份 反正食堂方面也不缺这点钱 也就没有计较过 不过杨晨宝觉得 三荤两素的伙食已经很不错了 每次来食堂吃饭 都只吃三荤两素加一饭 今天当然也不例外 就在杨晨宝打饭的途中 他突然听见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很好听的女生说道 师父 麻烦你我只要肉丝 土豆 还有青菜这三个菜 饭也要少一点 谢谢 杨晨宝纹身看去 正好那名女子也无聊的四处跳看 四目相对之时 杨晨宝特别想找一个地方赶紧钻进去 因为就在距离他不到三米的地方 那个刚刚说话的女子 正是张晴薇 张晴薇上午邀请自己跟他一起吃午餐 可自己却已经跟别人约好了 为理由拒绝了他 现在自己独身一人出现在食堂 还被他看见了 自己该怎么解释啊 大概是张晴薇生气了 在他看来 自己第一次邀请一个男人吃饭 被拒绝了 这并没有什么 因为那个男人可能真的跟朋友约好了 可现在 自己居然在食堂 看见那个男人独身一人 也在食堂打饭 这像是跟人约好了 要出去吃饭的样子吗 张晴薇试问自己 一直把杨晨宝当成朋友 并且因为自己对他有好感 所以一直都对他很好 可他为什么不肯和自己一起出去吃饭 还要骗自己 莫非他 讨厌自己 不管原因是如何 总之张晴薇生气了 他连师傅装好饭菜递过来的饭盒也不要 一转身就往食堂门外走去 杨晨宝立马追了上去 因为既然杨晨宝肯上前来拉住自己 还要和自己解释 那就代表 他应该没有讨厌自己 张晴薇说道 好啊 我倒要听听你 不肯和我一起出去吃饭的理由 杨晨宝能直接告诉张晴薇 是因为自己没有钱结账 才不敢和他一起出去吃饭的这个理由吗 他当然不能 他说道 晴薇 我能过几天再跟你解释吗 我向你保证 过几天 我一定会跟你解释 杨晨宝决定等 过几天拿到工资买了小礼物 跟他表白的时候再解释 这样至少不会显得自己很没有本事 连跟女人出去吃饭 结账的钱都没有 在张晴薇眼中 这完全是杨晨宝敷衍他的一个借口 他把手一甩 喝道 好啊 那在解释以前 你都不要来找我 我不想和你说话 或许他的这个决定 有点小家子气 可这不也正代表 他是真的生气了吗 看着张晴薇离自己越走越远 杨晨宝知道 如果自己不好好 跟张晴薇解释一番 或许他这几天 真的不会再理自己 而且自己解释的日子越远 他跟自己的隔阂就会越大 原本很有食欲的杨晨宝 在张晴薇走后 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以至于最后 他倒是逼迫着自己 将饭盒里面的饭菜给咽下去的 张晴薇走后 他还哪来的什么食欲 而杨晨宝 又是一个不喜欢浪费的人 刚刚才让食堂的师傅 打了三婚两宿五个菜 如果因为自己没有食欲 就倒掉的话 岂不是就会太过浪费 整个下午过去 杨晨宝和张晴薇 虽然是坐落于同一间办公室 可张晴薇依旧没有要理杨晨宝的意思 每每都是有客 就早早离开办公室 没有客 就趴在桌子上面做备课记录 哪有往日时不时 就跑到杨晨宝这边来聊天的兴趣 杨晨宝知道 此时张晴薇正生着自己的气 现在的他 恨不得不要再看见自己 所以他便没有急着去解释 而是也就这么 跟张晴薇打起冷战 办公室内的老师们 今天都大感奇怪 往日里亲密的像恋人般的 杨晨宝和张晴薇 怎么今天谁都不理谁 莫非是吵架了 直到傍晚放学 张晴薇依旧没有理睬过杨晨宝 而杨晨宝知道自己 若是现在去请求张晴薇原谅的话 只不过会让他更加生自己的气 无奈杨晨宝 只得早早跟张末离去 一路上无论张末怎么询问 他就是不肯说出事情的原味 杨晨宝并未急着跟张末回家 因为他半个月前曾经答应过 乌立会替他寻找一份周末的灵工 可直到现在 这个任务 杨晨宝还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 乌立为了奶奶的医药费 已经又起了要回酒吧上班的念头 虽然他从来都没有明说过 可从这个年龄阶段走过来的杨晨宝 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杨晨宝让张末先回家 张末离开后 他便在街上到处走访起来 给乌立找工作的地方 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是工作环境要比较简单 不能再像在酒吧 已经有被客人调戏的危险 第二必须要上白班 现在乌立还小 长时间熬通宵 对他的身体绝对有巨大的危害 第三就是工作时间不能太长 毕竟现在乌立还是一名学生 若是工作时间过去 他还哪来的时间学习呢 乌立虽然急着用钱 可杨晨宝并没有打算 替他找到一份周末零工后 就彻底地解决了他的经济难题 若是这个社会的钱这么好赚 杨晨宝也不会跟乌立一样 有经济困难了 所以工资的高低根本不重要 只要能养活乌立和他的奶奶 只要乌立喜欢这份工作 经过杨晨宝的走访排查 最后他在一家面包房 替乌立找到了一份 比较合适的工作 老板准许礼拜六礼拜天 只上两天班 实行九块 六个小时起算 钱虽然不多 可对于乌立来说 也应该足够了吧 而且面包房也比较正规 来消费的 大多都是小孩子和上班族 乌立在这里 杨晨宝足够放心 便敲定下了这个地方 回到家里 张默刚刚烧好饭 张默的厨艺不能说好 但也绝对不能说差 至少他若是一个女人 单凭他的手艺 就可以嫁得不错 吃完饭 倒是由杨晨宝来收拾碗筷 毕竟做饭的人是张默 洗碗的人自然就由杨晨宝来承担 他总不能免费住在人家张默家里 干吃他的饭 缺一点事都不干嘛 来到客厅沙发上了 看了一会儿电视 杨晨宝便早早地回到房间中去 因为他这半月内 做过不少山寨机给出的任务 获得了很多的能量值 可自从上次在一栏酒吧过后 所有的能量值 他都没有使用过 因为他知道 能量值得来不易 必须得使用在应该使用的地方才行 总之不能因为杨晨宝 想再见见李小龙 就把全部的能量值 浪费在李小龙身上吧 杨晨宝躺在床上掏出山寨机 脑海里想象着 进入任意位面 人物技能学习模式 他首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能量值 经过半个多月来的累积 能量值居然多达16点之多 如果将这16点能量值 全部用来附身的话 只怕是李小龙附身一个小时 是绝对跑不了的 就算把这16点 全部用来学习5G 提高自身的能力 相信能学到的级数 也是一个可观的 慢慢长夜 杨晨宝一点也不急着 使用能量值 他慢慢在山寨机里面挑选起来 近代人物上 数武术搏击自然以李小龙为惯 可杨晨宝没有必要将 全部的能量值 都用到学习5G上 就算是学习其他的东西 一样可以算为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学习技能以前 他首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 生命力 一级 精神力 一级 体力 二级 力量 二级 速度 二级 综合战斗力 107 等级评估 二级 这半个月来 杨晨宝绝对没有使用能量值 提高过自身的实力 之所以体力会从一级变为二级 这完全可以算为是张默的功劳 每天早上 杨晨宝都会和张默一起小跑步去学校 半月以来天天如此 就算遇上礼拜六礼拜天不上课 两人一样会去学校和郭元明一起切磋篮球 天天都如此锻炼 杨晨宝的体力会从一级变为二级 很是正常 可让杨晨宝真正高兴的是 等级评估为二级 等级终于升级了 虽然直到现在 杨晨宝依旧搞不懂自己的评估等级 要如何才能升级 可从属性上来看 要不就是主五项属性中超过一半升级 等级评估就升级 要不就是战斗力达到一个高度后 便可以升级 为验证自己的猜想 杨晨宝立马进入李小龙的一空间学习 他消耗掉九点能量值 连续把5G技能学到四级 退出一空间 他又立即检查起自己的属性来 生命力二级 精神力一级 体力三级 力量三级 速度三级 综合战斗力236 等级评估四级 照这个数据看来 等级评估的级数 应该跟属性等级没太大的关系 那难道真正的跟战斗力有关系吗 否则属性等级最高的不过三级 可等级评估怎么会有四级 不管怎么说 哪怕杨晨宝 还是不能寻获到 等级评估级数的奥秘 可5G学习到四级以后 它的能力完全有了值的变化 并不单单只是属性数据上有数字的变化 相比起来 只会一级5G的他 他现在的实力相当于以前的一倍多 这个神秘山寨机果然高深得很 还剩下7点能量值 如果在学习下一级5G的话 则需要耗费5点能量值 杨晨宝一狠心将能量值学习到5G 再回来一查看自己的属性 力量已经升级为4G 而战斗力已经高达266 等级评估变为5G 看来等级评估的级数 应该是跟战斗力有关联才对 积累了半个多月的16点能量值 在短短不到10分钟内 被杨晨宝用去15点 而15点能量值 全部被他用到学习5G上面 学习5G的等级越高 需要消耗的能量值也就越多 看似这个方法十分不理智 因为若是学习一级的技能 15点能量值 完全可以学习15种不同的技能 杨晨宝也可以成为一个全能天才 杨晨宝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个方法 成为全能型的英雄 对他来说也是梦寐以求的事 可他更知道的是贵金不贵多 将15点能量值 用来学习15种不同的技能 虽然自己会的很多 却都不精通 还不如把15点能量值 用来学习一个技能 至少现在在5G上面 杨晨宝大可以俯视天下间的舞者 他不敢以第一自居 可在华夏武林界的这个大舞台上 他敢自认 自己绝对是排的上号的人物 这倒不是杨晨宝自说大话 还未学习5G以前 杨晨宝就记录过自己的属性值 当时自己的战斗力 不过才70几 那时候的自己可以一个人 对付一两个普通的成年人 而现在自己的战斗力 高达260多 足足有近4倍之多 而且战斗力这个玩意儿 绝对不是1加1等于2这么简单 杨晨宝认为自己在武林上 已经算是一方高手 难道有谁敢说不是吗 至于剩下的两点能量值 杨晨宝并未急着去用 毕竟山寨机 还有另外一个附身功能 也是同样不容小事的 而请任意未面对人物上身 也是需要能量值的 一点的能量值 大约可以支撑3到5分钟 附身后的杨晨宝 会比至现在都还要更加的厉害 所以剩下的两点能量值 被杨晨宝作为保命之用 上次在一览酒吧的事件 杨晨宝可不敢担保 自己以后不会再遇见 而到时候 如果自己的实力不够强 又不能够请离小龙上身 岂不是只有等死的份儿 第二天清早起来 张默正在进行着 每天都会进行的瑜伽练习 一看见杨晨宝走出房间 张默继续说道 小宝 练习瑜伽 真的有一身心健康 你要是跟着我练习一个礼拜 我保你能拥有我这种惹火的身材 惹火 你这身材 是挺惹郭元明火的 杨晨宝白了张默一眼 跟他合作在一起这么久 两人也已经混熟了 时不时的挤兑一下子对方 也是常有的事情 张默是肯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生他气的 张默一边将自己的右脚 抬高到贴近高举的右手 反击道 哼 那个老蛮子 自己不懂得欣赏 什么才叫阴柔美 要是人人都长得像他那样 整个一大傻个儿 那 累还要不要继续存活下去啊 一会儿吃早饭的时候 叫我起床啊 我先撒个酿 以前的杨晨宝 都是一觉睡到天亮 中途几乎不会起来上厕所 可来到张默家里的半月鱼 他几乎每天 在起床前的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都会起来上一趟厕所 至于上厕所的准确时间 要是张默起床练瑜伽的时间来定 说的通俗一点 也就是 清晨浅睡眠中的杨晨宝 总会被张默吵醒一次 吃完早饭 两人依旧是小跑步去梦家女校 一路上 杨晨宝每每一想起 自己的战斗力已经破败 并且已经高达260多 就兴奋不已 总想找一个人来试试手脚 还在他的素质不错 虽然一直有这个想法 可这个想法 每次都是在杨晨宝 还未付诸行动以前 就会被扼杀掉 否则今天上官室的警察 就有的忙活了 毕竟杨晨宝现在的战斗力这么高 岂是一两个小警察 就能够制服得了的 来到学校走进办公室 杨晨宝很明显看见张晴威 看见自己之时 眼睛亮了一下 代表他内心中见到自己 其实还是很高兴的 可作为女性的矜持 他依旧不肯理自己 杨晨宝小心翼翼地 走到张晴威身边 去小声问道 晴威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不是故意要拒绝你的邀请 我是有原因的 张晴威将双手环抱在胸前 一副不服气的模样 注视着杨晨宝 狠声问道 你的意思 是你现在可以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了对吗 他说过 若是杨晨宝不给他一个 合理的解释 他就不会再想见到杨晨宝 晴威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 不过不是今天 杨晨宝在内心中 是多么渴望发工资的那一日 可以早点来临啊 因为领到工资后 自己就可以去给张晴威买小礼物 可以请他吃饭 可以跟他解释 还可以跟他表白 钱对于杨晨宝来说 算不上很重要 可在他的生活中 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更加认为 钱在任何人的生命中 都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 他从来不厌恶那些 要求男朋友有钱 才能结婚的女性 若是遇见某种特别人物 例如什么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之类的狠角色 杨晨宝是恨不得 一个大皮鞋印子 踢在他的脸上 知道自己已经算是个 小高手后的杨晨宝 连走路的姿势都大有不同 熊啾啾气昂昂的很 哪怕有张晴威 误会自己生自己的气的那件事 杨晨宝一样 是大不流行的 朝要授课的班级走去 一路上不认识杨晨宝的学生 都会他对微笑叫到老师好 而认识他的例如说 CEF三个班级的学生 除了叫到老师好 以外 还有许多人后面加了一句 杨老师今天遇到什么大好事了 看起来这么高兴 但凡这种问题 杨晨宝都是一笑待过 他忍不住自己内心中的窃喜 却又不能跟学生们明示 自己拥有山寨机的事情 何况现在张晴威还在气头上 若是自己高兴得很的消息 传到他到耳朵里 自己以后还怎么跟他解释 今天是礼拜五 也可以说是杨晨宝 每个礼拜中最忙的一天 因为今天他不仅得将 三个班级的课后作业 给计划出来 他今天的课程也是异常的多 要知道 语文课是所有课目中的重中之重 每个班每天起码有一节语文课 而多者每天便有两节 每逢礼拜五呢 好巧不巧的是CEF三个班的语文课 都是两节 也就是说 孟家女校一天六节课 今天杨晨宝都有课要上 同学们请翻到书本地页 话说礼拜生前好久 有很多流传千古的绝句 都是他醉酒后 诗意大发才说出来的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上族一整天课还不够 学生们放学后 教师们还不能走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 都会召开教师会议 有个年级主任主持 哪怕杨晨宝 不过是一只 飞到孟家女校不久的新鸟 他也得参加这个小型会议 说是会议其实也不然 无非就是交流交流工作 可以谈自己觉得 哪一科目要怎么讲解 做点什么活动 也可以谈哪个哪个班的学生 这个礼拜十分听话 或者十分不听话 总之就是教师之间 互相联络感情 有事的时候 才宣布事情罢了 一年级教师办公室内 所有教师齐聚 二十几位室内老师 共聚一堂 杨晨保暑了一数 总共有二十三位女老师 加上自己这一位男老师 总共二十四位 一年级的年级主任 王亚慧亲了一亲嗓子 说道 在开会以前 首先说一件事情 王雪梅老师前段时间 登山锻炼身体 不小心摔伤了腿 向学校请了几天假 原本是定位下个礼拜 就要回学校继续上课 王雪梅老师杨晨保认识 甚至可以说是熟悉得很 两人几乎每天都会打交道 因为王雪梅老师 就是C班的班主任 是一个责任心十分强的老师 几乎每隔两三天 都会找到科目老师 来了解学生们的情况 学生表现好的就赏 表现差的就罚 罚完以后再鼓励 可以说 王老师是每个人一生 都会遇见的 自己不讨厌的老师之一 只是没想到 一个责任感这么强 将大部分精力 都放在孩子们身上的王老师 居然患了癌症 就算并不致命 可短时间内 也不能回学校 来陪伴学生们了 他这么一走 以后C班有谁来管理 听完王主任的话 杨晨保的心中 稍稍震惊后 也就没有太在意 每个人都会得病 与其说他关心 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王雪梅 还不如说 他更关系 C班学生们以后的日子 看似换一个班主任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可杨晨保知道 绝不会有这么简单 管理一个班级 最忌讳的 就是中途换班主任 哪怕这名班主任 在班级上很不得人心 可一旦他因为有事情 而被换掉 学生们一定会有意见 更何况 王老师是一个 深得学生心的老师 杨晨保真担心 换了一个新班主任后 学生们会发脾气 故意不学习 啊 那以后 C班的班主任 由谁去当 一名老师说出了 在场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不是班主任的老师 希望自己可以趁这一次机会 接手C班成为班主任 而已经是班主任的老师 则要观察一下 是谁去接手C班 要是实力低的老师也就罢了 若实力在自己之上 那自己就得小心 提防一些才行 老师之间的友谊 十分奇怪 既是朋友 又是竞争对手 而他们的竞争筹码 就是所带领的学生们 每一次自己班的学生 取得的成绩 比朋友班级学生取得的好 自己会很高兴 也很替朋友惋惜 可若是朋友班级的学生 取得的成绩更好 那这位老师 本身就会很不开心 会有一种极度吃醋的感觉 王主任早就猜到 肯定会有老师 会询问这个问题 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这个问题 学校领导班子 还在研究决定中 总之大家放心吧 C班的新班主任 绝对是咱们一年级的教师 总不可能让专门教授 二年级课程的老师 来我们一年级当班主任吧 听王主任这么说 大家也就放心了 谁句实在话 在场的只要不是班主任的老师们 几乎都渴望 可以借这次机会成为班主任 毕竟班主任每个月 可以多拿好几百千的工资 而且学生们 一旦在任何方面获了奖 班主任都有奖金可拿 最要紧的还是 若是学生出色 越出色 外界对班主任的评价就越高 除了类点外 几乎是百利无一害的便宜 他们怎么会不想要 还别说 现场内还真有一个 既不是班主任 也不想当班主任的人 这个人不是张晴威 就算是高尚如张晴威 一样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 去得到学生 学校的认可 相信只有杨晨宝这个嫩头青 是打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 不想去接西班这个烫手山芋 宣布完事情后 接下来的时间 自然就是各位老师相互之间交流 遇到问题的提问题 遇到困难的就寻求帮助 杨晨宝觉得十分无聊 就在桌子底下 用山寨机跟张晴威发起短信来 起初他还小心翼翼地 将头卖在桌子底下 以防被王主任给发现 虽然会议期间使用手机 并没有明确规定会有什么惩罚 可杨晨宝是一个 十分盯得住兆头的人 他知道如果自己被逮到 就算王主任嘴上不说 他的心里也一定会对自己有意见 为防止被王主任发现 他最后倒是直接使用意念 来控制山寨机 手根本就不去触碰手机 就能知道张晴威回复自己的是什么 而自己应该怎么去回复张晴威 关于玩手机 有可能会被发现的这件事情上 张晴威则不一样 他本来就是学校的关系户 虽然他跟学校领导层 到底是什么关系 杨晨宝搞不清楚 可猜得到的是 就算张晴威把手机拿出来使用 王主任也绝对不会怪他 会议持续半个多钟头 半个钟头过后 教师们谈论的声音逐渐小了下来 王主任便宣布解散 与张晴威告别后 杨晨宝便没有急着回去 而是来到操场 找到正在玩篮球的郭章两人 正如杨晨宝感受的一样 郭元明并不是恶人 他口头上虽然说 十分看不惯张默和杨晨宝这种男人 可每一次三人一起玩篮球之时 郭元明并没有排斥过谁 反正就是张默哪个球运的差 郭元明就一通乱骂 而杨晨宝一是一样 来到篮球场 一撞一兽两个男人 正在挥洒青春的汗水 张默首先发现 从教学区域跑下来的杨晨宝 大喊道 小宝 赶紧过来 我一个人打不过老郭 等一会儿 我去撒个尿先 杨晨宝一边高吼 一边往厕所跑去 撒完尿 杨晨宝走出厕所 正打算上前去加入战局 可在此时 手机闭得一声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点开来一看 他的心儿真是乐开了花 只见上面有一行大字 在篮球场上 击败郭元明与张默 任务难度一颗心 是否接受 查看详情后 一星级难度任务 居然跟篮球有关 并且跟今天自己要打的篮球有关 任务说的简单一点 也就是让杨晨宝EVS2 并且要取得胜利 看起来不算简单 可此时的杨晨宝 已非鄙视的杨晨宝 他身体的各项属性 比至当日与郭元明单挑的时候 多有志的飞跃 就算不召唤篮球明星附身 张默提议道 这也是最好的选择 总不能让哪一个出来一打二吧 不过 杨晨宝要的就是一打二 否则怎么获胜呢 他道 不用 你们两个打我一个吧 话罢 他把上衣脱掉 只见肌肉块 虽然没有郭元明那么大 可因为已经是四级力量 他的肌肉也已经出具规模了 至少比张默 那个娘娘腔要大得多 张默和郭元明都愣在原地 他们的技术虽然不算很好 可身为全校唯一的 两个男性体育老师 两人长时间都聚在一起打球 就算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篮球的人 这么天天打篮球 也总能成为一个篮球高手 何况两人以前都还有打篮球的底子呢 你说真的 张默挑着眉毛问杨晨宝 他也跟以前的杨晨宝玩过篮球 并且张默很自信 在力量上郭元明可以完胜杨晨宝 在速度上 自己也可以完胜他 他凭什么来EVS2 小宝 我并不认为你的篮球技术 比娘娘腔厉害很多 他在我手下 可是一个球都进不了 你要想清楚 输的人可是 要请吃饭的 郭元明这么说 就是要阻止杨晨宝不要干傻事 而他若是非要坚持EVS2的话 在郭元明的眼里也是输定了 作为惩罚 郭元明就要敲诈他一顿饭来吃 好啊 就这么说定了 杨晨宝把上衣甩到一边的草地上 运起篮球 就像两人发动猛攻 四级的力量 加上三级的速度 绝非郭元明和张默二人可挡 杨晨宝第一个球进的轻松无比 等到第一个球进入球框后 郭元明这才发现 杨晨宝的实力不知从何时开始 已经变得不止一般高了 早已经达到了 自己不可能战胜的高度 可笑自己 刚刚还以为 他跟娘娘枪张默一样弱 轻松加愉快地取得EVS2的胜利 三人继续玩起EVS2的比赛来 七八个回合下来 天色见黑 哪怕杨晨宝有时候会故意放点水 可他现在身体的属性 要比郭元明和张默高那么多 除非他是想故意认输 否则郭元明和张默 都不可能有办法战胜他 在打球以前 郭元明就已经说过 输的一方要请客吃饭 他原本觉得 杨晨宝对上自己和张默必输无疑 可现在杨晨宝赢了 请客吃饭的一方 自然就是郭元明和张默两人 去校外饭馆吃饭的一路上 杨晨宝都有说有笑 可郭元明的脸色却难堪得很 他倒不是因为要请客吃饭 而是他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杨晨宝的进步会如此之快 半月以来 三人在一起 玩篮球 绝非一两次 郭元明虽然确实很看不惯 长得瘦的男人 但学校里 也只有他们三个是工的 郭元明不可能去跟那些女老师玩球 半个月以来 他对杨晨宝的评价 只有两个字 普通 绝非是自己的对手 可今天一较量 他却发现自己才几天没跟他玩篮球 但他的实力 却进步得神速得很 看来自己还得努把力 才有可能搬回今天的面子 杨晨宝的心倒也不黑 三个人他点了四菜一汤 便正式开动起来 本来郭元明提议三人 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要喝点小酒 可张默却说 反正明天不用上课 在小贩馆里喝酒 还不如等会儿吃完饭去酒吧玩一玩 立即得到剩余两人的赞成 嗯 去哪里呢 伊兰酒吧 那里的环境还不错 张默吃完饭建议道 听张默提起伊兰酒吧 杨晨宝立即想到 那里是和平邦的地盘 上一次马大炮虽然坦言肯放过自己 可不知道 在那里照厂子的一搓毛 会不会心里还怀恨着自己 以杨晨宝现在的实力 他倒是不用拒拍一搓毛 可他担心会连累郭章两人 便反对道 换一个地方吧 那里是和平邦开的酒吧 你还敢去 张默扬起头来思考了一会儿 说道 小宝 咱们还是就去伊兰酒吧吧 这周围的所有酒吧 都跟和平邦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没啥分别的 郭元明并不知道 上次在伊兰酒吧发生的事情 他说道 是啊 虽然伊兰酒吧有江湖背景 可只要我们不闹事 和平邦的人也不会主动 来找我们的麻烦 毕竟我们是去消费的客人 既然张默和郭元明 都主张要去伊兰酒吧 而杨晨宝又听闻 这周围的所有酒吧 几乎都有和平邦的身影 最后 杨晨宝也指的答应下来 吃完饭 便跟郭章两人 往伊兰酒吧行去 今天是礼拜五 酒吧的人愈发得多 一走进去 震耳欲聋的音乐 令杨晨宝热血沸腾 他虽不经常来这种场所 可身为年轻人 他也绝对不会讨厌这种场所 酒吧 听挤满了人 舞池上有数不清的年轻男女 疯狂扭动着自己的身躯 或别人的身躯 杨晨宝和张默 走在郭元明身后 由郭元明挤出一条路来 找到一个卡座 三人立即坐了上去 点来一箱啤酒 加上几个小菜 便喝了起来 郭元明和张默的目光 不时停留在穿着暴露 年轻时尚的少女身上 杨晨宝也懒得理会他们 便自顾自的一边喝酒 一边研究起山寨机来 不知不觉中 三人已经喝完一箱啤酒 郭元明又喊来服务员加了一箱 酒上来后 三人也懒得 将酒倒进小酒杯中 提起酒瓶 就对着瓶口吹了起来 一瓶酒刚刚喝完 已经注视杨晨宝很久的 一撮毛等人 便向着三人方向走了过来 一撮毛带着三个小弟 突然出现在杨晨宝身边 还未等一撮毛说话 喝了一些 酒脾气不小的张默便喝道 你他 妈想干嘛 你别以为今天马大泡不在这里 你就可以乱来 我告诉你 哥 杨晨宝是一张默不要说话 对一撮毛问道 涛哥 有事吗 我今天可没有在这里闹事的行为吧 一撮毛一改 当日凶巴巴的态度 对杨晨宝轻声说道 杨先生 炮哥有请 你能去包房见见炮哥吗 马大炮 杨晨宝以前并不认识马大炮 上一次在酒吧后晃道 也是第一次与马大炮见面 他虽然心里奇怪 这马大炮为什么要见自己 可这里是人家的底盘 若是自己拒绝 就是不给马大炮的面子 他说道 行 在哪个包房 我一会儿就去 流经岁月 一撮毛说出马大炮所在包房的名称 带着三个小弟离开 杨晨宝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刚打算走 张默又阻止道 小宝 要去我和老郭陪你去 一会儿打起来也好有个帮手 郭元明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他本来就是一个仗义的人 现在还喝了一些酒 也表示要跟杨晨宝一起去见马大炮 见到郭章两人如此关心自己 杨晨宝心中一暖 说道 放心吧 马大炮上次肯放过我 今天他就肯定不会难为我 你们先喝着 我去去就回 他把已经站起来 手中紧握酒瓶的郭章两人 按回卡座上 往包房方向行去 来到流经岁月包房门口 杨晨宝本想敲门后再进去 可以想酒吧这么吵 就算自己把门给敲破了 里面的人都不一定听得见 他便直接打开包房 往里面走去 打开包房的一刹那 包房里的十好几人 全都将目光一道 站在门口的杨晨宝身上 看得杨晨宝是要有多不舒服 就有多不舒服 他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朝马大炮打了一个招呼 马大炮立即叫走 挨着自己做的一名小弟 让杨晨宝过去坐 在包房里 可不是由杨晨宝来做主 他走到马大炮身边坐下 马大炮居然主动给他倒了一杯酒 提起酒杯来 要跟他喝酒 说道 小兄弟 你还记得我吧 记得 记得 不知道炮哥今天叫我进来 有什么事 杨晨宝自认为 自己一点混江湖的潜力都没有 这马大炮 马大炮率先将一杯酒喝下去 出于礼貌 杨晨宝也将杯子中的洋酒一饮而尽 马大炮说道 没什么事 就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小兄弟 你不会瞧不起我是江湖 而不愿意跟我交朋友吧 朋友 朋友对杨晨宝来说 有两种意思 一种就是跟张默 郭元明两人一样的朋友 也就是真正的朋友 而第二种就是 某某坏人 要拉某某人入伙的这种朋友 马大炮的这句话 怎么看 怎么像是要拉自己进入江湖 杨晨宝警惕起来 说道 炮哥 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交朋友啊 你不懂吗 马大炮显得有些恼怒 在他心中 自己都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 这杨晨宝怎么还不懂 交朋友这三个字 难道很难理解吗 不是 炮哥 你说的朋友是哪种朋友啊 杨晨宝哭丧着脸 现在他完全可以确定 马大炮是一点要对付自己的心都没有 可他宁愿马大炮来对付自己 因为在他心中 这马大炮说的 交朋友绝对是想拉自己入伙 想让自己加入江湖 操 朋友难道有很多种吗 我说的是位朋友 马大炮本来就是一个性子级的家伙 若不是因为杨晨宝是马曼蓉 是他女儿的班主任 只怕马大炮会因为杨晨宝的 一直不领情 而直接拿出枪来毙了他吧 嗯 杨晨宝看着马大炮 在心里对自己说 他难道不是要拉我进江湖 他真的要跟我做朋友 马大炮也看着杨晨宝 声色严肃地问道 怎么 难道你还瞧不起我马大炮 想跟马大炮成为朋友的人不少 至少若是马大炮承认你是他的朋友 他记得你的名字 几乎你以后就可以在上官室横着走了 只要不惹上老牛邦和百草堂的人 整个上官室就没有其他人敢动你 就算是老牛邦和百草堂的人要动你 也要先掂量掂量 要如何才能承受得起马大炮的怒火 不是 看来马大炮确实不是想拉自己入会 杨晨宝立即端起酒杯说道 既然马大哥这么看得起我 我又怎么敢拒绝马大哥呢 转变之快 立即从马大炮变为马大哥 其实跟马大炮做朋友 不管马大炮是不是江湖 都绝对是杨晨宝的荣幸 哪怕马大炮是江湖 而杨晨宝却是一名人民教师 可难道法律上有规定 教师就不允许跟江湖的人员来往吗 何况 放眼整个上官室 有谁敢说马大炮是江湖 敢说马大炮是江湖的人 只有马大炮自己 不管马大炮是出于什么心态 要跟杨晨宝成为的朋友 总之在表面上 两人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而一览酒吧 是和平帮旗下的一个场子 作为大哥的马大炮 自然慷慨地免了杨晨宝三人 今天在酒吧内的所有消费 并且告诉他 以后若是来酒吧玩耍 只要抱他马大炮的名字 就都可以免单 第二天一大早 杨晨宝特意来到 乌立上班的面包房去看了看他 毕竟这份工作 是杨晨宝替乌立找的 他要保证乌立在这里 上班上的习惯才行 中午杨晨宝是和姐姐杨晨若 一起在外面吃的午饭 而下午 孟家女校唯一的三位男教师 则就又聚在一起玩篮球 礼拜天 张默要去健身房学习瑜伽 而郭元明也要上健身房锻炼身体 杨晨宝没有兴趣去 则来到街上闲逛起来 虽然他现在手里面没钱 不能给张晴薇买礼物 去跟他表白 可他也要趁发工资 以前的这几天 将礼物给选好 等发了工资也就省了 还要浪费时间去挑选礼物 在街上转了大半天 杨晨宝都未找到价格适中 自己又觉得合适的礼物 天气十分炎热 气温高达三十多度 杨晨宝便决定 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再继续去为张晴薇寻找礼物 随便找了一个奶茶店 杨晨宝便走了进去 可他还未来得及点东西喝 却先发现了一个熟人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熟人 杨晨宝跟他 也只不过见过一次面而已 而且唯一的一次见面 杨晨宝站在犯人的角度 而他呢 则站在替犯人做笔录的角度上 嘿 警官 你怎么在这里 杨晨宝笑着往上刺 替自己做笔录的女警走去 可女警一听见杨晨宝 称呼他为警官后 脸色有巨大的转变 女警站起来 将杨晨宝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故意用杨晨宝的身体 挡着什么人的目光似的 将食指放在小嘴前方 嘘的一声示意 杨晨宝不要说话 你干嘛 在这里盯犯人 杨晨宝一边说 也一边在奶茶店里张望起来 他内心中 其实一点也不相信 女警在监视坏人 否则 他也不会故意这么说了 可是 事实似乎真是这样 就在杨晨宝说完后 三名原本在奶茶店里 喝奶茶的年轻男人 起身便往门外走去 女警也懒得 跟杨晨宝解释太多 恨恨地看了他一眼 便推开杨晨宝 对三名男子说道 我是警察 你们给我站住 三名男子怎么会惧怕 只有一个人的女警呢 一名男子转过身来 扔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三人就快速往外面跑去 而杨晨宝看清楚了 被男子扔出来的东西 居然是一把小匕首 紧紧地将匕首夹在手中 这种在武侠电视剧中 才能看见的场景 确确实实发生在杨晨宝的身上 可女警不仅没有觉得这神奇 更是没有感激 刚刚杨晨宝救了他一命 他喝道 你是神经病啊 我又不认识你 你干嘛要给我打招呼 哎 不是 你上次给我做过笔录啊 难道你忘了 直到现在 杨晨宝还是没怎么搞清楚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女警快速地跑出奶茶店 望着已经越跑越远的三名通缉犯 他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被杨晨宝责怪道 都是你 都是你 我好不容易遇见三个通缉犯 正在等待支援 都是因为你那三个通缉犯了 都怪你 杨晨宝被女警这句话 给惊得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 自己为了给女警打一个招呼 居然惊跑了三名 已经在网中的嫌疑犯 那 那三个是通缉犯 哼 女警的心里 是恨杨晨宝的不得了 他懒得理会杨晨宝 一个人气鼓鼓地 坐在原先的位置上 杨晨宝不是坏人 而且 他是一个经常见义勇为的好人 今天他遇见通缉犯 不仅没有见义勇为 更是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惊跑了三名通缉犯 作为对女警的赎罪 他立即说道 你放心吧 那三个人 我绝对替你抓回来 话罢 他撒开腿 就追着三个通缉犯 逃跑的方向跑去 女警心里确实很恨杨晨宝 如果不是他 他只需要再等待两三分钟 就可以和同事一起 将三个通缉犯 抓回所里面去 杨晨宝的出现 惊走了三个通缉犯 可女警也不需要杨晨宝 去替他抓回来 何况他也不认为杨晨宝 能打得过三个通缉犯 他过去绝对是送死无疑 女警对杨晨宝大喊道 别去 他们身上有刀 杨晨宝听见了女警的呼喊 可他还是朝通缉犯 逃跑的方向追去 他在心里想 三名通缉犯有刀算什么 我有山寨机 追了好长一段路 大概有好几百米远 杨晨宝终于在一个小区里面 发现三个通缉犯的身影 看来三名通缉犯 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警察的包围 正在想法子 要如何回自己的藏身住所去 他们小心翼翼地 在小区内行走着 杨晨宝的出现 令他们着实震惊得很 不过他们依旧不动声色地 慢慢走着 他们在赌杨晨宝不认识他们 可是 这可能吗 就在杨晨宝经过三人身边之时 他猛然一跃 将走在最前方的通缉犯 给扑到在地 杨晨宝双拳狠狠地 打在通缉犯的脸上 剩下的两名通缉犯见到 果然被认了出来 为了救自己的同伴 都纷纷将匕首给掏了出来 杨晨宝不傻 他不可能为了对付一名通缉犯 而让自己挂踩 他一跃便从第一个通缉犯的身上 跳了出来 在距离剩下两名通缉犯 大概两米远的地方 注视着他们 两名劫匪怪吼着朝杨晨宝冲来 杨晨宝接过第一个捅来的刀子 反手就把刀子给卸了出去 蓄满力量的右拳 狠狠打在通缉犯的肚子上 锦衣拳的力量 居然把通缉犯打起来老高 将第二个劫匪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杨晨宝立即腾出手来 对付第三个劫匪 第三个劫匪看出来 杨晨宝没有他表面那么好欺负 正欲逃跑 杨晨宝犹如兔子般一窜 就来到他身后 双手拦腰把他抱起 往后面重重一摔 只怕这名劫匪就算没有重伤 也是应该昏厥了过去罢 三名通缉犯 杨晨宝仅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 就将他们如数击败 不得不说实力的提升 直接改变了他 要是患在以前 他遇上三个持刀通缉犯 虽然也敢上前去与他们搏斗之 可最后受伤的绝对是他 怎么可能是三个通缉犯呢 女警在杨晨宝追着通缉犯出去以后 因为担心他 也追了过来 他跑进小区后 看见的第一幕 就是杨晨宝将第三个通缉犯拦腰后摔 他还未来得及把枪拔出来 制止三名通缉犯 伤害杨晨宝 就发现杨晨宝已经把三个通缉犯都击败了 你你好厉害 女警走到杨晨宝身边 看着倒在地下的三个通缉犯 眼中净是惊讶之情 他们三个都是你一个人打败的 杨晨宝点点头 女警看他的眼神突然起了微妙的变化 在击败通缉犯以前 就算女警看杨晨宝的眼神中没有恨 也绝对不会有爱 而现在呢 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有爱 可女警却是崇拜地看着杨晨宝 倒是把杨晨宝看得十分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也没什么了 是他们三个太弱了 杨晨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对女警说道 哎 对了 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 也免得我下一次在街上遇见你 称呼你为警官 把通缉犯给吓跑 女警因为杨晨宝的这句话 轻轻笑了一下 杨晨宝发现他笑起来十分好看 他本来就长得十分可爱 笑起来双颊还有小小的酒窝 更是令他增添了无限的猛属性 我叫豆丝佩 你呢 女警豆丝佩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礼尚往来 他当然要知道杨晨宝的名字 杨晨宝 为防止三个通缉犯醒来 豆丝佩一个人控制不住场面 杨晨宝特意留下来 跟他一起坚持通缉犯门 大约五分钟过后 一辆警车开过来 从车上走下来 两名杨晨宝为建国面敌警察 就在这个时候 最先被杨晨宝打倒的 那名通缉犯醒了过来 他见到警察原本是打算逃跑的 可一见到刚刚那个魔鬼还在这里 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知道 有这个魔鬼在这里 自己是不可能跑得了的 咦 应该有四个人啊 两名警察中 稍稍年轻一点的警察说道 相对来说 年纪稍大的警察 把已经醒过来的通缉犯给拉起来 对他喝道 说 你们老大恶狼在哪里 通缉犯知道自己这次是栽定了 正好现在自己的两名同伴都还没有醒 就算自己出卖老大 他们也不会知道 他赶紧说道 恶狼哥在在行色抬球室 三名通缉犯被带上警车 事情已经圆满结束 杨晨宝正打算跟豆丝佩告别再见 可山寨击毙的一声 却打消了他这个念头 抓捕或击毙通缉犯头目恶狼 任务难度一颗星 是否接受 击毙 杨晨宝看到这两二字之时 着实有点吃惊 击毙的意思 难道不就是杀死吗 自己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杀过人呢 幸好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抓捕 杨晨宝立马点下接受二字 我也去 杨晨宝收回山寨基 对豆丝佩和其他两名警察说道 去 去哪里 豆丝佩扯着脖子问杨晨宝 杨晨宝帅气地剥了剥自己的头发 说道 去抓剩下的通缉犯 就当为刚刚的冲动之举赔罪 这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理由 他总不能告诉豆丝佩说 是山寨基让自己这么做的吧 豆丝佩转过身去望着一老 少两名警察 起初老一点的警察一脸不愿意 最好在豆丝佩的眼神哀求下 老警察说道 协助警方抓坏人的市民 我们很欢迎 可恶狼不是一般人 要是你受了点什么伤 我们可不负责 不会的李叔说 他很厉害的 豆丝佩高兴得手舞足蹈 刚刚他没有亲眼看见 杨晨宝是如何捉拿三名通缉犯的 这一次他打算要亲眼见 一眼杨晨宝到底能有多厉害 两名男警察 先一步将三名通缉犯送回所里 而杨晨宝则跟豆丝佩 来到行色台球室门口 行色台球室 只能算得上是三四流的小台球室 装修差 台球设备差 灯光差 就连来这里打球的人也一样差 杨晨宝的初步计划 便是自己先进去拖住恶狼 豆丝佩在外等支援 支援到达后再冲进来 豆丝佩害怕杨晨宝有危险 死活不干 可最后拗不过杨晨宝 也只好嘱咐他 小心一点 整个台球室 共有十几台桌球 在大厅内的人 就有五六十个 更别说还有一些包房 杨晨宝实在是不知道 谁才是恶狼 便来到收银台 小心翼翼地问道 麻烦问一下 恶狼大哥在吗 你是谁 看来收银小妹 应该认识恶狼 十分警惕地问道 我是文哥介绍 来跟恶狼哥混饭吃的 文哥便是刚刚那一位 被杨晨宝打得很惨的人 在他上警车之前 杨晨宝考虑到 自己到台球室来 不认识恶狼 就问他叫什么名字 要以他的名义 接近恶狼 小妹皱起眉头思考了一会儿 见杨晨宝长得这么无公害 最后还是相信了他 说道 恶狼哥在三号包房 你自己去找他吧 谢了呀 杨晨宝在小妹的脸上 轻轻捏了一下 既然要装坏人 就绝对要装到底 他来到三号包房门口 从门缝往里面 看去不过四个人 四人都长得虎背熊腰 看起来很不好对付 可他自信 自己以四级力量 应该可以对付 便打开门 问道 请问一下 哪位是恶狼哥 四人中正直敢打球的 一个壮汉子 抬起头来问道 我就是 你是 杨晨宝笑着把门关上 反锁 笑道 我是来抓你去坐牢的人 整个台球室大厅里 几乎都是小混混 在警察的支援未到来以前 他可不敢把门开着 否则与恶狼斗着斗着 突然冲进来好几十人 他杨晨宝可不敢担保 能如数几百 啊 你说什么 恶狼像是 没有听清楚杨晨宝的话 更像是不敢相信杨晨宝的话 抓你去坐牢的人 杨晨宝在一微笑 右手从墙边取出一根球杆 将大头的那一边 往已经朝自己这边走来的一人打去 恶狼和他的三个弟兄 都属于那种 长得五大三粗 虎背熊腰得很祸 身材比杨晨宝魁梧何止一二 这名打算上来制服住杨晨宝的人 根本不担心他能打疼自己 可球杆真的打到他身上后 他才知道 眼前年轻人的力气确实很大 至少 那根球杆 并且还是大头的一边 敲打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是折断了的 我 操 眼见弟兄被打 杨晨宝来者不善 恶狼当然不能再忍他 抓起一个桌球 就朝杨晨宝扔来 杨晨宝左躲躲又闪闪 又放倒一人 此时整个包房内 能与杨晨宝斗的人 就只剩下恶狼 和他的另外一个弟兄了 不过在门外嘛 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幸好杨晨宝有先见之明 他若是一直把门开敞着 只怕警方的支援还未到来 他就要先成为恶狼 和众多小混混的拳下猪头了 只要门是反锁着的 包房内只剩下恶狼 和他的一个弟兄 能有跟杨晨宝斗的能力 那么杨晨宝就是吃定了恶狼两人 三人立即打在一起 杨晨宝的力气力量 是很大不假 可恶狼和他的弟兄 是在刀尖上混饭吃的人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对付 跟恶狼两人之间的争斗 虽然是他胜了 可最后他也不好受 至少额头在恶狼两人倒下去以前 就已经轻种起来了好大一块 并且隐约还有丝丝的血红色 这都是拜恶狼所赐 操操操 让你用球扔我 让你扔我 杨晨宝不停大力地踩在恶狼身上 看不出来 恶狼长得这么五大三粗 应该是一个近战的战士 可他真实身份居然是远战的魔法师 不停拿桌球来扔杨晨宝 一个两个杨晨宝 他躲得过 可三个四个五个这么多 杨晨宝躲不过去 额头便被恶狼砸中了一下 数分钟后 豆丝佩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杨晨宝的视线当中 后面还跟着十几个警察 杨晨宝将包房的大门打开 将警察们迎了进来 他一边用手揉着自己的伤处 一边对豆丝佩问道 你快看看 是不是这个恶狼 豆丝佩倒是没有急于去查看 杨晨宝打倒的人是恶狼不是 从衣服口袋里面掏出一张纸巾 来小心翼翼地替杨晨宝擦拭伤口上的血丝 嘴里担心问道 杨大哥 你没事吧 痛不痛 死 说不痛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特别是豆丝佩擦拭伤口的时候 有点不知道轻重 可人家豆丝佩也是好心好意帮助杨晨宝 杨晨宝自然不能责怪他 便说道 没事 不疼 最后老警察进来确定 四人中的一人确实就是恶狼不假 这代表杨晨宝一个时辰之内 协助警方抓获了三名通缉犯 更是获得了两点能量值的山寨机奖励 放假休息的这两天 就刚刚的一个小时过得最有意义 把他们四个带回所里去 老警察对周围的手下吩咐道 又对杨晨宝说 小兄弟 麻烦你跟我一起回去做个笔录 一开始 他听说三名通缉犯 是杨晨宝一人击败的 他还不信 可现在恶狼四人在包房内 并没有其他的人 不是杨晨宝击败的又是谁 老警察再也不给小乔杨晨宝了 杨晨宝并不想进派出所 不管是因为什么事 老警察见他面露难意 便说道 这样吧 你不用跟我们去所里 可你的口供也相当重要 他叫过来豆丝佩 说道 小丝 你陪这个小兄弟出去喝点东西 顺便带一份他的口供回来 有问题吗 没有 没问题 豆丝佩高兴地说道 警察带着恶狼一行人离开后 杨晨宝便和豆丝佩 往刚刚碰见的奶茶店行去 一路上 杨晨宝因为身边有一个大美女 陪同异常高兴 连走路都要比平时更意气风发 而这位大美女 似乎也对他很有兴趣 时不时地用眼角小心偷看他 却欲言又止 让杨晨宝心里着急得很 不过杨晨宝可不会以为 是豆丝佩喜欢自己 他当然也不会对人家有什么想法 杨晨宝知道自己 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自己 连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都不一定能养活 更别说多养活一个女人了 何况豆丝佩这么可爱这么漂亮 追他的人肯定多得海了去 他岂会看得起自己 来到奶茶店 杨晨宝点了两杯奶茶 两人便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奶茶到手后 杨晨宝一边喝奶茶 一边看着小脸 微红的豆丝佩 心中觉得有些好笑 他不是来给自己做笔录的吗 怎么不说话呢 其实豆丝佩看起来 应该要比杨晨宝小一些 估计今年顶多跟杨晨宝一样 是23岁 喝了小半口奶茶后 他轻声轻语地问道 杨 杨大哥 我能和你交个朋友吗 他的眼中 净是渴望期待之情 看起来是真的很想 跟杨晨宝交朋友 哼 你都称呼我为杨大哥了 难道我们还不是朋友吗 杨晨宝就算对豆丝佩 没有邪恶的想法 也希望能够他成为朋友 这也是刚刚在奶茶店碰见他 为主动跟他打招呼的原因 毕竟多个朋友就多一条路 万一以后有什么事情 能指望得上他呢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是不是城市猎人 否则 你干嘛要帮助我们警方对付坏人 而且 你长得也很帅 跟电视剧里的城市猎人 长得一样帅 杨晨宝深知豆丝佩说的城市猎人 是韩国电视剧里的城市猎人 绝对不会是成龙和王祖贤演的 那部城市猎人 杨晨宝大学四年 虽然过得努力 可也不代表 他除了死读书以外 什么都不干 这部城市猎人 他确实看过 缘由就不多说了 总之他看过 他实在很难理解 为什么豆丝佩 会把自己跟城市猎人相提并论 自己对付前三名通缉犯 完全是因为他们是自己金跑的 而对付恶狼 完全是因为想获得能量值 韩剧城市猎人里面的主角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孤儿 自己却父母都健在 而且都很爱自己 再怎么看 自己跟他也不像吧 看见豆丝佩如此期待的眼神 杨晨宝也不忍心去否认 便说道 算是吧 豆丝佩的表情 看起来越来越惊喜 就差没有 立刻上前 拥住杨晨宝狂吻叫偶像了 他高兴地问道 那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电视剧里的城市猎人 虽然对付坏人 可他一样是警方的通缉目标 从道德的层面上来看 他是好人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看 他却是一个坏人 杨晨宝不同 他不管是从道德层面上 或者是法律层面上 他都是一个好人 一个大大的好人 他反问道 那你认为 电视剧里面的城市猎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 嗯 豆丝佩歪着脑袋思考了一会儿 坚定地说道 好人 杨晨宝笑着点点头 没有多在说什么 第二天 熟悉的瑜伽音乐声响起 杨晨宝知道 是张默又早起在练习瑜伽 吃过早饭 两人便小跑步来到学校 距离每个礼拜一 都会例行的升旗仪式 还有约摸半个小时的时间 杨晨宝无聊地 在自己座位上打着盹 张默每天准十六点钟起来练习瑜伽 对杨晨宝的休息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不大 可每天早上来到学校的上课以前 杨晨宝的精神都不大好 需要经过一节课的调养后 他才会恢复到自己的全胜状态 办公室内 每个客人老师都在讨论着 谁会成为C班的新班主任 有说是资格最老的张老师 也有说是这段日子 跟王主任走得最近的李老师 而C班的新班主任到底是谁 还需要等王主任到来以后 才能为老师们揭晓 经过礼拜六礼拜天的过渡 张晴威对杨晨宝的气 杨晨宝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会跟人打架也算正常 张晴威肯主动来与自己讲话 杨晨宝心中高兴得很 他赶紧对张晴威说道 不是 我怎么会跟人家打架呢 他知道 张晴威不喜欢爱打架的小混混 何况他额头上的伤 也并不是单纯的跟人打架所造成的 他当然不会承认 那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 张晴威的心中 还是很关心杨晨宝的 便追问道 我说 我是建议永维才受伤的 你信不信 杨晨宝知道这个事实 很难让张晴威相信 可是真的是事实啊 张晴威以为又是杨晨宝在欺骗他 便十分不满地道 哼 鬼才性 他的话音刚落 从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女人 戴了一个无眶眼睛 打扮十分得体 正是王亚辉主任 王主任一进办公室 每位老师都打起精神来 他们并不是害怕被王主任责骂 而是王主任今天会宣布 C班的新班主任是谁 他们都关心得很 也都很有自信 并且很渴望 C班的班主任会是自己 将所有东西放下 他站到办公室中央 用力地拍了拍手掌 引起了一干老师的注意 当最懒散的杨晨宝的目光 也移到他身上之时 他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 说道 一会儿就要进行生气仪式了 咱们尽量长话短说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C班的新班主任是谁 昨天晚上 我接到学校蔡校长的电话 他亲自点了一人 让他接手王雪梅老师的班主任工作 蔡 蔡校长 众老师一片哗然 这蔡校长 可是孟家女校的正校长 也就是说 只要是在孟家女校的范围内 他说 一绝不会有人敢说二 正因为他有这么大的权利 一般的小事情 他都不会搭理 而更换一个班主任 对他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 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了 他这一次 为什么会这么重视 居然还亲自清点一人 成为C班的班主任 大家都仔细地听王雅会讲话 一个字都不想漏过 就连杨晨宝也一样 哪怕他 从来没有想过 要当C班的班主任 但他却跟其他老师一样 很想知道 这个得到蔡校长 亲自清点 来当这个C班班主任的人是谁 相信经过半个多月的相处 大家对杨晨宝老师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可是 我相信有一件事情 你们肯定不知道 王雅会的脸上 有些激动的嘲红 对杨晨宝说道 杨老师 请你先出来一下 杨晨宝相似脑子里面 突然被一道闪电给击中一般 他一点也不理解 王主任刚刚明明在讲 C班班主任的事情 可怎么话题一变 突然就扯到自己身上来了 杨晨宝快速回忆 且质问自己起来 这段时间 自己在学校内的表现够不够好 有没有违反学校的什么规定 有没有欺负过什么女学生 有没有调戏过什么女老师 杨晨宝踏着沉重的步子 走到王主任的身边 他自认为 自己这段时间 在学校内的表现还够良好 可他还是很忐忑 这王主任干嘛偏偏叫自己一人出来 王雅会的表情十分严肃 他拍了拍杨晨宝的肩膀 十分高兴地 对办公室内所有老师说道 昨天傍晚 咱们学校收到了一面景旗 景旗是别区的派出所 送给我们学校的 而送景旗的原因 是因为 昨天下午 咱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帮助派出所的民警通知 捉拿到了四名再逃通缉犯 我话都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 这位老师是谁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不 不会是我吧 杨晨宝指着自己问道 半秒钟后 他自言自语道 好像 好像还真是我 杨晨宝的这一举动 惹得其余老师轰笑起来 只有一位老师不仅没有笑 脸色更是有些苍白起来 因为 他刚开始是怀疑杨晨宝的 可他现在 却知道自己所怀疑的 就是事实 不错 昨天帮助上安区 派出所民警同志 捉到通缉犯的老师 就是杨晨宝老师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 王亚会鼓动老师们 给杨晨宝拍掌 掌声过后 王亚会继续说道 上安派出所的民警 因为这件事情 特意给我们学校 送了一面景旗 为此 我们学校因为杨老师的 所作所为大感荣幸 领导们也相信 这样一个有勇有谋好人 可以带领好一个班级 所以 他们决定 由杨老师接手 王雪梅老师的工作 这也是蔡校长亲自决定的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若不是出自向来 都很认真的 王亚会主任之口 相信没人会相信 其貌不扬 充其量有点小帅的杨晨宝 能够永勤通缉犯 何况杨晨宝的身材 本就偏瘦 谁会相信 他能捉拿到四名通缉犯呢 不过 别说是四名通缉犯 就算是四十名 四百名 也只能代表杨晨宝 这个人很勇敢 很有社会责任感 可这并不能代表 他有成为班 主任的实力 更不能以此决定 他就是新的C班班主任 一名资格教老 对C班班主任位置 是在必得的老师抗议道 王主任 杨老师的所作所为 我身为学校的一员 也感到十分荣幸 可这跟C班有什么关系 当班主任要的不是勇敢 不是可以制服通缉犯 而是要懂得 怎么去带领一个班级 要得到学生们的喜爱 才能够带好一个班级 否则 就算杨老师再厉害 他再能为学校 争取到再多的荣誉 我也反对他成为C班的班主任 大概 说话的这名老师 也是全办公室内 唯一敢公然抵抗 蔡校长决定的人吧 蔡校长是谁 或许杨晨宝不熟悉 可其他老师心里 清楚明白得很 别看他 只是一个女人 可他却是学校的一把手 在市教育局 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只要他一句话 他立即可以把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老师 提拔成为市级骨干教师 也一样可以把一个市级的名师 挤兑成为一个二三流的小老师 所以 这名老师敢公然表示 对蔡校长的决定不满 也足以证明他 确实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教师 沈老师说的一点也不假 杨晨宝不认识说话的老师 可这不代表王亚惠也不认识 他补充道 当一名班主任 最最重要的 就是要跟学生们合得来 因为你们几乎天天都会见面 学生们会把你们当成父母 而我们也要把学生们 当成我们的孩子 所以 若是跟学生们合不来 就算你再有实力 也是没有资格当班主任的 一听王亚惠这么说 沈老师还以为自己的抗议成功 自己成为C班的班主任有望 可谁料王亚惠却继续说道 杨老师是一名新老师 在任教我们学校以前 他也只不过当过几个月的实习老师而已 在我眼里 在蔡校长眼里 他距离能够成为班主任 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可他却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优势 C班的学生们跟他十分合得来 他顿了顿 为了让沈老师对杨晨宝没有有意见 继续说道 其实上的星期五 学校德育处就在C班做过一个统计 结果40个学生有超过35人 希望杨老师可以接手王雪梅老师 当C班的班主任 加上他为咱们学校争了光 沈老师 你来说说 蔡校长有什么理由 不选杨老师当新的C班班主任 早就说过 王亚惠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 他之所以能在众多老师中 脱颖而出成为年纪主任 正是因为他十分诚实 十分率直 就算是蔡校长做错了事 他一样敢说 而蔡校长正是看中他这一点 才提拔的他 所以这番话出自王亚惠的口中 哪怕沈老师有再多的不情愿 他也不得不相信 对于沈老师抗议自己 成为C班班主任一事 杨晨宝并不责怪他 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 就对他怀恨在心 在王亚惠宣布这件事以前 杨晨宝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 希望成为C班的班主任 毕竟自己才来孟家女校半个多月 现在都还在实习期内 从一个实习老师 突然就转变为班主任 这对于杨晨宝来说 只能说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现在摆在杨晨宝眼前 最大的难题便是 要怎么才能带好C班 正如沈老师和王主任所说 自己确实没有成为班主任的资格与实力 单单因为跟C班的学生们合得来 就去当他们的班主任 对学校来说绝对是一种赌博 学校既然将筹码压在了自己身上 自己就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 至少不能让C班因为自己 而变得越来越差 毕的一生打断了杨晨宝的思路 他早就分辨清楚 丁的一生是短信 而B的一生则是任务 在这个结果眼上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任务呢 这次杨晨宝得到的 不仅仅是一个任务 更是一个三重任务 顾名思义 也就是这次任务的难度是不一的 能够得到的能量值 也同样不是固定的 将孟佳女子高级中学 一年级C班学生带到毕业 任务难度6颗星 全体顺利毕业 任务难度7颗星 全体考上新一大学 任务难度8颗星 这次的三重任务 最简单的莫过于 就是让杨晨宝 顺利当三年班主任吧 如果可以把全部学生都带到毕业 就是完成了一个七星级任务 最后一个八星级任务 对于杨晨宝来说 确实不大现实 毕竟没有哪个班的每一位学生 都能顺利考上大学 而且还是新一大学 万一他们新一的大学 全都是哈佛剑桥之流呢 所以杨晨宝根本就不奢望 自己能完成那一项八星级的任务 不过 如果若是能完成一个七星级任务 哪怕只是六星级任务 对于杨晨宝来说 也是得到山寨鸡至今的最困难 难度等级最高的任务了 接下这个 这最耗费时间的任务 杨晨宝的心中 突然涌现出了一股很大的责任感 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弹压在他的肩上 可这个弹子越重 他就越高兴 因为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宣布完这件事 众位老师失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只有张晴薇一人小心翼翼地 走到杨晨宝的身边来 对他道歉说道 小宝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杨晨宝当然知道 张晴薇是说 刚刚他不相信自己是见义勇为 才受伤的那件事 杨晨宝笑笑说道 没关系 我又不会生你的气 倒是我要跟你说 一生对不起 上次你约我吃饭 我不是故意要拒绝你的 我是真的有原因 小宝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不生你的气 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 并没有和朋友约在一起 也要拒绝和我一起吃饭 张晴薇的内心有些激动 他很渴望杨晨宝 将他拒绝他一起吃饭的原因 给说出来 因为张晴薇越来越觉得 自己喜欢这个自强 勇敢 阳光的男人了 逼自己生自己喜欢的人的气 也是一种折磨啊 我 晴薇 我还是那句话 等时机成熟后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杨晨宝的内心 也在对张晴薇说 等时机成熟 我需要给你解释的时候 也就是 我要对你表白的时候 这一次 张晴薇并没有生气地转身就走 而是略显失望地看着杨晨宝 最后却奄然一笑 像是为杨晨宝打气似的说道 今天 C班的全体女生们 都以一种崭新的眼神看着杨晨宝 正如王牙惠所说 他们都很希望 杨晨宝会是他们的新班主任 而在这个时间点 杨晨宝走进他们的教师 他们都愿意相信 杨晨宝并不是以第一节课 要跟哪位客人老师交换来 先上他们班的课的姿势进入 而是以今后会成为 他们的新班主任的姿态进入 他们只缺杨晨宝 亲口将这个事实给说出来吧 每个人都怀着期望的眼神 看着杨晨宝 杨晨宝大步走向讲台 无论自己的心情有多么复杂 无论自己现在有多顾虑 多担心 杨晨宝还是大声说道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杨晨宝 不过今天 我要重新介绍一下 我自己 他深吸一口气 兴奋说道 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杨晨宝 宝音刚落下 全班响起鼓掌声 和女生们的欢呼声 40个女生中 最高兴的莫过于是乌力 如果说C班内 谁最喜欢杨晨宝 无疑就是乌力 就在这个众人喝彩的时刻 一个十分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靠 居然真的是你来当我们的新班主任 那我以后 岂不是天天都要交作业咯 说是这么说 可谁都看得出来 马曼蓉脸上并不是厌恶 而是跟其他女生一样 是高兴 杨晨宝笑着摇摇头 用手指指向马曼蓉 说道 嘿嘿 要是你以后敢不交作业 我一定会去你家家访 去就去 谁怕谁 马曼蓉再怎么说 也是班上的大姐大 岂能被杨晨宝一两句就给喝住 何况 他还真的想杨晨宝去他家做做家访 因为他的父亲 本来就认识杨晨宝嘛 第一节课结束 第二节课结束 一直到杨晨宝来到 C班上语文课 全班的气氛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杨晨宝知道 大家都很高兴 他自己也很高兴 可再高兴 也总不能一节课 就盯着自己笑而不学习吧 哎 哎 那个小马 杨老师知道自己长得帅 可你也没有必要 整节课都盯着我看吧 你起来我问问你 咱们刚刚讲到哪里了 全班并不是只有马曼蓉 一个人盯着杨晨宝看 可谁让他最典型最突出呢 你 你刚刚叫我什么 你才是小马呢 对于马曼蓉和所有女生来说 别人把自己形容成一种动物 而且是一种并不可爱的动物的这种称呼 着实令人有点讨厌 咱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你告诉我 刚刚咱们讲到哪里来了 杨晨宝特意将自己手上的教科书关上 以此来不让马曼蓉投机取巧 知道自己在讲哪一课 要是马曼蓉能说出杨晨宝在讲哪一节课 说不定他就会让他坐下 他若是能讲出是哪一节课 就已经算很厉害了 因为他的书本从一上课到现在 已经过去小半的时间都没有翻开过 他小半节课的时间都在干嘛呢 答案是一直盯着杨晨宝笑 是 马曼蓉很小声地向周围的同学询问起来 出于他是班上大姐大的身份 倒也没人敢隐瞒他 十秒钟后 他抬头挺胸自信地说道 第十一课斗鹅渊 不错 不错 杨晨宝刚刚看见了 他是临时抱佛脚 是经过对周围同学的询问才知道 不过杨晨宝并没有点破他吧 那你再告诉我 作者是谁 唉 这次不要东张西望了 既然杨晨宝提醒马曼蓉 不要再东张西望 也就是不能再询问周边的同学 马曼蓉就当然不敢再做得过分 加上杨晨宝一直盯着他看 吓得他周边的同学也不敢提醒他 半分钟后 马曼蓉神气地说道 既然课文叫斗鹅渊 那作者肯定就是斗鹅咯 杨老师 这种小儿科的问题 你是难不倒我的 兮兮 兮兮兮兮兮 你兮什么的脸 你知道斗鹅是谁吗 杨晨宝对马曼蓉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着实很无语 难道课文叫斗鹅渊的作者 就是斗鹅吗 那老人与海的作者 岂不是老人或者海了 试问一下 是哪位老人或者哪一片海呢 其实马曼蓉也并不坏 虽是班上的大姐大 有时间喜欢欺负欺负班上 更弱小的同学 可杨晨宝也发现 若是有别班的学生 敢欺负C班的学生 第一个替同学出头的人 也绝对是他马曼蓉 何况他除了不爱学习以外 倒也没有其他什么缺点 至少班上 有些女生抽烟杨晨宝知道 可这些女生之中 却没有马曼蓉 经过杨晨宝的提醒 后半节课C班的 学习氛围稍微浓烈一些 至少已经没有那么多人 在盯着他看 而是盯着书本看了 临近下课 杨晨宝考虑到 自己现在已经是C班的班主任 可自己 却连学生们的名字 都不能全部叫出来 他便对马曼蓉说道 小马呀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在下午上课以前 替我写一份表格 表格上面要写清楚 同学们的名字 和班干部之类的注释 OK吗 哼 有什么好处 马曼蓉高傲地看着杨晨宝 在他心里 自己才不想 替一个刚刚才让自己难堪的人 做事情 哪怕他长得帅 也和自己的口味 好处啊 好处就是 杨晨宝摸着下巴思考起来 按照马曼蓉的性格来说 他是肯定不会害怕 自己真的去做家访的 所以 自己肯定不能以威胁 他要去做家访为由 那自己用什么理由呢 我告诉你 斗鹅渊的作者是谁 从杨晨宝让马曼蓉 坐下听课后 他依旧没有打开过课本 而且 他也没跟周围的同学们说过话 想必他到现在 还是不知道 斗鹅渊的作者是谁吧 看来马曼蓉根本没有意识到 书本上就有写 斗鹅渊的作者是谁 他从刚刚知道自己答错后 就很想知道 斗鹅渊的作者 如果不是斗鹅会是谁 他赶紧说道 那好 成交 你赶紧告诉我 杨晨宝在心中想 马曼蓉这小女子不爱学习 自己趁这个机会 给他灌输一下也好 毕竟 斗鹅渊这篇课文 在高一语文来讲 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篇课文 何况往年的高考 就有一次出道过有关 斗鹅渊的语文题 你给我好好记住啊 斗鹅渊 全称 赶天动地斗鹅渊 是元朝关汉清的杂剧代表作 悲剧剧情 取材自东海校府的民间故事 而关汉清这个人呢 也算是华夏古代戏曲 创作的代表人物了 记住啊 人家关汉清是元朝的 杨晨宝一再对马曼蓉提醒 生怕他会听漏 把关汉清误以为是现代的人物 中午杨晨宝 倒是和张晴薇 一起去食堂吃的午饭 经过早上的短暂聊天后 杨晨宝除了欠张晴薇一个解释外 两人之间倒也没有其他的隔阂 既然杨晨宝答应以后 一定会给张晴薇一个合理的解释 吃饭的时候 他也没有再要求杨晨宝给他解释 只是由于两人约在一起 提前去吃的午饭 倒是整个张默上完第四节体育课后 只能和郭猛男一起去吃饭 其实郭元明跟张默之间的关系十分奇怪 看起来郭元明很讨厌张默 而张默也很讨厌郭元明 在篮球场上 两人也常常互不相让 并且关起架势 每次总会让人误以为 郭元明要揍张默 可偏偏两人的关系并不错 至少若是张默在外面 真的被人揍了 他回来只需要知会郭元明一声 郭元明这位猛男 一定会去替他报仇 更怪的 则是郭元明这个人 也喜欢独来独往 以前张默总是和张晴薇一起吃饭 今天张晴薇率先和杨晨宝一起解决了午饭 张默去要求郭元明一起吃饭 起初郭元明硬说 什么都还不同意 最后还是杨晨宝和张晴薇一起去劝郭元明 他这才答应和张默同做一桌吃饭 回到办公室 张晴薇拿出自己的小枕头 坐到杨晨宝的身边睡起午觉来 而杨晨宝正打算用自己的手臂 做枕头小睡一会儿之时 马曼容却心急火燎地跑到办公室来 拿出一张纸递给杨晨宝 杨洋得意地说道 嘿嘿 杨老师 我的办事效率还是挺不错的吧 杨晨宝接过马曼容手上的纸条一看 上面写满了秘密妈妈的名字 都是C班的学生们 并且写得十分详细 哪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座位在哪里 身间什么职位都写得一清二楚 倒是出了杨晨宝所预料 你从放学后就一直在开始写这个 杨晨宝对马曼容询问道 写得这么详细 杨晨宝不相信 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写得出来的 当然不是 马曼容鼓着嘴 急不满意地说道 明明是我从第四节课开始就写的 要是从下课后才开始写 我还得多写四十分钟呢 杨晨宝一向知道马曼容不爱学习 所以他到底是上课开始写的 还是下课开始写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写得这么详细 他这段时间内 是不是一直都在教室里 杨晨宝问道 你不会为了替我写这个 一直没有吃饭吧 不然呢 说着说着 马曼容的肚子 但是咕咕地抗议起来 正所为人是铁 范氏刚 一顿不吃饿的慌 这句话在女生身上一样适用 杨晨宝一看 现在的时间已经接近十二点半 正是食堂人最多的时候 如果现在让马曼容去食堂 就算是他依靠大姐大的特性去插队 只怕也没有什么好菜了 杨晨宝赶紧给张默打去电话 喂 默默 你等会儿替我带一份饭上来说到这里 马曼容插嘴道 杨老师 能多带两份吗 小语和乐儿 一直在教室陪我 他们也没有吃饭 杨晨宝点点头 继续对电话另一头的张默说道 带三份 三份 要两婚一宿 谢谢啊 杨老师 你真的是太好了 帮你写一份表格 居然就可以节约一顿饭钱 两婚一宿 可是需要七块钱的 马曼容故作感激 可杨晨宝却知道 以马曼容的打扮和装备来说 他是绝对不差这几块钱的 一个随时随地拥有黑白色各一款iPhone4S 黑白色各一款iPad2 钱包里面随时有上千块的高中女生来说 他会缺这几块钱吗 只怕他身上喷的 ChanelNO5就已经够一个普通学生 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学校有规定 学生不能带食物 或者临时到教学区域食用 而教师却可以 毕竟有的教师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实在抽不出时间去食堂吃饭 可教师能在教学区域食用东西的范围 也只局限于办公室内 马曼容与杨宇 秦乐乐在杨晨宝的座位上 享用其两婚一素来 而杨晨宝 只得拿出几本破旧的杂志 作为凳子 盘腿坐在附近 看其纸条上写的东西来 孟家女校 除了全部是女学生和女教师占多数外 其余的跟普通男女混合学校 并没有太大分别 班单部的种类一样是七种 班长 副班长 学习委员 纪律委员 杨晨宝对这个小女生特别有好感 一想到她 杨晨宝第一会想到的 就是她的期间短发 和她鼻梁上大大的黑色眼镜框 而且眼镜框虽大 度数却不高 只有一百来度 戴不戴眼镜的分别 其实并不大 她还有另外一个属性 杨晨宝发现 她特别特别的萌 特别特别的天然呆 虽然学习成绩很好 可也很容易走神 经常和同学讨论着问题就安静下来 当同学们讨论结束 而她也回过神来后 她会呆呆地问同学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副班长叫沈静 也是一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女生 其实她需要负责的东西 要比纪子营多得多 而纪子营身为班长 需要负责的工作 只是指挥他们罢了 但是沈静却需要亲自去落实下去 学习委员颜文仪 班里成绩最好的一个 按照同学们的评价 是就算她一个月不来学校上课 一个月后归来 她顶多只需要三天 就可以把落下的一个月课程 全部补回来 卫生委员汤颖东 特别细心 却又特别爱玩的一个女生 经常把自己座位周围的地下 搞得一团糟 下课或者放学后 又亲自收拾干净 上课又搞得一团糟 下课又收拾干净 宣传委员七文西 化工特别厉害 每个礼拜末她 本来只需要规划黑板报要如何画 可每个礼拜的黑板报 几乎有一大半出自她之手 唯一的缺点就是 和马曼荣一样 不喜欢学习 体育委员陈寒香 据说绰号叫铁牛 长得十分结实 虽说用虎背熊腰 来形容一个女生十分不恰当 可她给人的第一感觉 真的是虎背熊腰 她也是全班马曼荣 唯一不敢惹的人 因为马曼荣 也担心自己的铁三角 就算联手 也打不过陈寒香 剩下的包括每颗颗代表马曼荣 也十分细心地标注了出来 细心到 就连全班一共五个小组 每个小组负责收作业的人 她都写了出来 看着看着 杨晨宝倒是靠着墙面休息了起来 直到班长纪紫营过来找到她 约末两点钟左右 办公室内大多老师都还处于午休中 纪紫营和班上的另一位学生逢子 着急地跑到办公室内 找到靠在墙上的杨晨宝 纪紫营用力将杨晨宝摇醒 嘴上一个劲地说 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杨晨宝半睡半醒朦胧中 一点都听不懂纪紫营在说什么 铁牛跟A班的班主任何老师 在宿舍吵起来了 怎么办 陈怡很是着急 连脚都不自觉地往地上躲 何老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好老师 否则她不会放弃午休时间 去寝室探望A班的学生 可杨晨宝实在想不明白 铁牛陈寒香怎么会跟她吵起来 自己跟何老师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 铁牛跟她又有什么怨 杨晨宝清醒过来 赶紧道 还能怎么办 先过去再说 在一年级女生宿舍的四楼 铁牛的宿舍门前 已经围拢了不少学生 而且隔的老远杨晨宝 都能听见铁牛的声音 看来她和何老师 是真的吵起来了 是吵 杨晨宝往人群中小心挤进去 毕竟这里都是女学生 只有自己一个男人 这大热天的 有很多女学生 只穿着一个小吊衫小热裤 露出了全身上下大部分皮肤 就出来充当起了群众演员的角色 杨晨宝实在是不想冒犯他们 见到杨晨宝到来 有很多害羞的学生 倒也回了自己的寝室 穿好了衣服才重新出来 可光是刚刚从四楼门口 直到铁牛宿舍门口 再从人群外挤进去 已经让杨晨宝脸红心跳 小老二很不自觉地躁动起来 此时杨晨宝只想说一句话 现在的女生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铁牛的口中 冒出过很不健康的字眼 而何老师的嘴里也一样 杨晨宝挤开人群往里面走去 只见铁牛正和何老师 吵得面红耳赤 另外还有一个女生 在帮何老师说铁牛 生活老师及老师则在劝架 地上还有一个 已经破了的水瓶和一地的水 怎么回事 杨晨宝一走进去便喝道 他是附近数十女同胞 堆里的唯一一个男同胞 他自然要大气一点 杨老师 你来得正好 你说说这怎么办吧 何老师不再理会铁牛 对杨晨宝说道 你们班的学生 不仅把我们班学生的水瓶 给撞倒在地上摔破了 不仅不道歉 更是跟我吵了起来 你说说怎么办吧 听何老师这么一说 看似完全是铁牛的错 可杨晨宝知道 铁牛绝对不是这种 蛮不讲理的人 而何老师看起来 也不应该无缘无故 就跟铁牛杠上 为保证公平 杨晨宝也对铁牛问道 韩香 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牛还有点气急 他说道 杨老师 我不过就是不小心撞了他一下 他自己拿不稳 水瓶摔破了 还来怪我 而且 我明明给他道歉了 他居然还骂我 你道歉了 杨晨宝对铁牛问道 铁牛点点头 杨晨宝对何老师说道 何老师 你听见了吧 韩香说他道了签的 是啊 铁牛刚开始的态度可好了 是他一点都不讲理 我们铁牛已经说了 愿意陪他一个水平 他还是要出口骂人 季子营鼓起小嘴巴 在一旁替铁牛说话 杨老师 按照你的意思 是我的不对咯 何老师插着腰 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当然不是 何老师 这本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而且韩香 也愿意陪你们班学生的水平 不如这样吧 我替铁牛再道一个签 这件事情 就此作罢怎么样 杨尘宝刚成为C班的班主任 不想跟任何人结仇 他也没有必要为这种小事情 跟人家结仇 虽然何老师跟他的学生 做得有些过分 可这件事情 还是铁牛有错在先 到一个千也无妨 何老师看起来 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 他站在一旁不说话 等待着杨尘宝的道歉 杨尘宝刚打算说 对不起 铁牛却说道 凭什么 我刚刚已经给他道歉了 是他先骂的我 凭什么要杨老师给你们道歉 而不是你们给我道歉 你你 何老师十分互端 否则他也不会因为 学生的一件小事情 大动肝火 可互端 只局限于是他自己班的学生 见铁牛这么名玩不灵 他居然抬起手 就打算打铁牛 现在虽然禁止体罚学生 动手打学生 可一般只要不下重手 还是有很多老师 没有改掉陋席 这何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杨尘宝抢先一步 抓住他的手 说道 说归说 不要动手 你爱你的学生 我也爱我的学生 大老挫 好样的 人群中突然想起这么一句话 杨尘宝左看看又悄悄 只见大老粗这三个字 似乎是从李妮那小妮子的嘴中 说出来的 只是自己啥时候 有了这么一个外号了 怎么 难道你还想打我 你打呀 打呀 跟铁牛发生矛盾的 那名学生说道 杨尘宝是肯定不会打学生的 何况还是女学生 他不说话 等待何老师的态度是如何 何老师见自己 打是打不得铁牛了 可这件事情 若是不能替自己班的学生 讨回公道 自己也会觉得脸上无光 他便说道 杨老师 看来跟铁牛发生矛盾的女学生 就叫徐指书 如果杨尘宝非要让铁牛道歉 或许铁牛也只能道歉 可杨尘宝迟迟迟不说话 因为现在的他 不想让铁牛道歉 他已经了解到 整个事情的大概经过了 无非就是 铁牛不小心撞到了徐指书 让徐指书的水瓶摔到地上破了 然后铁牛就给徐指书道歉 可徐指书却出口骂铁牛 按铁牛的暴脾气他 当然也骂了徐指书 随即就惊动了何老师 何老师见这件事情 自己的学生战里 就跟铁牛对峙起来 一直到自己赶到现场 杨老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愿意道歉吗 何老师吹唆着杨尘宝 杨尘宝摇了摇头 哦 刚刚我是挺愿意替 韩湘给你们道歉的 不过你也听见了 韩湘已经给徐指书道歉 只是他自己不接受而已 如果说要道歉 应该是先骂人的 徐指书道歉才对吧 何况你刚刚准备动手打韩湘 我身为他的班主任 自然要保护他 你认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要给你们道歉吗 我什么时候要动手打他了 何老师说出这句话以后 也感觉老脸一红 不敢再说下去 毕竟刚刚若不是杨尘宝阻拦 他的手掌 只怕已经打到铁牛的脸上了 他喝道 好 杨老师 你厉害 你不道歉是吧 等一会儿 我们一起去见王主任 看这件事情 到底是你占理 还是我占理 一点小事情 没有必要吧 杨尘宝倒不是害怕去见王主任 而是因为他 身为一个大男人 如果因为一件小事情 就和一个女人去见领导的话 岂不是有点太适格 不过若是何老师一意孤行 杨尘宝也只能和他 一起去见王主任了 因为在这件事情 他挺定了铁牛 哼 留下一个狠狠的眼神 何老师便带着徐指书离开了 他离开后 学生们也都知道 好戏散场了 都各自回到宿舍中去 杨老师 谢谢你 铁牛再厉害 再强硬 也不过是一个小女生 要是让他真的跟何老师斗 他怎么可能斗得过何老师 所以 若是杨尘宝迟迟不来 只怕最后 他也只能败给何老师的 童牙利齿了 有什么好些的呢 你是我的学生 我是你的班主任 有人欺负你 我当然要保护你对不对 杨尘宝把手十分友好的 搭在铁牛的肩膀上 把他送进宿舍去 刚把铁牛送进宿舍 打算吩咐大家 趁早洗把脸 准备去教室上课 可杨尘宝整个人去往前一亲 因为有人突然之间 跳到了他的背后去 只听见一个好听的女生说道 大老粗 你好厉害 我爱死你了 话罢 居然还赠送了香吻一个 亲在杨尘宝的左脸颊上 小妮 你就是这么跟老师开玩笑的吗 杨尘宝故意板起脸来 对李妮问道 我什么时候 有大老粗这个外号的 哎呀 大老粗 你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吗 李妮悄悄杨尘宝的脑袋 故意做出一副 跟杨尘宝关系很好的模样 她也看出来 她并不是真的生自己气 否则 她还是不敢继续叫她大老粗的 见杨尘宝还故意板着脸 李妮像是泄气似的 从杨尘宝背后滑了下来 说道 哼 真没趣 本来看在你帮助铁牛打败何剑 女的份上 我还打算崇拜崇拜你 不过你 既然不领情 那就算了吧 李妮刚遇走 杨尘宝却说道 你给我等等 你刚刚叫何老师什么 何 何剑 女啊 谁让她那么烦 剑的 李妮见杨尘宝 有点责怪她的意思 有点不服气 小妮啊 你要记住 何老师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长辈 就算今天的事情她做得不对 你也应该尊敬 她是你的师长 杨尘宝见李妮一点都不认同自己的观点 便说道 呃我知道你讨厌何老师 在只有我们几个人的情况下 你随便叫她什么都好 可当着她和其他人的面 你必须叫她老师知道吗 否则 我也保不住你 哦耶 大老粗 我就知道 你不会怪我的 我爱死你了 李妮再次冲上来 在杨尘宝的右脸上 也亲了一口后 这才离开 没想到 帮助自己班的学生不受欺负 居然还换来两个相吻 虽然杨尘宝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 不会对自己的学生有半点改念 可这种小奖励自然是越多越好 也能为无聊枯燥的生活 增添一些色彩吗 下午回到教学区域上课 一年级的学生们都在讨论 中午在宿舍发生的事情 讨论的最多的自然就是杨尘宝 他本来就是室内老师中 唯一一个男性老师 在孟佳女校学生眼中 他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 今天为了自己班的学生 跟学校老资格的何老师结怨 更是让他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何老师果然说干就干 刚刚回到办公室不久 他就找到王主任告状 班主任和班主任之间 因为学生吵架的时间并不多见 可也不算稀奇 王主任找到杨尘宝 了解事情的经过 可正所谓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他也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 就决定在礼拜五的教师大会上 再解决这件事情 下午杨尘宝不管是去一班 还是F班上课 学生们都以一种崇拜的眼光 看着他 在十几岁花季少女的心里 一个懂得保护女生的异性 绝对是一个好异性 恰好他们在学校内 一般见不到什么异性 杨尘宝不仅仅是异性 也是一个十分懂得保护女生 更是一个十分懂得 保护学生的班主任 这些女生不心仪他才管 好不容易挨到下午放学 已经身为班主任的她 是不能离开的 这也是班主任 比普通客人老师 多的一项工作之一 身为班主任 早上要比其他的 客人老师早到学校 而晚上也得比客人老师晚回家 若是遇到学生群中 有什么事耽搁了 很多班主任指的不回家 直接在学校住吧 晚一点回家 对于杨尘宝来说 完全无所谓 可学校只包早中两餐 晚餐就算是需要留校的班主任 和客人老师 都得自行解决 张默移走 杨尘宝身上的钱 已经不足以 撑到发工资的那天 每天晚上的晚饭问题 是他目前最大 的困难之一 晚饭期间 学生们和各客人老师 都在食堂享用着晚餐 杨尘宝独自一人 趴在桌子上 无聊地玩着电脑 就连张晴薇放学后 也早早回家 否则他也不会 显得这么无聊 月临近上课 杨尘宝的肚子 越发地咕咕叫 他控制着自己的意念 命令肚子不准饿 可越这样做 他的肚子就越饿 啊 好饿啊 杨尘宝趴在桌子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突然 一阵香味飘到他的身边 很熟悉的一股味道 杨尘宝小声地说道 杨老师 你还没吃饭吗 吃点方便面吧 否则胃会受不了的 给 给我的 杨尘宝结果充满香味的 红烧牛肉方便面 直愣愣地看着铁牛 铁牛沉寒香轻轻地点点头 原来他下午放学后 经过办公室 看见杨尘宝一个人 趴在桌子上在用电脑 铁牛以为他在工作 便下去食堂吃了饭 回来后 看见杨尘宝还趴在桌子上 用电脑 连位置都没怎么移动过 铁牛心中充满感动 他知道杨老师不需要自己的报答 可若是杨老师在这个时间点 还没有吃饭 而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好菜可吃 自己去给他买一桶方便面 让他垫巴垫巴肚子 也算是自己感激他的一种方法 杨尘宝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出于礼节 他不应该接受这碗方便面 可铁牛已经吃过晚饭 学校又有明确规定 学生不能在教学楼使用任何食物 连饮料都不可以 何况 他既然替自己带上来 还替自己将面泡开 就代表 嗯 杨老师 将方便面放到杨尘宝的桌子上后 铁牛高兴地跑开了 而杨尘宝一望铁牛的身影 越跑越远 已经消失在办公室的门外 他便拿起塑胶勺 狼吞虎咽起来 他是真的饿了 时间很快来到星期五 这五天 每天杨尘宝都会等学生们 下晚自习以后才回家 而铁牛也信守沉默 从星期一给杨尘宝买过方便面后 便没有再给他带过其他的东西 可杨尘宝在这一个星期内 一次也没有饿过肚子 星期一 铁牛给杨尘宝带的红烧牛肉面 星期二 李妮给杨尘宝带的泡椒牛肉面 星期三的伙食稍微好一些 马曼蓉趁吃饭时间 给杨尘宝带的三荤两素 外加一大碗饭 而星期四也就是昨天 也是马曼蓉给杨尘宝带的三荤两素 至于今天嘛 今天杨尘宝用不着任何人带饭 因为学校下午四点钟就会放学 他完全来得及回家蹭张默的饭吃 对于学生给自己买饭这件事情 杨尘宝心中及时感动 而且他还告诉过铁牛 马曼蓉等人不需要再给自己带饭 可他们像是统一了一样 每次的回答总是 我们总不能让亲爱的杨老师 饿坏了肚子啊 你要是不想我们给你带饭 以后就自己去食堂吃吧 可杨尘宝若是有钱去食堂吃饭 他也就不用每天晚饭时间 在办公室内眼巴巴的 等着自己的学生给自己带饭了 杨尘宝觉得自己十分没用 就连吃饭都需要靠学生们来接济 可在学生们的眼里并不是这样 其实C班的学生们已经看出来 杨尘宝是为了节约钱才不去吃的饭 而在他们看来 人生总有起起伏伏 自己的杨老师刚刚从大学毕业 他家里又是农村的 会为了节约一顿饭钱 而饿自己的肚子很正常 这一点并不遭人鄙视 更是让C班的学生们 即同情又怜爱他 因为杨尘宝以前就算晚上不吃饭 在晚自习的课堂上 往往充满活力 生龙活虎似的 在懵懂年纪的少女眼里 这应该就是男人吧 每到星期五 杨尘宝总会忙得手忙脚乱 他从早上第一节课 一直到下午放学的最后一节课 他都有课 紧张地度过一天后 又来到一个星期一次的教师大会 自然还是由王亚会主任来支持 这一次杨尘宝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 悄悄地和张晴威发短信 他现在不仅仅是C班的班主任 每一周都会召开的会议 对他来说要比以前重要得多 而且这一周 王主任还会讲 有关星期一发生的 他和何老师起冲突的事情 他不得不认真一些才行 今天又是礼拜五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和我一样 也都和学生们一样 十分期待这个日子 因为今天的小会议一结束 就代表我们有了两天的假期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 可以陪家人出去走一走 而像张老师这种 正值女人一生中最美好阶段的老师 则可以陪男朋友出去逛一逛街 当然 杨老师除外 他应该陪自己的女朋友 王亚会是一个十分认真 但也是一个十分幽默的人 毕竟在学校的生活 其实很枯燥无聊 若是老师不转变的幽默一些 在学校的生活 会跟学生们一样 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众人笑了一笑 算是接下了王亚会这个幽默 又讲了几句开心的话 王亚会的脸色转变了一下 变得有些严肃起来 他说道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一周 杨晨宝老师跟何一老师之间 闹得很不愉快 两人甚至天天在办公室见面 却一句话也不说 王亚会本就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 何老师这一个星期中 确实没有理睬过杨晨宝 这也是事实 在场的老师 都把目光移到杨晨宝和何一的身上 他们自然知道这件事情 并且 他们大多都分成两派 一派就是支持何老师的人 而另一派 就是支持杨晨宝的人 也有小部分对这件事情 采取保留态度 决定王亚会主任 最后判定谁对 他们就支持谁 何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资深老师 而杨老师才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 在资历上 我认为 何老师应该让杨老师 毕竟他没有我们这么多经验 发生一些事情后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所以何老师 如果是你真的跟杨老师结怨 我认为错的先是你 看起来 王亚会是站在杨晨宝这一边 可谁知道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而杨老师 何老师不仅是你的前辈 也是你的长辈 你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 和何老师起冲突 实在是不应该 何况星期一在宿舍的那件事 本来就先错在你们班的陈寒香身上 既然陈寒香不愿意道歉 我认为 你应该代表 他向何老师道歉 然后再给你们班的陈寒香 做思想工作 可是王主任 陈寒香明明已经给徐指书道过签了 是徐指书自己不接受 反而骂陈寒香 杨老师本来就不应该再给他道歉 张晴威很明显是站在杨晨宝这一派中的 见王主任这么几对杨晨宝 他自然要主来替杨晨宝说一说话 张老师 我并不是说杨老师应该给徐指书道歉 我说的是他应该给何老师道歉 杨老师 你同意吗 王亚会脸上微笑着 就算他今年已经四十多岁 可他的微笑 一样很有魅力 杨晨宝说道 他说同意不是代表他觉得 这件事情是铁牛陈寒香的错 而是同意自己 确实应该给何老师道一个签 正如王亚会所说 何老师不仅仅是自己的前辈 他也是自己的长辈 若是在学校外面 自己大可以叫他一声阿姨 就算叫他一声奶奶也不足为过 杨晨宝站起来 走到何老师身边 对他十分认真的说道 何老师 我为我上次冒犯你的事情 跟你道歉 何一老师 今年已经五十余岁 接近六十岁 他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学生错 还是别班的学生错 他总会不知觉地 保护自己班的学生 否则他也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情 跟杨晨宝闹起来了 其实 关于在宿舍的那件事情 学校领导层和王主任 是站在杨晨宝一方的 因为他们 去跟宿舍老师了解过情况 当初铁牛确实给徐指书道过签 是徐指书不接受 反而骂他 王主任也早在前几天 就跟何老师沟通过 考虑到何老师年纪大 在这件事情上 他虽然做错了 可道歉的人绝对不能是他 没没关系 本来就是徐指书的错 我一定会叫他给陈涵香道歉 何一老师只是互端 并不是不讲道理 当时他是站在学生的立场 十分相信徐指书的话 才会以为是铁牛有错在先 还不肯认错 这才会跟杨晨宝结院 听王雅会一说 加上他亲自去确认 他当然知道 其实错完全在徐指书 铁牛唯一错的一点 就是走路有点不看到 否则也不会撞上徐指书了 看似圆满的结局 可王雅会 似乎不想让这件事情 这么快地平息下去 他严厉地说道 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情 而且还是只跟杨老师 和何老师有关 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其他的老师 要加入到这件事情里来 而且 我还听说你们分成了两派对吗 一派支持何一老师 一派支持杨晨宝老师 你们是想搞分裂 还是闹急 命 别看王雅会 平时都是一副笑脸迎人 他做事若是不雷利风行的话 他能当上女校的年级主任吗 要知道 女校的年级主任 可没有普通学校的年级主任好当 女人往往比男人 要更公于心计 也更复杂一些 王雅会此话一说 在场大多数老师的脸色 都为之一变 当然 也包括张晴薇在内 因为刚一听说 这件事 他就是支持杨晨宝的 现在王雅会不追究 何一跟杨晨宝的错 倒是呵斥起 参与到这件事情的老师身上 他的行事手段 着实让人琢磨不透 所有的老师都哑口无言 被王雅会说中的人 自然不敢多言 而那些持中立立场的人 更是暗暗庆幸自己 没有参与进去 更不会出言 抵抗王雅会了 我本来是想处罚一些老师的 可我既然连两个当事人 都放过了 这次我也就放过你们 我希望这种事情 不会再有下一次 不管是谁 跟谁起了小摩擦 我希望牵扯到的人 只有当事人 不会再有无关紧要的人 王雅会做事 就是这么神鬼莫测 谁也猜不到 他下一步想做什么 就像玩牌一样 他拿着三个A 是必胜的牌 可他嫌自己赢得太多 想给别人一个赢钱的机会 非要把三个A给丢掉 谁又能猜得透他呢 杨晨宝跟何一老师的事情 已经落下帷幕 王雅会又宣布了另外一件事情 下一周的四五两天 会迎来一个月一次的月考 这对于学生们来说 是最讨厌最厌恶的两天 可对于老师们来说 哪怕是对于最户短的何老师来说 也是值得高兴的 因为每次月考过后的第二周 也就是学校发工资的那一周 众老师们能不高兴吗 其中最高兴的莫过于杨晨宝 原本他身上就只剩下几十块钱 经过与钱包一个月的持久战 他现在钱包里面 已经只剩下乘坐一次公交车的钱 如果再不发工资 只怕以后晚自习以后就算再晚 他也只能小跑步回家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更让杨晨宝高兴 激动的原因 只要拿到工资 杨晨宝便有钱请张秦薇吃饭 有钱给他买小礼物 有胆量跟他表白 就算不能补获张秦薇的芳心 可有句话说的好 表白就有50%的机会 不表白 只有5%的机会 跟张秦薇表白 就是杨晨宝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星期六 早上6点钟 杨晨宝再次被熟悉的瑜伽声音吵醒 昨晚回家后 他睡得很早 所以6点钟被吵醒后 他倒是一直没有睡意 在床上捣鼓起自己的山寨机来 得到山寨机的近一个月以来 杨晨宝完成过无数个小任务 最高难度等级完成过三级的任务 除却上一次 他使用能量值 将自身的等级提高到5级后 他现在又积累下了20多点的能量值 现在 他几乎已经熟悉了 等级评估的升级的方式 确实是跟战斗力有关 他现在的综合战斗力有266点 他的等级现在是5级 按照他的猜想 也就是 每增多50点的战斗力 就可以升一级 现在剩下的 只是来验证罢了 他现在的5级能力 也已经是5级 如果想升到6级 就需要消耗出6点能量值 此时正有一个难题摆在他的眼前 学习5级可以提高战斗力 可就算是学习体质增强 节全道 甚至是学习其他近代人物的技能 一样可以提高战斗力 而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仅需要一点能量值 杨晨宝有20多点的能量值 完全可以按照他的喜好 学习更多的技能 并且也可以 将技能提高到熟悉的级别 无谓非要去升级5级 可杨晨宝一直信奉一个道理 贵金不贵多 就像做生意一样 可能你很精通于某一门生意 你可以做得风生水起 可你却不熟悉其他行业 贸然进入 只会使你受伤 虽然杨晨宝贸然学习其他的技能 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害 可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把5技 给提高到一个高度好 再来学习其他的技能 杨晨宝打开任意卫面 人物技能学习模式 跳过李小龙 他查看其他战斗型的 近代人物选项上 有拳王泰森 功夫明星李连杰 弹腿名家王子平等等 可纵观近代100年 杨晨宝最熟悉 觉得最厉害的 只有李小龙 最后 杨晨宝还是进入 李小龙的虚拟空间 几天不见 李小龙倒是首先 和杨晨宝聊起天来 毕竟 他虽然生活在 另外一个卫面 可杨晨宝却跟他是 同一个卫面的人物 而且是 现在还生活在 这个卫面的人物 李小龙很想知道 自己的后人 现在过得怎么样 大概李小龙还不知道 自己对后世的影响有多深 他只知道 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是一个世界级明星 可他绝对不知道 在几十年的今天 全华夏人也都还知道 华夏曾经出了一个李小龙 小 小宝 我能麻烦你一件事吗 我想知道 我的后人生活得如何 你下次进来 跟我学习技能的时候 能告诉我一些 有关于我后人的消息吗 李小龙跟杨晨宝 说话的时候 有些害羞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的后人过得如何 准确点来说 是还有没有人关心自己 关心自己的后人 如果自己的后人 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 那杨晨宝该如何 去寻找自己的后人 如何得到自己后人的消息 对于李小龙的后人 杨晨宝敢说 要比李小龙都还要熟悉 毕竟现在李小龙 生活在另外一个位面 但杨晨宝生活于 跟李小龙后人同一个位面 而且他的后人 跟他一样闪耀无比 百度一下就能知道 他们的消息 所以杨晨宝顺口就能说出 李小龙需要知道的事情 跟李小龙学习武技这么久 杨晨宝也算 是李小龙的半个徒弟 而他也早就把李小龙 当成自己的师父 听见自己的师父 想知道自己后人的消息 他立即说道 龙哥干嘛需要下一次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 你等我一会儿先 虽然杨晨宝敢保证 自己能随随便便 就说出李小龙后人 现在的生活 可出于准确考虑 他还是先离开了 虚拟空间一会儿 来到张默的房间 打开他的电脑 在百度上搜索起了李小龙来 五分钟后 杨晨宝回到虚拟空间 而李小龙生活的 另外一个位面 是几乎不能用时间来计算的 因为生活在他们位面的人 不会老 不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李小龙也不知道 自己等得有多久 或许是急迫 想知道自己后人的消息 他觉得自己等了很久 龙哥 你想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杨晨宝看了很多 有关于李小龙家人 后人的消息 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林 琳达现在过得怎么样 还有国豪 宁香 看来在李小龙心里 哪怕已经离别几十年 他的心中最怀念的 还是自己的结发妻子 杨晨宝突然发现 一个奇怪的问题 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 已经去世了 可在他们的位面 似乎李小龙 并没有李国豪的消息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人死后 都会去同一个位面的话 那李小龙 怎么会不知道 李国豪的消息呢 莫非是他们位面的面积 也很大 大到可以容纳 几百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 李小龙才会没有 跟李国豪相见 亦或者是 人死后会去的地方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位面 而是一个随机的位面 还有可能是 只有存在于山寨基上的人物 才会在死后 生活在同一个位面 琳达他现在过得很好 虽然有些话我不想说 可我觉得 你应该知道 或许你知道这些消息后 心里还会更安心一些 杨晨宝这么一说 李小龙立即知道 是跟琳达有关 现在对于他来说 只要是 有关于琳达的事情 他都渴望知道 便点点头 杨晨宝继续说道 我对琳达的了解并不多 可在你死 不对 是在我们的位面消失后 他几乎每年 都会以第一嘉宾的身份 出席超级武术大赛的开幕式 他很爱你们的儿子跟女儿 也很用心地将他们抚养长大 可一个的生活总是困难的 你在我们的位面消失后 他也嫁给过另外的人 一个是你的学生汤姆 布里克 另一个人 你可能不认识 叫布鲁斯 卡德威尔 不过 你放心龙哥 琳达心里一直都有你 他最爱的 绝对还是你 听完杨晨宝的话 李小龙沉默了一阵子 看得出来 他对琳达再嫁这件事 还是显得有些余悸 不过也就是约莫半分钟左右的事情 他却张开笑口 大气地说道 只要琳达过得好就行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在你们的位面死了多久 不过我想 应该很久了吧 国豪和宁香呢 他说话的那种认真口气 代表他不是故作坚强来敷衍杨晨宝 而是他真正觉得 只要琳达现在过得好 他就会很开心 国豪他 杨晨宝又讲起李国豪和李宁香的事 包括后世对他的评价 他死后才获得的一些荣誉 和那些改编自他的故事的电影 只字不作隐瞒 听说李国豪跟自己一样一年早逝 李小龙显得很是失落 并且听说 自己已经去世近四十年 李小龙显得无比惊讶 他知道自己应该死了很久 可他却猜不到自己原来已经死了近四十年了 李小龙独自蹲在地下思考着什么 杨晨宝也不去打扰他 半分钟后 李小龙充满精神地站起来 对杨晨宝说道 小宝 谢谢你 我虽然不知道我到底死去了多久 可在死去的这四十年里 我没有哪一天不想念自己的妻子孩 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你 只要知道我家人现在生活得不错 我就知足了 就在杨晨宝刚准备开口说话之时 他的脑海里突然传来一行行神秘的文字 突发任务 帮助李小龙完成心愿 顺利完成 获得奖励能量值十点 李小龙附身无能量值消耗 惊喜 这对于杨晨宝来说 只能算是惊喜 杨晨宝完全是出于崇拜李小龙 把李小龙当成自己的偶像兼师傅 才肯替他上百度查他家人的消息的 没想到 这居然还是一个突发任务 获得的十点能量值奖励 对于杨晨宝来说算不上什么 可以后 李小龙附身无能量消耗 却是大大的惊喜 得到山寨鸡这么久 杨晨宝几乎每天都会研究山寨鸡 每天知道山寨鸡的消息多一点 慢慢地积累下来 他现在已经知道 俯身模式需要消耗能量值 而且还有时间限制 并不是消耗一点能量值 就可以让想附身的人物 在自己身上附身永久 这样的话 杨晨宝直接召唤乔丹来附身 岂不是可以直接闯进NBA咯 还有一个限制 那就是 不可能一附身就获得该人物的百分之百能力 也难怪不得上一次在酒吧后 向让李小龙附身后 空手状态下的杨晨宝 居然会打不过一撮毛 原来他得到的 并不是李小龙的全部能力 而一撮毛在和平帮 虽然算是高手一枚 放眼整个上官室 都是能排的上号的人物 可跟全胜状态的李小龙比起来 他应该还是要逊色几分的 接下来的时间 杨晨宝使用30点能量值 将5G升级成为9G 距离能在李小龙这里学习到的 满级10G 也只差一级了 而古代人物需要15G才能够开启 也就是说 若是杨晨宝能在15G以前 将5G升级到10G 他就算不想学习其他的技能 也只能去学习其他的技能了 还剩下4点能量值 也不需要能量值消耗 可能召唤附身的 又不止李小龙一人 万一有其他的人物需要呢 退出虚拟空间 杨晨宝赶紧查看起自己的属性来 生命力4G 精神力1G 体力7G 力量9G 速度7G 综合战斗力611G 等级评估11G 看完属性 杨晨宝却奇怪起来 怎么会这样 如果没50的战斗力就能有1G 那600的战斗力 不是应该有12G吗 怎么会只有11G 想了两久 杨晨宝终于想通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跟玩游戏是一样的 从1G升到2G的经验 肯定跟10G升到11G的经验不一样 等级越高 需要的经验就越多 而山寨机也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 它是等级越高 需要的战斗力便越高了吧 好不容易杨晨宝才掌握到 等级评估升级需要50的战斗力 现在一超过10G 需要的战斗力 又是另外一个数值 看来杨晨宝还需要更多的去研究山寨机 才能知道 其中更深的奥秘 至少 山寨机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杨晨宝就一直没有发掘出来 起床走出门外 张默也刚刚好将每日避练的瑜伽练习完毕 他走进浴室 去洗了一个澡 出来后就开始准备早晨 张默一边吃早餐 一边跟杨晨宝商量 今天要怎么玩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便让杨晨宝先吃着 他走回自己的房间去 接听起电话来 大概三分钟后 原本是睡衣进房间的张默 穿着一身运动装走出来 神色严厉的对杨晨宝说道 小宝 老郭被人打了 现在在医院里 咱们去看看 老老郭被人打了 你开玩笑吧 按照郭元明的性格来说 他不打别人就算是好的了 有谁敢打他 何况就算敢打他 有谁能打得过他 杨晨宝打死也不信 郭元明会被人家打到医院里去 我没开玩笑 赶紧走 张默边说边将还未吃完的早餐 收拾进厨房去 杨晨宝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铁血猛男郭元明 是真的被人家给打了 杨晨宝赶紧回房间去换好衣服 在临走之际 他也特意确认过一次 自己的山寨机里面 还有四点剩余的能量值 毕竟郭元明被打 张默医父去跟人家干价的驾驶 去医院探望他 难免会出点什么事情 有四点剩余的能量值作为保障 杨晨宝也会更放心一些 来到距张默家半个小时车程的市人民医院 在三楼外科的病房内 郭元明躺在床上 他的右手包着石膏 额头上也轻一块紫一块 其状看起来是十分的惨啊 老郭 老郭 你咋了 没事吧 张默提着一篮子苹果 快速地冲往病床边 直接将郭元明的老婆挤到角落去 十分关心地敲打着郭元明的额头 不错 就是敲打 虽然力度很轻 可还是疼得郭元明一阵惨叫 还是杨晨宝比较正经 他虽然是打着空手上医院来探望郭元明 可他一走进去 便坐到郭元明的身边 对他问道 老郭 这是怎么回事 谁打的你 我也不认识 我早上跟老婆在外面吃早饭 不小心把一个个子跟张默 差不多的小子撞了一下 我本来是打算道歉的 可那个小个子的态度十分嚣张 我就跟他骂了起来 最后打了起来 郭元明越说越觉得自己丢脸 居然连一个个子跟张默一般大小的人都打不过 而且最丢脸的一点 他还没好意思说出来 是啊 那个小个子瞒不讲理 我都替元明给他道歉了 他还是要骂元明 郭元明的老婆也在一旁气鼓鼓地说着 原本今天他是决定和郭元明去街上逛一逛 买几件新衣服的 可现在郭元明住院 谁陪他逛街去 谁给他买衣服去 跟郭元明认识近一个月 虽然知道他有家事 可这还是杨晨宝第一次见嫂子 经过询问 得知郭元明的老婆名叫郑丹 跟自己一样 今年也只是刚刚大学毕业 可早在他大三的时候 郭元明就已经跟他扯了正半的酒席了 别看郭元明的个子大的惊人 可他的老婆却小巧玲珑得很 只有一米六左右的个子 皮肤很白 身材倒只是一般 只能说该大的挺大 该细的也不粗 可跟张晴威比起来 立即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了 不过呢 情人眼里出西施 搞不好在人家郭元明眼里 他老婆郑丹 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一个小个子 谁啊 在哪里 我要去拜他为师 张默说出了一句十分欠奏的话 可包括郑丹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 只是在开玩笑 特别是杨晨宝 从早上张默得知 郭元明被打消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后 他就知道 其实张默在心里 一直把郭元明当成兄弟 而郭元明的嘴里 虽然也常说 看不惯张默向揍他 可若是郭元明真的要揍他 还会愿意和他在同一个篮球场上 挥洒青春的汗水吗 郭元明在老婆正丹的搀扶下 有躺便为靠 他坐立起来 对张默和杨晨宝说道 不过说真的 那个小子真的很厉害 最后我们俩打起来的时候 我还特意收手 生怕打坏他 可谁知道 我的拳都还没打出去 倒是先被他给打了一顿 你的意思是 而且是这么丢脸的打倒 或许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可对于他郭元明来说 这绝对是一种耻辱 什么人居然会这么厉害 杨晨宝暗自想着 凭借自己的实力 打过郭元明不难 可要是想一味地揍他 却不被他揍到 这就需要一定的技巧了 而自己是依靠山寨鸡 和自己的努力 才变得这么强 如果那个小个子 单单凭借着他自己的实力 就打过郭元明的话 他得多可怕 就在这个时候 毕得一声打断了杨晨宝的思路 这倒是把杨晨宝给搞得 颠三倒四的 神秘人是什么玩意儿 自己去哪里击败他 最要紧的还是 神秘人到底是谁 也不说个名字 体貌特征啥的 难不成让自己去大街上 见一个就打一个吗 杨晨宝点击查看详情 可没有更多有用的消息 就在他暗骂 这是山寨鸡的一次脑残之举 正打算拒绝任务之时 从门外走进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 岁数都在二十五六间 看起来应该是富家子弟不假 连走路都是抬着头走的 矮的一人抬起头来 倒是刚好可以看见杨晨宝和张梦 而高的一人呢 他抬起头来走 只能看见天花板了 两人一走进来 杨晨宝发现 正丹向后腿了一步 走到郭元明身边 去紧紧抓住他的手 显得害怕之极 就在杨晨宝打算询问来者何人之时 郭元明却怒道 你还想干嘛 矮个子和高个子 一起将目光移到郭元明身上 矮个子嘴角向上翘了一下 充满蔑视地说道 哼不干嘛 来解决事情的 他伸出左手 刚好与高个子的肚子平行 只见高个子从怀里掏出一叠钱 递给矮个子 大约有一万左右 一万块钱这么多 杨晨宝倒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见 只见红彤彤的一叠票子 被扔到郭元明的病床上 矮个子神气地说道 别说我欺负你 这一万块钱 是我给你的医药费 记住在警察那边嘴巴掩点 不过就算你把我说出来 也没什么用 顶多只是给你自己 多找一些麻烦罢了 是 裸 裸的威胁 只要不是傻子 都知道矮个子 是在威胁郭元明什么 矮个子和高个子 转身刚刚欲走 张默却喝道 你们站住 随即他看向郑丹 问道 就是他们打的老郭 郑丹害怕地点点头 他见识过矮个子的实力 明知道张默打不过他 他更是不敢承认 就是矮个子打的郭元明 可看着张默的眼睛里 快飙出来的那团怒火 他还是只得承认了事实 说是时内是快 杨尘宝来不及阻拦张默 张默冲上前去 挥一拳打向矮个子 可人家连郭元明都放得倒 岂会害怕一个张默 矮个子单手接住张默愤怒的拳头 另外一只手 往他肋下攻去 拳带风声 拳如闪电 动作快得另一般人 根本就看不清楚 可杨尘宝不一样 他自身的属性 已经比普通人高出那么一大截 而且他的武技修炼 已经达到九级 自然能看清楚矮个子的动作 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这一拳 若是打在张默的肋下 张默也起码得在医院 躺上几天才行 杨尘宝快速地冲上前去 一脚踢开矮个子 攻向张默的手 另外一只手 又紧握矮个子的另外一只手 对他说道 兄弟 没有这个必要吧 确实没有这个必要 按照矮个子的实力来说 就算他站着让张默打一拳 只怕张默也伤不到他 可哪怕是他随意的一击 也能将张默干倒在地 在矮个子的眼里 眼前的年轻人 居然能在速度上胜自己一筹 在力量上也跟自己势均力敌 看来他也并非常人 矮个子笑了一下 将张默的手放开 杨尘宝这才也把自己的手放开 原以为矮个子会和高个子 直接离去 可谁料矮个子故作 转身欲走之势 被地里却快速地转过身来 一拳向杨尘宝的胸口袭来 杨尘宝的听力 岂是以前可比 他一拳对上矮个子打乖的拳头 砰的一声 只听见骨头碎裂的声 因矮个子痛苦地后退几步 而杨尘宝的手骨 也是痛得快裂开了 不过他强忍着疼痛 胡沐原睁看着矮个子 喝道 一山更比一山高 别想仗着自身的实力高就 可以欺负人 矮个子后退几步站定后 脸上的表情 倒没有先前那么痛苦 他回应道 你说得不错 一山更比一山高 不过惹上我 我担保你会后悔 他另外一只还没有受伤的手 拦着准备冲上来的高个子 说道 我今天还有事 不想跟你浪费时间 你记住 我会找到你的 矮个子和高个子走后 郭元明 郑丹 张默一脸惊讶之像 看着杨尘宝 三人都知道 矮个子有多厉害 连郭元明在其手下 都只有挨打的份 可杨尘宝仅仅一拳 快得让他们都看不清楚的一拳 就将矮个子击退 这得多厉害啊 门外 哥 咱们干嘛要走啊 我们合起来 又不是打不过他 高个子气鼓鼓地看着矮个子 不错 他是矮个子的弟弟 实力也要比矮个子 稍稍低一些 矮个子看着 已经变得畸形的右手 无奈地苦笑着摇头 说道 我们真的打不过他 能一拳打伤我 他绝对是F级的异能者 什么 F级 高个子惊恐到 跟三弟一样的F级异能者 矮个子点点头 和高个子 一同消失在医院走廊的一头 病房内 矮个子和高个子 一同消失不久后 张默紧紧抓着杨尘宝的手 死活不肯放开 搞得众人哭笑不得 而他抓着杨尘宝 唯一的原因 居然是他想让杨尘宝 教他武功 小宝 不 宝哥 我求求你 你就叫我两手吧 从前几天为解 告诉我 你帮助警察捉拿了 通缉犯开始 我就觉得 你应该会武功 刚刚见你漏了那么一手 我更是确信 我心中的想法了 张默哀求起杨尘宝来 在他看来 只要学会了一招办事 以后郭元明 就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杨尘宝会武功吗 答案不得而知 他倒是学习过武技 可武技并没有指明 是武功还是不是 而且 就算是武功 武技这个玩意儿 怎么去教 要是随随便便 就可以学会的话 杨尘宝还用得着 浪费能量值去学吗 杨尘宝一边摇晃自己的手臂 企图将张默的手甩开 一边哭丧着脸说道 默默 默哥 我真的不会什么武功 也没有什么能够教你的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不行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 叫我两手 我打死也不放手 说着说着 张默倒是便抓为缠 直接将杨尘宝的整个手臂 给缠在自己的怀里 任杨尘宝好说歹说 他就是不肯放 杨尘宝看电视 张默就坐到杨尘宝的身边 一起看电视 就连杨尘宝上厕所 逼张默放开自己的手臂 张默也在厕所门口堵着他 一旦他出现在厕所门外 立即又将他的手臂给挽住 整整一个钟头过去 张默依旧如此 起初见张默这个样子 最高兴地莫过于郭元明和郑丹 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外人 他们是以看一场闹剧的心态 看待张默缠杨尘宝这件事 可一个钟头过去 郭元明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他对杨尘宝说道 小宝 你要是真会武功 就叫张默棘手吧 就算他以后不可能有你那么厉害 至少学两手自保也好啊 免得他以后出去受人家欺负 哼 被人家欺负的人是你吧 张默兴趣之一就是 跟郭元明互相挤兑 好不容易抓到郭元明的把柄一次 他不挤兑死郭元明才怪 所以啊 我也打算跟小宝学两手 小宝 你就算不肯教张默 也教教吧 原来郭元明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 如果一开始 杨尘宝就答应张默要教他 郭元明再求他教 杨尘宝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可是 我在杨尘宝心里 他是真的不会什么所谓的武功 他倒是会点武技 可只是在跟人家对打的时候才有用 在平常时候 让他耍出一套招式来 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后 杨尘宝禁不住张默和郭元明的哀求 只好答应道 好 好 我答应教你们武功 不过我告诉你们 当初我爹教武功的时候 是很严格的 所以我现在才会这么厉害 你们要是真的想我教你们武功 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知道吗 两人都兴趣勃勃地对杨尘宝点头 张默问道 宝哥 师傅 你打算教我们什么武功 总得有个名字吧 杨尘宝一想也对啊 虽然自己是在敷衍他们 可总不能就说一个无名神功了事吧 稍加思考 他说道 这套武功是我们杨家祖传的 以我们杨家姓氏为名 就叫杨家泉 杨家泉 嘿嘿 杨家泉 那宝师傅 我和老郭是杨家泉第几代传人啊 张默平时给人的印象 虽是一个娘娘腔 可他却也是一个弟弟道道的武侠迷 以前没有机会接触武功 现在好不容杨尘宝肯教他武功 他当然要询问个清楚明白才行 弟 就第二代吧 我们杨家泉是祖传拳法 从来不传授外人 而我现在传给你们 你们就是除我以外杨家泉的传人 也就是第二代传人吧 杨尘宝一直都明白 说一个谎 以后就需要编织另外一个更大的谎 去圆前面的谎 照这么谎下去 杨尘宝生怕日后 会把自己的爹都给谎进来 在张默和郭元明的不懈努力下 他们顺利地成为了杨家泉第二代传人 他们见识过杨尘宝的厉害 心里自然是高兴得很 可杨尘宝的心里却苦得很 让杨尘宝教他们背诵课文 或许他有自信能吃的消 可教他们武功 教他们拳法 经过询问 郭元明因为其自身体质的强悍 所以他受的伤并不算重 受伤最严重的右手 也只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就能恢复好 杨尘宝和张默就没有再在医院多呆 结伴出去吃过晚饭 杨尘宝又来到面包房探望了一下屋里 就回了家 第二天 就算杨尘宝答应教张默杨家泉 也一点都没有打消 张默要继续练习瑜伽的想法 早上六点钟 熟悉的音乐声再次响起 杨尘宝又被吵醒 他拿出来山寨机来无乱点着 现在他对于山寨机的神奇 是越来越着迷 对山寨机本身也是越来越喜爱 他完全相信 山寨机可以改变自己的一生 他本来就是一个足够努力的人 现在加上山寨机这一大臂力 完全是如虎天意 他觉得自己距离将杨家 带到小康道路上是越来越近了 杨尘宝用念力联系山寨机 查看起自身的属性来 却发现能量值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变为十点了 昨天自己出门的时候 明明只有四点 一直到现在 自己都没有做过任何任务 可能量值怎么会无缘无故 多了变成十点多了六点 他仔细回忆起昨天发生的事 上午和张默一起在家里吃早饭 张默接到电话听说 郭元明被打住院 自己就和他一起去医院 然后一矮一高两个人 走进病房来激怒张默 自己将他们打走 随后一直都在医院里待着 直到下午和张默一起吃晚饭 又独自一人去面包房探望屋里 都没有做过什么任务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对 好像出现过一个任务 只是自己没有接受吧 难道只要不点拒绝 都是默认接受吗 而任务上指出的 那个什么神秘人 就是矮个子 杨晨宝又想了一下 是一个四星级难度任务 可以获得的能量值 在四至八点间随机给予 而自己的能量值多了六点 难道真的是昨天的那个任务 杨晨宝的这一疑惑 还没有解开 再查看属性 任意未免人物技能学习模式 任意未免人物俯身模式 这三个选项后面 居然多了第四个选项 任意未免人物交流模式 这是什么啊 杨晨宝惊喜地发现 山寨机的新功能 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以前联系山寨机 进入超级功能界面后 只有查看属性 任意未免人物技能学习模式 任意未免人物俯身模式 三个选项 而实际存在的 只有后两项 毕竟查看属性 也是包含在技能学习里面的 但现在莫名地出现 第四项 任意未免人物交流模式 又是什么 难道是说 山寨机又更强大了一些 或者说 是由于杨晨宝的强大 才让山寨机 又多了一个功能 对于山寨机的新功能 杨晨宝是怀着期待的心情的 他知道 山寨机的功能都很逆天 不管是人物技能学习模式 还是附身模式 包括查看自身的属性 都是逆天一般的存在 现在的科学仪器 可以知道一个人健不健康 可以知道 一个人的权力有多大 可他探测得出来 人的力量有几级 生命力又有几级 战斗力又有多强吗 不行 据杨晨宝了解 暂时只有山寨机能够办到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现在的科学仪器 已经可以达到山寨机的 查看自身属性的功能 可他能让人与李小龙见面吗 他可以提升人的自身实力吗 能让李小龙来附身吗 这总不行吧 现在杨晨宝不想去理会 其他的事情 立即点到第四个选项 任意未免人物交流模式 手机屏幕一闪 转变到普通的拨号界面 杨晨宝奇怪道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是拨号的界面 难道是我刚刚点错了 就在杨晨宝 准备重新再联系山寨机一次之时 他却突然发现 手机屏幕的右上角 有几个大字任意未免通讯录 这可不是普通的拨号界面 应该有的字眼啊 这拨号界面 不是普通的拨号界面 而是可以打电话 给其他未免人物的拨号界面 杨晨宝害怕起来 不敢随便输入号码 任意未免 万一打给了死神怎么办 就算打给黑白无常 杨晨宝也不想见他吗 稳定了一下心神 杨晨宝点开任意未免通讯录 无数联系人的号码 出现在杨晨宝的眼前 还确实不是杨晨宝朋友圈子中的人 杨晨宝找到自己的老熟人 李小龙 刚刚点下他的名字 打算和他交流交流 山寨鸡却传来提醒 是否启动任意未免人物交流模式 资费标准 一分钟一点能量值 看完提醒 杨晨宝只想对山寨鸡破开大骂 这他 妈 还学习起一动来了 居然还有资费标准 还这么贵 一分钟就要一点能量值 要知道一点能量值 是多么的宝贵啊 杨晨宝不是用不起这一点能量值 昨天击败小个子 获得的六点能量值 对他来说 完全就是非来横财 而且还有六点之多 可就算是横财 杨晨宝也要把他用到有用的点上去 想跟李小龙聊天 他完全可以进入虚拟空间去 并不需要浪费能量值 给他打电话吧 抛开李小龙不提 杨晨宝慢慢在通讯路上翻找起来 很大一片 最上面的距离现在的时代最近 越往下 距离现在的时代越远 杨晨宝也不知道 自己该打给谁才好 可他很期待着 学会使用山寨机的新功能 便闭上眼睛 手指在山寨机屏幕上 不停地上下滑动 滑动树下后 他依旧闭着眼睛 等到手指随意在屏幕上点过一点后 他这才将眼睛睁开 正在连接药王孙思苗 请稍等 睁眼发现 是给药王孙思苗打去的电话 杨晨宝心中有些失望 自己没痛没栽的 给他打电话 有个鸟用 可杨晨宝又不想 白白浪费一点能量值 杨晨宝可以把他归类为 生活在与李小龙 同一个卫面的地方 那个卫面有手机 可以想起孙思苗 用手机跟自己通话的场景 杨晨宝就不禁想起了 挡下网络上 很流行的一个帖子 杜福很忙戏脸 数秒钟后 山寨机提醒通话成功 杨晨宝赶紧把听筒靠向耳边 说道 喂 是孙哥吗 咦 来自那个卫面的人 居然还认识我 电话那一头 一个老生自言自语地说道 喂 你是谁 找小老儿有事吗 听见话筒 另一边说的是白话文 杨晨宝放心不守 他生怕电话一接通 就是一个知乎折夜 他虽然是语文老师 懂文言文 可文言文 哪有白话文好懂 孙哥 你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啊 我生活在你以前 生活的那个卫面 我叫杨晨宝 杨晨宝虽然觉得 跟他通话 有点浪费能量值的嫌疑 可面对这位华夏史上 最伟大的医学教 和药物学家 杨晨宝的内心 还是十分激动的 要是能够得到 孙思淼一言半语的指点 搞不好杨晨宝 也可以去多考一个 医师执照来傍身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以前生活的那个卫面 是叫地球对吧 哈哈 没想到居然有来自地球 卫面打给我的电话 小兄弟 你打电话给我有事吗 孙思淼能接到来自 自己以前所生活的 卫面的电话 显得也是十分高兴 加上杨晨宝的一句孙哥 把他喊得十分年轻 倒是让他心情大好 杨晨宝打电话 给孙思淼有事吗 当然没事 他说道 也没啥事 就是跟你聊聊天 两人慢慢地聊了聊起来 杨晨宝第一次 使用山寨机的新功能 还是和一位 已经死去 一千多年的古代人物聊天 他有些忘乎所以 时间慢慢地过去 他倒是一点也没有 注意到跟孙思淼通话 是需要损耗能量值的 数分钟后 孙思淼在电话的另一边怒道 你说什么 现在咱们国家的医学 已经被你口中的 西方国家所侵入 你的意思是 中医在你现在的时代 已经被西医所取代了 手机这种玩意儿多有 他会知道 有西医难道很奇怪吗 杨晨宝坦白道 说中医被西医给取代了 也不尽然 咱们国家还是有很多人 比较喜欢服用中草药 可不得不承认 现在大部分民众看病 都是去医院 接受西医的治疗 呃 说是在乎 我自从来到城里后 也没怎么吃过中草药了 都是吃的西药 现在很多励志学医的人 也都是去学西医 因为学西医很赚钱 中医这个行业 是越来越少有年轻人喜欢了 杨晨宝小的时候 在村里有个什么小病痛 都是村里的老中医 给他看的病 而他来到上官十年大学后 第一次两次生病 还会特意去寻访中药来吃 可随后的几次小感冒 他都是吃的西药 谁让西医见笑快呢 越听孙思秒越生气 他再怎么说 也是中药结束代表人物之一 后世使用中药的人越多 能记得他的人就越多 而使用西医的人越多 他药王的名头 只怕会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 还有一个药王的名号 可听说祖宗神奇的治病良方 居然被西医给替代 他不生气才怪 两小子 你听着 我现在在另外一个卫免 不可能回到地球 重振你口中华夏 也就是我的国家的中药业 我告诉你一个单方 你去找一个懂中药的人 将单方交给他 拜托他 一定要将华夏的中药业发展起来 将西医赶出我们的国家 你知道吗 孙思秒是药王 随口就能说出很多的治病良方 而只怕从他口中说出来的 最差的一个药方 在当今 也已经可以算为 最顶尖的药方之一了 说到底 中药到底有何其的强大 怕只有孙思秒这种 真正懂得中药的人 才知晓吧 杨晨宝听得出来 孙思秒的情绪比较激动 所以他不敢断然答应下来 因为他一旦答应 他必将完成孙思秒的嘱托 可西医是说赶就能赶的吗 现在有很多人 从小吃西医长大 体质虽然也可以吃一些 药性温和的中药 可一旦孙思秒 给出的药方过于偏激 只怕会让吃的人倒没有好处 毕竟是要三分毒 杨晨宝小心大意不得 杨小子 你说话 你答不答应 孙思秒再一次询问杨晨宝 思考良久 杨晨宝最后说道 孙哥 我不敢向你保证 把西医全部都赶出华夏 毕竟现在西医在华夏 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但是我敢向你担保 只要你给我的药方有用 中药液一定会再次强盛起来 想必数年后 绝不会弱于西医的分量 好 孙思秒一口便答应下来 他现在只想把中药液给发展起来 至于西医能不能继续在华夏立足 他倒是一点也不关心 因为他自信 自己的丹方一定会比西医管用得多 你好好记着 只要你好好替我做事 以后也多给我打电话陪我聊天 我日后自然会给你新的丹方 你单凭我给你的丹方 就足以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 杨晨宝牢牢记下孙思秒说出的丹方 与炼制丹药需要注重的细节 与孙思秒结束通话后 他生怕自己会忘记 刚刚孙思秒所说的 要用到的药材 便找来一张纸 把丹方写到纸上 将需要的材料写完后 他便将丹药的名字写在上面 蓄力丹 蓄力丹 一个很有仙侠小说法的名字 可单凭这个名字 和他是出自孙思秒的口述 杨晨宝就敢断定他的效果 决定惊人异常 非现在的丹药所能媲美 杨晨宝将记载丹方的小纸条 好生放到自己的口袋深处 这可不仅仅是一张小丹方 更是有关中医能不能崛起之关键 杨晨宝怠慢不得 吃完早饭 他怀揣自己仅有的二十块钱 就出门去寻访中医店面了 刚刚走出小区门口不久 一个声音传来 我说过 我会找到你的 伴随着声音而来的是 呼啸的风声 隐藏在风声中的 却是硬邦邦充满力量的拳头 杨晨宝一个躲步及防 被拳头击中摔倒在地 落地后不久 一个膝盖又朝着杨晨宝的胸口袭来 杨晨宝没有再给他袭击的机会 反手一撑 他便从地下弹了起来 站在距离 偷袭自己的三人两米开外的地方 是你吗 杨晨宝紧捏拳头 恶狠狠地说道 偷袭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昨天的高矮个子两人 和一个身高比较正常 只怕杨晨宝矮半个头的年轻人 刚刚一拳打在杨晨宝脸上的人 正是那名年轻人 杨晨宝认真地注视着三人 在他眼中 三人虽然厉害 可自己召唤李小龙上身后 未曾没有跟他们一斗的实力 可当他把目光移到 昨天那面矮个子手上的时候 却发现他的手居然完好无损 昨天矮个子离开的时候 他手的外观也是完好无损的 可从矮个子手骨里传来的碎裂声音 却表面他的手几乎已经废了 就算现在的医学发达 可以治好 但也绝对没有理由 才相隔不到一天就恢复得这么完美 这是怎么回事 三弟 他就是昨天打伤我的F级异能者 你给我好好教训他 顺便问问他的来历 矮个子躲在年轻人的身后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 自己不过是一个G级的异能者 距离F级的异能者是如何的遥远 只有躲在同是F级异能者的弟弟身后 自己的安全才能够有保证 被矮个子称为三弟的矮个子 从口里掏出一半截眼镜来 不错 只有一半截 说是墨镜更为准确 他将固定器贴近自己的耳朵 只有镜片的半截眼睛 刚好遮住他的左眼睛 十秒钟后 他冷冷地说道 实力不错 是F级的异能者 可是小子 你的异能是什么 异能 什么异能 杨晨宝在心中奇怪起来 见对方三人的打扮并不像常人 他倒是反问道 那你的异能是什么 哈哈 难道你是一个无组织的流浪异能者吗 居然连探测眼镜都没有 年轻人狂妄地大笑起来 数秒钟后 见杨晨宝不为所动 他这才猜想 莫非眼前人真是一个流浪异能者 我的异能是力量增强 现在轮到你 告诉我 你的异能是什么了吧 哈哈哈哈 太巧了 我的拿手好戏 也是力量 杨晨宝不懈地看着对方三人 难道他们都是神经病 一口一个异能 一口一个异能者 杨晨宝的这句话 无疑激怒了年轻人 因为他刚刚从探测眼镜中 只知道杨晨宝的实力 已经超过G级异能者 近身成为F级的异能者 可他的异能是什么 探测眼镜却看不穿 现在杨晨宝又说自己的异能是力量 本就是力量增强异能 杰出代表的年轻人 自然会生气 至少在他眼里 他以为杨晨宝说的是 自己的异能也是力量增强 我不管你的异能是什么 你要是不愿意说就算了 不过今天 我要你为你昨天的举动 付出应有的代价 年轻人慢慢逼向杨晨宝 见杨晨宝不躲也不闪 他倒是起了敬佩之心 毕竟他步入F级异能行列 已经很久了 在他眼里 战斗力只有600多的杨晨宝 一点也威胁不到他 昨天 你废了我大哥一只手 今天 我就要废你两只 最后一个 只字音刚落 年轻人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他的速度之快 令杨晨宝都眼花起来 年轻人以极快的速度 向杨晨宝攻来 就算是杨晨宝已经做好准备 一时间 他也变得有些手忙脚乱 不能很好地应付年轻人 他的脑海里 曾无数次冒出过 要召唤李小龙附身的想法 可转念一想 自己好不容易遇上 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 而且 若是世事都依靠别人的话 自己将武器 学习到这么厉害大麻 还不如将能量值积累下来 一旦遇到厉害的对手 直接召唤人物来附身就算了 前几招 杨晨宝吃了大亏 被年轻人左一拳右一掌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杨晨宝在默默挨打中 也发现 年轻人除了速度和力量 比自己更为的厉害外 在其余的方面 自己比他都有杰出之处 至少现在自己处于被动防守方 力气消耗不大 可年轻人处于主动攻击方 他消耗的力气 要比自己大得多 已经有喘粗气的前兆了 又是数招交手 杨晨宝尽力防守 他现在一点也不打算攻击年轻人 因为他知道 在暂时来说 自己是攻击不到年轻人的 半分钟后 年轻人闪到距离杨晨宝 有两三米远的地方 他的额头上 已经有了微微的戏汗 他亢奋地说道 没想到 只有600多战斗力的异能者 居然能让我出汗 哈哈 不错不错 有让我使用异能的资格 说完这句话 他的双手向后一扯 杨晨宝顿时觉得 他的整个气场都变了 杨晨宝不知道气场是什么意思 可他现在只能用气场 来形容年轻人的变化 年轻人再一次 对杨晨宝发起进攻 这一次 由于年轻人的动作 要比之先前半半分 居然让杨晨宝有机可衬 接下了他的拳头 杨晨宝正打算反击 却觉得自己的左手掌生疼 从被年轻人拳打击 打到的地方 传来钻心的疼 年轻人的力量比刚刚更大了 而且大了很多倍 刚刚的交手中 杨晨宝也时不时用手掌 接下过年轻人的拳头 那个时候 杨晨宝已经年轻人的力量 要比自己更大 可现在他才发现 刚刚年轻人并没有使用上权力 天啊 神啊 菩萨奶奶 刚刚他没有使用权力 自己就已经打不过他了 现在他又多加了几分力气 而且还不知道 他现在使用的是不是权力 自己要怎么跟他打呀 若是说 刚刚杨晨宝不打算召唤李小龙附身 是为了锻炼自己 可现在 他还是不打算召唤李小龙附身 却是因为他认为 就算召唤全胜的李小龙上身 也不一定是年轻人的对手 李小龙再厉害 他也是一个人 他的力量有限 速度有限 体力有限 可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杨晨宝来说 他的力量 速度 体力就像是无限的一般 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人的承受范围 他到底是人还是妖怪 防守间 杨晨宝又被击中十数拳 现在他全身上下都疼得不得了 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眼看杨晨宝即将落败 山寨机的护主功能自动开启 李小龙附身成功 李小龙附身 着实让杨晨宝缓了一口气过来 可不过短短一分钟不到 有李小龙附身的杨晨宝 还是不能挡得下 年轻人的猛烈攻击 终于附身时间结束 杨晨宝完全瘫倒在地上 年轻人抓起杨晨宝的右拳 而他自己的右拳 也做攻击状 看来他是真的要 费了杨晨宝的双手 为自己的哥哥不可 你放心吧 我不会杀你 我会费了 你的双手 但是会给你报仇的机会 你记住 我叫邹南利 你回去大可以 让你的组织来找我报仇 可前提是 你的组织认为 你们可以斗得过我们 名叫邹南利的年轻人 笑得十分狂妄 也十分恶心 现在杨晨宝完全被他控制在手中 他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就在邹南利的右拳 瞄准杨晨宝的拳头 打算击打下去之时 一阵抱贺却传来 助手 躺在地上的杨晨宝 看见一个一袭白衣的人 出现在自己眼前 说是白衣 是因为杨晨宝现在的意识 都已经不是很清晰了 从他眼中看出去的世界是模糊的 只能看见 来人全身都是白色的 这个人 我要了 在朦胧胧胧中 杨晨宝只听见这六个字 随后还传来年轻人敬畏的声音 又传来一阵跑步声 最后杨晨宝 觉得自己被谁给抗了起来 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杨晨宝发现自己赤裸地 躺在一个房间的一张石床上 房间里除了石床就是灯光 满屋子都是灯光 只有自己一人躺在石床上面 杨晨宝的意识 还停留在刚刚跟年轻人 邹南利对打的那里 他一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地方 立即按道不好 双手一撑到石床就要起来 可一个声音 却从屋子的四面八方传来 别起来 赤石床可以治疗你的内伤 我可懒得消耗 我的异能原力 替你疗伤 伴随着满屋子的声音 从房间的门口处 走进来一个穿着白色西装 西裤白皮鞋的男人 他的装备中 唯一不是白色的 恐怕只有 他手中拿着的黑色话筒吧 小子 你是哪个组织的人 怎么会惹上邹南利那个疯小子 看见来人手上的话筒 杨晨宝这才发现在耀眼的灯光后面 天花板上似乎有很多的小孔 不对 不是小孔 而是一个有一个贴近墙面的音响 杨晨宝原本还以为 来人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 说一句话 就可以令您徘徊在空气中 充满整个屋内 结果现在他才发现 原来是来人拿着话筒 而透过音响说出来的话 本就能够在整个屋子里徘徊 你 你是谁 杨晨宝强撑着坐起来 现在他才发现自己 不仅仅有外伤 连五脏六腑都难受得很 胃翻滚得不得了 想吐却又吐不出来 心脏位置也闷得很 就像有一块大石头 压在上面一般 白西服的人走近后 杨晨宝这才发现 他是一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全身上下都很干净 长得有点小帅气 身材也不错 很均匀 脸上时不时地透露出来一股子正义之气 而且他的五官组合在一起 也有一点小帅 可为什么看着他的五官 自己却会感觉他很猥琐呢 特别是他咧开嘴笑的时候 更是猥琐无比 在我回答我是谁以前 你先告诉你是谁 隶属于哪个组织 你放心 是我从作男力手中救你回来的 我不会伤害你 白衣男人坐到杨晨宝身边 扶着他的身体 将他慢慢平躺在石床之上 杨晨宝的背刚一接触到石床 立即觉得身体里的器官安静了下来 胃部翻滚了 心脏上有大石块的感觉也消失了 他身体上确实很舒服 一点也感受不到疼痛 杨晨宝也发现 本应该是轻一块紫一块的身体上 却光滑无比 比没受伤时的皮肤都要好一些 而自己若真的是被白衣人给救到这里来的 那这一切都应该是他的功能 他应该不会加害自己 我叫杨晨宝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 隶属于哪个组织这个问题 邹男力也问过这个问题 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 莫非他们是江湖组织 杨晨宝继续回答道 我不是帮派中人 什么 帮派中人 白衣男人倒是奇怪起来 是啊 你不是问我 隶属于哪个组织吗 杨晨宝也奇怪地盯着白衣男人 若这个组织指的不是江湖 又会是什么呢 靠 你当我是江湖啊 我是问你 隶属于哪个异能组织 我不信你拥有S级的实力 就没有哪个组织来拉拢过你 白衣男人又说出一番 令杨晨宝一句都听不懂的话 邹男力也说过什么异能 异能者 异能组织之类的事情 今天又遇到一个强的不像人的邹男力 还有这个神秘的白衣人 和他们之间的对话 让杨晨宝不禁奇怪起来 这个世界上莫非真的有异能者 而且他们两人都是 搞不好还真是 杨晨宝赶紧解释道 我不是什么异能者 哪来的什么异能组织啊 靠 这次你当我是傻瓜啊 你的战斗力有600多点 常人的战斗力 就算顶破天也不会超过300点 你敢说你不是异能者 还是说 你是一名流浪异异能者 白衣男人说道 他一眼便看穿了杨晨宝的实力 而杨晨宝想知道 自己的战斗力 都需要进入山寨机才行 这眼前的白衣男人和邹男力 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 可我真的不是异能者 连流浪异异能者都不是 不信你跟邹男力一样 用那个什么探测眼镜探测我一下 看我到底有没有异能 杨晨宝记得邹男力说过 自己似乎是什么F级的异能 他却看不出自己的异能 而自己又真的没有异能 看来要证明自己不是异能者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白衣神秘人知道 自己并没有异能 杨晨宝的话 倒是逗得白衣男人一乐 他不屑地说道 哼 邹男力那种探测眼镜 我才不屑去用 凭你一个小小的F级异能者的实力 难道我一眼还看不穿吗 不过我也很奇怪 我确实看不穿 你到底拥有什么异能 就算你是A级的异能者 专攻的就是隐藏型的异能 我也没道理看不出来啊 何况你还只是一个小小的F级 杨晨宝的语文并不太好 可他也知道 和F之间还有四个字母 如果不出意外 F级跟A级就相差四个等级 见神秘人如此不屑一顾 杨晨宝忍不住几对道 哼 说得这么厉害 那你是什么等级的异能者啊 白衣人露出牙齿一笑 淡淡地道 SSS 3S级 神秘白衣人对杨晨宝 没有丝毫的隐瞒 他的实力确实是SSS级 也是现今可知的 最高等级的异能者 他原以为杨晨宝会大吃一惊 可谁料杨晨宝 真的不懂异能者的世界 SSS级和F级的差别 在他眼中 只不过是多了两个字母罢了 哦 听起来挺厉害的呀 杨晨宝躺在舒服的是床上 打了一个哈欠 异能者的世界是神秘且有趣的 他们实力等级制度 实力越高 在异能者世界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这完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在异能者的世界中 不管你拥有再多的财富 再大的实力 可若是惹上一个A级的异能者 就代表你以后的生活 都要过得小心谨慎一些 可若是惹上一个SSS级的异能者 你就只能乞讨诸天神佛 让那位SSS级的异能者将你遗忘 否则你会遭到的 则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也是为什么神秘白衣人 一去像邹男利要人 满脸狂妄的邹男利 也非得放人不得的原因 白衣男人气得有点想吐血 自己的实力这么高 可眼前人怎么看起来 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在白衣男人还打算说什么的时候 他却发现 杨晨宝不知道何时 已经将双眼紧紧闭上 躺在石床上一动不动 从胸膛起伏上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呼吸很均匀 这也代表 这小子居然睡着了 白衣男人原本想把杨晨宝给弄醒 可以想 自己救他 完全出于看不惯 百慕组织的横行霸道罢了 否则一个F级的小异能者 用得着自己亲自出面去救他吗 自己跟他也不熟 这次将他救了 他若感激自己 就让他感激去吧 他若是不感激自己 自己就当是救了一条流浪狗吧 想到这里 白衣男人单手凭空一挥 房间里的灯光立即暗了一些 他看了杨晨宝一眼 楠楠说道 真是一个奇怪的异能者 居然连我也看不穿 他的异能是什么 他慢慢走出房间 房间内又变得只有一张床 一个人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杨晨宝的肚子 咕咕叫了起来 他被恶醒了 睁眼一看 杨晨宝这才发现自己 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环视这个屋内 他奇怪地说道 咦 那个猥琐大哥呢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无病无痛无异常 就连五脏六腑先前的那股不舒服感 现在也烟消云散去了 而听白衣男人说 那种感觉应该属于内伤 而石床就有治疗内伤的效果 若真有这么神奇 则则 杨晨宝真有要把石床 给背回自己家去的念头 有人吗 有人吗 猥琐大哥 连叫树生 回答杨晨宝的 只有满屋子的空荡与回音 他下床将自己的衣服穿好 慢慢走出门外 门外是一个长长且昏暗的走廊 让人十分不舒服 不过越走越亮的路口 倒是减轻了这种负面的感觉 一会儿的时间 杨晨宝就走完长廊 经过转角后 杨晨宝慢慢听到一些很吵杂的响声 好不容易来到大厅 杨晨宝却发现 这里居然是一个麻将馆 大厅内已经挤满了人群在打麻将 吵吵闹闹 热闹之急 杨晨宝走到柜台上去 对手电的人说道 刚刚那个白色西服的猥琐大哥呢 原本在对账的女人 一听杨晨宝这话 脸上立即变得惊恐起来 指着杨晨宝说道 你居然说吴大哥是猥琐大哥 脸上的表情既是惊讶 又是可怕 还有一种恨不得要活捕了杨晨宝的意思 杨晨宝一点也不理解 女人为什么一听见自己说猥琐大哥 她的反应就会这么大 可杨晨宝一看时间 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 自己早上出门 从被邹男力打婚后的近十个小时内 居然都在麻将馆中 而杨晨宝今天是出门 打算寻找一个中药医师 将孙思淼的丹方交给他的 若是再晚一点 人家关门打烊了怎么办 杨晨宝并不是随便找到任何一个中药医师 就会把丹方给他 毕竟丹方出自孙思淼之口 想要炼制丹药的人 除了有足够的实力外 杨晨宝还有对他足够的放心才行 算了 我时间来不及了 下次要是你看见我猥琐大哥 你替我谢谢他一声啊 我先走了 杨晨宝说完 做事就欲走 刚转身还没踏出第一步 女人突然喊道 你等一下 杨晨宝回过身来 女人从柜台地下摸索着什么东西 半分钟后 他拿出一个半截眼镜递给杨晨宝 说道 这是吴大哥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还让我警告你 没有足够的实力以前 不要去招惹邹南利 你不是他的对手 邹南利 杨晨宝在上午昏睡以前 唯一记得的就是这个名字 杨晨宝不是坏人 可这不代表 他就是一个没有脾气好欺负的人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不够资格跟邹南利打 可有山寨鸡在手 杨晨宝有信心 在不久的将来 就有跟邹南利对拼的实力 你替我谢谢猥琐大哥 也帮我转告他 我不会敢傻事的 不过若是有一天 我有足够的时候跟邹南利打 我一定会亲自报仇 至于那半截眼镜 杨晨宝不知道是何物 跟早上邹南利戴的那半截眼镜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同于平常的眼镜 平常眼镜的眼眶 是架在耳朵上 以此来保证不会掉落 而这半截眼镜只有半截 如何能两边一起固定呢 所以他框架的后方 设计的倒是一个平面 不过杨晨宝还是不知道 要如何才能固定他 管他呢 反正杨晨宝的实力不错 根本没有戴眼镜的必要 可他还是很奇怪 为什么会只有半截眼镜 他就一边把眼镜 拿到自己的眼前来 一边对女人说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只有半截 眼睛刚刚触及到杨晨宝的皮肤 他框架后面的平行 立即紧贴杨晨宝的太阳穴 没有半点的不舒服感 只有太阳穴上微微发热 杨晨宝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认识这个 你真的是流浪异能者 女人说着跟邹南丽一般的话 都不相信杨晨宝不认识探测眼镜 杨晨宝摇摇头 女人也无奈地摇摇头 右手伸向他固定在 左眼睛上的探测眼镜 手指触摸上平面背面的一个小按钮 他轻轻地按了下去 杨晨宝顿时觉得 自己眼前的世界变了 人还是人 物也还是物 也没出现什么妖怪 啥的之类的东西 可刚刚明明一个很普通的女人 此时她身上的数据 却都出现在左镜片上 杨晨宝还来不及去看 这些数据就被传入她的大脑中去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女人的数据被她了解得一清二楚 异能等级 D 异能 治愈术 千里传音 金属控制 综合战斗力 3778 状态 友好 并没有山寨机 查看自身属性的时候那么清楚 可单单可以发现 人家的战斗力是多少 已经足以让杨晨宝震惊了 何况一个奇貌不扬的女人的战斗力 居然就高达3700多 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杨晨宝 立即有一种无力感 杨晨宝看着女人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最后 杨晨宝在了解到女人名叫童颜后 怀着震撼的心情 走出了麻将馆的大门 经过询问 杨晨宝知道 原来这半截眼镜就是异能探测器 可以探测到 实力比自己低的异能者的数据情况 虽然只有寥寥四项 可单单知道 战斗力是多少和异能是什么 对于异能者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而杨晨宝的实力 要比谢一帝 他之所以还能看穿 谢一实力的原因为他 都是因为是谢一 故意让他看穿的 就算杨晨宝一开始不相信 有探测眼镜在守后 他也不得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原来真的存在着异能者 以前杨晨宝总以为 自己拥有山寨机在守 就可做到天下我有 可今天不仅碰见一个 比自己更厉害的邹南力 也结识了一个 实力比自己高数倍有余的童年 更有一个实力 似乎还在两者之上的猥琐大哥 看来自己 虽然有山寨机在守 能够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可要是想成为真正的强者 不被别人欺负的强者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行 离开麻将馆 杨晨宝来到街上徘徊起来 他心中虽惊讶于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异能者 可山寨机的存在 本来也不符合 这个社会的应有物 他便没有多想 专心在街上寻找起中药店来 逛完树条街 倒是真的让杨晨宝 发现了两家中药店 他每次都是走进去二话不说 点名要资质最深的老中医 出来与自己见面 他那惊人的气势 让中药店的其他医师 还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找老医师 便纷纷地替他请出老医师来 可老医师出来不久 杨晨宝也出示单方不久 在在老医师看完单方的不久后 他便被赶出了门 因为按照单方的记载 炼制出来的东西 不会是单药 而是毒药 他们都以为 杨晨宝都在街上寻找中药店 拜访那些出名的老医师 可就是无异人时的单方是什么玩意儿 全都说按照单方炼制出来的单药 不叫单药 而是应该叫毒药 这下子杨晨宝迟疑了 若按照单方炼制出来的 真的是毒药 便只有两种原因 一种就是自己 将单方写到纸上的时候出了错 一种就是孙思淼自己出了错 可以想 杨晨宝还是觉得 前者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他又不大愿意相信 是前者出现的失误 更不相信孙思淼会故意说出毒药的单方来 他决定 今天先回家 等明天再出门 拜访几位老医师再说 若他们 也都一致认同 这副单方是毒药的炼制方法 杨晨宝就要再消耗一点的能量值 去向孙思淼问个清楚了 经过一晚的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 杨晨宝吃过早饭 便出门寻找起中药店来 他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有自信 也不相信孙思淼会故意给自己一个毒药的单方 他今天一定要找到一个有慧眼的中医师 一定要说服 而是毒药 此时时间已经是中午11点多钟 就在杨晨宝准备打退堂鼓回家吃午饭之时 他却在一条街的一个转角 发现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中药材店 照理说 连大规模的中药店都看不出来 单方上面记载的是什么东西 这小中药材店更不可能看得懂单方了 可杨晨宝一直相信这么一句话 高手往往出自民间 说不定 人家这个小药材店的老板 真的就是一位食堡的人物呢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杨晨宝走进药材店 药材店很小 只有杨晨宝的卧室大小 可这么小的一个店里 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药材 就算是名贵犹如人生的药材样有 老板是一个年纪有六七十的老中医 留着长长的白胡子 自由一中先锋道鼓的气质 杨晨宝一见到 立即按道 就是他了 老中医闭着眼睛 躺在靠椅上扇着扇子 杨晨宝走到柜台前面 去轻轻敲了敲柜台玻璃 轻声问道 老先生 老先生 老中医并未睡觉 只是在闭目养神吧 听见有人呼喊自己 他立即睁大眼睛 看见来者居然是一个年轻人 而当下的年轻人 服用中药的人士越来越少 他倒是有些奇怪 问道 小伙子 买点什么东西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我是来给你看一个东西的 杨晨宝将口袋里的单方 递给老中医 老中医接过单方便念了起来 治不孕不欲 请道 听老中医念错了 杨晨宝赶紧说道 老先生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可 老中医不满地看了杨晨宝一眼 谁让杨晨宝欠奏 不用白纸写单方 而非要写在杂志封面的另一面呢 陆荣 人参炉 红景天 莲花 牛黄 梨炉 单身 念叨梨炉和单身之时 老医师停了一下 说道 好奇怪的药方 哪里奇怪 杨晨宝终于遇见一个 没有一开口就说 这篇单方是毒药的人 他终于在老医师身上 看到了一丁点的希望 这副药方看起来可行 可梨炉和单身 是不能一起入药的 这上面使用的最多的 却就是梨炉和单身 小伙子 这是一副毒药的药方吧 哼哼 我店里什么药都配 可就是不配毒药 老医师以为 杨晨宝是来配置毒药去害人的 而作为医者 本就要有一颗玄弧济世的心 就算没有这颗心 也不能有助纣为虐的心吧 见老医师不满 已经将单药递还给自己 杨晨宝赶紧解释道 老医师你误会了 这不是毒药的配方 而是一种已经试穿的丹药 我来这里找到你 也是想问问 你认不认识这副丹药的配方 老医师重新看了一遍丹方 他越看一次 心里边越奇怪一分 丹方上面的配方是恰到好处 如果梨炉和单身不在里面 炼制出来的丹药 绝对对人的身体 有莫大的好处 可梨炉和单身掺杂在这里 炼出来的丹药 别说是对人有好处 别吃坏了 吃丹药的人 就算是好的了 老医师带着丹方 做回了自己的靠椅上去 独自思考了近十分钟 杨晨宝就静静地在外面候着 他对老医生抱有绝对的信心 因为只有他一人 没有立马就断定 这是毒药而敢自己出门 十分钟后 老医师无奈地摇着头 走出柜台前方来 将丹药递给杨晨宝 道 小伙子 在我看来 这确实是一片毒药的配方 你如果不信 就去百草堂问问吧 百草堂 杨晨宝丧气下来 昨今两天 他已经走访了 树家百草堂旗下的中药店 可得到的答案都是毒药 我去过百草堂了 他们说这是毒药 老医师笑着摇摇扇 笑道 我说的可不是街上的那些百草堂店 我的意思是 让你去找百草堂的老大 被看他今年只有四十多岁 可他们周家世代都是中药世家 在中药方面的知识 周伟一的见解 连我这个老人家都自愧不如啊 周伟一 杨晨宝奇怪地念出这个名字 老医师点点头 是啊 要是连他都说你这是一副毒药的配方 小伙子 你就不用再去寻访其他的中药店了 因为这就代表 你这真的是一副毒药的配方 老先生 谢谢你 杨晨宝虽然心中越来越相信 孙思苗给自己的 确实是一副毒药单方 可只要有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 立即问明了周伟一的住址 杨晨宝来到上官市 已经有超过四个年头 也算得上小半个上官市的人 但他还是不认识周伟一 不知道百草堂是什么东西 因为人家周伟一确实低调得很 而百草堂虽然是上官市第一大黑帮 沿途杨晨宝一旦看见自己 还没有拜访过的中药店 都会进去问一问 最后的结果自然不用多说 在这么半文半行下 他倒是也来到了周家的别墅区域 周家的别墅位于闹市中心 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 他们家的占地面积比市正 府大楼都大 而且还大得多 加上别墅周围的围墙 光是地皮的价值 就超过三亿人民币 围墙的周中有一铁门 杨晨宝不知道 这些有钱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 才会把自己锁在铁门的后面 看他还是礼貌地敲起门来 十数秒钟后 从保安市走出来几个 手持紧棍的撞保安 对杨晨宝问道 你有什么事 保安对杨晨宝的态度极不友好 可今天杨晨宝是上门来 找周伟一帮忙的 他的态度自然地好一些 麻烦几位大哥开开门 我想见周伟一 哈哈哈哈 一个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小子滚蛋吧你 几位保安不屑地笑了起来 眼前人居然要见 白草堂的老大周伟一 这对于他们来说 也绝对算是一个 很好笑的笑话 周伟一是谁 上官是第一大黑帮 白草堂的幕后老大 全国最大的中药市家 周家的家主 白草堂中药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岂是随便来一个人 说见就能见到的 就算是求人办事 需要低声下去 可杨晨宝是来找周伟一有事 而不是找保安有事 见保安的态度 居然如此恶劣 一向性格温和的杨晨宝 也不禁动怒起来 你们是没听清楚 我说的话还是怎么 这两天 将警棍打到铁门上 以示威胁 想必他们也是第一次 遇见杨晨宝这种不怕死的人 可他们的威胁 看起来并不怎么有效 杨晨宝伸出左手 紧紧地抓住警棍 任由保安再怎么拖拉 也休想把警棍 从杨晨宝的手中抽走 杨晨宝冷冷说道 我再说一次 我要见周伟一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找他 若是因为你们耽搁了 后果由你们自行负责 一个奇貌不扬 但实力不凡的人 上门来要见自己的老板 特别是听见 他有重要的事情 要找自己的老板 几位保安对视一眼 一位保安立即跑向保安室 去 十数秒钟过去 这名保安又走了回来 对其余几位保安说道 开门让他进去 一个同意见他 听到这句话 杨晨宝才将握着警棍的手放开 可可怜的保安 现在还紧紧地死命 往后拽警棍 杨晨宝一放手 他整个人立即往后面摔去 杨晨宝跟他并没有丑 充其量有些看不惯他 可因为自己看不惯他 就让他受伤的话 这不是自己的风格 杨晨宝快速上前 用左手扯着保安的衣服 一下子就把保安的提了起来 对他十分不满地说道 站都站不稳 你是怎么当看门 当保安呢 原本杨晨宝准备称他为看门狗 可人都有尊严 还是那句话 杨晨宝跟他并没有丑 也无谓要故意恶语去重伤他 留下这句话 杨晨宝走向长道 往真正的周家别墅走去 直到杨晨宝的身影 消失在几位保安的视线中 他们也没有看清楚 杨晨宝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经过铁门 又是如何在电光火石之间 抓住差点摔倒的保安的 要知道从杨晨宝放手 保安差点摔倒 在地之间的时间 差不多短短五秒钟不到 而另外的保安 光是开门就用了五秒钟 那杨晨宝从进门直到抓到保安 到底用的是 来自哪里的什么时间 执行数分钟后 杨晨宝的眼前出现一栋 三层式的极具欧洲风格的别墅 别墅的前方 除了石板道路外 全都是种植的一些花花草草 别墅的周围也种满了树木 不知道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 别墅周围的树 全都是挺拔的参天大树 有胜者的高度 就已经超过了三层高的别墅了 就是你要见一个 杨晨宝刚打算走进别墅 立即出现一名黑衣人 阻挡在他身前 杨晨宝点点头 黑衣人便在他全身上下摸索起来 虽然杨晨宝很不爽这个过程 可他知道周围亦不是一般人 他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 任何人想见他 都必须交出 或者被搜出身上带的 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也很正常 经过搜查 杨晨宝身上最具攻击性的 就是他的指甲刀 保镖将指甲刀没收后 便打开大门 示意他进去 走进别墅 出现在杨晨宝眼前的 就是整屋子名贵的羊毛地毯 布满了屋子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极尽奢华 你要见我 一个声音传来 顺着声音看去 杨晨宝看见 在九红色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男子 周伟毅 杨晨宝并不认识周伟毅 当然要询问清楚过后 才能进行下一步交谈 周伟毅的眉头皱了一下 从来没有陌生人 敢无缘无故 说要见他 也没有人除了他的父母兄弟 也从来没有人敢 直呼他的名字 好在周伟毅的脾气够好 要是换在马大炮 在今天这个位置上 只怕他早就掏出机关枪 来对着杨晨宝扫射了 他放下书 对着杨晨宝点点头 右手伸向自己右边的沙发 示意杨晨宝请坐 杨晨宝当然也不客气 走到周伟毅旁边的沙发 就坐下来 周伟毅道 不知道小兄弟 急着见我有什么事 我不记得我认识你吧 杨晨宝是快人快语 特别是他心里很急迫 想知道 丹方到底是丹药还是毒药 他也懒得废话 立即将丹方拿出来 递给周伟毅 说道 周大哥 请你看看这张丹方 为防止老医师的事件 在周伟毅身上发生 杨晨宝还补充道 背面 在背面 周伟毅还是第一次 看这么奇怪的丹方 居然写在 不孕不育广告的背面 也幸好周伟毅 是一个对中药十分有兴趣 而且在中药领域 也十分有见解的一个人物 否则单凭杨晨宝的不尽 他绝不会替杨晨宝看丹方 拿起丹方周伟毅 便看了起来 两久两久 他都没有说话 只是脸上的表情 越来越复杂 数分钟后 他这才对杨晨宝问道 这是什么 好奇怪的配方 说老实话 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不过城里的很多老中医都说 这是一张毒药的配方 可丢我这张单方的人 却说 这是一张失传单药的配方 所以我才想来请周大哥 替我看一看 这到底是毒药 还是单药的配方 谁给你的这张配方 周伟毅放下单方 强压心中的好奇 对杨晨宝询问起来 因为他知道 就算这张单方是毒药 能写出这张单方的人 也绝对是个中药奇才 写出贺鼎红的配置方法不难 难的是 如何把一剂治疗感冒的药 调配成一副绝世毒药 杨晨宝能说 那张单方是孙思淼给撒家的吗 当然不能 他回答道 周大哥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我答应过给我这个单方的人 绝对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消息 见杨晨宝不肯说 周伟毅便把注意力重心 重新移到单药配方上面 又是数分钟过去 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复杂 连额头上都出现了 如小拇指大小的汗珠 杨晨宝越来越不知道 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了 不过杨晨宝却可以确认 他绝对是一个食宝的人 十分钟后 周伟毅放下单方 大呼一口气 着急地对身边保镖说道 赶紧去把老爷爷请出来 这张配方可能只有老爷爷才能看得懂 保镖知道周伟毅的兴趣 也意识到这张配方的严重性 他赶紧跑向楼上 周伟毅便跟杨晨宝聊了起来 聊的都是一些家常琐事 既然杨晨宝不愿意透露单方的作者 周伟毅就不会自讨没趣 还去询问 你是哪个中药师家的人 居然拥有这么奇怪的单方 啊 我不是中药师家的人 我对中药一窍不通 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小老师 杨晨宝真心觉得 周伟毅这个人不算坏 哪怕他是百草堂的老大 可他对于中药的热爱 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医师 医师中虽然也有坏人 可医师中是坏人的比例 却无论如何也要小于普通人群 半分钟后 保镖搀扶着一位年过古兮的老人 从楼上走下来 老人的年纪看起来 比杨晨宝刚刚见到的那名老医师都要大 最起码也有八十余岁 周伟毅十分尊敬这位老人家 他刚一走下楼梯 周伟毅赶紧上前去帮忙搀扶 和保镖一起 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后 坐下后 老人家也不说废话 拿起单方就细看起来 数分钟后 老人家的眼珠子 盯着单方一动不动 一句话也不说 周伟毅小声解释道 小兄弟 你别介意 老爷爷的年纪有些大了 动作要比我们这些壮年慢一拍 不过他在中药领域的发展 绝对是无人可以比急的 杨晨宝点点头表示理解 询问道 周大哥 这是你的父亲 老爷子今年贵更啊 他不是我父亲 是我的祖爷爷 周伟毅看得出杨晨宝脸上的惊讶 说道 老爷爷今年已经121岁了 一 121岁 这可谓是杨晨宝亲眼见到的 岁数最大的一个老人家 十分钟后 老人家放下单方 对杨晨宝轻轻问道 小伙子 这张单方出自何人之手 周伟毅准备为什么 老爷爷去伸出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专心地注视着杨晨宝 杨晨宝很不忍心去欺骗一位 已经超过百岁的老人家 可他若是说出 这张单要是出自孙思淼之手 只怕老人家更不会相信 他说道 老爷爷 你知道孙思淼吗 这张单方 我是从一个自称是孙思淼传人的身上得到的 孙思淼 要王孙思淼 老人家半信半疑地看着杨晨宝 杨晨宝确认的点点头 他长呼一口气说道 如果这真的是要王后人写出来的单方 单方的一切奇怪之处 就好解释了 老爷爷 这张单方到底是真是假 有什么功效 周伟毅对中医之事的渴望 比任何人都强烈 老爷子慢慢地梳理着自己的长白胡 对周伟毅说道 伟毅 如果这张配方 真的出自要王后人之手 那他绝对就是一副真正的失传古单方 可若这是江湖骗子写出来的奇怪单方 我可以断定 起码有八成的几率 配出来的单药是毒药 不是江湖骗子 杨晨宝说道 孙思淼怎么可能会是江湖骗子呢 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失货的人 他自然要极力地 怂恿这位失货的人 将单药炼制出来 他把这张单方交给我 也是希望 我可以交给一个懂单药的人 借此来撞大我们华夏的中医业 而且 这张单方他 送给我分文不取 怎么会是江湖骗子呢 一老一不小 这对祖玄孙 听完杨晨宝的话并没有回答 而是由周伟毅对老人家问道 老爷爷 周伟毅的蓄力丹的配方 又不是毒药 那不仅我们百草堂的名声 会更加的响亮 国内 甚至是全世界的中医行业 都会为之一震的 老人家说完后 停顿了一小话 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伟毅啊 现在的中医业在走下坡路 中医业需要一张新的配方来提神 如果配方是真的 你一定要好好答谢 答谢这位小伙子知道吗 就算是懂得保养的老人家 一下子说这么多话 也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毕竟他现在已经高达120余岁 就算调养得当 还可以再活几十年 可他身体的机能 也大大的不如常人 只怕几十年以后 他就算还活在世上 也会变成一个不能说话 不能行动 不是植物人的植物人罢 除非是如他所说 可以寻找到世传的古代药方 因为古代的丹药是十分强大的 就算不能令人长生不死 可延长几十年寿命 让身体机能恢复到全胜状态 古代的丹药 还是可以办到的 放心吧老爷爷 将老人家送回楼上休息 周伟一又飞奔下客厅来 此时他脸上的表情 就像是即将可以得到 自己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一般 来到杨尘宝身边 他激动地说道 小兄弟 既然老爷爷说 这种丹药可以试着炼制 就代表他 真的有可能是一副古代丹药配方 你能借我几天吗 我想尝试着 把丹药炼制出来 哈哈 周大哥你见外了 我今天把丹药送来给你 就是希望可以知道 这到底是一张真药方 还是假药方 若是真的 我还倒有麻烦 你找人来炼制 因为我对中药行业是一窍不通 就算这张丹药是个宝 在我手里面 也不如一张用来擦屁股的草纸 所以周大哥 丹药我就放在你这里 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丹药是真的 你要告诉我 丹药的效果到底是什么 杨尘宝说的半真半假 他确实对中医一窍不通 他也很想知道 丹药的效果到底是如何 可那个要求方面吗 他当然不止这一个 不过剩下的条件 还是要让周伟一 自己说出来比较合适 周伟一高兴地向着小孩子般 拿起丹药 就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的怀里 生怕杨尘宝会反悔 他虽然是百草堂的老大 本就是黑帮人员 可也正因为他是百草堂老大 百草堂中药集团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他岂能做出抢抢人物的事情呢 他说道 小兄弟 你放心 如果丹药是真的 等炼制出来后 第一个见证丹药效果的人 绝对是你和我 而且 如果丹药是真的 只要你肯让给我 肯出一千万人民币 向你购买 是 什么 一千万 杨尘宝确实是想要点钱来用来着 他最开始的目标是 打算让周伟一给自己十几二十万 自己就把单方当成卖给他了 可他居然直接出价一千万 这他 妈也太逆天了吧 别说是杨尘宝一辈子 就算是杨家所有人 一辈子赚的所有钱 都存到一张卡里 也不可能有一千万这么多 怎么小兄弟 难道你先手 那我给你两千万 周伟一不怕出现 他就怕得不到单方 现在杨尘宝才知道 如果单方是真的 那他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至于他的价格吗 也可以猜想 得到绝对不低 杨尘宝便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而是说道 周大哥 报酬的事情 咱们以后再说吧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确认 单方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假的 我们就算说得再好 也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 对 周伟一迫不及待 他恨不得现在杨尘宝马上就离开 因为杨尘宝一旦离开 他便会立马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他就是一个对中药如此热爱的人 只要有一张新的 好的药方 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也要把新药给研究出来 杨尘宝也没有令周伟一失望 留下一个电话 告诉他带单药 炼成之后 一定要通知自己 便离开了 回到家中 这个时间点 张默已经去健身房健身了 杨尘宝就独自下了一碗面条 草草吃过后 下午便窝在家里看起电视来 一边看电视 杨尘宝也一边在想一个他 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山寨鸡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他出自谁在手 他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强大 可以断定的 他的主人当初制造它的时候 到底是因为什么 而他为什么 又会沦落到自己的身边 杨尘宝曾将山寨鸡里的 所有软件 所有功能 包括手机外表 都检查得一清二楚 除了一个 Made in China 并无其他更多的特色 既然猜不透 杨尘宝就不再去猜 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 被山寨鸡的来历给搞婚了 他相信 只要有一天 自己的实力够强 强到不需要再依靠山寨鸡 自己就绝对能知道他 到底是来自何方 张默是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回的家 带着一篮子的好菜好久回来 虽然昨天杨尘宝答应要教他武功 可直到现在 杨尘宝连武功的直言片语都未提过 张默突然意识到 难道是自己没有好好巴结过师傅 所以他才一直没有教 自己个一招办事 想到这里 张默直接离开健身房 跑到超市去大采购起来 他打算今天晚上做一顿的好的 给自己的师傅吃 再陪他喝点酒 一定要求他教自己两招 来自宝 嘿嘿 师傅 张默提着篮子走进来 一见到杨尘宝就傻笑 杨尘宝半躺在沙发上 一见到张默回来 便打了一个招呼 说道 默默 你去买这么多菜干嘛 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日 还有 以后别叫我师傅 听起来别扭 是 师傅 张默还是傻嘻嘻地笑着 走进厨房里去 不一会儿 厨房就传来切菜的声音 平时张默下厨的话 杨尘宝也会在旁边给他打个帮手 毕竟杨尘宝在张默家里住了这么久 白吃白喝了这么久 张默一直都没有提过租金的事情 连买菜的钱都是他自己垫上的 杨尘宝虽决定发工资以后 一定会把钱给他 可在发工资以前 他会好意思一直在家里吃白饭吗 可今天杨尘宝却不打算帮张默打下手 因为他看得出来 张默傻嘻嘻的笑容中 似乎有另外一层含义 那孙子今天买了一大篮子好菜 不是想堵死自己 就是想巴结自己 如果是堵死自己 自己还要给他打下手的话 岂不是被人卖了 还帮人输钱 杨尘宝可不干这种傻事 若是张默想巴结自己 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去给他打下手了 张默一直在厨房里 从五点半忙到六点钟 这才呼喊杨尘宝准备吃饭 而杨尘宝则从沙发上面跳起来 屁颠屁颠地跑去厨房 他一看 今天的菜色还真挺不错 四菜两汤 还几乎都是荤的 这张默平日里 不是很控制自己的荤食量吗 怎么今天一下子 买这么多肉类回来吃 杨尘宝帮忙盛饭 将菜端出去 杨尘宝则准备来两个小杯子 拿出一瓶茅台酒 放到桌子上 对杨尘宝道 师父 今天我陪你喝两杯 杨尘宝一看 居然是茅台酒 哪怕是低级的茅台酒 价格要比飞天茅台低上不少 可这一小瓶 一样抵得过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了 今天张默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是中邪了 正所谓不喝白不喝 杨尘宝立即把杯子递过去 任由张默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随后他接过杯子 一斤装的茅台酒 在不到半个小时内 就被两人喝去大半 酒过三巡 菜也吃了大半 张默突然对杨尘宝问道 师父 你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教我武功啊 杨尘宝的酒量不错 可喝了近半斤白酒 他的脑袋还是有点昏昏沉沉的 他这才知道 原来张默是打的这个主意 看来要是自己不教他两招 他是不可能放过自己了 可是 杨尘宝有什么资格去教别人 他的舞技 在平日里根本使用不出来 只有在跟别人对战中 才能本能地使用出一些招式 就比如说 你要是让他现在表演个什么扫堂腿 猴子偷逃之类的招式 他绝对使用不出来 可你要是让他现在跟李小龙打上两场 别说是扫堂腿和猴子偷逃 以他现在酒集舞技的能力来说 就是白鹤斩翅 也不在话下 可既然杨尘宝已经答应过人家要教他武功 他总得做做样子 教张默棘手才行 他回答道 你什么时候不叫我师父 我就什么时候开始教你武功 是 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师父了 师父 张默明显喝得已经有些醉了 开始语无伦刺起来 最后居然将整个头给整到桌子上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要是说起喝酒 张默是肯定比不过杨尘宝的 他本来就不经常喝酒 而杨尘宝在家乡 可是喝自家泡的果酒 果酒的度数 可要比城里的白酒度数高得多 喝张默完全就跟玩意儿似的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 可要是一整个通宵 都趴在客厅桌子上睡觉的话 绝对会感冒 杨尘宝便把张默给驮到了 他自己的房间中去 再回到客厅 将碗筷收拾完毕 也回了房间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 杨尘宝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在想自己明天早上 终于可以起来得晚一点了 因为张默喝得那么烂醉 明天早上六点钟肯定起不来 可真正到了今天的六点钟 那股熟悉的音乐声响起 杨尘宝这才知道 无论风吹雨打 无论天寒地冻 都是不可能打得消 张默早上要起来练习瑜伽的念头的 张默不傻 昨天晚上虽然喝醉了 可他却记得杨尘宝说过的话 刚吃完早饭 张默立即说道 嘿嘿 宝哥 你昨天说了 只要我不叫你师父 你就肯教武功 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吧 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师父了 宝哥这个称呼 总比师父听起来顺耳得多 而杨尘宝反正也打算再怎么样 也要一葫芦画瓢教张默两手 便也不拒绝 说道 我教你武功 以前我必须得跟你说明一下 学武功是很刻苦的一件事情 当初我父亲对我十分严厉 我今天才会这么厉害 我不管你以后会不会变得很厉害 可你 若是要我教你武功 就要做好接受严格训练的心理准备 明白吗 杨尘宝原以为说完这番话 至少能打击一下张默的积极性 可没想到 张默的脸色却变得越来越亢奋 激动 他严肃地说道 是 宝哥 两人一起走到小区门口 刚准备小跑步去学校 杨尘宝突然想起 自己搬到这里的第一天早上 跑步去学校的场景 那个时候 自己总是被张默甩得远远的 速度根本比不上张默 可就在前几天 这种情况却转变为 张默被自己甩得远远的 若是自己不等他 他根本不可能和自己 一起步入学校的大门 从今天起 你从这里慢跑去学校 改成冲刺去学校 我也不要求 你用刘翔跨栏的那速度 只要你能跟追得上我 别被我甩得太远才行 说吧 杨尘宝便向前方快速地移动起来 他还特意地控制了自己的速度 如果他是撒开脚丫子 全力奔跑的话 以前从张默甲跑到学校 杨尘宝需要20分钟 还会累得跟一条哈巴狗一样 可现在按照他的角力 只需要10分钟不到 并且整个过程 还轻松加愉快地快 就跟散步消耗的体力一样 体力的损耗并不大 杨尘宝倒是在前面 犹如散步般跑的兴起 后面的张默 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般 全力追赶他 张默一冲刺起来 速度一旦快起来 杨尘宝的速度就会更快 始终保持跟张默两米以上的距离 而张默的速度一旦慢下来 杨尘宝也跟着慢下来 至多至多不会超出他的五米外 一追一赶 两人倒比平时少用了五分钟 就来到学校 到达学校门口后 杨尘宝一边整理自己的衣服 一边检查自己应该带来的东西 带来没有 而张默则半蹲在地上 将舌头伸出来 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脸上的汗水也不停往地下滴去 不过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聚集在张默下巴下方的 那块地上的汗水 居然就足足有一个手掌大小了 哎 默默 你的体力还需要再多锻炼一下 你看看我 多轻松啊 杨尘宝恬不知耻地说出这句话 其实若是没有山寨机的增幅 他从家里快跑到学校来 绝对不会比张默轻松多少 不过绝对还是要比他轻松一些 张默虽然在速度上 叫杨尘宝有优势 可杨尘宝在耐力上 却也比他杰出 就算没有山寨机的增幅 杨尘宝的耐力也一样 只比张默强而不比他弱 等到张默休息好 两人便一起往学校里面走出 可今天张默并不同往日班 和杨尘宝在教学区域 和活动区域的路口道别 而是和杨尘宝一起走上教学楼二楼 来到一年级教学老师的办公室 走进办公室 张默那双小眼睛 立即在整个办公室徘徊过去徘徊过来 杨尘宝还以为是他热在找空调 便告诉他空调在最里面 可张默来到孟家女校这么久 来这间办公室的次数也不少数 难道他会不知道空调在哪里吗 只见他好不容易看见张晴薇 乐狠狠地盯了杨尘宝一眼 他立即跑过去 边跑还边委屈地说道 威姐 杨 杨尘宝他虐待我 看见这一幕 杨尘宝只能用两个字 来形容自己的内心感受 我 操 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 张默终于向张晴薇哭诉完了 心满意足地走出办公室 像属于他们体育老师的 室外老师办公室行去 而张默刚走不久 张晴薇也带着一脸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武功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 刚会 刚会 杨尘宝在背地里 是已经骂死了张默了 自己好心好意 教他锻炼身体 他居然在张晴薇面前 告自己一状 哼 听说你答应了 焦默默和郭老师武功 张晴薇再次追问道 杨尘宝无奈地点点头 其实他是一点也不想答应的 他要是真会武功也无所谓 可问题是 他不会啊 那好 我也要学 张晴薇变脸的速度比翻书好快 前一秒杨尘宝都还以为他要骂自己 可这一秒 他居然开心的 说他也要学武功 这到底是个什么形态啊 女人啊女人 果然不是男人可以读懂的生物 张晴薇要学武功 这个问题 可没有张默和郭元明 要学武功那么简单 杨尘宝是答应好呢 还是不答应好呢 思考不到一秒钟后 杨尘宝立即说道 好 教张晴薇武功 不代表杨尘宝 要像虐张默一样虐他 武功分为很多种 学习武功的方法 也分为很多种 在教导张默和郭元明的时候 杨尘宝可以严厉一些 可在教导张晴薇的时候 难道杨尘宝就不会温柔一些吗 教他武功 就和他多了一件共同做的事情 对于杨尘宝来说 这也是一种 拉近两人关系的方法不是 听杨尘宝说肯教自己武功 张晴薇高兴得不得了 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高兴 自己可以学武功 还是在高兴杨尘宝要教他武功 或者是高兴杨尘宝没有拒绝他 两人又在办公室内闲聊一会儿 聊了一些关于前天郭元明被打 杨尘宝在医院内 把那位打倒郭元明的人 一拳击败的事情 关于昨天 杨尘宝在小区门口 被邹南利偷袭 和遇见神秘白衣人的事情 他倒是隐瞒了起来 毕竟被人家给打倒了 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心中女神知道呢 何况 邹南利和神秘白衣人不出意外 应该都是异能者 自己能把异能者 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秘密 告诉给普通人吗 先别说说出去以后 会不会对异能者群体有什么影响 只怕自己倒先会被认为是神经病吧 短暂的生气一事过后 杨尘宝回到C班去讲话 告诉他们 有关于这个礼拜的四五两天会月考的事情 女生们的表情都痛苦得很 可杨尘宝却是越看他们越觉得可爱 曾几何时 自己一听到要考试 也是一脸苦瓜相 想起当时的生活 也还是蛮有意境的 全班总共40个人 也不是每个人都害怕考试 至少学习委员颜文怡和马曼荣 一点都不害怕 前者是对自己的实力 有充分的自信 而后者是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充分的负自信 他相信自己这一次 就算拿不到倒数第一名 也绝对是在倒数二三名左右 分数多少 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对于他来说 分数再高 能换得来一个LV的皮包吗 与其分数拿得高 还不如在父亲面前撒娇撒得好 反正他父亲也从来就没有规定 他哪次考试 一定要考多少多少分以上 早上第一节杨尘宝的课是在一班 铃声响起后 他嘱咐女生们 上课一定要听话一些 便走出C班来到一班 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 他不管是和C班还是E F班的学生们都已经混熟了 至少叫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他都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哪有当初一旦要点谁起来回答问题 还需要说多少注的多少排 搞得每次被抽起来回答问题的同学 都有一种中了大奖的感觉 只不过这种大奖 他们都不想要罢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吃饭时刻 由于郭元明还在医院里躺着 没人陪张默吃饭 杨尘宝和张晴威一起去吃饭的话 也特意带上张默一起 当然 这个决定是张晴威下的 张默和张晴威坐在杨尘宝的对面 杨尘宝一边用筷子 往自己的嘴里送饭和菜 一边挑着眉毛钉张默 他说道 默呀 你对我的训练方法是有意见 还是有建议啊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 直接来跟我说 跟晴威说算什么本事 张默没想到杨尘宝居然会如此大胆 居然敢在张晴威面前公然骂自己 要知道以前 一旦杨尘宝欺负张默 张默总会去找张晴威 而张晴威每一次也都会替张默报仇 可今天这杨尘宝 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还是怎么回事 不仅早上敢欺负自己 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吃个午饭 还是和威姐坐在同一桌 她居然敢公然 挤兑自己 威姐 张默鼓着嘴去看张晴威 示意她帮自己对付杨尘宝 这次张默的如意算盘可打空了 张晴威看着张默甜甜一笑 说道 是啊 是你自己要跟小宝学武功的 学武功本来就很累 和起伙来欺负我 趁老郭不在就欺负我 好一段 好一段神仙侠掠 原本张默是打算说 奸 负 赢 负的 可这种玩笑 在杨尘宝面前开一开 倒无所谓 在张晴威这个女人面前 却说不得 张默是一个十分有分寸的人 知道什么玩笑该开 什么脏话该说 而不该开的玩笑 不该说的脏话 她也绝对不会说 张默原本是想骂杨尘宝和张晴威 和起伙来欺负自己来着 可她的话一说完 张默真不是有意的 要撮合杨尘宝和张晴威 哼 你别想了 威姐是我的 张默将她的牵牵御手 搭在张晴威的肩膀上 挑衅地看着杨晴威 对于张默会时不时地 对张晴威 做出一些亲密的举动这件事 杨晴威早就细以为常 她知道 两人之时朋友之间的亲密而已 而张晴威也一直是 把张默当成自己的姐妹 才会准她摸自己的脸啊手啊之类的 可这一次 张晴威却轻轻地打了张默的手一下 喝道 你个小流氓 把你的咸猪手给我拿开 我猜不是你的呢 哎 威姐 咱们都姓张 多有缘分啊 你就算不帮我也不能去帮 对面的姓杨的啊 张默抗议起来 不过很明显 她的抗议不大有效 张晴威说道 那要照你这么说 我觉得 你应该去找张学友帮忙 找我没用 好 你们狠 张默气鼓鼓的大口大口的炮饭 不在李杨晨宝和张晴威二人 这倒是把二人逗得哭笑不得 他们都知道 张默只是在开玩笑 故意做出一副生自己气的样子 可他的演技又特别好 可以断定的是 除非是一顿饭吃完 否则他在吃饭期间 是真的不会再跟杨晨宝 或者张晴威说任何一句话 吃完午饭 杨晨宝刚打算和张晴威 回办公室去休息一会儿 一向欠揍的张默 却无论说什么 也不准杨晨宝离开 他非要杨晨宝教他武功 杨晨宝在心里想 看来是这孙子早上还没被虐够 便让张晴威先回去休息一下 他对张默说道 先来个热身运动吧 去操场跑五圈去 杨晨宝敢发誓 这绝度不是自己在故意虐张默 而是以张默的体力来说 五圈他绝对抗得下来 连杨晨宝都不回办公室 张晴威也是真的很想学武功 他倒也没有回办公室 而是对杨晨宝说道 干脆我也去跑步吧 你从今天开始教我武功怎么样 说完他甜甜一笑 向操场跑去 张晴威是一个女人 张晴威就已经出现了细汗 第二圈跑完 他就几乎开始靠走的了 杨晨宝实在不忍心他这么累 就也跑下操场拦下他 对他说道 晴威够了 你不是非要和默默一样 跑五圈才行 只要起到一个热身的作用就够了 啊 好 张晴威深呼吸一口气 和杨晨宝一起走上座台 去看张默一个人 在烈日中在操场上飞奔着 光飞奔还不够 杨晨宝还不停地告诉他 加速加速不停地加速 也说不上杨晨宝到底是想锻炼张默 还是虐待张默 总之 各种不同运动 不同的锻炼方法 就是杨晨宝唯一能教张默的东西 让杨晨宝耍几招花把式 他不是耍不出来 毕竟他也看过动作片 可这些花把式交给张默 有什么用 以后出去 还不一样是被人揍的份 可让他努力地锻炼身体则不一样 就算不能把他训练成为绝世高手 也至少可以 把他的身材练得魁梧一些 这样以后出去 要是真不小心和人家打起来了 也至少可以凭借身体优势打倒对方 小宝 咱们开始吧 你先教我几招 等默默跑完以后 你再教他吧 张晨薇显得高兴得很 由自己喜欢的男人 手把手地教自己武功 就算张晨薇对武功本身一点兴趣也没有 可杨晨宝在场 他也心甘情愿了 锻炼张默和郭元明 杨晨宝可以让他们不停地运动 不停地劳累自己来突破自己的极限 可这种方式 绝不会适用于张晨薇 他问道 杨晨宝无奈 悄悄地在脑海里联系起山寨机来 选到人物技能学习模式 找到李小龙 他立刻进入了虚拟空间去 刚一看见李小龙 他立即说道 龙哥 赶紧 你赶紧教我两招简单易懂 又不耗费能量值的武术招式 我有急用 这个方法 杨晨宝早就想到过 自己学一招 便教张默和郭元明一招 可想通后 他却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 若是武术轻轻松松就可以学会 那世界上 岂不是人人都是高手了 所以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教导张晴薇 由杨晨宝在虚拟空间中 学会几招简单而且实用的招式 再回到现实世界 交给张晴薇 这也是唯一一种 不会让张晴薇太劳累 也能够让他学会自保之术的方法 自从上次杨晨宝告诉李小龙 他后人的生活现状后 李小龙也早就已经 把他当成了朋友对待 杨晨宝和他在一起 学了那么久的武技 不仅是在杨晨宝自己心里 在李小龙心里 杨晨宝一样 算是他半个徒弟 师父教徒弟功夫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为何非要收取能量值 李小龙简单地打了两招 杨晨宝牢牢将他耍出来的招式 记在自己的脑海中 对李小龙说了一声谢谢 杨晨宝立刻退出虚拟空间 虽然在虚拟空间中 杨晨宝待了近半个小时 可在外面 时间不过刚刚过了一秒罢了 也就是张晴薇兴奋地点头 表示自己真的要学武功的时候 那好吧 只要你不怕吃苦 我就先教你两招吧 说吧 杨晨宝首先站起来 往羽毛球场走去 操场的太阳太过爆裂 而坐台上再怎么看 也不像练习功夫的地方 张晴薇和杨晨宝 一起来到阴凉的羽毛球场边 杨晨宝先教张晴薇 如何扎纹马步 教他如何握拳 别看只是些最基本的事情 可对于学武的人来说 往往是最基本的功夫 影响日后的修为 影响得最多 就比如说握拳 不过是将五根手指握在一起罢了 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握法 有的人喜欢把大拇指 放在食指前面 有的人却喜欢把大拇指 放在食指下面 甚至是中指下面 前者大多都是 以纸面去攻击人 而后者却是以中指凸起的地方 去攻击人 前者的攻击力较小 可对自身的伤害也更小 后者的攻击力较强 往往一拳就能制服住敌人 但对于自身手骨的伤害 也比较大 杨晨宝就在羽毛球场的边上 教起张晴薇功夫来 过往的学生 大多停下脚步来看待着 奇怪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师 而有些原本在玩羽毛球的学生 也停下手中的动作 而张晴薇一起练习起来 当张默拖着疲惫的身体 上来找寻杨晨宝和张晴薇之时 杨晨宝早已经教了张晴薇好几招了 至于张晴薇能记住多少 还得看他自己的领悟力 正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明师出高徒这句话的意思 也必须得是拥有一个高徒才行 张默一上来 见到张晴薇 已经开始在正式接受训练了 而自己早上从家里累死累活的 跑到学校来 刚刚又累死累活的 在操场上飞奔了五圈 杨晨宝却一招办事 都还未传授给自己 张默立即不干了 他抗议起来 宝哥 你这不地道啊 凭什么我要去操场跑五圈 才能开始练功 而威姐只需要陪你聊会儿天 你就开始教他 这一句话 倒是把张晴薇也说得有些脸红 他还真的是属于那种走后门 所以杨晨宝会首先指导他的角色 面对杨晨宝的原派弟子张默 张晴薇确实有点不好意思面对他 可杨晨宝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道 谁让人家晴薇是美女呢 你如果是美女 我也可以先教你啊 你说对吗 晴薇 这一次 张晴薇附和着杨晨宝式的点点头 倒是把张默给整得更郁闷了 张晴薇和张默一起在阴凉处 接受杨晨宝的训练 说是训练 也不过就是简单的扎马步 挥拳 收拳罢了 不过单单是这三项 学校下午的课程是从三点钟开始上 而杨晨宝让张晴薇和张默只练习到两点钟 便嘱咐两人各自回办公室休息 要是他们一直在羽毛球场练习到三点钟 而一直不睡觉的话 只怕他们下午会连上课的精神都没有 练功虽好 可不要耽误正常的工作才行 杨晨宝也趁机回办公室去睡了一会儿觉 他下午的课程可是繁忙得很的 连续两节都有课 何况他晚自习虽然没课 他却要一直坚持到学生们下课回寝室后 他才能走 他中午的休息是必然的 下午放了学 张默这孙子居然还赖在学校里不肯走 非要杨晨宝再教他两手 而杨晨宝依旧没有钱去食堂吃饭 反正学生要在六点钟左右才会给自己带饭回来 他就索性和张默一起来到操场 一样是鞭策他跑五圈以后才开始教他招数 今天的晚饭要稍差一些 毕竟不是每个学生家里都有马曼荣家那么有钱 何况现在更是月底 学生们的生活费也所剩无几了 今天的晚饭是沈静带的 却是一婚两宿 杨晨宝能不敢动吗 坚持到晚自习下课 杨晨宝小跑步回家 回到家中后 却发现张默这孙子既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睡觉 而是在阳台上练习起自己下午教的那几个新招式来 这一点倒是深深地触动了杨晨宝 他原以为张默是出于玩票性质才会选择和自己学习功夫 可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刻苦 他是真的想要变强 杨晨宝没有打扰张默 悄悄地走进浴室去冲了一个冷水澡 洗完澡后 杨晨宝会觉得他是一个十分的孩子 可今天早上已被瑜伽声音吵醒 杨晨宝的脑海里只有一个疑问 这孙子怎么一天怎么忙啊 以前没有跟自己学习功夫的时候还好 可现在跟自己一学习起功夫来 他早上要起来练习瑜伽 然后做早饭 又要飞奔去学校 然后上课 搞不好中午和下午放学他还要练功 晚上回家后还要练功 他也太刻苦了吧 张默既然如此努力 杨晨宝也不能放他的鸽子 说要教他功夫 杨晨宝就会好好教他 起床后 杨晨宝并没有急着出房门 而是进入虚拟空间 又跟李小龙学习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功夫 杨晨宝这才回到现实世界 此时的时间也才刚刚过去了一分钟不到 走出房门 张默又在练习那个狗撒尿的姿势 这个姿势是杨晨宝最不待见的 要是一女的练习这个姿势 或许杨晨宝还会觉得他十分性感 十分有诱惑性 可让张默来练习这个姿势 他真怕张默忍不住会飙出尿来 吃过早饭 杨晨宝又和张默一起快速跑去学校 今天张默和昨天一样 到达学校门口的时候一样 被累得像一条狗似的 半蹲着休息数分钟后 两人这才一同走进校门 不过今天张默没有傻到 还去找张晴薇诉苦 因为他知道 现在张晴薇已经完全和杨晨宝战成一派了 他们不一起和骑火来欺负自己就好了 哪还奢望他会帮助自己 距离月考每近一天 学生们的脸上都多一份凝重 杨晨宝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 或许除了马曼蓉这种 对学习完全不屑一顾的人之外 就算一个再疯的学生 学习成绩再差的学生 对自己的分数都十分在意 他们之所以显得闷闷不乐 是害怕这个礼拜的月考 会考得不如意 不知道该怎么向老师交代 怎么向父母交代 身为班主任 杨晨宝不仅仅要教导学生们学习 教导他们走上正途 也一定要教会他们 如何正确地看待考试 若是他们一直对考试有阴影 以后还怎么参加高考 而每年因为害怕高考失利 而真正失利的学生也不少 杨晨宝一定要杜绝这种事 发生在C班的任何一个学生身上 同志们 月考不是上行场 也不是让你们去送死 月考只是检测 你们这一个月所学的知识 理解的如何而已 考得分高 代表你对这个月所学习的内容 吸收得很好 而考得不好 也只不过证明 你还没有消化完这个月的知识而已 这又有什么 大不了下个月来过 月考不是高考 人家高考每年都还有一次的机会 更何况我们是月考呢 杨晨宝运用着自己的独特语言 为学生们打起气来 因为他相信自己 总是说一些前辈老师老一套的打气词 他们绝对已经免疫了 不仅不会有缓解压力的功效 更是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说的全都是废话 马曼容的一句话 很好地表现出了杨晨宝的这番话 在学生们的眼里 绝对不是废话 他说 杨老师 你才是同志呢 我们不是 哈哈哈哈 底下的学生们都笑作一堂 不管如何 这也是杨晨宝今天来的学校 第一次看到学生们的微笑 只要能让他们每天都开心地笑一下 就算被马曼容挤兑又如何 反正他也没有恶意 记住 月考不是什么大事 说句实在话 要是学校允许 我完全不希望你们参加月考 干嘛非要浪费这两天时间来填一些ABCD呢 多学习几篇新课文不是挺好的吗 考试吗 期末一次就够了吗 杨晨宝倒是说的极具感情 因为他在读书那会儿也十分讨厌月考 就连期末考也一样讨厌 对啊对啊 干嘛要月考啊 真讨厌 月考不要 期中考不要 期末考也不要啊 学生们都抱怨起来 看起来他们的心情很不好 可杨晨宝却知道 他们抱怨过后 心情会更好 至少他们会把心中压抑的事情 给大声讲出来 这总比一直压抑在心里的效果 要好得多 最后 还是马曼容的一句自言自语的话 hold住了全场 哎 月考零分 期中考零分 期末考零分 也不知道老爸会不会生气啊 应该不会吧 我向来都不做考试卷的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时间悄然度过 新的一天 杨晨宝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打来电话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上一礼拜天见过面对周伟毅 打电话的内容也很简单 邀请他星期六去周家别墅 观看丹药试用效果 对于丹药的效果 杨晨宝比周伟毅都还急着想知道 若不是这几天要上课走不开 他恨不得现在就去周家别墅 答应下来后 杨晨宝便往C班行去 今天是星期三 月考的前一天 学生们经过昨天早上杨晨宝打气后 这两天表现的倒也比前两天开朗很多 至少不会一走进教室 一想起星期四 星期五要月考 就满脸的苦瓜相 而为了让学生们 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参加考试 这节晚自习 杨晨宝索性不上课 让孩子们自己自习 或者是自己玩 总之 只要他们明天参加考试的时候 不会有压力 这节晚自习 他们干什么都行 前半节课 学生们都还知道 要看会儿书 复习一下 为明天的考试备战 可后半节课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窃窃私语起来 整个教室内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而说话的人倒是越来越多起来 虽然杨晨宝是认为 只要不让他们有压力 让他们现在讲一会儿话也无妨 可偏偏有些同学讲话的声调高了几度 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想看书的同学 杨晨宝便提醒道 可 讲话讲得火热的小马同志 把你的音量调小一点 别影响其他的同学看书啊 马曼容不满地看着杨晨宝 哼了一声 又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可他最后讲话的声音倒是小了起来 临近放学 广播通知上想道 请各位同学注意 重复一次 请各位同学注意 原本气氛还算愉快地班级内 被这一则广播给搞得人人又埋怨起来 又要班书回去 累不累啊 这么多书怎么扒啊 那些老不死的也不自己来班试试 杨老师 我们可不可以不班书回去 对于这种问题 杨晨宝的回答只有一个 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同志们等会儿下课后 就把书给班回寝室去 以防某些人在考试的时候想作弊 给他提供了素材 说着说着 杨晨宝的目光也不知觉地 一到马曼蓉身上 没错 他的前台词就是在说 马曼蓉会作弊 这并不是杨晨宝不给马曼蓉面子 经过一个月的相处下来 他早已经摸清楚了马曼蓉的性格 只要别让他学习 什么事都好说 而且 他也是一个十分活泼开朗热情的女生 和自己的关系又怎么好 自己时不时地挤兑挤兑他 不仅不会令他自尊心受损 更有可能和他的关系更上升一些 学生们再次埋怨起来 本来他们就讨厌考试 考试前一晚上 要把所有的书给搬回寝室去 学校里又没有个男生啥的 都得女生们亲自动手 连普通学校的男生们 搬书回寝室都得累得够呛 何况是这些柔弱的小女生 所以 他们不埋怨才怪呢 随着埋怨的学生越来越多 杨晨宝也不忍心起来 加上练习册 作文书之类的书籍一起 可是有十好几本书 让这些小胳膊小腿的孩子们 如何抱得回去 恐怕一次两次都还搬不完 要在寝室和教室间 来回往返几次 才能把所有的书籍 都给搬回寝室去吧 若是让杨晨宝来做主 他绝对不会让孩子们搬书回去 可这是上头的命令 他也不得不服从 见到女生们哭丧着脸 杨晨宝也狠心 说道 这样吧 要是等会儿谁 真的搬不动太多书 我也可以替他搬 这样 你们总没意见了吧 相信这种福利 在全校也只有一年级C班的学生们 可以享受得到 因为其余班的班主任 就算有这个心 可他们有这个力吗 搞不好 有些班主任的力气 还没有学生大呢 耶 杨老师万岁 班级里再次躁动起来 在他们眼里 有杨老师就是好 不仅能为阴盛阳屋的班级上 增添一抹阳刚之气 还可以在上语文的时候 饱饱眼福 让女生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也能看见雄性动物 虽然食堂也有男性 可他们都是大叔级别的人物 能跟杨晨宝相媲美的 最最重要的是有杨老师在 一切的粗活累活 都可交给他去做 最典型的 莫过于让他帮自己 学生的书籍 全给弄回寝室去 否则让他们劳累 把书搬回寝室去 再让他们看书温习 他们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 若是不能保证良好的睡眠 明天又何谈取得良好的成绩 距离下课越来越近 有些班级的学生 已经抱着大包小包的书 开始往寝室行去 因为他们不可能一次性 将所有的书都给带回去 必须得分为多次才能完成 为保证休息的时间不受到影响 他们只能趁还为下课 就开始往寝室搬书了 倒是C班的人一点都不急 整层楼的班级都开始行动起来 只有C班的学生们 还安静地在自己的教室内自习 有很多别班的学生 都心里暗自猜疑着 难道这C班的新班主任 这么不尽人情 非要下课 才准学生报书回去 若真是这样 恐怕等到教学楼熄灯后 他们都还不见得 能把书搬完呢 叮叮叮 下课铃声响起 班长纪小莹打开教室大门 首先从门内走出来 许多C班的学生 他们手里都是空的 一本书都没有 正在其他班过路的学生 猜测他们是不是早就 已经把书搬回寝室去了之时 从门口里往外伸出一只手臂 初步估计应该是男人的手臂 因为看起来虽然瘦 可相比起女人的手臂来 还是要粗大一些 最要紧的是一般的女人 能有那个力气吗 不对 就算是普通的男人 也不可能拥有那么大的力气 只见那只手臂上 整齐地放了一排四本书 四本书只是一排的数量 而数排却足足要超过二十排 也就是说 这只手臂上放了 起码超过四十本书 手臂越伸越长 终于露出了主人的真面目 只见杨成宝 小心翼翼地从教室内走出来 不仅仅是 刚刚被别班学生们看见的 那只手臂上有书 就连另外一只手臂都是一样的 依旧是一排四本书 总共超过四十本书 也就代表 他两只手臂 总共承重了超过八十本书 八十本书的重量 也就在四十到五十斤左右 一个成年男子 可以轻而易举地 抱起四五十斤重的东西 可要看清楚 那是抱起 而不是举起 特别是两只手还各朝一边 一只手承重二十多斤的横向举起 并不是杨成宝傻 也不是他向展示自己的力量 有多强多强 而是若是想一次性携带八十本书 是绝对不可能把他们重叠起来 抱在胸前的 因为八十本书隆起的高度 足以遮挡住他的视线 要是连走路都成问题 那抱再多的书有何用呢 何况杨成宝一点也不觉得 横向附重二十斤 对于自己有什么影响 重量是肯定有的 可杨成宝的力量更大 一只手横向附重二十斤 只要可以保持平衡 他有自信 可以将全部书籍 都送达女生寝室去 杨成宝快速地在教室 和寝室的中途走着 他的身边随时都围绕着 七八个C班的小女生 这些小女生 可不是来给杨成宝加油呐喊的 也不是来欣赏杨成宝惊人的臂力 他们未围绕在杨成宝身边的 唯一原因就是 他们要帮助杨成宝 控制住书的平衡 让杨成宝 就算在下楼梯 或者上楼梯到时候 也不会因为双手臂 不能保持完美的平衡 而导致书籍掉落下去 就这样 杨成宝总共在寝室和教室 来来回回三四次 才将教室里的书籍 全都搬去了女生寝室 也并不是每个学生 都需要他来帮忙 至少铁牛就不需要 而且他还会去帮 其他同学的忙 有的女生 也只让杨成宝分担了一小半 剩下的书 他们则自己搬回寝室 剩下的只有对C班学生的 羡慕极度恨 羡慕极度C班的学生们 有一个好老师 居然会替他们颁厚重的书 而恨的却是 杨老师是他们C班的班主任 而不是自己颁的班主任 颁完最后一批次的书 就算牛逼如杨成宝这种人物 他也累得够呛 双手都感觉有点僵硬了 反正现在还早 他就留在女生寝室小坐了一会儿 对班长纪小莹说道 小班长 老师麻烦你个事 能给老师倒一杯水吗 晚上虽然要比下午凉快不少 可总体给人的感觉 还是十分闷热的 从教室报了几百本书 到女生寝室 杨成宝不觉得口渴才怪 班长纪小莹 十分乖巧地拿起自己可爱的杯子 就去热水供应处 替杨成宝接饮用水 而一些懂事的孩子 便上前来给杨成宝捏肩锤腿 毕竟今天若是他 可能腰酸背痛腿 差一点抽筋的人 就会是他们自己了 一名替杨成宝捏手臂的女学生问道 杨老师 你的臂力好惊人 你平时是怎么锻炼的 我怕郭老师跟你比臂力 都比不过你吧 这倒是实话 就算猛男如郭元明 可说起臂力 他也拍马都追赶不上杨成宝 毕竟杨成宝现在可是有九级的力量 比常人一级的力量高了整整九倍 就算是猛男郭元明的力量 想必也顶多只有二三级吧 李妮虽然比较调皮 可为人也十分靠谱 今天他可是把全部的书籍 都交给杨成宝替他班 所以来给杨成宝按摩作为答谢 还未等到杨成宝大吃一惊 更让他大吃一惊的话 却从马曼蓉的嘴巴里说出 小妮 你怎么这么天真呢 男人看小电影最多只能锻炼到一只手臂 但我们的杨老师可是两只手臂都很强哦 哦 杨老师 你不会习惯用两只手一起锻炼吧 杨成宝顿时绝大亚历山大 一股无力感从他的内心深处 慢慢渗透进他的每一丝肌肤 现在的女学生哪来这么早说啊 居然连男人看小电影能够锻炼臂力都知道 是哪位大能告诉他们的啊 距离月考第一课开考只剩下15分钟 而第一堂考试的科目正是语文 杨成宝又恰巧被分配到 与地理老师郑燕一起兼考C班的语文 此时 他就像一个即将送别孩子上战场的父亲班 看着坐在教室内的孩子们 语众心长地说道 同志们 见证你们实力的时刻就快来临了 你们兴奋吗 这种欠揍的开场白 立即惹来全班女生的集体白眼 就算是学习成绩最好的颜文仪 也一点都不喜欢考试 杨成宝居然还这么去问 见学生们都不回答自己 杨成宝故作伤心壮 坐在椅子上 沧桑地说道 哎 第一堂课就要考语文 同志们啊 这次的考试不仅仅是见证你们的实力 也是在考验我的实力啊 我第一次当老师 你们这次考试的语文分如果拿得高 就代表我还算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我讲的课你们都听得懂 可这次若是你们考杂了 哎 我这个老师就当得十分失败啊 这次的话明显比上一句 更能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和联系 特别是马曼蓉 他居然站起来说道 杨老师 你放心吧 就算我其他科目的考试卷子 连名字都不填 马上要考的这堂语文 我也绝对尽力写完它 这是马曼蓉给杨成宝打的气 也是给全班学生打的气 一个向来学习成绩都是垫底的人 都不惧怕考试 这些学习成绩比他好的人 还有惧怕考试的理由吗 十分钟后 郑老师带着封闭好的语文考卷 走进C班 他今年已经三十余岁 从教十多年 兼考过的考试不计其数 他拥有比杨成宝多无数倍的经验 一走进教室 他对着杨成宝微笑点头后 便对学生们说道 大家安静一下 你们的班主任杨老师也在这里 我就不说什么废话了 我就提醒你们一点 千万不要抄袭 千万不要作弊 教室后面的监控器 在考试阶段是全程开启的 要是被发现抄袭 或者作弊 是会被计零分的 虽然月考不重要 可我相信 没人希望自己的分数 是一个灵光蛋吧 郑燕说完后 再次微笑了一下 便把考卷放到讲台上 而他自己 则来到教室后方的椅子上 看起杂志来 监考老师在监考的过程 是十分无聊的 一堂语文考试 有120分钟 监考老师不可能120分钟 都神经兮兮地盯着学生们 他们也需要拿一份杂志 拿一份报纸 来消磨消磨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 明明一个监考老师 就能够监控全场 却需要两个监考老师 来监考的原因 三分钟后 广播想起提醒学生们 在考试时 需要注意的事项 广播结束的最后一刻 他提醒监考老师们 可以分发试卷了 杨成宝就打开封闭好的试卷 美书五章便分给一个小组后 保证每个人都拿到考卷后 杨成宝则回到讲台上 安静地看着C班的学生 做起考卷来 或许是杨成宝 第一次当班主任的原因 看着C班的学生们做考试题 他一点也不觉得无聊 他还觉得很享受 每当看到 一个学生下笔如有神 对于每一道题都了如指掌 一点也没有为难住他 杨成宝就会很高兴 而每当看到哪位学生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杨成宝就万分焦急 因为他知道 是那位学生 遇到了什么不能解决的难题了 他恨不得飞奔过去 告诉那位学生 那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可他能这么做吗 当然不能 在月考上杨成宝 是可以依靠自己的方便 告诉学生们一些答案 可在高考场上 他行吗 答案当然是不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杨成宝还是乐此不悖地 看着学生们做题 突然 马曼荣停下手中的笔 十分痛苦地 用双手撑起自己的脸 眼巴巴地望着杨成宝 见杨成宝 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 马曼荣立即 在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什么 写完后 又示意杨成宝过去 杨成宝走过去 马曼荣小心翼翼地 将纸条递给他 示意杨成宝看 而杨成宝当然知道 不能在监控器下 公然看考生给自己的纸条 他便走回讲台上去 打开纸条 只见上面如是写着 杨老师 斗鹅冤的作者是谁 生活在哪个年代 上次你给我说了 但是我忘了 你赶紧告诉我 这道题一共可十五分啊 丢不得 杨成宝看着纸条哭笑不得 这马曼荣的胆子真是不小 居然敢公然给自己写纸条 让自己告诉他答案 杨成宝无奈地摇摇头 在纸条上 也写起自己的回复来 毕竟杨成宝是他 马曼荣的班主任 现在马曼荣有题 不知道怎么做来求助自己 难道杨成宝 就这么袖手旁观 置之不理吗 马曼荣一个鼓励的眼神 他便回了讲台去 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 马曼荣感动得都快哭出来了 他确实是走投无路 才向杨成宝求的救 可他却没想到 杨成宝居然会真的 把答案写给自己 他立刻把纸条打开 可就在把纸条打开后的不到三秒钟 他立即气鼓鼓地盯着杨成宝 而杨成宝 却还是像个没事人似的 在讲台上悠然自得的狠啊 早就说过 杨成宝不可能帮助任何一个学生作弊 所以他回复给马曼荣的是 你不是说刻文明教 斗鹅冤 他的作者就是斗鹅吗 只要不怕丢分的话 你就这么写吧 还有 小马同志 我是你的班主任老师 你认为 一个正直且阳光帅气的班主任老师 会帮助你作弊吗 做梦去吧 你 马曼荣知道 一味地责怪杨成宝是无用功的 毕竟他不会帮助自己作弊 而自己若是不想丢分的话 就只有想其他的办法了 他开始左顾右盼起来 要知道 不管是作弊还是抄袭 一旦发现 都是会以零分计算的 杨成宝不担心 马曼荣语文得零分 会拉自己班的语文平均分 毕竟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不是平均分低 杨成宝就不能留在学校当老师了 可他担心 若是马曼荣作弊 被发现被计零分 会令他十分消极 他好不容易决定要做考试卷 若是给他计一个零分 搞不好他余下的几颗 真的会连名字都不填 直接交白卷 杨成宝走到马曼荣身边 趁正燕老师不注意 他轻轻地敲打了一下马曼荣的桌面 对他牺牲道 小马 你做不来老师不怪你 可你绝对不能抄袭 就算你的分再低 只要是你自己做的 老师都为你高兴 可要是你抄袭 就算你拿满分 老师也不会恭喜你 说完这句话 杨成宝便又重新回到讲台上 他也不管 此时马曼荣的想法是什么 他到底会不会抄袭 总之他该说的话已经说了 就算出于保护自己班的学生 他也顶多在马曼荣 真的要抄袭其他同学答案之时 装作看不见罢了 语文科考试结束 考生们中途休息半个小时 杨成宝趁收卷子空档 也看了一下马曼荣的试卷 只见他除了最后的作文 前面的题道也全部写满了 而那道有关斗尔渊的题 看来他最后还是没有去抄袭同学 因为放眼整个C班 杨成宝也找不出来第二个人写 斗尔渊的作者是鲁迅的人了 接下来的一堂课考英语 杨成宝兼考B班 和英语老师朱真廷一起兼考 这朱真廷也算是办公室里的一朵金花 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龄 打扮得十分时尚 并且这是在女校 学校里绝不会出现一些 勇于偷拍老师底裤的男性同学 所以他经常穿着一条超短裙 出现在办公室内 可以说若是张晴薇不在办公室 让杨成宝的目光停留得最多的人 便是这朱真廷了 当然他虽然觉得朱真廷长得漂亮 也喜欢看她 可看美女是每个男人的通病 而且男人就算看美女 也并不代表他就喜欢上了这位美女 杨成宝心中喜欢的人还是张晴薇 只不过 今天这唐一语考试 能和朱真廷同堂兼考 也算是一种缘分哪 正所谓郎友情切有意 朱真廷也对这位学校 新来的帅气男老师很感兴趣 可学校规定兼考之时 一名老师必须在讲台 而另一名老师 必须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以前 所以两人除了在开考以前 聊聊聊过数据完 当考试正式开始后 杨成宝倒是一句话 也没有跟朱真廷说过 并且出于负责任 他在考试期间 也很少打网朱真廷 更多的时间 则是在用眼神提醒学生们 不要作弊 看似杨成宝在整个考试过程 都把学生坚实得很严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 是他杨成宝看不惯他们 可实际上 正是因为杨成宝关心他们 才会把他们坚实得这么严 要知道 就算杨成宝看见有人作弊 也可以装作不理 可作弊的那人 逃得过监控器的拍摄吗 360度全方位拍摄 还可以拉近 就连学生在试卷上 写的是什么英文字母 都能看得清楚 所以杨成宝一直用眼神 提醒学生们不要作弊 完全是出于 让他们不要有作弊的准备 否则就算自己不说 监控器也能拍得下来 从而计他们的零分 中途 由于学生想上厕所 而学校规定 考生若是上厕所 必须由监考老师跟随 杨成宝是男性不方便 则由朱真廷 带领这名女学生去厕所 讲台才是监考的最佳站点 所以朱真廷离开后 杨成宝便来到讲台上 监考起学生们来 那位学生去得很久 朱真廷也两久没有回来 杨成宝在台上无聊 就翻看起朱真廷 带来的小本子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朱真廷居然趁刚当的时间 把自己给画了下来 而且朱真廷画得十分Q版 也就是说 他画的自己 除了有属于自己的一抹帅气外 还多了一份可爱的神色 这朱真廷老师 不会是暗恋自己吧 否则 他难道有闲得这么无聊 全头都画自己 趁朱真廷和女学生回来以前 杨成宝赶紧逃回 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去 他生怕被朱真廷发现了 自己知道 他画自己的这个小秘密 若他是真的暗恋自己 倒也还无所谓 可若他真的是 闲得无聊才画的自己 自己把这个事情点破 搞不好以后 连见面说话都会尴尬 杨成宝回到位置不久 朱真廷终于带着女学生回来了 一直到英语考试结束 杨成宝也装作不知道 朱真廷在画自己 哪怕朱真廷回来后 他还再继续画自己 杨成宝也装作不晓得 没有发现 英语考试结束 所有学生都离开教室 杨成宝和朱真廷 就走向各个学生的位置上去收考卷 刚刚把考卷收完 杨成宝正打算将考卷 报回办公室去 朱真廷却拦下杨成宝 将先前画杨成宝的画像递给他 笑着说道 送给你 你看看我画得像不像你 他笑得十分甜 也十分美 加上他本就打扮得性感火辣 一下子 杨成宝发现自己有些把持不住 可既然要装 朱真廷笑着和杨成宝一起走向办公室 杨成宝猜想 既然朱真廷敢把这张画像给自己 而不是他悄悄地藏起来 就代表他应该不是暗恋自己 而是当自己是朋友 是他的画像模特 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只是没想到他是英语老师 他的画工却也如此厉害 看来身为新一代的年轻人 光有一种技能傍身 还是不够的 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是一记行天下的时代了 中午杨成宝 依旧是和张晴薇一起去食堂吃的画 不过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人 朱真廷也跟着一起去了 两人一起兼考英语 他们将考卷报回办公室之时 整个办公室 只剩下张晴薇在等待杨成宝了 其余老师都走得一干二净 若是杨成宝和张晴薇 也一走了之的话 只怕今天中午 漂亮的朱真廷就得落单了 而让美女落单 向来不是大男人的所为 杨成宝便主动邀请朱真廷 一起去吃饭 好在张晴薇看起来也并不反对 否则杨成宝真不知道 自己是应该陪张晴薇吃饭好 还是陪朱真廷吃饭好 吃过午饭 杨成宝又和张晴薇 朱真廷两女来到羽毛球场 张默已经早早就在这里等候了 从礼拜一开始 每个中午 张晴薇和张默都会要求杨成宝 指导他们一朝办事 久而久之 就算吃饭的张晴薇不说 杨成宝也知道 吃过午饭就要来到羽毛球场 教他们功夫 而朱真廷在一旁见三人玩的兴起 他居然也说要学习功夫 朱真廷再加入进来 杨成宝就有了三个徒弟了 朱真廷的潜力超乎杨成宝的想象 他每天都会教张默和张晴薇新的招式 以前的二人中 张默因为练习的刻苦 几乎每天回家都会练习新的招式 而张晴薇总要杨成宝在第二天提醒两三次后 才能将前一天的新招式记住 可这朱真廷呢 居然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学会了张默用四天时间才学会的招数 并且运用的熟练程度丝毫不比张默差 朱老师 你以前练过武术吗 要知道 杨成宝只是一个半桶水师傅 他每天都是从李小龙处献学献教 可朱真廷只花了一个小时 就把从杨成宝这里学习的招式 耍得跟李小龙一样熟练 这很难让杨成宝相信 朱真廷老师以前没有练习过武术啊 嗯 算是吧 朱真廷养着小脑袋思考了一会儿 最后得出一个算是练过武术的结论 一就是准时两点钟 众人各回各的办公室休息 杨成宝和两女的办公室 在教学楼二楼 而张默的办公室 就在羽毛球场的上面 前几天 杨成宝总是和张晴薇一起结伴回办公室 张默倒还不觉得有什么 可今天他看见杨成宝 一人读写两美回办公室 张默居然有些吃醋起来 倒不是吃谁的醋 而是觉得 没人陪自己回办公室 他很吃醋 不行 明天我也得找几个体育老师来练功夫才行 张默自言自语地说道 学校除了郭元明与张默外 剩下的体育老师全都是女性 倒也符合张默的初衷 2点45 杨成宝便来到一班等待起来 下午第一堂课考历史 是和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女老师一起监考 说不熟悉 其实两人也认识 毕竟天天都会在办公室碰面 就算再不熟悉 也至少能叫得出人家的名字 考试对于学生们来说 唯一的一个好处 就是在考试的那天 不用上晚自习 是真的不用 连教室都不用去 孟家女校跟其他的女校不一样 考试当天晚上 学生们可以凭自己的喜好 决定是回寝室看书休息 还是去校园内散步 至于教室嘛 除了几个别 实在是无聊至极 或者特别喜欢教室的人以外 是不用有人去涉足的 毕竟教室里连一本书都没有 就算要看书温习 也不会选择教室对吧 不上晚自习 也能够让杨成宝这个班主任 早几个小时解脱 下午最后一堂课监考完毕后 杨成宝便可以和张默一起回家 不过就在两人正打算回家之时 朱真廷却出现在两人眼前 他说道 默默 你能先离开一会儿吗 我有事要跟杨老师说 张默跟朱真廷之间的关系也算不错 只是没有跟张晴威那么好吧 张默道 小宝 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 不用了默默 今天晚上我想请杨老师吃饭 你就先回去吧 朱真廷告诉张默不用等待杨成宝 不过杨成宝却觉得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懂得该如何为人处事 而朱真廷老师看起来也不想吝啬 或者是狂妄的人 如果他真的想请自己吃饭 而碰巧张默也在 他是断然不会直接让张默离开的 特别是他还特意说是 要请自己吃饭 从始至终却都没有提过 要同请张默吃饭 杨成宝不知道朱真廷到底有什么想法 可他的第一想法 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去 不是出于害怕张默 会在张晴威面前乱说什么 而是杨成宝有一个不好的感觉 这种感觉促使他不能答应朱真廷的邀请 嗯 朱老师 要是有神妖事 咱们就在这里说吧 我一会儿回家 还要教默默功夫呢 就不能和你一起出去吃饭了 杨老师 你不是这么不解风情吗 我可是很少主动请人吃饭呢 朱真廷说的腐媚之急 特别是当他把手搭上杨成宝的肩膀时 更是让杨成宝 差点对他失去了免疫力 不仅是杨成宝 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面对朱真廷这种极具挑逗性的话 都会没有免疫力的 杨成宝是一个男人 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也是一个不一般的男人 他差点就不能拒绝朱真廷的邀请 要答应下来了 可那种不好的感觉却告诉他 此行不能去 在两难时 他立即联系上山寨基 进入了李小龙的虚拟空间 在虚拟空间里 他却没有和李小龙说 哪怕是一句话 整整十分钟过去 他脑海里的荷尔蒙终于消散下去 他退出了虚拟空间 从容对朱真廷笑道 朱老师 不如下次我请你吃饭吧 今天真的不行 我早就答应了 默默今天要教他功夫 不信你问他 默默对不对 张默虽然欠揍 可他不傻 他老早就看出来 杨成宝喜欢张晴威 而现在杨成宝的举动 无疑是在表示 他只爱张晴威一个人 张默跟张晴威是好朋友 当然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好朋友的准男友 被其他女人抢走 他作证道 是啊 小婷姐 你今天就放过小宝吧 他好不容易答应 今天要教我武功 要是你把他给带走了 那我不知道 要等到猴年马月 才能学习到新的武功了 朱真廷用手指 在张默的脸上 轻轻划了一下 十分魅惑地说道 默默 你放心吧 就算杨老师不教你功夫 我也可以教你 我的功夫也不错 你就先回家吧 怎么样 不知道为何 杨成宝发现 原本是偏向自己的张默 似乎有点偏向朱真廷了 张默欣欣然地笑了起来 说道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杨成宝即刻上前去拉着他的手 说道 默默 难道你不想一拳 就把老郭给打败吗 张默这才回过神来 说道 小婷姐 不行 你虽然也会武术 可我觉得 小宝更厉害 咱们就像小宝说的那样 愉快地决定了吧 他以后再请你吃饭如何 今天他要回家教我练习功夫 见杨成宝实在不肯和自己走 而张默也极力地维护杨成宝 朱真廷的脸色变得 有些不太好看 可他还是笑着说道 那行吧 杨老师 记住你欠我一顿饭哦 说完 他便笑着离开了 看着朱真廷离去的美丽背影 张默别着嘴 摇摇头说道 这个女人不简单哪 连我都差点爱上她了 幸好我的定力不错 一直坚信 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现在自己所看见的 更有吸引力的女人 杨成宝也点点头 深邃的眼眸 直勾勾地看着远去的朱真廷 语众心长地说道 这个女人 确实不简单哪 回家的途中 杨成宝一直在想 这朱真廷 为什么要无缘无故请自己吃饭 自己以前跟她 并没有太多的来往 她今天和自己一起监考的时候 把景华自己的画像来送给自己 更是要请自己吃饭 这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吃饭以后 她似乎还为自己 准备了其他的节目 想到了其他的节目这里 有毛用 张默这几天练习功夫 练习得越发的努力 不管她再累再忙 回到家中 她总会练习一个小时左右的功夫 才会去厨房做饭 今天也一样 不过今天她不是一个人练 杨成宝也陪着她一起练 不得不说 张默在功夫上 还是有一定天赋的 每天早上 杨成宝都会进入虚拟空间 跟李小龙学习一些简单的招式 中午的时候 便会交给张默 而张默顶多在下午回家之时 就已经可以把招式耍得熟练无比 连杨成宝都自愧不如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 也让张默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她以前的皮肤十分白 身上总围绕着一股阴柔之气 可现在她给人的第一感觉 虽然依旧是娘娘腔 可因为她手臂上的肌肉快增大 再也不会有人会认为 她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了 只怕郭元明下周回学校见到张默 也不会再看不惯张默 缺乏杨刚之气了吧 星期五 今天是月考的最后一天 也是发薪水的一天 每位教室都显得格外的兴奋 就算平日里不怎么喜欢说话的老师 今天也在办公室里说个不停 最高兴的莫过于是杨成宝 他钱包里面的钱 已经剩下不到十块了 要是再不领工资 他可就真的是连公交车都做不起了 以前杨成宝决定 一旦拿到工资 就要给张晴薇买小礼物 去向他表白 可真正来到这一天时 他才突然改变注意 他不打算这么早就跟张晴薇表白 他要等待一个时机 一个更好的时机 杨成宝现在的工资 不过两千多块 除去一个月必须开销的费用 他还能剩多少钱 而剩下的钱又能买什么礼物呢 所以杨成宝就打算等到蓄力丹的消息 如果蓄力丹是真的 自己就起码 可以从周伟一手上拿到两千万 到时候别说是小礼物 就算是大钻石 自己都买得起 那个时候再跟张晴薇表白 嘖嘖 倍儿有面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蓄力丹是假的 自己不能从周伟一手上拿到一分钱 那时候自己表白也不迟啊 反正也并不急于这两天 难道张晴薇在这两天内 就会被别人追走 今天早上的第一堂考试科目是数学 杨成宝又被分到自己班里去监考 而今天对于他来说 绝对是幸运的 因为和他一起监考C班数学的 正是张晴薇老师 考试正式开始 杨成宝和张晴薇 一起把试卷发到每一个人的手上 又给他 发草稿纸 发完后 杨成宝却发现 学生们好像都没有答题 而是看着自己 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哎 同志们呐 你们干嘛呢 怎么不答题 杨成宝也搞不懂 学生们怎么会以那种异样的眼看 看着自己 莫非是自己今天早上没洗脸 还是自己是穿着睡衣来学校的 杨成宝检查了一番 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 是肯定洗脸了的 而自己虽然穿得不好 可也不是睡衣啊 再怎么说 也是好十几块钱一件的地摊T恤 不会这么惹眼吧 报告大老错 你今天可以不去 后面就在讲台上监考我们吗 李妮站起来 捂着嘴巴偷笑起来 但杨成宝询问何故之时 他居然说道 这样 你就可以和张老师聊天了 学生们大多都和杨成宝走得比较近 当然看得出来 他对张晴威要比对一般的老师好一些 而现在他们这种年纪正是崇尚爱情 渴望爱情的时候 就算这份爱情不是他们的 他们也希望能够亲眼见证 杨成宝被学生们说到心里处 他故作无所谓 没有搭理李妮 倒是张晴威不好意思来 一个劲地吹速杨成宝赶紧后去 免得学生们还真以为自己 跟他之间有什么事 不用张晴威说 杨成宝也不会听从李妮的安排 毕竟学校明确规定 兼考老师必须一前一后 将整个教室的动静都控制在自己的眼里 而若是自己不去后面的小板凳坐下的 就只能由张晴威去坐了 杨成宝舍得让家人去坐冷冰冰的小板凳吗 当然不舍得 考完数学后 依旧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杨成宝和张晴威一起回到办公室 在办公室内 杨成宝跟朱真廷对视了一眼 原本两人的表情都很正常 可不知道为何 杨成宝总觉得 朱真廷给自己抛了一个魅眼 立即变得脸红起来 在休息的半个小时时间中 王主任给办公室内的所有老师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今天下午 因为财务部的老师有事要请假 所以从中午开始 就可以去财务部结算工资了 并不需要还得等到下午放学以后 才能去领工资 听见提前半天发工资 各位老师更是高兴起来 虽然这笔钱是他们应得的 可延后发和提前发的效果 还真就不一样 至少现在若是王主任说 工资要延后到下个礼拜一再发 就算他可以保证下个礼拜 每位老师都能拿到工资 可会抱怨的人绝对不少 第二堂课监考完毕后 已经是临近中午吃饭时间 现在已经有很多老师 开始陆续去财务室 结算自己的工资了 而杨成宝虽然也很心急 他却并没有和其他的老师一般 刚放学就去财务室排队 而是和张晴威 张默 朱真廷先来到食堂吃过午饭 还在羽毛球场练习功夫到两点钟以后 四人这才结伴来到财务室 这个时间点 还在财务室领取工资的老师 已经所剩无几 比起刚刚那会儿 需要排长长的长龙 有天差地别的变化 这也是杨成宝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领工资 而非要等到两点钟以后 才屁颠屁颠地上来领 属于自己应得的薪水 因为要等到现在才不用排队吗 经过核算 杨成宝这个月的工资 一共有2960块 其中有2300块的普通教师工资 还有350块的班主任补贴 300块的 因为上次捉拿通缉犯的事 学校给发的奖金 张默身为体育老师 几乎从早上第三节课 开始一直到下午放学的 最后一节都有课 课物也算繁忙 他拿到的工资 有2400多块 而张晴薇的工资就要少一些 毕竟他不是班主任 所教的科目课程也不重 刚好2000出头 至于朱真廷的工资嘛 现在的英语老师 虽然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吃香 可相比起其他科目的老师来 英语这课的老师 也更受学校的欢迎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担当英语老师的 他拿到的工资 有2600多块 杨成宝2960块 除去奖金300块 也有2680块 在四人中 他这个资质最新的新人 拿到的工资 居然还是最多的 有钱傍身 杨成宝走路的姿势 都大不一样 昂首挺胸 就像个凯旋归来的英雄 咱们刚领到薪水 正好明天不用上课 不如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 怎么样 朱真廷对三人道 不知道为何 杨成宝总觉得 朱真廷的这句话 是对自己说的 这是怎么回事 是朱真廷对自己另有图谋 还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杨成宝并未回答 张默跟张晴威对视一眼 张晴威对杨成宝问道 小宝 你觉得呢 如果单单是自己 跟朱真廷一起出去 不管是自己自作多情 还是朱真廷 真的对自己另有图谋 杨成宝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可今天是大家一起出去 最重要的是 张晴威也会一起去 杨成宝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 便回答道 嗯 好不容易拿到工资了 最高兴的还不是这两人 而是朱真廷 朱真廷到底对杨成宝有什么图谋 这不得而知 可能够预测的是 若是今晚有机会 杨成宝就能知道 朱真廷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图谋了 他昨天又为什么要单单邀请自己吃饭了 下午余下的几堂考试结束后 原本死气沉沉的孟家女校 终于传来欢声笑语 考试结束 不管考得好与不好 对于学生们来说 也终于度过了这个坎了 考得好固然棒 可就算是考得不好 大不了下个月来过就是 照常举行了 每周都会例行的教师大会 因为本周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整个会议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就散场了 而此时 张默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在办公室门口了 他是体育老师 需要参加的会议少之又少 早就准备好了 晚上要出去疯了 一开见杨成宝 张晴薇 朱真廷三人走出办公室 张默立即冲上前去 高兴地嚎道 赶紧赶紧 美好的夜生活正在等待着我们 说完 他一个人又率先往前方走去 现在的时间不过十五点半 吃饭未免太早了些 众人无聊 想起自从郭渊明住院后 张晴薇和朱真廷都还未去探望过 而礼拜六一别 这几天 杨成宝和张默都有颗药上 也没有再去探望 四人就先来到人民医院去看了郭渊明一看 待到时间混到六点半 四人这才往一家火锅店行去 既然决定要出来玩一玩 封一封 众人肯定不会在火锅聚会后 就立马回家 张默又提议要去酒吧喝酒 而去酒吧 自然是一蓝首选 上一次毛大炮说 只要是杨成宝带着朋友去 都可以免单 不用付钱 杨成宝的脸皮没有这么厚 不会要求马大炮替自己免单 可真正上一蓝酒吧去玩 最后结账的时候 要打个折也是肯定的 四人来到一蓝酒吧 周五晚上的酒吧更是人满为患 生意好到几乎挤都挤不进 杨成宝走在前面为众人开路 张晴薇和朱真廷在中间 而张默则走在最后面 防止有人用闲珠手 占两女的便宜 找到一位男性服务员 张默立即要求道 小帅哥 赶紧给我们找一个位置 男性服务员看了张默一眼 十分不重视地说道 对不起 没有位置了 这倒是一句实话 放眼望去 整个大厅内都挤满了人 卡座也几乎都坐满了人 不过细心的张默 还是放心几张 靠近五池的卡座是空着的 他立即问道 那里不是还有位置吗 这一次 服务员看都不看张默一眼 而是眼睛一直停留在 那些性感无扭的小蛮腰身上 回答道 那些位置都有预定了 你要是想喝酒的话 就自己去吧 台排队吧 要说张默绝对是一个很温柔 特别好相处的人 服务员要是跟他好生好气地说 大不了私人换一个场子完就是 可张默一见服务员这种态度 一点都不把自己看在眼里 他立即发怒了 喝道 我告诉你 今天无论如何 你都得给我找一个位置来 否则我就去找马大炮理论去 自从上次马大炮 把杨成宝邀请进包房去 最后杨成宝还全身而退走出包房 张默就猜到 杨成宝跟马大炮的关系绝对不一般 经过询问 他这才知道 是马大炮要交杨成宝这个朋友 而今天杨成宝在这里 就算去见马大炮 张默也丝毫不惧 最要紧的是 张默还巴不得有照场子的小弟来揍自己 这样自己就有理由揍他们了 也好试试这几天练习功夫的效果 现在张默对自己的实力 有百分百的信心 若是泰森在他面前 他都敢和泰森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你正在服务员也打算发怒之时 一撮毛出现在众人面前 一看见杨成宝 立即高兴地说道 杨先生 怎么来玩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走 炮哥正在包房里喝酒呢 咱们一起进去喝几杯 一撮毛在这里 服务员当然不敢说话 他现在才发现 眼前的四人似乎真的跟马大炮认识 他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默却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就像是在说 你小子牛啊 你继续牛啊 我一会儿见到马大炮后 一定要说你几句坏话 看你以后在酒吧 还能不能待下去 炮哥 这不好吧 我还有几个朋友一起的呢 这样吧 炮哥 麻烦你给我们找一个位置 我们自己玩行不行 杨成宝并不想张晴薇知道 自己跟马大炮还有关系 何况 在杨成宝心里 自己真的跟马大炮没什么关系 只是马大炮说 要跟自己交朋友而已 一撮毛点点头 立即对先前的服务员喝倒 你小子没听见 还是怎么回事 杨先生说他要找一个位置来喝酒 你还不赶紧去安排 可是炮哥 那些空卡座 都有人预定服务员再牛逼也是 牛逼不过 头上只有一撮毛的炮哥的 全他 妈把预定给我撤了 都这个点了 还不爱消费 预定着好娃啊 一撮毛的脾气 可没有马大炮那么好 其实马大炮的脾气也不好 只是在面对杨成宝的时候 要收敛一些吧 毕竟杨成宝是他宝贝女儿的班主任 而且他宝贝女儿 还很喜欢这个班主任 见一撮毛生气 服务员不给多留 立即离开去为众人安排去了 一撮毛又说道 杨先生 现在为止我给你安排了 你让你的朋友先喝着 你进去陪炮哥喝两杯怎么样 前两天炮哥 都还在问我 你这段时间来酒吧玩没有吗 一撮毛一再要求 杨成宝也盛情难却 便等到服务员 将众人带到一个 靠近五池的卡座上去之时 他让张默等人先喝着 而他自己和一撮毛 一起向包房行去 今天的包房 一样有很多人 不过大多都是杨成宝 上一次见过的一些熟面孔 虽然叫不出来名字 可他知道 这些人既然能跟马大炮 同坐一个包房一起喝酒 就代表他们在和平邦内的地方 也绝对不敌 哎呀 马大哥 好久不见 你年轻了不少啊 既然杨成宝答应了马大炮 要和他交朋友 只要马大炮不先对不起他 他就会把马大炮 一直视为自己的朋友 咦 这不是小宝吗 你啥时候来的 见到杨成宝的到来 马大炮也高兴得很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觉得杨成宝这个人的实力不错 居然能打倒本就可以 以一档式的一组毛 而随后得知 他居然就是自己宝贝女儿的班主任 更是对他喜爱得很 这才几日不见 就甚是想念起来 炮哥 刚刚我在外面遇见杨先生 带着朋友来玩 就把他带进来一起喝酒了 人是一撮毛带进来的 他当然要在马大炮面前邀功 哈哈 干得好 干得好 马大炮夸着一撮毛 也让自己身边的小弟腾出一个位置 来让给杨成宝 杨成宝也不客气 一屁股坐到马大炮的身边 跟他喝起酒来 约某十分钟后 杨成宝都已经陪马大炮 喝了两瓶啤酒了 他突然想起 张默等人还在外面 就立即告辞 马大哥 我外面还有朋友等着呢 您资格喝着 我出去陪他们喝行不行 马大炮起初不让走 可杨成宝一再强调 外面真的有人在等自己 马大炮就说 一会儿到外面去敬他 和他朋友的酒后 同意杨成宝离开 走出包房 杨成宝立刻来到卡座区域 找到张默等人 不知道为何 明明知道杨成宝 喜欢张秦薇的张默 却和张秦薇 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 而也只剩下 朱真廷身边还有位置 这就代表 杨成宝是不想坐 也只有坐在朱真廷的身边 坐下去后 见三人的酒 根本就没怎么动过 小菜也没吃过 他立即问道 你们怎么不喝酒 不去跳舞呢 呵呵 要跳舞 我们三个人 也差你一个呀 否则默默和秦薇去跳舞了 我和谁跳呢 说着说着 朱真廷居然还把手伸给杨成宝 是以杨成宝邀请他跳舞 望着朱真廷的御手 杨成宝是接也不好 不接也不好 接的话 他觉得张秦薇铁定会生气 不接的话 岂不是有显得 自己很不给朱真廷面子 就在这个难以抉择的时候 张秦薇见杨成宝 久久不肯拒绝朱真廷 倒是生起气来 对张默说道 走 默默 我们去跳舞 两人离开卡座去舞池 此时杨成宝是不和朱真廷跳舞 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他就牵着朱真廷的手 左手搂在杨成宝的腰上 而右手则搭在杨成宝的肩膀上 无限妩媚地看着他 杨成宝这还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和女人跳舞 他的手连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只好用双手一起搂着朱真廷的腰 和他一起扭动起身子来 舞曲进行到一半 朱真廷的身子 离杨成宝越来越近 他的霜 风都已经贴到杨成宝的身子上来了 朱真廷害羞道 喝完酒 我们再单独出去玩一玩好吗 就是这一句话 立即让杨成宝的男性荷尔猛 充满大脑 他的思维能力立即下降不少 脑海里想的 全都是一会儿和朱真廷单独出去玩会发生的事 而他唯一还能想事情的最清纯的那一块思维 却在奇怪地想到 这朱真廷真的好奇怪 明明长得不如张晴薇 身材也没有张晴薇那么好 可自己对他的抵抗力 居然还没有对张晴薇那么高 这是怎么回事啊 自己居然抵挡不了他的魅力 杨成宝不敢再瞎想下去 别说是张晴薇在这里 就算张晴薇不在这里 他也不敢断然答应朱真廷的邀请 特别是他的骨子里 总认为朱真廷单独邀请自己出去 是对自己另有图谋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杨成宝都不想接受 他立刻进入到虚拟空间中 又在李小龙面前静坐了十多分钟 这才回到现实世界 时间刚好过去一秒钟 他回答道 恐怕不行 我明天早上还有事呢 一会儿喝完酒就要回家睡觉 杨成宝此话一出 朱真廷的脸色立即变得震惊起来 这还是他遇见的第一个 可以抵挡他魅力的男人 而且还是两次 不仅仅是这样 就在昨天他刚刚抵挡住自己的魅力后 居然又帮助张默抵挡了自己的魅力 他到底是什么 居然会如此厉害 看起来也不像完全不懂得 男女这件事情的人 舞曲跳完 一篮酒 是年轻人聚会的酒吧 音乐大多都是走的摇滚风格 所以这一首双人舞音乐结束 DJ又立刻调回到摇滚音乐来 四人回到卡座上去喝酒 有杨成宝在场 其余三人才开始喝起酒来 魅姐 你少喝一点 别喝这么多 张默见张秦威 每次总是一下子就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在想起以前的张秦威很少喝酒 几乎滴酒不沾 他立即劝起张秦威不要再喝酒了 虽然是啤酒 可张默也相信张秦威会喝醉 秦威 你少喝点 杨成宝也提醒起张秦威来 他不知道张秦威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 可他却知道自己非得劝劝张秦威不可 可杨成宝的关心 换来的却是张秦威的一句 不要你管 直到马大炮端着一杯洋酒出来 找到杨成宝要敬他和他朋友酒的时候 张秦威已经喝醉睡着了 马大炮看着张秦威说道 看起来这么清纯的女娃娃居然喝醉了 难道是有什么心事 小宝啊 你有点不上道啊 带朋友出来玩 也不知道开解开解自己的朋友 需要我找人帮你送他回家吗 找其他任何一个男人送张秦威回家 杨成宝都不放心 何况还是马大炮找的和平帮小弟 杨成宝更不放心了 杨成宝拒绝了马大炮的提议 剩下的三人与马大炮干完一杯酒后 便离开了 朱真廷有始至终 也没有等到杨成宝与他单独出去玩 羞怒之下 走出酒吧大门口 他便一个人打车回家了 至于张秦威的问题 则就交给杨成宝和张莫来负责了 默默 你知道秦威的家住在哪里吗 杨成宝拒绝了马大炮派人送张秦威的提议 他自然就得担负起送张秦威回家的责任 张莫歪着脑袋思考了一会儿 杨成宝原以为他在回忆张秦威的家住哪 可半晌后 张莫说道 不知道 杨成宝恨不得揍张莫一顿 你要是不知道 还想这么久干嘛 杨成宝想过去酒店给张秦威开一间房 让他休息 可张秦威独自一人在酒店 杨成宝很不放心 和张莫商量后 便决定把他带回家里 由张秦威睡杨成宝的房间 杨成宝就和张莫挤一挤 或者睡沙发 回到家中 杨成宝还是决定 自己在沙发上窝一晚上算了 虽然张莫不是同性恋 可他看起来胜似同性恋 杨成宝对张莫很是不放心呢 张莫喝得也有些小醉 回家和杨成宝一起把张秦威送回房间去后 便树洗回房睡觉了 考虑到天热难耐 如果不给张秦威洗脸擦手的话 他睡起觉来一定会很不舒服 杨成宝便拿着自己的洗脸趴打湿水 回到有张秦威的房间 替他细心地擦起脸手来 说句实在话 杨成宝的野心 绝对不止局限于 给张秦威洗脸擦手 他很想替张秦威洗一个干澡 顾名思义 也就是用帕子 帮他把他全身上下 任何一块肌肤都擦一下 可无奈有这个色心 没这个色胆 杨成宝还想跟张秦威继续做朋友 他当然不敢如此做 至少在两人正式在一起谈恋爱前 他都不敢这么做 替张秦威脱下鞋子 将他的双脚也扶上床 杨成宝替他开了27度的空调冷气 便走出房间来到沙发 在沙发上看了一会电视 他也就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 这是杨成宝和张默合住以来 第一次被他这么近距离的吵醒 熟悉的瑜伽音乐声响起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就算杨成宝不想起床 他也不得不起床 默默啊 你每天早上都起来练习瑜伽 你都不嫌厌烦吗 杨成宝实在很不能理解 张默怎么会如此着迷瑜伽 哪怕让一个女人来练习瑜伽 他也不一定能保证 每天早上六点钟 都能准时起床练习瑜伽吧 张默将自己的右手 从上往下伸过后背 左手从下往上也伸到背后去 两只手在他的背后紧握在一起 他说道 怎么会呢 保持魔鬼身材 怎么会嫌烦呢 杨成宝无奈地看着他摇了摇头 走进厕所去冲了一个冷水澡 出来之时 张晴薇居然也已经起床了 不过张晴薇起床后 显然没有张默这么闲 他不停地在电话中 跟自己的父母解释起来 解释为何 昨天晚上不回家 也没有给他们打电话去 三人一起吃过早饭 因为张晴薇昨天晚上一夜未归 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所以吃完早饭 他便和二人道别先一步离开了 窝在家里直到九点钟 杨成宝估摸着 周伟义应该也已经起床了 就留下张默一人在家里练习功夫 他往周家别墅行去 再一次来到周家别墅 这一次 保安可再也不敢阻拦杨成宝了 一见到在门外的是他 立即把大门打开 迎了他进去 穿过长长的石板路 杨成宝出现在周家别墅的大门口 就算现在杨成宝和周伟义 算得上是利益合作伙伴 可他要见周伟义 还是得被搜身以后才能进去 依旧是那把小指甲刀被搜出来 保镖便示意杨成宝可以进去了 周伟义正在和他的祖爷爷 也就是杨成宝上次见过的老人家说着什么 一见杨成宝的到来 他自然知道来意 立即说道 小宝 你先坐一会儿 一会儿试吃丹药的人就回来说吧 他又和老人家说起什么来 杨成宝原本很不想打扰这祖爷孙儿俩 可他刚刚从周伟义的话中 似乎听到人这个字眼 他赶紧问道 周 周大哥 你是说要用活人来试吃丹药 若丹药是真的对人体有益 倒还无妨 可要是能保证丹药对人体有益 还需要试吃吗 杨成宝赶紧道 万一丹药真的有毒怎么办 没关系 周伟义就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似乎他和老人家之间 在说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再也没有回答了 杨成宝越想越可怕 用活人来做试验 如果丹药真的有毒 将试吃的那人给毒死了怎么办 这样的话 自己岂不是间接杀人的凶手了 周大哥 必须要用人来试吃吗 杨成宝决定 如果真的得用活人来试吃 那自己绝对要全力阻止 如果周伟义要一意孤行 自己就退出这次的计划 大不了不分钱就是 办赏后 周伟义虽然未回答杨成宝的问题 可他也看出来杨成宝的顾虑 跟老人家将事情谈明白后 他说道 小宝 你放心吧 咱们百草堂有专门试吃丹药的人 无论丹药有毒没毒 他们都可以获得很大一笔钱作为报酬 而就算是有毒 我们百草堂中有这么多解毒的良药 连鹤顶红都能解 还怕其余的毒吗 听周伟义这么说 杨成宝虽然还心有余悸 可也不得不接受 只要能保证是吃那人的生命安全 他就觉得无妨了 毕竟丹药这个玩意 跟科学实验不一样 是直接对人体产生作用的 用小白鼠来试吃丹药 还真不行 与一位打扮平常 就跟普通人一样的 呃 普通人 想必这位打扮普通的普通人 应该就是今天要试吃丹药的人 保镖对五位来人一一搜身 除了医生用刀这种必用品外 其余的东西都被他给拦了下来 四位医生和那名普通人一起走了进来 五人一起对周伟义问好 周伟义点头表示接受 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说道 咱们开始吧 小宝都久等了 周伟义起身向内屋走去 杨成宝自然也跟随而去 而老人家则在两名保镖的搀扶下 缓慢跟随着 周伟义来到一个房间前停下 他扭转把手打开房门便走了进去 等到杨成宝走进去后 才知道这个房间里面摆放的 居然都是中医用品和各式药材 在正中间 还有大小方正各不同的数个炼丹炉 房间十分大 大到比一般的三十两厅百多米平方的家 都还要大 靠近里面有一排沙发 周伟义走过去 示意杨成宝请坐 他又扶着老人家来到沙发上坐好 保镖从一边的柜子上 取出两个通体雪白的小瓶子 将其中的一只交给周伟义 另外一只则交给四位医生其中之一 周伟义结果 小瓶立即将上方的红布扯开 从里面倒出来两三粒 有小指甲靠大小的绿色圆形小丹 周伟义解释道 虽然一般的丹药炼制出来 都以黑色和白色居多 可这蓄力丹炼制出来 却是天生的绿色 闻着还有清香 你闻一闻 周伟义递给杨成宝一粒 杨成宝放到鼻子前嗅了嗅 却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有点像是琵琶糕的味道 蓄力丹是绿色的 就代表它 如果不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古代丹药 就是一种毒性猛烈的毒药 一般药性温和的丹药 是绝对不会有绿色之说的 周伟义自己也紧张得很 他是中药世家的家主 得到一张失传丹药的配方 就跟一个着迷于武术 犹如张墨那种人 得到一本一斤斤斑 说不兴奋 那是不可能的 四位医生和那个普通人 一起站到场地的中央 周伟一点点头 示意他们可以开始了 一名医生就从小瓶里 倒出一粒蓄力丹 递给那名试吃的人 而试吃的人 看着通体绿色的丹药 皱了皱眉头 最后一狠心 将丹药扔进嘴里 吞了下去 虽然杨成宝很急于想知道 蓄力丹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 可他也觉得 这种方法十分不忍道 居然用活人来试吃丹药 如果真的是毒药 这跟杀人有什么分别 所以他坐在沙发上 十分不忍心去看 半眯着眼睛 只为等最后那四名医生的报告 两久过去 周伟一和老人家的额头上 都出现细细的汗珠 可那名试吃的人 还是就那么站着 一点异样都没有 又过了半场 周伟一忍不住了 对试吃之人问道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此时距离试吃之人 吃下丹药 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了 试吃之人活动了一下 自己的四肢 摇摇头说道 没什么感觉 怎么会这样 这是同时出现在杨尘宝 周伟一 老人家三人心中的疑问 前者是奇怪 吃下蓄力丹的人 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难道是蓄力丹 只能荡成一颗糖来吃 对身体一点影响都没有 而后两者 则疑虑的更深一层 他们都看过药方 也都知道 药方上所指出 药材配在一起大概的效用 就算两位主要不能一起 配药会变成毒药 可最后得到的结果 也应该是是吃之人 出现中毒的症状 他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难道是慢性毒药 想到这里 周伟一立即说到 替他做一个全面检查 就算是慢性毒药 在当今的科学技术下 一样能够检测得出来 二十分钟后 四位医生给试吃之人 做了一个由头到脚 由外到内的全方位检查 最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 他没有中毒 听到这句话 杨尘宝也就放心下来 蓄力丹没有效果也就罢了 只要没毒就好 可药王孙思苗 给自己的丹药配方 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位医生 都是百草堂的资深医生 新药试验这种实验 他们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 见证过许多新药的开发 也还记得住 曾经有多少人在试验中死去 可这种服了丹药 却一点效果也没有的事情 他们也还是第一次遇见 要是放在其他地方 他们倒不会有太多惊讶 毕竟并不是每一种新药的效果 都很明显 可放在周伟一这里 他们着实有点吃惊 周伟一是谁 中药世家周家的家主 给他一张药方 他立即能说出 该药方配置出来的中药主治什么 效果如何 效果有多明显 所以经过他手中的丹药 在理论上来说 不可能毫无效果的 其中一名医生 拍了拍试吃丹药者 对他再一次确认道 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试吃者摇摇头 表示现在他感觉跟先前无异 医生对着周伟一无奈的摇摇头 便开始收拾起东西来 看来他们也认为 丹药确实没用 今天的这一次试验 算是以失败告终吧 众人一起走出药方 一起把四位医生 和试吃者送出门外 就在试吃者坐上车 准备离去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却发生了 四位医生其中之一 便兼职司机 他坐的位置便是驾驶位置 而三位医生的位置 则在后排 也就代表先前的试吃者 需要坐到副驾驶位置上去 兼职司机的医生 提着箱子走在后面 而试吃者 则将手摸上车门的开门阀 大概是他忘记了 这辆车还上着锁 而司机还并未解锁 他一次两次开不来门 最后一次他一用力 居然把整个车门 都给扯了下来 一下把车门给扯下来了 这倒是把试吃者 给吓得够呛 车辆本身倒是不贵 十几二十万的小轿车 而他今天试吃单要后 可以从百草堂处 拿到起码一百万的报酬 可现在人家周伟一在这里 你在周伟一面前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万一人家不开心怎么办 试吃者也属于百草堂的员工 可他同样害怕周伟一 百草堂分为两个区域 第一区域可以称呼 百草堂重要集团有限公司 而第二区域 则是上官市第一大非邦 百草堂 两个区域之间互不干涉 几乎连接触都很少有 可他们却被周伟一一人统称 所以周伟一是一个 成功的集团大老板 可他同样是一个 能够杀人不眨眼的江湖大哥 敢在周家别墅 毁坏任何一样的人 在周伟一的眼中本就该死 可这一次试吃者破坏了车门 周伟一不仅没有生气 他反而看到了希望 虽说小轿车不贵 可人家那也是小轿车 而不是自行车 更不是玩具车 小轿车的门 有可能被人随随便便就扯下来吗 只怕真用这种车 他也不叫小轿车 而是应该叫玩具车 杨成宝也觉得 试吃者的力量很惊人 他虽然有自信 能够把车门给扯离车身 可那是因为 他有山寨机的增幅 换成以前别说是他 就连郭元明 都休想随意一个开门动作 杨成宝即刻说道 周大哥 难道是蓄力丹 周伟一回过头来看着杨成宝 肯定地说道 对 绝对是蓄力丹 他又大声呼叫自己的保镖 阿德 去帮家里的杠铃 都给我拿出来 数分钟后 七八个保镖 将周伟一家里的十数个杠铃 全部冲健身室给抬了出来 这些杠铃中轻的有数十斤 而重的则有两三百斤 甚至是上五百斤 保镖将杠铃抬出来后 周伟一直接无视 那些三百斤以下的轻型杠铃 指着一个约莫三四百斤的粗重杠铃 对试吃者说道 你举起来看一看 可怜试吃者长得小胳膊小腿 估计那手臂 还没有周伟一一半这么粗 在他的眼里 自己若是能举得起其中最小的杠铃 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而周伟一居然让自己去举一根两头 有那么多铁块的杠铃 他这不是在为难自己吗 试吃者说道 一哥 我怎么举得起来呢 让你举你就举 哪来这么多废话 周伟一的神色一边 立即镇住了试吃者 没有办法 试吃者只有慢慢地靠近三四百斤重的杠铃 就算使上吃奶的劲 他也得比自己 起码把杠铃给抬起来一两公分 否则他生怕周伟一不会放过他 到杠铃前面 他先是擦了一会 手掌热了热身 数秒钟后 他双手分别握住杠铃中央的各一头 深吸一口气 力从地起 传至腰间 又从腰间分布到两个手臂 他一使劲 重达三百多斤的杠铃 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被他给举了起来 咦 好轻 将杠铃举起来后 试吃者还嫌太轻 下一秒 他居然扯开一手 右手单手 将重达三百多斤的杠铃举在半空中 当真有一种 力拔山吸气概式的气势 行了 你放下来吧 周伟一强压心中的喜悦 平淡地对试吃者说道 在众人心中 他们都知道 这绝对是蓄力丹的功能 周伟一家里不可能有玩具杠铃 而那名试吃者 也是普通人 不可能是天生的神力 而他刚刚只服用过蓄力丹 加上蓄力丹这个名字 立即让人联想起 他此时的神力 绝对跟蓄力丹有关 周伟一大喜 送别四位医生和试吃者 他又带着杨尘宝和保镖等人回到药房 从小瓶子里面取出一颗绿色的蓄力丹 他交给自己的保镖阿德 让他吃下 保镖二话不说 便将蓄力丹 送进自己的嘴里吞下 随后一行人又来到门口 摆放着杠铃的地方 周伟一问道 阿德 你平时能举起多重的杠铃 阿德是一个身高一米八多 身材魁梧的汉子 他回答道 四百斤左右 很好 周伟一蹲在地下玩弄起杠铃来 一分钟后 一根两头都放满四百斤的铁块 总共八百斤的杠铃被他给凑了出来 他对阿德道 你现在举这个杠铃试试 阿德点点头 来到大杠铃前方 弯腰双手各自抓住杠铃中央的两头 他正欲举起来 周伟一却补充道 阿德 用单手 单手抓着超过八百斤的杠铃 阿德深呼吸一口气 他刚刚看见了是吃者的力量 所以他此时对自己有充分的相信 他自信自己 就算用单手 也觉得 能把这根超过八百斤重的杠铃举起来 只不过单手叫双手来说 要更为的困难罢了 果然 八百斤重的杠铃 被阿德单手慢慢举起 直到他举过自己的头顶 他才发现 实际上比自己想象中还要简单得多 哈哈 这蓄力丹的效果 原来就是增强人体的力量 古代丹药实在太神奇了 周伟一高兴地手舞足蹈 若不是他以人道中年 而且身边又有人的话 杨晨宝猜想 他绝对会跳支舞来庆祝下 现在可以断定的是 蓄力丹不是毒药 他的效果也被众人士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步 就是关于报酬的问题了 周伟一第一次听说 蓄力丹是失传丹药之时 只是以为他是平常治疗 小痛小病的普通丹药 加上蓄力丹已经失传 他才会给杨晨宝 许下两千万元报酬的诺言 可现在蓄力丹的效果这么神奇 两千万 足够吗 周伟一先让阿德去给杨晨宝 准备一瓶蓄力丹送给他 当蓄力丹推到杨晨宝身边后 他对杨晨宝询问道 小宝 这蓄力丹果然神奇得很 我自己都认为 他的丹方绝对不止值两千万 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其实杨晨宝还是挺佩服周伟一的 他这今天的时间里 完全可以牢记 甚至是记下蓄力丹的配方 现在知道蓄力丹的效果后 他大可以直接将自己轰走 这样他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也依旧可以获得蓄力丹的配方 可他还是肯和自己谈报酬问题 这周伟一果然是大君子也 杨晨宝需要用钱 他也不会拒绝周伟一要给自己报酬 只是 自己到底应该要多少钱才合适呢 他本来是想直接要一亿来用用的 有了一亿以后 他未来的日子 就可以天天在家享福了 这得多无聊啊 何况人家还不一定肯给一亿呢 这样吧 周大哥 钱我不要 你当我入蓄力丹的股如何 至于股份多少 就由你来决定吧 思想前后 杨晨宝还是觉得 这个方法最合适 他对蓄力丹有自信 蓄力丹以后 是肯定会被百草堂研究出来贩卖的 而自己从百草堂所获利润里面 拿取一部分 只要一天 蓄力丹还存在于市面上 存在于百草堂的药房中 自己就可以获利 何乐而不为呢 周伟一之所以让杨晨宝自己开价 就是想一次性将蓄力丹买断 他相比起杨晨宝来对蓄力丹更有信心 他相信 以蓄力丹的效果来说 是无价的 就算自己现在给杨晨宝几千万 给他一个亿 在未来不久后 自己绝对能依靠蓄力丹赚的回来 可杨晨宝却说 要入股蓄力丹 也就是说 以后蓄力丹替自己赚的越多 他就赚的越多 从长远来看 这样自己 还会更亏一些啊 周伟一很想一次性买断蓄力丹 也不想给杨晨宝蓄力丹的股份 可他却不敢拒绝它 因为在他看来 杨晨宝拥有蓄力丹的丹方 搞不好他手里 还拥有其他的失传丹方 这些对于百草堂来说 都是无价之宝 自己惹不起他 周伟一说道 好 小宝 咱们就这么定 我给你30%的股份 不过 你得另外答应我两个条件 行 你说说看 杨晨宝道 第一 蓄力丹的丹方你 不能再给另外的人看 第二 如果你以后 找到新的失传丹方 我希望你还可以带来给我 只要丹药研制出来 利益还是按咱们说好的分 我给你该丹药30%的股份 你看如何 周伟一说出自己的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对他来说很重要 可对杨晨宝来说 却一点也不重要 好 周大哥 我答应你 除非是杨晨宝 能在其他地方 获得更高的利润 否则 他才不会放弃 周伟一这个大财主呢 何况他还是一个 有权有势的人 自己为他提供失传丹方 是以计股份的方式拿报酬 可在临走时 周伟一还是给他的银行账户 转去了100万 作为第一笔资金 有便宜不战是王八蛋 杨晨宝欣然接下了这100万 现在的他 也算是个百万富翁了 可刚刚才觉得 自己是百万富翁不久的杨晨宝 却立即两难起来 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是你有钱 但是你不能花 杨晨宝的亲朋好友都知道 他是一个穷人 一个穷人瞬间有了100万 不让人家误会为 是去干了坏事 才得到的钱财管 原本杨晨宝是打算 拿出3万块钱 来让姐姐去还李国正的钱 还钱后 就让姐姐辞职 以后由自己来养姐姐 可杨晨宝知道姐姐的性格 这笔钱的来历 没有个所以然的话 姐姐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思前想后 杨晨宝觉得 只有中大奖 是最具说服力的理由 可中大奖 也得有一个凭证 他立马来到一兰酒吧 找上马大炮 他之所以不去找周伟一 而是来找马大炮 是因为他跟周伟一 不过是合作伙伴关系 可他和马大炮 却是朋友关系 在对于两者来说 都是小事情的事上 杨晨宝还是觉得 找马大炮这位朋友来 要得轻巧些 不过很不巧 马大炮并不是一个 整天无所事事的人 他是和平帮的老大 需要处理的事情多得很 所以酒吧内 只有一撮毛在 马大炮并不在 杨晨宝就留在酒吧内 等待马大炮归来 一兰酒吧 是一间24小时 不间断营业的酒吧 哪怕是早上 这里的生意一样出奇得好 只不过早上来 这里喝酒的人少 喝咖啡喝饮料的人更多 喝酒的人不代表 酒吧里就没有人喝酒 坐在卡座上 还不到五分钟 杨晨宝连一杯饮料 都还没有喝完 他立即听到一个求救的声音 不要啊 你们不要这样 转头看去 原来是四五个客人 在欺负一个小女生 杨晨宝笑了笑 在内心想到 敢走进这种地方来 就要做好被调戏的准备 这小女生自己活该 谁让你还没成年 就进入酒吧的 三五秒后 杨晨宝却一改自己的这种想法 因为被四五个客人 围在中间的少女是谁 不是别人 居然是马曼蓉 马曼蓉显得很是害怕 在五个男人的包围中 很想逃出来 可五个男人将他围在中间 任他怎么说 都不准他离开 杨晨宝一见到是马曼蓉 立即往那边走去 刚好在中途碰上一撮毛 而一撮毛 似乎也是 发现有人在酒吧闹事 带着两三个小弟 一起往马曼蓉的方向行去 你们给我住手 杨晨宝走到五个男人身前怒道 马曼蓉虽然平日里在学校里 是有点爱捣蛋 可说到底 他还是一个学生 现在杨晨宝懒得理会 他出现在一栏酒吧的原因是什么 可若是有人敢调戏自己班的女学生 对杨晨宝来说就是一万个不行 啊 杨老师 马曼蓉第一眼到杨晨宝的表情 居然不是高兴 而是惊讶 照理说在这种绝境中 碰见一个正义感十分强烈 又十分厉害的老师 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可马曼蓉怎么会是惊讶 看完了杨晨宝 他又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一搓毛 最后才将目光移到五个男人身上 双手插腰喝道 你们赶紧给我滚开 没看见我的老师在这里吗 这不说还不要紧 一说五个男人的狼性更是大发起来 一名男人用手伸向马曼蓉的下巴 吟笑着说道 呦呦呦 刚刚还是小淑女 现在就变成小辣女了 哈哈 杨晨宝伸出手去拦下 这名男人的手 对他狠狠地说道 最后一次警告 赶紧滚蛋 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男人还来不及答话 马曼蓉却抢先说道 杨老师 这件事情你别管 我自己处理 啪的一声 他扇了刚刚摸自己的人一个耳光 再五个男人都愣在原地的同时 他说道 毛叔叔 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是 大小剑 一撮毛蚁带有压倒性的身高优势 居高临下地看着五个男人 此时他身后聚集的和平帮小弟 已经多达二三十名 他对那五个男人说道 兄弟 我们去后巷谈一谈 说吧 他身后便走出来几个小弟 驾着五个男人 往后向方向走去 大小剑 直到一撮毛 带着五个男人离开后 杨晨宝都在惊讶于 一撮毛 怎么会叫马曼蓉为大小姐 马曼蓉出现在一览酒吧的原因 杨晨宝还未来得及搞清楚 刚刚一撮毛一句大小姐 更是让杨晨宝张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他突然联想到 马曼蓉和马大炮的马字 小马 难道你是马大炮的女儿 见杨晨宝一副惊讶的样子 马曼蓉把他带到空着的 其中一个卡座上坐好 笑着回答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我姓马 我爸爸马大炮也姓马 我就是他的女儿啊 和马曼蓉认识这么久 当他的班主任也半月有余 特别是这半月来杨晨宝在班上 便是跟他的关系最好 可他却一直不知道 马曼蓉居然是马大炮的女儿 是黑帮大佬的女儿 怪不得他在学校 不仅是C班的大姐大 就算是高年级的女生看见他 一样是知味得很 看着马曼蓉无嘴偷笑自己 杨晨宝这才发现 刚刚的一幕 原来并不是他被五个男人调戏 而是他在调戏五个男人 因为这里他爸爸的地盘 他被五个男人围在中间 只用高喊一声 就有数十名和平帮小弟 会出现保护他 可他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呼救 而是装承若女子 和五个男人周旋起来 一直到自己出现 杨老师 你来找我爸爸有事吗 马曼蓉知道 杨晨宝跟自己的爸爸认识 而他孤身一人来 又不点酒喝 不是找自己的爸爸有事 还能是什么 或许杨晨宝不知道 马曼蓉是马大炮的女儿 不知道自己是马大炮女儿的班主任 可马曼蓉却知道自己的爸爸 因为自己曾放过过杨晨宝一次 而且他之所以会主动 和杨晨宝成为朋友 都是因为自己 全都只是因为 自己第一次见杨晨宝 和郭元明打球之时 觉得他很帅 回家就跟父亲提了提 有马曼蓉提醒 杨晨宝这才想起 自己今天是来找马大炮有事的 他问道 那你爸爸现在在哪 听说帮派里的葛大爷 被人家给砍了 我老爸带着几百人 去替他报仇去了 马曼蓉说的十分从容淡定 就像他不是一个高中生 而是一个早就见过 这种杀法场面的江湖老油条版 哎呀 杨老师 你也知道的了 我老爸是江湖 除了整天打打杀杀他 还能有什么事 杨晨宝算是彻底服了 马曼蓉了 自己的父亲去砍人 他不仅一点都不关心 而且看似 还十分知识似的 这马大炮和马曼蓉 不会是妇女 兜他 骂不是一般人啊 那你父亲 大概多久回来 在校内 杨晨宝是马曼蓉的老师 在校外 两人完全可以说是朋友 而马曼蓉肯对杨晨宝讲这种事情 就代表他是把杨晨宝当成朋友的 难道杨晨宝 还能因为他父亲去砍人去犯罪 就责骂他吗 那得看对方有埋伏没有 如果没有埋伏 那我老爸应该就快回来了吧 如果有埋伏 就看他们打赢没有 要是再输了 我老爸还会带更多的人去报仇 马曼蓉说起这些事的时候 就像再说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一般 他补充道 不过对方不过是一个小帮派 应该没有埋伏吧 说着说着 马大炮的身影 居然出现在酒吧门口 一走进来 他就立刻嚎道 这海天帮的人还真他 妈胆子大 居然连老狗都敢动 真到我们合并帮的人是病猫啊 从门口陆陆续续走进来不少人 有的人头上 手上还缠着纱布 从马大炮的话中 可以听出他今天的这一仗 应该是胜了 可他的心情看起来却不是很好 一走进来 看见一篮酒吧 大早上的生意就这么好 他不仅没有高兴 更是喝到 全他 妈丢滚蛋 大清早的就上酒吧来喝酒 没他 妈喝过酒啊 马大炮这一声怒喝 吓跑了大厅内绝大部分人 有些胆子小的 更是吓得双腿发麻动弹不得 可这些人一律跟那些狂妄自大 不把马大炮的话当话的人一样 被后来的和平帮小弟给赶了出去 我需要滚蛋不 杨晨宝看着马曼蓉 奇怪地问道 你不许走 马曼蓉站起来 跑向自己的父亲 对他说道 爸爸 葛大爷的伤怎么样 看见自己女儿的马大炮 这才发现杨晨宝也在酒吧内 他抱歉地笑了一下 道 小宝 你先喝着 我一会儿再来陪你 他又对马曼蓉道 老哥这次是栽了 一刀被人家砍上那画 医生说 他的老二连接都接不上 就算用针缝起来 也只能配个像 以后撬不起来了 啊 这么惨啊 马曼蓉听自己的父亲说出 那话 老二等字眼 不仅没有脸红 更是有点惋惜 不过也算老哥有先见之明 前几天我们去按摩的时候 他一口气找了三个小姐 哎 该过的饮也过了 只是苦了老个媳妇 他以后该怎么办呢 马大炮摇摇头 从柜台上拿出一瓶养酒 来给自己倒了满满一大杯 陆陆续续 还有何乒乓的人从门外进来 才过去数分钟不到 已经有一两百名何乒乓乓的小弟 走进一篮酒吧来了 老爸 你的胆子还真的是越来越大 居然敢告诉我这种事情 你就不怕我回家告诉我妈你 星期三没有回家睡觉就 在外面去按摩了 马曼蓉挑着眉毛 看着自己的父亲毛大炮 言语中不算是要真的把这件事情 告诉给自己的母亲听 而是像在威胁马大炮一般 乖女儿 乖女儿 万事好伤了 咱们父女俩之间的 对话你告诉那娘们干嘛 你不就是想要一辆马拉沙地吗 你今天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你还不行吗 马大炮讨好起自己的女儿来 没想到堂堂不见血不收手的 和兵帮老大马大炮 居然也会受自己的女儿威胁 而且威胁的事情 是把他的风流事告诉给他老婆听 耶 老八万岁 马曼蓉跳起来 在自己父亲的脸上亲了一口 拉着他的手说道 老爸 人家杨老师都等你好久了 说找你有事呢 你赶紧跟我过去 马曼蓉带着马大炮 来到杨晨宝身边 马大炮笑着给杨晨宝倒了一杯酒 问道 小宝 找我有什么事 说吧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都绝对帮你办 马大哥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是我想问一问 你手下这么多小弟 有没有人喜欢买彩票啊 杨晨宝的计划 就是自己用钱去买一张中奖的彩票 然后自己就去彩票中心对奖 这样的话 这笔钱的来历 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了 自己的姐姐也会同意 用自己的这笔钱 见马大炮和马曼蓉 似乎都不是很理解 自己这么问的缘由 杨晨宝便继续说道 我想买一张中了奖的彩票 不用太多 50万到100万都可以 马大哥 要是你有小弟喜欢买彩票的话 麻烦你帮我留意一下 不管他中奖多少 我愿意多出税后三万块钱 从他手里买下那张彩票 现在马大炮知道的信息就是 杨晨宝有钱 但是他的钱 似乎不能挪到台面上来用 他必须得转变一个方法 让他所拥有的那笔钱 有一个合理的来历 马大炮笑着说道 咋的小宝 你要洗钱啊 啊 怎么会呢 洗钱可是大罪 乱说不得 杨晨宝解释道 马大哥 我老实告诉你吧 现在我手里是有一笔钱 但这笔钱的来历我 暂时还不能告诉我的家人 所以我需要给这笔钱 加上一个合适的来历 否则我的家人 绝对不会允许我动用这笔钱 这么说 马大哥你能理解吗 是洗黑钱也好 不是也罢 对于马大炮来说都无所谓 反正只是寻找一两张 中奖彩票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立即答应道 你放心吧 这种小事情包在我身上 有中奖彩票后 我立即联系你 谢谢马大哥 杨晨宝就知道 马大炮绝对会帮自己这个忙 如果这点小事 他都不愿意帮自己的话 他还怎么会主动 要跟自己结交成为朋友呢 就算杨晨宝现在知道 马大炮之所以要结识自己 完全是因为马曼蓉的关系 他也相信 马大炮绝对会帮助自己 事情谈完 反正下午无事 杨晨宝就和马大炮喝起酒来 而马曼蓉从刚刚杨晨宝说 要中奖彩票的时候 就一直显得闷闷不乐的 连话都不肯说 马大炮询问他怎么了 他也只是摇头不说话 约莫半个小时候 他突然开口问道 杨老师 你结婚了吗 没 没有啊 你干嘛要这么问 这还是半个小时以来 马曼蓉第一次开口说话 可这第一句话 就被杨晨宝给吓得不轻了 听杨晨宝说他还没有结婚 马曼蓉这才孝竹颜开 他继续问道 那你刚刚说你的家人指的是 天哪 杨晨宝说家人的时候 可是在半个小时以前 这半个小时以来 马曼蓉都没有说话 难道是在纠结这件事情 杨晨宝说道 我姐姐啊 还有我父母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马曼蓉无缘无故笑得越来越开心 倒是让杨晨宝和马大炮一起猜测 这小妞不会是中邪了吧 喝到中午十一点多钟 杨晨宝欲走 可马大炮非要留杨晨宝留下来吃午饭 而马曼蓉也拉着杨晨宝不许走 杨晨宝无奈 只好给张默打去一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中午不会回家吃饭 便和马大炮一起回到了他的家里 马大炮的家 要比周伟一低调的多 是在一个花园小区里 可这并不代表 他就不注重自己的生命安全 和平邦的人仇人比白草堂跟老牛邦 加起来的仇人都多 所以要说马大炮不注重自己的安全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花园小区一共有七栋楼 七栋都有和平邦的小弟居住 而且还不少 每栋都有二十多楼 但平均每栋楼就起码有十层楼居住的是 和平邦的人 幸好和平邦的人在外虽然好勇斗狠 可在家里 在小区内却是一个普通 甚至还算是传说中的那种 远轻不如静灵中的静灵 否则一旦有这么多的和平邦小弟 在里面居住 这个花园小区的房子 还真没有其他人敢买 马大炮居住的地方 是在七栋中最靠中间的一栋 楼层也不错 八楼 进电梯的时候 恰巧遇见有一对中年夫妻 从电梯出来 他们看见马大炮不仅没有害怕 更是微笑着打招呼道 炮哥回来了 是啊 你们现在才出去买菜 马大炮此时一点都不像和平邦的老大 更像是一个最最平凡的邻居 不是 不是 中午有人请吃饭 我和老婆现在去赴约 杨晨宝实在很搞不懂 在外犹如凶神恶煞的马大炮 对待邻居怎么会这么友好 他便询问起马大炮来 而马大炮却说 这是看《古惑仔》学来的 《古惑仔》这部经典的电影 杨晨宝也看过 可是他回忆不起来 不管是陈浩南还是山鸡 在什么时候对邻居很友好了 或许很友好 可人家电影里没有演出来 从第一部人在江湖 一直回忆到最后一部圣者为王 他都想不起来 便向马大炮解惑 马大哥 不对啊 人家电影里 好像也没有演过 陈浩南和陈浩南邻居之间的那点事吧 你小子傻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是陈浩南了 我有那么俗吗 马大炮反倒教训去杨晨宝来 他说道 我说的是牧师 电影里面不是有一幕 牧师为了就被乌鸦追杀的陈浩南 而召集起了邻居帮忙吓唬乌鸦吗 要是他跟他邻居的关系不好 那些邻居会冒着生命危险 陪他一起得罪乌鸦吗 照着马大炮的话 杨晨宝又回忆起来 电影里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幕 他还记得牧师那句经典的台词 他们是我二十几年的邻居 我让他们信耶稣 他们可能不信 可我让他们去砍人 你问问他们去不去 众邻居都高喊 去 一下子就把狂傲不可一世的乌鸦给吓跑了 来到马大炮的家 门牌号为801 马大炮将门打开走进去后 杨晨宝立刻闻到了一股子香味 是从厨房里传来的 马大炮的家十分普通 三室一厅 装修也十分简单 没想到在外高调的不得了的马大炮 在家里却这么低调 想起周伟一的家里 几乎处处都有古董伴乡 可马大炮的家里呢 在客厅内最贵的 或许就是那台价值几千块的空调了吧 大炮 曼蓉 你们回来了呀 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 看起来有约莫35岁左右的妇女 眉宇间跟马曼蓉有七分相想 不用多说她 绝对便是马曼蓉的母亲 是马大炮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怕的一个人 咦 这位是 马大炮 我不是说过 不许你带小弟回家吗 马曼蓉的母亲 居然把杨成宝误认为是和平帮的小弟 而现在杨成宝算是知道 马大炮为什么会害怕马曼蓉的母亲了 敢在小弟面前 这么不给马大炮面子的女人 能不让马大炮害怕吗 你个败家娘嘛 她不是我小弟 是曼蓉的班主任 马大炮虽然害怕 或者说是十分爱自己家里的这个女人 可两人也经常会绊绊嘴吵吵架 在马大炮看来 时不时的小吵一架 也算是维持家庭和谐的一种方法 否则对对方的气 要是一直都埋在肚子里 等到哪一天埋不住了 忍不住了一次性爆发出来的时候 相信也就是夫妻俩离婚的时候吧 啊 班主任 曼蓉的母亲像似唤了一个人似的 不仅十分欢迎杨成宝的到来 更是在她坐到沙发上去的时候 又是端茶又是送水 把厨房里的活都交给马大炮去干 而她则询问起自己女儿在学校的表现来 马大炮可以放纵自己的女儿不学习 自己的女儿考零分 可曼蓉的母亲却不行 她关心马曼蓉在学校的生活得很 而从马曼蓉不时给杨成宝几妹弄眼上 杨成宝也看得出来 马曼蓉很想自己把她说好话 也罢 这小妮子本来就不坏 只是不喜欢学习罢了 杨成宝说道 曼蓉在学校还是比较听话的 不仅上课认真听讲 还积极帮助同学 听他们同寝室的人说 曼蓉每天晚上回到寝室 都还会看书温习 是一个不错好孩子 说完 杨成宝立刻就后悔了 刚刚说的话 连他自己都不信 如何让曼蓉的母亲信 马曼蓉也在一边晕得天旋地暗 自己是想杨成宝替自己说几句好话 可也不用把自己夸得跟个好学生似的吧 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难道自己的老妈还不知道吗 说自己是好学生 相信打死老妈老妈也不会相信 听杨成宝讲起马曼蓉在学校的生活之时 曼蓉母亲的脸色越来越严肃 越来越凝重 就在杨成宝以为他会骂自己乱说之时 他却高兴地转过头去看着马曼蓉 激动地说道 女儿 我就说过 你念高中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怎么样 妈妈猜得不错吧 你说 你想要什么 妈妈全部都买给你 见到自己的老妈这么高兴 马曼蓉本来也应该高兴才对 可他却觉得自己的鼻子有些酸酸的 他小声地问道 妈 你就真的这么希望我好好学习吗 当然 傻孩子 哪有当父母的 不希望自己孩子好好学习的道理 曼蓉母亲看了一眼在厨房炒菜的马大炮 哼道 你老爸不算 他是个异类 妈 我尽量妈 我会尽量用功学习的 马曼蓉对自己的母亲保证起来 高兴的曼蓉母亲 不停亲吻着马曼蓉的额头 倒是令杨晨宝 想起了自己远在数百里外的母亲 要知道 杨晨宝大学能够顺利毕业 除了有姐姐的功劳外 他父母的功劳一样不小 他家里本来就穷 为了供杨晨宝念大学 甚至把家里可以养得更值钱的小猪仔 都卖给了别人 大学四年中 因为拿不起路费 二老也从未来上官室 探望过杨晨宝一次 可杨晨宝每次一旦回乡里 最好吃的 最好喝的 二老都是 留给他 就连他姐姐杨晨若 都只能在杨晨宝吃饱喝足以后 才能享受那些 对于乡下人来说 算是好东西的东西 至于二老 更是从来都没有享用过 因为他们舍不得 他们要留给杨晨宝和杨晨若 除了汤式曼蓉母亲包的外 中午所有的菜 都出自马大炮之手 看不出来 这马大炮除了会砍人 居然还会做菜 虽然只是一桌子的家常菜 味道也只是一般 可这对于一个 在刀尖上生活的江湖大哥来说 已经很难得了 中午吃过午饭 又在马曼蓉小待了一会儿 和曼蓉母亲聊了一会儿天 杨晨宝便和马大炮一起出门了 因为杨晨宝下午无处可去 也不想去酒吧喝酒 马大炮便开车送他回家 下午杨晨宝就打算 窝在家里看电视算了 看电视看到两点钟 杨晨宝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张晨薇给自己打的电话 他立马按下接听键 和张晨薇聊了起来 原来是张晨薇早上回家 被父母骂了一顿后 下午又无处可去 便约杨晨宝一起出去喝咖啡 杨晨宝的那一百万 虽然还不敢乱动 可他钱包里面还是有两千多块 出去打算给张莫的一千块 自己的姐姐五百块 寄回家的五百块 他还有好几百块 可以供自己潇洒 当然就不会再拒绝张晨薇的邀请 来到厕所洗漱一番 整装待发的杨晨宝 便拿起自己的山寨机出了门 来到和张晨薇约定的地方等待起来 张晨薇绝对不是那种 和男孩子约会 会故意让男孩子等一两个小时后 才过来询问他 是不是久等了的女人 刚来到约定的地方不久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分钟之时 张晨薇的身影 便出现在杨晨宝的视线当中 两人一起来到星巴克咖啡 点了两杯中等的咖啡 便聊了起来 聊天的内容 无外乎是张晨薇询问 有关昨天晚上的事情 比如他最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还有感谢杨晨宝 把床让给了他 杨晨宝几乎将事实都给说了出来 只有替他洗脸擦手没有说 因为他担心 一旦自己将这个开头说出去 张晨薇便会胡乱地瞎想 自己是不是也替他擦了身子 到了晚饭时间 这一次杨晨宝主动邀请张晨薇吃饭 而本就对杨晨宝有好感的张晨薇 自然不会拒绝 两人便找了一家气氛 还算浪漫的西餐厅坐了进去 西餐厅的消费普遍较高 这是肯定的 可现在杨晨宝差钱吗 答案是他不差钱 不是赵本山的那种不差钱 而是他真的不差钱 早上刚从周围一处拿到一百万 吃一顿西餐才两三百块钱 他还是不会在乎的 张晨薇一直记得 杨晨宝还签自己一个解释 虽然那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天了 可张晨薇一直记得 他也在一直等着这个解释 十几天过去 上一次杨晨宝说 日后一定会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等到今日的张晨薇 还是有点等不及了 他问道 小宝 你还记得上一次我请你吃饭 你骗说何朋友 有约拒绝了我吗 单纯的杨晨宝 岂会听得出来 张晨薇话中有话 便一边切割美味的牛排 一边对张晨薇点头 见杨晨宝始终不上道 张晨薇放下手中的刀叉 将双手放到桌面上 对杨晨宝追问道 那你还记得你 欠我一个解释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解释啊 张晨薇的双手滑嫩得很 五指纤细而长 总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感觉 每次看见张晨薇的双手 杨晨宝就想要摸一摸捏一捏 可他不是张默 在张晨薇的眼里 他是把张默当成姐妹 才会准他有时间 对他做亲密动作的 可杨晨宝却知道 若是自己贸然对张晨薇 做一些冒犯的动作 他是绝对不会高兴的 还有 杨晨宝每次一看见 张晨薇的双手手指上 都是空空的 他都欣喜得很 因为这就代表张晨薇还是单身 而他手上的第一枚戒指 是在等待自己替他戴上去 至少 在杨晨宝的心里 是这么想的 突然 杨晨宝意识到了什么问题 他像是开了翘式地想到 秦薇故意给我看 他手指上什么都没有 暗示我他还是单身 难道是在示意我对他表白吗 杨晨宝很想立马跟张晨薇表白 可他却一直希望 在表白的时候可以浪漫一点 至少得有一份小礼物才行 而现在他的觉悟稍稍高一些 他觉得 要有一颗钻戒才行 而买钻戒的钱 就用上午周伟议给自己的那一百万 不过得等到马大炮找到中奖彩票 自己的钱 有合适来历的时候才能用 杨晨宝也停下手中的动作 用帕子擦了一下自己的嘴 对张晴薇认真说道 晴薇 再给我几天时间好吗 就几天的时间 我一定会 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其实杨晨宝的这种说话 也算是表了半个白了 若是他心里一点都没有张晴薇 他用得着给张晴薇解释吗 若是他不喜欢张晴薇 他用得着以这种语气 求张晴薇再等几天吗 聪明的张晴薇 立即听出了话语中的暧昧味 他的心里乐开了花 他大胆猜想 杨晨宝之所要让自己等待几天 就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 而几天后 他准备好以后 他会不会直接跟表白呢 想到这里 张晴薇居然偷偷地偷笑起来 吃完西餐 结账的人自然是杨晨宝 张晴薇是一个很有睿智的女人 她知道自己应该懂得给杨晨宝尊严 要是在结账的时候 自己去抢着结的话 只会让杨晨宝觉得自己看不起他 所以张晴薇便没有去付钱 而是在西餐厅门外 静静地等到杨晨宝结账出来 其实 这也是一句大实话 除非事先就说好有女方请客 否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出去吃饭 男人去结账的时候 若是女人抢着非要结账的话 只会让男人很不开心 认为是女人瞧不起自己 其实男人想要的 不是出去吃饭 由女人来买单 请吃饭的钱 任何一个男人都有 他们要的是 女人别太拜金 结婚的时候不强制性要求有房有车 看着夜晚河边那些牵着手的一对对情侣 和那些躲在草地里打野 站着情侣 杨晨宝发誓 总有一天 自己也要带着张晴薇以他们的方式 出现在这小河边 就算第二种方式稍有点难度 自己短时间内办不到 但第一种方式 自己绝对要和张晴薇一起来完成 晚上九点多钟 因为前一天的一夜未归 让张晴薇的父母很是担心他 从八点半开始 他的父母就一直打电话吹速他回家 虽然张晴薇也很舍不得杨晨宝 可九点钟 他便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往他家里行去 而杨晨宝没有做出租车的打算 他现在虽然有钱 可从这里有直接去张默家附近的公交车 他没有必要浪费钱 便乘坐了公交车回家 第二天早上 被瑜伽的音乐声给吵醒后 吃饭早饭 杨晨宝倒是和张默一起去了健身房 因为他从张默身上懂得了一个道理 凭借自己的努力 一样可以变得很强 张默只是因为没有山寨机 才会比自己弱 若他是山寨机的主人 按照他的努力来说 只怕他现在要比自己厉害好几倍 当然 以杨晨宝现在的身体数据来说 他也不敢保证 健身房这种普通人去的地方 会对自己有用 可每家健身房 都有一次免费体验健身的机会 如果健身房真的不能很好地锻炼自己 大不了这一次去了 以后不去就是 来到健身房 张默可是健身房的老熟人了 而且他还是钻石VIP会员 考虑到他一个礼拜 只会上健身房一到两次 健身房的经理 还特意给他赔了一个单人教练 也就是说 张默去健身房锻炼 都有专人指导 杨晨宝觉得自己的身形稍微有点瘦 都已经瘦得跟张默有一拼了 所以 他来健身房的目的 当然是锻炼自己的肌肉 带张默去跑步机上跑步之时 杨晨宝则让张默的私人教练 带他来到了杠铃区 杠铃区的杠铃也有大有小 最小的只有二三十来斤 而最重的 则应该也有数百斤 杨晨宝对教练问道 老师 这里最重的杠铃多少斤啊 两百八十斤 是专门提供给那些健身狂人的 一般人举四五十斤重的杠铃 就能达到健身的效果了 教练说道 说完后 他还找了一根约末有七八十斤的杠铃 随随便便地就举了起来 显得很是轻松 杨晨宝昨天在周围一家 见过他的那些杠铃 最重的可不止两百八十斤 他对教练说道 轻了 能给我加重一点吗 是 什么 轻了 老兄 你在开玩笑吧 教练的肌肉块 要比杨晨宝大得多 身形也要比他魁梧许多 连教练自己 都只能举起一百多斤的杠铃 而杨晨宝却说 两百八十斤的杠铃轻了 当然 不是 你替我加重吗 杨晨宝微笑着说道 健身教练在这个健身房 也有数年的年头了 他见过许多妄自菲薄的人 举例说 也就是 明明只举的起五十斤的杠铃 他却非要去举六七十斤的 往往倒是不但举不起 倒是闹了一出 笑话给众人看 而教练也认为 杨晨宝是这种人 只不过他比较杰出罢了 客人就是上帝 客人说的话就是真理 教练坚信 杨晨宝举不起两百八十斤的杠铃 要是加重的话 更不相信他能够举得起来 反正加得越重他越举不起来 也就不会出现什么事故 教练还是拿来几块铁块 往两百八十斤的杠铃上面加 毕竟他若是不加 他就担心杨晨宝会去投诉他 加了几块铁块后 杨晨宝还是觉得不够 便道继续加 教练无奈地摇摇头 将杠铃上的小铁块取下来 换成更大的铁块 继续加 再加 还来几块 一直加一直加 直到把所有大铁块都加满后 杨晨宝这才喊停 而教练估摸着 这根杠铃应该已经有四五百斤重了 便对杨晨宝说道 老兄 这么重的杠铃你 就算让斯瓦辛格来举他也举不起来啊 你还是别试了 免得让周围的人看笑话 此时周围聚集的人确实不少 已经有十来个 都是看见教练不停往一个杠铃上加铁块 而旁边则有一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说句实在话 他们都是来看笑话的 其实杨晨宝还是觉得 五百斤重的杠铃很轻 毕竟他现在已经有了九级的力量 常人所不能举起的重量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杨晨宝便未听从教练的提醒 来到五百斤重杠铃的前面 伸出右手 抓住杠铃中央 根本就不需要力从地起 他就已经将杠铃抬了起来 慢慢转变为举过了自己的头顶 上下举了两下 杨晨宝将杠铃轻轻地放回远处 留下一句 太轻了便走向张默方向 只剩下一脸不可思议表情的围观群众 还站在杠铃周围 这杠铃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名不信邪的年轻人 上前用单手抓住杠铃 一下 两下 三下 举不起来 他又用双手一起去抓杠铃 一下 两下 三下 他还是举不起来 他丧气地说道 太大 妈重了 最重的杠铃 杨晨宝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看来这健身房 对他来说是不能锻炼到自己的 跟张默告了一个别 杨晨宝就来到街上闲逛起来 杨晨宝慢慢地在街上走着 他准备去看看自己的学生乌立 在面包房如何 在整个C班内 他对乌立的关心 可以说是最重的 毕竟乌立是个可怜的女生 但是他却又很坚强 杨晨宝就喜欢这样的女生 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可杨晨宝还未来得及 踏上去面包房的公交车 他倒先接到乌立的电话 电话中乌立说他奶奶的病发危急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才给杨晨宝打的电话 问民医院地址 杨晨宝也不想节约那几块十几块钱 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往医院兴趣 乌立奶奶住院的地方 并不是市人民医院 而是一家在级别上 略逊于人民医院的大学附属医院 对乌立和乌立奶奶来说 人民医院昂贵的医药费 不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 而这家附属医院的医药费 虽然一样很昂贵 但比起人民医院来 却还是要轻松很多 走进大门口 走过阴凉的道路 杨晨宝来到手术室门口 此时乌立已经在手术室外 焦急地等待着 他不时趴到手术门口 去往里面看 却什么都看不见 杨晨宝走过去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他轻声问道 乌立 你奶奶现在怎么样 先前只有乌立一个人 在手术室外候着 他觉得十分的孤单 十分的彷徨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他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 所以奶奶并发做手术 乌立第一个通知的人 就是杨晨宝 他原本只是想告诉 杨晨宝这个消息 可一见到杨晨宝 他的眼圈不自主地红了起来 紧紧地抱住杨晨宝 在他胸膛哭泣道 杨老师 怎么办 医生 医生说 奶奶这次很危险 可能抗不过去了 成年人遇到这种问题 都会变得手足无措 更何况 乌立还是一个 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女生 他听见奶奶病危的消息 会被吓得哭起来也很正常 杨晨宝用右手 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 劝他道 你放心吧 你奶奶福大命大 怎么会扛不过去呢 他还要好起来再照顾你呢 怎么能扛不过去 奶奶奶 乌立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喊出奶奶二字后 便把头深深埋在杨晨宝的怀里 大概也只有这样 他才会觉得好过一点 至少在自己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 还有一个胸膛 可以借自己靠一靠 这时 一个护士端着手中的药品 从杨晨宝 乌立二人身边经过 他打开手术室的门 一只脚刚刚踏进手术室 却又像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转过头来对杨晨宝说道 你是他男朋友 说完 也不管杨晨宝说事与不是 护士继续道 老人家这次的情况很危险 你还是想办法 尽快去把医药费交了吧 否则 就算这一次能把他抢救过来 他也会因为欠费太多 而停止用药的 这样 他的情况就会更危险 杨晨宝原以为护士询问自己 是不是乌立的男朋友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诉自己 例如说什么 准备后事啊等等 可他居然是追自己欠费 杨晨宝知道 该缴的钱自己必须缴 可现在是时候来追债吗 他喝道 你先进去救人好吗 欠医院的钱 我会一分不少的补上 就算是以前穷人时候的杨晨宝 他一样会这么说 何况他现在已经有100万 已经有实力这么说 看似乌立不过是他的学生 他奶奶住院 自己出于好心 可以来探望探望他 可要是说起 替给他医药费的话 却是大大的不值 可杨晨宝不这么认为 乌立的家里 如果拿得出来钱 给他奶奶治病 杨晨宝当然不会嫌自己的钱 多非要替他给医药费 可现在乌立的情况很困难 都已经被钱逼的 要去酒吧当服务员了 他哪有钱给奶奶治病 佛家说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七级浮屠杨晨宝不需要 可只要自己的学生乌立高兴 他就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 不就是医药费吗 杨晨宝还不信医药再费 能把自己的一百万全部黑完 护士被杨晨宝下的进手术室后 杨晨宝对乌立问道 在哪里缴费 我先去把钱给缴了 否则他们真的 把你奶奶的药给停了 就难办了 乌立支支吾吾起来 杨晨宝有这份心他很高兴 若是乌立奶奶的医药费 只要几百几千块 乌立倒不介意让杨晨宝先借给他 可他欠下医药高达数万元的医药费 他怎么能让杨晨宝去付呢 赶紧啊 告诉我呀 杨晨宝见乌立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话 便追问道 杨老师 我不能让你付我奶奶的医药费 这笔钱我自己来想办法 乌立本就是一个很坚强 自尊心很强的人 加上杨晨宝已经对他很好了 他觉得自己不能太过分 什么事情都麻烦杨晨宝 杨晨宝急了起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乌立说才好 他若是假惺惺的 要替乌立的奶奶付医药费倒也无妨 可他打从一开始 就决定要真的替乌立奶奶付医药费 所以乌立不让他付 他倒是比乌立还要更着急 他喝道 你有钱吗 这笔钱 你来想办法 你他 妈要是有办法 就不会去酒吧上班了 乌立 我只想问你 你奶奶的命和你的自尊心 到底哪个重要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要替你付你奶奶的医药费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大不了以后挣钱了再还给我就水 杨 杨老师 乌立被杨晨宝大喝一顿 心里倒净是感动 嘴皮不自觉的哆嗦道 可我欠药很多钱 哼 杨晨宝笑了一下 继续说道 再多的钱也没有一条人命多呀 乌立还是有些迟疑 他很感谢杨晨宝对他这么好 可他真的宁愿自己去付奶奶的医药费 何况这一次奶奶的病情真的很危险 护士说的 把他救过来以后 可能因为欠费而停药 可这也总得就过来再说吧 杨老师 等我奶奶顺利做完手术再说吧 乌立决定 若是这一次奶奶能好 自己就向杨老师借钱 先把奶奶的医药给补上 可奶奶这次 若是不幸挨不过去 自己就像当时跟医院说好的那样 会连本代理慢慢把钱给还完 既然乌立都这么说了 杨晨宝也只能跟他一起静候下去 半个小时后 手术室外面的只是红灯溪了 这代表里面的手术已经结束了 杨晨宝和乌立赶紧走到门口 去等待医生的消息 有过了约莫半分钟 门终于被打开了 一名戴着口罩的医生走出 他认识乌立 知道乌立是老人家的孙女 便对他说道 我们尽力了 听到这句话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可医生的话还没说完 终于把你奶奶的命给保住了 不过他现在的情况很不稳定 注意让他多点休息 我奶奶没事了 乌立因为医生的前半句话 吓得眼眶里都是泪水 而听到后半句话 他的泪水却又掉不下来了 医生点点头 并不是每个医生都只懂得要钱 他见乌立这么可怜 自然不会一味地只跟他计较钱 医生离开后 乌立奶奶也在两名护士 推着的推车上出现在他眼前 不过现在还处于昏迷当中 并不能说话 杨老师 太好了 我奶奶没事了 说着说着 因为激动 乌立再一次上前 紧紧地保住杨晨宝 说句实在话 幸好杨晨宝是一个十分有思想 十分有道德的正派老师 否则单凭乌立今天两次 对自己的亲密举动 杨晨宝就会认为 他是故意的 他暗恋着自己 等到乌立报告松开手后 杨晨宝对他说道 现在咱们可以去交钱了吧 你也不想你奶奶被停要吧 乌立含羞点点头 带着杨晨宝往脚废处行去 现在医生的声音好得不得了 病人家属最不喜欢去的脚废处 此时也排起了长队来 无奈杨晨宝让乌立自己 先去把队排着 等轮到他脚废的时候 自己再过去脚废 而杨晨宝 自己倒是来到长椅上面休息起来 半晨后 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小宝 你怎么在这里 闭目养神中的杨晨宝 被这一句惊贺给吓醒 他睁开眼睛一看 居然是马大炮 带着六七个小弟 往自己这边走来 马大炮的打扮 从杨晨宝见到他第一次以后 都没怎么变过 大裤衩配花衬衫 脚下依旧是一双人字脱 我 露出来的皮肤上 除了脸以外 几乎都覆盖满了纹身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咦 马大哥 杨晨宝没想到 自己不仅在一兰酒吧 可以见到马大炮 在医院里 居然也可以碰见他 自己和他 还真算是有缘分啊 哈哈 小宝 你在这里干嘛 有朋友住院 马大炮走到杨晨宝身边坐下 杨晨宝摇摇头 对马大炮说道 不是我朋友 是我一学生的奶奶住院 我过来看一看 那你在这里 干嘛 要看病人去病房啊 任马大炮再聪明 他也绝对想不到 杨晨宝会替自己的学生奶奶 他们马家都没有撞见过 哎 医院追着交钱 说不交钱 就对我那学生的奶奶停止用药 而我那学生家庭困难得很 我就来先帮他把钱垫上呗 杨晨宝说得轻松 可进了马大炮的耳朵里 事情却没这么简单了 马大炮喝道 你说什么 医院敢追你的学生交钱 是他 妈 等哪个医生追你学生交的钱 你告诉我 我去教训教训他 马曼蓉是杨晨宝的学生 而杨晨宝的学生 也就是马曼蓉的同学 这个问题 马大炮还是想得过来的 不用 不用 杨晨宝知道 若是让马大炮出场 这家医院就算不会血流成河 也至少有好几名医生 会被毒打一顿 不行 你不用我不行 马大炮站起来 往脚废处走去 把所有排队的人都 挤到自己的身后 对脚废处的医生喝道 把你们段院长给我叫出来 就说 我马大炮在这里等他 他要是五分钟之内不出现 老子就去办公室找他 说完 马大炮就回到杨晨宝身边坐下 也不跟他说话 而是翘起二郎腿 脱下自己左脚的拖鞋 用右手去搓起脚丫子来 不一会儿的时间 只见一个戴着金边眼镜 头发用摩斯紧紧贴到后脑勺去的医生 快速跑过来 一来到马大炮身边 他连气都来不及歇一口 问好道 炮 炮哥好 这么急着 找我有事吗 马大炮一把把医生抓到自己的身边坐下 对他说道 老段 不急 歇一歇 先抽根烟再说 马大炮掏出烟来 递给老段一支 他知道杨尘宝不抽烟 便没有给杨尘宝散 一支烟抽到一半 马大炮把烟头随意甩在地下 对老段说道 老段 你认识他吗 他指着杨尘宝 老段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数秒钟后 他诚实地回答道 不认识 马大炮继续说道 那我来告诉你 他是我女儿的班主任 我女儿跟他的关系特别好 特别喜欢他 哦 原来是老师啊 老师好 老师好 老段主动伸出手来 要与杨尘宝握手 可杨尘宝还未来得及 也把手伸出去 跟他握一下的时候 马大炮却一巴掌 把老段的手给打开 喝道 这小宝的学生啊 也就是我女儿 曼容他同学的奶奶 在医院住院 但是他家里比较困难 给不起医药费 听说你们医院的医生 就追着小宝交费 威胁小宝说 要是不交费 就要提曼容同学奶奶的药 我不知道有这个事没有 段院长 亦就是老段 自然不知道这件事情 可他却知道 确实有的病人 拖欠药费太多 被停过药 而且这个规定 就是他老段下的 他便没有阻止过这种行为 今天听马大炮一说 他立即按道不好 那 那我马上吩咐医生 对对那位病人恢复用药 还免费给他治病行吗 说了这么久 老段都不知道 那位病人到底是说 而马大炮 想必也一样 别 干嘛免费啊 我又不是饿吧 怎么能让你们医院 治人家的并不收钱呢 马大炮笑了笑 继续说道 这样吧 那个病人所有的费用 都算在我的头上 记住 要用最好的医生 和最好的药 等老子啥时候心情好 就来把钱给劫了 老段 你说行不行 行 行 炮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老段低声下气地 附和马大炮 而在他看来 把医药费寄到 他马大炮的账上 也就等于给那位病人 免费治疗了 马大炮满意地点点头 对老段道 那行吧 老段 你先去忙吧 我一会儿也要去看老葛了 这句话犹如救命良言 老段立即到了一个 别跑远了 老段走后 马大炮看着杨尘宝 对他问道 小宝 我怎么处理 你还满意吗 谢 谢谢大哥 杨尘宝十分满意 马大炮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法 可他脑子里 却在想另外一件事情 刚刚自己在手术门外 被护士追着交钱 而马大炮的一句话 却能把院长叫来 从始至终 院长都不敢对马大炮提钱 最后还是马大炮 自己主动说要给钱 这难道就是实力的差距 杨尘宝一直认为 自己的实力不错 可跟马大炮比起来 完全就是个渣 实力不仅仅只有 个人实力这一点 连势力一样 算是实力的一部分 就算自己再有个人实力 再有钱 只怕也还集不上 马大炮的一句话 实力的另外一部分 势力难道就这么重要吗 在人的生活中 可以起到这么大的帮助吗 这件事情 对于马大炮 只能算是举手之劳 可对于乌立来说 却恩重如山 不过 他在有马大炮 在杨尘宝身边的时候 他还是不敢走过去 因为他害怕 他还清楚明白的记得 上次就是这个人 拿着枪 指着自己和杨老师 还有张老师 他就是马大炮 和平帮的老大马大炮 马大炮拍了拍 杨尘宝的肩膀 对他说道 我现在还要去看看老哥 你先忙着 等会儿再联系 要是中午没事的话 再去我家里吃个便饭如何 杨尘宝立即点点头 马大炮刚刚帮了自己 和乌立这么大一个忙 他的邀请 自己怎么能拒绝呢 马大炮走后 乌立这才敢走上前来 走到杨尘宝的身边 他看着马大炮离去的背影 对杨尘宝问道 杨老师 你怎么会认识他 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乌立曾经在一栏酒吧 当过服务员 杨尘宝对他反问道 你不知道他是谁 我知道 他是和平帮的老大马大炮 乌立回答道 除了这一点呢 杨尘宝询问道 而乌立根本听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便摇摇头表示不懂 杨尘宝说道 我跟马大哥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我现在跟他算得上是半个朋友 所以他肯帮我们很正常啊 原本杨尘宝是打算 把马曼容和马大炮 是妇女的事情 告诉给乌立听 可转念一想 乌立暂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干脆就隐瞒他下去吧 毕竟有些事还是不知道的好 他不知道马曼容是马大炮的女儿 他就跟马曼容做朋友 跟马曼容玩 甚至是跟马曼容吵架 可他知道后 他还敢吗 要是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后 马曼容在学校里 还会有朋友吗 虽然学校里也有不少人知道 他就是马大炮的女儿 可更多的人 却只是认为他是小太妹罢了 谁会把他跟马大炮联系在一起呢 和乌立一起回到病房 乌立奶奶还在熟睡中 杨尘宝留下一千块钱 让乌立去买点营养品后 便告别走出了病房 在整个住院部里徘徊了起来 因为他事先忘记问 马大炮老葛住在哪个病房了 马大炮中午 已经约了杨尘宝 去他家里吃饭 杨尘宝就不能爽约 可这么莽撞 给马大炮打电话的话 又显得有点多余 杨尘宝便只有一间病房 一间病房的找了起来 反正老葛是被人家砍伤住院 他住的房间肯定是在外商科 外商科一共只有一个楼层 还是易于寻找 来到外商科 杨尘宝慢慢在每间房间外面 往里面寻找起来 终于在靠近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 看见马大炮的身影 他便敲敲门走了进去 病房里的人还真不少 除了马大炮和他的六七个小弟外 房间内还有十余名杨尘宝 并未见过的陌生人 而杨尘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陌生人 就在几名和平帮的小弟 打算上前来挡住他的时候 马大炮却说道 咦 小宝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听马大炮叫得这么亲切 那些小弟自然就不敢拦他了 哈哈 凭运气壮的 杨尘宝摸摸脑袋说道 炮哥 这是你新兽的小弟 躺在病床上的一个中年人问道 老哥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曼蓉的班主任 也是我新兽的弟弟 原来躺在病床上的就是老葛 小弟弟被人家砍掉的那个老葛 老葛出于礼貌 向杨尘宝打了一个招呼 便没有再理会他 毕竟在他老葛眼里 杨尘宝连朋友都算不上 在他心里不重要 他继续对马大炮埋怨道 炮哥 我真的不想活了 你就让我死了吧 那话都没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马大炮安排杨尘宝 随便找个地方坐下 也对老葛说道 你个混小子乱说什么 你那里的那话没了 连你媳妇都没抱怨呢 你抱怨的屁啊 老葛呀 你现在孩子都十几岁了 有那里跟没那里是一样的过 搞不好你没那里 还要比我们这些有的家伙 活得长一些 操 炮哥 看你说的这么好 要不然咱俩换一换 你还多活几年 我只要我的那话 老葛跟马大炮的关系 绝对不一般 否则他绝不敢 这么对马大炮说话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马大炮也笑着摇头 他跟老葛的关系确实不错 出生入死几十年 别看现在老葛的老二 丢了他看起来没什么 可马大炮的心理搞不好 比老葛都伤心 因为老葛的那话没了 以后两人就不能一起去洗丧拿 一起去找小姐了 在病房里待了一会儿 也跟老葛聊了几句 临近中午的时候 杨成宝终于跟马大炮一起离去了 回到马大炮家里 马曼容今天居然出奇地听话 一整个上午都没有出门 窝在家里连游戏也没玩 抱着以前初中的书就看了起来 直到杨成宝和马大炮一起回到家 若不是马大炮说杨成宝也来了 他才舍不得丢掉手中的书呢 杨老师 你怎么来了 见到杨成宝的马曼容格外高兴 上前来就挽住杨成宝的手臂 把他拉到自家的沙发上去 还学他妈妈昨天一样 又给杨成宝倒茶 还给他削水果 以前削水果这种活 只有马大炮削给自己的女儿 或者老婆 充其量他老婆 会时不时给他包一两颗葡萄吃 一见到自己的女儿 居然对杨成宝这么好 马大炮立即吃起醋来 乖女儿啊 你都没给老爸削个苹果 不如趁今天这么高兴 你也给老爸削个苹果来吃吃 要吃自己削血 马曼容一点也不给马大炮面子 搞得马大炮 把所有的埋怨都指向杨成宝 一直坐在杨成宝旁边的沙发上 以一副要吃人的眼神看着他 幸好杨成宝 不会有马曼容 这么不给马大炮面子 结果马曼容削给自己的苹果后 杨成宝拿起水果刀 将苹果分成两半 递了其中的一半给马大炮 这才让马大炮露出了一丝笑容 今天中午的饭菜 倒是曼容母亲去下的厨 毕竟他母亲也是一个 在车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人 不可能家里的样样家务活 都让马大炮来干 吃过饭 马大炮告诉杨成宝 关于彩票的事情 有着落了 他本来是准备下午联系杨成宝的 可既然早上在医院碰了面 中午还在家里一起吃饭 他下午就打算带杨成宝 一起去见那名彩票中奖的小弟 杨成宝知道这个消息 自然是高兴得很 吃完饭 连休息都没有休息 直接和马大炮一起出门开车 往和小弟约定的地方 行去 和平邦内上下超过万余人 有买彩票习惯的人 咱也别说的太多 几百人是肯定有的 而且 有的人每期还不止买一注 五百万大奖不能奢望 可几十万的奖 却也真的有人中过 来到一间茶楼 因为马大炮今天要大驾光临 茶楼内早已经安排了 许多和平邦的小弟来保护他 杨成宝和马大炮 一起走进茶楼 茶楼的老板 立即展开小脸迎上前来 对马大炮和杨成宝道 炮哥好 这位哥好 杨成宝明显看得出来 茶楼老板的年纪 比自己大得多 都有跟自己父亲一拼的能力了 马大炮点点头 跟茶楼老板一起来到包房 老板为两人调好空调 炮上一副好茶后 他立即说道 炮哥您先稍等一会儿 我现在就去把人给找过来 数分钟后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被茶楼老板带了进来 他就是那位中了奖的和平邦小弟 他也是一位老彩名了 买了好几年的彩票 这次中了奖不说 更是有人愿意 以税后加三万块的价钱 从他手中买彩票 反正都是钱 这位老彩名自然不会拒绝 老彩名中奖后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现在可以吃得好了 过得好了 连他周围的朋友 也要比以前对他更好 连和平邦的老大马大炮 都来亲自找上他 他可谓是喜事连连 拿出中华香烟 这位老彩名 立即给马大炮和杨成宝散烟 杨成宝不抽烟就没有接 而是问道 这位大哥 你中的是吉登奖啊 这位哥 你叫我的名字常良就可以了 能跟马大炮认识的人 常良可不敢让他称呼自己为哥 他回答杨成宝的问道 中的是二等奖 倍头三倍 一共有九十多万 说起自己中奖这件事 常良还是十分高兴的 毕竟这可是一大笔钱啊 不过呢 看见常良这么高兴 马大炮蔑视地摇了摇头 在他眼中 九十万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钱 哪怕是一等奖五百万在自己眼里 也只是小钱 用得着这么高兴吗 杨成宝有非来横财一百万 不知道用什么来历 而常良中奖九十多万 虽然税后的钱更少 可剩下的那几十万 也总之有一个来历 以中彩票为由的钱 姐姐肯定会愿意用 杨成宝算了一算九十万的税后有多少 说道 常哥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我和马大哥今天来找你的原因 想必你也知道 九十万随后有七十二万左右 我给你七十五万买你的彩票 你觉得如何 行 行 常良可不认为 一大笔钱需要一个来历才能花出去 毕竟他本就是一个小混混 他的妻子家人也都知道 对于他来说 钱越多越好 有没有正当的来历 一点都无所谓 否则洗黑钱这三个字 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 说交换就交换 常良立刻将他那张中奖的彩票拿出来 杨成宝用手去拿那张彩票的时候 常良却面露难色地说道 这位哥 钱呢 杨成宝皱了皱眉头 马大炮立即喝道 怎么 你还怕小宝不给你钱 不是 不是 炮哥 马大炮都发话了 常良也不得不放手 杨成宝高兴地将彩票收进自己的口袋里 带着几个和平邦的小弟和常良一起去银行 提了75万的现金出来 整整半个小时才把钱给提了出来 交给常良后 杨成宝的钱就算是有一个正当的来历了 回到茶楼 马大炮居然闲得无聊 跟自己几个亲密的小弟玩起扎金花来 杨成宝对赌 博没兴趣 更没钱跟他们赌 便与马大炮告一个别 离开了 别看杨成宝去对了奖以后 加上账户里剩下的钱还有90多万 可他还真不敢说自己有钱跟马大炮赌 走进茶楼包间的时候 杨成宝只看见桌子上面 全部都是红光闪闪的百元大钞 旁边更是有好多捆一捆一万的钱 这就代表他们的封顶起码是一万 杨成宝不过百万身家 赌得起这么大吗 杨成宝以前从未认为自己会成为有钱人 也就为了节约下来一笔钱 而没去学开车 更不可能有驾照 本来马大炮坦言 让杨成宝可以把他的车开走的 可杨成宝因为不会开走 便拒绝了 踏上公交车 来到最后排人少的座位上 杨成宝赶紧给自己的姐姐打去一个电话 电 接通后 他兴奋地说道 姐 你在哪 我现在来找你 有很重要的事情 杨成若也有很久没有跟杨成宝见面了 当即就答应下来 还是两人上次见面式的咖啡厅下了公交车 杨成宝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往咖啡厅行去 咖啡厅就在杨成若所在的贸易公司楼下不远 所以杨成若但是早早就在咖啡厅里等待起来 见到弟弟居然是坐着出租车过来 他上前去取出湿巾 替杨成宝擦拭汗水 也对他不满地说道 小宝 你现在很有钱吗 居然坐出租车过来 你知不知道 你坐出租车的那十几块钱 已经够我一天的饭钱了 等到姐姐替自己擦拭完汗水后 杨成宝拉着姐姐的手来到座位上坐下 他神秘地说道 姐 不怕 咱们现在是有钱人了 不缺这十几块钱 小宝 你不是发烧了吧 咱们怎么会是有钱人呢 不错 自从杨成宝来到城里上班 当了李国正的小三后 家里的生活品质 相比起以前来 确实要提升不少 可说是有钱人 杨成宝却怎么也不敢这么认为 嘿嘿 姐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杨成宝往了往四周 并没有从自己身边路过的行人 他快速从口袋里 将长梁的那张彩票拿出来 递给自己的姐姐 杨成宝拿起彩票来看了一眼 他向来都不相信 买这玩意儿能中大将 自然也不知道 今期彩票的中奖号码是多少 他问道 怎么 你中了五百万了 这句话 令杨成宝刚刚喝到嘴巴里的咖啡 差点没喷出来 他抗议道 姐 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顿了一顿 他继续说道 姐 二等奖 三倍的背头啊 中了九十多万 杨成若起初不信 可看见杨成宝认真的眼神后 他也激动起来 小宝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去找一张 有当期彩票中奖号码的报纸 来一看 杨成宝虽然也没有买彩票的习惯 可他却知道 有些报纸会登载彩票的中奖号码 单凭那几个简单 却又不怎么占空间的号码 就已经能吸引不少急于想知道 自己中奖没有的彩名购买报纸了 咖啡厅内随时都有报纸可看 而且近视当天最新鲜的报纸 都是提供给那些在咖啡内等朋友 却无聊的人们 听杨成宝这么说 杨成若赶紧走向报纸自取出番看起来 找到一张登载的有彩票号码的报纸 便拿回来 与彩票上的号码对了起来 办上后 他确定这张彩票真的中了二等奖 距离一等大奖五百万 只有一个数字之差 他却郁闷起来 对杨成宝道 小宝 你怎么不选得更准一点啊 只差一个数你就中了五百万了 三倍就是一千五百万啊 姐 我倒是想啊 可我没这个运气啊 这倒是实话 就连中二等奖的运气 都不是杨成宝的 而是常良的 不过杨成宝却觉得 女人真的很奇怪 没钱的时候可以照样生活 但有小钱以后就想有大钱 有大钱以后却想成为富翁 真是贪婪和奇怪 幸好杨成若虽然郁闷 只差一个数就可以多得一千多万 可他还是十分为自己的弟弟 获得了这一笔非来横财而高兴 他把彩票还给杨成宝 嘱咐他小心放好 被他问道 那小宝 奖金去哪里领 中大将后 可不能去购买点对奖 就算人家肯给你对 他也没这么多钱能对给你 都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地方 为中奖的彩名兑换大将 而杨成宝一想 上官室 就正好有一处地方可以对奖 他道 四福路那边不是就可以对奖吗 杨成若不知道这些 他还是追问道 那你什么时候去对奖 对奖的时候可要小心一点 别被坏人盯上了 嗯 你需要姐姐陪你一起去吗 这倒不用 姐 你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以杨成宝现在的实力 他还用得着怕坏人吗 恐怕只有坏人怕他的份吧 沉默数秒后 他抬起来头对姐姐道 姐 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杨成若看着神色奇怪的杨成宝点点头 杨成宝道 辞职 离开李国正那个混蛋 杨成宝知道姐姐是真的喜欢李国正 可李国正已经有家世妻儿 他是不可能抛弃家庭跟姐姐在一起的 为了姐姐今后的生活着想 杨成宝必须这么要求 让杨成若离开李国正他肯定舍不得 可他却也知道这是弟弟一直以来的心愿 他已经跟李国正分手了 不离开贸易公司的原因 就是因为要生活 要养自己的弟弟 可现在弟弟有了这么一大笔钱 不再需要自己养了 那自己真的还有必要在贸易公司待下去吗 我考虑一下吧 毕竟在贸易公司待了这么多年 就算没有李国正 他也跟其他同事有感情 其实说辞职就能辞职的 好 姐姐 我得你的好消息 杨成宝静静地点点头 任由姐姐独自思考起来 晚饭时候 两姐弟自然是要一起出去吃的 而今天是第一次杨成宝去结账 姐姐没有阻拦 以前两姐弟没在一起吃饭 结账的总是姐姐杨成若 因为他需要给自己的弟弟 留更多的生活费 可现在弟弟有钱了 比自己都有钱 要是在阻拦弟弟结账的话 岂不是太不把他当成男人了 就算自己的弟弟 在自己眼里 永远都只是一个小男孩 可他在别人眼里 也是一个可以成为 顶天立地的汉子的男人 去领奖的日子 定为在上完一周课的下周六 晚上 杨成宝又陪姐姐去逛了一会儿街 把姐姐送回家后 他这才回的家 回到家 又努力又拼命的张默 居然还在练习功夫 不得不说 才经过短短一个礼拜 续练的张默 变得越来越厉害 他身上那股娘娘腔 气质也减少 多了一份男人的魅力 杨成宝相信 若是张默一直坚持下去 再不久的将来 他绝对可以成为 一个真正的男人 而不再是娘娘腔张默 杨成宝的想法是好的很 可是 现在每天晚上 张默练拳都会练得很晚 要几乎十一二点钟 甚至一点多钟才睡觉 所以现在杨成宝 不仅是白天会被音乐声吵醒 晚上也是很晚 才能安静地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 杨成宝再次被瑜伽音乐声吵醒 今天醒来后 他居然发现自己 双眼都是黑眼圈 昨天晚上听张默练拳的 哼哼哈哈声 听到十二点多钟 才悄然睡去 今天早上刚六点钟 又被吵醒 他能睡得满足才怪 不如 趁现在有钱搬出去吧 杨成宝在心中想 这倒不是他有了钱 就忘记了张默 而是一直在张默家住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以前是因为自己穷 缴不起房租 才麻烦张默收留自己的 可现在自己有钱 不仅可以出去租房子 更是可以买房子 何必还跟他住在一起呢 虽然张默嘴上没有说 可谁不希望有私人空间 自己跟他住在一起 他就真的一点也不介意吗 穿好衣服走到客厅 杨成宝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看张默练习瑜伽 练习了很久 等到瑜伽快结束后 杨成宝突然问道 默默 干脆我搬出去住好不好 张默正在练狗撒尿的姿势 没清楚杨成宝说什么 便回答道 啊 什么 他的脚越举越高 已经快举过电视机顶了 杨成宝再次重复道 我说 干脆我搬出去住吧 砰的一声 张默整个人摔倒在地上 杨成宝赶紧跑过去扶他 张默急不喊疼 也不说自己倒霉 而是直愣愣地看着杨成宝 问道 你搬出去住 你搬去哪住啊 在张默眼里 杨成宝还是一个穷人 虽然刚刚发了工资 是有钱租房子 可跟自己合租 不是可以省下很多钱吗 暂时还没定 杨成宝将张默扶到沙发去 继续对他说道 以前我穷 所以我搬到你家里来住 麻烦了你很久 可现在我有钱了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所以跟你打个商量 干脆我搬出去住 反正以后总有一天 我都会搬出去 张默虽然没有觉得 杨成宝是在开玩笑 可他还是挑着眉毛 眯着眼镜 一副不相信的眼神 被杨成宝问道 你现在很有钱吗 在张默看来 两三千块钱的工资 还真算不上什么钱 在上官市 连一套房子的一个平米都买不到 我刚刚中了福利彩票二等奖 三倍的背头 有九十多万 杨成宝十分相信张默 认为这些事情 没有必要对他隐瞒 否则等日后 他发现自己是因为 中奖后才搬出去的话 还不知道他会乱猜什么呢 两三千块钱不是钱 可九十万在张默的眼里 却同样是一笔大钱 他追问道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杨成宝再次帅气的 把彩票从自己的口袋中取出来 递给张默 诺 二等奖 三倍 张默看了看彩票还是不信 回到房间中去打开电脑 查询其彩票中奖号码来 四五分钟后 他跑到杨成宝脚边蹲着 拉着他的裤子对他问道 宝哥 再过几天就是我生日了 你把这张彩票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好不好 那表情 那神色 是要有多不要脸 就有多不要脸 杨成宝一把将彩票 从他手中夺回来 白了他眼道 你去死吧你 你的生日不是在年后吗 张默伸长双手 想去再摸那张彩票一次 嘴中也说道 我打算提前过来着 无论如何 杨成宝也是不会把九十万的彩票 送给张默的 而且他也是 肯定会搬出去的 既然张默没有拒绝 他也不用再多费唇舌说些什么 两人都已经这么熟了 用不着他杨成宝要搬出去住 张默却故作不肯让他离开的样子 今天的早饭吃得十分丰富 比平日的豆浆油条 好得太多太多了 不仅有牛奶 肉块 张默更是跑到楼下去 买了两份皮蛋瘦肉粥回来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杨成宝把彩票送给他 当然 这只是一个玩笑 可张默却觉得 像杨成宝要彩票很好玩 如果杨成宝当真把彩票送给他 可能他倒还不敢要 每天早上 杨成宝都会被张默虐一次 而不久后 张默也会被杨成宝虐一次 在从家里跑去学校的路途中 杨成宝一再让张默加速 把张默累得 都已经伸出舌头来散热了 他还是喊道 快点 快点 你这么慢 还学什么功夫 从最开始 张默跑到学校需要二十分钟 一直到他今天 他跑到学校 已经只需要十分钟了 速度提高了整整一倍有余 而他的耐力 也提高了超过一倍 否则光是他的速度提起来 他是不可能 能够从家里 一直快跑坚持到学校来的 依旧和张默在学校门口 休息了一小会儿 两人走进学校 来到道路口分手 一个人往上 一个人往下 上完早上任何班的学生们 都最不愿意上的半天课 中午 杨成宝和张晴威 结伴一起去食堂吃饭 来到食堂门口之时 居然碰见正在等待 二人的张默跟郭元明 经过一个礼拜多的调养 郭元明的伤势 已几乎无大碍了 乍一看上去 还是那么充满活力 充满爆炸力的铁血 猛男郭元明又回来了 对于郭元明返校 杨成宝和张晴威 也是很高兴 四人打好饭 张晴威还特意去 买来四杯奶茶 以茶代酒 庆祝郭元明出院 老郭 你可还真强哈 上个礼拜手都还打着食报 今天居然就可以回学校了 我还打算你如果再不回学校 我过几天就去医院探望 你死了没有爱 这种欠揍的话 一般都出自张默的口 而郭元明也只是白了一眼 看来这个礼拜内 我还是不能跟你们打篮球啊 打篮球是他最大的兴趣 而且还是没有之一的那种 张默捏了捏郭元明 比自己粗大进一倍有余的胳膊 说道 老郭 以后篮球 你就自己跟自己打吧 哥现在不迷恋篮球了 哥现在在练武功 怎么样 你嫉妒吗 郭元明看着杨成宝 只见后者点点头 郭元明立马说道 我也要练 上次在医院见识到杨成宝一拳 就大炮那个小个子后 郭元明就打心眼里觉得 杨成宝比自己厉害 他是一个武功高手 并且当时他就和张默一起说 要学习武功 现在张默都已经在开始练了 他郭元明自然也要 如果真的说张默是杨成宝的徒弟 那杨成宝也已经把郭元明 当成了自己的徒弟了 因为他以前同时答应过 二人都会教他们武功 没有道理他 现在教了张默 却不教郭元明 四人草草吃完午饭 又来到羽毛球场练习起来 经过一个礼拜的练习 学生们都知道 有三个老师 喜欢在这个羽毛球场上练功夫 所以纵使今天中午比较凉快 还吹着凉风 其余的羽毛球场 都有学生站着位置在打球 可杨成宝来到的这个羽毛球场 却没有学生打球 杨成宝先让张默和张晴威 把以前自己教给他们的招式练习一遍 随后来到根本就没有功夫底子的郭元明身边 对他问道 医生说 你的手不能进行剧烈运动 到底是不能进行多剧烈的运动 医生说 打乒乓球都不行 郭元明说道 杨成宝在李小龙处学到的大多数招式 都需要用到手 耍功夫招式是多么剧烈的运动 而郭元明的手却不能剧烈运动 他怎么学 思来想去 最后杨成宝还是决定 先教郭元明几下子简单 却又不需要用到手的招式 就比如说 李小龙最容易被人家莫飞的一个招式 侧踢 你看清楚 杨成宝一个侧踢朝半空中踢去 而且为了产生能够震撼到郭元明的效果 他一点力量 一点速度也没有控制 是全力全速踢出的这一脚 腿过之处带着呼呼的风声 当真是让郭元明看得目瞪口呆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根本就没有看清楚杨成宝的动作 他只觉得杨成宝整个人一闪 他的姿势就变成现在单脚立地 而另一脚却指向半空了 小宝 你慢点 你的动作太快 我看不清楚 郭元明是一个从来都不服输的汉子 可若真的有一个让他心服口服 如同杨成宝般的人物出现 他是一点也不介意在他面前示弱的 杨成宝知道 震撼效果是已经达到了 就故意控制自己的力量与速度 以同样的姿势 同样的速度给郭元明表演了一次测踢 这一次郭元明看得模模糊糊 只看见杨成宝的腰稍稍向左弯了一下 随后举起右脚 膝盖大概提到到 距离胸口同水平线之时 便猛然踢出去 郭元明不是没有见识过测踢 测踢这么简单的招数他也会 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 有谁将测踢踢得这么狠 这么帅过 能把测踢踢出李小龙的味来 郭元明敢说 杨成宝是他所见到的第一个 一个多小时过去 准时两点钟 杨成宝喊到说公 他和张晴威 一起回了教学楼的室内办公室 而张默虽然没有找到女性体育老师 可以陪他一起回办公室 却有了郭元明跟他一起回办公室 至少再回办公室的路上 不会那么寂寞 也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嘛 下午 上个礼拜月考的成绩 已经被统计出来了 对于考试过后的学生们来说 他们最期待的 就是自己考了多少分 不管自觉的自己 考得好还是考得差的人 都希望知道自己 到底考了多少分 这不连第一 课都还没有开始上 就已经有好几个C班的学生 跑到办公室 来询问杨成宝 他们的语文成绩是多少了 杨老师 杨老师 我的语文得了多少分 117 不错 不错 值得表扬 杨老师 我语文及格了没有 92分 嘿嘿 不错 比及格分多了两分 恭喜啊 大老粗 我语文是不是得了150分 我可以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连150分的一半都没有 只得了70分 李妮娅 你得语文才行 杨老师 我的语文多少分 还有 曼蓉叫我过来 帮他问一问他多少分 他不好意思过来看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杨成宝翻了翻试卷 告诉这位询问的同学 他的分是107分后 便找到了马曼蓉的试卷 一看 只有40多分 他便说道 你回去告诉马曼蓉 他这次考试的分数 虽然只有43分 可他在心里 却考了150分 这倒不是杨成宝开玩笑 而是他真的觉得 马曼蓉肯做试卷 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何况他还得了40多分 并不是全班的语文最低分 在杨成宝的心里 他绝对比考150分 更值得让杨成宝高兴 下午C班并没有语文课 杨成宝便没有给他们分发试卷 但是他下午有F班的课 便把试卷报到F班的教室去 给各位学生都发去试卷后 他便开始讲解起试卷上的题来 不得不说 F班这次考得很好 不仅仅是语文 他们这次考试的总平均分是 全年级第一名 而语文单课的前十名 在他们班上就占了四个 要知道AG一共七个班 他们班就占去了近一半 确实是一个学习氛围 十分不错的班集体 不过让杨成宝高兴的是 C班也有人为自己争了气 这次的语文考试前十名 虽然在F班就占了四个 可第一名却不是他们班的 而是C班的自己人 学习委员颜文仪 他只有作文分被扣了两分 所以得了148分 比第二名141分要高出7分 下午两节课都是F班的课 杨成宝便用这两节课的时间 将一整张卷子都给讲了个通透 作为立场工作 他也要求学生们 把考试错的题全部更正后 明天早上交给自己检查 毕竟杨成宝不仅仅是C班的班主任 他也是E、F两班的语文老师 他叫偏心C班可以理解 可这两班他一样会负起 负自己语文老师应该负的责任来 晚自习杨成宝无课 一个人在办公室 统计起班上学生们每课的平均分来 单科最高的平均分是历史 满分100分的试卷 平均分就高达87分 甩开第二名班级 B班整整10分 B班的平均分只有77分 而最低的却是英语 满分150分的卷子 平均分居然只有70几分 这个分数在普通学校 还是算不错的了 可在孟家女校 却是垫底的那几名 要知道 女生学习英语起来 本来就要比男生厉害 可全部都是女生的班级的平均分 只有70几分 实在是算不上高 若不是看见 还有其他两个班级 给自己颁垫底 杨晨宝不得吐血 欧死才怪 第二天 所有的考试卷子 都分发到学生们的手上 正所谓 有人欢喜有人愁 而全班最开心的 不是总分最高的颜文仪 倒是总分是倒数 接近第10名的马曼荣 因为他从来都不晓得 原来不考倒数第一名的感觉 居然这么好 这一次他做了题 考了个全班倒数第9名 虽然是第9名的倒数 可他却发现自己也是一个 有实力 不得倒数第一名的人 考试完毕后 学生们接到一个激动人心的 来自于学校领导班子的通知 孟家女校每年都会举行 两次全校级别的课外活动 春游和秋游 春游很明显不符合 现在的季后季节 可秋游却勉强符合 原本是定位要11月初 也就是还有一个月 才会举行秋游 但是据说下个礼拜 桂王山上的桂花会开得很好 而且这个礼拜那些桂花 就已经含苞待放了 为了能够让学生们 去见识见识桂花香味 学校领导班子便决定 提前20天秋游 定在下个礼拜的四五两天 桂王山距离市区较远 乘车去的话 星期四早上出发 要中午左右 才能抵达桂王山山脚 所以若是想星期四 就回家的话 是完全不可能的 学校就干脆决定 星期五中午再开始往回走 让学生们在桂王山山上 玩足整整24个小时 得知这个消息 学生们都是激动得很 已经有些学生在开始计划 也吹需要准备的东西了 有的学生说他带锅碗瓢盆 有的学生就说他带油米酱醋茶 也有的同学准备烧烤 就说他带烧烤架和烧烤的食物 反正只要是能吃的东西 吃不死人的东西 几乎都有人说要带 对于秋游的那一天 杨晨宝也是期待得很 他从小就喜欢桂花 来到城里后 见到桂花的次数是少之又少 这一次好不容易 可以趁此机会去赏桂花 还是和学生们一起去 他自然是高兴得很 只期待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当然 在去秋游以前 这几天该上的课还是要上的 考试分数已经全部统计完毕 杨晨宝所带领的C班成绩 在全年级总共排名第三 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就算杨晨宝觉得 一共只有七个班 自己班才考第三 有些不大满意 可就算他有再多的不满意 也得等到下一个月的月考 重新考过才行 距离周伟毅打算正式研发蓄力丹 已经过去三天了 今天他打来电话告诉杨晨宝 蓄力丹已经被他定为礼拜五正式上市 询问杨晨宝要不要参加开幕会 因为在发表蓄力丹以前 周伟毅会花大价钱 请媒体机构来为蓄力丹造势 而蓄力丹是早已经失传的丹药 若杨晨宝能以丹方的贡献人出席开幕会 他一定会在上官市乃之市 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他就可以成为一名红人了 杨晨宝自然是要拒绝的 他巴不想月少人知道 是自己给周伟毅的蓄力丹方 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就少一个人会注意自己 而少一个人注意自己 自己就能够更好地隐藏山寨鸡的秘密 蓄力丹上市的事情 杨晨宝也跟周伟毅聊过 听完周伟毅的销售计划后 杨晨宝不得不佩服周伟毅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奸商 蓄力丹的药材比较名贵 而这些药材混合在一起一次 却不只能提炼出一颗蓄力丹 所以平均炼制一颗蓄力丹的成本价 在三块到五块左右 周伟毅不打算让蓄力丹大数量上市 他要把售卖的蓄力丹 做一个数量控制 这看似是一个十分不明智的决定 可要知道物以稀为贵 蓄力丹这个玩意儿 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他手里有 别人需要蓄力丹 只能从他那里购买 一旦把数量控制住 单价就可以提得更好 何乐而不为呢 生意上面的事情 杨晨宝不想插手 便让周伟毅一力打理 只要保证自己能按时拿到钱 就算周伟毅不卖蓄力丹杨晨宝 都是无所谓的 晚上放学后 杨晨宝便为急着回家 他来到街上打起转来 为的就是 可以找到一间合适的房子 可以让自己租过来 或者买过来住 他虽然不急于这两天 就要搬出张默家里 可找房子的事情非同小可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合适的 提前做准备 有百利而无一害 杨晨宝当然致力于这么去做 走访了数家房屋中介公司 杨晨宝都不怎么满意 不是对房子不满意 而是对中介公司十分不满 市面上原本只值 二三十万一套的房子 在他们手中 却需要三十五六万 甚至更好 中介费高达五六万之多 虽然杨晨宝知道 去中介公司购买房子会被敲 可他也没想到 会这么狠就是了 回到家中 张默还是在练拳 为了练拳 他还特意花钱买了一个沙包 来挂在阳台上 每天晚上回家 都要打上一两个小时才过瘾 他这么努力 实力也提升得飞快 最具代表性的 无疑是他现在的身材 一个多礼拜以前 他给人的感觉只有一种 就是阴柔 他本来就偏瘦 而且皮肤还很白 可一个礼拜后的今天呢 他的皮肤 已经逐渐成白色 转变成健康的古铜色 虽然整体给人的感觉 还是那么白 但他身上的那股弱势的阴柔气质 却早就消失不见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杨晨宝每天都会趁放学时间 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几天下来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家 合适的出租房 并且 因为不是在中介公司里找到的 两时一厅 还加金装的房子 一个月只需要700块的租金 杨晨宝满意的不得了 一口气交了半年的租金 决定礼拜六去领完大奖后 便搬出张默家 礼拜六 今天不仅仅是杨晨宝准备去领大奖 和搬出张默家里的日子 更是蓄力单的上市发布会 周伟一会在发布会上 介绍蓄力单的效果 研制过程 在哪里可以购买得到与他的价钱 却唯独不会公布他的来历 这也是杨晨宝所要求的 早上吃过饭 杨晨宝和张默整装待发 准备去领大奖 不过来到楼下 十几米远外的地方 向杨晨宝跑来 杨晨宝曾对姐姐说过 自己今天会去领奖 可他没想到 姐姐居然会上这里来找自己 而且事先也没有打个电话 难道是有什么急事 非见自己不可 他示意张默等一下 便朝姐姐走去 姐 什么事啊 杨晨若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舒缓了两口气候说道 小宝 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领奖 杨晨宝点点头 他从胯包里面 拿出两个巨大的面具来 说道 戴上这个 我陪你一起去领奖 两个面具 这张面具给人的视觉效果 却又看起来十分可爱 想必是姐姐花费了很大的心思 才找到的这两款面具 杨晨宝自然知道 姐姐是什么意思 他无语道 姐 有这个必要吗 咱又不是中的五百万大奖 才九十万而已 没这个必要吧 说谁没这个必要 杨晨若强行将黑色的那款面具 交到杨晨宝手中 说道 现在的人多贪钱啊 别说是九十万 就算是几万块钱 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何况戴一张面具而已 也没什么 小宝 你就听姐姐的话 带上再去领奖好不好 可我还有一个朋友 要跟我一起去领奖 姐 你带来的这两张面具也不够啊 杨晨宝说完后 指了指张默 事宜张默 也要跟自己一起去领奖 杨晨宝虽然跟张默认识一月有余 可他姐姐 这还是第一次见张默 也不知道张默是什么人 便问道 小宝 你中奖的事情 还有多少人知道 那个人可不可靠啊 哎 你怎么这么没有提防之心啊 万一那个人是坏人怎么办 杨晨若的脸上出现了不安的神色 在他看来 除了自己以外 弟弟不应该把他中奖的事情 告诉任何的外人 因为只有自己 不会因为九十万而害弟弟 其余的人却不一定 见到自己的姐姐如此担心 杨晨宝开解道 姐 你就放心吧 默默不是坏人 何况 他就算真的是坏人 你觉得他打得过我吗 他举了举自己的胳膊 示意自己的肌肉 要比古兽如柴的张默壮实得多 数分钟后 杨晨宝终于说服姐姐带张默一起去 三人拦下一辆出租车 先是来到某小学门口 买了一张面具 这才朝四幅路行去 福利彩票对讲地点的门面 要九点钟才开门 而现在不过八点半钟 三人便来到对讲地点 对面的一棵大树下 乘起凉来 早上的气温 虽然要比中午 下午低得多 可迎面吹来 都一样是热风 闷热得很 若是不找个阴凉处遮阳 只需一小会儿的时间 便能让人汗流加倍 杨晨宝和张默 分别坐在杨晨若的旁边 而坐在中间的杨晨若 却用双手紧紧地抓住面具 还不停扯过去扯过来 看起来 要比真的是来领奖的杨晨宝 都还要紧张得多 杨晨宝需要一想起 自己要来领这九十万大奖 就紧张无比 可真正来到这里 他的心情反而放松下来 毕竟不管紧不紧张 九十万的奖 自己是肯定要去对的 总不能因为紧张 就不要这九十万了吧 为了让姐姐放松一些 杨晨宝正好也想起 上次跟姐姐商量的事情 便对他问道 姐 你决定什么时候辞职 上次杨晨宝只是希望 姐姐可以辞职离开李国正 可对于这件事 他是势在必得 为了姐姐的幸福着想 他必须让姐姐辞去 贸易公司总经理秘书的职位 他必须让姐姐离开 李国正那个王八蛋 跟李国正分手后 杨晨若唯一没有辞职的原因 就是他还要生活下午 他要吃饭 他要养自己的弟弟 可现在自己的弟弟 已经有钱能够养活他自己 杨晨若认为 凭借自己这几年 所积累下来的经验 想找一份新工作并不难 顶多薪水少一些 可只要能够不想起痛苦的过去 他便知足了 这一个礼拜以来 杨晨若一直在注意自己的同事们 说到底 他还是有点舍不得同事们 毕竟一起共事数年 说没有感情 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还没有点破 自己要辞职这件事 因为他担心 一旦自己告诉他们 自己要辞职 这个消息就会传进李国正的耳里 到时候 他再一来劝自己 杨晨若真的没有自信 还能下定决心 离开贸易公司 杨晨若是已经打算会辞职的 可他并没有直面 回答杨晨宝的问题 而是说道 小宝 你说 要是国正没有家事多好 他如果没有家事 你会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吗 姐 杨晨宝知道自己的姐姐 还喜欢李国正 他一把搂住自己姐姐的肩膀 把他的头埋在自己的胸膛 对他轻声说道 姐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也不只有李国正一个男人 你辞职吧 以后我来养你 你要是不想上班 我就养你一辈子 要是你再也不会 喜欢上其他的男人 不愿意嫁给其他的男人 我也养你 养你一辈子 杨晨若没有回答 而是一直 把头埋在杨晨宝的胸膛前 不肯抬起来 两久两久 杨晨宝却发现 自己的衣服被打湿了 在大树底下乘凉 是不至于会流泪的 那自己的衣服 怎么会有水呢 杨晨宝并没有去打扰自己的姐姐 他知道自己姐姐 现在绝对不好受 他只是在心中狠狠地想到 让姐姐可以永远忘记 那个恶心的男人 准时九点钟 福利彩票对讲点的大门打开了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 手中拿着扫帚和波及 对门口外面的那块空的打扫起来 正好此时 杨晨若也没有再去想 他和李国正的事情 已经全心全意投入到 即将的领奖中去 杨晨宝与姐姐和张默对视一眼 三人立即戴上 一黑一白一孙悟空的面具 朝对讲点的大门走去 杨晨若很是紧张 一路上都紧紧拉着杨晨宝的手 而张默也显得小心翼翼的很 从大树走到对讲点门口 不过短短十米的距离 他就已经左顾右盼不少于十次了 正在扫地的中年妇女 看见这三位面具人并没有惊讶 而是白白手 对三人说道 来领奖了吧 你们先进去等一会儿 验证员还有话才到 说完 他便不再理会三人 自顾自地又扫起地来 可以猜到的是 恐怕全世界唯一不怕 莫名其妙出现的 戴面具的成年人的机构 只有这福利彩票的对讲点了 钥匙换在这是在银行里 只怕银行的工作人 早就按下了报警按钮报了警 哪还有这副闲心 还招呼他们先进去坐一会儿 告诉他们 还要稍稍等候一阵子才能领奖 杨晨宝三人走进对讲点 里面空无一人 三人来到沙发上静坐起来 数分钟 妇女带着扫帚和波姐回来了 杨晨宝问道 大姐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领奖啊 再等一会儿吧 中年妇女回答道 这几期之内 没人中头等大奖 不会有人打你们的注意的 我就说嘛 杨晨宝一直都很不想 带面具来领奖 若不是姐姐的要求 她绝对不会带 此时在听见妇女的建议 她立即把面具给摘了下来 随即张默也摘了下来 只剩下姐姐杨晨若一人 还把面具带着 其实杨晨宝也不是 没有提防过自己领奖后 会有坏人来盯自己的烧 可整个上官是最坏的两个人 周伟一和马大炮 跟自己都是朋友 自己连他们都不怕 还用得着怕谁 何况真有谁敢有胆子 来打自己的注意 凭借自己现在的实力 难道还用得着怕他们吗 九点半 终于又有一人来到对讲点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 戴着一副小眼镜 他一看见杨晨宝数人 特别是看见杨晨若 异于常人的打扮 便问道 来领奖的 杨晨宝点点头 胖子继续问道 哪一期的 杨晨宝看了看彩票 将上面写明的7号 告诉给了胖子 顺便也将彩票递给了他 胖子接过彩票后 便和那一期的号码 对比了起来 又用专门验证彩票 是真是假的假期 验证了一遍 确定是真的后 拿出许多文件 来让杨晨宝签 从九点半到十点钟 这半个小时中 杨晨宝几乎都是 在签手续和推托胖子提议的 给红十字会捐款的建议 十点钟后 胖子说 税后的钱将会在今天内 拿到杨晨宝交给他的账户上 而杨晨宝拿着那份证明 自己中奖的依据后 便和姐姐张默离开了 中午随便在外面吃了点饭 杨晨宝决定 自己好不容易 有这么一笔非来横财 还是应该请客吃饭才对 便约上郭元明和他老婆 张晴威 朱真廷四人 加上现在他们这里的三人 晚上在上官市最好 最豪华的饭店 单紧饭店吃个饭 他还连李国正不邀请了 当然 他不是邀请他来吃饭的 而是邀请他过来 把自己以前欠他的钱还给他 等把钱还给他 自己的姐姐又辞职后 若是李国正再赶来纠缠自己的姐姐 杨晨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揍他了 下午刚刚两点多钟 杨晨宝便把全部人约出来一起玩耍 毕竟总不能请人家吃饭 就掐好时间才通知人家吧 就算人家无事可以出来陪你吃饭 可你掐好人家才通知人家 也会让他以为你是因为找不到人一起吃饭 才想到的他 更有可能想到他是来充数的 这多得罪人啊 杨晨宝不玩牌 但不代表其余的人也不玩牌 至少他姐姐也会打麻将 主动坦言要和众人打麻将了 一行七人一起来到茶楼订了一个包房 杨晨若 张默 郭元明老婆正艳 朱真廷四人刚好凑起了一桌麻将 而杨晨宝 郭元明 张晴薇三人无聊也挽起斗地主来 杨晨宝不喜欢玩牌 也不会打麻将 可这不代表 他不会当下最流行的赌博 斗地主 就算以前在寝室 光光是看同学斗地主 他也早就已经学会了 倒是张晴薇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连麻将都不会打 又怎么会斗地主呢 所以 每次一轮到他是地主 除非他一手牌中 有双亡四个二四倍外 几乎都是必输 而要是有谁跟他在一起 当农民都地主 也代表着多了30%输的几率 一个下午就在茶楼度过 杨晨宝的姐姐杨晨若 手气好得不得了 一人赌赢三家 总共赢得独资六百多块 而输得最惨的 自然是张默这孙子 当真是咽了一句话 叫做一男三女打麻将 那男的不是赢得很多 就是输得很多 至于都地主这边 倒没有多大队输赢 三人本来就打得很小 一块钱起步 三番封顶 所以一个下午过去 也就只有杨晨宝 输了一百多块 张晴威和郭元明都赢了钱 杨晨若今天赢了钱 去结了茶楼的账后 一行七人便朝丹井饭店行去 对于弟弟的终身大事 杨晨若这个当姐姐的 可关心得不得了 在去丹井饭店的路途中 他故意把杨晨宝拉着走在后面 对杨晨宝问道 小宝 那两个女孩子 哪个才是你的女朋友 不会是朱真廷吧 要真的是她 我今天赢了她的钱 多不好啊 就算朱真廷和张晴威中 真有一个人是杨晨宝的女朋友 也绝对会是张晴威 而不是朱真廷 杨晨宝无奈地回答道 姐 你少这么启人忧天的好不好 人家朱老师不是我女朋友 只是我的一位女性朋友 倒是那张晴威 说真的姐 我挺喜欢她的 杨晨宝有什么事 都喜欢跟姐姐说 因为姐姐是一个 十分靠得住的人 何况又不是山寨机 这等天大的事 她喜欢张晴威这件事 有什么不能跟姐姐说的 嘿嘿 小宝 不错 有眼光 我也特别喜欢张晴威这个人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她表白啊 杨晨若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弟弟 已经把张晴威搞到手了 自己的弟弟 自己了解得很 虽然不至于说一看见女人 就害羞地不敢说话 可让她去跟人家表白 对于她来说 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才行的 何时跟张晴威表白 这件事 杨晨宝也在为难中 以前没钱的时候 他准备一发工资 便立即买小礼物 跟张晴威表白 可她却担心 礼物不够分量 就代表自己的心不成 现在有了钱 她又觉得 买钻石去表白很俗气 张晴威绝对不是这么俗气的人 那自己到底要怎么跟她表白 才能让她明白自己的诚心 和接受自己呢 我也不知道 再过一阵子再说吧 晴威跟一般的女人不同 不是随随便便拿个百八十万 就可以打动她的 何况要真拿一百几十万 我也拿不出来啊 杨晨宝坚信自己以后会很有钱 可在当下 她也只有福利彩票 对讲后的那七十多万 加上还不能随便动用的二十几万 实在是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有钱人 不错 我弟弟怎么能靠钱去打动女人呢 我弟弟一定能凭借自己的魅力 去打动张晴威的 小宝 我支持你哦 杨晨若笑得十分开心 因为自己的弟弟终于长大了 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真是祖宗保佑啊 杨晨若的想法 会这么夸张也不无道理 杨晨宝长这么大 在地球上生活了二十几年 可除了小时候过家家的 他还打算跟他表白 杨晨若不开心才管 其实倒也不是杨晨宝不想交女朋友 而是他哪来的能力去交女朋友 大学同学里谈恋爱的人有很多 可他们都是花自己父母的钱去交女朋友 杨晨若知道自己家里没有这个能力 他也不想这样 所以大学四年才一直没有交过女朋友 初中高中就更不要说了 那个时候的他玩都来不及呢 哪有闲心去交女朋友 来到单景饭店 杨晨若要了一个包房 杨晨若故意安排杨晨若和张晴威坐在一起 至于朱真廷他也没有放过 毕竟朱真廷长得也不错 杨晨若打算给自己的弟弟 做一个后备保证 要是张晴威拿不下 也可以转移目标换到朱真廷身上 所以杨晨若也让朱真廷 挨在杨晨若的另一边坐 他自己倒是坐在郑宴和张晴威的旁边 有钱不代表可以浪费 只要能够吃饱喝足 杨晨若就觉得 已经达到自己今天要请客吃饭的目的了 所以点菜的时候他并未多点 七个人 他总共点了八热四两两汤 总共十四个菜 并不像单景饭店所接待过的其他客人一样 一桌人起码要点二三十个菜 而且还嫌不够 男士们喝啤酒 女士们就喝饮料 酒过三巡 杨晨宝几人所在的包房外有人敲门 张默去开门后 李国正却出现在众人的眼里 在场的七人中只有杨晨宝和杨晨若认识李国正 张默喝得醉醺醺的 立即问道 小子 走错房间了吧 你找谁 李国正不管怎么说 也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何时有人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 加上看见杨晨宝和杨晨若在这里 他连理都不理张默 直接往包房里面走来 张默不服气道 嘿 这小子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张默 算了 你回来坐下吧 杨晨若担心张默再说下去会演变成打架事件 不管是张默受伤还是李国正受伤 都不是杨晨若想看见的 可听见杨晨若这么说的李国正 却以为他是在维护自己 十分不客气地来到杨晨若身边 对他道 陈若 今天怎么有兴致请我吃饭 有事吗 今天的饭局是由杨晨若来请客 杨晨若敢发誓 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请他李国正吃饭 杨晨若也丝毫不客气道 我和我姐姐 今天确实找你有事 可不是请你吃饭 他站起来对李国正继续道 走吧 我们出去说 李国正以为杨晨若又想揍自己 经过上一次在咖啡厅挨打后 李国正痛定思飞 以为是自己这段时间缺乏锻炼 才会被杨晨若打倒 所以这一个月以来 他几乎天天往健身房跑 体魄不知道要比以前好多少 他一点也不害怕 问道 到底什么事 说吧 他不是害怕出去以后会被杨晨宝揍 而是不想在杨晨若面前欺负杨晨宝 杨晨若知道 若是由弟弟去跟李国正说 两人是绝对说不清楚的 搞不好还会打架 他便也站起来 道 国正 你还记得几年前 我因为弟弟上学 向你借的三万块钱吗 这笔钱短时间内 我是还不起了 不过我弟弟还得起 今天叫你过来的目的 就是想把钱还你 你别多心啊 我说过不用 李国正摆摆大手 做出一副大气的样子 道 陈若 就算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但我们还是朋友 那钱我说过不用还 就当我赞助你弟弟念书的吧 不行 钱必须还 杨晨宝和杨晨若一同说出这句话 只不过杨晨若说的温柔一点 而杨晨宝却说的更坚定一些 说完后 杨晨宝补充道 而且 我姐姐跟你不是朋友 她明天去公司辞职后 跟你唯一的同事关系 也不会再有 所以 我请你以后自重点 不要再来烦我姐姐 什么 陈若 你要辞职吗 为什么 李国正心急地问到杨晨若 就算不能再跟杨晨若在一起 他也不希望他辞职 杨晨若点点头却未说话 其中的原由李国正也懂 只不过他不甘心 便再次追问道 陈若 告诉我 为什么 这次他的声音大了几分 还用双手抓着杨晨若的肩膀 见到这一幕 杨晨宝立即上前 抓住李国正的手腕 冷冷道 放开我姐姐 李国正痴疼 不得不放开杨晨若 杨晨若说道 国正 一会儿 你就和我弟弟出去取钱吧 那笔钱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还给你 我还是会把你当成朋友 不过 我希望以后我们都不要再见面了 李国正无言以对 他从来都没有觉得 杨晨若如此绝情过 跟杨晨若在一起的两三年里 两人也不是没有分分合合过 可每一次都是李国正提出的分手 就算好不容易一次 是杨晨若提出来的 他也立马会后悔 一旦李国正提出复合 他都会答应 这一次杨晨若再提出来分手 李国正说 复合一次两次杨晨若不答应 他还以为 这是这一次杨晨若的气还没消而已 可他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杨晨若居然会为了避开他而辞职 走吧 我出去取钱来还给你 杨晨宝带着李国正往外面走去 而浑浑噩噩噩中的李国正 也知道杨晨若真的会永远离自己而去 伤心断肠的他 也只能告别杨晨若 和杨晨若一起往外面走去 将从取款机里面提出来的三万块钱 交给李国正 李国正此时的神情还是有些恍惚 其实杨晨若也知道 李国正爱自己的姐姐 可他有自己的家世 不能跟自己的姐姐结婚 所以杨晨若便不想接受这位姐夫 看到李国正因为自己的姐姐如此伤心 杨晨若也对他起了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的不忍 说道 李国正 我知道你喜欢我姐姐 不过你既然有了家世 就不应该跟我姐姐在一起 这次我姐姐心意已决要离开你 以后你会不会再背着你老婆 跟其他的女人搞在一起 我不知道 不过我奉劝你一句 你既然有了老婆孩子 就应该负起当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你如果再这么风流下去 只怕有一天不仅仅是你的老婆 就连你的儿子都会恨你 杨晨若的善意提醒 却并未换来什么好言好语 李国正喝道 哼 我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李国正离开后 杨晨若也回到丹井饭店 只不过回去后 却发现一直在喝饮料的姐姐 现在却喝起酒来 杨晨若一走 姐姐身边边她的酒杯给拿开 说道 姐 你别喝了 小宝 让我喝 她到底喝了多少杯 虽然在场的都是杨晨宝关系很好的朋友 可看见姐姐这个样子 她还是怒喝道 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姐姐喝酒 小宝 你别怪他们 是我偏要喝的 杨晨若就说 现在在伤心 在想喝酒 可她还是要为自己的姐姐着想 杨晨若说过她喜欢张晴薇 她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让杨晨宝怪张晴薇 看见杨晨若和杨晨宝姐弟俩这个样子 张晴薇的心也很不好受 她走上前来轻轻拍了拍杨晨宝 道 小宝 你就让若姐喝吧 等醉了睡了一觉以后 她才会好起来 你要是不让她喝酒 她今天都会痛苦的 连觉都睡不着 张晴薇的这番话 说明了她是感情老手 杨晨宝的心也更不好受起来 对张晴薇说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 你试过 张晴薇自然没有试过 她有点害怕到 电视里面都这么演的吗 她害怕是害怕杨晨宝 以为她的情感生活很丰富 在遇到杨晨宝以前 她确实喜欢过其他男人 可作为女性的矜持 她跟杨晨宝一样 至今的恋爱记录为零 并且因为她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 小时候 她连过家家都没有玩过 杨晨宝也知道自己 有些丧失理智了 居然会怪张晴薇和其他人 她对众人说了一声抱歉 对姐姐说道 姐 你要喝酒行 咱们去酒吧喝 不在这里喝 只有去酒吧 让酒吧的劲爆音乐 吵闹声才能让姐姐不再去李国正 才能让她短暂的忘记李国正 而姐姐向来都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想必这短暂的时间过去后 明天她依旧会是笑口常开的杨晨宝的姐姐 一行七人来到一栏酒吧 杨晨宝让一左毛安排一个卡座 七人便坐了下去 一坐下去不久 杨晨若便朝着要喝酒 杨晨宝让一搓毛去拿酒来 拿很多的酒来 今天只要姐姐想喝酒 杨晨宝就让她喝个够 就算她喝吐了 杨晨宝也绝对不劝她 不是杨晨宝不疼爱自己的姐姐 而正是因为她爱自己的姐姐 她今天才让姐姐喝个够 喝醉了 睡醒了 明天她才不会再怀念 杨晨宝道不好意思起来 她今天找众人出来就是 玩乐开心的 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姐姐 而扫他们的心呢 她说道 哎 你们都去跳舞啊 我姐姐 我来照顾就行了 你们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千万别给我节约钱啊 宝哥 我们就等着你 这句话呢 张默站起来 将一只手伸到正燕的面前 道 走 嫂子 咱们跳舞去 郭元明一巴掌将张默的手掌打开 狠狠道 操 我老婆要跳舞 也是恨我一起跳 走 老婆 咱们跳舞去 说完 她像是故意气张默似的 搂着正燕往武池走去 明显就是欺负她 张默没老婆 正燕走后 卡座上还剩下三名女性 杨晨若是肯定不会陪张默去跳舞的 张默只好将目光 不停在张秦威和朱真廷身上徘徊 最后 她还是决定不去招惹张秦威 因为她明知道 杨晨宝现在心情不好 若是自己再请她喜欢的女人去跳舞的话 她等一会儿不揍自己才怪 张默又将手伸到朱真廷面前 露出迷人的微笑道 听见 走 我请你跳舞 朱真廷倒是很给她面子 将手交给她 两人一起朝舞池走去 卡座上还只剩下杨晨宝和姐姐杨晨若 张秦威了 张秦威一个人落到 而杨晨宝此时又不能陪她去跳舞 她抱歉道 秦威 可话还来不及说完 张秦威却微笑道 没关系 我陪你一起照顾若姐 有张秦威的这句话 杨晨宝感动得很 只觉得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人 杨晨若喝得烂醉 躺在杨晨宝的腿上睡着了 去跳舞的四人也都还未回来 杨晨宝便和张秦威聊起天来 秦威 真对不起 今天本来是请你出来玩的 结果倒让你看笑话了 没关系啦 见到现在的杨晨宝 比这先前要开朗很多 张秦威又好奇 杨晨若为何会这么伤心 便问道 对了小宝 你姐姐会不会介意 你把她和那个叫什么李什么什么的事情告诉我听 她既然这么说 杨晨宝自然知道 她是想知道 姐姐和李国正之间的事 而杨晨宝很了解自己的姐姐 知道她绝对不会介意 自己告诉她 未来递习这些事情 杨晨宝便说道 我姐姐本来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秘书 而李国正 就是那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杨晨宝将她所知道的全部事情 告诉给张秦威听 听完后 张秦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就连杨晨宝都不敢说李国正和自己的姐姐在一起 只是玩玩罢了 她张秦威更不敢说这句话 从杨晨宝说出的故事中 张秦威也听出来 如果不是李国正已经有了家事 她绝对会娶杨晨宝 所以她也觉得 这才是杨晨宝会这么伤心的原因 她感叹道 哎 天意弄人啊 真希望我以后不会爱上一个 已经有了家事的男人 其实她心里知道 自己爱的人 还是单身 而且就在自己面前 应该 应该不会吧 哈哈 杨晨宝跟张秦威互相之间有好感 这一点 两人都多多少少 有点微妙的感觉 这么暧昧的话 出现在两人的嘴里 更是令两人的关系 更拉近一些了 又过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四人跳舞跳到哪里去了 居然出去半个小时之酒 还是没有回来 就在杨晨宝打算去舞池寻找四人之时 马大炮却又突然出现在杨晨宝面前 杨晨宝来酒吧玩 一撮毛室 肯定会报告给马大炮听的 而最开始的半个小时中 马大炮都在陪朋友喝酒 走不开 现在刚一走开 自然也要出来陪杨晨宝喝几杯才行 只不过马大炮来的十分不是时候 他来的时候 杨晨若刚刚醉倒不久 躺在杨晨宝的腿上休息 马大炮一看见这个架势 立即对杨晨宝摇摇头说道 小宝啊 你这么是不对的 怎么每次来我酒吧喝酒 都要灌注一个女人啊 不是 我说 到底哪个才是你女朋友啊 原来马大炮误以为是杨晨宝 故意灌醉躺在他腿上的女人的 至于醉了以后会干点什么事 相信马大炮可要比杨晨宝知道的多得多 哎 马大哥 这种事情 你可别乱说啊 杨晨宝指着躺在自己腿上的杨晨若 说道 他可不是普通的女人 他是我姐姐 亲姐姐 马大炮这才发现 是自己误会了杨晨宝 可既然今天最倒的是他姐姐 那上一次最倒的 也就是在他身边的女人 又跟他是什么关系呢 难道是他亲妹们 他妈妈不会这么厉害吧 生两个女儿都这么漂亮 看来 他妈绝对也是一个大美人 杨晨宝的妈妈 是不是大美人 杨晨宝自己也说不清楚 反正是乡下女人 肯定比打扮过的城里女人 要略逊几分 不过若是卸了妆 杨晨宝还是觉得 是自己的妈妈要漂亮得多 何况 在子女眼中 妈妈就是最漂亮的人 这让杨晨宝 如何能评价得出来呢 马大炮给杨晨宝倒酒 而杨晨宝也照顾自己的姐姐 没有说话 倒是张晴薇听完 马大炮的话后 很不高兴 他使劲扭了扭杨晨宝腰间的软肉 让杨晨宝忍不住吃疼 交出声来后 他这才小声问道 你经常带女人来酒吧喝酒 而且还灌醉他们 话语中的醋味 只怕杨晨宝再单纯 也察觉得出来 他赶紧解释道 我怎么会经常带女人 走酒吧来呢 马大哥口中的 上一次那个喝醉酒的女人 不就是你吗 我一共就带女人 上酒吧来过两次 而且两次都有你 你 你说真的 张晴薇害羞追问 杨晨宝坚定地点点头 张晴薇这才别过头去 不让自己的小红脸 被杨晨宝和马大炮看见 不过 就算他现在面对 杨晨宝和马大炮 只怕他们若是不细心看的话 也不会发现 他的脸飞红 毕竟酒吧的灯光本就昏暗 红色的光束也不少 谁不会误以为 他脸上的飞红 是被红光照射的呢 杨晨宝和马大炮喝起酒来 但张晴薇去没有喝 因为他担心 自己会再喝醉 上一次喝醉后 有没有在杨晨宝面前 事态他都不知道 这一次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喝酒的 更何况是醉 两人在一起 已经灌下去几杯酒了 此时 马大炮向随意 一个地方勾了勾手 一名和平帮的小弟 立即走上前来 他指着一个地方说道 你过去看看 那边怎么会有 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顺着马大炮 所指地方看去 杨晨宝发现 舞池的外面聚集的人 远远超出平常 在舞池中央跳舞的人 而且有一个十分高 十分魁梧的身影 不停在舞池中央 在灯光照射下 来来回回快速走动着 时不时还有其他的 几只手出现在他身边 却被都被躲过去了 杨晨宝的第一想法 是那边难道在打架 而第二想法便是 那人怎么长得 那么像郭元明 第三想法 却是郭元明在那边打架 请问 好像是老郭跟人家打起来了 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姐姐 我过去看一看 说完 杨晨宝立即往舞池中央走去 而马大炮听说 打架的人是杨晨宝的朋友 也跟了过去 杨晨宝和马大炮 来到舞池外边后 正好看见张默 一拳打在一个青年脸上 正更是证实了 杨晨宝猜得不错 在舞池中央打架的人 正是郭元明和张默 不出数秒的时间 十几个和平帮的小弟 来到马大炮身边 马大炮一挥手 这十数个小弟 便拨开人群 让杨晨宝和马大炮 向里面走去 走进一步后 杨晨宝这才发现 参与打斗的人数还真不少 七八个年轻人 围攻着张默和郭元明 人数虽是对方比较多 可张默这边完全没有吃亏 有朱真廷保护正宴 两个男人大可以放开手脚去打 而他们两人这一个礼拜以来 都很刻苦的练习功夫 特别是张默 他比郭元明练习的时间长 也比他练习的刻苦 只是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杨晨宝便看见他 放倒了两人 看到这幅场景 马大炮也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帮手 帮手吧 场中央的二人 完全有实力 可以击倒那几个年轻人 而且这么快平复这场闹剧后 自己又少了一出戏看 不划算 但要是不出手帮忙吧 万一两人失了一个 误被伤了怎么办 自己可不好对杨晨宝交代啊 小宝 你看这需要我帮忙吗 马大炮对杨晨宝询问 只要杨晨宝说帮他就帮 但要是杨晨宝 说不帮他就不帮 就算郭章两人受了伤 也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晨宝刚打算说话 可手机闭的一声 却打断他的思路 在酒吧吵杂的氛围下 杨晨宝是完全不可能 听见手机的动静的 可他可以依靠意念控制山寨机 山寨机有什么动静 他自然知道 而这闭的一声 便代表来了任务 在马大炮面前 杨晨宝是不可能拿出手机 来查看任务是什么的 他便控制意念 让山寨机告诉自己 是什么任务 得知任务是什么后 他不仅接下了任务 还觉得这个任务 完全是送能量值给自己的 自己拿到山寨机这一月多以来 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么容易的任务 以前杨晨宝 做过很多一星级别难度任务 最简单的 莫过于帮助一个瞎子过马路 而今天的任务更简单 是什么呢 山寨机告诉杨晨宝的是 静观其变 不出手帮助张默 郭元明二人 任务难度一颗心 杨晨宝本来见到郭章二人 打得这么嗨皮 本就没有出手的打算 接到这个任务后 更是打消了他 原本就不打算有的念头 刚好马大炮来问 他便回答道 不用 我相信 他们可以对付那几个年轻人 郭元明的手伤 还没有恢复完全 但是他的腿 却比一般人长 力度也比普通人大 经过这一个礼拜来 杨晨宝每天都会教他新的招式 他也打得风生水起 好不快活 反观张默 这小子 打人几乎都靠拳头 杨晨宝并未教过他 太多的脚上功夫 所以他的腿弓 虽然不及郭元明 可在拳弓上 他不知道 要胜过郭元明多少倍 而且他同时对付的人 比郭元明还要多 地下现在一共躺着五个人 其中的四个 便是他张默打倒的 气势最强的郭元明 反而只打倒了一个 半分钟后 三人中又有两人被击倒 唯一的一人 也不敢再上前来攻击郭章两人了 张默靠近一步 何道 你们刚刚不是很狂吗 刚打我兄弟媳妇的主意 看老子打死你 住 住手 唯一没被打倒的人 也被张默吓得说话结巴起来 不过毕竟他是在道上行走的人物 在酒吧里看着他们打架的人有这么多 他再输 也不能输了自己的气势 他对张默问道 你他 妈 他是哪条道上的 居然敢跟我们何和邦斗 活腻了吧你 别看何和邦跟何乒邦 只有一字之差 可两者之间的实力 却相差太多太多了 这么说吧 何乒邦如果是一条老虎的话 可实际上何和邦在这附近的区域 也混得比较开 除去何平邦不谈 他们确实有在这附近横行霸道的资本 所以他们 今天才敢调戏郑燕和朱真廷 换成三流小邦的人物来 只要一看见郭元明 他们还敢打郑燕的主意吗 张默和郭元明是哪条道上的 他们是天黑走道的 张默郑郁在教训刚刚说话之人 可马大炮也憋不住气了 马大炮本来就看不惯何和邦的人 认为他们 抄戏自己邦派的名字 可又一直没有找到理由搞他们 虽然何平邦的人做事不大讲道理 可江湖规矩还是要讲的 私人恩怨也就罢了 可邦派跟邦派之间的争斗 必须有个原因所以然才行 否则搞不好 就会引起整个江湖众怒 而这种事情 哪怕是上官是真正的地下霸主百草堂 也不敢引起 又何况是指排名第三的何平邦呢 呵 何和邦 你们很屌吗 他们是我何平邦的人 怎么样 马大炮走到五池中央 身后跟着十几号何平邦的人 光从人数上 那名小弟也认识马大炮 一见到马大炮 他立即软了下来 求饶道 炮 炮哥 对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来 来闹事的 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便把马大炮打断了 马大炮说道 停停停 老子管你是不是来闹事的 你刚刚不是问他们 是哪条道上的吗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他们是我何平邦这条道上的 怎么样 这一次 这名小弟算是真的被吓傻了 不管郭章二人 是不是真的何平邦中人 可现在马大炮发话了 他们就是 哪怕他们不承认 可日后在道上 只要是道上的人 就需要给他们二人三分薄面 否则就是跟马大炮过不去 小弟被吓得不敢说话 而马大炮很明显 不想就这么结束这场 闹剧 他要趁机会 好好教训这个何何邦 他道 敢动我何邦的人 你们胆子不小啊 这样吧 我也不欺负 你们几个小辈 你们回去把你们老大 叫那个啥来着 叫到这里 亲自给我的弟兄 刀个欠这件事就算了 否则 我相信 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们何平邦的做事方法 何平邦的做事方法是什么 无外乎全打刀砍枪杀 这也是他们在上官室仇人无数 却依旧可以立足于 上官室的唯一原因 何何邦的小弟 被吓得哪个傻劲 哪胆不答应 立即逃出酒吧 去通知自己的老大来道歉来了 而马大炮 则带着杨成宝树人 回到了卡座上 张晴薇一直很关心 武池那边的事情 如果不是杨成宝 拜托他代为照顾杨成弱 只怕他也早已经 跑到武池去看得究竟明白了 一见到杨成宝树人回来 他立即问道 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在那边 跟人家打起来了 其实打架的缘由 杨成宝也都还不清楚 他便坐到张晴薇身边 等待着郭章二人的理由 那几个臭小子不长眼 我和婷姐 还有老郭跟嫂子 跳舞跳得好好的 他们非跑到我们周围 来晃过去晃过来 最后还公然 让我和老郭滚蛋 说把婷姐 还有嫂子借给他们玩玩 你说我们能不生气吗 张默气鼓鼓地说道 郭元明也附和着点点头 也顺便安慰着 自己那辈 吓得不轻的老婆 以前的郑燕 哪里经历过这种场合 先前来调戏的和和帮小弟 都已经把他吓住了 可最后连和平帮的 老大马大炮都出场了 他更是被吓得不轻 郑燕也是上官是 土生土生的人 他怎么会不知道和平帮呢 听完张默的接受 杨成宝认为 若是自己遇见这种事 也肯定会按照他们的方法做 便没有多说什么 几人又聚在一起喝酒 直到和和帮的老大 一个中年胖子出现 还是先前那几名 被郭章二人狠揍的年轻人 在一个岁数月末四十五六 搏带拇指 促金项链的中年男人身后 出现在众人眼前 而中年男人 便是和和帮的老大 名叫蓬蓬 外号火蓬 也叫火赤鸟 不管他的哪个外号 都代表他的脾气绝对不好 可在马大炮面前 他也只能乖巧地像一只小猫 因为他知道 若是自己今天 不能给马大炮一个交代 搞不好从明天开始 和平帮就会全世界 追杀和和帮的人 而若是自己今天 不好好说话 说不定自己今天 能不能平安走出去 都还是得未知数 炮哥 火蓬一来到卡座 便坐到马大炮身边 给他散烟 也对自己的几位 小弟喝道 都他 妈给我跪下 赶在炮哥的肠子里闹事 你们是他 妈 都活腻了 还是怎么回事 他已经从几位小弟的口中 知道事情的经过 既然拿这一次 他们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就只有主动承认错误了 否则火蓬也保不住他们 绝对不会理会他们几个的死活 因为一旦理会他们的死活 自己就可能由活变成死了 张默和郭元明二人 一副挑衅的眼神 看着跪在地上的几人 而杨晨宝却知道 张晴威绝对不喜欢这种场面 便说道 都起来吧 这么大的人了 跪着算个什么意思 几个人不敢动 因为自己的老大即位发话 而马大炮也没有出言 让自己起来 最要紧的是 就连刚刚跟自己结院的那两个人 都没有发话 他们不敢起来 数秒钟后 马大炮见他们把杨晨宝的话 当作耳边风 便怒喝道 没听见我弟弟叫你们起来啊 你们的耳朵 要是常来配相的 我现在就让我的弟兄 把你们的耳朵给割下来 马大炮的怒喝 让他们如同火箭般 立即从地下窜了起来 看来在他们心中 马大炮确实是一个 十分恐怖的人物 在和和邦老大火蓬的眼里 亦是这样 炮哥 这是一点小小心翼 还望你笑呢 火蓬拿出一个一拖 被报纸抱住的东西 推送到马大炮的身边 继续说道 今天的事情 都是我这个弟兄的错 您大人有大量 就把他们当成一个批放了吧 他们以后绝对不敢 在您的场子闹事了 火蓬这不是 在给小弟们求饶 而是在为自己求饶 今天的事情 若不能平息马大炮心中的怒火 遭殃的绝对是整个和和邦 而死得最惨的 无疑就是他火蓬 马大炮拿起报纸包 来往你们望了一眼 也不说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一下子扔到张默和郭元明的方向 说道 你们看看 这点钱够不够补偿你们 觉得不够的话 你们就告诉火蓬哥 他有的是钱 不差这几万块钱 张默和郭元明 在和平帮打压和和邦的事情上 原本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可现在 马大炮却居然询问起他们的意见来 张默颤抖着双手 将报纸打开来看 只见里面放着无捆百元大钞 而一捆就是一万块钱 这也代表马大炮 把这笔钱送给他们了 五万块钱 凭借张默和郭元明的家事 不是拿不出来 可这五万块 到手的也太容易了 他们岂会还有什么怨气 立马表示这些补偿 足以消除他们的怒火了 而听见他们这么说的 火蓬这样才放下心来 导火索就是郭章二人 只要郭章二人不再生气 他们和和邦就应该没事了 可以万事大吉了 火蓬的想法是很好 不过马大炮向来 都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郭章二人的事情是解决了 现在轮到他算一算 他跟和和邦之间的恩怨了 他说道 现在我两个弟兄的气是消了 可是我的气还没消啊 刚刚我和小宝 喝酒喝得好好的 你的几个小弟 却在我肠子里闹事 直接影响了 我和小宝喝酒的气氛 你说这笔账怎么算 炮 炮哥说了算 火蓬虽然以为 和和邦已经没事了 可他也预料得到 马大炮不是这么一个 容易放手的人 看来他不再敲诈自己一笔 是绝对不会轻易 原谅自己和和和邦的 嗯 那就这样吧 马大炮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听说你们新开了一家 皇家桑拿 而且里面有好几个妞 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我的要求也不高 皇家桑拿和那几个 日本妞归我 其余的人 你爱带走带走 不带走留下来 我也肯受容他们 鹏哥你看怎么样 是 什么 炮哥 你怎么做 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火蓬前几天 是新在隔壁 揭开了一家皇家桑拿 那也是他最为看好的场子 刚开业几天 因为有唇种 从日本进口的按摩妞 所以大受新客熟客的欢迎 他岂能忍心 因为马大炮的一句话 就让出来呢 马大炮用小拇指 挖了挖自己的耳朵 对火蓬问道 你跟我马大炮讲道理 把手续整理好 来这里交给一撮毛 若是三天后 我没有听到一撮毛 给我的汇报 那你们和和帮 以后就离开上官市发展吧 因为我们和兵帮 容不得你们再继续留在上官市 马大炮就是这么一个 从来不讲道理 也不讲江湖道义 最要紧的是 他是一个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就算是老牛帮 百草堂遇上这种事 或许让对方帮派到一个签 顶多在摆几桌道歉酒 就算完事了 可马大炮非要拿人家一个场子 才肯完事 而且其余的场子还不要 非要那家皇家桑拿 火鹏坐在卡座上 扮上没有回答马大炮的问题 若是场子不交给马大炮 那他们以后就真的 只能离开上官市发展了 马大炮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说不容他们和和帮留在上官市 上官市就绝对不会再有 和和帮的一席之地 可若是火鹏答应马大炮的事情 那他火鹏的面子往哪里放 整个和和帮的面子又往哪里放 只怕这件事传出去 整个道上的人都非笑掉大牙不可 数分钟后 火鹏既不离开也不说话 马大炮说道 鹏哥 你还不滚蛋 是还指望我请你吃宵夜不成 有马大炮这句话 火鹏再不离开 就真的是自讨没趣了 告了一个别 他也没表示 会不会把皇家桑拿 让出来 便带着几个小弟走了 火鹏走后 马大炮便又和众人喝起酒来 这次喝酒 众人都对他有了新的看法 不是害怕他是和平帮的老大 而是都觉得 一个人怎么能无赖到这个地步 就因为有几个别帮的小弟 在他场子打架 就要人家的场子 而且不给还威胁 要端掉人家的窝 这真的是太无赖了 只怕整个上官式的江湖 能做出这档子的事人也不多 搞不好 也就只有他马大炮一个人了 喝到接近十一点钟 张秦薇的父母 又打电话来追张秦薇回家 众人酒也喝够了 舞也跳够了 价也打够了 便跟马大炮告来一个 别个回个家 只是最后结账之时 马大炮说什么 也不许杨成宝给钱 他说过以后 杨成宝来一篮酒吧玩都免费 他就一定要给他免费 杨成若还是醉得不知天昏地暗 杨成宝把他背着往张墨家行去 他本来是决定今天搬走的 可现在这么晚了 也不急于今天晚上 他就打算 今天晚上 还是再回张墨家去住一晚再说 他也想过 干脆把姐姐送回家去 可姐姐也是 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 他喝得这么醉 万一回家有了什么事 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所以杨成宝打算 把他背回张墨家 今天晚上就由自己来照顾他 明天再搬出张墨家 也让他搬家来跟自己一起住 至于张晴威和朱真廷两人 杨成宝倒是麻烦的张墨送他们回家 毕竟张晴威虽然重要 可在杨成宝心中 自己的姐姐更重要 何况姐姐喝醉了 若是哪一天 张晴威喝醉了 而自己姐姐没有喝醉 那自己率先照顾的 也肯定会是张晴威 回到家 把姐姐背到自己的床上去躺下 杨成宝稍微替他擦了擦身子 便去沙发睡下了 当然 擦身子的时候 他虽然面对的是自己的亲姐姐 可他还是没有去碰那些重要部位 毕竟男女有别 就算姐姐不反对 自己也不能做出 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事情了 第二天早上 杨成宝起来的大早 比张墨起的都还早 不到五点半 他就从沙发上爬起来 回房间去看了看自己的姐姐 发现他睡得很熟后 杨成宝这才放心下来 对于姐姐 杨成宝有着说不出来的情感 这种情感超出姐弟俩的感情 可杨成宝却也知道 绝对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而是姐姐是自己这辈子最重要的女人 就算以后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老婆在心里 也一样不会有姐姐重要 姐姐为了自己吃了太多的苦了 不是因为自己 他也不会认识李国正 更不会如此的伤心 六点钟 张墨起床练习瑜伽的时候 杨成宝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早饭了 今天好不容易一起这么早 他觉得没有必要非要让张墨来做早饭 何况以前几乎都是他做饭 自己今天要搬走了 就做一次饭 算是答谢 他这一个多月以来 对自己的照顾吧 六点半 杨成若也醒了过来 独自醒在陌生的地方 他自然是害怕的不得了 走出房门来看见杨成宝 他这才放心下来 若不是杨成宝 刚好端着一锅稀饭走出来 杨成若单单只看见张墨的话 他不冲上去 暴打张墨一顿才怪 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 杨成宝也住在这里 杨成宝跟张墨合作的事情 一直没有告诉过姐姐 就像当时他只住 一百块钱一个月的小单间一样 因为他怕一告诉姐姐 姐姐就会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好 会要求自己过去跟他一起住 到时候 姐姐就会更为自己操心劳力了 这几年来 姐姐为自己付出的太多 是时候休息一下了 吃饭早饭 张墨知道 这顿早饭 也可以当作是告别饭来吃 所以吃完饭后 他一直显得闷闷不乐 虽然杨成宝跟他同住的 这一个多月里 是让他挺劳累的 每天早上起来 都需要做双份早餐 而且还要考虑到 合不合杨成宝的口味 杨成宝走后 他肯定会轻松很多 可以想到杨成宝今天就要搬走 张墨还是很不高兴 也不知道 张墨到底是不高兴杨成宝要走 还是不高兴杨成宝要走 还是没有把这个月 应该给的租金给他 把东西全部收拾完毕 杨成宝耍了几招新的招式 给张墨看 便算是道别礼物 可真正的道别礼物 当然不止这么点 杨成宝还记得 一个月前的自己很贫穷 穷得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 张墨坦言肯跟自己合租 而且租金等自己有钱 以后再给也不吃 还不止这样 他知道自己穷得 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 所以 每天晚上的晚饭 不仅要他下厨 连买菜的钱 都是他自己给 他从来未向自己要过一分钱 杨成宝是一个 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虽说没有张墨的接济 自己不至于饿死 可若是没有张墨 自己这一个月 不会过得这么潇洒 昨天取钱来 还给李国正的时候 杨成宝还多跑了几家自住银行 多提了五万出来 这五万块钱 就当是给张墨的报酬 以后若是张墨再也什么需要 再另外帮助他 不过这五万块钱 杨成宝并不是直接给的张墨 而是用一个信奉 把钱装在里面 趁张墨帮自己收拾东西的时候 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只要钱在他的房间里过了夜 第二天他 就算要拿来退给自己 自己也大可以说 不是自己的钱 看他退给谁去 将在张墨这边的东西 打包收拾好 杨成宝便和自己的姐姐 一起将东西 带到自己的新租的屋子去 东西放好后 杨成宝又和姐姐来到他住的地方 将他的东西打起包来 早上杨成宝就让姐姐搬过来 和自己一起住 最开始杨成宝不同意 可他转面一想 自己今天就回去辞职 一天找不到工作 自己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连自己都养活不说 更别说还要拿出一笔钱来负担房租了 自己照顾了弟弟这么多年 让他照顾自己几个月也无妨吗 加上杨成宝的强烈要求 最后杨成宝也只好答应 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然后杨成宝就陪他去辞职 来到姐姐家 这并不是杨成宝第一次来姐姐家 可每一次来 他的桌子上面 都会摆了几张新的 他和李国正的合照 哪怕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可杨成宝还是舍不得把照片丢掉 杨成宝看见自己姐姐 拿起一张他以前和李国正的合照看得发呆 他生气地走上前去 一把把照片给夺了过来 将相框给搬断 又把里面的照片撕得粉碎 看着自己那块被吓哭的姐姐 杨成宝强势道 姐姐 撕掉照片就是忘记过去 我不希望你以后 还记得李国正这个人 我帮你把照片全部都撕掉 说完 他又找寻起其他的照片来 只要照片上面有李国正 撕的兴起 杨成宝也说道 对 小宝你说的对 撕掉照片就是忘记过去 我要忘了李国正 我一定要忘记他 两姐弟花费了近十分钟 才将姐姐杨成宝和李国正 所有的合照撕毁 将姐姐所有要带走的东西 都打包好后 杨成宝便提着大包小 包的东西 往姐姐的公司行去 杨成宝所上班的贸易公司 离他的住所并不远 杨成宝就决定去辞了职 再回家吃午饭 来到贸易公司 这是一家坐落于 在一栋高楼大厦里的 某一楼层里的公司 杨成宝和杨成若 一起来到公司 同事们见到他 都还很亲切地打招呼 公司里的同事 也有大部分认为杨成宝 他们都知道 杨成若为了自己的这个弟弟 付出了很多 所以纵使他们中的大部分知道 杨成若是公司总经理的小三 可他们从来都没有鄙视过杨成若 因为他并不是想过好的物质生活 才选择做李国正的小三 而是完全为了 供自己的弟弟读书 他才没有选择 做的李国正的小三 加上李国正向来 也对杨成若很好 其实同事们都认为 他和李国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当然 前提是李国正没有家室 没有孩子 来到自己的那间 和李国正共用的办公室 杨成若刚刚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准备从抽屉里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辞职信 他却发现 总经理秘书牌子上的名字 改成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在公司 也算是美女的新人 办公桌的旁边 放着一个大的印纸和箱子 里面装满了 自己以前用过的东西 这时 李国正从办公室门口进来 身后跟着那名美女新人 他一看见杨成若便说道 陈若 你可算来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你不用辞职了 我已经通知人事不开除你了 省去了你 还要填辞职单的麻烦 还可以拿到一部 数目可观的停职员工费 你高兴吗 他说的倒是 条条都为杨成若吼 可脸上的笑容 却让让怎么看 怎么觉得恶心 看着笑起来 无比恶心的李国正 杨成若绝对他像是 换了一个人似的 换成来一个 以前自己从未见过的人 杨成若说道 他被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好了 不用多说了 既然你决定辞职了 我也已经开除你了 大家就简单点 我把钱都放到那个箱子里面了 你还是早点走人吧 李国正指着 秘书办公桌旁边的印纸箱 又对他的新秘书说道 小梦 我的肩膀好像有点酸啊 你过来帮我捏一捏 新秘书小梦 十分听话地 上前用双手慢捏 李国正的肩膀 可刚捏了没两下 他却被李国正一把搂入怀里 李国正根本就把 还在办公室里的 杨成若和杨成若 荡成了空气 直接跟新秘书小梦挑起情来 看见这一幕 杨成若愤怒无比 可他已经跟李国正分手了 他已经决定 要忘记李国正了 他便也是做看不见 现在如此恶心的李国正 搬起秘书办公桌 旁边放着自己 私人物品的箱子 就往外走去 杨成若狠狠地 看了李国正一眼 也追着自己的姐姐出去了 杨成若和杨成若的身影 小时在办公室门口后不久 李国正看着将舌头伸出来 要跟自己舌吻的小梦 狠狠地抓住他的头发 让他的舌头远离自己 对他厌恶地说道 你别以为可以取代杨成若的位置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长得漂亮 我他 妈 得早开除你了 现在 立刻去给我做事 以前杨成若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你也必须完成 否则立刻给我卷不盖走人 新秘书小梦 被李国正突然转变的态度 吓得脸色苍白 像陶似的逃离了李国正的身边 回到自己的办公位置上 做起秘书应该做的工作来 并不是每个秘书的工作 都是陶老板开心 陪老板上床 真正的秘书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并不比一般的员工少 否则他们凭什么能够跟老总 共用一个办公室 凭什么可以代替老总发号施令 就算是女老总也一样 离开办公室 来到公司大厅 此时公司的员工们也才知道 杨陈若被开除的消息 他们全部都不敢相信 虽然知道杨陈若和李国正分了手 可他们也觉得 李国正不至于要开除杨陈若 何况在他们心里 李国正也绝不是这种小度机长的人 可人事部的命令已经发了出来 杨陈若也抱着私人物品走了出来 莫非他真的要离开公司 陈若 陈若 你真的要走吗 一名平时在办公室 跟杨陈若关系不错的女同事 走上前来问道 杨陈若点点头 表示自己确实要走 这名女同事 伤心的上前立即抱住杨陈若 两人在公司里 关系一直很好 几年相处下来 今天杨陈若突然要离开 对这位女同事的打击很大 杨陈若在公司里的人员不错 从大厅到电梯门口 不过短短二三十米的距离 他却用了半个小时 才和杨陈若一起走进电梯 这半个小时中 他都是在和其余的同时道别 走出大楼 杨陈若看了整个大楼 一眼当作告别 也在心里对自己说 以后再也不要回这里了 将杨陈若的东西 全部搬到新家去 再把东西全部布置好 已经临近了吃午饭的时间 杨陈若和姐姐到外面 去填饱了肚子 下午又回到家里打扫起来 有姐姐的帮忙 有姐姐和自己一起住 杨陈若以后的生活 不知道要方便多少 至少家务这类的活姐姐 肯定会揽在自己身上 他杨陈若才不希望自己的弟弟 一个大男人 还要做家务这种琐碎小事呢 经过一天的搬家劳累 晚上杨陈若早早便睡下了 张默不在 终于不会有人吵得 他半夜三更都还睡不着 而第二天早上 他也是姐姐 在临近七点钟的时候 做好早饭 才把他叫醒的 姐姐的厨艺跟张默比起来 当然要好得太多太多 本就出身农民家庭 姐姐很小就学会了烧饭做菜 来到城里的几年里 他也很少会在外面浪费钱吃饭 都是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做 就算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 独自做饭几年 也勉强能够入口了 何况姐姐原本就是一个 会做饭的人呢 杨陈若新租的房子 距离学校要稍微远一些 如果是跑步去的话 要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这还是针对现在的杨陈若而言 要是让张默来跑 只怕没有一个小时 他是不可能跑得到学校大门口的 鉴于距离学校太远 杨陈若便不打算跑步去学校 可一月多来的跑步 也让他受益不小 让他现在的体魄 相比起以来 不知道要见状多少倍 所以他并不是在距离 自己家最近的那个站程座的公交车 而是边跑边等 也不知道跑过了几个站 刚好有一辆 通往孟家女校的公交车 停在杨陈若身前 他这才登上的公交车 来到学校 以往每个礼拜一 都是学生们最不愿意到来的日子 在每个礼拜一的课堂上 他们都是一副苦瓜脸 很少能看到 有几人能以笑脸面对老师 可今天他们却十分反常 虽然到了上课的日子 他们同样激动地睡不着觉 心里也同样有点失落 可他们脸上 却对了一股子期待劲 而他们在期待什么 杨陈若也知道 学校规定提前20天秋游 目标桂王山赏桂花香 不只是学校的学生们 就连学校的老师 包括杨陈若都同样很期待 在学生们的眼里 去桂王山的两天 原本应该上课 可学校却让自己出去游玩 又不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何乐而不为呢 而在老师们的心中 礼拜四礼拜五两天 本来应该很苦 逼得上课 可自己却能带着学生们出去玩 而且工资照算 怎么能不高兴呢 来到办公室见到张晴威 杨陈若的心情 更是好得不得了 两人上周六在酒吧喝完酒后 虽然并没有多说什么 可两人相互之间 都发现对方喜欢自己 这世上最开心的事情 莫过于自己喜欢的人 也喜欢自己 杨陈若还能天天和张晴威 在办公室见面 他不高兴才怪呢 临近上课 张默果然来找到杨陈若 他神神秘秘地抱着一个小包 来到杨陈若面前 便把黑色小宝丢给杨陈若 十分不满地说道 小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陈若虽然猜到 小宝里面装的是什么 可他还是故意去看了一眼 里面放的确实是 自己昨天离开后 留给张默的五万块钱 他原本是决定打死不承认 这笔钱是自己的 可他又想 反正张默绝对知道 这笔钱是自己给他的 何况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自己有了钱 报答一下 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难道有错吗 杨陈若说道 默默 什么什么意思 以前我没钱的时候 你帮助我 现在我有了点小钱 当然要回报回报你 张默并不是一个 是钱财如粪土的人 当初他说的是 跟杨陈宝一起合租 并不是免费让他住 所以现在杨陈宝有了钱 他心里还是特别希望 杨陈宝能手心 把上一个月的租金给自己 要是他良心发现 能把上个月 自己帮他垫付的饭钱 也给自己 这就更好了 不过两者加在一起 一千块足以 杨陈宝却给了他五万块钱 多出了整整五十倍 张默觉得自己 把杨陈宝当成了朋友 就不应该要他这笔钱 小宝 完全没这个必要 你当我是朋友的话 就把这笔钱收回去吧 张默说完正打算走 杨陈宝却叫住了他 张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杨陈宝也真的是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他是出于好意 才决定给张默这五万块钱 可按照他现在的话来说 要是自己硬要 把这笔钱塞给他 就是不把他当成朋友 杨陈宝为难起来了 数秒钟过后 杨陈宝依旧决定 这笔钱应该给张默 他找了一个张默的软肋 说道 默默 我是肯定帮你当成朋友的 这笔钱 我是真心实意的要给你 我也就说一句话 要是你以后 还想跟我学功夫的话 就把这笔钱收下 大不了你以后 用这笔钱来讨好我就是 你要知道 现在去学个车 都得塞红包 给教练讨好他 你跟我学功夫 难道想让我白白付出啊 张默被杨陈宝说的话 搞得哭笑不得 要是让他现在停止 跟杨陈宝学习功夫 他张默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同意的 虽然以前的张默 是很娘娘腔 可他同样是一个男人 他希望自己能够变强 变得更强 比更强都还要强 现在好不容易 在杨陈宝身上看到希望 而且这两个礼拜的训练 也着实让自己提升不守 张默岂会放弃 继续跟杨陈宝 学习功夫的机会 小宝 就像杨陈宝 是真的想把这笔钱 给张默一样 张默也是 真的觉得自己 没资格拿这笔钱 杨陈宝摆摆手 示意张默不要多说 为了让张默 把这笔钱收回去 就算离上课 还有二十多分钟 杨陈宝也站起来 把小包交给张默 对他说道 默默 这笔钱你就收下吧 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好了 我去上课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不管张默如何呼喊杨陈宝 杨陈宝就是 头也不回一下的 往C班走去 这么早他上哪上课去 还不是只有回C班 去看看学生们 此时在干些什么 杨陈宝是一名班主任 班主任就要负起 班主任的责任来 随时关心学生们的学习生活 也是班主任的一种责任 来到办公室 虽然教室里的画面 没有杨陈宝想象中 人人都在看书 学习那么好 而是聊天的聊天 玩闹的玩闹 可杨陈宝一看见 自己的学生们 充满活力 健康 他都高兴得很 杨陈宝走进C班 学生们立刻之微的安静下来 就连最吵的马曼蓉的分贝 都下来了好几分 他们都以为 杨陈宝有事要宣布 杨陈宝走上讲台去好一阵 他就想这么静静的 看着学生们玩耍 可他发现 学生们怎么都直愣愣地望着自己 难道自己今天早上没洗脸 他说道 你们干嘛 杨陈宝奇怪地看着杨陈宝 半晌也才憋出一句话来 杨老师 你不是有事情要讲吗 杨陈宝真的觉得 自己班的班长杨陈宝确实很可爱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 有事情要讲 他回答道 我没事啊 你们继续 继续啊 切 全班女生十分不给杨陈宝的面子 虚了一声 下一秒 他们又各干各的事起来 中午吃过午饭 当然又到了最令张默 和郭元明高兴的练习功夫环节 而杨陈宝自从见过上周礼拜六两人在酒吧的打斗后 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功夫这个玩意儿不能盲练 功夫有高低之分 可更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 说句超科幻超武侠点的话 就是男人绝对不适合练育女神功 而女人也绝对不适合练罗汉拳 甚至是缩阳弓 就算他们练了缩阳弓 他们有羊可以缩吗 张默比较喜欢练拳 他练习拳法时候也要比郭元明刻苦得多 而郭元明的手伤还是没有完全好 虽然也可以耍一些简单的拳法把式 但看得出来 他最喜欢的还是杨陈宝交给他的腿功 而且他的腿十分长十分有力 腿功叫张默来说更适合他 杨陈宝从未把张默和郭元明 当成过自己的徒弟 可他却犹如一个师傅般 希望两人的实力越来越高 将来甚至可以超过自己 所以从今天起 他要把两人分开来训练 既然张默喜欢练习拳法 他的强项也是练习拳法 杨陈宝就单独教他拳法 配上一些步法 至于腿功 杨陈宝就决定不交给他 而是交给郭元明 两人各有长处 若是浪费时间来练习他们的短处 或许一年两年后 他们可以花自己的短处为长处 可他们至少 在将练习拳法的时间补起来以前 不可能成为一个高手 充其量能够成为某某派大弟子的角色 而要成为掌门 他们是绝对不够实力 不够资格的 张默 郭元明 张晴薇三人面对杨陈宝而站立 杨陈宝看了三人一眼 对他们说道 默默 我发现你的拳法练习得很好 但你的腿功稍有不急 不如这段时间里 你就专注练习拳法 等拳法练到一个级别后 我再教你腿功 老郭 你跟默默正好相反 你的腿很长 踢出去的力道也够足 可你的手这段时间有伤 不能连续拳法 不如这段时间 你就好好练习腿功 等你的手伤恢复完全以后 我再适量教你点拳法 磅身如何 在郭章二人心里 平时的时候 可以把杨陈宝当成朋友来对待 但在练习武术时 他绝对是一个师父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都是最适合自己的 两人同时点点头 倒是唯一一个 没有被杨陈宝点到名的 张晴薇郁闷起来 他问道 那小宝 我练习拳法还是腿功 杨陈宝还未来得及回答 张默倒是抢先一步说道 威姐 干脆你就别跟着我们受苦了吧 我跟老郭练习功夫 是为了保护老婆 而你练来干嘛 有小宝保护你 不就足够了吗 张默说话虽然欠奏 可杨陈宝就喜欢听他说这些话 果然 张晴薇的小脸红了起来 杨陈宝心中暗自窃喜 半晌后 他说道 秦薇 我也认同默默的说法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就不用跟着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受苦了 回办公室练练刺绣啊 啥得多好啊 不行 我就是要练 张晴薇抗议道 其实张晴薇来练习功夫 杨陈宝也是高兴得很 毕竟有他陪着自己 自己也才每天都有闲心 去教导张默和郭元明二人 若是张晴薇某日 决定不再练习功夫后 杨陈宝感对自己发誓 自己绝对不会教张默和郭元明 教得这么拼命 自己是吃饱了撑的的 还是怎么回事 每天放在午觉 不睡陪他们在这里疯 这不都是有张晴薇在吗 既然要分别教导张默和郭元明 杨陈宝就来到李小龙的虚拟空间里 请教了他 而李小龙听说张默和郭元明的身体情况后 给杨陈宝的建议 是让张默练习至音至柔的永春拳 加至杨志刚的红拳 两者结合起来练 非常人所能办到 可在张默身上 杨陈宝却觉得他能够做到 至于郭元明练习的腿功 李小龙给出的建议 却是十八路弹腿 弹腿讲究一个弹字 而郭元明的腿 却太过刚硬强猛 踢出去的力道虽然很大 对自身的伤害却也不小 所以他必须先练习弹腿 只要懂得如何将力道弹出去 对自身的伤害 才会大幅度下降 否则就算能够一脚踢倒一个敌人 只怕三五个人过后 郭元明的腿 也会疼得连站都站不稳 永春拳 红拳 十八路弹腿 这三种功夫 杨陈宝都没有学过 光是入门他 就在李小龙的虚拟空间里 待了近两个小时 不过幸好李小龙 现在所生活的未免 并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对他来说 在虚拟空间和他现在的未免中 度过一个小时和一天 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最大的分别 顶多是一个小时后 依旧可以保持精力充沛 而一天后 自己就困得想睡觉罢了 退出虚拟空间 现实未免的时间 刚刚过去才不到一秒钟 杨陈宝立即让张默和郭元明 照常先蹲马步 趁他们蹲马步的时间 他便在一旁耍起永春拳来 不过他现在的永春拳 并不是交给张默的 而是准备交给张秦威的 永春拳本来就是一个女人发明的 虽然男人也可以练习 可他的很多特性 很多连贯招式 都比较适合女人 如果说要教张秦威什么功夫 除非是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什么所谓的玉女神功外 杨陈宝自然是选择永春拳无疑 杨陈宝先交一招 红拳给张默 又交一路弹腿给郭元明 时间很快来到两点钟 四人准时收工 各自回了办公室休息去 经过三天来的练习 张默和郭元明二人 已经出亏了红拳和十八路弹腿的门道了 而哪怕是 抱着玩乐心态来的张秦威 现在耍起永春拳来 也有模有样的 当然 高级的永春拳厉害招式他 肯定不会 可什么棋手势啊 日子充拳 他也打得有模有样的 若是撇开威力不提 他绝对是三人中练习的最好的一个 今天是星期三 也就是说 从明天开始 就会迎来长达两天的秋游 这是孟佳女校见校以来 时间最长的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全校超过一千人同时在外面过夜的一次秋游 出于安全考虑 学校在这次秋游的保安措施上下了不少功夫 不仅重金请来了许多厉害的女性保镖 更是和负责桂王山的派出所取得联系 希望他们可以控制星期四星期五 去桂王山玩耍的市民数量 幸好星期四星期五 并不是市民出游的假日 派出所立即答应下来 在孟佳女校需要做停留的地方同时 绝对不会看见外来的游客 坐在教室内 杨晨宝看得出来 每个同学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面容 他们现在正是爱玩的年纪 而这种大型的全校规模的集体活动 更是令他们期待不已 哎 我说 你们从星期一商量到现在 商量好了 没有要带什么东西去 从星期一开始 杨晨宝每天都会听见不同的学生 跟另外一位学生说 他们要带什么什么去 相同字眼的话 直到刚才都同样出现在学生们的嘴里 我要带方便面和火腿肠 我要带烧烤架和所有好吃的东西 我要带洋芋 土豆 还有马铃薯 可 这位同学 洋芋 土豆 马铃薯 都是同一种东西 杨晨宝善意提醒道 不仅仅是学生们 连老师们都同样在思考 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去 毕竟大人的世界 要比小孩复杂得多 何况孟家女校这次秋游 除了杨晨宝等三位男老师外 剩下的数十位近百位老师 都是女性 他们要带的 想带的东西 可比杨晨宝等人多得多 而且 他们的担心也多得多 比如 晚上在山上 会不会有蛇虫熟悉啊 会不会遇见坏人啊 要不要带房狼喷雾去啊 等等等等 至少 杨晨宝就知道 张晴威和朱真廷 会带房狼喷雾去 原因就在于 这个礼拜的一次吃饭 张默坦言说 要给他们睡同一个帐篷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只是开玩笑 可两位女士 都表示 他们绝对不会忘记 带房狼喷雾去 只要张默一出现在 他们帐篷周围 他们就会拿出 喷雾来一阵乱喷 其实这次的秋游说起来 对杨晨宝等人很不公平 看似一千多个女性 和他们 仅有的三个男性 一起出去秋游 对他们应该是一种 厌赋的般的存在 可学校就是考虑到男女有别 规定学校仅有的三位男老师 也就是 他们在晚上需要扎帐篷时 必须距离最任何一个女老师 或者女学生五十米远才行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规定 若是大部队遇上什么危险 不管他们距离当事人有多远 他们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赶到现场 原因无他 就因为他们 是这次秋游活动中 仅有的三位男性 身为男人 本就该保护女人 可三个男人 保护超过一千个女人 这也太 他 妈西门庆了吧 杨晨宝这才要带的东西 同时容纳张默 郭元明 还有自己一起睡觉的大帐篷 剩下的东西 则由张默和郭元明来带 毕竟一个大帐篷的价钱 已经很不菲了 要是还让杨晨宝带其他的东西 怕是张默和郭元明 自己都会觉得脸红 出去安全考虑 杨晨若当然不忘为自己的弟弟 准备了手电筒 指南针等野外必备物品 别以为带指南针很多余 贵王山并不是一座小山 有的时候走进去 确实是会令人迷失方向的 若是贵王山只是一座小山 他也就当不起这个王子了 而孟家女校的师生 也用不着 还要在山里休息一晚 才会回家了 今天学校倒是只用上上午半天课 因为明天去秋游的东西 都是由学生们自己准备 学校就决定 今天下午就放假 让学生们回去准备秋游所需的物品 免得还要上晚晚自习才放学的话 他们去鬼个地方买东西 就算是下午再放学时间 也绝对来不及 毕竟这次秋游 是需要在山里睡一晚上的 并不像往年那样 只出去半天 而是别姐姐打去一个电话告诉他 自己中午不会回家吃饭 和张晴薇一起走出了学校 张晴薇虽然也是从礼拜一 就一直期待秋游期待到今天 可前两天 他都不知道 自己要为秋游准备些什么才好 所以今天 他便约杨晨宝 和他一起出去 买秋游需要准备的东西 杨晨宝自然是欣然接受 两人吃过午饭 便在百货大楼溜达起来 转悠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张晴薇除了买了小量的秋游必需物后 也买了好几件衣服 走出百货大楼 两人一边在路上走 一边也在思考着 还要买些什么 反正今天有杨晨宝 当张晴薇的免费劳力 张晴薇自然不会嫌自己买得多 而杨晨宝 今天是替张晴薇提东西 他自然也不会嫌东西 夺货则重 张晴薇的手上 拿着两杯奶茶 他左手拿着的是他自己的一杯 而右手拿着的 则是属于杨晨宝的一杯 只见他向自己嘴里送了一口奶茶后 又拿起右手上的奶茶 靠近杨晨宝的嘴边喂给他喝 没办法呀 杨晨宝的双手都提满了 他刚刚在百货大楼里买的东西 喝奶茶这种小事 就自然得由他来喂杨晨宝了 对了 我记得妈妈说过 有一种中草药可以驱蚊 晚上山里的蚊子那么多 我们去买一点可以驱蚊的草药吧 张晴薇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的说道 这大热天的 正是蚊虫横行的时候 杨晨宝一个大男人 确实没有想到过什么防虫防蚁之类的事情 但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 她们自然不会忘记 毕竟全身上下 不管任何地方 被蚊虫叮咬一下 就会影响自身整体的美感 而现在正是夏天 平均每位女性 会露出超过自身50%以上的皮肤 被蚊虫叮咬到 而影响自身美感的几率超过50% 她们不提防才怪 何况 晚上睡觉时女人也是会穿着衣服睡的 而蚊虫是没那么厉害 可以叮咬到覆盖着衣服下的皮肤 她们只能叮咬裸 露出来的皮肤 所以综合起来 其实被蚊虫叮咬到 会影响美感的几率 整整超过90% 毕竟夏天女孩们上街的装扮 实际上跟睡觉的装扮 差不了太多 两人一起来到 百草堂旗下的一间药房 选购起可以驱蚊的草药来 杨晨宝一走进药房 便来到椅子上面休息起来 而张晴薇则静止 走向药房的伙子 对她问道 师傅 哪种草药可以驱蚊啊 嗯 气味要稍微香一点的 不要对人体有害的 不如你买香囊吧 不仅可以驱除蚊虫鼠蚁 还有安神的效果 对睡眠很有帮助 小宝你快来啊 你说 我买什么好呢 张晴薇对杨晨宝招招手 香囊他很喜欢 可他却香囊有一层布包裹着 会影响其中药物的效果 而伙计另外拿出来的一种药材 气力香虽然长得不好看 可甜香味 却也符合张晴薇的选择要求 只不过 卖相没有香囊那么好吧 杨晨宝来到张晴薇身边 分别拿起香囊和气力香闻了起来 只觉得 香囊虽然在距离自己几十公分远的地方 闻起来很疑神 但近距离却有一股很熏人的味道 张晴薇买来 是肯定要放在帐筒里面的 这么浓重的气味 别说是驱闻 恐怕倒要把张晴薇给熏走吧 至于气力香 长得虽然不好看 可距离越近 越闻得到一股甜而不腻的味道 让杨晨宝十分心旷神疑 他立即说道 买气力香吧 就在杨晨宝说完话 打算回椅子上去照看东西 顺便休息之时 他却在无意间发现 左手边有一张小小的广告牌 上面打的居然是蓄力丹的广告 这年头卖什么东西都得打广告 虽然蓄力丹的效果惊人的神奇 可要是不把广告打出去 只怕也没人知道 有蓄力丹这个玩意儿 更不会相信 蓄力丹真有那种神奇的效果了 上周礼拜六 周伟一就说过 会召开正式的蓄力丹上市媒体发布会 而礼拜天 蓄力丹就会正式登陆到各大白草堂 在上官市的药房 这几天来杨晨宝一直没有跟周伟一联系过 也不知道蓄力丹卖的如何 便对伙计询问道 兄弟 那牌子上面的蓄力丹真的这么神奇 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增大数倍自己的力气 效果杨晨宝当然是早就知道了 他之所以这么问 只是不想让伙计或者张晴威起疑 自己似乎一开始就知道 有蓄力丹这个玩意儿 这种问题从蓄力丹面试以来 伙计每天都会听到无数次 他点点头却没有回答杨晨宝的问题 杨晨宝追问道 真的这么神奇 那多少钱一刻啊 这种问题伙计也听见过多次 他本来还是想麻木地点头便作罢 可白草堂向来打的都是清明药房 现在连顾客的问题都懒得回答 还亲个屁的名啊 伙计回答道 这位大哥说句老实话 蓄力丹的效果绝对有那么神奇 正因为药力如此奇特 而且暂时还没有发现有副作用 他不仅卖价高 更是有价难求啊 大哥 说句不怕得罪你的话 你要是跟我们白草堂的老板 没点关系的话 你是买不到蓄力丹的 说了这么久 伙计还是没有说到 蓄力丹到底多少钱一刻 这才正是杨晨宝最关心的问题 他可是有蓄力丹的三成股份 蓄力丹为白草堂创造的收益 他要拿三成走 若是他连价格都不知道 到时候明明蓄力丹卖的是 一千块钱一刻 而周伟一飞说是五百块钱一刻怎么办 杨晨宝继续问道 兄弟 你还没告诉我 到底多少钱一刻呢 伙计看了杨晨宝一眼 虽然觉得他的打扮 不像是买得起蓄力丹的人 但伙计还是回答道 十万一刻 这位大哥 你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只有去我们白草堂的总店才买得到 在我们这种小分店 是不可能存放这么名贵的药品的 十万 一颗蓄力丹 居然要卖十万 杨晨宝听到这个数字后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十万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名普通白领的年薪 都不一定有十万 而自己要不吃 不喝奋斗四年 才能有十万 可就是一颗蓄力丹的价格 居然就要十万之多 他心里虽然知道 蓄力丹不值这么多钱 会卖十万的高价 完全是因为周伟毅 故意控制蓄力丹面试的数量 可十万这个价格 真的有人愿意买吗 蓄力丹的效果十分强大 经过试验得知 服用一颗蓄力丹的一个小时内 力气会增大四五倍 甚至是七八倍 而且暂时还并未发现什么副作用 但这个效果 也并没有什么实际太重要的用途 既不能治病 也不能强身 难道每次去打架以前 就是一颗蓄力丹 那这价打得也太贵了吧 杨晨宝不懂得无有所需的这个道理 一种东西 既然存在于这个世上 就必定有它的价值 就像天生我才必有用罢 一个再没用的人 再被人称之为废物的人 也一定有它存在的作用 杨晨宝不知道这个道理 不代表周伟一不知道 只不过周伟一这几天 也没有主动跟杨晨宝联系过 并不能告诉杨晨宝 蓄力丹的主要客户群 杨晨宝故意做出 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问道 这么贵 有人买吗 当然有 而且还供不应求呢 伙计自豪地说道 虽然蓄力丹所卖到的钱 他是一分都分不到 可他也是百草堂的工作人员 蓄力丹出自百草堂之手 他是百草堂人 也倍感荣幸 他说道 大哥 我告诉你吧 蓄力丹因为炼制困难 所以我们百草堂每个礼拜 也只能拿出来100颗卖 但蓄力丹刚刚面试上天 这个礼拜的100颗 不仅已经销售一空 而且预定的都已经排到下个月去了 所以大哥我才说 你要是跟我们百草堂里的领导 没有关系的话 是不可能买到的蓄力丹的 大大的出乎蓄力丹所预料 一颗小小的丹药 不仅可以卖10万的高价 而且在这种高价下 还有人原来买 而且还是很多 蓄力丹的高价下 蓄力丹震惊起来 突然发现 这好像是一个生财之道 最初周伟一就说过 愿意用2000万来购买 蓄力丹的使用权 自己觉得2000万太多 不知道该怎么用 所以才说 孙思苗之口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联系蓄力丹的 也只有拥有山寨鸡的自己 就算蓄力丹再某一天会过时 大不了自己再给孙思苗打 各电话 让他再告诉自己 一个新的丹方 自己岂不是就能凭借 跟百草堂合作售卖失传丹药 而成为打败比尔盖茨 和某盛产石油部落的 部落酋长后的世界首富吗 一颗十万 一百颗就是1000万 杨成宝拿三成 去除掉不到1000块钱的成本 杨成宝可以拿到 两百九十九万九千多块 而且他相信 周伟一不是小气的人 那几百块他 肯定会自己补上 直接分给自己300万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 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一点 能得到的钞票 还远远不止300万 短短三天接受到的预定 都已经排到了一个月之后了 以后购买蓄力丹的人 只会更多 哈哈 发财了 杨成宝怀着对未来美好 幸福在期待的懵懂之情 傻笑起来 张晴威也将二人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他虽然很惊讶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可以卖十万的高价 可他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 这是一个噱头 就连打着清明旗号的 百草堂药房 现在也学会了 居然乱用噱头 来提升他们的知名度 小宝 你怎么了 付完钱 张晴威这才发现 杨成宝居然满脸 嘲红的傻笑起来 他还以为杨成宝 受到了什么刺激 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袖 被张晴威惊醒 杨成宝这才发现自己 还活在当下 美好的未来 虽然距离 自己已经不遥远了 可在达到美好未来 以前的当下 自己还要一天一天的生活下去 他强忍 自己想流口水的冲动 对张晴威说道 没什么 咱们走吧 出门之时 杨成宝居然将张晴威 刚刚在百货大楼买的东西 都给遗忘了 这倒是 把张晴威给气急了 最后还是 杨成宝说 要请他喝星巴克的咖啡 他才平息怒意 不到四点钟 杨成宝将张晴威送回家后 立即打了一个车 来到周家别墅 他现在的心情 实在是太激动了 从伙计嘴里得到的消息 不能让他全信 他必须找到周伟 一问得清楚才行 经过杨成宝 第一次来周家别墅的事情后 保安们对杨成宝 是又恨又怕 恨他居然不把自己 堂堂周家别墅的保安放在眼里 还出手 差点伤了自己的一个同伴 可怕的 却是他居然真的有 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实力 一见到杨成宝到来 这次轮不到杨成宝敲门 保安们倒是首先 替他开了门 一名想要讨好杨成宝的保安 立即上前来给他散烟 无奈杨成宝不抽烟 便说了一句谢谢 我不抽 后往别墅所在的位置走去了 不管他们有多恨多怕杨成宝 他们都知道 对于杨成宝的处理方法 只有讨好他才是王道 他是周家的座上宾客 而且还是贵宾 一哥也亲自下过命令 下次再遇上他来访 自己开门便可 他绝对不是自己能够招惹得起的人 所以与其心里怀恨他 一直想要对付他 还不如讨好他 万一他哪天 心情好在一个面前 美言了自己两句 自己可就平不清云 飞黄腾达了 来到别墅后 杨成宝这才发现 周伟毅居然有事外出 他这才想起 人家周伟毅并不是一个宅男 第一次自己到访 他在家完全只是一个巧合 而第二次 他是事先跟自己约好的 他不仅跟马大炮一样 是一个黑帮的老大 更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 不知道要比马大炮忙多少倍 自己都不是每次去一篮酒吧 都可以看见马大炮 更何况 难道是每次上周家别墅来 都能见到周伟毅 周伟毅倒是不在 可周家的老祖宗却在家里 听说杨成宝到访 他立即吩咐保镖 把自己给搀扶了下去 不仅来到杨成宝身边坐下 更是吩咐保镖 去泡上好的茶 和最昂贵的茶点来 在老人家的心中 杨成宝对百草堂 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老人家是周伟毅的祖爷爷 也就是周家的前前任家主 他对百草堂的关心 一点也不亚于周伟毅 这个现任家主 何况周家的人都是 天生的中药狂 连周围都对中药如此着迷 何况是他这个 比他多出几十年经验的祖爷爷呢 杨成宝在老人家心中 是很重要的原因有两点 一点就是 杨成宝对于百草堂 确实很重要 他不仅能够提供蓄力丹的单方 出来替百草堂创造效益 更是能依靠蓄力丹 让周家在全国所有的 中药市家排名上 更前进一步 第二点就比较私人了 老人家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中药狂 虽然现在已经到了 比古希都还要更古希的年纪 可他对中药的狂热 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反而更着迷起来 他虽然不能亲自动手 炼制丹药 炼制药品 可他能看单方啊 现在的他 便是能够多看一张 以前从未见过的药方 就是一种胜利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死前 杨成宝可以多让自己看几张 自己以前没有见到过的药方 自己就死而无憾了 老人家虽然是 整个周家年纪最大的人 他说的话连周围亦都非听不可 可他现在对于 百草堂发展的事情 却并不插手 所以 蓄丽丹的消息 他除了知道顺利面事外 知道的并不比杨成宝多多少 所以 杨成宝也就不询问 而是和他聊起天来 大概五点钟的时候 见周伟毅还未回家 杨成宝就打算 今天先离开 等下次 有时间再来便是 反正周家家大业大 周伟毅总不能因为 一张蓄丽丹的单方 而不见自己吧 何况若是对于周伟毅来说 区区数百万 数千万 就让他躲着自己的话 这不知道得多丢他的脸 正在杨成宝准备离开 周伟毅却在 十数名保镖的跟随下走了进来 一看见杨成宝 他便笑了起来 高兴地笑 发自内心地笑 对于他周伟毅来说 杨成宝完全就是 他的福星 是他们百草堂的福星 是他们整个周家大大的福星 蓄丽丹的上士 不仅在上官市 取得重大的轰动 在远离上官市的北京中 央也注意到了这种神秘的丹药 今天下午 周伟毅什么事情都没办 就是去见了几个从中 杨下来的特派人员 简单点来说 中 杨对百草堂和周家有几个要求 第一就是 可以免费提供超过千颗蓄力丹给他们 若是那把丹方借给他们一看 自然更好 不过这种事情 他们也不抢求 因为他们的想法跟周伟毅一样 这丹方的拥有者 既然拥有蓄力丹的丹方 就难免他还拥有其他的丹方 所以不能逼急了他 要是逼急了他 他有也说没有 只能令自己得不偿失 要对他好一点 慢慢的 让他多拿几张新的丹方出来 第二点 中 杨的人要求见一见丹方的提供者 也就是杨尘宝 第三点 拒绝向除华夏以外的任何一国 提供蓄力丹 不管他们出价再高 第四 此次谈话 除他周伟毅和丹方的提供者杨尘宝外 不能再告诉其他的人 就算是两者的家人都不行 中 杨方面也不是单单 只给了周伟毅和杨尘宝要求 就算是唐一炮弹 也得有唐一才行 第一点对白草堂 对周伟毅 杨尘宝二人有用的交换条件 第一 中 杨完全知道 上官是白草堂的黑暗 以免属于黑恶势力帮派 只要周伟毅和杨尘宝 答应他们的要求 他们便会放纵白草堂一些 只要白草堂不闹出什么 惊天的大命案来 他们都可以视而不见 甚至是嘱咐当地政 府不要对付白草堂 第二 白草堂集团有限公司 在全国事实上 只算得上二流的小公司 而中 央却可以帮助其 成为全世界性质的 富有中华传统特色的 跨国中药集团 第三 则是针对周伟毅和杨尘宝个人的 不管他们有任何想法 或者任何困难 哪怕是超出法律规定的 他们都可以跟有关部门商量商量 至于这神秘的有关部门中 央只说了一句话 只要属于正 府的部门 都是有关部门 哈哈 小宝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找我 有事吗 周伟毅高兴地走到杨尘宝身边坐下 不忘对老人家为了一个好 又对杨尘宝继续说道 小宝 无论如何 今天也要吃了饭才能走啊 周伟毅突然对自己如此亲密 一时间倒是让杨尘宝有些适应 他对自己的定位向来都很明确 说他跟马大炮是朋友 他绝对承认 可说到这周伟毅 杨尘宝知道自己跟他 只不过是合作伙伴 算不上朋友的 可人家周伟毅如此好心 留自己下来吃饭 杨尘宝也不好拒绝 便说道 如果周大哥不嫌麻烦的话 我就留下来蹭一碗饭吃吧 他当然没有忘记 自己此行来的目的 他开门见山道 周大哥 我今天来是想问 蓄力丹卖的如何了 在市场上的反应好吗 好好 当然好 周伟毅高兴得很 他已经有许久 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可自从认识杨尘宝 从他手中拿到蓄力丹方后 他是一次比一次高兴 他特别期待杨尘宝 下一次给他带来的惊喜 他也坚信 杨尘宝下次决定 还会给自己带来惊喜 想起自己今天下午 和特派人员的对话 周伟毅对杨尘宝道 小宝 你跟我到书房来一趟 我们要好好聊聊才行啊 他故作镇静 为的就是 不让老爷爷 发现自己的异样 毕竟特派人员说过 这件事情 只能告诉给杨尘宝一人听 就连自己的妻子孩子 都不能告诉 杨尘宝倒是没发现 周伟毅有什么不同 和他一起去了书房 而老人家虽然看出来 一向耿直的曾孙 今天有些异常 却也没说什么 毕竟现在周伟毅 才是周家的家主 老人家深信 他不会坑害周家 而他身为周家家主 就算他要故意 把周家往绝路上带 自己也只有 跟着他一起去走绝路 这就是周家家主的权利 周家自创立以来 一世人只能由一个家主 一旦家主被评选出来 除非是家主自愿退位让衔 任何人都不得 窥视家主之位 往远些时候说 那些企图窥视家主位置的人 只有一条思路 而在今天 一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管周家当代家主 有多无能多昏庸 当世人也只能陪着他一起昏庸 这也是为什么 周家创立至今数百年 却从来都没起过内讧的原因 因为胆敢挑起内讧的人 早在事情影响还很小的时候 就被扼杀掉了 岂能害得动周家家主呢 来到书房 书房里仅一柜一椅 柜子上 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药书 和古代杰出医学家的人物介绍 或是自传 看不出来 这周伟毅迷恋中药 居然迷恋到这种程度 并且因为这事 在周家 而不是在办公室 整个书房内倒只有一张一起 周伟毅对外面的仆人吩咐道 去给小宝搬一张椅子来 约莫一分钟后 仆人带着椅子来到书房 走出书房时 他也特意把门带上了 这是周伟毅的习惯 他一般不会在家里谈公事 可若是 他邀谁上书房来 多半谈的都不是私事 待杨成宝坐下后 周伟毅随意翻了翻一本书的几页 说道 小宝 蓄力单卖得很不错 我故意控制数量 每周只翻卖一百克 价格被我提高到了十万块前一克 可就算卖得这么贵 一样有人来买 而且光是那些来预定的 都已经预定到下个月了 跟杨成宝在百草堂药药 了解到的一模一样 这一下子 杨成宝才算是对周伟毅放心了 也觉得自己的心眼 着实有点小 居然担心周伟毅会欺骗自己 就像自己所想到过的 区区数百万 人家周伟毅应该还不放在眼里 他怎么会因为几百万 而来欺骗自己呢 杨成宝故作随意地点点头 为的就是 不让周伟毅发掘自己一副穷酸模样 若是听见售价为十万一克的蓄力丹 卖出去了一百克 自己就高兴地手舞足蹈的话 只怕会让周伟毅看不起才是 他说道 如果真的卖得这么好 周大哥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更黑一些 把蓄力丹的价格再往上翻一翻 我们卖二十万一克 杨成宝提出建议来 而正所谓无伤不坚 越见的商人就越成功 杨成宝也算是摸到了 行商之道的边缘了 周伟毅前两天确实有过这种想法 他最初定价为十万的时候 还担心过于昂贵 会令很多对蓄力丹有兴趣的人不愿意购买 这样不假 有许许多多对蓄力丹有兴趣的人 得知是这个价格 确实就打起了退堂股 可蓄力丹的客户群不差他们 走了他们 还有新的客户会扑上来 十万块钱一刻 其实一点也不贵 这个价格应该再高一点才对 可到了今天 周伟毅满脑子都在想 该如何劝服杨成宝跟特派人员见面 虽然看起来跟钟 杨合作是由百利而无一害 最大的牺牲莫过于是要免费提供 一千颗蓄力丹给钟 杨罢 可百草堂一天可以炼制出来的蓄力丹数量远超一千 只是因为周伟毅要控制数量 面试的蓄力丹才会如此少罢了 杨成宝应该不会拒绝跟特派人员的见面 可万一他就是不同意呢 他连他是蓄力丹的提供者都不愿意告诉给媒体 他万一就是一个喜欢低调 不喜欢太张扬的人呢 小宝 你知道今天下去 我去见了谁吗 周伟毅将双手放在桌上 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自己嘴前 显得很是紧张 杨成宝被这突然起来的问题 搞得不知道该如何应付 你周伟毅一个大忙人 下午去见了谁我怎么会知道 谁 虽说杨成宝在心中骂周伟毅很无聊 可他还是得回答问题才行啊 钟 秧的人 周伟毅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说了出来 钟 钟 秧 杨成宝是地地道道的华夏人 只要是华夏人就知道钟 秧是什么地方 那可不是平头老百姓惹得起看得见的人 他们怎么会见周伟毅 难道他们要出手对付百草堂 不得不说 若是中央有意要对付百草堂的话 纵使百草堂是上官室第一大非邦 也绝对支撑不到一个礼拜 充其量周伟毅有通天本领 可以逃到外国去 可从此以后 百草堂便是在整个道上除名了 对 钟 秧的人 周伟毅兴奋地说道 为了叙利丹的事情 他们希望可以见一见你 周伟毅慢慢将自己下午和特派人员的谈话内容 告诉给了杨晨堡听 听完周伟毅的话后 杨晨堡沉思了下来 免费给中央一千颗蓄力丹 他完全无所谓 甚至是一万颗 他都愿意给 其他几个中央的条件 真正的决定权 也在周伟毅的手里 并不在这里 可重要的是 中央的人为何要见自己 对于中央给出的那几个交换条件 杨晨堡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三点中前两点都只对百草堂有益 而最后一点 虽然明说会给自己办 任何都能走后门的权利 可自己要这个权利来干嘛 权利跟势力不一样 有势力就代表有权利 而有权利却不代表有实力 就比如周伟毅家的那几个保安 有权利不给外来人员开门 可他们有势力吗 还不是保安一个 自从山寨基出现在杨晨堡身边后 他越发地察觉了实力的重要性 有了实力便有了一切 自己就算要那一丁点的权利 也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办保 所以中央给出的 唯一对自己有益的条件 是真的不能吸引住自己啊 可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在于中央的人为何要见自己 他们有任何话 可以去对周伟毅说 见自己有何用吗 不管怎么说 杨晨堡也是华 人一个 既然领导派来的人说要见自己 难道杨晨堡还敢拒绝不成 他回答道 若真的有周大哥说得这么好 我就跟周大哥一起去见见他们吧 什么时候去 周伟毅虽然猜到 杨晨堡应该会答应自己 可杨晨堡真正答应下来后 周伟毅心中的大石头 也才终于落了地了 因为若是杨晨堡不愿意见 那特派人员 就算周伟毅同意跟他们合作 只怕他们也会对白草堂有意见 只要意见 就不能很好的合作 周伟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知道 在这件事上 若是自己不能和中央达成一致意识 自己和白草堂 就绝对会成为中央的眼中钉 星期六你有事吗 我们就定在星期六如何 到时候 我派人来接你 周伟毅迫不及待地 定下了星期六带杨晨堡 去跟特派人员见面 杨晨堡点点头 表示同意 两人都决定答应中央的条件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留在书房 悄悄摸摸讲话的必要了 走到大厅中去 等到六点钟左右 周伟毅家的仆人 就来通知可以吃饭了 而杨晨堡既然答应周伟毅 要留下来吃饭 他就不会爽约 给自己打去一个电话 对他抱歉地说道 晚上也得让他一个人 在家里吃饭后 杨晨堡便坐到了 周伟毅家里的餐桌中间 周家的伙食比较简单 除了他们是中药市家 吃得要比普通家庭的饭菜 健康些以外 跟平常的家常菜 并未太大的分别 最大的分别 莫过于是 周家收藏的酒很贵 几乎每一瓶的价值 都超过十万块人民币 今天杨晨堡答应留下来吃饭 周伟毅更是吩咐仆人 去开了一瓶市场价值 三十八万八的珍贵名酒 平均喝一口 就要喝出去好几千块 就算酒钱不要杨晨堡担负 他的心也疼 吃过饭 再在周家逗留了一小话 眼见天色见黑 杨晨堡不想让姐姐 一个人在家里担惊受怕 便告了一个 别由周家的司机开车 送他回了家 回到家中 细心的姐姐已经帮他 把明天去秋游要带的东西 全部收拾好了 而且还替他做好了 几个简易便当 有饭有菜 要吃的时候 只用加热一下就行了 毕竟去秋游要吃东西 就得靠野炊 在野外做的饭菜 岂能有家里做的好吃呢 搞不好一盘肉都还没煮熟 就会被众人一抢而空了 还怎么吃呢 星期四的早上 杨晨堡早早便起了床 可起床后 才发现 姐姐居然起得比自己还早 因为他知道自己 今天要去秋游 肯定会提早出发 所以便提前起了 为自己做早餐 光是这么小小的一个细节 就足以证明 杨晨若有多关心杨晨堡 也足以证明在杨晨堡心中 他姐姐杨晨若的分量 为何会那么重 吃完姐姐亲手 替自己做的爱心早餐 杨晨堡背着不算小的包 就出发了 依旧是小跑步一段路后 他才踏上的公交车 来到学校走进办公室 杨晨堡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以为不算小的包 在整个办公室来说 还真是算小的 杨晨堡包里面的东西 其实并不算多 就一个大型的帐篷 折叠起来后 也不算太大 还有几个杨晨若做的便当 几瓶矿泉水和手电筒 指南针 小刀子罢了 合在一起 也大概就只有一箱奶那么大 可来到办公室 他才发现 办公室的那些女老师带的东西 居然比自己都还多得多得多 足足有两三箱奶 那么大的行李包 都有人带来 杨晨堡真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出去秋游的 还是逃难的 来到张晴薇身边 张晴薇几天带的东西也不少 大带小带的 总共装满了三四个口袋 杨晨堡自然主动 替他分担起了两个 将他的东西 放到自己的座位边后 杨晨堡便走进C班 去看自己学生们的情况了 走进教室 还是学生们的东西带的太多了 杨老师 杨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一位女生迫不及待地 对杨晨堡询问道 她的这个问题一问出来 全班的学生都伸长脖子 看着杨晨堡 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按照规定的时间 应该是七点半准时出发 十一点左右 到达桂王山脚下 徒步走一个半小时 十二点半 大家会休息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 就用来做饭吃饭收拾垃圾 和小小休息一会儿 两点半的时候 又要徒步登上山顶 到达山顶的时间 大概是六点钟左右 全校的学生 就分布在山顶 或者在距离山顶不远的地方 扎营休息 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 再徒步下山 下山要比上山快得多 大概九点钟之时 来到山顶 集合排队等车 十一点半左右 便会回到学校 然后正式放假两天 七点半吧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别心急 该来的总会来 你们只能祈祷 这半个小时内 千万别下雨 否则学校一定会通知 今明两天继续上课的 杨晨宝故意说出 这番欠奏的话来 因为除了说一点 欠奏的话以外 他一点也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自己 比学生们 都还迫不及待的心情 大概直到杨晨宝 说出这句欠奏的话以后 他才知道 为什么张默 几乎句句话都挺欠奏的 原来这也是一种 抒发自身情感的方法 杨老师 你别乌鸦嘴了 天然呆继子营说道 全班的女生 也都开始附和起来 杨晨宝往全教室扫尸一圈 却发现有一个空位置 他清楚地看了 全班所有人一眼 突然发现 缺的是马曼蓉 他问道 小马同志呢 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难道还有心情上厕所 全班的女生扼寒了一下 马曼蓉在班上 最好的朋友乱回答道 曼蓉说他不坐校车了 他会提前去桂王山山脚等我们 其实从市区乘车 去桂王山只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可因为校车是大巴车 而大巴车在路上行驶的速度 被限制的要比小车车慢许多 所以从学校去桂王山 才需要三个多小时 老子身为班主任都得去等校车 你马曼蓉凭什么有小车 自己坐去桂王山 何况 全校家里有私车的学生 又不是只有马曼蓉一个人 他绝对不能受到这份特殊待遇 杨诚宝点点头 告诉女生们静静等待一下 自己会在出发以前再会教室 来通知大家 集合后便走出了教室 来到办公室前的一块空地上 他赶紧给马曼蓉打去一个电话 可连续数次都无人接听 他又给马大炮打去了电话 马大炮今年虽然已经四十有三了 可他还是属于爱过夜生活的一类人 这么早怎么可能起床了 他大概是也没有看来电显示 接下电话便迷迷糊糊地道 我操 你 妈 的 你他 妈谁啊 大清早得给老子打电话 有啥事 旁边还传来一个不满的女生 大炮 别吵 杨诚宝听得出来 女生是曼容母亲的 马大炮虽然也时不时地爱出去偷偷心 可更多的时间 他还是会留在家里陪老婆的 被马大炮不说分云地骂了一顿后 杨诚宝十分无语地说道 马 马大哥 是我 杨诚宝 哦 哦 小宝 数秒钟后 大概是马大炮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确认后说道 阿倩 小宝啊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有事吗 嗯 不知道曼容有没有告诉你们 学校今天秋游 现在距离出发的时间 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了 可曼容还是没有来学校 我想问一问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家里 若是马曼容乘坐私家车去贵王山顶 多只需要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而多出来的一个小时他不在家里睡觉 又会去哪呢 马大炮回答道 对 曼容现在还在睡觉呢 他昨天晚上不是说 让我安排一个人开车送他去贵王山吗 难道他没告诉你 马大哥 曼容还真忘记告诉我了 杨诚宝顿了一顿 继续说道 马大哥 曼容如果真的要自己坐私家车去贵王山的话 我倒是不反对 不过我希望 他还是赶紧赶到学校来坐校车的好 毕竟学校规定的 除请假不去秋游的学生外 每个人都要乘坐校车去贵王山 登车时也要点名 若是曼容不来的话 恐怕不太好吧 杨诚宝说的倒是真的 这次去秋游 是学校给学生们一个玩乐的机会 为保证人人都能参与进去 在出发以前 是会检查各班人数的 请病假或试驾 不去的人都会有记录 若是检查时发现 C班突然少了一人 不仅马曼容会被追究责任 就连杨诚宝一样的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 若是马曼容真的不想坐校车 杨诚宝也不是保不下来他 他给马大炮打电话 只是希望让他问问马曼容 是不是真的不愿意来 愿意来就立刻来 若是不愿意来 杨诚宝再想办法保住他 不会被学校寄过 哦 这样啊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不寻常的响声 突然有了脚步声 再过了几秒钟 便听见了大力的敲门声 最后传来马大炮那大嗓门的声音 曼容赶紧起床 小宝 让你现在去学校坐校车 半晌后没有动静 马大炮继续喝倒 曼容 你听话呀 别让小宝为难 你再不起床的话 我就让小宝罚你了呀 又是半晌 杨诚宝在电话这边 终于听见一句微弱的女声 好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学校 现在再穿衣服 后面还有充满怨气一句 杨诚宝我恨你呀 听到这句话 杨诚宝赶紧把电话挂下 因为他生怕一会儿 马曼容打开他自己的房门后 马大炮会把电话交给他 让他跟自己说话 他刚刚带着那么大怨气的一句话 代表他现在十分埋怨自己 若是自己真的跟他通话 不被他臭骂一顿才怪 杨诚宝自以为挂下电话 就万事大吉了 可该来的总之会来 他刚把山寨机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山寨机却又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来电显示上居然是马曼容 他稳了稳自己的心神 按下接听键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充满温柔 小马同志啊 你起床没有啊 杨诚宝同志 我必须得郑重地警告你 我现在正在赶来学校的路上 要是我到了学校 却发现没人的话 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说完 马曼容也不给杨诚宝说话的机会 便挂下了电话 刚刚不到一分钟前 他都还在穿衣服准备起床 这一分钟以后 他就已经再来学校的路上了 杨诚宝会信吗 当然不会 看来 马曼容是把自己起床穿衣服 洗脸漱口的时间 也散在来学校的路上了 杨诚宝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若是不出意外 最后一辆出发的一年级校车 绝对会是自己班上的 他能不等马曼容吗 就算他不担心马曼容骂他 从一个负责任的班主任的角度出发 他也非等马曼容不可 七点半钟 学校广播通知一年级的学生 到校门口排队登车 本来是按照A B C这个顺序开始上车出发的 可杨诚宝这次做了一个好事 他无限制地 将自己班学生登车的时间 往后面压 让后面的班级先上车 大有一副雷锋之姿态 其他班的人倒是高兴了 可C班却是怨言满天飞 就连跟马曼容关系最好的乱 也在心里埋怨着马曼容 直到二年级的学生 都已经走了一班了 马曼容这才从一辆小车上跑下来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帮他 提东西的和平帮小弟 他见到杨诚宝果然在等自己 便跑上来笑着对杨诚宝抱歉道 杨老师 对不起了 我迟到了 杨诚宝将双手环抱胸前 无奈地摇摇头 对马曼容说道 曼容啊 我倒是无所谓 可同学们等你 却等了半个多钟头了 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 以前的马曼容 迟到了半个多钟头 让原本在半个小时以前 就应该出发的C班 延迟了半个多钟头 他看了看 已经等着交集万分的同学们 静静地走上前去 对他们鞠了一躬 态度十分诚恳地说道 同学们 对不起 是我任性了 让大家等了这么久 真的对不起 全班人都目瞪口呆 班上的大姐大 一向只知道欺负同学 而且从来不道歉的大姐大 居然跟自己和班上所有道歉 难道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马曼容的一个道歉 倒是让全班人 对他的怒气消去不守 毕竟他向来都是一个 自尊心极强的人 放在以前 想让他马曼容 给任何人道歉 完全不可能 可今天 他却真真正正地道歉了 令全班人的感触都比较大 好了 大家久等了 现在开始上车吧 朝我们的目标 跪往山冲啊 说完 杨晨宝帅气地打开车门 示意学生们赶紧上车 好 冲啊 女生们都欢快地叫了起来 快速往大巴车上跑去 今天马曼容会对同学们道歉 最高兴的莫过于是杨晨宝 因为他也懂马曼容 知道以前的他 绝不可能因为今天的事情而道歉 但他今天真的道了歉 就证明 他在自己的引领指导下 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 转变成不再是大姐大马曼容 而是C班的一名普通学生 同学们的好朋友 马曼容 去桂王山的三个半小时中 对于全车人除司机外来说 是漫长还是漫长的 有的人睡觉 有的人玩手机 而也有的既不想睡觉 也不想玩手机 那他们怎么办呢 只好起哄 让杨晨宝给他们唱歌了 杨晨宝唱歌算不上好听 可也幸好算不上难听 给同学们唱了两三首 他所会的流行歌曲后 便也起哄 开始让班干部一次出来唱歌 或者讲故事了 有的女生唱歌好听的 令司机都着迷 有的人将笑话起来 也让司机都跟着一起大笑起来 所以一路上也算是有趣而艰险的 至少司机在大笑的那几次中 有一次就差点酿成车祸 幸好学校请来的司机 都是技术过硬的老司机 否则 C班能不能顺利达到桂王山 还真不一定啊 因为杨晨宝所带领的C班 要比预计时间晚半个钟头才出发 所以他们到达桂王山山脚后 最先到达的一年级A班 已经甩出后面的队伍 很远很远了 而张晴威和张默他们 都被安排到一年级其他班的车上面去了 杨晨宝为了中午 能够跟他们聚在一起吃午饭 就只得吩咐 C班的众人全速追赶A B两班的人 争取能够追回自己 C班排第三的位置 因为几乎只有前面几个班 才有几乎晚上在山顶休息 而从山顶望出去 心情都是最美丽的 虽然杨晨宝是一位男老师 男老师的帐篷 必须距离最外面的女学生50米远 他是享受不到山顶最美丽的星空了 可他却必须要让自己班的学生享受到 临近12点的时候 杨晨宝终于带领C班的众人 追上了B班的队伍 排在B班的后面 却在D班的前面 中午短暂休息时候的吃饭时间 他也得以跟张晴威 朱真廷几人聚在一起吃饭 而杨晨宝和张晴威等人聚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居然还有不少C班 和其他班的人送食物和饮料过来 C班的人来给自己班主任送好吃的 自然是合情合理 而其他班的人 却不是冲着杨晨宝来的 虽然剩下的几人中无一人是班主任 可任客教师也是能有这个待遇的 吃饱喝足了 杨晨宝便和众人一起收拾起来 他也吩咐C班的学生们 必须把自己丢的垃圾收拾完毕以后才能走 而且走的时候 还必须得把垃圾废物也一起带走 因为他老早就看见 休息地点周围的几个垃圾桶都被扔满了 再扔就只能扔在地上了 而是杨晨宝 是一个有素质有思想的好青年 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 能使有素质有思想的当下好青年 自然不能让他们把垃圾丢在垃圾桶外面 两点半左右 一年级的学生们先一步出发 而最后来的三年级学生 现在才离开桂王山山脚不远 他们都是十二点半才到桂王山的山脚 在山脚吃过了午饭 这才向山上赶来 桂王山上有人工植造的桂花树 却也有野生的野桂花树 人工植树的桂花香 自让不及野桂香 那么令人着迷 而以前杨晨宝家后面的桂花树 全部都是野桂花 所以一路上 他几乎只留恋于野生的桂花树 那些人工造植的他是看都不去看眼 更别说是还用鼻子用闻一闻了 山上的空气里 要比城市里清新的很多 掺杂着阵阵桂花香 加上其他的野草野花香 一闭上眼 当真是会让人误以为是活在梦境当中 山上不仅有桂花 也有秋天才会开得奇余花类 只不过 他们跟着桂王山的霸主桂花比起来 就要逊色不少了 经过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 走走停停 临近七点钟之时 杨晨宝终于带着C班的人来到山顶上 而最先达到山顶的A班 早已经把帐篷都扎起来了 杨晨宝便不再废话 立即让学生们找好自己的阵线 扎营生活 杨晨宝和郭章二人的帐篷 不会扎在这里 他们必须得在吃过晚饭后 又按原路返回 来到距离三年级学生们 五十米远的地方 才能扎帐篷 杨晨宝觉得 学校的这个规定 完全是多此一举 自己和郭章二人又不是禽兽 怎么会趁晚上 就去猥琐自己的学生呢 虽然学校的规定上 没有明确把这个理由说出来 可难道杨晨宝还猜不到吗 倒是如果说和女老师调调情啥的 她可能还会这么去干 跟学生 那可不行 杨晨宝是一个 有思想有道德的当下好青年 怎么能去干这等伤天败宿的事呢 前提是 学生们不要勾引他才行 学生们大多都是三个一起 五个一块住一个帐篷 帐篷虽大 五个人合力 倒也能够把帐篷紧紧地固定在山顶上 有谁若是实在不会扎帐篷 杨晨宝也会去帮他的忙 不管是C班的学生 还是其他班的学生 反正都是孟家女校的人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何必计较那么仔细呢 晚上八点钟 最让学生们高兴的一刻 终于来临了 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开始大吃大喝了 有的学生拿出锅碗瓢盆 来打算炒菜 有的人也拿出热水 来将自己所带来的压缩食物泡开 而那几个说要烧烤的人 也自然不会放鸽子 拿出烧烤架和各类肉类 素菜升起火就烤了起来 杨晨宝这边的菜色也不错 除了有姐姐做给他的几个便当外 张默也带了锅碗瓢盆来 他在一旁生活炒菜 而郭元明则带了许多熟牛肉 和一瓶老白肝来 张晴薇带来的食物也很丰富 不仅有熟食有凉菜 还有饭后的水果跟甜点 朱真廷因为是重庆女人 十分喜欢吃火锅 所以他今天居然还带了火锅底料 和烫火锅需要准备的菜 他们一起不过五个人 是自然吃不下这么多东西的 可这么多好东西 他们并没有打算独吞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 也不管认识与否 只要向来吃上一口 杨晨宝他们 也都舍得给他们尝一口 作为回报 他们也吃到了很多没有带来的食物 老白肝自然是三个男人一起解决的 而朱真廷高兴 加上重庆女人本来就豪爽 也喝了一两老白肝 吃完饭后便是集体活动了 唱歌跳舞啊 玩游戏啊 就连打牌学校都允许 当然 学生们玩牌的前提是 不许赌钱 至少不能在老师面前 把钱给拿出来 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赌钱 这就不得而知了 十点钟 夜已经很深了 从山顶往天上望去 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 这么浪漫 这么美妙的气氛下 最适合让杨晨宝约张晴薇出来聊天谈心 可有的同学 已经因为玩得太疯太累而睡下了 为了不让王主任一会儿 来驱赶自己和郭章二人 杨晨宝便背着帐篷向山下走去 来到距离山顶 大概有三四百米远的地方 三人终于找到了三年级同学的聚集地 他们今年高三 也是整个高中生涯压力最大的一年 好不容出来放松一次 他们自然要玩个购本 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 在杨晨宝三人下来的时候 都已经睡得近一半了 可三年级的学生们 却都还兴致高昂的人 再歌再舞的 大有一副要玩个通宵才购本的架势 找到一处适合扎帐篷的平地 杨晨宝三人合力把帐篷给扎了起来 关于睡觉的位置 三人也有了个初步分配 杨晨宝十分苦 逼得被郭章二人给分到在中间睡 虽然杨晨宝一点也不愿意 可少数服从多少 他也被自愿了一把 深夜 张默小心翼翼地爬起来 走出门外去撒尿 可纵使 他的动作很轻 还是吵醒了杨晨宝 刚刚杨晨宝喝了一些酒 所以进入帐篷 一下子就睡着了 现在被张默的动作惊醒 他倒是有点睡不着了 他也走出帐篷外 伸了一个懒腰 看了一眼 背对着自己撒尿的张默 张默把尿撒完后 这才发现杨晨宝也醒了 两人在外面坐着聊了一会儿天 就在两人准备回帐篷 去继续睡觉时候 杨晨宝却听见了一点什么动静 动静不管是来自于人还是动物 对于杨晨宝来说 都不得不让他小心提防 要是不具备攻击性的动物 也就罢了 可要是具备攻击性 他就得为山上的上千名学生负责 必须在那只猛兽 冲到山上以前拦下他 而若是人就更糟了 要知道 杨晨宝本来就是在距离三年级学生们 都还有五十米远的地方 若是在这里还有其他人的话 他们绝对都是不怀好心的人 突然 一个速度极快的黑影 从杨晨宝眼前闪过 他立即把张默推进了帐篷 对他道 要是发现有人上了山 就立即报警 我去看看 张默也在模模糊糊中 看见一个黑影飞了过去 他本以为是幻觉 可杨晨宝这么一说 他这才确认了 自己刚刚所看见的 一个高度约莫 只有一米高的黑影 嗖的一声就冲了过去 速度极快 像是野豹子般 黑影并不是承直线向山上冲去 而是迂回着 一会儿往前冲一会儿 一会儿却又往上冲一会儿 速度之快 连杨晨宝现在的七级速度 都有点追他不上 屡次都差点被他逃脱了 也不知道追出去了多远 这个黑影奔去的方向 似乎并不是山顶 他的目标 也不是孟家女校的师生们 杨晨宝确认了这一点后 原本就可以打到回府了 可速度如此快的动物或人去 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今天非要看到 这个家伙的真面目才行 又追了一会儿 一个速度比黑影 只快不慢的黑影 出现在杨晨宝身后 杨晨宝暗叫不好 难道自己中圈套了 前面的黑影 引自己到这边来 而后面的黑影 则趁机来偷袭自己 幸好自己的洞察力够强 否则今天就栽了 杨晨宝故意将速度慢下几分 显得力气不足 而后面黑影的速度 却一点不减 就在他即将来到杨晨宝身边时 杨晨宝猛地一拳朝他打去 而并没有想象中 顺利击中敌人的感觉 他的拳头 被一只柔嫩的手掌给包裹住 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小宝 是我 朱 朱老师 看清楚后来人的面目后 杨晨宝这才真正的震惊起来 朱真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的速度为何会如此之快 快到若是自己跟他相比起来 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朱真廷单手一摆 示意杨晨宝不要再浪费时间 他往前方一看 继续地说道 快点 他要逃跑了 有史之中 杨晨宝都不知道 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更奇怪 朱真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不是在山上睡觉 最让他疑惑的还是 朱真廷的速度 为何会如此之快 要知道 杨晨宝此时的七级速度 已经远远超于常人 而朱真廷的速度 比上他只快不慢 根本不是常人能够拥有的 这朱真廷到底是什么人 杨晨宝并未动 而是抓住 已经展开步伐的朱真廷 他冷冷道 朱老师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越来越觉得 朱真廷不是常人 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异能者 他这么一再地接近自己 又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他知道山寨机的秘密 山寨机的秘密 虽然被杨晨宝隐藏得很好 可他也不敢担保 自己在什么时候使用山寨机 被朱真廷看见过 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 就算是朱真廷 杨晨宝也必须得问清楚才行 你先别管我是什么人 我们先说到这里 朱真廷才发现 杨晨宝的脸色早已经变换了 刚当杨晨宝只不过是惊讶加疑惑 而现在他脸上的表情 完全是不相信和防备 朱真廷甩开被杨晨宝抓住的手 无奈说道 以后再跟你解释 你如果肯帮我就跟我一起去 不肯帮我就自己回去 我一个人能对付那头野猪 野猪 杨晨宝在心中想 难道刚刚那个黑影是野猪 可野猪怎么会这么快地缩躲 不等杨晨宝再次提问 朱真廷的身影早已经跑出去四五米远 杨晨宝已经追击了这么远 没有道理半路返回 而且他实在很想知道 朱真廷到底是什么人 也就快速地跟了上去 两人不知道跑了多远 至少已经远离大部队好几百米远了 而朱真廷口中的野猪 却消失不见了 你说那个黑影是野猪 杨晨宝好不容易追上朱真廷 再次提问道 朱真廷点点头 原本不想再过多地回答 可他一看杨晨宝脸上的疑惑表情 便补充道 也不全是 黑影是野猪不假 不过他已经不是寻常山野间的野猪了 说得直白一点 他就是普通人口中的猪妖 猪怪 跟我们人类一样 我们人类里隐藏着异能者 而动物中 也有能力远超寻常动物 甚至是人类的凶猛野兽 变异野兽 异能者 杨晨宝的猜想果然没有 这朱真廷居然真的是异能者 杨晨宝刚放下去的提防之心 再次紧张起来 单凭朱真廷的实力来说 杨晨宝跟他对上绝对讨不到好 而且他一再接近自己 一定有什么不好的原因 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天 今天晚上的风倒是不大 可夜还真的挺黑的 杨晨宝虽然不太愿意相信自己 每天都能见面的朱老师 会加害自己 可凭他的实力来说 他若是真的要杀掉自己 抢夺走自己的山寨鸡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山寨鸡这么逆天 自己刚刚得到他一个月 就能有如此实力 若是得到他一年 得到他十年 实力又岂是现在 可比的 朱真廷的心理活动 倒没有杨晨宝这么多 他现在的全部精神 都集中在寻找野猪上 半上 他突然说到 在洞里 而且洞里 好像不止野猪一个生物 洞里 这里哪里有洞 杨晨宝四处观望 哪里有洞 何况就算真的有洞 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 只怕也看不见吧 朱真廷往右前方走去 杨晨宝也跟着他走过去 数米远后 两人居然真的走进一个洞口 并且站在洞口处 看着远远而很流畅的洞里面深处 夹杂着迎面吹来的栩栩寒风 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 朱真廷又打算往里面走 可杨晨宝却小心得多 他拉着朱真廷 说道 里面那个野猪都如此厉害 还有其他的生物 你确定我们能对付 杨晨宝现在已经深信 朱真廷就是异能者 而自己拥有山寨鸡 至少自己的实力远超常人 这点他也知道 所以他干脆也不隐瞒自己的实力了 放心吧 里面最强的就是那头野猪 而且其余的一些生物很弱小 应该只是 只是寻常的人类 朱真廷说出了一番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 在这如此深夜的贵王山上 不仅还有其他的人类 更是在他朱真廷口中 是弱小的人类 真他 妈害人 说吧 朱真廷又往里面走去 不过他的步伐 却要比在外面轻得多 毕竟这是在洞里面 在这里发出任何一点小小的动静 就有可能惊动里面的野猪和人类 他不敢不小心 纵使他的实力高到不用担心那几个人类 可野猪的实力 他也需要提防才行 两人慢慢地走着 除了黑就是寒风 除了寒风也只剩下黑 杨晨宝走的是步步惊心 步步为营 不管他的实力再高 对黑的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 朱真廷虽然带着胆子不停往前走 可谁能担保 他就不害怕呢 右向前走了大概十来米 朱真廷突然停下 并且右手抓住杨晨宝 示意他也停下来 只见数秒钟后 从洞里的深处居然传来了人的声音 这桂王山上居然还真的有其他人 这洞里面还有野猪 杨晨宝真替他们的安危担心 只是 当他听清楚在洞里几人的聊天内容后 他便一点也不提他们的安危担心了 蒋哥 现在都一点多钟了 那些老师和学生应该都已经睡着了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一个声音略微粗狂的人回答道 别急 现在还早 肯定还有学生没睡 可咱们这么干等的也不是办法呀 擦火都快烧完了 要是那些学生还没睡怎么办 蒋哥 我倒是不担心这个 我最担心的是 我们这次的行动真的能成功吗 虽然听说他们是一所女校 可他们也有好几千人 我们真的能在几千人中绑走人质 而不被他们发现吗 不用担心 这次的行动虽然危险 可绝对值得 又是这位翔哥在说话 他回答道 别看孟家女校并不是什么贵族学校 人家那些有钱人 就喜欢把自家的女儿 送到这所学校来 就算只绑得到一个富翁的女儿 我们就能发财了 再说 就算绑的全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只要我们多绑几个 一样可以干完这笔 就洗手不干了 原来老早就在洞里面的几个人 都不是什么善类 从他们的对话中 杨晨宝知道他们的人数 绝对不少于四个 按照推断来说 总共应该有五个或者六个 光说话的人就有四个 可杨晨宝不敢保证 在场的人都全部发了言的 毕竟不可能每个人 都有这么多的顾虑 他们中间 如果有的人对这次放绑架 十分有自信 或者十分担心 都很有可能一言不发 杨晨宝和朱真廷 慢慢向里面走去 前方开始出现亮光 两人将脚步慢了下来 动作尽量做到最轻 两人一起走到转角处 越过头一看 里面居然有一片空地 空地倒是不大 只有十来个平方左右 中间坐着五个男人 周围还有啤酒 方便面 零食等东西 看来 他们应该很早就来到这里 埋伏起来了 最害人的是 里面居然还有分叉路 怪不得杨晨宝和朱真廷 一路进来 都没有发现野猪的身影 看来是他们经过的路段 应该有分叉路 只是因为太黑 他们没有发现罢 五个普通人 杨晨宝是一点也不惧 并且他们是来打 孟家女校学生的主意 杨晨宝根本不可能放过他们 可现在 野猪才是最厉害的家伙 杨晨宝和朱真廷和在一起 也不敢担保 他们能对付野猪 所以杨晨宝此时 还不敢轻举妄动 否则他非要出去揍他们一顿不可 哼 败嘞 朱真廷轻言说道 看来他虽然不是普通人 可他还是很热爱 孟家女校的孩子的 在微弱的火光照耀下 杨晨宝看见朱真廷 单手伸开五指抬了起来 而在他的手掌中心 居然出现了一丝丝的气流 就像是武侠电视剧中那种透明 但是有可以看见的气流 在他的手掌四周 不停地来回涌动 煞是霸气 你想干嘛 杨晨宝越来越惊讶 朱真廷的实力之高 他当然也惊讶 难道朱真廷要对付 那五个密谋绑架学生的男人 教训这几个人渣 说吧 他正打算把气流给推出去 可却有其他的生物 帮他教训那几个人了 只见一头野猪 从无数个插入口之一中 冲了出来来到空地上 五个人被这突入其来的野猪 吓得不轻 杨晨宝也被吓得不轻 这头野猪跟寻常的野猪 长得并不一样 不仅隔头要大很多 就连身体准确来说 也不是猪 而更像是狗那般矫健 整个身体上 几乎看不出来一丝肥肉 都是由肌肉块组成的 像是一块一块拼凑出来的狗身一般 身躯大到足有两米多长 一米多高 比上大象都不逊色 而且 他的身体除了肌肉外 还有像刺猬身上那种一根根的尖刺 眼睛则是血红色的 而两根獠牙在火光的照耀下 也足像是一根打了辣光的尖枪 怪怪物啊 五人中胆子稍小一些的人 立即被吓得连爬带滚往后面退去 而五人中年纪最大 看起来最老臣的人 一样被吓得脸上苍白 看来他们活了几十年之久 都应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野猪 不对 应该是怪物 全是赤眼猪腰 猪真廷低声喝道 声音中居然有一丝丝的兴奋之情 一看到如此恐怖的猪腰 杨尘宝在一想起刚刚的黑影 在一想起自己居然不怕死的 还追这头猪腰 他的冷汗不禁从背后缓缓滑下 赤眼猪腰发出一阵阵咆哮 看来他对这几个外来之人十分不友好 特别是当五人中 其中之一胆子大的将砍刀拿出来以后 赤眼猪腰更是不满起来 找死 朱真廷轻声说道 在他看来 那几人敢在赤眼猪腰面前亮武器 无疑是在找死 果然 赤眼猪腰在发出更恐怖的一声咆哮后 猛地冲向那五个人 他的速度比上杨尘宝都只快不慢 对上普通人自然更不会逊色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已经撞上那名拿着砍刀的人 看来五个人对他来说 不过是蝼蚁般的存在罢 猪腰的实力是绝对的 五个男人此时正处于弱势 丝毫无还手之力 而猪腰并不肯指小小的教训他们就作罢 一眨眼 五个男人都被猪腰撞得晕头转向 甚至有一人被猪腰的大尖牙 贯穿身体流泻不止 眼看就要烟气了 靠 杨尘宝虽然心里很鄙视这些 想要绑架学生的人 可他毕竟身为一个人 也未尝没有跟他拼上一拼的实力 杨尘宝刚打算冲出去解救五人 猪贞婷却一把拉住他 说道 小心点 有人来了 果然 猪贞婷的话音刚落下不久 一个白影突然冲入场中 嘴里叫道 大胆畜生 竟敢伤人 下一秒 只看见赤眼猪腰居然撞到墙壁上去 力量之重 让置身于洞里的杨尘宝 都有些天摇地晃的感觉 救命啊 妖怪 先前密谋绑架学生的几人 被吓得失魂落魄 一看见居然有人能够制服猪腰 他们全都爬向这位白衣男子 希望得到他的保护 哼 败嘞 白衣男人一脚将抱着他脚的树人踢开 贺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白衣男人就这么背着手 站在洞中平地的正中央 杨尘宝越看他越眼熟 越看他越觉得认识 直到白衣男人贺道 还藏着干什么 出来吧 原来白衣男人早就发现 洞里不止猪腰和五个密谋绑架学生的男人 他早就发现了杨尘宝和朱真廷 只不过刚刚急于对付猪腰来 不急叫唤他们而已 此时猪腰被他一击成功 他当然不希望有人躲在黑暗里看着自己 杨尘宝和朱真廷一起走到平地上 他这才发现白衣男人到底是谁 上次邹南利偷袭自己 若不是这位白衣男人出手相救 只怕自己早就遭了殃 只不过没有想到 居然还能在这里看见他 杨尘宝喜道 高人 是您呢 白衣男人笑着看了杨尘宝一眼 却脸色突然转变为冷冰冰的看着朱真廷 他嘴里问道 小女娃 你是异能者吧 你的异能是什么 朱真廷知道自己在这位高人面前 无丝毫秘密可言 他刚打算说出自己的异能 杨尘宝却看见朱腰重新爬了起来 他也知道 朱腰的实力之高 绝不是自己能够对付的 他便说道 高人 那朱腰又爬起来了 你赶紧除掉他 白衣人里都不理会朱腰 这说来也奇怪 先前杀气重重 一副不杀死五人 势不罢休的朱腰 此时却表现得如同一只听话的小猫 他只站在一旁 眼巴巴地看着白衣人 却不敢上前 自然也不敢再攻击任何人 白衣人喝倒 只怕是要杀 也应该是杀掉这个小女娃吧 说着说着 他的眼神静变 恶狠狠地看着朱真廷 为 为什么 杨尘宝看得出来 白衣人不知道 为何一直对朱真廷不满 他对自己说话的口气 倒算是温和 可对朱真廷的语气 却一直很不友好 这到底是为什么 白衣人不慌不忙地道 小女娃 你最厉害的异能 应该有两种 一种应该属于气功类 另外一种 应该叫吞噬吧 告诉我 你怎么会这种邪恶的异能 气功 杨尘宝听说过 只不过以前从未亲眼见过 今天看见朱真廷 准备发动攻击之时 手上的那股若有若无的气流 算是验证了 真的有气功的存在 可另外一种异能吞噬 杨尘宝却从未听说过 朱真廷显得十分心虚和焦急 不敢正面回答白衣人的问题 看来我猜对了 那我再猜一猜 你这么年轻 就拥有如此高的实力 想必你吞噬异能的功劳不小吧 也不知道 有多少异能者 死在你的手下 才造就了你现在的本领 对吧 白衣人边说边靠近朱真廷 他脸上的杀意净险 让原本事不关己的杨尘宝 都感到心寒 不管怎么说 就算朱真廷再诡异 杨尘宝也认识他一个多月 在心里也算是 把他是做了朋友 此时白衣人要杀他 杨尘宝自然不可能不管 他上前挡在朱真廷身前 虽然明知道 自己不是白衣人的对手 可他还是喝道 你想干嘛 在距离杨尘宝和白衣人 四五米远的地方 一个哭喊声传来 将 将哥 你怎么了 翔哥 你醒醒啊 两人同时转头看去 只见被其他几人称为将哥的人 此时已经血流成河 心脏附近的大窟窿 还在不停往外面冒着血水 而他的眼睛 早已紧紧地闭上 脸上也苍白无比 只怕他 就算现在没有死 也来不及等到送去医院了 活该 白衣人只是看了翔哥一眼 边边地冷漠起来 一点都不关心他的死活 倒是杨尘宝这 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死人 最让他震惊的 却是白衣人和朱真廷的冷漠 那是一条人命 他们两人为何会如此不关心 他 杨尘宝一会儿看着白衣人 一会儿看着朱真廷 也时不时地看着 一脸惊恐的四人 他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为何他们一点都不关心翔哥的生死 就算他是坏人 他也有活着的权利 可他就这么死了 死在猪妖的尖牙下 为何白衣人和朱真廷 一点也不惶恐 一点也不打算要救他 杨尘宝刚打算 走到匠哥身边去一探究竟 可白衣人再次向前紧逼一步 杨尘宝看得出来 朱真廷很害怕他 所以他回到原地 挡在朱真廷和白衣人两人中间 不许白衣人伤害朱真廷 这倒是把白衣人搞得哭笑不得 他说道 你这傻小子 人家随时都在想着 要如何杀你 吸你的血 吞噬你的实力 你现在却还保护着他 我看你真是不知死活 怎么会呢 朱老师和我不仅是同事 我们还是朋友 他怎么会要杀我呢 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 杨尘宝自己都有点没底气 要是没有见到今天的这一切 或许他会坚信自己的这一番话 可今天看见了朱真廷 比自己高强的实力 看见了他们对生命的末世 也深知白衣人的绝对实力 在想起以前朱真廷 一再寻求和自己独处的机会 他若从来都无害自己之心 为何会如此做呢 要是说朱真廷喜欢自己吧 这根本就不现实 杨尘宝一点也不相信 是因为朱真廷喜欢自己 才会一再约自己 和他一起出去 不 他说的是事实 我曾经确实想过 要吞噬掉你的实力 躲在杨尘宝身后的朱真廷 突然说道 他站到和杨尘宝平行的位置来 对白衣人说道 我的实力不及你 你要杀我就杀吧 白衣人不说话 而是再次上前一步 杨尘宝虽听见朱真廷承认 他想杀自己 可在杨尘宝心里 他一样 无法把朱真廷 当成要杀自己的仇人 他还是站到朱真廷的身前 对白衣人贺问道 你与其要杀朱真廷 不如去除掉朱妖 他才是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 白衣人越来越有兴趣地 看着杨尘宝 他反而不再去理会朱真廷 对杨尘宝问道 你倒是跟我说说 赤眼朱妖 怎么就成了凶手了 刚刚赤眼朱妖攻击五人 并且把尖牙捅进祥哥的身体一幕 全都被杨尘宝看见了 要说朱妖为什么是凶手 这还虚多言吗 杨尘宝把先前看见的一幕 一字不漏地告诉白衣人 可在白衣人的眼里 杨尘宝所说的话 完全不具备丝毫的理由说明 朱妖是凶手 朱妖杀人不假 可他真的是凶手吗 在杨尘宝和未死的 四个普通男人眼里是 可在白衣人和朱真廷的眼里 他却不是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确实有法律 不会是什么传闻中的 谁的实力高 谁就可以胡乱杀人的一界世界 但异能者本就跟普通人不一样 他们虽能够遵守法律 可法律是制定来给人遵守的 但是动物呢 谁说这个世界上 只准人杀猪 却不许猪杀人 白衣人听完杨尘宝的说明 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杨尘宝愣在原地 生活了这么二十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听见 如此奇怪的话 我 你 还有死去的那个人 都是生物 而赤眼猪妖也是生物 它是妖 但他常年躲避在深山上 很少会出现在人类面前 若不是刚刚那个人 主动对猪妖发难 想必赤眼猪妖也不会杀他 何况 就算猪妖是蓄意要杀人 又能如何呢 白衣人此时不提杀猪真廷的事 可他却也不打算杀赤眼猪妖 难道 难道你打算就这么放他走 他可是杀了人的呀 活在法治生活二十多年下的杨尘宝 实在不能理解白衣人的异类思想 在他眼里 不管是人或者动物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上凭什么只许人杀猪 却不许猪杀人 白衣人叹了一口气 道 人类是万物之灵 比任何生物都要高一个等级 可这并不是人类就可以滥杀 比我们低一等级生物的理由 而这更不是赤眼猪妖杀了人 就非要偿命的原因 听完白衣人的话 杨尘宝有些生气 在他看来赤眼猪妖杀了人就应该死 他生气道 那照你这么说 只要不是人杀人 杀人的那个东西 就不用付出生命了 如果不是赤眼猪妖 普通的猪杀了人 也可以不用付出生命 可以这么说 不过也不全是 什么意思 杨尘宝很奇怪 什么叫做可以这么说 不过也不全是 白衣人的话 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 就如同我所说的一样 法律是制定给人看的 而不是给动物看的 就算是所谓的杀人偿命 也只不过是人制定出来管制人的 何况猪妖何错之有 他为了自保而杀人杀人 在我眼里一点错都没有 白衣人开始为杨尘宝 灌输起他的另类思想来 其实白衣人说的也不错 千万年来 人类都降临在其他生物之上 人杀动物吃肉和血 是为可以生存下去 有的时候 动物杀人吃肉和血 也是为了可以生存下去 到底谁对谁错了 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人类 所以人没有错 而动物有错 但这个世界 若是由动物来统治呢 那错的到底又是谁呢 白衣人并不是觉得 猪妖杀人没错 而是觉得人杀猪没错 猪杀人有错的这个思想是错误的 如果杨尘宝是一个普通人 白衣人大可以不必 如此大费周章地跟他解释 可在白衣人眼里 杨尘宝是一个异能者 他如此年轻 就有如此的实力 未来的前途 必定无可限量 他不能只单纯地生活 在普通人的圈子里 他总有一天 会触及异能者的世界 不错 异能世界杀人一样 需要偿命 可那一样是实力高的人 制定出来的 一个普通的异能者 杀了其他的异能者 就跟普通人一样 他一样算是犯了罪 会被其他的异能者判死刑 可若是白衣人杀了异能者 他百分百不会负任何责任 因为他的实力很高 高到整个异能世界 能管制他的人 也寥寥无几 而能管制他的人 都跟他是一样的身份 一样的厉害 一样的杀人 可以不用偿命 他们怎么会管制他们自己呢 说的直白一点 异能者的世界 也就是弱肉强食 只要你不滥杀无辜 有理由去杀掉 另外一个异能者 你的实力如果够高 没人会管你 只要实力够高 除非你是杀人狂魔 否则你都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如此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 白衣人希望可以把杨尘宝 带进这个世界中去 他自然要在杨尘宝 还未进入这个世界以前 先让他接受 不同于常人的思想才行 杨尘宝知道自己说不过白衣人 更打不过他 他若是不杀猪妖 只怕在场的数人中 没有任何人可以击杀猪妖 他也懒得再去理会 翔哥的生死和白衣人杀猪妖与否 他对白衣人说道 你不杀猪妖可以 可你也不能杀猪真庭 我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想杀我 可他一直没有动手 所以我不能眼看你杀他却不管 见杨尘宝 这么执着 白衣人也有些生气 不得不承认 白衣人完全是因为欣赏杨尘宝才 对他如此忍让 如果朱真庭是会其他的异能也就罢了 可他偏偏懂得吞噬的异能 自古以来 异能有千千万万种 但异能不是武功 不是人人都可以学会的 异能大多都是与生俱来 在而才是后天激发而成 例如遭此什么大劫难过后 就变得比常人更为的厉害 经过一些练习 就会让异能更加的厉害 可唯独这吞噬异能 却是异能中的异能 吞噬异能不会有谁与生俱来 后天经历过再多的劫难 也不会激发出吞噬 如果把吞噬说成是异能武功 倒比说他是异能 更可以说明他的存在 吞噬是唯一一种 可以有普通人学习的异能 也就是说 一个普通人想成为异能者最快的方法 便是学习吞噬异能 顾名思义 吞噬就是吞噬别人的实力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吞噬的越多 实力越高 被吞噬者的实力越高 自身所获得的实力也就越高 而朱真廷如此年轻 就拥有如此高强的实力 加上他又会吞噬异能 只不定他曾谋害过 多少位异能高强的异能者 而白衣人在异能界 虽算不上什么玄弧技士的大好人 却也绝不是坏人 像这种修炼邪恶异能的异能者 当然是人人得而诸之 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看穿朱真廷 拥有吞噬异能就要杀他的原因 站在杨诚宝的身后 朱真廷算是彻底猛了 白衣人猜得一点也不假 自从他学习吞噬异能后 他杀过不少人 而杨诚宝也是他眼下一个极好的目标 只不过因为没有合适的时机 所以他才从未下手而已 今天会追击朱妖到此 也是看出来朱妖的实力高强 他想吞噬掉朱妖的实力 来让自己的实力更进一步 让朱真廷猛掉的是 为何杨诚宝明自己曾有心害他 他却还要如此维护自己 当初朱真廷对杨诚宝使用美人计 就是想依靠美人计 让杨诚宝跟自己单独在一起 然后好吸他的血 吞噬他的实力 难不成他真的喜欢上了自己 但这也说不通 很明显杨诚宝真正喜欢的是 张晴薇并不是自己 那他为何会如此维护自己 其实要是让杨诚宝来说这个问题 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他就是认为朱真廷是自己的朋友 自己是一个男人 自己应该保护他 理由就是如此简单 见杨诚宝丝毫不肯让步 白衣人也无可奈何起来 而加害一个无辜的异能者 那他跟在他眼里 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 女魔头的朱真廷有何分别 何况他还舍不得杀掉杨诚宝呢 好 我答应你不杀这个小女娃 白衣人顿了一顿 对朱真廷说道 今天若不是杨诚宝帮你求情 我非杀你不可 我告诉你 只要你能打败妖兽 你吞噬妖兽的实力我不管你 可你若是敢再吞噬 其他异能者的实力 我绝不放过你 说到底 虽然白衣人信奉众生平等这个理念 可他是一个人 却不是动物 他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同类 他之所以先前会维护朱妖 只是因为 朱妖是出于自保才杀的人 他并没有错 而异能者的 世界是弱肉强食的 他日这只朱妖 若是死在其他异能者的手里 白衣人一样会坐视不管 换言之 如果有谁打这头朱妖的主意 而死在他的手里 他一样会坐视不理 是 是 朱真廷先前是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所以才会誓死如生 可现在看到了活命的希望 他自然不会傻到 不要命去击白衣人杀死自己 异能者很厉害 可他们也很惆怅 因为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但他们 也不能只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普通人的世界 他们不能舍弃掉 看着已经失魂落魄的 准备绑架学生的剩下四人 白衣人无奈的摇摇头 指着他们对杨晨宝说道 我待会儿把他们绑起来 你们拿去交给警方吧 虽然他们这次的行动失败了 可说不定 他们这些人渣 还是会策划下一次的行动 还是把他们全都送进监狱里 比较放心 杨晨宝点点头 就算白衣人不这么说 他也会这么说 只不过跟白衣人认识这么久以来 两人聊过天的时间也不短 可向来只有白衣人知道杨晨宝的名字 杨晨宝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便问道 高人哪 咱们认识这么久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吴杰超 白衣人温和地将自己的名字说了出来 转头对猪妖说道 赤眼猪妖 我见你因自保才伤的人 这次我放过你 希望你下次最好逃到一个距离人类远远的地方 别再出现在人类面前 你走吧 赤眼猪妖像是听懂了吴杰超的话般 转头像一个岔路口里面刚刚走去 却又转过头来 哼起声来 数秒过后 吴杰超笑着问道 什么 你要跟着我 不过 我要你一头猪来干嘛呀 杀了吃肉 再过数秒 吴杰超无奈说道 也好 整个世界都遍布人类的足迹 我知道你不想害人 你就跟我回去吧 那里虽然有人 可不会有人伤害你 你也就不会伤害人了 吴杰超说完话 猪妖居然快速向吴杰超跑来 就像是一只温柔的小猫似的 不停把他那颗大脑袋 在吴杰超上摩擦起来 显得很是开心 吴杰超拿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 将盒顶打开 他居然从一个还没有半个巴掌大的盒子里 拿出一根长达四五米的绳子 还是麻布粗绳 他把四个已经显得有些痴呆的人绑在一起 一跃便跳上了猪妖的后背上 对杨晨宝说道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如果你有事找我 就去上次那个地方找童颜 嗯 就是上次交给你探测眼镜的那个人 你还记得吧 杨晨宝点点头 表示记得 吴杰超便不再多颜 一架就骑成着猪妖往外面兴趣 吴杰超走后 朱真廷终于有胆子 鼓起勇气对杨晨宝问道 你明知道我要杀你 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不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是朋友 在一起吃过饭 喝过酒 聊过天 杨晨宝说完就像躺在地上的酱哥走去 此时酱哥已经真的是断气了 杨晨宝虽然有些不忍心 一条生命就这么没了 可他也知道 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现实 他一摸裤子口袋 却发现自己出来的急 此时穿的还是睡裤 手机这种玩意儿 自然没有带在身边 朱老师 你带了手机来吗 杨晨宝对朱真廷问道 人家朱真廷可是重装上阵 并不是穿着一套性感睡衣小短裙 就来杀猪妖的 搞不好他身上就带着手机 没 没有 朱真廷虽是重装上阵 可杀猪妖 难道还需要带手机来吗 他就自然没有带手机出来了 难道我们之中有一个人 要跑下山去报警 杨晨宝沧桑的愣在原地 因为他知道 这种粗活累活 如果不出意外 绝对是自己一个男人去做 你傻啊 我们没有带手机 难道他们几个也没有带吗 朱真廷说着说着 便伸出手指 指向被绑着的几个人 有了朱真廷的提醒 杨晨宝这才来到 被绑四人的身上摸索起来 手机在当今社会 属于超级重要的玩意儿 就算预谋绑架 他们也没有忘记把手机带出来 这虽然直接证明了 他们并不是专业的绑匪 可也终于让杨晨宝 不用跑下山去报警了 报警后 杨晨宝和朱真廷 合力将被绑的四人 带到洞外等候起来 至于那名已死的祥哥 两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便也把他抬了出来 只是连120都懒得打 因为他已经死得十分彻底透了 数分钟后 山井赶到现场 当他们看见还有一位死者后 才发现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立即跟市局的联系起来 希望他们派增员来 而杨晨宝则提醒他 千万不要惊动孟家女校的失声 所以从警察到来 一直到两人跟随去警局做笔录 孟家女校的任何人都不知道 在警局里做完笔录 两人一起缓缓地又向桂王山上行来 一路上两人都不肯开口说话 杨晨宝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而朱真廷只是出于愧疚 对杨晨宝的愧疚 不敢再跟他说话 朱真廷曾经几次想单独约杨晨宝出去 趁机吸他的血 吞噬他的实力 只不过杨晨宝一直没有上当而已 好几次 朱真廷都对他使用魅惑 希望可以控制他跟自己单独出去 可不知道为何 杨晨宝一次又一次地抵挡住了魅惑 从来没有给过朱真廷机会 最开始 朱真廷还以为是自己的把戏 被杨晨宝给看穿了 直到今天 他才知道 原来一直都是杨晨宝的心性够强 他可以抵抗住自己的勾引 并不是老早就知道 自己要加害他 才不肯跟自己出去 如果是因为杨晨宝的实力高强 让朱真廷没有得逞 那朱真廷心里的愧疚感 还要少一些 可杨晨宝根本就不知道 朱真廷有加害他之心 一直都把朱真廷视为朋友 今天吴杰超要杀朱真廷 杨晨宝都还极力地维护他 这不得不让朱真廷的心里觉得愧疚 觉得没有脸面 在面对杨晨宝 小宝 对不起 朱真廷不敢抬起来头来看杨晨宝 学习吞噬异能的异能者 绝对不是好异能者 可这也不能说明 凡是学习吞噬异能的异能者 就注定是一个坏的异能者 朱真廷虽然是女人 可她对实力的渴望 却一点也不逊色于男人 她之所以在机缘巧合之下 学习吞噬异能 也完全是因为想短时间内 快速地提高自身的实力而已 当初她想吞噬杨晨宝的实力 也是看在她的实力增长飞快 以为她也是一名吞噬异能者罢了 如果知道杨晨宝的实力 她一点都不觉得 朱真廷对不起自己 或者说在刚刚 她还算是救了自己一命的 刚刚杨晨宝一见到 赤眼猪妖伤人 就想出手对付她 若不是朱真廷拦着她 只怕以她的实力 去给猪妖塞牙缝都不够 以前朱真廷想过要杀她 而刚刚她却救了她 在杨晨宝的心里 已经足以抵消了 听杨晨宝这么一说 朱真廷更是愧疚起来 她明知道杨晨宝是在装傻 不想自己伤心 可难道自己可以如她一样 装作没有这件事情吗 小宝 你知道的 只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早已经杀了你 吞噬了你的实力了 朱真廷鼓起勇气 她决定一旦道歉 就要消除全部的误会 杨晨宝笑了一下 说道 原来是这件事啊 你都说了 以前没有机会 以后你就更不可能有机会了 算了吧 反正我现在不是还活生生地 站在这里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以后你别再随时随地 就想要我的命就行了 杨晨宝说得十分坦诚 她是真的不介意朱真廷 自己以前的所为 朱真廷想着说道 小宝 你放心吧 我欠你一条命 我以后都不会再对你起歹念了 这就好 两人有说有笑地朝山上走去 好一会儿的时间 才来到师生们的驻扎范围内 而杨晨宝的帐篷 就在这范围的最外面 大晚上的他 也不好踏入师生们睡觉的地方 以免引起误会 便决定在这里道别 可朱真廷却在临走前突然问道 小宝 你是怎么认识吴杰超的 他救我一次 呃不对 算上今天这次 应该有两次了 杨晨宝虽然觉得吴杰超的身份神秘 可咋一看那吴杰超也算是好人 应该不会介意 自己把这不算是秘密的 根本就不是秘密的事情给说出去 什么 他居然救过你两次 你们以前就认识吗 朱真廷显得很是震惊 也更加疑惑 杨晨宝是怎么认识的吴杰超 就好像 好像他老早以前就认识 或者听说过吴杰超这个人了 杨晨宝一直都认为 吴杰超是因为有菩萨心肠 所以才露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两人以前根本就不认识 连面都应该没有见过 他说道 在他救我以前 我跟他从未见过面 小宝 我最后问你的问题 你知道吴杰超是谁吗 他的身份是什么 朱真廷显得十分认真 就像是在询问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吧 杨晨宝今天才得知 白衣人名叫吴杰超 又怎么会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便摇摇头 朱真廷庆幸迁地说道 不知道就最好永远都别知道他是谁 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异能者多好啊 说完这句话 朱真廷留下满腔疑问的杨晨宝离开了 最好永远不要知道 自由自在的异能者 杨晨宝摇摇头 朝帐篷里面走去 他听不懂朱真廷的话 他也觉得这句话根本无关紧要 自己本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吴杰超的身份 跟自己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这种深夜来说 有什么是能比睡觉更重要呢 第二天早上 很明显 张默是第一个醒过来的人 不过由于这里没有电视机 更没有电脑 他今天的瑜伽大计 显然是不能付诸实现了 可他也绝对不会便宜杨晨宝和郭元明两人 他五点多钟一醒过来 立即穿好衣服 就推拉在二人起来 操 娘娘腔 你干嘛 迷迷糊糊的郭元明大声吼道 还处于半睡半醒间的杨晨宝 没有被张默给吵醒 但是被郭元明这一声 底气十足的嚎叫给惊醒了 醒来后 他倒是再也睡不着了 坐起来看了半上郭元明欺负张默后 这才穿好衣服 离开了帐篷 早上贵王山上的空气 绝不是都市可比的 这里有宁静 这里有幽香 这里更有 可以让任何一个男人看了 都心旷神医的美女 杨晨宝打开帐篷 对还在里面翻滚的二人说道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 再晚一会儿 都没有我们的早饭了 昨天晚上已经说好 由张晴薇和朱真廷做早饭 今天三个男人 自然要早一点过去才行 三人都不在废话 穿好衣服收拾好帐篷 便朝山上行去 昨天晚上 杨晨宝拜托张晴薇 帮自己看着点C班的学生 所以 他跟朱真廷的帐篷 倒是在C班的柱渣地附近 倒也省了再去早饭之前 杨晨宝还要特意去看一下 C班此时的情况的麻烦了 来到山顶 张晴薇因为昨天睡得早 今天早上倒也起来得早 正在和几个学生 一起生活准备做饭 而学生也竟是C班的女生 在他们心里 他们早就把张晴薇当成了师母 都已经到了该懂事的年纪了 他们又怎么会让师母 独自一个人忙活呢 晴薇 朱老师呢 杨晨宝来到山顶 只看见了张晴薇和学生们 倒是没有发现朱真廷的身影 莫非他还在睡觉 朱老师昨天晚上好像出去了一趟 很晚才回来 现在还在睡觉呢 张晴薇略带不满地说道 他倒不是不满朱真廷 此时还在睡觉 而是不满 昨天朱真廷悄悄默地出去了一趟 回来的时候 还将他给惊醒了吧 啊 是 是吗 杨晨宝心虚地笑道 昨天晚上他 可是跟朱真廷碰了面的 虽然两人是因为对付 妖 绑匪 还有去的警察局 可若是让张晴薇知道 杨晨宝昨天晚上 他跟朱真廷碰了面 还不知道他得吃多大的醋呢 欠揍的张默 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般 突然来到杨晨宝和张晴薇之间说道 哇 这要巧 昨儿晚上 小宝他爷 杨晨宝岂能让他继续说下去 赶忙将他嘴巴捂住 说道 少废话 我们还是赶紧帮忙吧 总不能让老师一个人来 操心我们五个人的早饭吧 有杨晨宝三人前去帮忙 C班的那几个学生 在待在这里 倒是显得有点多余 杨晨宝便吩咐他们 去叫醒C班的学生 起来准备早饭 而他们帮张晴薇生火做饭这么累 作为奖励 杨晨宝也告诉他们 如果懒得做饭 早饭可以过来 跟自己一起凑合一顿 毕竟总不能让人家光干事 缺一点甜头也不给人家吧 临近六点钟之时 所有的师生几乎都醒了过来 就连昨天晚上玩的 最疯的高三女生们 也都起来得差不多了 六点半使用早饭 吃完早饭后 收拾 并且带走昨天玩闹留下的垃圾后 众人这就算是 踏上了回家的步伐了 有的人显得不舍得 显然是贵王山上的魅力 吸引住了他们 而也有的人显得迫不及待 这却不能代表 他们不喜欢这次的秋游 放假吗 回家吗 是每个学生在学校生涯中 最大的期待 也难免他们这么渴望回家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全校数千人 终于回到了学校 每个学生的住址都不一样 所以 学校肯定不可能 把每位学校都送回家里 只好回到学校集合 等到领导讲完话后 再放学 临近十二点钟的时候 领导讲话终于完毕了 无非就是一些抒发情绪 说一些什么 贵王山有多美多美 希望学生们 对这次的秋游 有多深刻的感谢罢了 中午 杨成宝先是将张晴威送回家后 这才回到自己的家里 而姐姐杨成若 早就做好了一桌子可口的饭菜 再等着她回家了 杨成宝刚进门 连鞋都还没来得及脱完 姐姐立即上前 接过她身上的大包 对她询问道 怎么样小宝 贵王山好玩吗 你们没有遇到危险吧 杨成宝能将昨天晚上 见到了赤眼猪妖的事情 告知给姐姐吗 当然不能 她连遇到了绑匪的事情 都不能告诉给姐姐听 便说道 能有什么危险 最大的危险 就是那些该死的蚊子 还好我晚上盖的岩石 否则指不定得 把他们毁容成什么样子呢 早上六点多钟就吃完早饭 而七点钟 经过长途跋涉三个多小时 才回到学校 此时已经临近一点钟 杨成宝的肚子 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若不是知道 姐姐在家里等自己吃饭 只怕她会和张晴薇 一起吃了午饭才回家 进门看见满桌子的饭菜 她立即食指大动 对姐姐说道 姐姐 贵王山的没我一会儿 再跟你细说 你先让我填饱肚子先 呵呵 好 姐弟俩一起来到饭桌上 吃过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后 便一起又来到沙发上 看起电视来 杨成若经过几年 在贸易公司的打拼 已经算得上是半个女强人了 在她窝在家里 当给杨成宝这个弟弟 当家庭主妇 她是肯定闲不下来的 何况 她又不能一辈子 都陪在弟弟身边 便起了要再出去工作的想法 而杨成宝 怎么舍得让姐姐 再出去做劳累的工作呢 何况杨成宝 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有钱人了 有百草堂和蓄力单 以后的钱 只会来得越来越多 就算姐姐要出去工作 她也绝不允许姐姐再出去 做那些粗重劳累的活 姐姐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 杨成宝知道 姐姐想出去工作后 便对她询问道 还能做什么工作啊 什么工作赚钱多 就做什么工作了 杨成若虽然知道 弟弟中了奖 可他一点都不奢望 弟弟会分钱给自己 何况 就算杨成宝真的要分钱给他 他也不会要 向来都是他赚钱来养活弟弟 现在要是让弟弟赚钱来养活他 说什么 他也不习惯 杨成若生的美貌 看起来柔弱无力 可他却几乎什么工作都能胜任 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他当年十八九岁的时候 都能出来打工养活弟弟 现在他已经二十四五岁 难道还不能赚钱来养活自己一个人吗 只不过杨成宝绝不同意 他在牺牲自己的色相 或者做劳累的工作 便说道 姐 你这几天先在家里休息休息吧 工作的事情过几天再说 我托朋友去问一问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累 又能赚钱的工作 杨成宝第一想到的 自然是马大炮 其次就是周伟毅 两人都是江湖霸主 白道上的事情 他们说了话也能有几分影响力 而且杨成宝也无其他人可靠 他现在的人际关系 是无论如何 也急不上已经在职场 打拼了数年的姐姐的 若是说他能替姐姐寻到一份 比他自己能找得到的 更好的工作的话 只能仰靠这二人了 杨成若笑着说 嗯 这也好 他的嘴上虽然在笑 可他的心里却还是认为 工作的事情只能靠自己 不能让弟弟操劳 他根本不知道 杨成宝认识马大炮和周伟毅 更不会知道 他拥有山寨鸡的事情 下午 杨成宝陪姐姐到外面逛了一会儿 给自己和姐姐买了几件新衣服 又给家里寄去五万块钱后 便回了家 吃过晚饭 两人都是早早睡下 上次周伟毅曾说过钟 杨下来的特派人员要见杨成宝 杨成宝也没有拒绝 所以周伟毅便决定 星期六安排双方见一个面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 杨成宝当然要养足了精神 去见一见普通人 一辈子都无法见到的钟 杨高层的特派人员 在家里吃过早饭后 便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溜了出去 来到周家别墅 找到已经等待的星期如焚的周伟毅 小宝啊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不是约好了八点钟见面吗 现在都八点一刻了 若是让周伟毅单独等杨成宝 就算他等到九点钟也不会有怨言 在周伟毅心里 杨成宝是一个不能得罪的贵人 可今天等待杨成宝的 并不是只有他周伟毅 还有两位来自中央的特派人员 他周伟毅能不急吗 杨成宝向来守时 今天会迟到一刻钟 也不是他有意为之 他说道 不好意思啊 周大哥 路上堵车 公交车那玩意儿速度也慢 所以晚了十五分钟 哎 下次别坐公交车了 我直接给你一辆车吧 周伟毅大方地说道 其实他心里更想尽快把杨成宝 带到楼上去 带到两位特派人员 等候着的休息室去 杨成宝虽然家在农村 可从小到达他收到的礼物也不少 但这车 却无疑是他活了这么二十多年 收到的最大的礼物 所以他不能收 他说道 周大哥 这可使不得 车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何况 就算他肯收下 他能把车开走吗 先不说这些 他们都久等了 咱们快上去吧 周伟毅不再说废话 转身向楼上走去 杨成宝也紧随其后 来到二楼走过一条走廊 有一个幽静的会议室 这是百草堂江湖人员专用的会议室 在这个会议室里 不知道密谋了多少个 危害社会的犯罪大计 可笑的是 今天两位从中 杨下来的特派人员 居然也是在这里等待着杨成宝 两人走进会议室 周伟毅立即陪笑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咱们上关市的交通有点差 小宝路上堵车了 来晚了15分钟 说着说着 周伟毅来到两人的下方坐下 也抽出一根椅子 示意杨成宝坐下 坐下后 杨成宝这才打量起两个来自中 杨的特派人员 两个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看着面相很慈祥 就像是自己的书白一般 他们也含笑 看着杨成宝 虽然有点不满意杨成宝的迟到 可他们同样是人 难道他们以前跟人家的约定 就没有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 迟到过一两次吗 反正杨成宝的价值 绝对抵得上这迟到的十多分钟 他们能忍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大哥 这位是李大哥 周伟毅介绍起来 这就是杨成宝 蓄力丹就是出自他之手 张里两位中年人都长得十分平凡 属于丢在人群里 就可以直接失踪的人物 谁也不会猜想到 他们是直接听命于中 人生的人都得恭恭敬敬的 小伙子 咱们也别浪费时间 你告诉我 蓄力丹的单方 你从何而来 现在华夏都普及了普通话 上官是虽有本土的方言 可行走在社会上 就算是在上官是土生土长的人 都会选择说普通话 而这位说话的张姓大哥 看来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说起普通话来的那种味道 确实不是其他地方的人学得会的 在外人看来 北京话就是普通话 可杨成宝身为语文教师 当然知道 其实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 北京话是华夏诸多方言中的一种 而普通话 也可以看为 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方言 所以说普通话就是普通话 而北京话就是北京话 只不过北京话这种方言 只要不是那些老词 基本上是国人都能听懂罢了 说起蓄力丹的来历 杨成宝的回答 自然跟回答周伟一是一样的 话说某日在街上 突遇一江湖术士 字号孙思淼的传人 给了自己一张单方 自己不懂中药 便拿来给周伟一看 谁料单方居然是真的 炼制出来的蓄力丹 还有如此神效 当然 这种胡话 连杨成宝自己都骗不过 周伟一跟两位特派人员 更不可能相信了 只是在他们看来 杨成宝不愿意说出来历就罢了 他们并不想逼杨成宝 否则他们知道自己 绝对会偷鸡 不成反十八米 小伙子 你还有其他的失传单方吗 你要知道 这些可都是我们中华的瑰宝 你如果可拿出来捐给国家 国家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张兴大哥很是激动 就像是杨成宝已经答应 把他们想要的那些失传单方 全部捐出去一样 呃 没兴趣 杨成宝说出了如此惊人的一句话 就算是 换成周伟一来 身处杨成宝的位置 他就算心里不愿意 他在表面上 也一样会答应 要知道 跟国家作对 完全就是找死骂 何况在爱国层面上来看 杨成宝是应该无理由地 把单方给捐出去的 何况也绝对不会是白捐 国家肯定会给出 相应的不菲的奖励才对 说句实在话 杨成宝确实不肯捐出去 在他眼里 任何一张单方都是赚钱的利器 交给国家 虽然也能得到奖金 可哪有将单要制造出来 卖高价得到的利润多 何况 就算他愿意捐 他捐什么 他从孙思庙处得到的 只有蓄力单一张单方 就算是要捐 他也无单方可捐 敢当面拒绝特派人员的人 或许杨成宝还是头一个 张里两位特派人员 都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 最好还是脾气较好的 张姓特派人员出来源的场 他说道 哈哈 是我们多事了 就算是换成我 我也不会肯白白捐出去的 不过小伙子 周堂主跟你说过 我们提出来的那些条件吗 说过说过 杨成宝顿了一下 后面却又加上了一句 你们的条件我都能答应 不过 我还想再加上一条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同意 哦 你说 一直沉默不语的理性特派人员 倒是终于说了一句话了 其实杨成宝的条件也不难 如果把特派人员当初开出的条件 说得宽一点 他此时要说的条件 也是属于特派人员 自己开出的条件的 他说道 我记得周大哥跟我说过 只要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你们就会跟我一些特权 不过 我希望你们那把 这个特权放得宽一点 只要不是违法的事情 我希望这个特权可以延伸到 也包括我的家人 特权这个玩意儿 杨成宝很喜欢 但他不会滥用 他也知道自己的父母和姐姐 不会滥用 所以他要为自己的家人 也争取到特权 至少父母在乡下过得 不会那么累 不会就算是去办一件小事情 都还要请客吃饭 送礼才能办成 他不奢望自己的父母 一旦得到特权 就能在乡下 当上土皇帝土皇后 可他希望 父母得到特权后 可以得到真正的公平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而杨成宝的父母 确实属于没有丝毫关系户 办什么事 若是不请客吃个饭 不送两条烟 很难办成 说得直白一点 一旦国家有什么福利 可以提供给百姓 杨成宝的父母 绝对属于最后享受的一批 而若是有什么吃一点点亏的事 他的父母 绝对是被安排到 首当其冲的人物 谁让他家没有关系 没有特权呢 这个条件吗 嗯 我们答应你 其实杨成宝提出的 这个条件并不难 他们敢开出给杨成宝的特权 就敢开出给杨成宝的家人特权 何况杨成宝 自己不都说过吗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谢谢你们 杨成宝今天最大的收获 无疑是为家人 也争取到了特权 他倒是要看看 以后谁还敢欺负自己的父母 他要看看 一旦有什么福利 谁还敢让自己的父母 最后才享受到 杨成宝的心情大好 而他是一个不太善于 隐藏自己表情的人 两位特派人运 虽然长相平凡 可他们的本事可不平凡 否则他们 也不可能成为直属于中 杨的特派人员 一见到杨成宝心情好 他们立即说道 小伙子 你开出的条件 我们答应你了 能不能请你把蓄力单的单方 借给我们看一看 周伟毅曾经答应过 要免费提供 一千颗蓄力单给国家 在他眼里 一千颗蓄力单算不上什么 一两天的功夫 就可以炼制出来 而在中 杨的眼里 一千颗蓄力单的价钱 也算不算没 可一颗蓄力单却很重要 毕竟周伟毅 故意控制蓄力单面试的数量 让他们都以为 蓄力单不易制作 而现在杨成宝 若是把单方交出去 只怕他们立马会识破 制作蓄力单并不难 虽然对杨成宝 不会有任何影响 可难免对周伟毅心存不满 在杨成宝的发财大忌中 周伟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大财主难堪呢 便说道 两位大哥 对不起 这个条件 我不能答应你们 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三天内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张新的单方 一样是现在在世界上 找不到第二张单方的单要制方 杨成宝积累下的能量值 已经有不少了 现在他已经把李小龙的5G 学习到9G了 居然在李小龙处的满级10G只差一级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 将等级提高到15G 他就不能继续沿袭5G 而近代人物的所有技能 他稍稍能看得上眼的 只有5G 他不把能量值浪费在其他技能上面 所以 就算此时把所有的能量值 都耗费在跟孙思苗讨要单方上 他也一点都不心疼 好 好 张信特派人员激动地说道 他们此次前来的任务 除了跟杨州二人沟通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尽量拿到一张新的单方 由国家自主研习炼制的任务 这个任务虽然不是强制性的 可若是能拿到 他们又是一个大功 他们岂能不激动开心 四人间的对方 也由杨尘宝承诺 三天之内拿出一张新的单方位置 周伟一坦言 要请众人吃饭 而特派人员公务繁忙 便拒绝了 只不过在临走前 杨尘宝也嘱咐他们 希望他们在三天内 可以把拥有特权的文件拿下来 否则空口无凭 他杨尘宝和他的父母 凭什么享受特权呢 两位特派人员离开后 周伟一说什么 也不许杨尘宝离开 非要留他下来吃饭 杨尘宝盛情难却 也只好答应留下来吃便饭 随便结算一下这段时间 来蓄力单的收入如何 一颗蓄力单卖价十万 周伟一一个礼拜提供一百颗 且全数卖出 就是一千万的收入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杨尘宝这一个礼拜内 就能从蓄力单身上 拿到三百万的利润 这是一笔多么庞大的数字啊 三百万在当今社会 也就是一套三十两具房子的价钱 可杨尘宝农村出身 别说是三百万 就算是三十万 三万对他来说都重要得很 华夏的贫富差距十分大 他们杨家就属于贫富的一方 有了这三百万 虽然不能让他 积身成为富的一方 也至少拉近了与富的差距 他们杨家真真正正地 奔上了小康了 三百万按照约定 由周伟一存进杨尘宝的户头中 他一点也不担心 这笔钱会被银行冻结 更不会担心 被银行询问期来历 要知道 他杨尘宝现在可是有特权的人 一个有特权的人 银行户头里面 要是没有个一千几百万 在杨尘宝看来 走出去连跟人家打招呼都不好意思呢 吃完午饭 周伟一也还是不肯让杨尘宝离开 非要拉着他来到车行巡车 不管杨尘宝再怎么解释 自己不需要 自己不会开车 可周伟一却说车 当时送给他的礼物 不要不行 而不会开车也不打紧 大不了他们百草堂 再给杨尘宝配一个司机就是 最后 杨尘宝知道车自己是非收下不可 可司机 他却不要 试想想 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每天去学校上班 居然还有专车专司机接送 这是多奇葩的一件事 最后他还是决定 等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 就去学车 毕竟当今社会不会开车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至于车 周伟一也一点都不小气 让杨尘宝自己去选 杨尘宝一直徘徊在 十几二十万的小车范围内 可周伟一最后气不过 直接把杨尘宝 带到路虎专卖店来 杨尘宝刚刚把眼镜 一触挤到路虎缆胜的身上后 周伟一立即叫来服务员下订单 二话不说 把价值三百多万的缆胜 直接给买了 周 周大哥 用不着吧 我一个小老师 开这么贵的车 我开不起啊 杨尘宝这倒是说的真心话 好车 好车 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这辆路虎缆胜杨尘宝也很喜爱 可三百多万的车 谁会相信 是一个小老师的坐驾呢 何况三百多万的车 只怕他连自己家人 那一关都说不过去吧 我又没让你开车去学校 你担心什么 周伟一但是快人快语 直接让杨尘宝别开车去学校 只要他不开车去学校 就不会有人发现他 还有什么一辆好车 可是 可是杨尘宝的生活 向来都是家里学校 学校家里 周伟一送他一辆车 他不开去学校 他还能开去哪里 杨尘宝说道 不是 周大哥 我买一辆车来我不开去学校 我开哪去啊 难不成我有了一辆车 还专门挤公交车去学校 随你的高兴吧 总之 要不这辆车 要不就买一辆 比这辆更贵的车 你自己选吧 就算让杨尘宝 选一辆上千万的车 周伟一也觉得 会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送给他 因为杨尘宝能给他带来的利润 远远不止一千万 单凭现在给中 央的特派人员接触的价值 就已经远远超过一千万了 还是 还是就这辆吧 杨尘宝无奈说道 懒胜巅峰创世 点藏版的价格 都已经是三百多万了 要是再选价格更高的 只怕只能选豪华跑车了 到时候被人认出来 这辆车的价值高的 可能就大了 下了订单 将付款人和收获的人名字 都填写成杨尘宝后 周伟一终于放心了 也肯让杨尘宝离开了 杨尘宝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送里送不出去 就不准接里人离开的人 不过这也能很好的说明 周伟一在心中 越来越重视杨尘宝了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 何种理由 总之周伟一重视杨尘宝 百草堂就会重视杨尘宝 而杨尘宝想提自己的姐姐 找到一份工作不累 工资又高的活 看来也不难了 现在杨尘宝已经有了一辆 价值300多万的豪车 银行户头里面 也有300多万的存款 如果不能想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只怕他的姐姐 他的父母一定会以为 他在做着什么不好的事情 毕竟他不是富二代 更不是官二代 无权无视的他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赚到超过700万呢 跟姐姐坦白山寨鸡的秘密 杨尘宝也不是没有想到过 只不过他担心姐姐不相信 就算姐姐肯相信 可他肯相信 自己是依靠山寨鸡 赚到的这么多钱吗 哎 只是抱不住火的 山寨鸡的秘密 总有一天会告诉姐姐 还有秦威 我跟周大哥 马大哥之间的事情 也总要让姐姐知道 看来只能让姐姐慢慢知道 我和周大哥等人的关系 再慢慢道出山寨鸡的秘密吧 杨尘宝在回家的路上 自言自语地说道 操 中华上下5000年 赚钱赚得这么憋屈的 只怕他 妈 也只有我一个人吧 晚上吃饭的时候 杨尘宝一直在寻找机会 告诉姐姐山寨鸡的秘密 姐姐无疑是杨尘宝最相信的人 如果说对谁先说山寨鸡的秘密 杨尘宝绝对是选姐姐的 何况他刚刚从周围一手里 拿到300万 想把这笔钱用得安心 用得舒适 他必须得告诉姐姐才行 吃完饭 姐姐杨尘若去厨房洗碗收拾 杨尘宝便来到沙发上打开电视 但是他并未关心里面的节目 而是在组织自己的语言 思考等一会儿 该怎么跟自己的姐姐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杨尘若终于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来到杨尘宝的身边坐下 他原本想跟弟弟聊会儿天 可看见弟弟心不在焉 似在想些什么 他也就不去打扰 一个人静静地不停转换 电视节目看了起来 啪 杨尘若一巴掌 打在杨尘宝的胳膊上 杨尘宝无奈地摇摇头 突然想起 自己不是要告诉姐姐山寨鸡的秘密吗 他也不再玩闹了 一屁股坐到杨尘若身边 让姐姐杨尘若 还以为他生气了 杨尘若说道 小弟 我是开玩笑的 没有打疼你吧 没有 姐姐 杨尘宝示意杨尘若不要惊慌 他转过头去 认真地看着自己 对他问道 姐姐 你相信我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小富翁了吗 杨尘若奇怪了一会儿 笑着回答道 我相信啊 你前几天 不是刚刚中了九十万的大奖吗 虽然算不上很多 可也算是小富翁了吧 不是 姐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杨尘若手舞足蹈地说道 姐姐 我是说 除了那九十万 我还另外有钱 有一笔比九十万更多的钱 姐姐你相信吗 说到这里 杨尘若才发现 杨尘若的表情 从一开始都很严肃 两姐弟之间 虽然经常开玩笑 可姐姐杨尘若 怎么会不了解自己的弟弟杨尘若呢 他开玩笑的时候 总是嬉皮笑脸的 而一旦有什么事情 要对自己说 要告诉自己 他的就特别严肃 而此时 杨尘若从他的脸上 看不到半分的不严肃 小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尘若也心急起来 杨尘若有钱 他身为姐姐 自然很高兴 可现在杨尘若说他 除了上次中奖的九十万以外 还有更大的一笔钱 那这笔钱的来历是什么 弟弟怎么会拥有的那一笔钱 杨尘若十分紧张 他不害怕把山寨鸡的秘密 告诉给姐姐听 可他担心姐姐不相信 怕姐姐会以为自己的钱来历不明 甚至是自己做坏事才得到的钱 他喝了一口水 缓慢地说道 姐姐 我老实告诉你吧 除了上次的九十万以外 我还有另外的三百万 而且以后的钱只会越来越多 那九十万也并不是我中奖才有的 包括这三百万 包括以后的钱 都是我自己赚的 你 你赚的 杨尘若心生奇怪 他的心告诉他 应该相信自己的弟弟 也就是说 数百万的巨款 都是自己的弟弟赚的 可李智却告诉他 不要相信杨尘宝 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老师 怎么可能赚得到数百多万 不管杨尘若相信与否 几百万之多 就算仅出于关心自己的弟弟 杨尘若也非要叹个究竟不可 他问道 小弟 你不会是在外面 在外面干坏事了吧 杨尘宝听姐姐这么一说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他无语地说道 姐姐 我就知道 你要这么问 不过姐姐我告诉你 这笔钱的来历绝对正当 真的是我凭本事赚回来的 杨尘若是依靠孙思苗给的单方 才赚到的这么多钱 而从孙思苗的嘴里 套出这张单方 难道不是杨尘宝自己的本事吗 那你老实告诉我 你真的有三百万 还有上次的九十万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杨尘若关闭电视 心急地看着自己的弟弟 他对弟弟的关心无微不至 不仅是杨尘宝大学时期的所有费用 几乎都是他一人所出 对于弟弟的人格栽培 杨尘若也一直都没有放松过 他希望自己的弟弟 不仅是大学生 更是一个好人 杨尘宝知道到了 该告诉姐姐事情的时候了 他叹了一口气 从口袋里把山寨机给拿了出来 说道 姐姐 你还记得我换的这款手机吗 其实他 杨尘宝慢慢将山寨机的来历 功能给到了出来 孙思苗 丹方 百草堂 周伟毅 他也没有隐瞒 对于姐姐 杨尘宝百分百的信任 既然自己已经决定 要把山寨机的秘密 说给姐姐听 就无谓要去隐瞒什么 若现在还隐瞒一些事情 不让他知道 以后岂不是就要用 更大的一个谎来远谎 杨尘宝不喜欢撒谎 他也讨厌远谎 听完杨尘宝的话 杨尘若震惊了 他觉得自己的弟弟身边了 一个正常的人 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 现在的手机 确实功能越来越多 不仅可以打电话发短信了 现在的手机 若是没有个MP3MP4的功能 只怕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了 可就算现在最流行的智能机 也顶多配上了智能系统 可以像一台小型电脑般 处理一些非智能手机 不能处理的问题罢了 说到一款手机 而且 卖价才几百块钱的手机 居然可以提升人类自身的实力 这是多大的一个笑话 杨尘若伸出手 放到杨尘宝的额头上去 杨尘宝却一把将他的手抓住 还未等杨尘若发话 杨尘宝抢先说道 姐姐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没有生病 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可 可是弟弟 这也太天方夜谈了吧 怎么可能手机里面 还隐藏着李小龙 还隐藏着孙思淼呢 杨尘若的表情十分奇怪 像是哭笑不得 也像是欲罢不能 姐姐 不是隐藏着李小龙和孙思淼 而是我可以依靠这款手机 把他们给召唤到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 我可以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学习 他们所会的本领 杨尘宝突然想起 以前的自己虽然不算弱 可在李国正的手下绝对逃不了好 但上次在咖啡厅的时候 自己却轻而易举地把他击败 杨尘宝说道 姐姐 你还记得李国正那个王八蛋吗 我以前不是一直打不过他吗 但是上次在咖啡厅 我不是把他暴揍了一顿吗 我告诉你姐姐 这都是山寨机的功劳 上次在咖啡厅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李小龙学习过武技了 否则 我怎么可能打得过李国正呢 跟李国正认识这么多年 知道李国正已有家世 也已经有这么多年 数年间 杨尘宝绝对不止一两次的 找过李国正麻烦 而李国正虽然碍于杨尘若 没有伤害过他 却也从来没有被他伤害到过 可上一次在咖啡厅 李国正却在数招内 被杨尘宝制服 这确实是很匪夷所思啊 如果没有个什么原因 杨尘宝岂能打得过李国正 跟李国正在一起三年之久 杨尘若对李国正 也算是了解得很了 他不仅喜欢健身 更喜欢拳击 平时三五个小贼 根本进不了身材 魁梧的他的身 可在咖啡厅的时候 弟弟却轻而易举地 就打了他一顿 如果不是他的实力提升了 又会是什么呢 难道弟弟所说的李小龙 他跟李小龙学习过武技 和山寨基的一切都是真的 弟弟 你是说真的 山寨基真的可以提高你的实力 杨尘若问道 如果杨尘宝所说一切属实 他自然高兴得很 肯定会为乡下去 为祖宗烧几只高厢答谢才行 可若杨尘宝说的全都是假的 杨尘若也大不了 带着他上精神病院去一趟旧室 杨尘若重重地点点头 姐姐杨尘若终于肯相信自己了 他立即拿出手机 且在脑海里联系起山寨基来 他虽不能随便就把杨尘若 给带进虚拟空间去 可让姐姐看一看自己 这还得上识证据的证据 也会使他更相信自己吧 杨尘若如同最初得知山寨基功能的杨尘宝一般 不停把玩起山寨基来 只不过杨尘宝现在总算是 见识了山寨基的隐秘功能了 山寨基拿在自己手上 只需自己意念轻轻移动 便可以打开潮能力界面 但在姐姐手里 却无论他如何把玩山寨基 都只是一款普通的手机 弟弟 知道你有山寨基的 还有几个人 杨尘若把玩够山寨基后 将山寨基还给杨尘宝 并问出了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没有其他人 只有你和我 杨尘宝从一个多月前 得到山寨基后 就把山寨基的秘密守护得十分厚 从来不告诉任何一个人 杨尘若之所以会这么问 也是担心 知道山寨基秘密的人越多 杨尘宝的危险也就越多 毕竟山寨基这么逆天 不仅可以依靠山寨基的来赚钱 更可以提高自身的实力 一款小小的手机 居然可以使人类本身的实力增强 这是多么逆天的能力啊 想必只要是个人类 都会对山寨基起歹心的 那就好 小店 你答应我 千万不要再告诉其他人好吗 杨尘若请求起杨尘宝来 山寨基虽不是他的 可他却关心自己弟弟的安全 他是绝对不会把山寨基的秘密说出去的 可他不敢担保杨尘宝告诉给其他朋友后 他杨尘宝的朋友也能守住这个秘密 杨尘宝点点头 他之所以肯把山寨基的秘密告诉给姐姐听 也完全是担心 他误以为自己在干坏事 自己的那一笔钱 不能有一个合理的来历解释 否则他连自己的姐姐都不会告诉 现在姐姐知道了山寨基的秘密 他又怎么会还告诉给其他人 知道山寨基的秘密呢 得知山寨基的秘密后 杨尘若比当初的杨尘宝都还要激动得多 才得到山寨基一个多月 杨尘宝就依靠山寨基 获得了四百多万的利润 并且这个数字以后铁定是只多不少 杨尘若在心中想 怪不得弟弟当初敢说养自己一辈子 他现在已经有四百多万 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钱 想 自己一个闲人 确实是一见一如反掌的事情 不过杨尘若还是决定要出去工作 就算不为钱 只为打发时间也行 对了弟弟 听你说起周伟一那么厉害 你能不能拜托他 替我找一份工作啊 我不怕累 只要他们不嫌我文化低就行了 杨尘若当初有念大学的资格 可为了弟弟 他放弃了念大学的机会 这几年来 他一直打算要去成人自考 可却一直都没有时间去 所以现在 他能拿得出手的文凭 不过是乡下的高中吧 杨尘宝点点头 姐姐要出去工作 他本就想到 要去拜托周伟一 或者马大炮 不过想了想 他最后还是觉得 周伟一要靠谱一些 一来自己跟周伟一是合作关系 拜托他 办事不会欠他人情 二来 白草堂的实力 本就比和平帮大 而且 白草堂白道上的实力 更不是和平帮可及的 自己总不能拜托马大炮 替自己姐姐 找一份五小姐的工作吧 所以要为姐姐 找一份体面又稳定的工作 还得依靠周伟一才行 还是那句话 杨尘宝不反对姐姐出去工作 可他却希望 姐姐能休息一段时间 等完全忘却李国正 以后再出去工作 他不希望看见 自己的姐姐伤心 他也希望 姐姐能够在工作生涯中 遇到一个更好的男人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今天杨尘宝 没有跟任何人有约会 他又想起 在面包房工作的乌立 现在他奶奶的医药费 由马大炮来抗 他不用那么拼命地工作 可他还是选择 继续留在面包房工作 赚取生活费 而杨尘宝身为乌立的班主任 是有必要 有责任要去探望他一下的 杨尘宝的路虎揽胜 现在他已经有300多万 在银行户头里 不是他坐不起计程车 而是明明就有公交车 可以去面包房 他觉得 没有必要坐计程车 多浪费几十块钱 杨尘宝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从来不会认为自己穷 但就算他拥有比尔盖茨的身价 他也觉得 不会认为自己有钱 不服不躁 敢说 就算杨尘宝日后 真的拥有了上亿的身价 夏天出门时 让他去挤公交车 他也绝对不会介意 因为他从来都不敢 自己的生活过得太好 过得太好 就会忘了苦 没有了苦头吃 又何来的冲劲呢 为了冲劲 他必须过得平凡一些才行 来到面包房 乌立正坐在收音台边上 无聊地玩着电脑 这家面包房算不上大 除老板以外 平时也只有两个伙计 守着 而老板之所以是老板 就代表他不用时时刻刻 都守在这里 就例如说 今天老板就外出游玩去了 整个面包房里 只剩下乌立和另外一个员工 一个帅气的男孩子 男孩子倒是很有绅士风度 面包房里 一共只有一台电脑 是感觉挺幸福似的 哼 那小子幸福了 杨晨宝可不舒服了 乌立是自己的学生 岂能受其他的男性 无辜鲜媚呢 杨晨宝一走进面包房 便说道 买东西 乌立和那个男孩子 同时将头抬了起来 杨晨宝并不是第一次 见到男孩子 可男孩子却还是 第一次见杨晨宝 他并不知道 杨晨宝是乌立的班主任 还以为杨晨宝真的要买面包 便注定上前招呼起来 这位哥 你要买点什么 我们这里的面包 都是今天现做的 绝对保证质量和味道 哦 是吗 杨晨宝望着男孩子 男孩子大概有十七八岁的年纪 也正值花季年龄 不过他脑袋上的一圈黄毛 杨晨宝却十分看不惯 若是这孩子的年纪大一些 杨晨宝倒也无所谓 可他才十七八岁 不念书不说 还去染了一头黄发 怎么的 看古惑仔看多了 扮演小混混啊 歇 杨老师 你怎么来了 乌立跳上前来 十分欢喜得到 在乌立心中 杨晨宝绝对是 他从小到大认识的最热心 最好人的老师 不得不承认的是 杨晨宝也对乌立诸多关心 让乌立心里 都对杨晨宝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绝非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之情那么简单 今天面包房的生意不是很好 他也是因为无聊 才会去玩的电脑 可他玩电脑的时候 却一直在想 今天杨老师会不会来看我呢 现在美梦成真 他乌立能不高兴吗 杨 杨老师 黄毛愣在原地 如同杨晨宝所想 说道 杨老师久闻大名啊 杨晨宝一把将自己的手 抽出黄毛的双手间 对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葛杰 黄毛葛杰回答道 下次把头发给我染回来 看着多不舒服啊 杨晨宝说完 便不再理会葛杰 和乌立一起来到收银台附近 做好聊起天来 除了聊一些乌立奶奶的病情外 两人也聊了一些关于学习和礼拜四 五在桂王山的秋游 期间 乌立十分大方地 请杨晨宝吃了一个面包 和喝了一瓶酸奶 当然 他倒是很大方 不过据说 最后需要去结账的是葛杰 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乌立一说要他请客 他就居然真的去结了账了 逗留在临近中午11点钟之时 杨晨宝接到张晴薇的电话 张晴薇约他出去吃过午饭后去看电影 杨晨宝自然不会拒绝 而且在他心里 张晴薇肯定要比乌立重要一些 便与乌立到了一个别 来到和张晴薇约定的公园门口等待起来 11点半 张晴薇的身影 出现在杨晨宝的视线当中 也不知道是因为今天天气太热 还是张晴薇明知道 今天是跟杨晨宝单独去看电影的缘故 他今天的打扮十分清爽 上身穿着一件小背心 下身却穿着一条小热裤 露出了他洁白无瑕的大腿 脚上穿的却是平底单鞋 显得很是清新啊 小宝 等久了吧 张晴薇一下出租车 就向杨晨宝跑来 看得出来 不仅是杨晨宝 对着突如其来的约会很期待 这主动约杨晨宝看电影的张晴薇 一样很是期待 没有没有 我也是刚来 杨晨宝在这里 已经等待了十多分钟了 不过就算他等了一个多小时 他也绝对不能说对 我等了很久了 幸好杨晨宝不抽烟 否则单凭地下的烟头 张晴薇就已经能猜测 他到底到了多久了 有调查表明 男人和女人约会 在等待女人之时 是最心烦急躁的 因为他不知道 女人什么时候会来 女人到底会不会来 来了以后自己又要和他干点什么 所以男人会不停地抽烟 不停地抽烟 据说曾经有一小子 等女朋友出来的约会 等了一个半小时 这一个半小时 他足足抽了一包烟 所以 女人嘛 为了自己男朋友的身体着想 下次和男朋友 约会的时候请早点到场吧 否则你迟到后去看到的 绝对不是你的男朋友 而是你的烟熏男朋友 就像是烟熏牛肉一样 嗯 小宝 我们去吃什么好呢 我订的是下午两点钟的票 吃完饭 以后我们还可以出去再逛一会儿 说起逛街 就算是在杨晨宝心中 如同女神的张晴薇一样 喜爱得很 否则他今天也不会专门选择 一双平底单鞋出来了 要知道 穿上高跟鞋的女人更美 因为高跟鞋能将女人的腿 显得更长 更细 杨晨宝记得自己 当刚坐车过来的时候 在车上看见了一家西餐厅 这家西餐厅 有特别推出的情侣餐 还有赠送情侣玩具 吃西餐贵是贵了一点 可泡妞没有不出血的 这一点杨晨宝深信 他说道 走 我请你吃西餐去 嗯 好啊 换坐以前 张晴薇绝对不会同意 因为他会想法设法 为杨晨宝节约钱 可上个礼拜 杨晨宝刚刚去领取了 90万的大奖 虽然不多 但吃一次西餐 也无关紧要 何况女人都喜欢浪漫 跟杨晨宝一路去吃路 鞭探张晴薇不介意 但他更渴望的是 能够跟杨晨宝 一起去一次高档的餐厅 只是一次就行了 长了这么大 杨晨宝还是第一次 上西餐厅来吃东西 而张晴薇 因为是出生于小资家庭 来西餐厅的次数 倒也不算少 在西餐厅里寻到一个位置后 杨晨宝立即叫上服务员来点菜 他对西餐不怎么熟悉 先是询问张晴薇 想吃写什么后 他自己就点了一个套餐来吃 虽说等会儿 还要出去逛街看电影 杨晨宝还是十分不吝啬地点来 一瓶红酒 席间两人也有说有效地聊了很久 一直到12点半 两人才彻底将午饭给解决了 幸好结账还不算贵 加上一瓶红酒 总共只消费了200多块 这也不得不说 现在西餐越来越平民化 再也不是七八十年代 是有钱人才能吃起的食物了 如果没有点那瓶红酒的话 两人的消费只不过几十块罢了 下午两人又一起来到街上逛街 逛街是女人的天性 张晴薇自然把地点选到百货公司 两人一起走在百货公司中 正可谓是羡煞旁人 说什么狼才女貌 金童玉女实在是太过俗气了 可两人走在一起 无疑会让人家猜到 这是一对情侣 一对很幸福的情侣 就算两人现在只是朋友关系 逛街的时候 连牵手这种动作都没有 外人一样会认为他们绝对是情侣 女人逛街必定会买东西 张晴薇也不例外 爱与两人并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 张晴薇所买的任何东西 都没有让杨晨宝替他付钱 杨晨宝倒是有这个心 可现在自己还不是他男朋友 若是主动替他付钱的话 搞不好还倒会引起他的反感 所以一路上 杨晨宝只提供并不专业的意见 并未花过一分钱 临近1点40 距离电影开场 只剩下20分钟的时间 虽然百货公司距离电影院并不远 两人还是快速往电影院行去 取来早已经订好的票后 两人买上爆米花 饮料等东西便走进电影放映室 找了两个好位置就等待了起来 张晴薇是女人 她是肯定不会喜欢看什么武打动作片的 而考虑到杨晨宝是一个男人 他订票的时候也不是订的爱情片 他订的是当下十分火的一部外国电影 地心游记二之神秘头 有巨石强森主演 巨石强森倒是杨晨宝十分喜欢的 一位电影明星 出身于WW 绰号人民冠军 当时还在打摔跤的时候 就拥有超多的粉丝 最后被好莱坞的人看上 便闯进了娱乐圈去 凭借着个人魅力与出色的演技派实力 近两年他倒也大红大紫起来 不再是昔日那个 只会表演摔跤的强森可比 地心游记二 讲述的是一个很简单 也很童话般的故事 但这么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 却也能让成年人都着迷 这部电影的魅力也正在此处 看电影以前 杨晨宝以为 这部电影里面有巨石强森 自己应该会喜欢上这部电影 可电影看完后 杨晨宝这才发现 就算里面没有巨石强森 自己一样会很喜欢这部电影 里面的一切的一切 真的都太美了 相信神秘岛是每个人 都梦寐以求生活的地方吧 看完电影后 时间已经是临近四点钟了 这不早不晚的 杨晨宝也不想这么早 就与张秦薇分开 他想跟张秦薇 多待在一起一阵子 便带着他来到街上 又继续逛了起来 杨晨宝一直都记得自己 早就决定要跟张秦薇表白了 只不过自己希望自己 对他的表白能够有说服力 能够更感动他 杨晨宝的心中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对张秦薇说道 秦薇 我想送我姐姐一枚戒指 你是女人 肯定知道我姐姐会喜欢哪种戒指 你陪我一起去选一选行不行 啊 你要送你姐姐戒指 你带着她一起来选不就好了吗 张秦薇这倒不是在变相地 拒绝杨晨宝的提议 而是他真的认为 不必如此麻烦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审美观 跟杨晨弱不一样 万一自己喜欢的款式 跟杨晨弱不同呢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啊 再把戒指给他一钱 我才不会让他知道呢 杨晨宝表面上 是说给自己姐姐买戒指 可实际上 他确实在骗张秦薇去使戒指 等张秦薇挑好戒指后 自己就已给姐姐买戒指为由 把戒指给买下来 等到时候 对张秦薇表白的时候 再把戒指给拿出来 给他张秦薇一个惊喜 现在杨晨宝是越来越觉得 自己是真的喜欢上了张秦薇 以前不敢表白 是因为自己穷 不管张秦薇能不能接受 当初的自己 自己那么穷 也都肯定不会去对他表白 可现在自己有钱了 凭借蓄利丹 在短短一个礼拜内 就获得三百万的利润 自己根本不愁钱不够花 张秦薇这么出色 想让他不被别人抢走 自己就只有先下手为抢才行 西西 没想到你对你姐姐都这么浪漫 还想给他惊喜呢 张秦薇偷笑着说完后 却又换了另外一副语气 多愁善感地说道 哎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有男人给我惊喜 我又没有弟弟 话语之音 似是在吃醋啊 放心吧 会有的 我们走吧 杨晨宝二话不说 便把张秦薇往首饰店带去 现在的戒指多种多样 有纯金的 有宝石的 也有最昂贵的钻石的 现在杨晨宝并不是没有钱 所以他要选 就绝对会选钻石的戒指 杨晨宝和张秦薇 一起来到柜台前的椅子上坐下 双眼不停扫尸 被放在柜台玻璃里面的 一枚又一枚的钻石戒指 为激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售会员一般都会说些好话 来讨客人的欢心 而今天招呼杨晨宝和张秦薇二人的 是一个245岁的女人 长相很是甜美 嘴巴也很甜 他趁杨晨宝和张秦薇 在选购戒指的时候 故意说道 这位妹妹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还给你买钻石戒指呢 哼 不像我家里的那个死鬼 结婚都两年了 别说是钻石戒指 就连金戒指都没送过我一个呢 你们猜杨晨宝会相信女人的话吗 他自然不会相信 现在的女人 动辄非要男人有车有房财肯结婚 就算好一点的女人 不要求这些 可若是连一枚结婚戒指都没有 就算是身为男人的杨晨宝 化身成为女人 只怕他也不会答应 不过杨晨宝 还是被这售货员的一番话 说得心花怒放 特别是张晨薇也红着脸 并没有否认 杨晨宝大喜道 哈 真的假的啊 这种男人 你还跟他干嘛呢 你看我对我媳妇多好啊 说完 杨晨宝还故意看了张晨薇一眼 弄得张晨薇更是脸红无比了 真的 真的 售货员将双手伸出来 只见他食指上 确实一枚戒指都没有 加上他的表情 显得很是委屈的 就像他刚刚 对杨晨宝说的事情 是真的一般 只不过嘛 杨晨宝还是不会相信 他宁愿相信 售货员并没有结婚 也绝不会相信 没有一颗戒指 他就会同意结婚 要知道他们杨家 一直以来都穷得很 可当年杨父杨母结婚的时候 杨父也大出血了一把 来到集市上 给杨母买了一枚金戒指 这枚金戒指 杨母一直到现在 都还戴在手上 杨晨宝不再理会 售货员说的是真是假 而是看好一枚 大概有一颗拉钻石的戒指着 对他说道 妹子 你把这枚戒指拿出来 给我媳妇试试 小宝 人家的年纪 应该比你大 张晨薇用胳膊肘 碰了杨晨宝一下 示意他的称呼有问题 说售货员有24-5岁 是把他往小了猜的 如果单看面容 他应该已经有26-7岁了 杨晨宝当然知道 他的年纪比自己大 杨晨宝虽然不懂得 这么讨女人欢心 却也知道 什么话会使女人讨厌 就例如说 并无关心的两人 年纪相差无几 就算女方比较大 你却叫他姐姐 甚至是大姐 人家不生气才怪呢 所以杨晨宝这才叫的妹子 唉 我这么叫 不是显得这位美女年轻吗 搞不好等会儿 他一开心 就会给我们打折呢 说吧 杨晨宝又把视线 转移到戒指上去 拿出来以后 杨晨宝这才发现 这枚戒指确实很美 银白色的纸环 乍一看仿佛是玉智 银润 而透露着一股青鸭 细细观察后 又发觉 那绝非玉智的温软 可以比你的刚硬 非经非玉 有种浑然天成的冷傲 上面那枚钻石 更是闪耀的恍人眼镜 杨晨宝细心地将戒指 带到张晴薇的右手中指上去 戴在他线长 瘦弱的仿佛艺术品的手指上 一银润 一白皙 两种白色说不出的契合 哇 好美啊 就算一开始 以为自己是来当模特的张晴薇 都不得不对这枚戒指的没所臣服 不停地按道 这枚戒指实在漂亮 怎么样 你觉得这么戒指如何 杨晨宝笑着对张晴薇问道 他虽对张晴薇说 戒指是送给自己姐姐的 可世界上 他却要把戒指送给张晴薇 所以只要张晴薇喜欢 他会毫不犹豫地 将戒指给买下来 张晴薇抿着嘴 显得很是激动 不停地点头 表示他十分喜欢这枚戒指 可激动过后 他才发现 这枚戒指 并不是杨晨宝买来送给自己的 又显得有些失望 将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 无神地说道 就这枚吧 我很喜欢 秦 秦薇 怎么了 杨晨宝关心地问道 前一秒还 那么开心的张晴薇 现在却变得惆怅无比 很可疑呀 很可疑 没 没什么 张晴薇顾将自己表现得开心 说道 这枚戒指我很喜欢 不过 你总不能不付钱 我就把戒指给带走吧 杨晨宝看得出来 是张晴薇 以为这枚戒指 不是自己买来送给他的 他才会变得这么失望 甚至算得上是伤心 在心里告诉他 不久的以后 这枚戒指绝对会由自己 亲自带到他的手上去 上课的日子总是漫长的 假期总是短暂的 两天的日子一会儿过 又到了星期一 需要回到学校去上课的日子 星期六的时候 杨晨宝答应两位特派人员 会给他们一副新的单方 为此 昨天晚上 杨晨宝没少跟孙思淼废口舌 孙思淼虽然很想 中医也能在现在的华夏 继续发阳光大起来 可那些单方 也不是说给就能给的呀 毕竟他又没有跟杨晨宝见过面 担心他会使用这些单方去喂乱 最后 还是杨晨宝答应等等机构以后 一定会在虚拟空间 带几种现在的西药去后 孙思淼这才答应 又给了杨晨宝一副单方 单方名叫裴元丹 裴元丹的效果 可没有蓄力丹那么牛逼 可放在当下 一样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这一次 杨晨宝可把裴元丹的效果 问了个清楚 要是说得明白一点 裴元丹也可以是做事伟哥 因为服用裴元丹 可以延长干那种事情的时间 还可以补气养身 是一种健身状体的丹药 早上杨晨宝很早就出门了 他先是来到昨晚上 与特派人员约好的酒店 把单方交给他们后 这才乘坐特派人员的车去的学校 之所以会做特派人员的车去学校 总不能让人家杨晨宝 大清早地特意把单方给他们送过去 还让他挤工交车去上班吧 举行完例行的升旗仪式 回到班上后 杨晨宝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 同学们都在夸自己 哇 他真的好帅啊 是啊是啊 他是最帅的男人 最有魅力的男人 不仅有钱 孝顺 帅气 歌唱得也好听 我敢说 全校没有几个女生不喜欢他 听到这里 杨晨宝突然觉得有点不对 自己的魅力 难道真的有这么大吗 全校数千女学生 居然只有几个人不喜欢自己 靠 信心瞬间就飙涨起来了呀 杨晨宝怀着心花怒放的心情 走上讲台 盯着台下四十位可爱至极的女生们 扮上 他笑着说道 可可 同志们 你们别这么夸老师 老师会不好意思的 全班的女生 都以一种奇怪的眼光 看着杨晨宝 杨晨宝继续说道 哈哈 刚刚你们的对话 我全都听见了 老师知道自己的魅力很高 可你们这样在背地里 夸老师老师会脸红的 下次你们 当着我的面夸我吧 我不介意的 杨晨宝现在的自我 感觉十分良好 可在众女生心目中 他们都在想 难道今天早上 杨老师吃错药了 全班最大胆的马曼蓉 站起来奇怪问道 杨老师 你今天怎么了 我们什么时候夸你了 咦 你们刚刚不是夸我 长得又帅 又孝顺 又有钱吗 放眼整个学校 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长得够帅啊 杨晨宝十分狂妄地笑道 哈哈 你们真有眼光啊 切 马曼蓉无语地一摆手 说道 谁在夸你啊 我们在讨论刘德华呢 刘 刘德华 谁啊 班上 他终于想起谁他 妈是刘德华了 说道 你们真的不是说我 而是在说华仔 我不信 一向最诚实 最天然呆的班长季子盈 站起来点了点头 说道 杨老师 我们都承认你 长得很帅 可是我们真的在说刘德华 而不是在说你啊 脸上的那股幸福之情 就像是他 已经看见了刘德华一般 杨晨宝承认 自己的魅力 相比起刘德华来 确实有那么一点点 一小点点的差距 可是 这帮熊孩子 也太伤人心了吧 我恨你们 杨晨宝的眼里 尽是埋怨之情 他一直都以为 学生们是在夸自己呢 搞了半天 原来是在夸乡港的天王华仔 只不过 他们无缘无故 怎么会扯上了华仔 华仔成名已经二三十年了 他们怎么会非要挑今天来夸华仔 好了杨老师 你别伤心 大不了这周星期六 我请你去看华仔的演唱会啊 马曼容十分财大气粗地说道 演唱会 华仔星期六有演唱会 杨晨宝虽然也崇拜刘德华 可他并不像其他追星族一般 连明星的什么生日啊 每一部戏的上映时间啊 性别啊 这个不算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加上刘德华近年来 越来越少举办演唱会了 他确实不知道 刘德华在何时何地 会再举办演唱会 杨老师 你不是这么训吧 华仔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三天 会连续在重天体育场 举办个人演唱会 难道你不知道 马曼容对杨晨宝反问道 杨晨宝摇摇头表示 他真的不知道 如果不是学生们告诉他这个消息 只怕演唱会都结束后 他都不会知道吧 杨老师 我真鄙视你 马曼容说完后便坐下了 也不知道他是真鄙视 还是假鄙视 总之杨晨宝也并没有生气 他曾经就说过 只要学生们在课堂上 认真听将不犯错 私下里跟自己开开玩笑 是无所谓的 而且他也不是空口说白话 他是真的不介意和学生们 开开无恶意的玩笑的 趁距离上课 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杨晨宝准备回办公室 去再休息一会儿 可刚一踏进办公室 他依旧听到办公室的女老师们 在讨论刘德华 要来上官室举办演唱会的事情 莫非这华仔 真要来上官室开演唱会 杨晨宝走到张晴薇身边 对他亲身问道 晴薇 刘德华真的要来我们上官室开演唱会 是啊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小宝啊 我真鄙视你 这么大的事 你居然都不知道 说完 张晴薇又继续跟其他的女老师 聊起了刘德华 此时他的心里面只有刘德华 哪还有什么杨晨宝啊 一天之内 不对 应该是十分钟之内 被人鄙视两次 杨晨宝这心里啊 可还真不是滋味 无奈他又不认识刘德华 否则他非得骂他一顿解解气不可 当然 就算他认识刘德华 他也只敢私下里埋怨他几句 否则只怕单凭华仔粉丝们 一人一泡口水 就足以把杨晨宝给淹死了 从早上到下午 从下午都晚自习 不管是杨晨宝走进教室中去 还是回到办公室来 都能听到他们在讨论刘德华 而且据说有的人已经决定 要三天都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了 杨晨宝现在再怎么说 也算是个小资了 虽然他心里埋怨 因为刘德华自己今天已经被鄙视了两次了 可是他还是想去 至少看一场刘德华的演唱会才行 嗯 约上张晨宝一起去 办公室内 整个办公室除了班主任外 就只剩下寥寥几名 要上晚自习的客人老师了 而张晨宝今天本来没有晚自习 可他却跟别人调换了一下 他今天来上晚自习 明天早上的那一节课 他就可以休息了 杨晨宝小心翼翼地来到他身边坐下 对他轻声问道 晴薇 你想去看华仔的演唱会吗 我请你去看 他的声音必须得小 要知道 整个办公室内 除了他以外 全都是女老师 先别说 他们得知杨晨宝要单独邀请张晴薇 去看演唱会 会不会说些什么闲话 要是他们 也朝着要杨晨宝请他们去看演唱会的话 杨晨宝可就悲剧了 要知道 以华仔这么高昂的人气的演唱会门票价钱 只怕最便宜的都得好几百 想啊 张晴薇很是激动 他可以说 真的是从小听刘德华的歌长大的人 从小他就很崇拜刘德华 现在刘德华好不容易要来上官室举办演唱会 他当然要去看一看才行 可是 可是听说演唱会的票很难买 没关系 买票的事情交给我 只要得到了张晴薇的答应 其他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杨晨宝 要知道 杨晨宝可是百草堂周伟毅和和平帮马大炮的朋友 凭借上官室两大黑帮的势力 难道弄几张华仔演唱会的门票 还不简单吗 一个星期悄然度过 这个星期 杨晨宝过得十分频繁 除了使用山寨机 做了不少任务得到了许多能量之后 每天就是上学放学罢了 而对于刘德华要来开演唱会的事情 不仅仅是星期一 整个礼拜孟家女校内都环绕着一股刘德华风 学生们整天都在讨论刘德华这样 刘德华那样 连学习的心思都比以往要小很多 幸好C班的学生还算是给杨晨宝面子 虽然他们也很迷刘德华 可在课堂上 他们也尽力地忘记刘德华学习知识 只不过一到下课 讨论刘德华讨论的最疯狂的 往往就是一年级C班的女生们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五 杨晨宝星期一跟张晴薇说好要去看演唱会后 当晚回去就拜托了周伟毅 务必要替自己找到三张位置叫好的演唱会门票 他跟张晴薇一人一张 可姐姐的那份他也绝对不会落下 他知道姐姐也很迷华仔 华仔这次来上官是开演唱会 杨晨宝岂能丢下姐姐 自己跟张晴薇去看演唱会呢 星期五晚上的仲天体育场 是修建以来最热闹的一晚上 因为今天刘德华会在里面开办演唱会 此时体育场外面已经人山人海了 卖各种东西的人都有 里面最有亮点的 无疑还是那些贩卖黄牛票的人 只要有贩卖黄牛票的人 就一定有警察 杨晨宝带着姐姐和张晴薇入场的时候 还看见了当日的女警斗斯佩 别看他年纪轻轻的 却也很敬业 一旦发现有谁不对劲 立即就会凑弄过去 看他们是不是在做不好的交易 在这里碰上熟人 反正离正式开眼还有一阵子 杨晨宝自然要过去打一打招呼 便带着姐姐和张晴薇走过去 被豆思佩打招呼道 小美女警察 你好啊 上次一别 两人已经有半个多月未曾见面 加上天色有些暗 豆思佩险些没有认出杨晨宝来 可以把杨晨宝认出来 他立即高兴说道 猎人大哥 是你啊 随后他看了看杨晨若和张晴薇 皱了皱鼻子道 猎人大哥 谁是你的女朋友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豆思佩显得很不自在 豆思佩绝对是杨晨宝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 上次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城市猎人 他居然就真的相信自己是城市猎人了 哎 棒子电视剧害死人啊 他故意逗豆思佩道 他们两个都是我女朋友 啊 是 什么 豆思佩大惊失色 看来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在自己心里是英雄的猎人大哥 居然会如此滑心 哈哈 开玩笑的 杨晨宝介绍起来 这位是我姐姐杨晨若 这是我的同事张晴威 嗯 他是豆思佩 上次就是他跟我一起抓住的那几个劫匪 咦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来看刘德华的演唱会吗 豆思佩问道 杨晨宝点头表示他猜的正确 而且这种事根本就不需要猜 平时来体育场 可以说是锻炼一下身体 可在今天这种日子 来体育场不是看刘德华的演唱会 还能有什么呢 豆思佩再次问道 你们有票吗 千万别去跟那些黄牛贩子买啊 拿高价买到真票还好说 可有很多人是卖的假票 就算花钱去买了 也是不能入场的 多谢你的提醒 我们已经有票了 杨晨宝不想再妨碍豆思佩执行公务 便对他说道 这样吧小美女 你忙吧嘛 我们也要进场了 嗯 好吧 真羡慕你们啊 豆思佩丧气的说道 其实他也很想看演唱会 可为了执行公务 他不得不只有在场外维持秩序 不能进场 告别豆思佩 三人终于进了场 先前从周伟一的手中拿到票后 杨晨宝还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可现在一进场 等到自己来到票上面标注的位置后 杨晨宝这才发现 周伟一给自己的 居然是三张贵宾席的票 而且还是顶级贵宾席 演唱会的票可以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顶级贵宾席的票 是距离舞台最近的票 第二种便是VIP票 也是在场中央 只要视力够好 也能看清楚刘德华的样子 第三种则是普通票 这些票类的价值虽然依旧不菲 可他们的位置 却被安排在两旁的观众席上 距离舞台无限远 如果不用望远镜的话 只能看见舞台上 有人影不停在晃动 根本分不清楚 那到底是不是刘德华 怀着震撼的心情 杨晨宝来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坐下 坐下后 他才发现自己 在这一排 显得是有多么的不合群 同排的不是达官 就是贵人 就连平日里 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的人物都有 杨晨宝望了一望 这一排中除了自己外 最差的人也是上官室的市长 这周伟一到底有多厉害 居然能帮自己搞到这种票 还未等杨晨宝 将起伏的心情给评下去 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小兄弟 你是哪家的公子 傅也来了吗 杨晨宝转过头去一看 是一位年过五十的中年人 穿得西装挺拔 一看就属于那种非富极贵的人 可他干嘛要这么问自己 杨晨宝倒是反问道 你是谁 我们应该没见过面吧 哼 是我欠缺考虑了 别人吕涵良 不知道小兄弟的家父是谁 以前我们俩见过面吗 看起来这吕涵良很想知道 杨晨宝的父亲是谁 到底是为什么呢 吕涵良 万福公司的董事长 杨晨宝惊讶的张大嘴巴 这吕涵良他以前见过很多次 可都是在电视里面见过的 吕涵良是上官室的本地人 他所创建的万福公司 也是上官室数一数二的 资产过一的大公司 没想到他居然会主动跟自己答话 哈哈 正是笔人 吕涵良听外人提起万福公司 也觉得有面子得很 这也确实 吕涵良出身贫寒家庭 万福公司是他一手创造起来的 经过数十年的打拼 已经成为上官室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人们只要一提起万福公司 一提起吕涵良 必定会翘起大拇指 因为吕涵良 确实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不过让杨晨宝起疑的还是 这吕涵良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父亲有兴趣 稍加思索 杨晨宝终于想通 这吕涵良 为何会对自己有兴趣了 说白了一点 他并不是对自己 或者自己的父亲有兴趣 而是对自己的背景有兴趣 想必这贵宾席上的数十人 几乎都相互认识 就算不认识 也至少知道对方的身份是什么 可杨晨宝这一无权二无钱的人 出现在这里 着实会让人奇怪 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居然能够出现在这贵宾席上 要知道贵宾席的票 可不是仅仅拿钱就可以搞得到的 没有关系 没有势力 这贵宾席的票 一样是一票难求 吕涵良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商人 商人最喜欢的 就是结交朋友 这杨晨宝对于他来说是生殿孔 也就代表 或许杨晨宝的父亲 他也并不认识 而杨晨宝能出现在这里 就证明他的背景绝对不一般 吕涵良可不会认为 杨晨宝能拿到贵宾席的票 是依靠的他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才会一上来 就询问杨晨宝的父亲是谁 以此希望来与其结交一个朋友 可惜的是 杨晨宝哪来的什么背景 他有的只是背影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吕涵良的用意 他便说道 吕先生 我们的父母 你应该不认识吧 我也就无谓把我父亲的名字说出来了 哦 是吗 敢问令尊氏 吕涵良还是不肯罢休 现在他并不只是单纯的 想和杨晨宝的父亲交朋友 他现在更想知道 杨晨宝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居然敢对自己如此无理 吕涵良的脾气不错 可过惯了上等人生活的他 确实很看不惯别人的眼中没有他 他已经再三地询问 杨晨宝的父亲是谁 可杨晨宝还是不肯说 他的心里确实很不是滋味了 都说了你不认识了 杨晨宝并不怕把自己父母 是农民的事实 告诉给吕涵良听 他倒是担心自己 说自己的父母是农民 并不是他吕涵良 想象中的什么权贵 夫人 他吕涵良倒不会相信 杨晨宝就说道 我姓杨 我的父亲自然也姓杨 你自己回忆一下 你认识几个姓杨的人吧 说完这句话 无论吕涵良再怎么问 杨晨宝也不再搭理吕涵良了 杨晨宝是单纯的来看演唱会的 并不是来结交有钱有权的人的 所以他没有必要 给这些人好脸色看 准时八点钟 刘德华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的上万观众的视线当中 他今年的年纪 虽然已经超过五十岁 可不论是近看远看 他都跟一个三十几岁 顶多四十岁的人无异 显得很是有男人魅力 刘德华刚一出场 全场的观众 除了贵宾席的人以外 都沸腾起来了 倒不是说 坐在贵宾席上的人 不迷刘德华 而是他们若是想见刘德华 大可以私下请刘德华吃一顿饭 洗一个澡啥的 没有必要要把精力浪费在这演唱会上 他们之所以会来 确实喜欢听刘德华唱歌 是一个原因 可最大的 就如刚刚吕涵梁询问杨成宝的父亲是谁一样 是来结交新朋友的 杨成宝坐在两女的中间 刘德华出场后 姐姐杨成若和张晴薇 都紧紧抓住他的手 显得很是紧张 把原本并不是很紧张的杨成宝 都给整得紧张起来了 只见贵宾席上数十人 就算疯狂一点的 也只不过是轻轻地拍着手掌 其次再疯狂的 也不过就是杨成若和张晴薇两人 不听像根本看都没有看 他们一眼的刘德华挥手罢了 可杨成宝呢 被两女紧紧一抓 他在意紧张 居然大吼道 华仔我爱你 整个贵宾席数十人 都把这一男两女看着 他们除了觉得这个人很土鳖外 心里也都有跟吕涵梁一样的疑问 这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到底是谁家的公子 以前怎么没有见过面 难道是刚发展起来的家族中的公子 不管杨成宝打扮得再平凡 身上穿的不过是几十块的地摊货 可在贵宾席数十人的心中 他的来历绝对不凡 否则怎么会出现在贵宾席上 最打紧的还是 他如果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他怎么会同时拥有三张贵宾席的票 而且还携两美来看刘德华的演唱会 真当是人不风流也 杨成宝可不会在意 有谁在用什么眼光在看自己 一整场演出会 他都和两女看得兴致勃勃 从开始到结束 都算得上平静的贵宾席上 倒也因为有了他们一男两女三人 所以有了一丝丝的光彩 否则数十人坐在舞台的最前方 却不好意思为刘德华加油呐喊 只不定还会让华仔 以为自己现在的魅力 不如当年了呢 演唱会结束 已经是十一点半的时间了 只不过演唱会结束后 杨成宝并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就离场 因为在贵宾席中 他比刘德华都还要受欢迎 那些个有钱人 有权人都认为他的家族绝对是新兴 都想巴结他 都上前去询问家父 可好家父贵性等问题 还有人塞名片给他 倒是整个他 直到演唱会结束 都已经十多分钟后 才有机会离场 嘻嘻 小宝 你可还真受欢迎 你看见刚刚市长 跟你谈话的表情没有 如果不是因为我认识你 我还以为你是哪个大官的孩子呢 市长跟你说话 居然都还弯腰屈膝的 真好笑啊 从演唱会结束 那些达官贵人 给杨成宝发名片开始 张晴威就一直憋着笑 可在那么多权贵面前 张晴威又不敢笑 这不三人刚毅离场 张晴威自然是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是啊小宝 幸好咱们是姓娘而不是姓脸 否则指不定人家会以为 你是哪位理性大官的儿子呢 就连姐姐杨成若 都觉得刚刚的情形十分好笑 哎 不说了不说了 好饿啊 我们去吃点东西再回家吧 杨成宝提议道 女人不仅是天生的逛街狂 也是天生的吃货 就算励志要减肥的女人 一样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 杨成宝说 要去吃点东西后再回家 反正明天又不去学校上班 两女立即同时答应道 好 三人一起来到路边的烧烤摊 烧烤可以说是杨成宝 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 哪怕他知道吃烧烤 不宜身体健康 可他还是很喜欢吃烧烤 老板 二十串肉串 十串土豆 杨成宝说完后 又对杨成若和张晴威说道 你们要吃什么自己点吧 两个女人同时愣在原地 他们还以为杨成宝点这么多东西 是给三个人一起点的 没想到他自己一个人都要吃这么多 烤串上来后 因为天气太过炎热 杨成宝也叫来了一瓶冰啤酒喝 张晴威和杨成若虽然都会喝酒 可他们都不怎么喜欢喝酒 今天出来 吃烧烤也只是填饱肚子吧 没有必要喝酒 两人就随便叫了一些饮料 就着烧烤喝啤酒 杨成宝认为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 一直到十二点半钟 三人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烧烤摊 这么深的夜 杨成宝可不放心 张晴威一个人回家 就算让他自己一个人坐计程车 他都不是很放心 幸好体育场离张晴威的家 只有一二十分钟的路程 杨成宝便决定和姐姐一起 先将张晴威送回家后 再一起回家 这已经不是杨成宝第一次 送张晴威回家了 早在刚刚到孟家女校教书 杨成宝和张晴威成为朋友后 杨成宝就曾在张默的特意安排下 送张晴威回过一次家 一路上因为有姐姐杨成若在旁 两人的话语倒也不到 倒是杨成若和张晴威说个不停 就像是张晴威已经是他的弟媳妇一般 将张晴威送回家 杨成宝便和杨成若 在路上拦下一辆出租 往家里行去 看得出来杨成若心里很喜欢张晴威 哪怕送别张晴威后 他还是对杨成宝追问道 小弟 你现在和晴威的关系发展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带会去见爸妈啊 姐 你也太八卦了点吧 杨成宝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无奈地摇摇头 转头头去看着自己的姐姐 对他问道 姐姐 你说 如果我跟晴威表白的话 他会接受我吗 会的会的 我弟弟这么出色 秦威肯定会喜欢你的 杨成若给自己的弟弟加油打气 希望他早起去跟张晴威表白 早日把自己的这个弟媳妇给骗到手 还未等杨成宝再说话 多愁善感 且是情场老手的司机插嘴道 年轻人 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 要对自己有信心一些 他的表情变得威风了一些 继续说道 想当年我追我老婆的时候 也害怕他会拒绝 可谁知道我去跟他表白后 才发现原来他也喜欢我 这不 我跟我老婆都结婚十几年了 一次嫁都没有吵过 年轻人 要把握住机会啊 司机大哥看起来 应该有四十岁左右 常年开车 导致他身体有点微微发福 可就是这么一个 其貌不扬的中年人 说起自己老婆的时候 却万分的自豪 想必他老婆一定长得很漂亮 有了司机大哥的这番话 更是坚定了杨成宝 要尽快对张晴威表白的想法 那没戒指 他已经买来放在家里了 就等一个好的时机 把张晴威给单独约出来表白了 回到家 洗了一个澡后 杨成宝就上床了 不过他躺在床上却睡不着 不久的将来跟张晴威表白 可以说是杨成宝 第一次跟女孩子表白 说不紧张绝对是假的 就算心里 猜得到张晴威也喜欢自己 可他还是害怕张晴威会拒绝自己 男人都这样 渴望得到又害怕失去 并不是每个男人 都可以脸皮厚道 逮住一个女人就能表白 至少杨成宝绝对不是这种人 想让杨成宝喜欢上一个人 绝对不容易 所以对张晴威的感情 他敢肯定地说 自己是真的喜欢他 绝对不是单单贪图他的美貌而已 翻来覆去睡不着 杨成宝干脆拿出山寨鸡把玩起来 山寨鸡这要牛逼 不仅能提高自身的实力 还可以千年前的人物孙思苗沟通 搞不好他就知道怎么泡妞呢 山寨鸡呀山寨鸡 你告诉 我要怎么跟女孩子表白 才不会被他拒绝 杨成宝在脑海里联系上山寨鸡 可也起了怪了 以往杨成宝一用意念联系上山寨鸡 不管如何 山寨鸡总会有点反应 可今天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操 你至少他 妈 给我点反应啦你 杨成宝躲在被窝里 轻声哼道 突然间 外面传来一句歌声 独自去偷欢 我谢绝你监管 是刘德华的一首很有名的歌曲 独自去偷欢 看来应该是刘德华的歌迷 看完演唱会 也是刚在外面吃完夜宵才回来吧 本来只是一件小事情 可给了杨成宝莫大的启发 刘德华拥有这么大的魅力 并且他又比自己年长 是一个有魅力的成功男人 他会不会知道 应该怎么泡妞 不对 不应该是他会不会知道 而是他肯定知道 杨成宝认识刘德华 但刘德华却不认识他 不过杨成宝却有自信 可以跟刘德华聊上那么几句 别忘了 他可拥有山寨机这种逆天的宝物 山寨机连死去的李小龙 孙思苗都可以联系上 而现如今 还活在世上的刘德华 难道还联系不上吗 想做就做 杨成宝立即联系起山寨机 进入了任意外面 人物既能学习模式 又在学习模式里面 找到了任意外面人物交流模式 只见通讯路上的第一个人 自然就是曾联系过的孙思苗 不过现在杨成宝不想麻烦孙思苗 便输入了刘德华 并且寻找起来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刘德华的头像与他的简介 立即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 杨成宝确定自己手机上 还有十几点能量值 完全足够用来跟刘德华通一次电话后 便点下连接键 正在连接天王刘德华 请稍后 喂 你记编个 刘德华身后的声音传来 由于他是广东人 接下电话的第一反应 自然也是说广东话 杨成宝从小到达地看过的党片不少 虽然其中以国语翻译片居多 可他还是多多少少懂得一定粤语 杨成宝很有礼貌地说道 你好刘天王 我是你的粉丝 你应该不认识我吧 我叫杨成宝 刘德华会说的 自然不仅仅只有粤语 国语他一样精通得很 他在内地拥有无数粉丝 要是连国语都不会说的话 如何跟粉丝们打招呼呢 一听杨成宝说的是普通话 他立即改变粤语的口音 用国语说道 哦 你好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呢 明星的隐私是多么的重要 而杨成宝身为一个毫不起眼的粉丝 居然能给刘德华打电话 并且还确确实实是 刘德华本人接听的电话 他能不奇怪吗 万一自己的手机号码 被泄露出去了怎么办 岂不是又要还电话号码了 杨成宝敢摸着自己的左胸发誓 自己绝对不知道刘德华的手机号码 他说道 华哥 我怎么知道 你手机号码的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有一件事情 希望您一定要帮忙 照理说 接到这种无聊的 算得上是骚扰的电话 刘德华肯定会挂下电话 毕竟他是一个天王 哪来这么多的时间 应付无聊的狗仔 或者闲杂人等 可不知道为何 也许是因为他现在正准备休息 有私人时间 他倒是很奇怪 杨成宝要他帮忙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便问道 哦 什么事情 华哥 我喜欢一个女孩 很喜欢很喜欢 他也是你的粉丝 我准备在这几天内 对他表白 杨成宝一口气 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一点废话也不多说 一来是他担心刘德华没有耐性 不肯再给自己聊下去 二来则是跟刘德华通话 是需要耗费能量值的 杨成宝耗费不起啊 刘德华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有耐性 听完杨成宝的话 可就是总觉得不舍得挂下电话 杨成宝说完后 刘德华便说道 哈哈 小兄弟 你挺多情的呀 想当年 我也喜欢过一个女孩 早就应该已经消耗完了 可半个小时过去了 通话还在持续着 难道在通话的过程中 就算没有能量值 也可以继续通话吗 明明是杨成宝给刘德华打电话 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可现在却转换成 是刘德华向杨成宝 讲序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了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 刘德华终于一由未尽地讲到了 他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 听完刘德华的故事后 杨成宝只觉得看不出来 外表潇洒帅气的刘德华 居然也有一段血气方刚的年轻史 刘德华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告诉杨成宝这么多 可就像是这次的通话有魔力一般 一说起来 自己就不想停下来 一说起来 就想把自己成名几十年来的 所有性酸苦辣 都告诉给这个从未谋面的杨成宝听 不管刘德华有多出名 他有多大的名气 他有多么的成功 他始终是一个人 他有爱有恨 在踏进娱乐圈以前 他有自己的另外一种生活 可正所谓一入圈中深四海 刘德华进入娱乐圈后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的生活也逐渐发生改变 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胆地去爱 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光明正大的 跟自己女朋友出去谈情说爱 他慢慢地成为影帝 成为香港的天王之一 他更是不能将自己的恋情公布于世 其中的辛酸苦辣 连杨成宝这个听课 都听得有些不忍心 情到农食人自罪 刘德华沉浸在怀念以前的生活中去 而杨成宝也是一个很好的听课 一个小时中 他未曾出言打断过刘德华一次 却把刘德华的一字一句 都记得清清楚楚 对对不起 我失态了 居然让你听我讲故事 讲了这么久 一个小时后 刘德华终于从怀念过去的生活中醒悟过来 他这才发现自己 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青涩的男孩 自己现在是影帝 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种生活 没关系 华哥 没想到外表光鲜的你 居然也有一段如此心酸的过往啊 杨成宝叹气说道 哼 只要是人总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好了 夜夜深了 我明天还要早起彩牌 就挂了吧 刘德华道 哇 阿哥等等 我的事 杨成宝原本不该在这个时候请求刘德华 可他没办法 他是真的喜欢张晴薇 并且他觉得 刘德华现在在上官室 就是一个莫大的好机会 我考虑一下吧 刘德华稍微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明天给你答复 刘德华说 要明天才会给杨成宝答复 杨成宝自然就只能静静地等到 明天继续给华仔打电话 再询问他答案 挂下电话后 杨成宝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能量值这件事 拜托华仔的是固然重要 可能量值也重要啊 跟华仔通话了一个多小时 按照一分钟一点能量值来说 自己现在已经道歉了好几时的能量值了 杨成宝经过一个礼拜的积累 好不容易才有了十几点的能量值 若是现在道歉几时的 他不得心疼死才惯 在脑海里 联系起山寨机 进入任意未免人物技能学习 点开查看自身属性 只见标明能量值剩余数的地方 居然不是十几 也不是道歉几时 而是证数二十多 这是怎么回事 杨成宝被这个数字惊得做了起来 自己明明记得给华仔打电话以前是十几点 怎么一个电话一个多小时后 这能量值反而还多了一些 难不成有bug 按照山寨机的逆天程度来说 它是应该不会有bug的 可若这不是bug 又会是什么呢 就在杨成宝奇怪的时候 却在任务一栏发现 任务二字在不停闪动 这代表着应该是有心的 自己未了解的任务 他赶紧点开一看 自己最顶端有四个大字 突发任务 突发任务 任务难度林科兴 任务目标 认真倾听刘德华的故事 任务奖励一百点的能量值 已完成 倾听刘德华的故事 自己给刘德华打电话过去拜托他 居然变成了倾听他的故事 这真他 妈是惊喜啊 赤 罗 罗 等你席啊 原本给刘德华打电话过去 是应该会损耗能量值的 没想到一个电话过后 不仅知道了很多外人不知道的刘德华的内幕 还能导赚取一百多点的能量值 只不过可惜的是 一百点能量值虽然不少 可山寨鸡还真的挺欠揍的 说通话一分钟就要消耗一点能量值 就非要消耗不可 这明明是一个任务 却还是在消耗能量值 得到的奖励一百点能量值到最后 也不过剩下了几点而已 想起来很是让杨晨宝生气 一百点的能量值啊 一个通话 就还只剩下几点了 不过再想想 杨晨宝也就释然了 这次的任务如此简单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给自己一百点的能量值呢 有几点的能量值作为奖励 已经很是欣慰了 再三思索 杨晨宝想到可不再是欣慰了 而是可怕了 任务的目标是 认真倾听刘德华的故事 幸好自己刚才一直认真的聆听刘德华的话 若是半途中 自己因为不想听他讲他的故事 而挂掉电话的话 只怕自己现在就真的是道歉好几十的能量值了 幸好我有求于刘德华 否则我得猴年马月 才能赚回道歉的几十点能量值啊 更别说是还要提升实力了 正如刘德华所说 此时的夜已是真的深了 杨晨宝一看 现在都已经临近三点钟了 为了明天不会睡到十二点才起床 他便放下手机 安心地睡下了 就算他心里再着急 刘德华会不会答应自己 可就算他在心急 华仔说了要明天才会给他回复就是明天 就算他苦等一夜 华仔也不会立即就给他打电话 经过一夜的休息 第二天 杨晨宝果然起得比平日晚一些 临近九点钟 他才起床 走出房间来打客厅 姐姐正在沙发上窝着看电视 而餐桌上 还有姐姐为自己留的粥和包子馒头 一看到杨晨宝终于起床出了房 杨晨若立即说道 你先去洗把脸吧 我去帮你把早饭热一下 说吧 杨晨若就把早饭端进厨房去热了起来 而杨晨宝的心里则是不胜的感激 对他来说 有姐姐真好 真的很好 吃过早饭 杨晨宝接到了来自路虎专门店经理的电话 告知他那辆路虎缆胜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好 他可以随时去专门店将车开走 这倒是难了杨晨宝 他又不会开车 怎么去专门店把车开走呢 无奈 他指的给周伟一打句电话 周大哥 那辆路虎车可以提出来了 但是 但是你知道的 我又不会开车 麻烦你找人去帮我提一下行不行 没问题 中午以前我派人开到你家的小区去 周伟一答应得十分爽快 两人再闲聊一会儿 便挂下了电话 只不过电话中 周伟一也表示希望杨晨宝 可以再提供一张新的单方给他 毕竟虽然蓄力单能赚钱 可周伟一希望可以赚更多的钱 杨晨宝何尝不是这么希望的呢 但是 杨晨若的想法 却不是这样 杨晨宝告诉姐姐山寨金秘密的时候 也连同着把蓄力单 百草堂的事情告诉给了姐姐听 今天他从杨晨宝和周伟一的通话中 听出来了杨晨宝许诺会 再给百草堂一张单方 杨晨若立即有了其他的想法 小店 你过来一下 杨晨若又窝在沙发上面 事宜正准备收拾碗筷的杨晨宝 不要再收拾了 杨晨宝放下碗筷 走到姐姐身边 对他问道 姐 有事吗 刚刚你口中的周伟一 是不是又在向你要单方了 杨晨若一针见血地道 杨晨宝点点头 他连山寨鸡的秘密 都肯告诉给姐姐听 跟周伟一之间的约定 还有必要隐瞒吗 得到杨晨宝的证实后 杨晨若的脸色变得不满起来 他拉了杨晨宝 一把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 对他说道 弟弟 你傻呀 从孙思苗口中得到的单方 炼制出来的丹药 既然如此值钱 你干嘛要和白草堂一起干呢 自己一个人 垄断丹药的生意 不是更好吗 杨晨宝不是太理解的杨晨若的意思 便问道 姐姐 你的意思是 弟弟 你想啊 制作一颗蓄力单的成本价 不过几毛钱 在周伟一的手里 却可以卖出十万的高价 他分你三成 你也只不过能得到三万块 可若是 你自己制作丹药 然后去贩卖呢 就算你把这个价钱压下来 一倍只卖五万 你得到的利润 不一样 要比跟白草堂合作 能得到的利润多吗 杨晨若叫杨晨宝而言 更有野心 若拥有山寨鸡的是他 他绝对不会选择 跟白草堂合作 现在拥有山寨鸡的是他弟弟 他也一定要为弟弟 想到最大的利法 为何要让白草堂平白无故的 就分到这么大一杯羹呢 而且分到的利润 居然比单方的拥有着杨晨宝 都还要高 一语惊醒梦中人 以前的杨晨宝 从未想过 自己也可以单干 经过姐姐这么一说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跟白草堂的合作 是不是真的有点过去犯傻了 对 自己确实没有掌握 炼制丹药的技术 可有孙思渺在 自己还担心 学不会这么技术吗 何况就算自己不会 这个世界上会炼制丹药的人 又不是只有白草堂的人 自己大可以出现 找其他的药师 来为自己制造丹药 自己能得到的利润 岂不是就更高了吗 钱嘛 谁都不会嫌多 如果白草堂肯将大头给自己 自己继续跟他们合作分 他们一杯羹倒也无所谓 可跟他们合作 倒像是他们分了一杯羹给自己 自己只能分小半 这不公平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杨晨堡恍然大悟 我确实不应该继续跟白草堂合作了 不跟白草堂合作 只需杨晨堡的一句话即可 可想要真正地实践起来 却有点为难了杨晨堡了 说句实在话 周伟一对待杨晨堡还算不错 何况没有白草堂 杨晨堡也不会拥有 现在的百万身价 当初他拿着丹方 去拜访了数十位中药师 可都无人认识叙利丹 无人敢将叙利丹炼制出来 只有白草堂的人敢这么做 并且拼上一条人命的危险去试药 自己刚刚得到了一点好处 就撇开他们的话 岂不是有点太不人意了 杨晨堡不是天生的商人 他不奸诈 他做不出来过河拆桥的事 是白草堂让他拥有了 现在还算小资的生活 也是白草堂让他有能力 把姐姐从贸易公司里拉出来 拉里李国正的身边 此时他突然去告诉周伟一说 不再跟他合作 自己要单干的话 先不说白草堂的人会不会迁怒自己 自己也做不出来这种缺的事啊 可若是继续跟白草堂合作下去 杨晨堡就是跟钱过不去 跟天王老子过不去 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杨晨堡两难了 杨晨堡拿出手机 找到任意未免人物交流模式 找到孙思淼拨通了过去 等到联系上孙思淼后 他第一句话便说道 孙哥 我还想要两张效力 比叙利丹更厉害的丹药单方 他已经决定 自己一定要脱离白草堂 不想让周伟一觉得自己 是一个过河拆桥的小人 不能让自己的良心过意不去 所以他决定 单方还是要提供给白草堂 不过 这是最后一次 中午 白草堂的人果然很守时地 将车从专门店取出来 送到杨晨堡的住所来 并且 白草堂的小弟 还特意上门将药事交给杨晨堡 关于姐姐跟自己说的 脱离白草堂的事 杨晨堡已经决定 要按姐姐说的办 可他认为 现在还不是时候 自己跟白草堂的合作 刚刚起步就终止的话 只怕周伟一会觉得 自己是背信弃义的小人 不会再把自己当成朋友 周伟一不把自己当朋友 杨晨堡是一点也不惧 就算白草堂要对付自己 杨晨堡依旧不害怕 可杨晨堡向来 都是一个十分重视朋友的人 他决定 就算要跟脱离白草堂单干 也一定要等过一段时间后再说 至少得把自己 从孙思秒处拿到的新药方 交给白草堂后 才能跟他提合作终止的事 当天晚上 杨晨堡又给刘德华打去电话 有了昨天晚上的畅谈 今天刘德华对待杨晨堡的态度 显然要亲密很多 刘德华跟杨晨堡都是性情中人 自然答应了他昨天的请求 何况杨晨堡的那种请求 对他来说 也算不上什么难事 人家刘德华本来就是影帝嘛 当然 刘德华还是没忍住 又和杨晨堡谈了很久 他原本今天决定 只答应杨晨堡的请求后 就挂掉电话的 可以将电话接听 电话就像是有魔力般告诉他 杨晨堡就没有昨天那么幸运了 昨天听刘德华诉说他的苦水后 自己还得到了100点的能量值 扣去通话 所需的几十点后 还能剩下20多点 但像那种奖励高 任务又简单的突发任务 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今天通完话后 杨晨堡赫然发现 自己的能量值的剩余为零 也就是说 今天跟刘德华通话的近半小时 已经正好 将自己所积累下来的能量值 如数使用完毕了 虽然能量值已经消耗完毕了 可杨晨堡的心中 却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对他来讲 别说是二十几点能量值 就算是二十几万点能量值 也比不上张晴威 在自己心中的分量 刘德华终于答应自己 肯帮自己追张晴威 虽然杨晨堡 依旧没有十足的把握 让张晴威能够接受自己 可有了刘德华的帮忙 杨晨堡相信 张晴威肯接受自己的几率 起码要高一半 第二天大早 杨晨堡怀着高兴的心情起了床 吃完早饭后 他便迫不及待地 给张晴威打去电话 约他晚上七点钟 在上次看电影之时的西餐厅吃饭 原因为他自然不会多说 只是让张晴威早点到场就对了 通完话后 杨晨堡一直傻笑着 来到沙发上坐下 注意力也一直没有 放在电视节目上面 这倒是把杨晨若吓得不轻 自己的弟弟 为何打完一个电话后 就变得这么耳逼 杨晨若赶紧问道 小弟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嘿嘿 姐 我没事 杨晨堡一想起 自己今天要跟张晴威表白 再一想起 他接受自己的几率 有多大多大心理 就一点都不紧张了 更是开心高兴得很 嘴巴也忍不住地上翘起来 姐 我今天要跟晴威表白了 什么 杨晨若在沙发上变坐围蹲 双手抓住杨晨堡的手臂 对他高兴地说道 小弟 你真的决定要跟晴威表白了吗 高兴之情 一点也不比杨晨堡少多少 杨晨若看得出来 杨晨堡是真的喜欢张晴威 而凭借女人特有的第六感 他也知道 张晴威的心里有自己的弟弟 所以 这一次的表白之行 他一点也不害怕 自己的弟弟会被拒绝 反而他打算 如果弟弟再不去表白 他就要在杨晨堡和张晴威二人之间 耍些小把戏 让他们成为情侣 如今听到弟弟终于鼓起勇气 要去跟张晴威表白了 身为姐姐的杨晨若 有说不出来的兴奋 恨不得杨晨堡现在就去表白 杨晨堡含笑点头 脑海里想到的 全都是今天晚上的表白之事 女人的心思叫男人来说 肯定要细密的多 杨晨堡一心想到的 今天晚上如何依靠刘德华 给张晴威一个惊喜 如何去跟张晴威表白 可杨晨若想到的 却要比杨晨堡多得多 男人虽然不注重打扮 可就算平日里 在邋遢的一个人要去表白 也得打扮的人母狗样一些吧 何况杨晨堡向来的穿衣风格 也不卧错 今天他要去表白 姐姐杨晨若想到的 自然是如何把弟弟打扮得更帅 把他打扮得更有男性魅力 他电视也不看了 抓住杨晨堡的手 对他心急的道 走走 弟弟跟我走 姐干嘛去啊 杨晨堡被杨晨若 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满脸疑问的看着他 姐要好好的打扮打扮你 说完这句话 杨晨若将杨晨堡 推进他自己的房间里 当然 杨晨若自然不是要 从杨晨堡的衣橱里 翻出衣服来打扮他 而是杨晨堡此时穿的 还是睡衣 要出去买东西的话 只怕还是别穿睡衣为好吧 又不是孕妇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杨晨堡一拍自己的脑门 这才想到自己 已经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 以前是因为穷舍不得 可自己现在有钱了呀 何况今天晚上 跟张晨唯表白 是多么重要的时刻 自己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才行 办上后 杨晨堡随意穿了一套衣服出来 此时只是出去购物 又不是现在就去表白 他自然不用穿得太过隆重 带好自己的钱包和银行卡 杨晨堡就在杨晨若的带领下 出了门了 来到楼下 杨晨堡也看见了周伟毅 买来送给自己的那辆路虎揽胜 这辆车的价值就超过三百万 自己虽说依靠单药随随便便 就可以给周伟毅 造出超过三千万的利润 可随随便便 就跟百草堂断绝合作关系的话 杨晨堡的心里 还是觉得有些愧疚的 买东西嘛 随便一点的男人 大多都是去地摊挑两件 看起来不丑的衣服变形 而有品味一些的男人 也最多不过是去专卖店 买几件上档次的衣服 除了那些文艺青年外 相信没有哪个男人 会出去买衣服 买一两个小时 所以大多男人 都对贩卖服装的店 不是很熟悉 可女人却不同 就算是一个再没有品味的女人 她也绝对对 什么什么牌子的衣服店在哪里 什么时候打折 了解的一清二楚 杨晨若将杨晨堡 带到左单独的专卖店来 虽然现在杨晨堡拥有的存款 已经足够消费的起饭思折 甚至是阿玛尼了 可她和姐姐都认为 做人还是不要太过高调 何况左单独的衣服 也十分适合她现在 身为教师的身份穿 既不显得奢侈 也不会显得寒衬 特别是买衣服 不是要买最贵的 而是买最适合自己的 至少从小杨晨若 和杨晨堡买东西 都按照这一条准则 衣服 裤子 皮鞋 都选购完毕后 杨晨若觉得还不够 她又拉着杨晨堡来到理发店 让理发店技术 最好的那个小伙子 给杨晨堡弄了一个 她自己在家 就算用再多的折利水 也绝对弄不出来的发型 装备齐全了 接下来杨晨堡突然意识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刘德华是何等身份 她如果莫名的 出现在西餐厅内 只怕闻名而来 她的粉丝能把西餐厅给挤爆 如果真有那么多人来 自己还谈什么表白 要知道 杨晨堡虽然诚挚的邀请刘德华 来助自己表白 可她一点也不希望 今天晚上的主角变成刘德华 自己才是今天晚上的主角 自己才是今天晚上的亮点 姐 我们去西餐厅一趟 杨晨堡全身上下的装备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要比以前更为的人母狗羊许多了 对自己的打造 不需要再费心 她接下来的目标 自然就是要跟西餐厅的老板沟通后 说得清楚明白一点 也就是她今天晚上要包场 不仅是为刘德华的道来而包 也是为张晴威而包 杨晨堡和杨晨若 一起来到西餐厅 这家西餐厅 因为价格还算公道 所以生意一直很不错 此时正临近中午吃饭的时间 大厅内几乎已经坐无虚席了 杨晨堡和杨晨若 好不容易寻到一个位置 他们便决定先吃过午饭 等生意冷淡下来以后 再找老板沟通 两人各自点了一个中等的套餐 却未点酒喝 杨晨堡的酒量虽然算不上太差 可也绝对算不上好 晚上还要表白呢 还有很多细节 他都没有够思考 他必须保持自己的清醒 所以只吃过套餐和甜点 他便在位置上休息起来 杨晨堡和杨晨 若是十一点半就到的西餐厅 十二点将东西全部吃完 可现在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两人还是没有要离开之心 西餐厅的经理终于忍不住了 在他心中客人 吃完饭后要休息一下 是可以理解的 可有谁一休息 就休息这么久的吗 经理拿着一份菜单 来到姐弟二人身边 对他们故意问道 请问两人要点些什么 杨晨堡和杨晨若 并不知道他就是经理 说道 我们已经吃过了呀 哦 已经吃过了 经理故作惊讶 说道 我见二位坐在这里已经很久了 我还以为是我们的服务员 招呼不周呢 原来已经吃过了呀 那你们继续做吧 没关系 他故意这么客气地说 可脸上的不满之情 只怕是瞎子也看得出来 杨晨堡在心里也暗骂这个服务员 要不是老子等会儿找 你们老板有事 老子早就不爽在这里做了 一看整个大厅 此时也没有太多的客人了 他对经理说道 这样吧 麻烦你把你们老板叫来 我找他有事 哦 请问 二位找我们老板有什么事呢 经理不是西餐厅的老板 可老板给他的权利 就是全权管理西餐厅的一切运作 所以也完全可以 把他看为是西餐厅的老板 本来杨晨堡是很不爽 这位服务员管得太多的 可他却发现 这服务员跟其他服务员的装扮不一样 也就是说 他绝对不是一位普通的服务员 嗯 就是这样 机密 杨晨堡发现 服务员并不是普通服务员后 自然不能直接叫他滚蛋 只好将自己要麻烦老板的事情 说为是机密 这下子 经理倒是起了兴趣了 他在这里 开店开了这么久 什么客人都见过 可吃完饭 还在店内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的客人 他今天还是第一次遇见 何况这客人还说找自己的老板有事 他便说道 我们老板不在 我是这里的经理 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原来是经理 杨晨堡在心中暗道 怪不得跟其他服务员的打扮不一样 他说道 你说话了算数不 嗯 经理点头答道 那好 你开个假吧 晚上 我要包场 杨晨堡自然不会相信什么 真爱感动天地啥的 要包场 还是得拿出钞票 来说话才有说服力啊 包 包场 请问 你是用来求婚 还是 经理显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 杨晨堡也并不是第一个来包场的人 其实在经理心里 他已经认为 杨晨堡包场是用来求婚的 不然还能用来干什么 毕竟总不会用人包下西餐厅的全场 用来吃团圆饭吧 只不过经理心里也很是奇怪 眼前的男人太不浪漫了 一般包场这个玩意儿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女方惊喜 可他怎么把女朋友带来了 杨晨堡并不知道 经理把自己的姐姐误认为是自己的女朋友 他点点头 说道 嗯 算是吧 你算算多少钱吧 我不仅要包场 还要最好的琴手 最好的音乐师 最好的厨师 这家西餐厅走的是平民化 可这并不不代表 要包场的话 就会很便宜 至少大厅内总共就有数十张桌子 若杨晨堡包的是生意期的高峰 一张桌子 就按200块的消费来说也是好几万 何况他还要最好的琴手 最好的音乐师和厨师 这个价格还要更上升一些才行 五万吧 经理说出了一个数字 五万对于现在的杨晨堡来说并不算多 可他却觉得 用来包下一个西餐厅有些过于浪费 他并不是为了张晴威给不起这五万 而是他向来都不是一个浪费的人 他说道 经理 你这价格有点过了吧 经理是生意人 生意人最厉害的就是讨价还价 如果他开出的五万杨晨堡 立即就答应下来 那么在经理的心里 这杨晨堡不是富二代 就绝对是傻二代 他笑了笑 说道 先生 只要求婚成功 我相信这五万块 对于先生来说 算不上什么吧 成功 你能保证我成功吗 啊 啊 那 先生 你说多少钱合适 三万 我还能保证给你一个惊喜 惊 惊喜 对 就是惊喜 看在惊喜的份上 好吧 其实三万块这个价格 对于经理来说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就算几十张桌子如数作满 西餐厅晚上的收入 也不过是在一万块左右 何况杨晨堡并不是要包到深夜 也就是说 那一段时间过后 西餐厅依旧可以照常营业 只是如果经理拿到了这三万块 今天他大可以放所有的员工回家去休息 整个西餐厅就算做通宵的生意 只怕也赚不到三万块 经理怎么会不同意呢 何况不是还有一个惊喜吗 弟弟 三万块是不是太多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 杨晨若对杨晨堡询问道 在他杨晨若的心里 包下这种二流的西餐厅 一万块钱就足以了 甚至一万块钱都有些多了 嗯 是挺多的 杨晨堡点点头 说道 不过姐 我们何必在这种事情 跟经理讨价还价呢 今天可以说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大日子 我希望人人都开心吗 杨晨堡说的一点也不假 他今天晚上对张晴威的表白 他希望得到所有知情人士的祝福 而经理老板 显然要给够他足够的钱 他才会祝福自己 也对 杨晨若又高兴地笑了起来 他虽然知道 今天晚上弟弟去表白 绝对不会带自己同行 可他心里还是高兴得很 回到家里 梁姐弟也根本就没有闲下来 都在构思 今天晚上杨晨堡去表白 应该如何对张晴威说 杨晨若暂时还并不知道 刘德华也会参与这次的表白事件 杨晨堡还没有对他说 也不打算对他说 下午三点到六点钟 这三个小时中 杨晨堡更是忙了起来 他倒不是忙对张晴威表白的准备 而是忙着积累能量值 要知道 他现在的能量值已经为零了 如果没有能量值 等会儿就联系不上刘德华 他表白中最大的亮点也就没有了 他是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所以他宁愿自己累些忙一些 也一定要联系到刘德华 幸好山寨机发布出来的任务 可是很多的 只是有些任务 杨晨堡不想去完成而已 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 杨晨堡也积累下了十点的能量值 六点半的时候 他先是联系了刘德华 与他一起来到西餐厅 这才给张晴威打去电话 通知他吃饭的时间到了 刘德华的到来 至今为止 只有杨晨堡一人知道 就连西餐厅的经理都不知道 因为刘德华是戴着口罩和墨镜 进入西餐厅的 一走进西餐厅 他也并没有立刻去准备 帮助杨晨堡表白的事 而是跟杨晨堡聊起天来 杨兄弟 我们终于见面了 前两次 刘德华跟杨晨堡的对话 都是在电话里进行的 包括今天杨晨堡打电话通知 他来到这西餐厅 也是在电话中进行的 他一直不知道 杨晨堡长什么样 也就不知道 自己要帮助的人长什么样了 华哥 我真的十分感谢 你肯帮我的忙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杨晨堡的心情激动得很 这还是他第一次 跟自己的偶像 如此近距离面对面的谈话 可惜的是 刘德华还是戴着口罩和墨镜 让杨晨堡不能亲眼见到 他的庐山真面目是如何的 呵呵 没关系 刘德华说道 一切都打点好了吗 打点好了 我先去准备 等我晚上演唱会结束后 我再祝福你 跟你女朋友 刘德华八点钟 还要演唱会要开 今天好不容易经纪人 才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让他可以来帮杨晨堡 所以他肯定要抓紧时间 争取七点半以前就要离开 八点钟准时让演唱会 则怀着忐忑的心情 焦急地在座位上等待起来 告别的前夕总是令人紧张的 何况一想起自己 今天还有刘德华相助 紧张中有带点激动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楚男 炮上了一个美眉 这位美眉还同意 跟这位楚男去开房 可开房后才得知 原来这位美眉居然是个楚女 嗯 就是这么个感觉 七点钟 张晴薇准时来到西餐厅 一见到杨晨堡 就挥着手高兴地走了过来 可他还没有坐下 却发现今天的杨晨堡很不一般 他问道 小宝 你今天的打扮好奇怪哦 你吓我去相亲了 这种开场白十分雷人啊 至少差点让杨晨堡大跌眼镜 他在心里叫苦道 我打扮得这么嗨皮 不全都是为了你吗 嗯 没有啊 杨晨堡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 将身边的菜单交给张晴薇 说道 点菜吧 点菜的过程很是顺利 因为杨晨堡才不会使用什么 把戒指放在菜单中 让女主角发现的这种狗血手段 他要的是前所未有 能够让张晴薇终身难忘的表白 而不是狗血到几乎 在每部爱情片里面都有过的桥段 7点15分 两人将餐盘中的食物吃了小半 大概是今天杨晨堡单独约张晴薇出来吃饭 张晴薇也很是开心 他居然现在才发现 西餐厅很不对劲 不仅有比上次更浪漫的音乐 整个西餐厅内 居然也只有自己这一桌 他奇怪地问道 小宝 这里今天的生意怎么会这么差 我觉得 他们的菜做得挺好吃的啊 哼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杨晨堡要的就是 张晴薇先发现西餐厅的异样 否则莫名其妙就让刘德华上场 自己再跟他表白 只怕会把他搞得猛上加猛 要是他脑袋在一发热 原本是想接受的自己 最后却拒绝了自己 那自己可就太丢面子了 啪的一声 杨晨堡打了一个响指 西餐厅的钢琴声突然停了下来 整个西餐厅里安静的吓人 安静的 现在掉一根针到地下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安静的只能听见 张晴薇和杨晨堡两人的呼吸声 走到那里 都有人很像你 只是可惜欲看就欲有距离 我开始怀疑 少了什么东西 是你的灵魂 还是我太想你 华仔的著名歌曲 没有人可以像你 突然在整个西餐厅内想了起来 跟从电视上 听到的感觉不一样 要更真实 就连鼻音都要比往日更清楚一些 张晴薇突然说道 小宝 是谁在唱啊 跟刘德华的声音好像 身为华仔的粉丝 张晴薇若是连这首歌 是谁唱的他都不知道的话 他还说什么 他是刘德华的粉丝呢 不仅是好像 完全跟刘德华的声线一模一样 杨晨堡边说边站起来 这一奇怪的动作 倒是把张晴薇给吓到了是 随后杨晨堡左手伸出 指向张晴薇的身后 这更是把张晴薇给吓到了 张晴薇转过头向后面看去 只见一名男子 抱着一束花 缓缓朝自己走来 男子年纪看起阿里大约37 8岁左右 续着一头短发 白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 衬衫袖口卷到手臂中间 露出小麦色的皮肤 眼睛深邃有神 鼻梁高挺 嘴唇性感 尤其是搭配在一起之后 更是犹如上帝手下 巧夺天宫的作品 哇 他长得好像刘德华啊 张晴薇惊喜起来 眼前这个男人 不仅是歌声像刘德华 就连长得也很像刘德华 我 我 杨晨堡彻底地无语起来 这张晴薇怎么如此不解风情啊 他无语道 晴薇 他一反应是这就是刘德华 可他转念一想 刘德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这才以为他只是长得像刘德华罢了 听杨晨堡这么一说 他这才思考 难道他真的就是刘德华 刘德华一边唱着歌一边朝杨晨堡 张晴薇所在的地方走来 他把节奏也把握得很好 歌曲唱完一半中间的停息时 他正好走到张晴薇的面前 就在这一刻 歌曲声也停了 刘德华扔掉话筒 整个西餐厅再次安静下来 下一秒 刘德华猛地半跪在张晴薇面前 从口袋里 掏出杨晨堡事先给他的那枚钻石戒指 深情地看着张晴薇 说道 张晴薇接受我吧 张晴薇先是被吓了一大跳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挑战 他那原本就不粗大的神经 他觉得自己都快紧张地窒息了 刘德华不仅出现在自己眼前 居然还跟自己表白 难道是自己在做梦 随后 他突然发现刘德华手中的那枚戒指 有些眼熟 这不是上一次杨晨堡说 要给姐姐买戒指 自己陪他去买的那枚吗 这枚戒指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张晴薇震惊地看了看刘德华 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杨晨堡 略带哽咽地说道 小小宝 杨晨堡知道自己 要给张晴薇的感动目的 已经达到了 他与刘德华对视一眼 从刘德华的手里 结果玫瑰花和戒指 取代刘德华 半跪在张晴薇面前 诚挚地说道 晴薇 从第一天到学校见到你开始 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我一直都计划要跟你表白 计划过好多次 可我从来都不敢付诸实现 今天 我好不容易请来了华哥帮忙 我希望能够给你一次难忘的表白 就算你不肯接受我 我也希望 你可以永远记住这个时候 记住我杨晨堡喜欢你 杨晨堡向来都是一个 不善于煽情的人 就连这些对白 有一大半都是他姐姐交给他的 当然 刘德华这一段 倒是他自己有感而发 而且计划过多次表白是真 第一天到学校看见张晴薇 就被他迷恋住了 也是真 只是当时杨晨堡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觉得 张晴薇长得漂亮 仅此而已 还是自己真的喜欢他 经过跟张晴薇近两个月的相处下来 杨晨堡发现自己是真的真的 很喜欢张晴薇 他或许不够出色 可有了他的杨晨堡的生活 一定会很精彩 人生嘛 过得足够精彩就行了 小宝 张晴薇被感动得无言以对 他曾无数次幻想过 杨晨堡会对自己表白 可杨晨堡迟时不行动 让张晴薇误以为 其实杨晨堡不喜欢自己 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今天他受到杨晨堡的邀请 来这里吃饭 他很高兴 可他也没想到 杨晨堡居然会对他表白 而且这次表白 早在上一次去买戒指 或者在买戒指之前 他就已经计划好了 他杨晨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居然能给自己一个如此大的惊喜 张晴薇 请你接受小宝吧 我们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可我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喜欢你 刘德华曾在电影中 无数次演绎过这种场景 可那都是导演安排的 也曾在电影中 看到过无数次这种场景 可对于他来说 再煽情 再让观众感动的画面 也不过是导演的一句话 一个指令罢了 但今天杨晨堡 对张晴薇的细心表白 特别是两晚上 听自己诉苦的诚心 确实让刘德华感动了 小宝 你起来 张晴薇终于知道 为什么整个西餐厅 没有其他的客人了 原来早就是杨晨堡计划的好的 这次的表白 他真的很静心 自己又有什么不接受他的理由呢 小宝 我接受你 我也喜欢你 从很早以前就喜欢你了 听到张晴薇的这番话 半跪在地上的杨晨堡 差点没高兴地跳起来 他心里虽然猜到 张晴薇对自己这么好 有可能是对自己有些好感 可这只是猜测 现在张晴薇却说他也喜欢自己 对于自己今天对他表白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最完美 最无瑕的答复 杨晨堡猛地站起来 将张晴薇抱住 闻着他身上的忧香 感觉他脸上的温度 就在这个时候 刘德华又继续演唱起他的歌曲来 整个场景比刚才变得更浪漫 更令人难忘了 这次自己策划已久精心的表白 终于让张晴薇感动了 终于抱得美人归了 说起自己 终于鼓起勇气 来跟张晴薇表白 不得不说 山寨基有莫大的功劳 若是他当初 不给自己一个追求张晴薇的任务 或许自己根本不会妄想跟他表白 根本不会有他愿意接受自己的这一天 哦 山寨基 I love you 杨晨堡牵着张晴薇的手 回到位置坐下 两人都在享受着刘德华的歌声 属于自己的刘德华的专属演唱会 临近八点钟之时 刘德华因为赶着去演唱会 不得不告别两人 他是真的被杨晨堡和张晴薇 这对恋人所感动了 所以他不想光是参加完 这个表白会就作罢 他希望可以看到杨晨堡 跟张晴薇的结局 在临走之前 他邀请杨晨堡和张晴薇 晚上一起吃宵夜 杨晨堡和张晴薇 二人自然欣然接受 杨晨堡绝对不是那种 希望今天表白 到公园散起不来 其实杨晨堡的愿望之一就是 可以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到公园来散步 他更进一步的愿望 便是希望自己和恋人老了以后 可以像公园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一样 每天晚上都来公园散散心 到那时候 或许这已经不能算是一件浪漫的事 可绝对还算得上 是一件能够暖心的事 一路上张晴薇的心里是又喜又羞 他是真的喜欢杨晨堡 以前两人虽然也单独出来过 可那时两人都还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现在却不同了 两人是恋人关系 杨晨堡可以大胆地牵着他的手 他也可以大胆地挽着杨晨堡的手臂 这种场景他曾无数次地幻想过 而今天 他所有的幻想终于都实现了 对一个女人来说 还有什么能比和心爱的男人 一起手牵手 走在公园里散心更重要的呢 秦薇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也喜欢 今天跟你表白的时候 我都还在和华哥说 怕你不肯接受我呢 这倒是真的 杨晨堡对自己的定位向来都很公平 用一句现在网上极度流行的词语 那就是他 向来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屌丝 而屌丝逆袭女神的事情 只会在网上发生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一个屌丝 居然也能逆袭到自己的女神 现在自己的女神 居然肯接受自己 那么自己这个屌丝 就必须得转变转变才行 就算不能成为高富帅 也不能再是屌丝 张晨卫看了同样是满脸幸福之情的杨晨堡 对他说道 怎么会呢 你为金星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 就算我以前不喜欢你 只怕也会感动得要接受你 何况我以前也喜欢你呢 让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喜欢 其实也是一件挺为难的事情 被幸福冲昏头脑的张晴威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在他心中 杨晨堡只是一个特别平凡 特别平凡的男人 他的家境不好 只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尽量让自己和自己的姐姐 家人过得很好 照理来说 他是绝不可能认识刘德华的 而今天他对自己表白的时候 刘德华怎么会在场 而且很明显 刘德华是他特意请过来的 刘德华为何会答应他呢 对了小宝 刘德华今天怎么会在那里 你们认识 说起刘德华的时候 张晴威都还在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见到刘德华了 毕竟这一切的一切 实在是太令人无法接受了 刘德华是何等身份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杨晨堡对自己表白的现场 而且还肯为自己和他两人 亲自唱一首歌 亲手送上他的祝福 这真的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张晴威怀着极度渴望之道的神情 看着杨晨堡 这倒是让杨晨堡为难了起来 要说杨晨堡 是如何认识刘德华的 当然是依靠山寨基 可他现在却不能也不敢 将山寨基的秘密 告诉给张晴威听 他倒不是害怕张晴威 不肯替自己保守这个秘密 而是他担心张晴威不会相信 这个世界上 真的拥有山寨基 这么神奇的手机 当初杨晨堡肯告诉姐姐 山寨基的秘密 完全是出于姐姐了解自己 自己也了解自己 可他却不敢说张晴威了解自己 也不敢近说自己了解张晴威 所以这个秘密 他只能等有机会 或者说 有机会让张晴威 幸福的时候再告诉他 否则只怕他不认为自己是神经病 也一样会认为自己的脑筋 因为发烧已经烧坏了 呃 华哥嘛 其实他是我小学同学 呃 对 就是这样 哈哈 杨晨堡半开玩笑半骗道 他当然不会妄想 张晴威会相信这个谎言 可他只要让张晴威知道 刘德华和自己的关系 自己不方便告诉他就行了 张晴威当然不会相信 人家刘德华今年已经50岁了 而杨晨堡今年才23岁 如果杨晨堡说 他是刘德华的私生子 或许张晴威 还会说服自己相信一些 哼 你去死吧 不肯告诉我就算了 别说是小学 就算是人家华仔上大学的时候 都不知道你在哪里玩尼巴呢 张晴威可爱得堵起嘴巴 可说 虽然是这么说 他脸上却一点不高兴都没有 毕竟他对刘德华的到来 只是很奇怪 可杨晨堡现在陪在他身边 对他来说 才是最真实的事情 他也听得出来 杨晨堡似有什么原因 不能告诉自己 他便也不再追问了 毕竟不让自己的男人为难的女人 才是一个好女人这个道理 张晴威还是懂的 顺便再说一句 据计算 刘德华上大学的时候 杨晨堡应该还和上一的弟兄 在他老爸的身体里玩尼巴 刘德华的岁数 要比杨晨堡的老爸 都要稍微大上那么几岁 刘德华的演唱会 是8点钟开始11点钟结束 他约了二人是宵夜 所以杨晨堡和张晴威 便没有急于回家 而是一直在外面逛街 兼培养情侣之间的感情 一直到11点半 随后杨晨堡 便跟刘德华联系了起来 得知他所住的酒店和房间后 杨晨堡也二话不说 带着张晴威就朝酒店行去 杨晨堡和张晴威 打了一个出租车 来到全市最好的酒店 下车后 张晴威发现这里居然是酒店 脸上顿时红了起来 他以为杨晨堡 心急要和自己开房 让他现在 就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杨晨堡 他也确实有点不愿意 何况就算他愿意 他也得表现得不愿意才行 否则他担心杨晨堡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小宝 我们不是要跟华仔吃宵夜吗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啊 说话间 张晴威也紧紧拉着杨晨堡的手 下意识地不像走进酒店去 杨晨堡倒没有如同张晴威般 表现得太多 会来酒店 这完全是刘德华的安排 当然 刘德华也不是那个意思 杨晨堡说道 傻丫头 人家华哥是何等的身份啊 他能跟我们一样 上地摊去吃烧烤吗 是他让我来这里的 我们一起去他的房间 陪他吃宵夜 听见杨晨堡这么说 张晴威这才发现 是自己错怪了杨晨堡 如果杨晨堡真的是那种人 可能自己也不会喜欢他了 张晴威更加脸红地说道 你猜傻呢 这一次 他倒是拉着杨晨堡 朝酒店里面走去 毕竟一会儿 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偶像了 他的心里也很是激动啊 几个小时以前 张晴威在西餐厅 这里只有杨晨堡 只有一个男人 就算是魅力再大的刘德华 在他心里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而已 怎么比得上杨晨堡 几个小时过去的现在 不得不承认的是 张晴威现在想急着 见刘德华的心情 要比杨晨堡都重要一些 走进酒店 二人乘坐电梯 来到刘德华所住的楼层 杨晨堡一边走一边 寻找刘德华所说的房间号 可无奈这间酒店实在是太大 光一层楼就有好几十个房间 一时间 杨晨堡还真的找不到 刘德华的房间在哪里 靠 这里怎么这多房间啊 华哥 到底住在哪里啊 杨晨堡丧气了说道 刘德华十一点半 约二人去他的房间吃宵夜 可现在都已经快到十二点了 杨晨堡还是没找到 他到底住在哪里 要是一会儿宵夜都冷了 两人都没有找到的话 只怕他们都无言面对刘德华了 对于杨晨堡说的这个靠字 虽然张晴威心里不是很喜欢 可他却也知道 这是杨晨堡的口头禅 并不同于其他的 对某事某物有侮辱意思的字 所以张晨堡心里也不是很介意 他的心倒是要比杨晨堡系很多 往前面看了一眼 他说道 小宝 别找了 华仔的房间一定是那间 他用手指着前面 杨晨堡顺着他的手指向前一看 只见前面一个房间的外面 站着两个大汉 哪怕现在已经是夏天 两人还是穿的西装挺拔 足像一个保镖 不对 他们应该就是保镖 他们在保护什么人物呢 杨晨堡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看啊 只有那一间房间门口有保镖 其余的房间都没有 那里不是华仔的房间 又会是谁的呢 张晨堡笑着说道 说完 张晨堡便拉着杨晨堡的手 快速朝那间房行去 来到门后 两人还未来得及说话 其中一名保镖 倒是看了两人一眼便问道 请问是不是杨先生和张小姐 听保镖这么说 这下不只是张晨堡 就连杨晨堡都按道 这里果然是刘德华的房间 抬头一看 这里还真踏 妈是刘德华的房间 晨堡真的好聪明 杨晨堡说道 对 我就是杨晨堡 两位保镖含笑点点头 说道 请进吧 华哥已经在里面等你们了 杨晨堡和张晨堡 一起走进酒店房间 刚刚走进去 就正好看见刘德华 正在餐桌上摆吃饭 需要用到的小盘子 看到这一幕 杨晨堡和张晨堡的心里 很是感动 没想到刘德华 居然如此的和蔼可亲 不仅约自己吃宵夜 更是亲自为自己摆放餐具 刘德华所住的房间 是一个大大的套间 如果不出门 任何人走进这里 都会以为是到了邻居家 因为这里什么东西都有 只要是居家必备的物品 这里都有 刘德华看见二人来了 心里也开心 他立马从餐桌边 拿起了一种杨晨堡 从未见过的香烟 他拿起来递给杨晨堡一支 问道 抽烟吗 杨晨堡并不会抽烟 现在是私下时间 他也没有必要 装作会抽烟的样子 便说道 谢谢华哥 我不会 不会好啊 不会好 刘德华给自己点上一支 将两人安排 坐到位置上面 对杨晨堡说道 现在不会抽烟的男人少啊 其实我很少抽 只是烟饮饭了的时候 才抽一支 对于刘德华会抽烟 这件事 杨晨堡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不管刘德华是影帝 或者是什么 就算他身上的光环 再大再亮 他也是一个人 正如刘德华所说 现在不抽烟的男人很少 就连女人都开始抽烟了 他刘德华有什么理由 不能抽烟呢 如果不是杨晨堡大学期间 没有钱买烟来抽 或许他都会学会抽烟 毕竟抽烟除了 对身体健康有危害外 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 有句话叫做 不抽烟 不喝酒 活着不如一条狗 何况男人之间 友情的敲门砖便是烟 所以抽烟也并不是全无好处的 华 华仔 你好帅啊 女人都有一个天性 那就是 见到帅哥便两眼放光 张晨薇也不例外 他虽坐在杨晨堡的身边 紧紧握着他的手 可他的视线 却从未离开过刘德华身上 而且越紧张 他握的力度也就越紧 倒是让杨晨堡痴疼起来 在心里暗道 你看帅哥我不反对 可你看帅哥至于 你不能伤害我啊 张小姐 我已经有老婆了 刘德华露出十分有魅力的一个微笑 更是让张晴薇着迷了 啊 华仔 我不是那个意思 张晴薇显得什么脚乱 看来女人并不单单 只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智商为零 在看帅哥的时候 他们的智商一样小于等于零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开玩笑的 其实今天刘德华叫两人来吃晚饭 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杨晨堡 两人前两日通电话的时候 刘德华就决定 有机会一定要见见这个杨晨堡一面 晚上在西餐厅 虽然刘德华见了杨晨堡一面 可又要准备演出版 和给张晴薇的表白 两人一直都没有戏聊过 今天晚上 刘德华约两人来吃晚饭 为的就是 可以跟杨晨堡戏聊 小宝 前几天跟你讲电话的时候 我一直在幻想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听你说话的语气成熟老练 我原以为你的岁数 起码有三十岁 可你今年才二十几岁 真的是让我很惊讶 刘德华说话的时候 一直是笑着的 虽然已经人到中年 可他笑起来的时候 却很难看到皱纹 哈哈 是吗 杨晨堡见刘德华如此开心 他心头的紧张程度 也大不如刚刚了 虽然刘德华协助他跟张晴薇表白 可实际上在杨晨堡心里 他还是没有把刘德华当成朋友 就像他经常自我思考的一般 他对自己的定位十分准确 他不认为刘德华会把自己当成朋友 所以 从一进门到现在 他都十分紧张 可现在看见刘德华如此开心如此随意 他才知道 刘德华就算没有把自己当成朋友 也不会把自己当成了陌生人 只要不是陌生人就好办了 什么 小宝 原来华仔以前都不认识你的 今天杨晨堡对张晴薇表白之时 有刘德华在场 所以张晴薇一直认为 他是认识刘德华的 就算不是小学同学 也绝对是认识的 可从两人的谈话来看 显然刘德华也是这两天才认识杨晨堡的 那杨晨堡到底是以什么方法 请来刘德华的 华仔 原来你是才认识小宝的呀 他还骗我说 跟你是小学同学呢 啊 什么 刘德华做出一副十分惊讶的样子 自己怎么会跟杨晨堡是小学同学呢 自己都可以当他的父亲了 是啊是啊 张晴薇从一开始就不相信 刘德华跟杨晨堡是小学同学 他之所以会讲出来 也是想让大家开心开心而已 他还补充道 我当然不相信了 我还说 以你的年纪都可以当他的爸爸了 你怎么会是他的小学同学呢 我还开玩笑 说他是你的私生子呢 说到这里 刘德华的内心一震 他很喜欢杨晨堡 很喜欢他的坦率与坚持 特别是两人第一次通话之时 刘德华曾几次向挂掉电话 如果不是杨晨堡的再三请求 只怕今天刘德华也不会去助他 跟张晴薇表白 而且刘德华也觉得 杨晨堡是一个很好的听众 可以算得上是自己的忘年之交 还听自己诉苦那么久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别以为听人家诉苦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若真的有这么简单 就不会有那么多老公 嫌老婆啰嗦了 杨晨堡也发现 刘德华听完张晴薇话后的异样了 他这才想起 刘德华的身份不同于常人 就算常人莫名其妙 冒出一个私生子 都说不清楚了 何况是刘德华呢 杨晨堡低声喝道 晴薇不要乱说话 不是他忍得下心责怪张晴薇 而是他是为张晴薇好 才让他别乱说话的 张晴薇是刘德华的粉丝 杨晨堡当然希望 刘德华以后可以记得住他 可若是现在张晴薇说错了话 让刘德华讨厌他的话 只怕刘德华以后还怎么记住他 就算记住了他 只怕也是一个不好的形象 出现在他的回忆中吧 不过很显然 杨晨堡多虑了 刘德华突然笑着说道 不 他没有乱说话 就是儿子 小宝啊 我们俩虽然只认识了两天 可我对你却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你说我们俩相差这么几十岁 做朋友也不太合适 不如我收你 做干儿子 你看怎么样 刘德华一点也不担心 杨晨堡看不起自己 现在他担心的 只是杨晨堡愿不愿意罢了 看得起不代表愿意 而不愿意也不代表看不起 但听刘德华这么一说的杨晨堡 是极愿意也看得起 他立即愣在原地 兴奋地说道 华哥 你真的肯收我做干儿子 哈哈 你说呢 刘德华笑得越来越开心 虽然他也有其他的干儿子 可没有谁是他收得如此草率 且是一个生活圈子 跟他毫无关系的干儿子 杨晨堡当即跪在地上 对着刘德华激动地说道 杨晨堡拜见干爹 自从被刘德华收为干儿子后 杨晨堡走路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一口气可以上五楼了 哪怕他以前腰也不酸 腿也不疼 一口气也可以上五楼 可这是一种感觉 这是一种精神 这是一种氛围 在酒店吃完夜宵告别刘德华后 刘德华也诚之邀请他们 下次去香港玩 只要那时候 刘德华在香港休息 就绝对会好好地款待二人 杨晨堡也将刘德华 真正的手机号码搞到手里 毕竟每一次联系 他都使用能量值的话 那通话的代价 也未免有点让杨晨堡心疼了 因为去酒店 陪刘德华吃了夜宵 再送张晴威回家 杨晨堡回家的时候 都已经是近两点钟了 可这个时候 姐姐杨晨若还没睡觉 当杨晨堡 亲手轻脚地打开门 进入家里后 姐姐杨晨若 突然从客厅跑到门口来 一见到杨晨堡就激动地说道 小弟小弟 怎么样 秦威答应你了吗 杨晨堡还未来得及说话 姐姐杨晨若 但是自言自语地猜了起来 咦 你喝了酒 难道秦威拒绝你了 不对 他要是真的拒绝你了 你应该要喝醉才对 但是你没喝醉 难道他接受你了 姐 什么叫难道啊 凭借你弟弟我的魅力 他很明显会接受我的好不好 杨晨堡在刘德华那里 确实喝了一点酒 不过不多 是红酒 刘德华说喝少量红酒有助睡眠 所以杨晨堡和张晴威都喝了点 只是没想到 姐姐的鼻子居然这么灵 居然闻得到自己身上的酒味 真的 杨晨若听见张晴威 接受了杨晨堡的消息 似要比杨晨堡还更为的高兴 满脸通红 等待着杨晨堡的答案 杨晨堡点点头 杨晨若高兴地跳了起来 拉着自己的弟弟到沙发上 非要他把今天的经过全部讲出来 杨晨堡见自己的姐姐这么晚了 还等自己回家 就是为了知道过程 他也就吝啬地 把事情的全部说了出来 包括刘德华那一段也没隐瞒 刘 刘德华 小弟 你说的是在我们上官室 举办演唱会的那个刘德华 杨晨若神经兮兮地盯着杨晨堡 这也不能怪他 刘德华会出现在一个 普通人的表白会上 也确实挺奇怪的 当然 姐 难道你忘了 我有山寨鸡吗 杨晨堡每次说起山寨鸡 都有无限的豪气 是山寨鸡改变了他的生活 是山寨鸡给了他越来越好的生活 只是越这样 他就越奇怪山寨鸡的来历 以前杨晨堡是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 他认为 这世界上任何的事情 都有科学的解释 可山寨鸡的出现 打破了他这种传统的观念 异能者的出现 更是让他思考 这个世界上 还会不会有其他可怕的东西 特别是那日 在桂王山上遇见的赤眼猪妖 完全让杨晨堡不再相信科学 也不能说不相信科学吧 毕竟科学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学问 只能说他以前认为 科学是万能的 而现在对他来说 科学也是有瑕疵的 至少山寨鸡的出现 科学解释不了 异能者的超大能力科学也解释不了 赤眼猪妖这种妖怪 科学更解释不了 小弟 你能不能现在把刘德华叫过来 给我看一看 我还没近距离看到过他呢 我还想要他的签名照片呢 杨晨若说出了一个 十分不且实际的愿望 如果这个愿望是说在白天 杨晨堡铁定会替他完成 可现在已经是深夜 并且 刘德华明天一早 就要乘坐飞机 离开上官室 他的一些愿望 他说道 姐姐 现在人家干爹已经睡觉了好不好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不是做死吗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相片出来 相片上的二人 正是刘德华和杨晨堡 一起手握红酒杯的合照 上面还要刘德华的亲笔签名 杨晨堡说道 姐 干爹和你的合照暂时是没有 我先给你一张 我跟他的合照吧 如果说最开始杨晨若心中 还迟疑杨晨堡所说的一切 什么邀请刘德华来为张晴薇唱歌呀 什么拜刘德华为干爹啊 可现在看到刘德华跟杨晨堡的合照 照片上的刘德华又笑得如此真实 杨晨若便一点都不再怀疑了 哇 真年轻啊 小宝你看 华才这么年轻 真看不出来 他比咱爸的年纪都还要大上那么几岁 杨晨若知道 照片是刘德华送给弟弟的 而弟弟也给自己一样都是刘德华的粉丝 做姐姐的杨晨若 怎么忍心抢夺弟弟跟刘德华的合照呢 所以一边说 他也一边将相片还给杨晨堡 放在客厅里 两姐弟同样天天都可以看到 名义上是谁的 又有什么关系吗 与姐姐一起在客厅逗留到两点半后 由于明天一早还要上课 杨晨堡便随随便便地冲了一个早就睡下了 他一般睡觉都是不做梦的 可今天他却做了一个梦 梦里头都是他跟张晴薇在一起的日子 很幸福 很开心 第二天一大早 姐姐杨晨若顶着两个大眼圈 起床给杨晨堡做饭 他就算再能干 也始终不能跟是男人的杨晨堡相比啊 两人都是接近三点钟才睡觉 可杨晨堡一觉起来 除了有点没睡够外 倒没有黑眼圈 倒是向来睡觉前 都喜欢使用护肤品的姐姐杨晨若 有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所以做完饭后 他自己吃都没吃 就回房睡觉去了 吃完早餐 杨晨堡快速朝楼下跑去 在经过那辆属于自己的路虎懒胜后 他又心痛了起来 自己明明有一辆试驾超过三百万的车 可自己却还是得挤公交车去上班 这种纠结的日子要何事才到头啊 答案是 等杨晨堡有了驾照后 这种日子就到头了 来到学校 杨晨堡又迫不及待跑进办公室 虽然他从昨天晚上跟张晴薇分开后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十个小时 可他心中还是想念得很 就像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过张晴薇一样 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初恋家热恋吧 走进办公室 张晴薇果然也早早就已经在办公室里 做起备科路来 他在工作 杨晨堡自然也不会去打扰他 而且杨晨堡也要写备科路 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写起备科路来 大概过了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杨晨堡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他转过头去一看 居然是张晴薇 他笑着问道 晴薇有事吗 张晴薇坐到他的身边 两人在办公室里 虽然不可以太过亲密 可两人在其他老师眼中是好朋友 张晴薇坐到他身边 也就说得过去了 他小声问道 你怎么来了 也不叫我 啊 杨晨堡放下手中的笔 笑着说道 我看你刚刚有事在忙 就没有打扰你咯 不会是才几个小时不见 就想我了吧 杨晨堡的嘴上这么说 可实际上才几个小时不见 就想对方的人 应该是他才对 人家张晴薇昨天晚上回家后 睡得可香了 梦里根本就没有杨晨堡的身影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梦了 哼 不许乱说话 张晴薇故作怒意 实际上 他的心里倒是很开心 不知不觉中 杨晨堡来到孟家女校 已经有两月了 这两月来他最大的收获 无疑是成功地泡上了张晴薇 其次就是 当了C班的班主任 跟C班的学生们相处越久 他就发现自己 越喜欢这群孩子 就算是最调皮捣蛋 加欠奏的马曼蓉 杨晨堡也同样喜欢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学生 都是自己所管辖的班级里面的妞 啊 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 除了上一次领到的工资外 这周礼拜五 又到了领工资的时刻了 纵使杨晨堡的银行账户里面 已经有三百多万 可这两三千块钱的工资 他也舍弃不得 一想到又要领工资了 他心里就有无尽的激动 早上升完起杨晨堡 照常来到教室里 陪学生们胡扯了一阵 上完上午的四节课后 他便和张晴薇来到食堂吃饭 同行的有张默跟郭元明 倒是朱真廷 自从上次被揭穿 也是一名异能者后 这段时间 倒是一直跟杨晨堡保持着距离的 咦 小宝 我发现你和晴薇有点问题啊 张默一边努力地往自己嘴里送饭 一边去暗地里 打量起杨晨堡和张晴薇这对恋人来 眼下他还并不知道 两人已经建立起恋爱关系 只是觉得 他们两个今天很不一般 这种八卦 郭元明向来都是不屑参与的 白了张默一眼 继续跑饭 而张晴薇则脸红地问道 问题 什么问题 我看是你小子有问题吧 杨晨堡反骂了张默一句 哼 你们俩绝对有问题 张默越说越生气 就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般 他饭也不吃了 直接把筷子放下 用力地盯着二人 说道 你们肯定有问题 老郭你说是不是 你看看他们 平常都是我和薇姐坐在一起的 可今天居然是他跟薇姐坐在一起 老郭你说 他们是不是有问题 这话张默说得倒不错 食堂里采用的都是那种快餐桌 一张桌子 只有四个固定的板凳 以往每次吃饭 都是张默跟张晴薇坐在一起 可今天张晴薇却不跟张默一起坐 杨晨堡也不准张默跟张晴薇一起坐 张默心里自然有极大的委屈了 杨晨堡懒得理他 正准备吩咐 他早点吃完饭 早点去练功之时 他的手机却闭了一声 杨晨堡自然分辨得出来 是有任务来了 立马拿出手机来看 只见 有抢劫犯 袭击佛平路华夏银行 请前去解救 任务难度七颗星 带上张默同行 额外加一颗星 带上郭元明同行 额外加一颗星 带上张晴薇同行 额外加一颗星 少废话 默默 老郭 你们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杨晨堡对二人询问道 虽然山寨鸡给出的任务是 如果带张晴薇去 也能额外获得一颗星 但别说是一颗星 就算是十颗星 杨晨堡也舍不得 让张晴薇去犯险啊 反观张默和郭元明却不同 虽然两人去同样 有可能遇到危险 但杨晨堡去不是也一样 可能有危险吗 何况张默和郭元明 经过这么久的练习 实力已经不同于往日了 带他们俩去 比带上张晴薇去 要让杨晨堡放心得多 放心吧 刚刚的 张默自信地说道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提起能够令他自豪的事情 他立即会把其他东西 给忘记得一干二净 何况他也不是 真的觉得自己委屈了 反正在他心里 张晴薇迟早是杨晨堡的人 这只是迟早 嗯 迟早的问题 郭元明也点点头 表示 他对自己现在的实力足够自信 杨晨堡直接说道 走吧 今天不练功夫了 改为实战 刚刚一朋友发消息给我说 他有危险 我们去救他 一边说 他也一边快速地 跑了一口饭后站了起来 郭元明也站了起来 张默问道 真的假的 主的 杨晨堡不说二话 便带着郭元明准备离去 张晴薇却担心地说道 小宝 你小心点 杨晨堡点点头 瞪了还坐在原位上的张默一眼 张默阴阳怪气地学道 小宝 你小心点 小宝 你别怕 我来助你 三人一起走出学校的大门后 杨晨堡才实话实说道 刚刚我算是骗了你们 我们要去 实战是真 可危险程度我隐瞒了你们 是我收到朋友信息 说他所在的银行遇到劫匪了 怎么样 你们敢不敢去 杨晨堡希望带二人去 这样就能有更多的能量值 可他却不希望隐瞒着二人 带他们去涉险 刚刚在张晴薇面前不好明说 此时 他当然要说清楚一些才行 银行劫匪 真的假的呀 张默捧着双脸害怕地问道 主的 小宝 我们先报警再去吧 娘娘枪 你去不去 郭元明故意激张默 自从张默学习功夫后 倒是变得越来越阳刚 虽然现在一眼看去 还是娘娘枪一个 可郭元明都不知道 有多久没有叫过 他娘娘枪这个外号来 此时为了激发张默的勇气 自然得激他一击才行 很显然 似乎还挺奏效的 张默说道 去就去 谁怕谁 杨晨堡满意地对二人点点头 其实他并不担心二人的安全问题 因为会报警后 再去 这是肯定的 他主要是害怕二人没有勇气 陪自己同去 跟李小龙接触这么久 让杨晨堡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武者最重要的就是勇气 实力高低无所谓 有个词叫做勇者无敌 往往大无畏者 才是最厉害的 拦下一辆出租车 朝银行行去 杨晨堡也在路上 给豆思佩打去一个电话 不管先前有没有人报警 他告诉豆思佩说 那家银行有劫匪 希望他赶紧带人过去 来到佛平路 走到华夏银行门口 杨晨堡并未看见有什么劫匪 周围的行人走来过去 也不见银行里有点什么动静 只不过今天的华夏银行 很是奇怪 就算中午员工要休息 可值班的人总有 但现在铁门却被拉了下来 门口还守着两个 穿保安衣服的人 很是奇怪啊 杨晨堡走在前方 带着郭章二人走上楼梯街 保安立即说道 今天银行装修 不接受业务办理 你们明天再来吧 杨晨堡朝里面网了一眼 通过铁门的空处 他明显看见里面是有人的 虽然没有直接看到劫匪 可他却断定 这两个保安绝对不是好人 就算不是跟劫匪是一伙的 也是跟劫匪里应外合的坏人 最要紧的还是保安核化和山寨机 杨晨堡选择相信山寨机 既然山寨机说 这里有银行劫匪 这里就绝对有劫匪 哦 是吗 杨晨堡故作奇怪地问道 尽力让自己的演技发挥到最后 不让两位保安起疑 真的 今天装修 另外一位保镖说道 他说的倒是很真 就像是他说的 本就是真的一样 那好吧 杨晨堡转过身去 可看见郭元明都已经冲出去 做其中的一个保安了 他也不说二话 冲上去对着另外一名保安 就疯狂地挥拳 路过的路人假路人尹们 都停下来看郭章二人殴打保安 杨晨堡大声吼道 你们赶紧走 银行里面有抢劫犯 再不走小心等会儿 伤及无辜了 在路人假路人尹们的心里 银行里是不是有抢劫犯 他们不知道 可要是真有抢劫犯 他们也会认为 杨晨堡等人才是抢劫犯 群众们不肯离开 杨晨堡也懒得跟他们说 幸好铁门并没有被锁死 杨晨堡来到铁门前 用力往上面一抬 铁门立即被抬了起来 露出了银行里的真面目 银行里哪里在装修 真正的保安 早就被歹徒们制服住 蹲在一旁 在银行的角落里 更蹲着数十位 来办理业务的老百姓 倒是劫匪还是未曾看见 杨晨堡和郭章二人 快速地冲了进去 冲进银行里 只见众人都以一种 害怕的眼光看着自己 杨晨堡立即暗道不好 他刚好从玻璃上的倒映 看见自己的背后有人 正拿着一把匕首 准备刺自己 郭章二人的身后也一样 而且劫匪远远不止这么几人 原来他们早在听见 外面的动静之时 就躲了起来 小心 杨晨堡转过身来 一手抓住郭元明 另一手抓住张默跳了起来 双脚用力蹬在 准备偷袭自己的那人身上 戴着黑色头套 手里还拿着匕首的劫匪 立即被杨晨堡给踢出了银行 外面的群众们终于相信 银行里有劫匪了 跑得跑散的伞 只剩下几个胆子稍大的壮年 将被踢出门外的劫匪给制住了 借着反弹之力 杨晨堡拉着郭章二人 朝后面倒去 砰的一声 居然有人开枪了 劫匪的手里面居然有枪 怪不得数十个老百姓 都不敢反抗他们 幸好杨晨堡等人行动得快 后来杨晨堡定睛一看 居然是马大炮 不错 和平帮的老大马大炮 此时他还是穿着 他那副经典的装扮 只不过 他现在可没有 以往几次威风了 面对手里有枪的歹徒 他也只能抱着头 和其他群众一起蹲在一旁 不过老大不愧是老大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他手里依旧夹着一支烟 还是已经点燃了的那种 马大哥 你怎么在这里 杨晨堡有些哭笑不得 这马大炮可还真不怕死 在这种场合下 老子好不容易亲自来取一次钱 居然都可以遇上劫匪 真他 妈是报应 这里怎么回事 难道没人报警吗 从杨晨堡接到任务 再赶到现场来 已经过去了足足二十多分钟了 如果有人报警 那警察应该早就到了 杨晨堡可不相信 山寨基是在这里 还没有发生结案前 就给自己的任务 毕竟山寨基就算在那天 也总不应该能预知未来吧 否则杨晨堡真想看一看下一期的彩票 是什么号码 买他的一千住再说 唉 这群劫匪应该是专业的劫匪 不仅很多人手里都有枪 他们还有信号干扰器 现在这里根本就联系不到外面的人 银行自卑的报警器 也被他们破坏了 如果不是你从门外冲进来 只怕外面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 里面有劫匪 马大炮一边说 也一边抽了一口烟 脸上竟是郁闷之情 马大炮郁闷也是应该的 他是一个老大 一个十分风光的老大 而且 平时他很少 亲自上银行来取钱 今天只是刚好 身上没有零花钱了 满怀着高兴的心情 来到银行准备取钱花 可钱没取到 倒是碰上了劫匪 最要命的是他刚从家里出来 一个小弟都没带 要是等会儿 劫匪们劫完钱 还要劫命的话 只怕这马大炮 就是死得最冤枉的黑帮大哥了 闭嘴 越靠越近的劫匪喝道 你们当这里是哪了 他倒是依旧没有看见 躲在桌子背后的杨尘宝和郭章二人 却早就看见了 拿着烟的马大炮 还看见他跟躲在桌子后面的几个警察说话 他能不生气吗 你给我出来 劫匪用枪指着马大炮 示意他出去 马大炮被枪指着不得不出去 站起来还是叼着烟巢劫匪走去 那样子是要有多潇洒就有多潇洒 不愧是何冰邦的老大 操 你他 骂扮江湖大哥 全身上下都他 骂是纹身 你以为你这样很帅啊 虽然看不见画面 可杨尘宝依旧想象得到 是马大炮的纹身震惊了那名劫匪 只见马大炮回答道 这位劫匪大哥 我他 骂不是半江湖大哥 我本来就是江湖大哥呀 听说过何冰邦吗 我就是马大炮 马 马大炮 显然这名劫匪是听说过马大炮的 听见自己正用枪指着的人就是马大炮 他显得也有点害怕 毕竟马大炮所带领的何冰邦 是上官时第三大帮派 这劫匪虽然也是亡命之人 可跟马大炮比起来 他们就是个渣啊 大哥 他说他是马大炮 怎么办 杨尘宝趁这个机会朝外面看去 只见另外一个猛着面 手里同样拿着枪的人说道 管他是马大炮 还是白龙马的 给老子干掉他 操 狮子不发威 你当老子是病猫啊 刚刚马大炮认为自己不一定会死 所以蹲在原地没有反抗 可现在听见劫匪头子居然说要干掉自己 马大炮愤怒了 他多年行走江湖的身手 令他在被劫匪包围的情况下 也不会吃亏 只见他快速地 从被劫匪劫持住 变成劫持住了劫匪 抢过他手中的枪 立即朝剩下的劫匪射去 几点枪声过后 三名劫匪倒下 整个银行内还剩下六七个劫匪 其中有枪的还有三人 冲出去 杨尘宝留下这句话 立即从桌子后冲了出去 冲往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名劫匪 刹那间 他给那名劫匪和在场所有人的印象便是 劫匪不是劫匪 他才是劫匪 因为他身上的气势很强 强到让众人都以为那名劫匪才是弱者 他才是欺负人的劫匪 杨尘宝快速地冲到劫匪身前 幸好这名劫匪的手上拿的并不是枪 正在他举刀准备砍杨尘宝的时候 杨尘宝的速度却变得奇快 几乎只是一眨眼的时间就来到他身前 单手伸出梁指 捅在他拿到只手的下腕上 砍刀立即掉了下来 杨尘宝手脚并用 一脚把劫匪给踢倒在地 手却猛地一抓 便把砍刀抓在手里 张默和郭元明也已经冲了出来 两人都分别冲向一个没有拿到的劫匪 就在这个时候 杨尘宝却发现 有一个人正拿着枪 瞄准张默准备开枪 射出紧急 杨尘宝立即抄起刀扔了出去 在劫匪还没有扣下扳机之时 先把劫匪的尖头给捅了个漏川露骨 此时劫匪再扣下扳机 子弹已经飞到天花板上去了 哪还能射得到张默 反观郭元明那一边 身体巨大 本来就是他的优势 腿长加上杨尘宝教他的弹腿 更是他的王牌绝技 他跑到劫匪身前 一个跳跃后踢 立即把劫匪给踢飞出去两三迷远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一点瑕疵都没有 看来他平日里的练习 也并不比张默差多少 眼下剩下的七名劫匪已去四名 只剩下两名有枪和一名有刀的劫匪 看似杨尘宝一方已经占据完美的优势 可不要忘记了 剩下的三名劫匪中有两名有枪 而马大炮手中的枪 因为刚刚射死三名劫匪 已经没有剩下的子弹了 何况劫匪是没有人性的 他们可以随意抓住 任何一个普通人做人质 而山寨基虽然没有说 不能牺牲任何一名普通人 但杨尘宝却不容许劫匪杀人 把刀都给老子放下 劫匪头子拉起一名保安 把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 保安被吓得魂都没有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此时并没有尿意 只怕他都已经被吓得要尿裤子了 威胁老子 马大炮手中的枪 虽然已经没有子弹了 可劫匪并不知道 他此时正用枪指着那名劫匪 何道 有种你杀他试试看啊 老子跟他无亲无故 你给他一颗子弹 老子也给你一颗子弹 够公平吧 这下子 劫匪脑海里想的 不是如何抢更多的钱 而是在想自己 如何才能脱身 先前他们用信号干扰器 干扰了银行里的信号 还破坏了报警器 所以他们一点都不心急 可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只怕早已经有人报了警了 警察一会儿就能赶到现场 而且自己 还惹上了马大炮 如果自己不早点脱身 离开上官室 只怕最后的结果 不是被抓紧去坐牢 也得死在和平帮小弟的手里 现在劫匪是真正的后悔了 心里也越来越狠 这突然闯进来的几个警察 把人质放开 我放你走 杨诚宝语出惊人 可这也是 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他必须要尽力保全那名保安才行 何况就算放劫匪走 杨诚宝也自信 凭借自己的速度 就算劫匪是开的车 自己也能追得上他们 你先让马大炮把枪放下 劫匪头子喝道 剩下的两名劫匪 也分别走到劫匪头子身边 当真是一点也不给杨诚宝等人 抓住他们去威胁劫匪头子的机会 马大哥 放下枪吧 杨诚宝对马大炮说道 或许在马大炮眼里 一条人命不值钱 很可能几句口角 都能令和平帮的小弟范险去杀一人 但在杨诚宝的心中 没有什么比人命更重要 什么 你要我把枪放下 马大炮虽然把杨诚宝当成朋友 可也仅仅是朋友 现在如果他把枪放下 他对劫匪就丝毫的威胁都没有了 马大炮把自己的命看得十分重 怎么会因为杨诚宝的几句话 就把枪给放下呢 马大哥 杨诚宝的心里着急得很 如果马大炮不放下枪 逼急了劫匪头子 搞不好 他真的会杀死保安 马大炮里都不理杨诚宝 用枪口对准劫匪头子 一副要开枪的架势 这下子劫匪头子也急了 让他杀人他肯定敢 可他把自己的命 也看得十分重要 如果马大炮不放下枪 他就不敢乱动 因为正如马大炮所说 他敢给保安一颗子弹 马大炮就敢给他一颗子弹 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过去 劫匪头子脸上的戏汗越来越多 他心里也越发地着急起来 他知道再这么僵持下去 最后吃亏的绝对是自己 这下子劫匪头子动目发疯了 狗急了都会跳墙 何况是人呢 劫匪头子把枪口 从保安头子身上 变成对准马大炮身上 骂道 操 你 妈 的马大炮 老子今天要死 也要拉着你一起死 说完 他便准备扣下扳机 马大哥小心 此时 马大炮身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遮挡物 而且 杨尘宝自己都不敢说自己 速度有子弹快 何况是马大炮呢 心急之下 为了马大炮的生命安全着想 杨尘宝只好快速朝劫匪头子冲去 力求在劫匪头子开枪以前 制服住他 就在杨尘宝 距离劫匪头子 还有两米远的时候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使杨尘宝的速度慢了几分 劫匪头子扣下扳机 正中马大炮的左胸口 马大炮应声而抖 杨尘宝大喝道 操 借着飞过来的花瓶 他抄起花瓶 就朝劫匪头子砸去 也不管会不会砸到那名无辜的保安 他是真的怒了 难道 还有其他的劫匪 扔完花瓶后 杨尘宝突然在心中想到 否则那个花瓶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 突然向自己飞来 如果不是这突如其来的花瓶 杨尘宝有自信 能够在劫匪头子扣下扳机之前 就制服住劫匪 花瓶飞了过去 杨尘宝整个人也跟着跑了过去 劫匪头子和另外一名有枪的劫匪 都用枪口对准杨尘宝扣下扳机 可杨尘宝的身体 却如同鬼魅般的 左躲右藏的躲过了好几颗子弹 两个人同时开枪 都没有击中杨尘宝 杨尘宝倒是已经来到了两名劫匪面前 一手抓住一人的脖子 用力将两人提了起来 杨尘宝不得不怒啊 除了被杨尘宝控制住的两名劫匪外 还剩下另外一名劫匪 此时这名劫匪也知道 这次的事情是灾了 他极度不讲义气地丢下 两人打算逃跑 反正他也没有把劫匪头子当成朋友 这次的行动 只不过是劫匪头子找来的几人 合伙在一起准备干一票而已 提升不到什么江湖道义的层面上去 就在最后一名劫匪 打算逃跑之时 郭元明跟张默也动了起来 他们快速朝劫匪冲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两根板凳突然飞了起来 只不过这次的目标不是杨尘宝 而分别是张默和郭元明 郭章两人被板凳击了个正正 看到这一幕 杨尘宝似乎发现了什么 难道银行里并不是还有其他的劫匪 而是有异能者 而且这名异能者 正是最后的那一位拿到的劫匪 想一想很有这个可能 否则郭章二人准备追击他的时候 那两根板凳 怎么会无缘无故打向他们呢 而且如果不是他 而是其他一位有枪的劫匪 刚刚杨尘宝冲向他们的时候 他可以开枪 何必要用花瓶去砸他呢 拿到的劫匪 哦不对 应该是拿到的异能者正准备跑 杨尘宝立即丢下手中的二人 上前快速去制住他 对他喝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就在这个时候 警笛突然响起 宣告着警察来了 杨尘宝告诉自己 不出意外 被自己抓住的这人 真的是异能者 可凭借他这神奇的异能来说 刚刚指挥板凳 去打郭章二人之时 包括刚刚用花瓶砸自己之时 他大可以换成用刀 这样对自己的危害就会更大 甚至是杀死自己 这样 自己就不会干扰到他们的行动了 可是他并没有 这是为什么 杨尘宝心中突然起了 要放这个人一马的念头 毕竟他是异能者 不同于常人 如果能够说服他 成为一个好人 凭借他的异能 或许也能成为一位传说中的英雄 再则说 杨尘宝的心中 还有很多疑问要问这个人 如果不放了他 谁来为他解答呢 我你一马 你走吧 说完这句话 杨尘宝一掌打在劫匪的背后 实际上用的全是推进 随后他再故意向后一退 叫道 你跑不掉的 就这样 这名劫匪怀着无数个疑问跑了出去 而杨尘宝却对郭章二人大吼道 协助警察把马大哥送去医院 我去追人 留下这句话 杨尘宝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来到门外 他正好看见 劫匪朝右边的方向跑去 杨尘宝就追了过去 也不知道追出去了多久 两人一前一后 一字一句的对杨尘宝问道 你不是说要放 放我一马吗 现在又追我 追我干嘛 哦 刚刚的话我还没有说完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是一个好人 我就放你一马 如果你是一个坏人 我还是要送你去警察局 杨尘宝轻轻擦去了脸上的汗 朝劫匪心去 哼 我是银行劫匪 怎么可能是好人 劫匪无奈的摇了摇头 在他看来 杨尘宝是一个极度无聊 且极度可恶的人 要抓自己就明说吗 何必要故意放自己走 再浪费自己的体力 对杨尘宝 我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 有一个异能者 说我也是异能者 杨尘宝心里知道 其实自己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异能者 因为自己的所有超出常人的能力 都是依靠山寨基所得 顶多算得上是个超能者 你也是异能者 那你的异能是什么 豆子劫匪对杨尘宝的戒心依旧未见 他生前的那些东西 把他保护得越来越结实 似乎只要杨尘宝乱动一下 那些板砖 木块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向他 杨尘宝的异能是什么 说句老实话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异能者 他拥有的 只是常人笔记不了的身体素质罢了 而在杨尘宝眼中 就应该像眼前这位豆子男 或者朱真廷那般 拥有让普通人叹为观止的能力 可杨尘宝也不能说 自己不是异能者 他便说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不管是我的力量 速度要比普通人高很多很多 体修异能者 豆子男说出一个杨尘宝 从未听说过的词语 体修 你故意放我现在又来找我 到底是什么事 说了这么久 豆子男这才发现重点是什么 你先别急 先告诉我 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杨尘宝一边说 一边将手伸进口袋里 自从上一次 吴杰超托童言 给了他那副探测眼镜后 杨尘宝就一直静不离声地戴着 只不过得到探测眼镜这么久 他还从未使用过罢了 这一次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异能者 他当然要拿出来看一看才行 异能等级 G 异能 死物控制 综合战斗力 353 状态 非友好 见到杨尘宝戴上探测眼镜的 豆子男又变得紧张起来 只要是个异能者都知道 这种东西十分昂贵 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异能者 都能够拿得出来的 而且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一旦被这种探测眼镜盯上 豆子男就觉得自己四倍脱光了衣服 站在广场中央被人家看 这种感觉说不出的奇怪啊 你这探测眼镜 是从哪里的 你到底是哪个组织的人 豆子男的眼神变化了一下 杨尘宝的探测眼镜 立即判断他 现在对杨尘宝的态度 已经从非友好 转变成为危险了 也就是说 他随时都可能会对杨尘宝发难 杨尘宝也提防起来 虽然他的战斗力高达600多 而豆子男的战斗力只有300多 可人家豆子男的异能 是死物控制 也就是 只要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他都可以控制 这种异能者 不能说十分厉害 却是杨尘宝前所未见的 他不能不防 我哪个组织的人都不是 这眼镜 是我的一个异能者朋友送我的 他叫吴杰超 你认识不 杨尘宝虽然已经做好了 要防备豆子男的意识 可他在架势上 还是保持着原封不动 他并不想跟豆子男动手 否则一开始就不会放他走了 吴 吴杰超 你说的 可是地底大世界的白衣判官吴杰超 豆子男身前的所有东西 突然掉在了地上 他听到吴杰超这三个字后 显得十分震惊 而且他对杨尘宝 一点敌意都没有 杨尘宝回忆起来 点点头 道 这家伙的确经常穿白衣服白裤子 不过 是不是什么地底大世界的白衣判官 我就不知道了 吴杰超虽然已经救过杨尘宝两次 可杨尘宝对他的了解却甚微 上次如果不是杨尘宝主动去问 可能现在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杨尘宝又怎么好意思 继续询问他的背景身份呢 所以这个问题 他不能肯定地回答豆子男 对 肯定是他 就是他 豆子男右手握拳 打在左手掌上面 显得十分兴奋 说道 我来上官室 就是为了找他 只不过还没找到 他我的钱就花完了 刚好一个老乡让我跟着他干一票大的 他们让我跟着他们去抢银行 还答应我不杀人 所以我就答应他们了 哦 你抢劫银行的理解够和谐的呀 古往今来 抢劫钱庄 银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钱 呃 这好像挺像是废话的 你杀过人没 豆子男摇摇头 你坐过牢没 豆子男依旧摇摇头 你找过小姐没 豆子还是摇摇头 靠 你叫什么名字 和兵 听起来这豆子男和兵应该不是坏人 即没杀过人也没坐过牢 就连小姐都没有找过 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莫过于今天参与了抢银行一事 还被杨晨宝等人给破坏了 杨晨宝对他问道 你来上官室的目的是找吴杰超 你找他干嘛呀 加入弟弟大事件 立志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异能者 和兵说起他的理想之时 显得倒是很有理想 弟弟大事件 弟弟大事件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很厉害吗 杨晨宝对和兵问道 正因为杨晨宝并不是一个异能者 所以他对异能者的世界 知道的微乎其微 虽然赵吴杰超的说法 他现在已经是F级的异能者 并不是最低级的异能者 可他知道的 却很可能还没有一个最低级的异能者多 你不是认识吴杰超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弟弟大事件 和兵反问道 见杨晨宝表示自己真的不知道 和兵便说道 异能界有两个文明全世界 也是最厉害的两个组织 一个名叫百慕组织 另外一个就是白衣判官吴杰超 所带领的弟弟大事件 百慕组织里的异能者的平均实力 是全球最高的 但弟弟大事件的异能者数量 确实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而且 而且百慕组织的人异正一邪 我不敢加入他们 只好来寻找弟弟大事件在何处 希望能够加入弟弟大事件 听完和兵的话 杨晨宝也思考了起来 这些事情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 如果不是拥有山寨机 这些事情 他或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 不仅有异能者 居然还有异能者群体 试想想 这得多么可怕 别以为人类拥有什么现代武器 就不会害怕异能者 要知道 异能者同样是人类 普通人能够使用的武器 他们同样能够使用 而他们较之普通人 却有普通人不会的异能术 如果真有一天 异能者想霸占这个世界的话 普通人能够抵抗得了吗 还是 或许这个世界 已经被异能者霸占着了 只是杨晨宝 普通人 甚至是一大部分异能者 都不知道而已 看你说起无杰超的这个小样 杨晨宝调侃地说了一句 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样吧 我带你去找无杰超 不过 我可不敢担保他 绝对会收你 真的 主的 话音刚落 杨晨宝正准备带河滨走 两人都听到了脚步声 随后一名警察 朝两人所站之处跑来 河滨立即按道不好 这警察绝对是来抓自己的 刚刚杨晨宝才答应 河滨要带他去见无杰超 他终于可以加入地底大世界 完成他成为异能者后最大的梦想 此时 他怎么能够被抓紧牢里面去呢 他立即催动自己的异能者 只见胡同里的板砖木块等东西 又躁动了起来 随时都有可能会攻向那个警察 住手 稍安勿躁 杨晨宝让河滨不要冲动 因为他已经看见来者是谁了 正是豆丝佩那小妮子 而且还只有他一人 杨大哥 豆丝佩一边跑一边向杨晨宝挥手 跑到杨晨宝身边后 他只是稍稍歇了两口气 便继续说道 杨大哥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刚刚你朋友说 你出来追劫匪了 我都担心死了 我这么厉害 有什么好担心呢 杨晨宝笑着说道 在他心里 豆丝佩这小妮十分可爱 居然轻易相信自己的话 一直坚信自己 就是城市猎人 另一方面 他也十分天真无邪 是一个好警察 如果不是因为杨晨宝的心里面 已经有了张晴威 他很有可能会喜欢上豆丝佩 不过 我还是担心嘛 豆丝佩说得有些委屈 他又看了河滨一眼 问道 杨大哥 他是谁啊 他呀 杨晨宝思考了数秒后 立即说道 哦 他是路人 我刚刚在问他 有没有看见劫匪呢 喂 你看见劫匪往哪跑了吗 那边 河滨想都不想 就往前方指去 不对 豆丝佩突然把他的配枪 给拔了出来 对准河滨 拉过杨晨宝说道 杨大哥 他就是劫匪 你看 地上还有头套 他就是劫匪 按照豆丝佩的职位 他一般身上是不会带枪的 可今天是来对付银行劫匪的 他的领导 也总不能让他带一根井棍来制敌吧 你怎么知道 万一那是劫匪逃跑的时候 丢在这里的呢 杨晨宝现在最大的任务 就是帮助河滨脱身 因为杨晨宝相信 河滨并不是什么坏人 今天在银行里 他曾有多次机会 可以取自己的命 和郭章二人的命 但他都没有这么做 每次只是依靠 异能拖住自己的脚步 让自己不能干预他们的是罢了 女人的直觉 直觉告诉我 他就是劫匪 豆丝佩说出了这么一句 十分自信的话 杨晨宝彻底无语了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女人的直觉啊 这几乎是杨晨宝和每个男人 都最害怕的事情 倒不是说 女人的直觉有多准多准 而是一旦一件事情 他们有了直觉 就代表这件事情就算是真的 在他们心里 也一定是假的 是一定 他们坚信自己的直觉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他突然想起了 自己的干爹刘德华 特别是干爹主演的那一部电影 无见到 此时豆丝佩已经依靠直觉判断 河滨就是劫匪 杨晨宝不得不欺骗他说道 小豆 你别冲动 对 他就是劫匪 但他是我的卧底啊 卧底 豆丝佩还是用枪对着河滨 可他的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杨晨宝身上 河滨见到这是一个机会 正打算使用异能 将他手中的枪夺过去 可被杨晨宝瞪了一眼 他也指的继续这样被枪指着 继续这样冷汗流着 对 他是我的卧底 否则今天我怎么会知道 银行有劫匪 又怎么会通知你去抓人呢 你说对不对 杨晨宝越来越佩服 自己说谎的能力了 还真他 妈是说谎连脸都不带一点红的 杨大哥 你说的是真的 豆丝佩已经相信了 杨晨宝的话七八分了 在他心中 杨晨宝原本就是城市猎人 是好人 他还如此崇拜城市猎人杨晨宝 只怕现在杨晨宝说什么 豆丝佩都会相信 当然是真的 难道你忘记我是城市猎人了吗 一边说 杨晨宝也用手抓住他的枪 慢慢地收回豆丝佩的腰间配枪带上 这是杨晨宝没有注意到的 是自己抓枪的时候 不小心连豆丝佩的小手也握住了 所以 整个动作完成后 豆丝佩的小脸居然变得通红 不敢直视杨晨宝的眼睛 对了 马大炮怎么样了 杨晨宝这才想起 刚刚马大炮中枪到底 也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 豆丝佩知道马大炮是谁 更知道他就是近几年最坏的黑帮 和平帮的老大 他不屑地说道 他呀 上天真不公平 这种坏人被子弹击中心脏后 居然还没有死 我的同事已经把他送去医院了 真希望他死在医院里 听豆丝佩这么说 杨晨宝也放下心来 只不过在豆丝佩面前 他可不敢表现的 跟马大炮有什么关系 他也同仇敌开地说道 是啊 这种坏人真应该早点死 哎 小豆 你早点回去吧 记住他是卧底的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否则他以后就不能再帮我抓坏人了 嗯 你放心吧杨大哥 豆丝佩填笑着点头 又往来路跑去了 被吓得冷汗直流的河滨 望着豆丝佩远去的背影 他感叹道 这个女人好傻 杨晨宝看了一下 现在的时间不过是临近一点钟 如果现在就出发 去找吴杰超的话 在三点钟以前自己 还是可以赶回学校的 便不再废话 给郭章二人打去电话报平安后 便带着河滨 往上次醒来的麻将馆行去 当今社会的闲人越来越多 而麻将这项娱乐活动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虽然政府规定不准赌博 可大家都认为 小赌遗情 大赌才伤身 所以该玩麻将的 还是玩麻将 丝毫不把这条规定放在眼里 来到麻将馆 依旧是虚无作息 数十张麻将桌 几乎都被赌客们给做满了 杨晨宝禁止来到上次的女人 也就是童言面前 对他说道 童姐 吴大哥在吗 童言对杨晨宝还有点印象 知道他就是上次吴杰超 就回来的弱小异能者 而且 前几天吴杰超还来特地打过招呼 若是杨晨宝找他有事 就让童言以千里传言之意 能通知他 毕竟吴杰超长时间 待在地底大世界中 那里是没有信号的 用手机根本就不靠谱 童言问道 杨 杨小宝对吧 你找吴大哥有事吗 杨晨宝只觉自己冷汗直流啊 杨小宝 一会儿 老子还为小宝呢 虽然心中 埋怨童言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可他还是笑着说道 童姐 我叫杨晨宝 不过 你叫我小宝也可以 我的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 我找吴大哥 倒是没有什么要紧事 只是我这个朋友 很崇拜吴大哥 想跟随他加入地底大世界 就凭他 童言丝毫不客气 他在异能者的世界中 也算一个实力高超的人了 如果不是因为吴杰超特意吩咐过 他很可能连杨晨宝都懒得搭理 此时 杨晨宝却让他因为一个小小的异能者 就呼叫吴杰超过来 他童言是不会同意的 一个战斗力 只有300多的G级异能者 也想跟吴大哥见面 当然 童言本身就是地底大世界的人 他自然不会砸自家的招牌 而地底大世界的收人准则 向来都是 只要人不坏 是异能者便可以加入 童言说道 小兄弟 你要加入我们 地底大世界可以 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地底大世界 但你要跟吴大哥见面 不行 吴大哥一天日理万机 哪来的时间见你 还有 小宝 我知道吴大哥把你当成朋友 可是我希望下次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外 你都不要来找吴大哥 就算你遇见了危险 你告诉我是一样的 我相信 在这上官式的异能者圈子中 还是没人敢动我童言的 你 杨晨宝被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这童言凭什么 对自己的态度这么差 就连人家吴杰超 都把自己当成朋友 杨晨宝猜得倒也不错 童言心里是对他很有意见 而且这个意见 还得从两人第一次见面说起 还记得当初杨晨宝醒过来 四处寻找吴杰超 当时他还并不知道吴杰超的真实名字 一来到童言面前 就称呼吴杰超是猥琐男人 而童言是何等的崇拜吴杰超 岂能容忍有人这么说自己的偶像 加上童言属于稍微小气一些的女人 所以直到现在 他心里都还看不惯杨晨宝 只不过 没有杨晨宝猜得那么严重 把自己当成了仇人霸 我不管 我今天非要见吴杰超不可 杨晨宝并不是在无理取闹 而是他真的有事要问吴杰超 帮何斌加入地底大世界 只不过是顺便帮的一个忙罢了 刚刚从何斌嘴中听说 吴杰超的外号是白衣判官 而且他还是地底大世界的领导者 又听说地底大世界的势力 居然如此强悍 杨晨宝的心里不起兴趣 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他要找吴杰超问个清楚 他到底是自己的朋友 还是敌人 因为杨晨宝不相信吴杰超 会无缘无故地帮助自己 还是两次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童言就算心里再看不惯杨晨宝 可现在杨晨宝都已经这么说了 他接到的吴杰超的命令 就是一旦杨晨宝来找 他要立即通知他 无奈 童言恶狠狠地瞪了杨晨宝一眼 也只好用千里传言术 跟吴杰超联系了起来 大概过了有十分钟左右 偏偏白衣的吴杰超 终于出现在麻将馆中 还是显得那么的神气 那么的脱俗 而童言见到吴杰超后 却说不尽的高兴 立即跑了上去 嘴甜地叫道 吴大哥 小言 小宝兄弟在哪里 实际上 吴杰超的身份 要比童言不知道高多少倍 可他向来 对待下属都比较温和 所以他也很少用命令口气 对下属说话 向来都是朋友对朋友的方式 在那边 童言鼓着嘴 指了指杨晨宝和何彬所在的地方 脸上的不满之情 相信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吴杰超和童言 一起来到杨晨宝 坐下休息的地方 吴杰超也看得出来 两人之间闹得 似乎有些不愉快 他开玩笑时地问道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怎么像是吵了架的小夫妻似的 你们叫我来 不会就是为了劝架吧 哼 谁跟他是夫妻啊 哎 不好意思 老子已经有女朋友了 吴杰超很明显地嗅到了火药味 也发现杨晨宝的身边还有一人 凭借他的实力 他立即看出来 何彬也是异能者 他手指指向何彬 问道 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 听完事情的发生经过后 吴杰超着实有点无语 他说道 小妍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 只要小宝兄弟来找我 你就立即通知我吗 你记住 下次不管小宝兄弟 找我有什么事 就算只是想见我一面 你也必须得通知我 知道吗 他又转过头去劝杨晨宝 道 小宝 小妍也不是故意针对你 这丫头一直都很精心地替我办事 她也是怕打扰到我 才不肯帮你呼叫我 何况现在我不是也来了吗 你们俩就别闹了 哎 好吧 那我就男人不计女人之过 原谅童姐这次吧 听杨晨宝这么一说 吴杰超立刻知道他 既然愿意重新称呼童言为童姐 那在他心里 他就对童言已经没有任何不满了 而童言也知道 杨晨宝是真心不想跟自己闹下去 可这件事情 他根本说不上原谅 这件事本来就不是自己的错 不过吴杰超都已经发话了 童言也不好说什么 何况本来就只是一件小事情 用不着搞得太大 童言也点点头 便是不再跟杨晨宝计较 童言应吴杰超的要求离开后 吴杰超立即对杨晨宝问道 小宝 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 不会是邹南利又找上你了吧 哼 我爸不想邹南利再来找我 这样我就可以报当日的仇恨了 上次邹南利扬言说 要废掉杨晨宝两只手这件事情 杨晨宝可一直记得 上次如果不是吴杰超及时到场 搞不好自己真的已经失去了两只手了 这么大的仇杨晨宝不能不报 就正如他当时对童言说的那句话一样 只要实力足够了 自己一定会去报仇 吴大哥 我今天来找你是另有事情 他是我的朋友 叫何彬 一直很崇拜你 希望可以跟你加入地底大世界 你不会拒绝吧 小宝 你的朋友要加入地底大世界 我当然欢迎 可他的实力太低了 只能从最底层做起 我不可能让他一加入地底大世界 就做高层的 希望这个你可以理解 吴杰超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就算把杨晨宝当成朋友 两人也只是私人关系 这层私人关系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让吴杰超 不顾地底大世界的正常运转 直接把何彬提升做高层的 这样也好 实际上杨晨宝跟何彬也不是很熟 若他一去就做高层的话 杨晨宝还倒有些不放心 只是现在有了吴杰超的准许 杨晨宝来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算是办完了 接下来便是第二件 他说道 吴大哥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 你到底是谁 我 我就是吴杰超啊 要不我还能是谁 吴杰超笑着反问杨晨宝 以吴杰超如此高超的实力 和近乎已经爬到异能者 顶峰的地位来说 杨晨宝不相信 他不知道自己问的到底是什么 他不肯说 我的意思是 我们俩无亲无故 你为什么会救我 而且 你是弟弟大世界的老大 平常人想见你 应该比登天还难 你却为什么特别嘱咐童姐 一旦是我要见你 就让他通知你 哎 该说的我总之会说 不过现在时候未到 等你什么时候实力更高一层的时候 或许我会告诉你 吴杰超还是不肯说 可为了消除杨晨宝心中的顾虑 他说道 不过你大可以放心 我对你绝对没有恶意 而且 我是吴杰超 如果我想对付你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费脑筋去想什么手段 我只需要说一句 你是我吴杰超的仇人 整个异能界的人自然会杀你 吴杰超这句话说的倒不假 如果他真的想对付杨晨宝 只需发一句话出去 整个异能者的人 就算不追杀杨晨宝 也绝对不会有人敢收留他 敢救他 如果真要说出 谁在这种情况下 有救杨晨宝的实力 或许只有百慕组织的老大了 可人家有吴杰超这么好心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吗 吴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 杨晨宝将目光 对上吴杰超的眼睛 说道 我深信我是我爸的儿子 我也深信我 只有一个姐姐 你到底是谁 操 老子才多少岁呢 我说过 我是吴杰超 我是吴杰超 吴杰超郁闷地说道 你要是真的想知道 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很看好你 可你若是想知道的更多 就尽快提升实力吧 等你实力高了起来以后 我自然会告诉你 你想知道的一切 杨晨宝按道 可能吴杰超是真的不想说 所以杨晨宝也就不再追问了 河滨他便离开了 回到学校的时间 是两点半稍微过一点 距离上课 还有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杨晨宝便回到办公室去 办公室的中午 依旧是显得那么的安静 只有张晴薇一人 独自坐在自己的办公位置上 等待着自己 杨晨宝走到张晴薇身边 轻轻坐下 张晴薇这才看清楚 来人正是自己担心的杨晨宝 他笑着说道 小宝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 有事吗 杨晨宝对张晴薇问道 他刚刚已经给郭章二人 打过电话报平安了 照理说 张晴薇是应该不会再担心自己的 杨晨宝想是这么想 可他不是女人 怎么能理解女人的心思呢 张晴薇之所以会坐在这里久 就是因为担心杨晨宝 他说道 没事 我就是担心你 默默和郭老师都回来了很久了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哎 谁让我有正义感呢 我不是捉贼去了吗 结果迷了路 回来的路上又堵了车 所以就回来的晚了 杨晨宝安慰张晴薇道 其实他心里一点也不想欺骗张晴薇 可有些事情 他真的不能这么早就告诉给张晴薇知道 小宝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你答应我 下次如果再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千万不要再瞒着我了好吗 张晴薇看着杨晨宝 水灵灵的大眼睛 让杨晨宝心中都有些舍不得了 杨晨宝说道 嗯 我答应你 两人一直都相互之间喜欢着 现在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张晴薇自然会很担心杨晨宝的安危 如果可以 他到希望以后杨晨宝去做任何危险事情的时候 他能代替他去 不过他知道这不可能 一来是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够 练功的时候 没有张默和郭元明那么努力 所以现在凭借自己一个女子之身 若是能打得过一个大男人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二来便是 就算自己实力足够 杨晨宝也绝对不会同意自己去犯险 所以 张晴薇只好请求杨晨宝 以后有事不要瞒着他 就算担心 张晴薇也要知道自己担心的是什么 下午两节课结束 礼拜一 张晴薇是没有晚自习的 可他现在的身份不同了 他是杨大官人的女朋友 虽然没有义务 可为了做出一个贤妻良母的典范 他放学后便没有回家 而是留在学校里陪伴杨晨宝 一直到晚自习下课 两人一起出去吃宵夜 随后才让杨晨宝送他回的家 回到家 杨晨宝并没有直接睡下 但是他也没有陪姐姐聊天 而是一个人来到阳台思考起来 不得不承认的是 拥有山寨鸡以后 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他的实力也变得越来越强 可伴随着这些而来的 同样是烦恼 有句话叫做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杨晨宝手中有山寨鸡这等宝物 如果有一天 有其他人知道他手里有山寨鸡 而他的实力又不够高的话 很可能到因为这山寨鸡受到什么伤害 甚至是失去生命 现在自己 不过刚刚依靠山寨鸡 变得比常人稍微强了一点 就已经认识到了 异能者最最厉害的几位之一的吴杰超 他看起来对自己没有恶意 可不代表 他几人都对自己没有恶意 除非有一天 自己能够爬到与吴杰超同等的高位外 否则 就算自己拥有再高的实力 也是空谈 吴杰超厉害吗 他当然厉害 可双拳难敌四手 如果不是他拥有 弟弟大世界作为屏障 只怕他在异能者 心里的地位也不会这么高 跟他敌对的异能者 也不会这么害怕他 吴杰超都是如此 何况是自己呢 杨晨宝越来越有了 要发展自己势力的想法 不是江湖势力 因为江湖势力在异能中的眼中 完全不值得一提 和平帮的人有多凶残 有多暴力上官 是人人皆知 他们十分厉害 如果他们的实力再强一点的话 只怕击败百草堂 成为上官是第一大帮 都不在话下 可若是他们惹上了异能者呢 别说是吴杰超级别的异能者 只怕惹上了童颜级别的异能者 他们就离灭帮不远了 可要知道 童颜在地底大世界的地位并不高 比看门人的地位高不了多少 杨晨堡要发展势力 要发展属于自己的异能者势力 他还要提升实力 提升自己的实力 因为他知道 光有势力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是不可能守得住势力的 所以想 一辈子拥有山寨机 自己只能变得越来越强 势力也要发展得越来越大才行 这并不是空想 看似这里杨晨堡很遥远 可有了山寨机 杨晨堡深信 自己今天所想的一切都不会是空想 怀着远大报复的杨晨堡 每每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来到学校后 杨晨堡又接到一个好消息 自然跟昨天的银行结案有关 原来昨天杨晨堡追和兵离开后 警察真的来到了现场 将在场的全部劫匪都捉拿归了案 解救人质的时候 警察发现 他们都以一种感激的眼光 看着郭章二人 再一看 郭章二人似乎并不是人质 他们就询问人质 这二人是谁 结果得知 原来就是他们报的警 连十数个劫匪都是他们制服的 警察就来问他们是谁 两人十分豪气地说道 孟家女子高级中学体育老师张默 体育老师郭元明 哦 还有一个语文老师叫杨晨堡 他的功能才最大 现在还在外面追劫匪呢 也正是因为这样 豆丝佩才知道杨晨堡在外面追劫匪 才跑过来帮的他 而早在昨天下午 派出所就已经决定 要为这所学校再制作一面经棋 来表示感谢 杨晨堡刚来到学校两个月 就已经为学校争取到两面经棋 而且一次的荣耀比另一次更为的大 学校当然要好好表扬杨晨堡才行 其实真的算起来 杨晨堡已经以一个老师的身份 行侠仗义了三次了 还有一次 就是在贵王山上捉住了那几个绑匪 不过当时他特别嘱咐派出所的人 不要声张这件事 一来是对赤眼猪妖的存在保密 二来也是 他根本就不觉得 这是一件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在他眼里 这是自己的本分 自己有这个能力去保护学生 在那件事情上 自己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学生 说不上什么建议勇为行侠仗义 不提也罢 接受表扬的 自然不止杨晨堡一人 昨天也一起去立了大功的郭章二人 都同样的接受了表扬 要知道 银行结案这么大的事 都应惊动了是急的人了 而在这件事上 孟家女校出了何其大的风头 在整个上官室的市民心中 孟家女校的形象 立刻就冲了上去不少 正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 他们自然要把三个老师一同感谢 表扬会是在上午第一节课以前 经过全校的广播表扬的 除了那些煽动人心的热情高涨的表扬外 杨晨堡最看重的 可一次银行的结案 却是天大的事情 所以学校除了表扬自己外 也为自己加了30%的薪水 当然 郭章二人也同样被涨了30%的薪水 特别是在这即将领取工资的前几天 被涨了薪水 杨晨堡看得最重的自然是这个 来学校来了这么久 或许其他年级 其他班级的学生不一定认识杨晨堡 可他所教授的三个班级 是肯定认识他的 他做了一件如此惊人的事情 得到了全校的广播表扬 不管他出入任何班级 总能得到掌声 刚好今天他上午四节都有课 所以 一旦听见哪个班级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就代表着杰克是杨晨堡在上 整个一年级的师生都这么认为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C班的课 而C班身为杨晨堡所带领下的学生 得知自己班主任永勤银行劫匪这件事 也是倍感光荣 就如同他们昨天也在银行班感同身受 几乎一个上午的课余时间 都在谈论杨晨堡的事 第四节课 杨晨堡加着书本 怀着愉快的心情走进C班教室 前三节课那爆棚的掌声 已经让他有了飘飘欲仙的感觉了 他心里也在琢磨 C班的女生们会不会给自己掌声 所以答案是肯定的 可他心里还是有点期待 从门口走到讲台 从讲台一直到教上课 学生们都一点表示也没有 杨晨堡奇怪了 这帮熊孩子不会这么不给面子吧 老子昨天可是永勤了劫匪的爱 人家一班和F班的学生都知道 要给老子掌声鼓励 这群熊孩子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呢 杨晨堡清了清嗓子 说道 同志们啊 你们是不是有点事忘了做呀 什么事 有事吗 学生们在底下谈论了起来 屋里站起来说道 报告杨老师 语文作业我已经报过去了 没有什么事情 没做呀 杨晨堡大跌眼镜 这帮熊孩子不仅不给自己面子 自己都已经这么提醒他们了 他们居然还不给掌声 杨晨堡心里埋怨了 说道 你们难道没听见 早上广播里面说的吗 为什么不给我掌声 就算不给我掌声 也给我一点欢呼声啊 来吧同志们 我不会脸红的 耶 哦 班长输了 全班开始欢呼起来 杨晨堡原以为是给自己的欢呼声 可仔细一听 他们似乎在说什么 班长输了 难道好不容易来的这欢呼声 也跟自己无缘 清杨老师 清杨老师 全班人都开始叫了起来 脸上的笑容是要多灿烂 有多灿烂 喂喂 你们干嘛 杨晨堡被学生们搞得糊里糊涂 他们让谁来亲自己 一向身为班级大姐大的马曼容 此时站了起来 看着杨晨堡一脸赢 笑 说道 杨老师 刚刚级班长跟我们打了一个赌 他说 你绝对不会在乎 今天早上广播通知的那件事 绝对不会跟我们索要掌声 可你刚刚不是让我们给你鼓掌吗 所以班长输了 作为对他的惩罚 也是对你的奖励 班长要亲你一口才行 紫莹 是真的吗 杨晨堡看着纪紫莹 问道 只见纪紫莹脸红着点点头 作为对纪紫莹的惩罚 却也作为对自己的奖励 这句话 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呢 杨晨堡虽然很想让天然呆 继紫莹亲自己一口 可这毕竟是在学校 他便故作正义道 胡闹 我是老师 而且我是男人 你们是女生 男女有别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亲谁一口呢 哎呀杨老师 你就不要扫兴吗 马曼容撒起娇来 一般他倒是不会撒娇的 除了对杨晨堡外 大老挫 你就让班长亲你一口吗 你要是不让他亲你 他会以为 你嫌他长得不漂亮的 一向多事的李妮 也站起来说道 其实季子莹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长得很漂亮 就算脸上从来不湿粉织 她的皮肤也不比那些 用了化妆品的人差 加上她今年才16岁 刚刚才发育起来 不知道要比那些二三十岁 已经经历过社会侵蚀的女人 清纯多少 何况她还是C班有名的天然呆 整个人看起来呆呆的却不傻 极为可爱 杨晨堡怎么可能会不愿意让她亲呢 亲杨老师 亲杨老师 全班学生又开始吼了起来 停 再这么闹下去 只怕杨晨堡 自己都会被他们闹得脸红 可如果自己硬是不让季子莹亲 只怕全班的学生都会埋怨自己 她便看向季子莹 对她问道 子莹 既然同学们有如此高的性质 那我问你一下 你愿不愿意亲我 老师绝对不勉强你 毕竟老师也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杨晨堡有女朋友这件事情 全班学生都还不曾知道 他们只知道 杨晨堡跟张晴威的关系很好 可每次他们询问杨晨堡张晴威 是不是她女朋友的时候 杨晨堡都会如实回答不是 正好两人正式在一起后 学生们都还未曾有机会询问过 我 我愿意 季子莹缓缓从她的座位站起来 她满脸通红 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向杨晨堡 别看杨晨堡现在挺正经的 其实她心里都乐开花了 季子莹可是一年级出了名的美女加才女 虽然杨晨堡向来都拒绝玩什么乱伦 玩什么失声恋 可以前自己念书的时候 没被什么笑花 急花 斑花正眼瞧过 现在当了老师 能被斑花轻一口 也算是上天对自己的补偿吧 季子莹走到杨晨堡身边 点起脚尖 轻轻在杨晨堡的左脸颊下轻了一口 当她的口唇轻到杨晨堡 脸颊之时 全班又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这群学生们正好到了喜欢起哄的年纪 杨晨堡也就原谅他们了 季子莹回到位置上做好后 为了避免自己和她有尴尬 杨晨堡还特意说道 靠 没想到做一件好事 还能得到相吻一个 还得让学生们害怕 杨晨堡说道 同志们 这个礼拜四五两天月考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周星期五 杨晨堡就能拿到在学校的第二个月的工资了 既然她这周拿工资 也就代表这周又有月考 否则怎么说 学生最害怕的一个礼拜 就是老师们最开心的一个礼拜呢 听到月考 女生们当然害怕 全都叹起气来 杨晨堡倒是发现 人群中的马曼蓉 显得跟其他女生不一样 她以前也不一样 因为她从来都不觉得 月考有什么重要 可上一次 她在她老妈面前说过 一定会好好学习 还在杨晨堡面前说过 争取这一次的成绩 一定要超过上一次 所以 她这次的无畏在杨晨堡的眼中 并不是无所谓 而是她有自信 有自信 这一次可以考好 小马同志 你有睡午觉的习惯吗 临近下课 杨晨堡对马曼蓉问道 没有啊 怎么了 马曼蓉回答道 还是养成睡午觉的习惯吧 女孩子睡午觉可以美容 而且 学生中午要是不睡会儿觉 下午上课的时候 会很犯困的 杨晨堡这句话 绝对不含半点水分 这都是她的切身体验 以前念书那会儿 她也不喜欢睡午觉 所以 每天下午上课的时候 她都会犯困 有的时候困得不行 更是直接趴在桌子上面睡了起来 为此没少被老师骂过 老杨同志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马曼蓉环抱双手 看着杨晨堡 嗯 既然你中午 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那你一点半 来办公室找我一趟 我有点事要问你 昨天马大炮心脏中枪 虽然听斗思佩说 她并没有死 可杨晨堡也一直 没有去探望过她 今天找马曼蓉去办公室 也就是想问问 他马大炮的病情罢了 当然 也想为她加油打气 毕竟马上就又要月考了 杨晨堡不希望 她的压力太大 哦 下课林一想起 全班学生快速收拾东西 拿起自己的饭卡 就朝食堂走去 这感觉 这感觉就像是 古代时候的难民 知道哪位大善人要发馒头 从而去抢馒头的那种感觉 这还算好的 毕竟这是女校 想起杨晨堡当年念高中那会儿 一到中午吃饭时间 那些雄性动物 必定会如同拖了江的野狗般 冲向食堂 那感觉可不是 难免抢馒头这么简单了 完全是她 妈 要直接抢食堂啊 中午 杨晨堡自然是和张晴威 在一起吃饭 而张默和郭元明 两人 他们也没有落掉 四人又如同昨天那种做法 做到一桌吃饭 张默当然又埋怨张晴威 跟杨晨堡坐在一边 不跟自己坐在一边 可他的埋怨有用吗 有用吗 经过昨天的生死劫难后 张默和郭元明的关系 倒是亲近不少 两人以前就是朋友 会互相挤兑 也是出于培养感情的一种方式 可现在 两人已经不仅仅是朋友这么简单了 他俩完全可以 算得上是好兄弟了 毕竟一起经历银行结案 一起拿刀跟拿枪的干 也一起受到学校的表扬和奖励 以后更是会继续在一起 跟随杨晨堡学习功夫 要是谁说 他们俩不是好兄弟 搞不好他们两个会立即动目 快点吃吧 早点吃完 我们早点去练功 今天一点半就结束 一点半以后 我还有事 杨晨堡边说边埋着头吃饭 目光倒是从来没有看过 张默和郭元明二人 充其量时不时地 瞟一下张晴薇的胸部 嗯 难道又有人要打劫银行 小宝 我和老郭 今天还是要去 经过昨天那种危险的场面后 张默不仅没有被吓到 反而胆子更大了起来 看到杨晨堡敢空手夺白刃 再用白刃 跟人家拿枪的对干后 张默突然发现 这就是实力 而这种实力 是自己暂时不具备的 所以 自己一定要尽快变得 跟杨晨堡一样强 郭元明自然也是这个想法 便点点头 只是因为大口炮饭 所以没说话 哪来这么多的人去打劫银行啊 一点半我约了学生优惠 赶紧吃 吃完赶紧练功去 说完 杨晨堡也不再理会郭章二人 斜笑着看了张晴薇一眼 便继续吃起饭来 练功之时 杨晨堡明显发现 张默和郭元明 练得比以前都还要更为的用功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觉得 自己的练功时间 比平时要少半小时 所以他们才要更努力地去练 而张晴薇也是 杨晨堡从未见到他这么努力过 就算已经满头大汗 就算汗水都已经沾湿了衣裳 就算杨晨堡让他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都不听 就那么永无止境地练习下去 看得杨晨堡都心疼了 杨晨堡既是郭章二人的朋友 也一样 是他们的师父 他身为师父 看见自己的徒儿 如此努力练功 他也不舍得 就让他们一直累下去 独自一人吩咐他们继续练功后 便跑到学校的小超市 去买来了几瓶冰冻饮料 以供他们练习完了喝 而张默的眼睛 先来都比较尖 一看见杨晨堡的身边 放着几瓶饮料 他立即就知道 是买给自己等人喝的 赶忙冲向杨晨堡身边 喊道 小宝 赶紧给我喝 我可死了 在如此大的天气下 杨晨堡相信 只要三人中任何一人 哪怕是喝了一口水 他们就不会再有 任何练功的心思了 已经人一旦觉得自己舒服了 就会懒得再去劳累了 所以杨晨堡便不许 张默这么早就喝 对他说道 你小子散开 一点半以前 别想碰这饮料 靠 小宝 你不是吧 一点半解散后 我自己都可以去买水来喝了 还用得着你请吗 张默想方设法 也要喝到水 因为此时真的是太热了 他们又经过 这么高强度的练习 不想喝水 是完全不可能 得 行啊 杨晨堡拿起一瓶水做 递给张默撞 却在张默伸手来拿的时候 一个反手将水 给扔回另外一只手里 他说道 一点半解散后 如果不想 我请你喝水 你也可以用钱 从我手里买走这瓶水啊 我不会不好意思收钱的 操 小宝 你娘 赶紧去练功去吧 还有十多分钟就可以解散了 再坚持一会儿 杨晨堡不傻 如果不是看见 篱下客仅还有十多分钟 他会这么早去买水来喝 何况他本身并不是很渴 之所以会买水 也完全是为了 在练功的三人而已 一点半终于到了 杨晨堡将水分别递给三人 又在阴凉处 陪三人休息了一会儿 杨晨堡就领着张晴威 回办公室休息去了 路上 杨晨堡明显看见张晴威 似有点体力不足中暑的倾向 他问道 晴威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只是脑袋有点晕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张晴威被太阳晒得两片脸颊通红 嘴巴却异常的白 看到张晴威这个模样 杨晨堡岂能放心 将他横抱起来 快速往医务室跑去 而在来到医务室的路上 张晴威居然在趴在 杨晨堡的怀抱里睡着了 或者说是昏倒了 这并不是张晴威 第一次在操场练功 可这却是他最用功的一次 以往几次 他都是胡乱学着杨晨堡打一下拳 就来到阴凉处 陪杨晨堡一起休息起来 哪有今天这种 从吃完饭来到操场开始 就不停地练习 所以他今天中暑头 也并不是偶然的 他没有张默和郭元明 那么强悍的身体 却在大太阳底下狂晒 能坚持到现在才昏倒 已经算是他的造化了 来到医务室 医生也断言他是中暑 幸运的事并不严重 睡会儿觉 再喝碗绿豆汤就足够了 而此时张晴威睡得正熟 再一看时间已经一点半多了 杨晨堡不想打扰他 便拜托医务室的大妈 好好照顾张晴威 一人往二楼办公室 跑去 来到办公室 马曼蓉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对 不应该说他是等候多时 他在办公室里 完全不是等人的样子 而是居然坐在杨晨堡的位置上 挽起他的电脑来 杨晨堡悄悄地潜伏到他的背后去 居然发现 他此时正在上网聊QQ 这小生活过得倒是挺有资调的 马大小姐 怎么样 我们学校的网络速度还不错吧 没延迟吧 杨晨堡故意站在马曼蓉身后背着手 阴冷地说出了这一番话 马曼蓉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杨晨堡 吓得立马站了起来 连双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 杨 杨老师你来了呀 我早就来了 小马同志 我有允许你动用我的电脑吗 杨晨堡算是一个十分有原则的人 不管马曼蓉如何跟他开玩笑 甚至是直呼他的名字 他都无所谓 可像这种未经过他的同意 马曼蓉就私自私用他的电脑 哪怕只是上网消遣一下子 杨晨堡也觉得生气 并不是杨晨堡不许学生们上网 而是如果马曼蓉在动他电脑以前 先给他打一个电话的话 这效果就会好得多了 至少杨晨堡绝对不会生气 杨 杨老师 我知道错了 马曼蓉埋下头 一副我真的知道错了的样子 倒是搞得杨晨堡不忍心责怪他了 他一想 反正只是一件小事情 马曼蓉又并不是用自己的电脑浏览黄 网站 算了吧 就别怪他了 坐吧 杨晨堡示意马曼蓉坐到自己的身边来 待到马曼蓉坐下后 杨晨堡问道 小马 你知道你父亲住院的消息吗 知道啊 昨天他也在银行里 马曼蓉说起来的时候 感到十分的轻松 一点也不像其他的人 要是换成其他的孩子 知道自己的父母重枪住院的话 只怕哭都够哭死了 可这马曼蓉不仅不伤心 上午还有闲心怂恿继子迎来亲自己 这马曼蓉果然不愧是马大炮的女儿 难道你不担心吗 杨晨堡奇怪地问了起来 他知道马曼蓉跟马大炮的关系向来很好 两人近段时间也没有吵过架 那这马曼蓉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如此 不关心他爸爸的病情呢 马曼蓉歪着脖子思考了一会儿 半少后说道 担心他 我干嘛要担心他 从小到大 我老爸几乎每年都要住个两三次院 而且这次才中一枪还算是轻的 我记得有一次他带人 跟另外一个帮派的人火拼 身上中了十二枪 外加好几十处刀伤 他都活了下来 这种小伤小痛算得了什么呀 不用担心 十二枪加几十处刀伤 这马大炮还是人吗 连杨晨宝都不得不由衷地感叹道 小马 你老爸是属蟑螂的吧 打不死的呀 哈哈 杨老师 要是我老爸那么容易就死了的话 他怎么配当和平帮的老大呢 马曼蓉说起这个的时候 倒是显得有无限的自豪 其实 马大炮也确实有能让马曼蓉骄傲的资格 马大炮这个人说不上好 但也绝对说不上坏 他是一个手段残忍 且十分暴力的人 可他从来不欺负老百姓 他才凶 他再恶也只是对敌人而言 在外面他是一个老大 在家里 他却是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 马大炮原本出身农民家庭 来到城里 经过几十年的打拼 成为了今天雄霸一方的和平帮的老大 就算他是捞片门的 他也绝对算得上 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有一个成功的 而且很爱自己的男人 做自己的父亲 特别还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马曼蓉想不自豪都哪 这倒也是 算了 不说你老爸了 怎么样 你对这次的月考有把握没 杨晨宝叫马曼蓉来的主要目的是安慰他 不希望他有太多的压力 询问他老爸的事 也只是因为这几天 杨晨宝戳不出时间 亲自去探望他老爸而已 杨老师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才好 我要是说有把握吧 你肯定会认为我在胡说 可我要是说没把握吧 你又肯定会认为我没有自信 所以 我干脆还是别告诉你了吧 等月考结束成绩出来以后 你就知道 我对这次的月考有没有把握了 马曼蓉不正面回答杨晨宝的问题 可杨晨宝一看他这种态度 就知道 他对这次的月考绝对是用心准备了的 幸好他不紧张 紧张是考试最大的课心 只要他不紧张 杨晨宝也就放心了 看起来你挺有把握的哦 杨晨宝轻轻捏了捏马曼蓉的脸蛋 对他说道 小马同志你记住 有自信也好 没自信也罢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这只是月考并不是高考 只是检验你这一个月 学习到了多少知识而已 并不重要 你要是考了全年级第一 我会为你高兴 你要是考了全年级最差 我也绝对不会责怪你 知道吗 嗯 我知道 谢谢杨老师 现在的马曼蓉 已经跟以前的马曼蓉大不相同了 以前的他 从来不会说对不起 但在上一次出发去桂王山以前 他却因为来晚了 给全班同学都到了签 以前的他 也从来不会说谢谢 可现在 他不是也对杨晨宝说了谢谢吗 其实马曼蓉并没有变 他以前是C班的大姐大 现在也是C班的大姐大 以前那些在学校算得上 小太妹的高年级女生 见到他了 要叫一声姐 现在见到他了 一样要叫一声姐 马曼蓉依旧喜欢欺负弱小 所以他并没有变 只是更成熟了 更懂事了 知道为人处事的道理了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这些事情是在学校里学不会的 可马曼蓉却在杨晨宝这里悟出了这些 这对于杨晨宝来说 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安慰 杨晨宝上午 曾提醒过马曼蓉 要养成午睡的习惯 可现在都已经临近两点钟了 回到寝室 去两点半 也要出寝室 他顶多只能睡一小会儿 根本睡不够 杨晨宝便说道 哎 教室里没空调 天气这么大 你就在这里睡一会儿吧 我上午可没有骗你 女孩子养成午睡的习惯 是真的可以美容的 杨晨宝示意马曼蓉 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趴着睡一会儿 那你呢 办公桌只有那么大 要是马曼蓉站了 杨晨宝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马曼蓉自然不忍心 你睡吧 秦威中暑了 现在在医务室里呢 我去陪陪他 何况我是一个男人 用不着美容 杨晨宝对马曼蓉 做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便离开了 在他心中 秦威的健康 可比睡午觉要重要得多 杨晨宝再次来到医务室后 张秦威的情况 已经没有先前那么严重了 至少他此时的嘴唇 已经不再像刚刚那么苍白 额头的温度也不再虚高 杨晨宝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便一直在张秦威的病床边守着 小伙子 你是张老师的男朋友吧 医务室的大妈 还并不认识杨晨宝 嗯 对 杨晨宝跟张秦威在一起的事情 又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只是自两人在一起后 从未有人询问 所以 两人才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罢了 此时大妈一问 杨晨宝根本就没有隐瞒的必要 医务室的大妈认识张秦威 毕竟张秦威要比杨晨宝早来学校一年 而她向来对人友好 给人的印象很是不错 大妈说道 小伙子可真不错呀 这么关心张老师 你叫什么名字 杨晨宝 杨晨宝道 是 什么 你就是杨晨宝 早上广播表扬的那个 昨天永勤银行劫匪的杨晨宝 大妈显得很是震惊 她没想到 此时坐在自己眼前的小伙子 居然就是杨晨宝 大妈的年纪虽然大了 可她还是很崇拜英雄 早上听到广播里面表扬杨晨宝 张默 郭元明后 她一直在思考着 从未谋面的杨晨宝 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已经不是学校广播第一次表扬她了 至于郭章二人 大妈倒是早就已经认识了 所以 她便一直在脑海里幻想 杨晨宝长的是个啥样 她曾幻想过 杨晨宝可能身高两米 体型魁梧 可转念一想 也并不是每个英雄都长得五大三粗 就比如说 同样被表扬的张默 她就长得骨瘦如柴 只不过这段时间 她似乎也长壮了些 她又在脑海里想 或许这杨晨宝 并不是跟姚明一般高大的人物 也可能是跟郭晓四长得一样的阴柔男子 可不管怎么说 大妈脑海中的幻想 都是具有独特的特点 而杨晨宝 除了长相稍微帅气点外 也并没有什么特点 如果杨晨宝不说 大妈是绝对猜不到 她就是杨晨宝的 怪不得张老师会喜欢你 原来是我们学校的大英雄啊 大妈高兴地说道 得知杨晨宝长的是这个熊样 大妈说不上高兴 也说不上失望 毕竟杨晨宝的年纪 已经足以当她的儿子了 难道她 还会有什么性 幻想吗 哈哈 阿姨言重了 杨晨宝不是圣人 她是普通人 听到有人称呼自己为英雄 她心里也很是开心 两人又聊了一阵子 躺在病床上的张晨薇 却发出一阵笨恩声 杨晨宝和大妈 都将目光看向她 只见她嘴唇微动 叫道 小宝 小宝 我在这里呢 杨晨宝上前去握住她的双手 可张晨薇呼唤完两声小宝后 也没有其他的语言 似时又睡着了 看来张老师连睡觉的时候 都梦到你了 大妈在一旁笑道 倒是把杨晨宝 搞得挺不好意思的 临近上课之时 张晨薇还处于熟睡当中 毕竟她刚刚才中了熟 前面一段时间 几乎是处于昏迷当中 此时才是真正的睡着了 而杨晨宝知道 她下午第一节并没有课 就示意大妈不要吵醒她 至于杨晨宝嘛 孟家女校早午晚都有签到制度 不请假也不签到的话 是会被扣工资的 杨晨宝就去帮她签了道 反正早上四节课 杨晨宝已经上完了 下午也没有课 只敢坐在她身边照顾她 毕竟全校数千人 却只有这么一个医务室 每天生病感冒的学生 都不在少数 医务室经常有学生来来往往 要是杨晨宝此时上前 去握住张晴薇的手 只怕他们两人 已经是情侣的消息 不出一日 就能被搞得全校皆知 下午第二节课上课前 张晴薇终于醒了过来 而此时 杨晨宝早已经把头 靠在病床上睡着了 杨晨宝一直都有午睡的习惯 如果不午睡 就必须要做事 才不会是她睡着 而她一直 从不到两点钟 守到现在已经三点多钟了 期间一直是坐着 也没做过神妖事 她不睡觉才怪呢 张晴薇醒来后 发现杨晨宝在自己身边 更发现自己身处于医务室中 她对大妈说道 咦 二姨 我怎么会在这里 小宝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她并不是出于礼貌 才喊的大妈叫二姨 而是她真的跟着大妈 有点亲戚关系 张晴薇大学还未毕业 就已经来到学校实习起来 而大学毕业后 更是直接进入学校 当起了老师 并没有经过招聘 正是因为这医务室的王仪 二大妈虽然在学校 算不上什么领导层 可她在孟家女校 待了已经超过二十个年头了 是学校的元老级别人物 一些学校的领导 都对她尊敬得很 她说一句话 学校里自然也很不人肯听 何况张晴薇本身的 个人实力就很强 有资格担任老师 加上二大妈一去说情 她毕业后 就省去了应聘的麻烦 直接来到学校 当起了老师 至于二大妈跟张晴薇 是个什么关系吗 说的简单一点 张晴薇的母亲姓王 二大妈也姓王 他们俩是同一个妈生的 够简单了吧 傻孩子 怎么交了男朋友 也不告诉我呢 二大妈端着一碗绿豆汤 走向了张晴薇 二 二姨 你怎么知道 张晴薇红着脸 看了杨晨宝一眼 当然是小宝告诉我的啊 何况就算小宝不说 她从两点钟 一直在这里陪你陪到现在 难道我还猜不出来吗 二大妈将绿豆汤 递给张晴薇 对她说道 赶紧把这汤喝了 你中午干嘛去了 居然还中了薯 睡了这么久 加上刚刚还中了薯 张晴薇确实很口渴 她端起本就不大的一碗 绿豆汤一饮而尽 自豪地说道 嗯 二姨 我现在在练功夫哦 功夫 你想当女百里小龙啊 二大妈搞笑地说道 不是啦 其实是小宝的功夫很厉害 我想跟她多一些共同点 所以才跟她学习功夫的 刚刚是张晴薇睡着 杨晨宝醒着 在跟二大妈聊天 而此时自然就是杨晨宝睡着 张晴薇醒着 跟她的二姨聊天了 一觉睡到四点半醒来 杨晨宝伸了一个懒腰 这才发现 今天似乎是上课时间 而自己应该在医务室里陪张晴薇 但现在 自己却躺在病床上 张晴薇不知所踪了 她跑哪去了 晴薇 晴薇 杨晨宝下床穿好鞋 便往外面行去 来到外面 正好看见张晴薇正和二大妈 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 她说道 不好意思 刚刚太累了 所以睡着了 你喝绿豆汤吗 二姨每天都熬了很多绿豆汤 预备起来 给那些中暑的学生喝 就算不中暑喝绿豆汤 也可以预防中暑 我去帮你盛一碗吧 张晴薇刚打算起身 帮杨晨宝盛绿豆汤去 杨晨宝却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 拉着她 对她 道 你刚刚叫大妈啥来着 二姨 你们俩认识 是啊 她是我二姨 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姐 难道二姨没告诉你吗 说着说着 张晴薇倒是奇怪的 时而看着二姨 时而看着杨晨宝 她原以为二姨 也告诉了杨晨宝她的身份的 杨晨宝一直只以为 大妈是医务室的医生之一 却根本不知道 她居然是张晴薇的二姨 跟张晴薇是亲戚 幸好刚刚自己没有乱说话 杨晨宝无奈道 二姨 你隐藏的可还真深呢 小子 是你没问我 二大妈一直都是一个 很乐观很幽默的人 何况杨晨宝又如此的出色 更是自己侄女的男朋友 二大妈很是高兴啊 既然两人下午都没有课 何况这是杨晨宝 第一次跟张晴薇的二姨见面 两人就没有急着走 而是留在医务室 帮二大妈致起病人来 也正好今天留在学校值班的医生 只有二大妈一人 她有些忙不过来 就答应让二人留下 吃晚饭之时 杨晨宝出于礼貌 要请二大妈吃饭 可二大妈根本走不开 加上一个多小时后 杨晨宝还必须在学校里签到 不能请二大妈吃什么大餐 也好有个经验 晚上张晴薇自然也留在学校 等杨晨宝一起回家 还是和昨天一样 两人先一起来到外面吃完宵夜 杨晨宝才送张晴薇回的家 只是在回家的路上 杨晨宝一再叮嘱张晴薇 练功不用那么刻苦 毕竟她是一个女人 身体素质比不得张默 郭元明这两个狂人 其实张晴薇如此拼命练功的理由很简单 她就是希望她以后有一天 也可以帮到杨晨宝的忙 她一直都认为 如果自己的功夫够高 昨天去捉拿银行劫匪的时候 就不会被跑掉一个劫匪 杨晨宝就不会追出去那么远 让自己担心 所以她拼命地练功 完全是因为杨晨宝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那个劫匪是杨晨宝故意放跑的 应该拼命提升自己实力的 也是杨晨宝 因为以后保护她的 必定是杨晨宝 杨晨宝也不需要她的任何保护 在杨晨宝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眼中 女人是用来保护的 而不是用来当挡箭牌的 只有那些实力不够的娘娘腔 才会依靠女人来保护自己 而杨晨宝绝对不是那种娘娘腔 所以她不需要女人保护 上次思考到山寨机后 现在对于杨晨宝来说 最要紧的就是 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虽不能说一步登天 达到无节超的地步 也至少要争取达到 跟童年同等的实力 只有这样 杨晨宝才有自信守护住山寨机 要知道 山寨机对杨晨宝而言 不仅仅是一部手机 一部发财的机器 现在山寨机 已经跟他的生活联系起来了 有了山寨机 就有更好的生活 而失去了山寨机 杨晨宝虽不至于会变成原型 可在想进步的这么快 是绝不可能的 除非他是一个真正的异能者 拿出山寨机 联系上超级功能后 便查看起自我属性 昨天银行劫匪案过后 杨晨宝一共又积累 下了近20点的能量值 他消耗掉10点 将武器生到现如今 可以学习到的满级 又将剩下的能量值 全部点到体质修炼上去 当然 他习惯性的 要余下两点能量值 毕竟召唤出来的人物 要比他厉害得多 而召唤出来的人物 会跟随他实力的增长增长 所以 每次都留下两点能量值 作为召唤人物所用 是绝对不会错的 退出虚拟空间后 杨晨宝又查看起自己的属性来 只见属性又发生了变化 显示为 生命力5级 精神力1级 体力13级 力量11级 速度8级 综合战斗力863 等级评估13级 除了精神力外 其余的属性都相比上次有了质的飞升 看来每样技能越到后面 所需要的能量值虽然越多 可提升的也越大 否则也不会需要消耗这么多能量值 才能升级技能了 在学习5级第10级以前 杨晨宝的力量属性不过9级 可学习完5级10级后 力量却突飞猛涨到11级 整整提升了2级 杨晨宝十分期待 等找到能够学习第11级5级的人物 学习11级的人物后 自己的属性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最让杨晨宝震惊的 倒不是力量属性 而是体力 杨晨宝最新在李小龙那里学到的体质修炼 自然对体力的影响最大 可想不到 消耗6点能量值 将体质修炼学习到5级 体力等级就从7级变为了13级 这倒算得上是个小小的惊喜 杨晨宝原以为将体质修炼点到5级 能增加5级体力就已经算是万幸了 没想到现在加上5级 居然直接突破升级 等级评估也突破了13级 再有两级 杨晨宝就可以学习古代人物的技能了 一夜过后 第二天早上 杨晨宝起床去厕所洗涮 却发现自己的力量等级突破10级后 自己的肌肉块明显比以前增大了不少 开始变得棱角分明起来 虽然不是成爆炸性的肌肉块显示出来 可给人家一看 人家立马会觉得 这是肌肉而不是瘦肉 还有体型相比起以前也要魁梧了一些 不再像以前那么消瘦 那么弱不经风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山寨机不仅可以提升人的软件 还可以提升人的硬件 杨晨宝看着镜子中 变得越来越有魅力的自己 自言自语地说道 草草的洗涮完毕来到客厅 姐姐早已经做好了早饭 等待自己一起吃了 姐姐杨晨若 绝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 不仅人长得漂亮 会做家务 再厨艺这一块 也颇有研究 她搬来与杨晨宝同住这么久了 可每天早上的早餐 几乎都是不同款式的 没有哪一天是重复的 就算是一个很普通的馒头 在她手里都可以有无数种吃法 不论是削片 油炸 涂上果酱 每天都能有新鲜的吃法 让杨晨宝从吃早饭开始 就心情愉悦的很 新的一天过得能不顺利吗 吃完早饭 杨晨宝跟姐姐告了一声 别就出了门 来到楼下看见自己的那辆路虎懒胜 她又郁闷起来 郁闷的理由跟上次是一样的 自己明明有一辆超过三百万的车 却还是要去成功交车 这是多么傻 逼得决定啊 唉 有时间一定去报驾校 争取早点把驾照拿到手再说 杨晨宝再一次被路虎 给搞得郁闷后说道 现在年轻人中 很少有人不会开车 很少有人没有驾照 作为新时代的好青年 就算不为了路虎 杨晨宝也会去考驾照 把驾照拿到手 今天已经是星期三 再过一天 就是孟家女校第二个月的月考考试 来到学校 杨晨宝明显看见学生们的脸上 都笼罩着一层乌云般的东西 都显得十分没有自信 脸上连一点笑容都没有 杨晨宝想保护自己的学生 想让他们不越考都不行 上完上午的四节课 四人组又聚在一起吃饭 今天杨晨宝不用跟任何学生聊天 所以吃完饭后 他又守着张晴薇 张默 郭月明三人一直到两点钟 才回办公室去休息 只是下午即将上课之时 朱真廷却来到杨晨宝身边 对他说道 小宝 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找你有事 自上次桂王山一别后 两人依旧很久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话了 或许是因为朱真廷 曾经想杀死杨晨宝 吞噬他的实力抱 路后 朱真廷不好意思主动去找杨晨宝吧 而杨晨宝 因为心里已经有了张晴薇 并且知道 张晴薇曾经因为自己吃过朱真廷的醋 他也觉得自己跟朱真廷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 所以 也就一直没有去主动找过他 而今天朱真廷主动来找杨晨宝 身为朋友 杨晨宝也不可能不搭理他 就在朱真廷首先走出办公室后 杨晨宝也在后面跟着他出去了 两人并未走远 而是就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停留了下来 朱真廷四世为难地看了杨晨宝几眼 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说道 小宝 我知道我的请求比较为难 可是 可是你能教我一下你的修炼方法吗 你的实力 为什么会提升得这么快 修 修炼方法 这还是杨晨宝第一次听说什么修炼方法 想必也应该是属于异能者的玩意儿 他说道 我不会什么修炼方法呀 小宝 你别骗我了 要是你没有独特的修炼方法 你的实力 怎么会增长得如此之快 上次那个吴杰超那么强 他又怎么会处处都维护你 你不是说 你跟他并不熟吗 如果不是你有什么东西吸引他 他怎么会对你这么好 朱真廷一直都是一个渴望实力的女人 否则他也不会去练习邪恶至极的吞噬异能 更是不知道杀过多少妖兽 杀过多少异能者 并且吞噬他们的实力 才拥有今天的本领 你怎么知道 我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了 你不是 没有带探测眼镜吗 难道是隐形的 一边说 杨晨宝也一边仔细去看朱真廷的眼珠 除了发现他的眼珠好看的惊人外 并没有什么美瞳啊 隐形眼镜的踪迹 那他到底是如何知道自己的实力 又进进了一步的 小宝 你就别搞笑了好吗 我是真的恳求 你把你的修炼方法告诉我 说完后 朱真廷停顿了两三秒去看杨晨宝 可看见的 却是一脸疑惑的杨晨宝 他突然想起 杨晨宝连妖兽都不认识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看穿他的 小宝 难道你不知道 异能界有很多异能 可以替代探测眼镜吗 只要拥有了这些异能 就算没有探测眼镜 也一样可以知道 比自己弱的异能者的实力啊 虽然杨晨宝明知道自己的实力 远远及不上朱真廷 可从朱真廷口中 说出自己的实力比他弱 杨晨宝的心里 还是觉得有些怪怪的 他再一次重申道 朱老师 我没骗你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修炼方法 至于你所说的我的实力 进不了我承认 可这不是修炼的功劳 而是 而是 怎么跟你说呢 反正我的实力就是进步了 朱真廷听得目瞪口呆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 不修炼也能增强实力 异能界并不是所有异能者 都需要依靠修炼 才能够获得进步 至少朱真廷就会一种异能不用修炼 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那就是吞噬 可朱真廷可以一眼看穿杨晨宝的实力 自然也看得出来 他根本不懂得吞噬异能 那他的异能 怎么会增长得这么快呢 昨天他的战斗力 都还只有600多 可今天自己一看到他 却发现了 他的实力已经高达800多了 仅一天就增强了200多的战斗力 这是多么的可怕啊 从杨晨宝的眼神里 朱真廷也找不出来 杨晨宝在欺骗自己的证据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而朱真廷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女人 比他强的人他不敢说 可比他弱的人 他却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他们是不是在欺骗自己 杨晨宝现在比他弱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他同样没有发现 杨晨宝有说话的痕迹 莫非 他的实力真的就这么莫名其妙 无缘无故的就长了上去了 朱真廷一直都觉得 杨晨宝是一个十分奇怪且神秘的人 以前的他 能看穿杨晨宝的实力有多高 可他却看不穿杨晨宝的异能是什么 一度让他以为 杨晨宝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普通人罢了 或许他并不是异能者 可越来越强的杨晨宝 却让朱真廷 不得不否定掉自己的这个想法 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呢 强到已经足以媲美F级的异能者了 并且 他的实力还在飞快地增长着 最神秘的是 自己依旧看不穿 他到底拥有些什么异能 你真的不会 朱真廷再一次确认道 我发誓 那 那没事了 朱真廷失望地转身朝办公室里面走去 他并不是失望杨晨宝 不肯教他修炼的方法 而是失望杨晨宝 自己都不知道 他是如何修炼的 又怎么教给自己呢 朱老师 你等一等 认识朱真廷这么久 知道 他是异能者 也有这么久了 杨晨宝具有一个疑问 一直隐藏在心中 没好意思询问朱真廷 此时好不容易有机会 他当然不能放过了 问道 朱老师 你能告诉我 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吗 你不是有探测眼镜吗 自己看吧 探测眼镜 可以让异能高的一方 是无忌惮地看穿异能低的一方的 实力高低如何 而异能低的地方 如果想查看异能高的一方实力如何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需要得到异能高的一方的同一变形 说得直白一点 得到朱真廷的同意后 杨晨宝立马戴上探测眼镜 查看起他的实力来 异能等级 低 异能 气流涨 吞噬 魅惑 天之眼 变化 液体控制 综合战斗力 3580 状态 友好 杨晨宝一直都知道朱真廷的实力很强 可没想到 他居然会有这么强 战斗力高达3000多 比上童言都不遑多让 而且 他还拥有如此多的异能 真是太恐怖了 你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异能 杨晨宝不是异能者 他并不知道异能是什么玩意儿 可他却能猜到 一个异能者的异能 不应该有这么多 至少不会有朱真廷这么多 都是其他被我吞噬过的异能者的异能 朱真廷缓缓说到 他拥有吞噬异能 并且也吞噬过许多异能者的实力 这一点 杨晨宝已经知道 他没有必要隐瞒 原来吞噬别人的异能后 能得到的 不仅仅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也有一定几率 可以学会别人的异能 而且这个几率十分大 若不是有些异能 积累到朱真廷根本看不起 他现在还会拥有更多的异能 下午上完课 C班的晚自习 又正好是属于杨晨宝的语文课 鉴于明天就要月口 他今天晚上 不想给学生们太大的压力 所以今天晚上的晚自习 跟上个月的这一天一样 他都让学生们自己玩耍 不管他们是看书 聊天 玩手机 只要他们的声音别闹得太大 杨晨宝都不会怪他们 杨晨宝则在讲台上面看起杂志来 也时不时地会观察一下 底下的学生们 虽然也有真正玩耍 一点也不看书的 可马曼荣却是真的想把这次的考试考好 他从上课开始 就不停地复习每课的书籍 这对于杨晨宝来说倒是一个慰藉 晚自习一下课 面临的自然又是帮学生们 搬书去寝室 只不过实力越来越高 杨晨宝一次性能够搬走的书 也越来越多 上次杨晨宝就耗去了近半个小时 才帮学生们 把所有的书都搬去寝室 张晨宝打去一个电话 两人在学校大门口集合 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喜欢你的学生们 还帮他们搬书去寝室 别的班主任可没有你这么好 张晨宝知道杨晨宝放学 帮学生们搬书去了寝室 本来他也想去帮忙的 可杨晨宝却说用不着 不是杨晨宝瞧不起张晨宝 而是张晨宝的力气 也不比学生们大多少 让他帮忙搬书 还不如让学生们自己多搬几本书便是 何况 晚上虽然要比白天凉快一些 可温度还是十分高 杨晨宝宝宁愿让张晨薇在办公室里吹空调 也不希望他来干着苦茶事 哎 谁说的 我最喜欢的是你 杨晨宝知道张晨薇等自己等久了 便故意逗他开心 何况这也是事实 杨晨宝最喜欢的就是他张晨薇 嘻嘻 我知道 也不知道张晨薇是出于开心 还是出于给杨晨宝的奖励 他主动挽上杨晨宝的手臂 问道 小宝 我们今天晚上去哪里吃东西好啊 去 你说了算吧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被家人挽住手臂的杨晨宝 自然很是开心 其实 两人在一起才几天的时间 平日里除了经常在一起外 也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亲密动作 而今天张晨薇主动挽上杨晨宝的手臂 也算是亲密动作的第一个开始吧 男人不色 男人不渴望和女人亲密一点 那完全是假的 而杨晨宝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他当然也希望自己可以跟张晨薇亲密一些 甚至是亲热都无妨啊 去喝粥吧 张晨薇提议道 现在张晨薇是杨晨宝的女朋友 而杨晨宝也是一个 已经拥有几百万身家的小富翁了 带女朋友出去吃饭 自然要选一个上档次的地方才行 两人来到一家 名叫百周燕的专供粥类的饭店 点了几个店内的特色粥 两人就又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 喝完了粥 杨晨宝并没有第一时间 就把张晨薇给送回家去 而是刚刚走进百周燕的时候 他就看见 就在百周燕旁边就有一家驾校 此时还在营业 一想起自己每天早上出门 看到那辆路虎 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他就打算要早点去驾校报名 争取早点拿到驾照 带着张晨薇走进这家驾校 此时只还有一个工作人员 在收拾东西 看来是准备下班 杨晨宝按道 自己来的还比较巧 对这名工作人员说道 你好 我来报名学车 工作人员也没想到 这么晚了 居然还会有人来报名 他看了杨晨宝一眼 说道 有身体的健康证明吗 没有的话 先去医院做体检 拿到健康证明后 再来报名 现在驾驶员越来越多 学成的人也越来越多 驾驶员的身体健康状况 成为驾校最关心的问题 至少有些疾病 是会影响驾驶员开车时的判断的 驾校就绝对不会招收 杨晨宝来得这么急 倒也没有去医院做过体检 可这工作人员看起来 立马就要下班了 自己现在去做体检的话 回来后 他们肯定关门了 可明天自己也没时间来报名 他便说道 哎 哥们 我现在就去医院做体检 你在这里等一等我行不行 明天来报名也可以啊 干嘛非要急在今天 工作人员确实已经准备收拾东西下班了 当然不希望因为杨晨宝 而担得自己下班的时间 何况杨晨宝报名后缴纳的费用 他又得不到 所以他根本就不重视 明天没时间了 帮帮忙 杨晨宝请求工作人员到 工作人员一听杨晨宝说 没时间 立刻就无语道 没时间 没时间 你还来学什么车啊 学车这么累 又这么浪费时间 小兄弟 我看你还是等有时间以后 再来报名学车吧 不是有一对一的不限时间 不限地点的陪加吗 我报名参加这种 就没问题了 一对一指导很贵的 没关系 我有钱 那行 你快去快回 我在这里等你吧 平常一个报名的学员 他一个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 自然没有分红 可一对一陪加的费用 却比普通模式 要贵出超过一倍的价钱 正因为价钱很高 所以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 可以拿到不菲的分红 反正医院距离这里也不远 等上十几分钟 最多半个小时 就可以分到好几百块钱的分红 工作人员自然不会拒绝 二十分钟后 杨成宝气宇轩昂地 拿着自己的健康证明 重新回到驾校来 他倒不是神气 自己终于可以报名了 而是神气自己的身体 一点问题都没有 虽然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十分有自信 可看到体检表上 每个项目后面的健康二字 杨成宝的心理 还是更为的高兴起来 有了健康证明 就可以报名学车 而工作人员也十分手信地 在报名处等待着杨成宝 缴纳了六千多块杨成宝 报名了一对一的陪价训练 他是属于并没有多少时间学车人 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课 而礼拜六礼拜天 也要抽出时间去陪张晴威 所以他干脆就报名一对一的陪价 就算自己的时间不会变多 可至少自己不用排队上车 有时间去练习的时候 就直接给教练打一个电话过去 让他来接自己 想练多久就练多久 反正驾校承诺 一直会交到把驾照拿到手的那一天 离开报名处 时间已经不早了 杨成宝就送张晴威回家 期间张晴威一直没有询问过什么 毕竟现在年轻人学车拿驾照 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张晴威虽然没说 杨成宝虽然也不知道 可张晴威其实早就有了驾照了 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各自的教练 可以教导学生开车拿驾照 而在大学里学车拿驾照 是可以加学分的 张晴威大学期间 过得并没有杨成宝那么苦 他就报名学了车 连驾照都已经拿到手一年多了 他之所以不说 只是不想打击杨成宝 毕竟他知道 杨成宝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他任何方面都希望比女人 至少比自己要好 这样他才会有成就感 如果他某一方面不及自己 哪怕只是暂时性的不及自己 他都会觉得挫折 有失败感 作为杨成宝的女朋友 张晴威只会为杨成宝加油打气 肯定不会故意让他觉得 有失败感 有挫折感 回到家后 姐姐早已经睡下了 杨成宝害怕吵醒姐姐 也没有开电视 洗了一个澡 便早早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只是不见了 这几日 姐姐一直待在家里很少出门 每天早上都会很早起来 给自己做早饭吃 自己离开后 他要不看电视 要不就会选择睡一个回笼觉 虽然白天也会出门去逛会儿街 可现在这么早 他能去哪 杨成若已经这么大了 杨成宝倒不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可他还是想知道 姐姐这么早去了哪里 便给他打去一个电话 等到电话接通后 他心急地说道 姐 你在哪啊 怎么没在家里 小弟 昨天你回来的晚 我就忘了告诉你了 我在小区附近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找到了一份登记员的工作 今天正式上班 所以 早上起来给你做好早餐后 我就出门了 你别担心 我没出事 原来是杨成若 一直没有忘记自己 要出去找一份新工作来做 以前杨成宝告诉他 会替他找一份工作 可久而久之 杨成宝还是宁愿让姐姐待在家里玩耍 也不希望他出去劳累 所以就一直没有拜托过周伟毅 或者马大炮 替姐姐找工作 这不 杨成若还以为是杨成宝 给他找工作无门 他这才趁这几天出去找的一份新工作 薪水虽然不高 还没有当初在贸易公司之时的薪水一半高 可对于杨成若来说 他也已经知足了 听到姐姐原来是找了一份新工作 出去上班去了 杨成宝也就不再担心了 草草吃完早饭 来到楼下看见那辆路虎之时 他在心里对路虎说道 嘿嘿 你给老子等着吧 再过一段时间 老子就能开你了 别想收了钱 还不替老子办事 想都别想 迎来了新一个月的月考 杨成宝这次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第一课考的虽然还是宇文 可他这一次被抽到别的班去兼考宇文 并不是在自己班上 他被抽到的去C班兼考的科目是数学 和一个老太太数学老师一起 考宇文的时候 杨成宝报的依旧是得过且过的心态去兼考的 对于作弊这种事 只要做的不是太明显 他多半都不会介意 毕竟这只是一次月考 月考代表不了什么 就算有人能够依靠作弊 拿到全年级第一又怎么样 有种在高考场上依靠作弊拿到第一才是本事 所以考试前 他给学生讲了这些道理后 对于作弊管的倒不是太严 宇文考完后 经过半个小时的休息 接下来考的便是数学 杨成宝和老太太数学老师 抱着卷子来到C班 照规矩来说 他是该班的班主任 原本是应该坐在讲台上的椅子上兼考的 可考虑到这位数学老师已经有50高龄 最后杨成宝就和他调换了位置 他来到后面讲台下的小板凳坐 而数学老师则来到讲台上的椅子坐 数学课兼考的还比较顺利 虽然C班有些成绩差的学生 也想过要作弊 可以想到自己的班主任在后面 自己的班主任虽然很和蔼可亲 就算自己作弊被他发现了 他也不会太责怪自己 可自己还是给他一个面子 别作弊吧 所以整个考试下来 杨成宝倒没有发现 任何人有作弊的嫌疑 上午两个科目的考试结束 杨成宝又和张晴威 张默 郭元明一起来到食堂吃饭 中午练习功夫 加上短暂的休息后 下午的监考路程又继续开始了 再接下来是英语 杨成宝很幸运的 又被抽到和朱真廷一起监考 对此张晴威还有些吃醋 最后经过杨成宝的再三保证后 张晴威终于肯相信 两人在一起监考 也不会发生什么事 走进他应该监考的班级上去 监考去了 其实这也是嘛 一起监考能发生什么事 就算在导国的动作大片上 也从来没演过两个监考老师 当着全班学生的面 做过些什么呀 何况这里又不是导国 张晴威多虑了 英语作为华夏史上 最难的一个科目 其在学生心目中的恐怖程度 丝毫都不比数学低多少 很多学生一来到英语的考试场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试卷上 写好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先睡一觉 等临近考试结束前的几分钟 再爬起来随便写一些ABCD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蒙个几十分 运气差的话 只怕拿到的分数 还对不起他写名字 在选择题上写ABCD所消耗的墨水 小宝 你真的不知道任何的修炼方法 兼考英语之时 朱真廷来到杨晨宝身边 小声对他说道 其实以朱真廷的实力来说 他要是想赚钱的话 凭借他的异能者 绝对可以成为一方的富翁 而他之所以选择来学校成为英语老师 完全只是出于打发时间罢了 他比杨晨宝都还要 更不介意这些学生会不会作弊 对他来说 如何提高自己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杨晨宝摇摇头 也轻声地说道 朱老师 我敢发誓 我真的不知道任何的修炼方法 毕竟这里是在考场上 考生们都静悄悄地答题 或者睡觉 若杨晨宝和朱真廷 却在这里高谈扩论异能的事情 只怕全班学生 都会把他们当成神经病对待 那你 你的实力 真是太匪所思了 就算吴杰超那么高的实力 也是他刻苦修炼上去的 而你却不修炼实力 也可以长得快 你真的是太变 太了 朱真廷不是在骂杨晨宝 而是真的觉得 他的这种实力提升方法十分变 太 用不着修炼 也用不着背上骂名 去吞噬其他异能者的实力 就可以提升实力 还提升得如此之快 朱真廷只能用遍 太来形容 虽然不知道朱真廷的故事 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急于提高自己的实力 可杨晨宝还是对他说道 这样吧朱老师 如果下一次碰见吴杰超 我一定会请他 教我如何修炼 到时候 我再教给你怎么样 只不过 其实我跟吴杰超真的不是很熟 所以我也不敢担保他 会不会交给我 不过我保证 只要我知道任何修炼的途径 我都一定会告诉你如何 真的 朱真廷两眼放光地说道 他觉得 就算杨晨宝有他自己的一套修炼的方法 只是不肯告诉自己 可若是自己能得到吴杰超的修炼方法 绝不会比杨晨宝的修炼方法差 其实杨晨宝不知道的是 吴杰超在异能者 真的算是一个传说 一个实实在在的传说 吴杰超今年不过三十余岁 他的实力 却已经攀升到异能界的最顶尖 整个异能界能与他匹敌的人 绝对不超过一支篮球队 甚至那些实力 跟他不相上下的人的年纪 早已经是七老八十了 最年轻 最天才的 也有五十余岁 他们的实力 都是经过刻苦的修炼 岁月的累积才造成的 而吴杰超 不过三十余岁 就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他的修炼方法 必定独特的很 必定是前无古人 后也不一定有来者的方式 在朱真廷眼里 若是能知道吴杰超的修炼方法 自己的实力 绝对可以有致的变化 就算不能短时间内 到达吴杰超那种恐怖地步 也绝对不会差 至少可以 躋身进入异能界 异能高手的境界才对 当然是真的 其实 不管是以前并不知道 朱真廷曾想杀自己 还是现在杨成宝已经知道 朱真廷曾几次想杀自己 吞噬自己的实力 杨成宝都一直把朱真廷当成朋友 朋友有需求 他当然会竭尽全力去帮忙 何况 实际上杨成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自从想到想保护山寨鸡 永远拥有山寨鸡 需要实力与势力的结合后 杨成宝就不单单 只重视自己的实力 他需要发展一片属于自己的实力 就跟吴杰超的弟弟大世界 自己也要发展起来 一个属于自己的天上人间 不管是天上人间 还是弟弟大世界 总之是一种异能者组织的称呼 而眼下只有杨成宝一人 所以他需要结识更多的异能者朋友 而眼前的朱真廷 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朱真廷的实力并不弱 在杨成宝的眼里 已经很强了 若是能把他拉拢到 自己将来的异能势力里来 他绝对会成为自己的一大臂力 哪怕杨成宝不把朱真廷当成朋友 而单单只有这一个目的 他就会去帮助朱真廷 更何况 他一直都把朱真廷这位大美女 当成朋友 他就更没有不帮助他的道理 有了杨成宝的承诺 朱真廷高兴地回到讲台上去 兼考去了 连兼考的时候 也比先前格外的卖力 不停提醒考生们 要注意细节 不要在不该丢分的题上丢分 英语课考试结束后 也就代表一天的考试都结束了 孟家女校的惯例 就是月考当天不上晚自习 所有学生都可以自行选择 在寝室休息 或者在操场去散步 而杨成宝今天也可以早点离开 带张晴薇出去玩乐一番 早上虽然得知自己的姐姐 有了一份新工作 而且新工作的地点 就离自己的小区不远 可因为出门的急 中午又没有回家吃饭 杨成宝还从未去过 姐姐上班的地方 四点多钟放学后 杨成宝便给姐姐打去一个电话 知道他上班的准确位置后 杨成宝便带着张晴薇 朝房屋中介公司兴趣 杨成宝工作所在的 房屋中介公司并不大 而且连门面租的 都是小型的那种 壳里面却摆放了许多台电脑 玻璃门上满眼 满了各式各样的房屋信息 自从杨成宝和张晴薇 正式谈起恋爱来后 这杨成宝还是第一次见张晴薇 一见到张晴薇到来 他开心得不得了 管都不管杨成宝了 把张晴薇拉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聊起天来 此时 一个挂着经理牌子的 三十出头的男人 一直盯着杨成若和张晴薇二人 但他却并不是用 单纯的欣赏美女的眼神去看 他脑海里的真实想法 杨成宝更是不知道 可光从他脸上的那种不满表情 杨成宝立刻猜到 他是不满杨成若在工作时间 和非客户聊天 更猜到 他对自己的姐姐和张晴薇 绝对没安好心 杨成宝竟直来到经理身边 挡住他的视线 对他故意笑了一下 说道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 对 你是 经理并未看见 杨成宝是和张晴薇一同进来的 此时他还以为杨成宝是来选房的客人 立马笑着说道 请问 你是来找房子的 还是有房子 需要我们帮你找买家的呢 杨成宝摆摆摆手 说道 不是 我跟你搭话 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这里的负责人 现在知道你是了 我们进行下一个话题 开个价吧 你这家小公司我买了 啊 什么 为什么 经理奇怪地看着杨成宝 他还从未遇上过这么奇怪的人 一进门 居然就扬言要买下这里 最要紧的是 这家房屋中介公司又不是很赚钱 他买去干嘛 杨成宝靠近经理 右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左手指了指杨成若 张晴薇二女 说道 原因很简单 你正在看那两个女人 一个是我姐姐 另外一个是我女朋友 我不喜欢你看她们的眼神 但你又是我老姐的上司 我也不能说你什么 所以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我应该买下这间公司 然后开除你 这样就是对我老姐最好的了 他的语气十分温和 就像是在跟经理商量一件 对经理很有好处的事一般 而且在外人看来 杨成宝绝对是在对经理聊些开心的事 谁会猜得到 他居然在策划买下这间公司 还要再把经理给开除掉呢 你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间店 我是不会卖的 经理毫不客气地说道 因为他确实被杨成宝 戳中了他心里在想的事 经理确实不满杨成若上班时间 跟私人朋友聊天 不过他也在心中想 若是那两个美女能陪自己一晚 倒也无妨 要是他们肯同事嫁给自己 以后别说是聊天 就算是搞百合 自己也不介意啊 看似夸张的心理活动 可发生在男人身上 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其实 就算经理不用色迷迷的眼镜 看着杨成若 张情威二女 杨成宝也早就有了 要买下房中中介公司的念头 而且是早就萌生了 早在早上 杨成宝听姐姐说他有了新工作 杨成宝就计划 如果有这个实力的话 自己一定要买下姐姐上班的地方 以免他以前的悲剧再次发生 只有自己当姐姐的老板 成为他的直系上司 他才不会被别人欺负 否则 不管姐姐做的是什么事工作 哪怕只是 去饭店当一个服务员 杨成宝也不放心啊 经理说他不肯卖 可杨成宝却不这么认为 他笑了一下 说道 不会的 你考虑一下价格吧 礼拜天再给我答复 说完 他便笑着 朝二女所在的方向去了 也根本没有说任何的原因 任何的理由 我说不卖就是不卖 经理高吼道 整间店面内的人 全都看着经理 他们都很奇怪 发生了什么事 其中不乏有来看房子的顾客 而经理也是一个 懂得人情事故的人 他知道自己这一吼 让很多顾客的心里都不满意 更是令房产中介公司 在他们心目中的地方都下降了 他赶忙道歉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说话大声了点 你们请继续 继续 说完 他还瞪了杨成宝和杨成若一眼 来到二女身边 细心的杨成若自然知道 经理是因为杨成宝才大吼起来 他故意板着脸对杨成宝说道 小弟 你不是这么讨厌姐姐吧 你来这里就惹伤了我们的经理 你想我以后在这里受欺负啊 杨成宝当然知道自己的姐姐在开玩笑 他实际上是在询问自己 为何跟经理发生冲突 连张晴威都张大两只大眼睛看着自己 似乎也很想知道答案 杨成宝风轻云淡地说道 不会的 你以后在这里绝对不会受欺负的 只说了这些 并没有说他跟经理起冲突的原因 毕竟现在有些事情 杨成宝还不敢让张晴威知道 虽然经理十分不满意 可杨成宝和张晴威 还是一直在店里逗留下来 直到杨成若下班 三人这才结伴行出去吃晚饭 晚饭过后 三人又一起去河边小逛了一会儿 最后杨成宝便送张晴威回家 又和杨成若一起回了家 新的一天 对于学生们来说 紧张的一天结束后 迎来了所有老师最期待的项目 便是领工资 杨成宝还是和上个月一样 并不一放学 就立即冲去财务室领钱 而是逗留了近半个小时 等所有老师都把工资领到手 财务室已经不用再排起长龙领钱后 杨成宝这才向财务室行去 同行的自然还有张晴威 朱真廷 张默 郭元明四人 他们跟在杨成宝的身边久了 看来也学聪明了 领完这个月的工资 杨成宝因为被提升了30%的薪水 再已经4000的工资领先 而郭章二人 虽是体育老师 相比起室内老师来 工资稍微较少 可他们也被提升了30%的薪水 所以分别居第二和第三 朱真廷是英语老师 还是一个很有本事的英语老师 他也拿了3000多块 排名第四 倒是可怜的张晴威 这个月因为既没有代课 也没有加班 更没有出席什么活动 出个拆啥的 所以没有补贴 只有2000多块钱 每到领工资的这一天 自然就是所有老师都最开心的一天 每到这个时刻 他们都会商量 要去哪玩 或者去哪里购物 刚刚领完工资的五人也不例外 最喜欢完的张默立即说道 咱们现在也算是身怀巨款了 搁几个结几个 准备去哪玩 郭元明和朱真廷都思考起来 而杨成宝却说道 三人都猜得到两人是一对 可他们也从未向三人公布过 他们已经成为情侣 张默说道 哎 别不去啊 多扫兴啊 他们三人都有这么高涨的情绪 若是杨成宝和张晴威二人不去 也真的是挺扫兴的 可杨成宝早就约好了 张晴威的二姨一起吃饭 还要叫上自己的姐姐 关于自己的终身大事 杨成宝马糊不得 他说道 这样吧 吃饭我不跟你们一起去 吃完饭后的活动 我和晴威绝对参加怎么样 你和威姐 你们俩到底要去哪啊 优惠 干嘛不带我啊 张默欠揍地说道 他都明明说了是优惠了 又怎么会带他去呢 不是 张晴威略微脸红地说道 可接下来 他却说了一句 令他更加脸红的话 他说道 我们早就约好了 我二姨和小宝的姐姐一起吃饭 真的去不了啊 哦 原来你们 张默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二人早就已经在一起了 今天双方的亲属都要见面了 何等的大事啊 他当然不能反对 他说道 行 你们去见双方的家长吧 吃完饭给我们打电话 到时候 我们在一起出去耍耍 杨晨宝点头表示同意 张晴威也并没有拒绝 反正一个饭也吃不了多久 顶多个把钟头 要是吃完饭就回家的话 得多无聊啊 走出校门口后 五人就分成两组分道扬镳了 杨晨宝和张晴威二人 是站在原地等二姨 收拾完东西下班 而三人则自然是去寻找 好吃的东西去了 等张晴威的二姨 收拾完东西出来后 三人就一起去向杨晨若 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 昨天晚上 杨晨宝就跟姐姐提过 今天吃饭的事 所以杨晨若下班后 早早就等了起来 一看见杨晨宝和张晴威露面 他立即高兴地跑过去道 你们终于来了呀 随后他将目光 看向张晴威的二姨 说道 您就是晴威的二姨吧 你好 我是小宝的姐姐 我叫杨晨若 嗯 你叫杨晨若 你跟小宝是亲姐弟 王二姨问道 对 亲姐弟 我比小宝大一岁 杨晨若笑着说道 虽然两人在今天这个饭局上 出于相等的身份 都是双方是亲戚家属 可不管怎么说 人家王二姨是二姨 是长辈 杨晨若当然要尊敬 他一些才行 呀 小宝不是独生子女啊 那以后你们生孩子 岂不是只能生一个了 王二姨也不知道 是在开玩笑 还是真的介意这个问题 总之把张晴威说得挺脸红的 不过看他脸上的笑容嘛 应该是以开玩笑居多 现在国家已经不再说什么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了 只要男女方都是独生子女 结婚后便可以生两个 而不是强制性的 只能生一个 所以也有越来越多 八十后的下一代 是两个孩子并非一个 嗯 这个嘛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杨晨若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还好 只好抢笑待过 见到姐姐杨晨若之时 已经是六点多钟了 现在虽然是夏天 可这个时间点吃饭 在一年四季中的任何一个季节都不会走 也自然不会晚 杨晨若便带着三人到了上官市的一家 还算挺有名的酒店用餐 四个人的这个顿饭 吃得也还算愉快 众人都有所有笑的 特别是王二姨得知 杨晨若现在还单身后 还开玩笑说给他介绍一个男朋友 为了讨王二姨的欢心 杨晨若自然也没有拒绝 反正他现在也已经到了该家人的年纪了 若是能找到一个 令他可以忘记李国正的男人 就穷一点 嫁了也是嫁了 反正杨晨若从来都不是一个依靠男人的女人 当时杨晨宝念书 他必须要依靠李国正 也是迫不得已 刚刚吃完饭 张默立即打来电话通知杨晨宝说 他们在一家KTV定了房间唱歌 也追溯他们赶紧过去参加聚会 杨晨宝便提议道 二姨 老姐 现在还这么早 咱们出去唱会儿歌吧 我学校的同事在水星歌城定了房间 就等我们几个过去呢 杨晨若是年轻人 饭后去酒吧喝点酒 或者去KTV唱会儿自然不会拒绝 可王二姨却上了年纪 不喜欢这种场合 便拒绝道 你们几个年轻人去玩吧 我还约了我们马友协会的朋友 今天晚上搓几圈呢 就不跟着你们去掺和了 别啊二姨 反正都是学校的老师们 张默 郭元明 朱真廷 你都还应该认识吧 杨晨宝强调道 他担心是王二姨怕生 所以才不肯跟自己一起去唱歌的 认识 认识 都认识 可是我真的跟朋友约了 晚上在一起打麻将 你们去玩吧 下次有机会在一起 王二姨还是不肯去 既然王二姨实在不去 杨晨宝也不抢球 三人先一起 将王二姨送上出租车后 这才又拦下一辆出租车 朝水星歌城行去 身为在整个上官室来说 还算出名的水星歌城 它自然坐落在最繁华 最热闹的中心区域 而中心区域 也是赫赫有名的商业区 任何店面 任何商铺都贵得要命 水星歌城既然敢建在这里 它的奢华程度 也自然不用多说 更值得一提的是 水星歌城坐落的地方 不仅仅是商业区 更是商业区里面的夜店区 跟水星歌城一条街的 餐饮店铺自然也如此 走进水星歌城 来到张默所在的包房 原来在场的不仅仅有 郭章珠三人 更有郭元明的老婆 以及几位美女 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杨晨宝并不认识 为什么单独要重点强调 这个陌生男人 而不是强调 那几个陌生美女呢 答案并不是因为 男人只有一人 而是因为 有再多的陌生美女 杨晨宝都不会介意 可若是哪怕只有 一个陌生男人 杨晨宝都介意得很 年轻人出去玩耍迟到的后果 自然是罚酒 女士可以免出这种惩罚 但身为男士的杨晨宝 是无论如何也免不了的 而且 这里还有许多杨晨宝 并不认识的美女和陌生男人 他更要去走一圈了 幸好 KTV准备的酒杯都不大 只有在饭店喝酒的那种 杯子一半大 就算有八九个人都去喝一杯 杨晨宝也吃得消 临近喝完时 杨晨宝才知道 原来那些个美女 都是张默带来的 别看这小子 日常一副娘娘腔的打扮 可娘娘腔 也有娘娘腔的好处 至少可以结识到很多美女 娘娘腔比上正常男人的好处 就是 更容易和异性成为朋友 成为好朋友 就算是成为闺蜜 也说不定 至于那几个美女的名字吗 杨晨宝倒还不是很记得住 毕竟有张晴威在这里 杨晨宝就算在想结识 这几个妙龄少女 他也不敢在他们身边 多待哪怕一秒 轮到跟张默喝酒 喝完酒后 他对张默问道 默默 那个男人是谁 杨晨宝指着角落里的陌生男人 看起来 他是真不待见这个陌生男人 我也不认识 是朱老师的朋友 好像还有个英文名字叫什么 杰克 杰克斯派洛什么的 张默胡言乱语道 姐你妹啊姐 你当老子没看过加勒比海盗啊 那个男人 你们一起出去吃的饭 杨晨宝虽然不是电影达人 也近乎没有支持过正版电影行业 可有些欧美大片 他也在网络 或者盗版影碟上看过 很不幸 加勒比海盗 便是其中一部 没有 就我 老郭 嫂子 朱老师我们四个人去吃了饭 那个男人是吃完饭以后 莫名其妙出现在朱老师身边的 张默看了杨晨宝一眼 最后他也补充道道 不过那个杰克斯派洛 好像跟朱老师也不是很熟悉的 他当当还问我朱老师 有没有男朋友呢 那个陌生男人 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 而是吃完饭 才突然出现在朱真廷身边的 而且看起来跟朱真廷又不是很熟悉 这不合常理啊 虽然以前朱真廷曾几次勾引杨晨宝 看似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 可跟朱真廷结识这么久 杨晨宝也了解他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反之 他还是一个比较传统保守的女人 当初若不是为了吞噬自己的能力 也绝不会主动靠近自己 可他今天却带了一个 跟他并不是很熟悉的男性朋友来 这是为什么 那你的回答呢 其实杨晨宝认为 跟张默聊天 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跟他聊天的愉快程度 仅次于跟自己心仪的女孩子聊天 因为他常常会说出一些 令他哭笑不得 且欲罢不能的话 张默自豪地说道 我的回答 当然是朱老师有男朋友了 啊 朱老师有男朋友 跟朱真廷认识这么久 杨晨宝还真不知道他有男朋友 以前包括这次众人一起出来玩耍 也从未他带过任何的男人来 今天的陌生男子 还是第一个 我也不知道 张默回答道 当杨晨宝 以一副十分疑惑的眼光看着他后 他这才说出实话来 哼 敢在我面前打我身 编的妞的主意 他不是找死吗他 行 你娘 杨晨宝被张默说得无语了 你又不是喜欢人家朱老师 你凭什么管其他的男人 对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跟张默喝完后 下一个就是跟朱真廷喝 再下一个就是跟杰克斯派洛喝了 杨晨宝倒满一杯啤酒 走到朱真廷身边 对他问道 朱老师 这是你的朋友 他询问的 自然是那个男人 朱真廷点点头 说道 对 他是半赏后 他居然伸长脖子 去问那个男人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忘了 杨晨宝彻底被他和张默 两人打败了 完全是神经病中的神经病吗 男人回答道 我叫孔义 你们也可以叫我杰克 原来是杰克 而不是杰克斯派洛 杨晨宝首先跟他喝完了酒 也自我介绍完毕后 他拉着朱真廷来到一旁 也不管张晴薇此时的眼神是如何 对他小声问道 廷啊 这男的到底是谁啊 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怎么会带一个不熟悉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 他倒不是对朱真廷 带陌生男人来不满 而是真的很奇怪 凭他的风格来说 他是不可能邀请一个 并不熟悉的朋友 来参加他和朋友之间的聚会的 不是说了吗 他叫孙毅 英文名字是杰克 朱真廷还在撒谎 可最后看见杨晨宝 越来越不信任的眼神后 他只好坦白道 好吧 我告诉你 他是异能者 你知道我 为什么要带他来了吧 哦 原来是同行啊 杨晨宝终于了解了这个情况了 异能者在人类中的数量 少之又少 好不容易结识一个异能者 更是比老乡见老乡 要觉得更为的亲切 就像当初杨晨宝在银行认识和兵一样 他不也一样 立刻就把和兵当成了朋友吗 起先 他是真的以为朱真廷 把这个新认识的孙毅当成朋友 可数秒后 他却惊讶地说道 难道你 杨晨宝现在才恍然大悟 朱真廷不仅是一个很厉害的异能者 他更是身怀邪恶异能吞噬 他带来一个并不熟悉的异能者的目的 可能不是把他当成朋友 而是想吞噬掉他的异能 甚至是杀掉他 吞噬异能 之所以被称为邪恶异能的原因 就在于 要吞噬掉一个异能者的全部实力 就必须得吞噬掉他致死 这也是为什么 吴杰超当日一看见朱真廷 就想杀掉他的缘故 没错 那个人的实力不差 战斗力比你都高 如果我能吞噬掉他的异能 我的实力肯定会突飞猛掌的 朱真廷此时丝毫不对杨晨宝隐瞒 他就是要吞噬掉孙毅的异能 何况 只要他想 就算杨晨宝知道了 他也阻止不了 杨晨宝已经把朱真廷当成朋友了 可正因为是朋友 他才不想朱真廷再犯罪 哪怕异能者的某些犯罪 在异能者的世界来说 根本算不上犯罪 可他同样希望朱真廷可以变好 变得不再依靠吞杀异能者 来提高自身的实力 他紧张地说道 停啊 咱能不杀人 我不是答应你 只要见到吴杰超 一定会向他请教修炼方法 然后再来教给你们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杨晨宝都觉得自己的背心有点貌汗 现在他才意识到 自己可是 一直在跟一个杀人犯说话 如果普通人的法律 也能管制异能者的话 那朱真廷绝对是杀人犯 小宝 连你自己都说 要见到吴杰超以后 才会跟他学习修炼的方法 而且 你也不能保证 吴杰超百分百会把他的修炼方法交给你啊 朱真廷对实力的渴望 从来就没有削减过 此时有一个如此好的目标 就在他的身边 让他如此的唾手可得 他绝不会放弃 何况孙艺也不是什么好人 今天第一天认识我 就想打我的坏主意 他的实力又怎么强 不知道坑害过多少女人 我吞噬掉他的能力 杀掉他 完全是在为民除害 你别阻止我 赵朱真廷这么说来 他还真的不是在做坏事 而是在做一件好事 那个叫孙艺的男人杨晨宝 第一眼见到他也不是很顺眼 加上他今天刚刚认识朱真廷 就跟他一起来歌成唱歌 目光还不停地徘徊 在张末所带来的几个美女身上 在杨晨宝三人到场后 他的目光更是更多地 停留在张晴薇和杨晨若身上 杨晨宝也对他十分不满 可若因为这几个原因 就宣判他死刑的话 杨晨宝还是做不到 就算不让他亲自动手 仅让他袖手旁观 他都做不到 朱老师 不管说什么 我今天也不会让你杀他 杨晨宝强硬起来 他的实力虽然急不上朱真廷 可他也有胆量跟他拼上一拼 何况他相信 朱真廷并不会伤害自己 如果自己非要阻拦他杀孙义的话 他应该最终还是会向自己妥协的 你 你信不信你惹火了我 我连你一起杀掉 朱真廷威胁起杨晨宝来 反正这种想法 他也不是第一次有了 说出来 确实也能震得住旁人 震得住旁人 也仅仅震得住旁人 杨晨宝深信 朱真廷不会杀掉自己 因为他若是在见过吴杰超之后 还想杀自己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 他依旧有很多机会 杀掉自己 随便你怎么说 我今天绝不允许你杀他 杨晨宝说完 便禁止来到孙义身边 现在保住孙义命的唯一方法 就是让他速速离去 他留在朱真廷身边 每多一分钟 他就多危险一份 杨晨宝直接拉起孙义 对他说道 请你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 为 为什么 孙义奇怪起来 为什么一开始 对自己态度还算好的眼前人 跟朱真廷交流后 对自己的态度变得这么差 难道他就是娘娘腔口中的 朱真廷男友 那后来的两个美女 又是他什么人呢 因为在这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而你 谁的朋友也不是 请离开吧 杨晨宝巴不得孙义 被自己气急了 早点离开 孙义 走吧 我跟你一起走 朱真廷来到孙义身边 也让他走 可他的真实想法 杨晨宝起会看不穿 今天孙义会出现在这里 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朱真廷 说得更直白一点 就是为了跟朱真廷上床 而刚刚朱真廷让孙义离开的时候 用上了魅惑异能 让孙义觉得 朱真廷跟自己一起离开后 自己绝对有戏 他便不再生杨晨宝的气了 心里可是有一丝丝的窃喜 因为他认为 杨晨宝就是朱真廷的男朋友 而朱真廷因为跟他赌气来 故意勾引自己 跟自己上床 孙义不再废话 向包房外面走去 而朱真廷也跟着他 一起往外面行去 杨晨宝当然不敢让两人一起 离开自己的视线 他赶忙拉住朱真廷 对他说道 你别走 让他自己一个人走 就在这时 孙义突然一掌打来 朱真廷说的一点也不错 孙义的实力 确实比杨晨宝要高 一掌打来 令杨晨宝房都防不下来 他被一掌打退几步 摔倒在地上 随后孙义喝道 小子 你别太过分 他先前 就对杨晨宝有气 此时见杨晨宝又阻止 自己跟朱真廷一起离开 心里更是气不过了 别管他 我们走吧 朱真廷看了杨晨宝一眼 发现他并未受什么伤 就不再去管他了 和孙义一起快速地走出包房外 生怕杨晨宝再来阻止 杨晨宝被推到的一幕 着实让众人震惊了 特别是朱真廷的视而不见 更是让他们疑惑起来 先前还好好的两人 怎么就突然吵起了架来 杨晨宝摔得与郭元明最近 郭元明的反应也快 他一下子将杨晨宝给扶了起来 问道 小宝 怎么回事啊 那个小白脸居然给推你 是啊小宝 要不帮你去揍他一顿 张默也凑上前来 同仇敌开道 一夜晴在等着他 也不看待他自己的长相 杨晨宝被推倒地 最气愤地莫过于张晴威 和杨晨若二人 两女同时来到杨晨宝身边 小心地询问起他受伤没有 杨晨宝说道 我没事 你们继续玩 我去把朱老师带回来 还是那句话 就算明知道打不过朱真廷 他也一定要阻止他 朱真廷去吞噬孙义的实力 可不仅仅是提到他自身的实力 他也杀了一个人 以前不认识朱真廷之前 跟朱真廷不是朋友以前 他杀没杀过人杨晨宝不介意 可现在他跟杨晨宝是朋友 他就非管不可才行 说完 杨晨宝也不顾众人的阻拦 快速往包房门外跑去 一边跑 他脑海里也联系起了山寨机 如果说 有什么可以使自己 跟朱真廷有得一拼的话 只有召唤人物附身才行 人物附身是根据杨晨宝的实力 来提升实力的 也就是说 他以前召唤人物后的攻击力若是一 他现在召唤人物前来附身的实力 杨晨宝现在仅剩下几点能量值 所以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朱真廷并且找到他 一路上他都可以说是在狂奔 来到门口 四下张望 却并未发现朱真廷和孙毅的身影 照理来说 自己这么快追出来 就算他们是开车离开的 自己也至少能见到他们的背影一眼 杨晨宝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 对门口的保安问道 请问 你刚刚有没有看见一男一女离开 应该就在十几秒钟以前 杨晨宝最多最多 是在拒朱真廷和孙毅离开后的 十秒钟内追出来的 就算两人的实力都比自己高 速度都比自己快 这么短的距离 也应该相差不了几秒 我们这的生意这么好 随时都有男男女女出出 保安显得很事无语 这种问题 确实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 不过当他看见杨晨宝不善的眼神后 他如实说道 不过 这一两分钟内 只有人进去玩 我没看见有人离开 什么 没人离开 如果他们没有离开 他们会去哪里呢 杨晨宝连谢谢都懒得说 又朝里面跑去 孙毅的目的是跟朱真廷上床 上床的目的自然就是打炮 朱真廷自然知道 孙毅这个目的 要吞噬孙毅的能力 他就必须得先想办法 让孙毅相信自己肯 跟他那个才行 如果他们没有离开 而孙毅和朱真廷 又是去打炮的话 对了 那个地方 杨晨宝的见识算不上很广 可不管在电影里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娱乐场所里到厕所去打炮的情侣 甄嬛的不算少 果然 来到厕所门口外 杨晨宝看见南厕所门口 放着一块表示为正在清洁的牌子 牌子上写着什么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了这块牌子 就不会有人再进厕所去打扰他们了 除了杨晨宝 杨晨宝本来的实力 想踢坏一扇门 就已经是轻而易举了 何况他现在还召唤了李小龙来附身 只见他一个侧踢 将南厕所的门踢开 跑进去寻找起朱真廷和孙毅的身影来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厕所里面居然还有另外一人 一个保洁员打扮的阿姨正在拖地 他很不满地说道 你干嘛呀 砸场子 人呐 杨晨宝看了保洁阿姨一眼 再一看 蹲侧的大门都是开场着的 里面没有人 这就代表厕所里面只有保洁阿姨一个人 朱真廷和孙毅不在这里 不好意思 走错房间了 杨晨宝快速地退了出去 他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在南厕所里 何况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难道等老板找上门来赔钱啊 刚走出门外 杨晨宝却发现 女厕所门外 有一个女孩很心急地转动着门把手 可不论他转了多久 门把手都一动不动 而且女孩还很不满地说道 里面的人在干嘛呀 为什么要把门反锁了 难道他们在女厕所 杨晨宝在心中想到 为了救孙毅的命 杨晨宝不得不故意骗走了女孩 随即再次一个侧踢将大门踢破 跑进去一看 朱真廷和孙毅二人果然在里面 不过 很显然杨晨宝晚了一步了 杨晨宝走进去 看见的第一幕 就是朱真廷的嘴 离开了孙毅的脖子 而他的嘴角有血 孙毅的脖子上也有血 朱真廷刚刚把他放开 孙毅便立即瘫倒在地上 你 杨晨宝气得说不出话来 想不到自己费了这么大功夫 还耗费了两点能量值 可最后 最后还是晚来了一步 孙毅还是死了 没等杨晨宝发难 朱真廷更是不满起来 他横了杨晨宝一眼 说道 我什么我 真不知道 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 我从来没有朋友 可我居然把你 当成了朋友 你放心吧 他没死 你说什么 他没死 杨晨宝看着满嘴是血的朱真廷 显得有点不肯相信 很明显 朱真廷犹如吸血鬼一般 吸了孙毅的血 孙毅倒在地上 看起来那么惨 怎么可能没死呢 我只得到了一半的实力 刚好把他的异能吞噬掉了 却留下了他一条命 朱真廷显得有些不满 也显得有点窃喜 因为他说出原由后 杨晨宝脸上的敌意 明显减轻了 而现在朱真廷最害怕 最害怕的 就是跟杨晨宝成为敌人 他也完完全全是因为杨晨宝 才甘愿只吞噬一半的实力 却留下孙毅的命 他真的没死 杨晨宝走上前去 蹲在孙毅面前 左右开弓 扇了孙毅几个耳光 孙毅终于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地说道 这里是哪 孙毅真的没死 杨晨宝感动地看了朱真廷一眼 对孙毅说道 兄台 这里是女厕所 你走进女厕所来调戏我朋友 我把你打晕了 看见你没死真好 不用坐牢了 杨晨宝是真的被朱真廷感动了 朱真廷有多渴望实力 他不是不知道 可反正是吞噬 他只要连孙毅的命 一起吞噬掉它 就可以获得超出一倍的实力 他却因为自己一句话没有做 留了孙毅一命 看来自己错怪了朱真廷了 什么 女厕所 孙毅奋力地站了起来 他似乎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记不得了 站起来看见自己脖子上有血 还十分害怕地询问杨晨宝 这是怎么回事 杨晨宝就说 刚刚他是被自己一棒子打昏的 他受伤出血很正常 怎么回事 杨晨宝也很奇怪 孙毅怎么会对刚刚发生的一幕 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还生怕孙毅醒过来后 会吵着和朱真廷拼命呢 可能是我吞噬他的异能 破坏了他的记忆吧 很有可能 以后关于异能的一切事情 他都记不起了 朱真廷无奈地说道 这样也好 现在孙毅已经是普通人一个 若是他还保留有关于异能的记忆 只怕这倒是一件不好的事 杨晨宝总算是保住了孙毅的命 而他心里也不再气出真廷了 三人一起走出女厕所 可刚走出来 杨晨宝却被几个五大三粗的黑衣大汉给挡住了 宝洁阿姨对其中一个大汉说道 老板就是他 我在 锁里面拖地就是他来踢坏男厕所大门的 女厕所的门也是他踢坏的 杨晨宝哭笑不得 看来自己还是难逃 要为男厕所大门之死负责任 不过他还未来得及说话 一名大汉却走上前来抓住他的衣领 被他喝道 你小子这是要砸我们割城的场子吗 你知道我们这里是谁招的吗 一看他们就有江湖背景 朱真廷刚想出手帮助杨晨宝 可杨晨宝若是想打几名普通人 他早就动手了 何须朱真廷出手 他一手拦下朱真廷 另外一手往下一压 大汉立即吃疼不得不放开他 杨晨宝说道 你们这里是谁招的我不管 可能不能先让我打一个电话 众人一看杨晨宝这副雕样 立即按道莫非他是有背景的人 再想 如果他没背景的话 只怕也不会没事 来替咱们割城的厕所大门 众位大汉便不说话 等待杨晨宝看他给谁打电话 杨晨宝掏出手机 来拨出一个电话号码 短话接通后 他说道 周大哥 我在水星割城 不小心踢坏了他们的厕所大门 你看看 有没有熟人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我可不想赔钱 倒不是他杨晨宝赔不起钱 而是他懒得在这里浪费时间 自己刚刚离开包房 搞得众人都莫名其妙的 万一他们此时担心自己 更是也出来找寻自己了这么办 周伟一并没有说 他在水星割城有没有熟人 而是直接让杨晨宝 把手机交给对方在场的 说话最算数的人 半分钟过后 接电话那人 用双手把手机还给杨晨宝 还十分尊敬地说道 小宝哥 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您的身份呢 何必去麻烦一个呢 对吧 哈哈 他笑得有些尴尬 也没有理他 他便把气洒到宝洁阿姨身上 你是怎么回事 这两扇门明明是因为 年九世修才坏掉的 怎么可能是小宝哥替坏的呢 算了 杨晨宝看不惯这大汉 去欺负一个宝洁阿姨 便阻止他 就在他打算离去之时 大汉又羡慕似的说道 小宝哥 您在哪个房间 您告诉我 一会儿我派人给您送东西过去 杨晨宝 知道他说的东西 无非是什么啤酒啊 果盘 小吃之类的食物 他并不想领这个情 便说道 不用了 我们点的东西足够多了 以他跟周伟一的交情 他也用不着领大汉的这个情 大汉在歌城连老板都算不上 他根本不配 杨晨宝和朱真廷 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包房去 毕竟他们不可能再把孙毅给带回去 否则只怕他会被张默 和郭元明二人狠揍一顿 两人来到外面 替孙毅打了一个车后 这才回到包房 至于众人的连番追问 杨晨宝和朱真廷早已统一起来 无外乎就是朱真廷交友不慎 那个孙毅是坏人 他们俩刚刚的那一幕 只是想办法逼走孙毅罢了 现在整个包房内 只有杨晨宝 张默 郭元明三个男人 这正是杨晨宝要的效果 没有其他的陌生男人 看起来也要顺眼得多 哎 KTV吗 不可能只和酒聊天把妹 唱歌也是必然的 杨晨宝跑去为张晴威 点了一首刘若英的歌后 也为自己点了一首周润发的歌 不错 正是周润发的歌 众所周知 周润发是影帝 是发歌 可谁还记得 他曾经也唱过歌的呢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上海滩 但今天 杨晨宝点的并不是上海滩 而是他另外一首十分好听的歌 《非杀风中传》 张晴威唱歌结束后 便轮到杨晨宝唱了 跟杨晨宝认识这么久 除了姐姐杨晨若以外 谁都没有听过杨晨宝唱歌 他们都还期待杨晨宝的歌声 特别是张晴威 每个女人都希望更了解 还要了解 还要更了解自己的男人 张晴威也不例外 何况 若是杨晨宝唱歌好听的话 对他以后也有好处不是 人在风暴中 无奈地打转 其实杨晨宝觉得这首歌 跟他的歌词一样 给人的感觉很是无奈 人生意识一样 有很多事情 自己都不能做主 无奈得很 但这首歌并不是悲伤的歌 他也有上进 努力 拼搏的元素 这也是杨晨宝喜欢这首歌的原因 现在越来越多的歌 已经只讲究好听 只讲究流行 歌词 却是毫无营养 一首再好听的歌 若是歌词无营养的话 特别是歌手也无营养的话 只怕听不了几遍就会烦 可这首 《非杀风中转》 却不一样 杨晨宝从小听到大 直到现在 他依旧喜欢这首歌 杨晨宝虽说从小看了不少港片 可实际上 他的乐语修为可以说是 在场的众人中最差的一个 连他姐姐都不如 唱其他的乐语歌 他也同样吃不消 可唯独这一首 《非杀风中转》 他却拿捏得敲到好处 该无奈是无奈 该激昂是激昂 一点也不做作 特别是最后那一句 黑哟哼黑哟 风吹我吹不断 黑哟哼黑哟 风吹我不打转 更是唱尽了每个人 都应该智男上 不应该遇到困难就退缩 一首歌结束后 整个包房内的人都鼓起掌来 如果说先前 哪一位唱完歌后 全场都鼓掌他们 只是因为给面子而已 那这一次 杨晨宝唱完这首歌后 他们鼓掌 就全都是发自内心 发自肺腑的了 就连那几个小妹妹 或许并没听过这首歌 或许并不知道 这首歌是周润发唱的 他们也忠心地鼓起掌来 因为杨晨宝唱得实在好听 他们听不懂这首歌 可同样让他们 都陷进这首歌的喜怒哀乐中去 陷进人生的无奈与拼搏中去 谢谢 Thank you 下面 有请我老姐为大家一首 她的哪首歌曲 红豆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杨晨宝唱完后 便把话筒交给了自己的姐姐 身为弟弟的杨晨宝 都会唱歌 那身为姐姐的杨晨若 岂能比弟弟差呢 其实杨晨若唱歌 不仅比杨晨宝唱得好 她唱歌的功底 不知道要比杨晨宝高出多少 在场的人都以为杨晨宝唱歌唱得好 其实他们错了 杨晨宝只有这一首歌唱得好 其他的歌 顶多只能算得上勉强跟上节奏 让人不觉得难听 可绝对算不上好 但姐姐杨晨若却不同 从小她就喜欢唱歌 整天哼哼哈哈的 家里一大推磁带 其中有80%以上 都是她用压岁钱买回来的 连乡下家里唯一的 那个可以听歌的复读机 同样是她用压岁钱节约下来买的 还没好好地感受 这首歌是王菲早年的作品 已经面世十几年了 可现在 一样有很多人同样喜欢这首歌 不管是老的 年轻的 哪怕在校园中 一样有人特别热衷于这首歌 杨晨宝不敢说 这首歌从姐姐嘴里唱出来 有缘唱王菲唱得好 可从众人脸上的那股迷流之情 就足以表明 他们也同样陷进了姐姐的歌声中去 并且陷得比刚刚更深 他们都觉得姐姐唱得好听 小宝 你姐姐不去当歌星 真的太可惜了 她唱得好好听 张晴薇同样喜欢这首 《红豆》 以前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她也喜欢点 《红豆》这首歌来唱 可今天她却庆幸自己没有点 因为听完自己唱的 《红豆》 再来听杨晨若唱的 《红豆》 自己唱得完全就一文不值了 当然 你也不看看她是谁 杨晨宝自豪说道 毕竟被人称赞的 可是自己的姐姐 她岂有不自豪的道理 就在《红豆》 拉下帷幕 张默正准备去她的那首 冬天里的一把火 之时 包房大门却被敲了几声 随后打开了 从外面走进来许多服务员 他们手里面都端着不少东西 有啤酒 红酒 果盘 爆米花 各种小吃惊二十几种 拿着话筒的张默震惊问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没点这些东西啊 领头的那名服务员笑着说道 先生 这些东西不是你们点的 是我们老板送给小宝哥的 你得杨诚宝了 不用服务员说 杨诚宝都猜得到 绝对是刚刚那名大汉子 去报告他们老板 自己认识周伟毅 他们老板这才吩咐的手下 给自己送这些东西 看来权力这玩意儿 自己暂时没有 可还真不错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 为了权力而死了 领头的服务员 竟然已经猜出来 谁是杨诚宝 他便走到杨诚宝身边 递给他一张卡 微笑着说道 小宝哥 这是我们老板送给您的钻石VIP卡 以后凭卡在我们这里消费 可以打五折 而且老板还说 您和您的朋友 今天在这里的消费全部免单 当时我们给您的见面礼 既然人家话 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杨诚宝也不好拒绝 便说道 麻烦你 替我给你们老板倒一声谢 就算这些东西我收下了 我会在周大哥面前 说明他的慷慨的 人家送这么东西 送这么多好处来 杨诚宝自然知道 是他们今天得罪了自己 害怕周伟毅报复他们 所以 想让自己去周伟毅面前 说几句好话罢了 所有的服务员都离开后 杨诚宝这才埋怨道 真他 妈小气 人家马大哥说的 都是去他的酒吧 永远都可以免单 你们这里才打个五折 真没诚意 在杨诚宝眼里的没诚意 可在其他人的眼里 却是大大的有诚意 特别是那几个小妹妹 他们虽然知道杨诚宝有女朋友 可看见这一幕 他们还是靠拢过来 对杨诚宝羡慕地说道 小宝哥 你好厉害哦 老板 居然送这么多东西过来 还给了你钻石会员卡 我们经常来这里 靠消费积分 才升到了白银卡 才能打八点五折 你真厉害 你们喜欢 杨诚宝看了他们一眼 既然他们这么崇拜自己 那自己若是一点表示 都没有也不好 他便直接将那张 服务员口中所谓的钻石 VIP卡丢给几个小妹妹 这卡送给你们了 反正我也不喜欢出来唱歌 留着没用 真的 谢谢小宝哥 小宝哥 你真好 若不是有张晴威 在旁边虎视眈眈着 搞不好这些小妹妹 会轮流都要亲杨诚宝一口 他们对这家歌成的会员卡级别 可是十分清楚的 最低档青铜卡 用钱就可以办到 而升到白银卡起码 要消费一千八以上 若是升到白银卡 则需要消费满一万八才行 并且白银卡过了 还不是这钻石卡 而是紫金卡 需要消费满十八万才拿得到 至于这钻石卡吗 则不是用钱可以拿到的 必须要跟老板有特别的交情 极有好的关系 才有可能拿得到 是有可能 没关系啦 小意思 被美女们崇拜的 对每个男人来说 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可 见杨诚宝跟那几个小妹妹 聊得那么愉快 郑主张晴薇可不乐意了 咳嗽了一声 还掐了杨诚宝一下 真是让他痴疼不已啊 众人唱到十点多钟 张默觉得唱累了 便提议换一个地方去喝点酒 众人便离开房间 最后去结账之时 人家收银员死活不敢要他们的钱 要是收了他们的钱 就得丢掉工作 杨诚宝几人不舍得 让他丢掉工作 只好真的不结账就离开了 走出歌城 纵使此时已经十点多钟 可外面依旧是灯火辉煌 一条街总共有数十家商家 关门的不过寥寥两三家 其余的商店门口 不管是吃饭的地方 还是超市等等等等 门前都有人进进出出 好不热闹 看来这夜店街 不愧是夜店街 也在身 这条街上也同样火热 刚走出歌城还没十米远 一个极其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一 二 三 八个美女 哇塞 兄弟们 他们刚好八个美女 我们一人一个 这里是夜店街 从来都不缺乏小混混 很不巧的 杨晨宝这批人 今天就碰上了这些 喝醉酒的小混混了 杨晨宝顺着声音看去 又前方正好有八个 流利流气的年轻小混混 他们还不停指着 自己一干人等所在的位置营 笑 看来他们也是看上了 自己这边的几个女人 看来女人长得漂亮 也不尽得全是好处 至少晚上走在街上 是十分危险的 特别是当一群美女 晚上走在街上 更是危险中的危险 八男对三男八女 男的就一个郭元明 看起来比较难对付 而女的看起来 竟是软妹子 怪不得那批小混混 有这么大的自信 敢直接调戏他们 嘿嘿 妹妹们 跟着他们三个土包 有什么意思 跟哥哥们出去玩吧 哥哥们都有跑车 你们看 其中一名小混混 只向他身后的 一个停车区域 里面停的 还真有几辆跑车 看起来 他们绝对不是 简单的小混混 嗯 是混得比较成功的小混混 不管是他们混得成功 还是他们的父辈 混得成功 朱真廷身为众人中 实力最高的一个 他走出去冷冷地说道 不想挨揍 就给我滚开 呦 还挺辣的 你来揍我呀 揍我呀 另外一名小混混又调戏道 在他看来 朱真廷若是揍他 也不过是玩女王 跟奴隶的游戏罢了 为了美女 他甘愿做一次奴隶 在场的 也只有杨承宝一人知道 朱真廷的实力高 在其他人眼里 他顶多是一个 会写武术的女孩而已 肯定是打不过 这么多男人的 幸好朱真廷维 隐藏自己的实力 也并没有打算出手 而是说道 小宝揍他们 对付几个小混混 还用得着杨承宝 亲自出手吗 只见他动作不动 站在原地搂着张晴威 说道 张默 咬他们 靠 揍就揍呗 有说咬的吗 不过想随时这么想 张默还是毫不迟疑的 就冲了上去 按照他的实力来说 对付八人应该已经不难了 只要他小心一些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对付他们的 元明 你去帮帮张默吧 他长得那么瘦 万一被人家揍了怎么办 郑丹已经知道了 郭元明和张默 在学校里 跟杨承宝学习武功的事情 平常听郭元明提起张默 现在已经大有改变的他 倒也对张默有信心 可对方有那么多人 他担心 就算张默取胜了 也会被揍得不轻 所以他才叫郭元明 也去帮忙的 反正一直郭元明打架 都特别厉害 加上还跟杨承宝学习功夫 郑丹就更不用担心 他的安全问题了 剩下的九人中 恐怕也只有张默 所带来的那四个小美女 担心他们两人 打不过对方了 担心的说道 小宝哥 不如你去叫 水星歌成的出来帮忙吧 你跟他们的老板是朋友 他们绝对会帮忙的 用不着 若是对付几个小混混 还需要叫其他人 去帮忙的话 杨承宝真是白训练张默 和郭元明这么长时间了 看着吧 他们能对付 张默主练拳法 郭元明主练腿法 张默的实力 原本要比郭元明差一些 可他却要比郭元明练习的走 练习的情 所以时至今日 他的实力 已经不比郭元明差了 只见他一边打 还一边说道 老郭 咱俩比谁先打倒的人多呀 谁输了 谁就请喝酒 行啊 难道老子 还会输给你一个娘娘枪 说话间 郭元明又用杨承宝 教他的弹腿 踢到了一人 八对二的战局 一下子就吸引过来了不少人 在夜店一条街上 难免发生这种 打架斗殴的事情 距离自己的场子有那么远 没有要来阻止的打算 报警 更不会有人有这个想法了 打架可不是天天都看得到的 他们自然要多看一阵才行 出乎群众没意料的是 八对二的战局 居然是那个二战的上风 若说两个都是大块头 那还好像一点 可其中有一个属于长相小兽 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厉害的人物 他们居然完全把八人 打得无还手之力 这真叫人匪夷所思啊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杨承宝知道郭章二人 还并没有使用权力 否则他们早就应该结束战局了 杨承宝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师父 可他却对自己的这两个徒弟十分了解 上次两人在银行的表现那么好 面对持枪 持刀的歹徒都临危不乱 打得有板有眼 今天面对不过是空手的小混混 岂会打伤这么久 他大吼道 别把事情闹大 赶紧打完收工 二人听到杨承宝这话 立即增大了自己的攻势 只见原本 还稍稍有点反抗之力的八人 此时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招架之力了 被郭章二人在短短一分钟内 便如数击倒在地上 到这个时候 围观的群众都震惊了 两个人打八个人 这种只能在电影上看得的事情 居然就发生在他们周围 他们能不震惊吗 都在惊讶那两个人 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是从小便练习武术的 而且 还得有一个得到高僧 否则世外高人教导过他们 郭章二人打完了八人 给他们一个恶狠狠的眼神后 便回来了 被杨承宝询问道 师父 咱们去哪里喝酒 还是去一兰 当然去一兰 又不用给钱 杨承宝带着一行十三人 朝一兰酒吧行去 原来 原来两个人的师父 是一个年轻人 这是所有围观群众 都在心里想的一个问题 可是这怎么会呢 就算教导他们的 不是得到高僧 也应该是一个 白胡子飘飘的老准啊 可为什么却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比那两人看起来 都还要年轻的年轻人 来到一兰酒吧 因为马大炮上次中枪 还在医院里待着 所以他们 自然看不见马大炮的身影 不过杨承宝也和一挫毛混熟了 有他来招呼他们 也是一样的 众人 先前在水星歌城 已经喝了不少酒 会选择来一兰 也完全是想换 一个地方玩罢了 所以到一兰后 众人倒是并未喝太多酒 跳舞的居多 一直玩到十二点半中 只怕再不回去 张晴薇回家又得挨骂了 杨承宝就提议众人 可以各回各家各找个妈了 正单跟郭元明是夫妻 有郭元明护送 他的安全问题 自然不用考虑 而朱真廷拥有超强的实力 如果他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什么危险 只怕有人送他回家 也无济于事 至于张晴薇和杨承若有 杨承宝带着 那四个小美女嘛 虽然张默有万分的不情愿 可谁让是他请人家出来的呢 杨承宝自然要求 他要完完整整的 把他们全都送回家去 送张晴薇回家 再回到自己家 都已经是一点多钟的事了 两姐弟喝了不少酒 便随便洗涮了一下就睡了 再次睁眼 都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了 今天 杨承宝为自己安排的事还比较多 第一件事 就是去医院看看马大炮 他中枪这么大的事 杨承宝不可能装作不知道 何况马大炮中枪的当时 杨承宝就在他身边 前几天要上课 没时间去探望 今天有了时间 他自然要去上一去 顺便跟他提一提 有关于房产中介公司的事 杨承宝并不是要用非法手段 去抢下那间房产中介公司 而是要用另外一种说法 去提醒那个经理 不要跟自己作对 何况杨承宝让经理自己开价 可谁让他是贵宾级的呢 请的是私人陪嫁 第三件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上一次杨承宝说过 杨承宝如果继续跟百草堂合作下去 他损失的钱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他也决定了 要跟百草堂断绝合作关系 可杨承宝从来都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自己最穷的时候 是周伟一帮助的自己 他断然不会直接告诉周伟一一声 也要跟你分道扬镳了就带过 他已经从孙四秒手里 拿到两张效果 比这蓄力单更好的单药配方了 这两张单方就当作赔偿给百草堂 赔偿给周伟一的 如果不这么做 只怕杨承宝自己的心都会不安 早上吃完早饭 杨承宝便和杨承若一起出门了 杨承若自然是去小区附近的房产中介 公司上班 而杨承宝则登上公交车去往市人民医院 来到医院门口 杨承宝认为自己就这么空手上去 显得也太没诚意了 可若是买什么水果 牛奶 保健品啥的 估计人家马大炮都不缺 毕竟他那么多小弟 就算去看望他的时候 一个人只送他一个苹果 一盒牛奶 他的病房里也早就堆不下了 所以杨承宝干脆买来一束玫瑰花 反正玫瑰花也不一定非要代表爱情 探望病人 杨承宝也觉得适合 来到私人病房门口 杨承宝发现 马曼容这孩子 虽然嘴上说 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父亲的伤势 可这么早他就已经出现在病房里了 正在和一个 从杨承宝这个角度看不见的人说话 可用屁股想也知道 肯定是马大炮 马大炮在上官室仇人无数 平日里 他在自己的地盘活动倒比较安全 可来住院后 他的安全问题 自然也成了和平帮上上下下的重中之重 别看这栋楼表面上看起来平平静静 可杨承宝乘坐电梯上来 几乎每层楼都有人静静出出 每层楼的电梯外面都守着不少人 不用多说都是来保护马大炮的 特别是马大炮所在的这层楼 更是不得了啊 几乎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让杨承宝都怀疑 马大炮因为住院 是不是已经包下了这一层楼了 能够守马大炮房间的小弟 跟马大炮的关系自然不错 他们也都认识杨承宝 可在进入马大炮房间前 小弟们还是要求搜杨承宝的身 杨承宝本人倒是无所谓的 自己全身上下最具攻击性的 就是指甲刀了 而且 这把指甲刀在周家别墅的时候 也不知道被搜出来过多少次了 他都已经习惯了 自己又有什么不习惯的呢 杨承宝倒是习惯了 可马曼蓉不乐意了 他随意一瞟 看到门口有人 再一看 居然是杨承宝 他心里自然高兴得很 可他却看见 保安们要搜杨承宝的身 他立即喝道 你们干嘛 难道你们不认识杨老师吗 居然敢搜他的身 杨老师 你怎么来了 教训完保镖后 马曼蓉又笑逐言开的 将杨承宝给迎了进去 不用搜身 杨承宝自然省下了这个麻烦 抱着一大树玫瑰花走了进去 可他还会把玫瑰花 放在病床旁边 或者亲手交给马大炮 马曼蓉却高兴地抢了过去 说道 杨老师 这束玫瑰花 是买来送给我的吗 真漂亮 谢谢你 杨承宝明明是买来送给马大炮的 可马曼蓉却抢了过去 还如此开心 杨承宝现在敢打击马曼蓉说 这不是我送给你到吗 其实在病房内的树人中都知道 杨承宝买来的话 是送给马大炮的 估计只有年纪稍小的马曼蓉 才会认为这束玫瑰花 是杨承宝买来送给自己的 毕竟在他这种花季少女心中 玫瑰花嘛 只适合情人之间送赠 看病人怎么能送玫瑰花泥 所以这束花 杨承宝是绝不可能 买来送给自己的老爸的 等等 只适合情人之间送赠 杨老师还特意买来玫瑰花送给自己 难道 想到这里 一向大胆的马曼蓉 也不禁脸红了起来 小宝 你来了 躺在病床上的马大炮 看见杨承宝的到来 也十分高兴 马大炮是礼拜一被送到的医院来 这几天内 杨承宝一直未来探望他 马曼蓉也向他解释过 他也能够理解 所以今天一看见杨承宝 他自然还是挺高兴的 毕竟上一次在银行里 如果不是杨承宝 他的后果有可能会更严重 不错 是杨承宝闯进银行 跟马大炮搭话后 劫匪们才伤害的马大炮 可若是杨承宝不闯进去 那些个人质怎么会获救 谁知道劫匪们抢完钱 前几天上课忙 没来探望你 真是不好意思 杨承宝望了一下病房内 还真如自己的猜想 到处都是水果 保健品等东西 幸好自己没买这些东西来 否则还真不一定有地方搁置 杨老师 没关系的 我跟我爸爸说了 你要上课没时间吗 马曼蓉直到现在 还抱着那束玫瑰花 心里很是高兴 从小到大 他也收到过不少玫瑰花 可没有哪一次 有这一次这么高兴 马大炮在病床上 有躺便为座 他说道 什么探望不探望的呀 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我又没什么事 如果不是我老婆 坚持要我继续住院观察 我早就想出院了 其实马大炮 现在看起来也无大碍了 从他有躺便为座 都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来看 他的伤势 应该已经好了七七八八了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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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天就知道出院去玩 大炮 你可是被子弹击中了心脏 非同小可啊 马大炮的老婆在一旁埋怨到 他跟马大炮结婚这么久 难道还不知道 马大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只怕马大炮中枪的当天 差不多了 老婆的嘱咐他不敢不听 马大炮值得摆摆头 以表示自己现在的无奈 见马大炮的伤势无大碍 杨晨宝也就放心来 坐在病床边 与马大炮随意地交谈起来 当他得知 当初用枪射他的劫匪 已经被关进警察局里后 他显得很是愤愤不平 因为要按照他马大炮自己的做法 来惩罚那位劫匪的话 他一定会让那位劫匪的心脏部位 不满子弹孔 简简单单地判他的十几二十年 绝对难以消马大炮心头之气 说句狠一点的话 就算劫匪判了死刑 马大炮心里的气还是难平 聊过几句后 杨晨宝一看时间 也到了自己跟教练约好的时间了 他便不再跟马大炮 继续拉扯家常下去 而是把自己今天来这里的 另一个目的说了出来 对了马大哥 我有一件事 想请你帮帮忙 跟杨晨宝认识两月有余 马大炮还是第一次听到 杨晨宝有事请自己帮忙 以马大炮众朋友 和自傲的性格来说 他自然不会拒绝 说道 小宝 你说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事 我一定帮你 杨晨宝虽然猜得到 马大炮会答应自己的请求 可没想到 他许诺的这么快 他说道 就是我家小区附近 有一家房产中介公司 我想把它盘下来 可经理有点看我不顺眼 不愿意卖给我 这对于马大炮来说 完完全全就是一件 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 哦 我懂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马大炮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似是真的知道 杨晨宝想拜托他的事是什么了 但是 杨晨宝却知道 马大炮根本不知道 他一定以为自己 是拜托他 找几个小混混去公司闹事 或者是逼那位经理卖给自己 可自己不是这个意思 真不是这个意思 杨晨宝说道 那啥 马大哥 我是真的想盘下那间店 用正当手法 听杨晨宝这么一说 马大炮的心理 其实还挺不是滋味的 要他说 就先找几个小混混 去送那经理一顿 然后拿出合同来逼经理签字 事后给他个三五万 当做买公司的钱 自己有合同在手 不是一样有法律效应吗 管他什么正当不正当 可杨晨宝这么一说 马大炮立即知道 他要请自己帮的忙 并不是这样 至少不会如自己所想中那么暴力 唉 管他呢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马大炮还是十分仗义地许诺下来 与马大炮等人告别后 杨晨宝给教练打去一个电话 就来到医院门口等了起来 他可是贵宾级的学员 合同上规定的 便是 只要在工作时间 教练必须随叫随到 而且是他在哪里 教练就需要把车开到哪里来接他 在医院门口 等了约莫二十多分钟 买了一条四五苏烟后 教练车终于开到了杨晨宝身前 随后走出一个年纪约莫四十左右 留着一脸大胡子的魁梧男人 他手中拿着一张一寸相片 不停和路人对比起来 当他把目光移到杨晨宝身上后 立即笑着说道 你就是杨先生吧 我就是驾校的教练 我姓吴 哦 是吴教练啊 杨晨宝笑着 把自己手中那条苏烟递给他 说道 初次见面 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送给你才好 你可不要嫌差 杨晨宝虽然涉事不深 可这简单的人情事故他 还是懂得的 何况早在学校里 他都听过最不能得罪的 便是驾校的教练 跟教练搞好关系 对学员来说 是绝对有好处的 就算不能为你提供什么方便 也绝不会给你小邪穿 相反那些不懂得讨教练欢心的人 不管男女 都很有可能 受到教练添心的对待 轻则少开几轮车 重则 他甚至可以跟考官沟通好 就是不让你考试通过 每次几百块的考试费 看你拿得起几次 当然 杨晨宝报的是私人陪驾 驾校保证包教会包拿驾照 他倒是不会面临以上的几个问题 可跟教练的关系好一些 也绝对不会错吧 哈哈 杨先生 你也太客气了 吴教练嘴上这么说 可也笑着 把那条苏烟给收进了车里去 毕竟人家学员送礼给自己 不要白不要嘛 吴教练 你叫我小宝就可以了 杨晨宝今年才23岁 老师先生先生这名叫 他也着实觉得不好听 行 走吧小宝 上车 我带你去练车 吴教练还算得上 是一个比较讲求效率的人 何况杨晨宝这么上道 他就更没有浪费 杨晨宝时间的必要了 只是这里车多人多 他还是不敢让杨晨宝 现在就是车 只能找一处 人少车少的地方 才敢让他亲自驾驶 杨晨宝也不说废话 立即上了副驾驶位置去 吴教练 一个帅气的挂挡 小车便开始慢慢的往前开 在到达目的以前的路途上 吴教练也为杨晨宝 讲解了许多的车辆基本知识 例如说什么是手杀啊 离合有什么作用啊 在夜间行驶的时候 需要煮一些什么啊 总之没有让杨晨宝 感觉在车上坐着无聊吧 吴教练开车 带杨晨宝 来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是上官市有名的烂尾街 据说前几年正 福把这里规划为拆迁的区域 可工作开展到一半 便停了下来 自此也没人管过这里 所以一些被拆到一半的楼房 在这里随处可见 到达目的地以后 吴教练立即让杨晨宝亲自开车 来找一找感觉 正所谓没吃过猪肉 难道还没见过猪跑 刚刚吴教练在驾驶的时候 杨晨宝也仔细地观察了他的动作等 现在让他亲自上车开动 他倒也自认没问题 杨晨宝来到驾驶位置后 吴教练便坐上副驾驶位置 毕竟教练可不敢让杨晨宝一个人开车 再则说 副驾驶位置上有辅助刹车 若是杨晨宝开得太快 或者是可能会出什么事故 他就可以一脚刹车踩下去 防止事故的发生吗 走吧 踩离合挂一档起步 记住你今天刚刚学开车 别去碰油门 吴教练嘱咐杨晨宝道 这也没办法呀 就算是学员开车出了事 教练也需要负大部分责任 吴教练可马虎不得 OK 杨晨宝激动地说道 男人都爱车 他同样是一个爱车的男人 以前没钱 还离合起步 还别说 动作还有模有样的 一点坎坷都没有 车辆就慢慢地向前驶去 这里车少人少 杨晨宝自然可以安心地开 可走出这里却不行了 所以他就在几条路上绕着开 一点也不逾越雷池 可看了几圈过后 他却发现一个问题 不加油门速度太慢了 他对吴教练说道 教练 这一档开起来不给力啊 不如换个档 稍微加点油门吧 吴教练当驾校教练 已经十几年了 他见过许许多多 各式各样的学员 有的很可能 要自己教好几天 他才懂得如何起步上路 如何起步的时候不邪火 如何起得平稳 而杨晨宝 虽不是他遇见过的 最好的学生 可吴教练也觉得 他的资质不算差 便答应道 行 踩离合挂个二档吧 稍微带点油门 别中了 听到吴教练准许自己换档 杨晨宝自然是高兴得很 但忙依照吴教练的吩咐 踩下离合换成二档 只是在抬起离合之时 整个车身抖了一下 倒是把杨晨宝下的不轻 他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正常 你有离合的还不好 等多开几次车 你习惯了就不会这样 你记住 开车的最高境界 便是换档不留痕 让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你已经换了档了 吴教练高深莫测地说道 不过转念一想 杨晨宝自医院门口上车之时 一直到吴教练开车到这里来 他亲眼看到吴教练 换了好几次档 可他本身确实 一点感觉都没有 除了觉得速度快了一些以外 如果不是他坐在 副驾驶位置上 看着吴教练换的挡 可能他还真不知道 吴教练换了挡了 杨晨宝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便一脚轻轻踩到油门上 有起而生的轰鸣声 让杨晨宝感到格外的兴奋 速度也提了起来 杨晨宝终于得偿所愿了 又开了一阵 杨晨宝觉得 现在的速度还是慢了 可自己刚刚练习踩油门 他又不敢请求教练 让自己换成三档 毕竟三档加油门的速度 对于新手来说 实在是太快了 他便不说话 只是右脚踩油门的力度 加大了些 车子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杨晨宝也越来越兴奋 越来越激动 可是 吴教练当了这么多年教练 开了几十年的车 难道他还感受不出来 杨晨宝在加油门 他轻轻地说道 松一点油门 速度太快了 杨晨宝一看 速度确实已经达到了30码 这种速度 对于已经熟悉开车的人来说 自然不快 可对于自己刚刚学车来说 确实过于太快了 他便轻轻地捡了一下油门 右脚也习惯性地放在刹车上 随时准备减速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倒是熟悉得很 很不错嘛 知道松油门的时候 要把脚拿到刹车上去 随时减速 不错 不错 吴教练在一旁夸奖杨晨宝 实际上 他夸奖杨晨宝的原因 更多的是 来自于那条苏烟 被吴教练一夸奖 杨晨宝心中大喜 反正现在速度也慢了下来 他便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只是没想到 他这次油门踩得有点狠 速度一下子就提了上去 正好前面又是一个弯道 这么快的速度 吴教练立即判断 杨晨宝不可能吃得消 他便说道 减速减挡 否则这个弯不好过 杨晨宝又完成了一次 在吴教练心中 他不可能这么熟悉 就能完成的动作 减速减挡 绝非第一次开车的人 就能吃得下来 可杨晨宝真的做到了 特别是在过弯后 他还问道 如果我速度太快的时候 过弯会怎么样 看弯度的情况吧 速度过高过弯 如果弯道也比较急的话 容易翻车 吴教练在一旁 抽着杨晨宝给他的那一条苏烟 一边淡淡地说道 如果光用二档家轻微的油门 加上杨晨宝又如此灵活 肯听自己的话 吴教练就算分一下心 他也一点都不担心 只要前方和后方没有车辆 他可以不管杨晨宝 那速度太快 减不下来速的话 岂不是非要用飘移 吴教练轻轻地点点头 表示飘移过弯 就算速度快一点也无妨 杨晨宝却再次说道 那教练 你赶紧叫我飘移啊 否则以后在弯道上速度快了我 出事了怎么办 我 我也不会飘移啊 要是我会飘移 我还来当什么教练 我直接当赛车手去了我 吴教练无语地说道 学会飘移 是每个有车一族的梦想 吴教练成为有车一族 已经识好几年了 难道他不想 可他确实不会啊 呃 杨晨宝和吴教练 一直训练到12点多钟 练习的时候 他不停从一档换到二档 又从二档减速到一档 经过几个小时的练习 他倒自我认为 如果路上的车辆不多的话 自己倒也敢现在就上路了 而且不是每个新学员 都会有的那种麻木的自豪惯性 而是他真的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几个小时下来 他此时换挡车身的抖动 都要小了很多 过弯的时候 也知道要减速 就连吴教练都说 下一次要把杨晨宝 带去车辆较少的路上行驶 练习一下他的反应能力 联系完毕后 已经12点多钟了 此时回家吃饭 已经太晚了 而且 若是现在丢下教练 一个人离去的话 只怕教练会嫌自己小气 一顿饭都不肯请他吃 就由杨晨宝缓慢地开车 离开那人烟稀少的地方 来到市区里的一家饭店附近停下 在饭店内和吴教练 一起吃了一顿 水族饭饱 吴教练抽完了一根烟 带杨晨宝去把账结了以后 他便说道 走 小宝 下午我带你去四环路跑一圈 那里的车虽然也不多 可是要比早上那个地方要多些 让你感受一下 真正上路的感觉 吴教练也是看在杨晨宝 挤给他买烟 又请他吃饭 才如此客气的 若是两者缺其一 吴教练是断然不会主动 邀请杨晨宝去训练的 因为杨晨宝不要求 他自然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反正工资一样领 他一点也不会不安心 下午可能不行 我还有事呢 下次吧 杨晨宝拒绝道 毕竟他已经决定 下午要去找周伟毅 提出上一次姐姐告诉自己的事情 哦 有事啊 那就下次吧 下次你要练车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吧 吴教练一边说 一边将车解锁 慢慢朝车走去 出于礼貌 他也对杨晨宝问道 小宝 你去哪 我送你去吧 那就多谢教练了 反正这里离周家别墅颇远 不坐教练的车 杨晨宝也会打车过去 来到周家别墅门口 吴教练算是震惊了 他是上官是土生土长的人 难道会不知道 别墅里面住的是何方神圣吗 可杨晨宝却让他在这里停下 莫非他在里面住吗 吴教练问道 小宝 你在这里住 不是 我一个朋友在这里住 怎么 有事吗 杨晨宝询问道 没事 没事 我就问一问罢了 记得下一次要练车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我随叫随到 吴教练在别墅门口放下杨晨宝后 便离去了 离去的时候他心中也在想 原来这一次 自己的学员之妖牛逼 居然跟周家的人是朋友 看来 如果自己跟他好好地搞好关系 以后对自己的好处多多啊 来到别墅门口 杨晨宝依旧是门都不敲 保安看见是他 就立即把门看了 杨晨宝对他们抱一礼貌地微笑了一下 就走了进去 越向里面走 杨晨宝越发地感到奇怪 杨晨宝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周家别墅了 前几次除了守门的保安外 只有在别墅门口 会有两三个保镖守着 可这次自己一路走来 却看见了有不少保镖在巡逻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出什么事了 走进别墅里 杨晨宝终于见到了周伟毅 不过他的脸色看起来十分不好 这更加加强了杨晨宝心中的想法 他坐到周伟毅身边 对他问道 周大哥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别墅的保镖多了这么多 小 小宝 周伟毅面露难色 最后羞愧地说道 昨天晚上别墅受洗了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 但是蓄力丹的单方不见了 什么 蓄力丹的单方 杨晨宝被周伟毅一语震惊 蓄力丹之所以能卖得这么贵 正是因为蓄力丹是百草堂独有 外面根本买都买不到 可现在蓄力丹失窃 如果让其他势力也研发出蓄力丹来 那以后 蓄力丹便会大大的跌价 根本不可能再卖得出一颗十万的高价 最要命的 如果是仅一家势力研发出来 倒也还好 这样至少知道是谁偷的蓄力丹 可以顺藤摸瓜 将其一网把劲 以后蓄力丹由百草堂垄断 让他们共同研发 到时候市面上的蓄力丹 越来越不值钱 那就糟了 对 只有蓄力丹的丹方不见了 看来他们是朝着蓄力丹来的 周伟毅恨得咬牙切齿 他是谁 周家的家主 上官是第一大黑帮百草堂的老大 而且周家别墅防御如此严密 却也能被人偷走东西 他不仅恨 他还愧 愧对杨晨宝了 杨晨宝如此相信他把丹方交给他 由他们百草堂独家制造 可现在丹方失窃 这么好的一条财路就断了 他自胆 愧对杨晨宝 谁他妈偷的 杨晨宝比周伟毅更为的愤怒 蓄力丹可是他来大前的主要来源 每个礼拜都能有三百万的进账 人家百草堂家大业大 或许不在乎这三百万 可杨晨宝却在乎的很啊 小宝 你先别生气 我正在派人调查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既然自家的防备不够 让人家偷走了蓄力丹 周伟毅就有责任查出 是谁偷走的丹方 就算不能挽回损失 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偷丹方之人 原先杨晨宝就不好意思 把要和百草堂脱离合作关系的事情 告诉给周伟毅听 有了这档子事 杨晨宝就更不好意思了 不过一想起蓄力丹被偷 他就一肚子是气 两久两久都不说话 在一旁生起闷起来 好大一阵子 周伟毅见杨晨宝不肯说话 他以为杨晨宝在生自己的气 便说道 小宝 这次是我们百草堂不好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你别担心 如果丹方真的找不回来了 我直接给你三千万 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情 看吧 现在人家周伟毅 又把话说得这么慷慨 杨晨宝其好意思说 要跟百草堂脱离关系 自己单干 他在心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对周伟毅说道 周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这次来是给你送新丹方的 你收下吧 杨晨宝将自己从孙思淼那里 得到的两张新丹方 递给周伟毅 说道 这一张是大环丹的丹方 这一张是增骨丹的丹方 两种丹方的效果 都不在蓄力丹之下 如果蓄力丹丹方实在找不回来 有这两种丹方再也无妨了 杨晨宝刚拿出两张新丹方 周伟毅立即来了兴趣 他结果两张新丹方 将已经丢失的蓄力丹丹丹方 都给已经抛在了脑后 如获至宝似的 不停观看两张丹方所需的材料和效果 半赏后 他说道 这两种丹方 真的有上面写得这么神奇 当日从孙思秒处拿到丹方后 杨晨宝也特意询问过 他给自己的丹药的效果 并且把一桶写在了纸上 他回答道 真正的效果 也只有炼制出来以后才知道 不过我想的话 应该差不了多少 毕竟蓄力丹都那么厉害 这两种丹药的效果 绝不在蓄力丹之下 看这两张丹药的丹方 和他们的效果 周伟毅再一次沸腾起来 他原本就是一个中药迷 此时得到这两张逆天的丹方 他不可能不高兴 其中大环丹的效果 是能够治疗伤势 也就是古代说的内伤 而且治伤之余 还可以强健人的根骨 也就是现日说的补钙 只不过大环丹能跟补充的钙物质 绝非当今任何一款保健品 可以媲美 至于增骨丹嘛 更是不得了 据孙思苗所说 他的功效完全就是现代的增膏药 而且是绝对有效果的增膏药 虽说不可能让一个小癌子 吃了立即变成姚明 可只要你的骨头还要活力 只要你的骨骼还没有完全合起来 只要吃一颗增骨丹 在三个月之内 至少可以长高五厘米 厉害 果真是厉害 周伟一现在几乎已经忘了 蓄力丹被盗之事 他对杨成宝高兴地说道 小宝啊 给你单方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你能不能安排我与他见上一面 不过周伟一出于何种目的 想见给自己单方之人 哪怕明知道周伟一 只是单纯地想见上他一见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杨成宝也绝对不会答应 何况他就算肯答应 他也实在无法安排这一次的见面 他拒绝道 周大哥 我们俩在蓄力丹合作之时 我就跟你说过 给我单方的人 我也不是想见就能见 我实在没办法安排你们见面啊 杨成宝的这番推辞 在周伟一眼里 无疑是在拒绝自己 他不希望自己 跟给他单方之人见面 周伟一笑着说道 是我仓促了 现在杨成宝他 可是大大的得罪不起 百草堂周家在国内来说 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家族 可这并不代表国内的中药世家 就只有他们周家 如果周伟一惹到了杨成宝 逼得杨成宝 去跟其他的中药世家合作的话 那百草堂周家 绝对会被比下去 所以 为了保持百草园 继续如此强盛下去 周伟一是万万也不敢得罪杨成宝的 周伟一很喜欢杨成宝 给他的两张新单方 也很想立即按照单方上面 写出的材料提炼单药 可他现在却突然想到 昨天晚上蓄力丹刚刚被盗 而且 对方来无影去无踪 在别墅如此严密的防御下 还是能够做到 不惊扰任何人 如果这两种单方继续放在周家 而消息被走漏了出去的话 只怕这两种单药的单方也保不 周伟一便忍痛将两张单方 递还给杨成宝 说道 小宝 先不急 现在偷蓄力丹单单方的人 并不知道你才是真正的拥有者 也不会知道 你还拥有这两种单方 所以单方放在你这里比较安全 相反 我家刚刚失窃 那个小偷可能会再回来 放在我这里 着实不安全啊 这样啊 也好吧 反正蓄力丹的单方刚刚失窃 我也希望等到找回单方后 再研制新的单药 杨成宝现在不好意思说出 跟百草堂解决合作关系的事情 就算这么早 把两张单方给周伟一也无用 既然他觉得 放在自己这里比较安全 那自己就留在身上吧 就在杨成宝又在别墅里待了一阵 跟老人家聊了一阵子 准备离去的时候 一名别墅的保镖 突然风急火燎地跑了进来 对周伟一说道 一哥 刚刚四哥打电话回来说 黑市上出现了小批量的蓄力丹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什么 这么快 别说是小批量的蓄力丹 出现在百草堂以外的地方 在这个结果眼上 就算超过三颗以上的蓄力丹 出现在百草堂以外的任何地方 都会令人起疑 周伟一说道 看 当然要去看 就在这个时候 避得一声山寨鸡传来任务的提示声 杨成宝赶紧在脑海里 联系上了山寨鸡 新任务 找回蓄力丹单方 任务难度八颗星 山寨鸡居然也给出了 要找回蓄力丹的任务 杨成宝自然接受下来 听到有蓄力丹的消息 杨成宝立即又不打算这么早离去了 毕竟他对蓄力丹的关心 不亚于任何人 他说道 我也去 好 周伟一对杨成宝说完又对保镖说道 你给老四打一个电话过去 告诉他来这里 接小宝兄弟一起去黑市查查 我倒看看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我百草堂头上动土 照周伟一的意思 他让那个叫老四的人和杨成宝一起去 难道他不去 杨成宝问道 周大哥 你不去吗 如果周伟一也要去的话 那也用不着让老四回来 接自己一起去了 我不能出面 周伟一说道 我虽然不常常出没于黑市上 可黑市里也有大部分人都认识我 如果我出现在那里 小偷肯定会起疑心 只怕会打草惊蛇 也好 这一去 只是调查蓄力丹会出现这黑市上的原因 并不是要对昨晚上的小偷一网打尽 周伟一和杨成宝都没妄想过 这么早就能找出小偷是谁 所以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半个小时后 周伟一口中的那名老四 终于出现在杨成宝眼前 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留着十分坚挺的板寸头 脖子上 还有四个骷髅头的纹身 全身上下都是健壮的肌肉 看起来也是一名猛将 老四 这是我朋友小宝 也是蓄力丹真正的主人 你跟他一起去黑市上查查 记住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我一定要把小偷和他的撑腰的人一起连根除掉 周伟一明白 若是没有人给小偷撑腰的话 如果小偷只是以个人为单位 他是绝不会有胆子来别墅偷东西的 宝哥好 老四的年纪虽然要比杨成宝大 可以听说他是周伟一的朋友 他还是礼貌地叫了杨成宝一声 哥 你叫我小宝就好了 已经不耐烦地等了半个小时了 杨成宝一秒钟时间也不想浪费 立即往外面走去 对老四说道 我们走吧 老四给周伟一道了一声再见 也跟杨成宝一起往外面走去 老四的车就停在别墅门口 二人一起上车朝周伟一口中的黑市行去 来上官市也有四年之久了 杨成宝从未听说过黑市是什么玩意儿 更不知道黑市在哪里 老四的模样虽然是一个十分凶狠 看起来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 可他的性格其实却比较开朗 他回答杨成宝的话道 除了我们在道上混的人以外 确实很少有人知道黑市在哪里 而且就算知道黑市在哪里 只怕他们也不敢去 为什么 杨成宝询问道 宝哥到了就知道了 面前凶恶的老四 居然还卖了一个 蒙跟杨成宝卖起关子来 老四开车来到上官市最繁华的中心地段 杨成宝大感意外 问道莫非黑市在这里 老四点了点头 表示杨成宝猜得不错 随后他把车停到了 一家名为兰灵花的会所门口 下车将钥匙帅气地丢给驳车的小弟 他便带着杨成宝走了进去 刚刚踏进会所门口 一个长得满脸油光 那肚子只怕比孕妇 还要带上一些的中年男人 迎了上来问道 哟 这不是四哥吗 来我们会所办事 你给我打一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哪用得着亲自来啊 来买点东西 带我们去吧 老四不苟言笑地对胖男人说道 胖男人也不废话 杨成宝在心中想到 黑市之所以是黑市 自然不能这么偷光 要隐藏得深一点才行 来到负义楼后 原来负义楼是个停车场 胖男人带着两人来到保安市 保安市里 此时正有七八个保安守着 杨成宝奇怪起来 一个停车场 用得着要这么多保安来看守吗 可后来 杨成宝终于知道 这是为什么了 胖男人从保安市里面的监控器 看到保安市的周围无人后 在一张床的床边上摸索起来 最后似乎找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按了下去 原本很正常的墙壁 居然分裂了开来 变成一个能够通往下面的通道 杨成宝看得目瞪口呆 胖男人说道 请吧 两人进去后 胖男人并未进去 老四说道 谢了 接着墙壁又慢慢地合拢起来 借着顶上的灯光 两人一直朝下面行去 越往下走 杨成宝越来越觉得神奇 他原以为这种什么地下室啊 地动之类的玩意儿 只能在电影里面看见 可没想到 现在自己正出于地下通道中 真是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让人期待了 走在他旁边的老四 砍到他一脸奇怪模样 便说道 宝哥 这里和上面原本都是停车场 可上面的停车场 已经够大够用了 所以老板 就干脆封闭了最底下的停车场 可后来 老板又觉得 这么大的停车场放着 不用太浪费了 就想改成地下超市 谁知道超市没改成 倒是组建起了黑市 并且 黑市的生意越做越大 这里的老板 把隔壁几所商场 最底下的停车库都买了下来 和这里的停车场 打通连在一起 就形成了今日的黑市了 就这么一条路 静静出出黑市 岂不是很麻烦 按杨尘宝的猜想 黑市虽然不一定会很大 可一定不会太小 如果只有这么一条通道 还是连接在停车库的保安室中 整天从停车库 静静出出那么多人 难道就不令人起疑吗 当然不止一条路 其他几个停车库的老板 一样知道黑市的存在 他们都是合伙人 所以 从他们的地方 也可以进入黑市 老四跟杨尘宝边走边说 一条通道 到底倒也不长 只是在进入黑市以前 居然还有一道门 这次的门 倒不是什么智能门 或者人工门了 外面有几个保镖 守着 一看到两人要进去 他们也认识老四 便拿出钥匙 把门打开了 随后 杨尘宝就算真正的 进入了上官市的地下黑市了 地下黑市的面积 果然大得出乎杨尘宝的意料 足以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并且据说 这里只是一楼 再往下还有两楼 黑市跟超市 唯一不同的便是 这里什么都有 只要你有需要 就算这里没有的 你只需告诉老板一声 担保几天过后 你要买的东西 就能够在这里买到 毕竟在这里做生意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常住 他们有的拿出一些货来卖完就走 只要极少数 会在这里常住 甚至是住下 别以为在这里住很无聊 这里可是 要什么有什么 除了见不到阳光 和没有娱乐场所外 这里丝毫不比外面差 而且 这里卖的东西十分大胆 大家都是道上的人 只要你想得到的 这里几乎都有 第一层是最混乱的区域 卖的东西杂七杂八 最令杨成宝感到恶心的 居然还有号称是少女 穿过的内裤 少女撒的尿活泽口水什么的 在这黑市里 当真是什么东西都有 便宜到外面卖几十块钱 一包的高等烟 在这里卖十几块钱一包 贵到在外面 卖好几百万一辆的跑车 在这里只卖一百多万 甚至是几十万 当然 车是不可能停在黑市里面的 而是跟卖车的商人沟通后 再去地面上交易 不过货物不在这里 并不代表就不收取费用了 老板一样会收取 百分之十的成交金额 作为地盘费 否则 他干嘛要冒着坐牢的危险 来维持这个黑市呢 两人并未一层逗留多久 因为第一层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谁卖蓄力单 两人便来到第二层走访起来 第二层要比第一层正规得多 几个大类都被分了出来 例如什么毒品交易啊 假钞交易啊 古董交易啊 等等之类的 也有小类 这些倒没有分得那么仔细 总之就是一个名称 杂类呗 黑市上的东西 说的直白一点 也就是走私过来的东西 杨晨宝很是奇怪 这黑市看起来 跟百草堂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这里 亦不是和平帮的势力范围所在 更不可能跟和平帮有关系 难不成 还会是哪位达官贵人出钱开的 他问道 老四 这黑市的背后老板到底是谁 全拥有这么大的势力 要知道 黑市里 可不仅仅有什么毒品啊 古董之类的东西 在这黑市里 一样流通着军火 如果没有可以遮天的本领 谁能照得住这里 牛津月 老牛帮的老大 上面的会所 也是他开的 老四说起牛津月这个人的时候 似乎很是不满意 不过杨晨宝 对这些江湖上的 纷纷扰扰之类的是没兴趣 何况百草堂跟老牛帮之间 不得不说的故事 他也不想知道 并没有多问了 虽然不熟悉牛津月跟老牛帮 可杨晨宝在上官市待了这么久 也还是知道 老牛帮是何许玩意儿的 老牛帮的势力 要比和平帮都大一些 在上官市仅次于百草堂之下 也怪不得老四对老牛帮 十分没有好感 毕竟整个上官市 只有老牛帮 才能威胁百草堂的地位 就连和帮派都不行 两人又一起在黑市里走访起来 两久以后 两人终于找到了一家 在出售蓄力丹的店家 可蓄力丹的售价 却让两人怀疑起 蓄力丹的真伪来了 蓄力丹上市后的几天内 假的蓄力丹 就在市面上流传开来 外形 橙色 甚至是味道 都跟蓄力丹一模一样 只是效果肯定不同 说白了 也一点效果都没有 也幸好当时周伟一 并没有大规模地 把蓄力丹发不到各大药房 去贩卖 只在百草堂的店内 才可以购买到 否则现在市面上的蓄力丹 可还真的是真假难辨啊 纵使这样 在这黑市内 只卖一万块钱一颗的蓄力丹 还是令杨成宝二人怀疑 这是真货还是假货 老板 蓄力丹不是到达 十万块钱一颗吗 怎么你这里才卖一万 就算是便宜 恐怕也不会便宜这么多吧 杨成宝拿起一颗蓄力丹 在手中把玩 对老板问道 兄弟 你放心 绝对是真的 价钱为什么这么低我不知道 可我也试过 效果跟百草堂贩卖的 蓄力丹一模一样 若是假的 我敢十倍赔偿 老板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很懂得察言观色 一看就知道 杨成宝二人 以前绝对吃过蓄力丹 他还说道 这样吧 这位兄弟 你要怕这是假的 不如你买一颗试吃 要真是假的 我立即赔钱 看着老板 还真的对蓄力丹有信心 杨成宝也急于想知道 蓄力丹是真是假 便对老板说道 那行 来一颗吧 刷卡行不 杨成宝根本不知道 这里蓄力丹的售价 对今天这档子 是也没个心理准备 怎么会随身携带这么多钱呢 他全身上下的钱加在一起 只不过几百块把了 这 老板面露难色 他们这又不是什么正当生意 哪来的刷卡消费 这恐怕不行 整个市场里都只收现金 就算你去买那些跑车 老板这番话的意思便是 他跟杨成宝二人又不熟悉 刷卡是不现实的 给支票也是不现实的 因为他不知道 杨成宝给他的支票 到底能不能兑钱 老四 你身上有钱吗 杨成宝还是一个 十分讲道理的人的 要买东西 他都要给钱 哪怕这蓄力丹的归属权 是在自己手里 有 不过也没有那么多 老四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不过没关系 我打个电话 虽然这里处于地下三层 可现在的通信业 何其的发达 一点点的信号 还是能够有的 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 总之他让对方 给他送些钱下来 还把现在身处的地方 告诉给了对方 约莫五分钟后 原先当二人 走进黑市的胖男人 跑了下来 手里拿着一个 被包裹住的东西 一跑到老四身边来 便把那个东西递给了他 老四又把东西 递给了杨成宝 杨成宝打开一看 里面正是一叠一叠的 百元大钞 估计得有五万左右 四哥 你不是 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来买东西 居然没带钱 看来胖男人 送钱送得很急 一路上是小跑过来的 到达之后 还在喘粗气 老四的这种做法 确实挺令胖男人 匪夷所思的 来黑市买东西 虽然黑市的东西 都比较便宜 可一样东西上万 上十万也是真正的狠 他来买东西 居然没带够钱 而且连一万块都没带够 为了不让胖男人起疑 老四解释道 其实我今天 并不是打算来买东西的 只是带我这个小兄弟 来这里逛一逛 增加点见识 可没想到 这里的蓄力单这么便宜 我这个小兄弟 就想买几颗回去 赚一笔 如果蓄力单的价格 一直都是十万一颗 那从这里买一颗回去 再卖的话 也确实是一条发财之道 听老四这么说 胖男人脸上的表情 起了微妙的变化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告了一个别 便离开了 对还钱的事情只字不提 因为他认识老四 知道老四是谁 难道会来这几万块钱吗 杨成宝人给老板 一万块钱后 也不管这蓄力单是真是假 也不管有没有毒 立刻放进了嘴里 十数秒后 蓄力单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 杨成宝觉得自己 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有一种有力无处的无奈感觉 他也不管礼不礼貌了 单手抓住老四的皮带 就将他给提了起来 杨成宝原本的力气 就可以单手提起老四来 可吃了蓄力单后 他却觉得更加的轻 松 就犹如再提一个空盒子般简单 一点都不觉得他有什么重量 是真的 杨成宝放下老四对他说道 当然是真的 否则你能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把我提起来吗 老四在心中无语的想到 可杨成宝又是周伟一的朋友 他又不敢明知说什么 只好回答道 嗯 看来我们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了 先回去告诉一个吧 两人今天的任务 就是来查看黑市里流通着的 蓄力单是真是假 现在两人已经有了答案 任务也完成了 就算他们现在回去 周伟一也会夸奖他们 而不是怪罪他们没有继续调查下去 可好不容易来一趟黑市的杨成宝 会甘愿就这么离开吗 反正蓄力单单方的下落 也有了初步的线索 他一点也不着急 说道 别急啊 下面不是还有一层吗 我们去玩玩 宝哥 你真的要去 老四面露难色 但看起来也并不是杨成宝 要留他下来继续逛黑市的难处 他说道 恐怕你不会喜欢下面一层 哦 是吗 那我可还真得下去看看 老四不这么说 或许杨成宝心头的好奇 还会少一些 可老四这么一说 杨成宝可还非得下去 看看不可了 刚刚向第三层走下去 还未看到第三层的面貌 就听到传来一阵阵的欢呼声 喝彩声 第三层似乎很热闹 人很多的模样 杨成宝问道 老四 这第三层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还有人欢呼 第一层第二层的人虽然也不少 可还是不至于有人欢呼吧 老四面露不忍的神情 下去了就知道了 操 还卖关子呢 杨成宝故作无语的模样说道 不过他心里倒是一点也不责怪老四 毕竟是自己强烈要求 要来这三层看一看的 这老四也是想给自己一个神秘感 才不肯告诉自己吧 来到第三层 这第三层果然是人山人海 他们都在欢呼着 喝彩着 当然 失望的也不是没有 因为这第三层果然跟第二层和第一层不一样 这里的主打物不是卖东西 而是比赛 什么黑拳比赛啊 斗狗比赛啊 斗鸡比赛啊 这里都看得到 来到第三层还没有十分钟 杨成宝看了黑拳比赛 斗狗比赛 斗鸡比赛后 他终于知道老四为什么会说自己不会喜欢这一层了 操 这他们还是人嘛 杨成宝看着前方的比赛 咬牙切齿地说道 原来这第三层还不止黑拳比赛 更有小孩子比赛 不过他们的比赛跟黑拳比赛一点都不同 他们是小孩 可他们的比赛都黑拳都还要血腥一样 只见一个牢笼里面有七八个小孩在互相殴打 撕咬 有的时候 主办方还会扔进去一两根木棒 当管 西瓜刀 诸如此类的东西让他们使用 而小孩们的年纪绝对不超过五岁 就在杨成宝说话时 又有一名小孩被一棒打倒在地 头上还不停冒着血水 可主办方一点也没有阻止 边上的看客更是恶心 都大声叫好 最令杨成宝气愤的绝对不是主办方 而是那些看客们 主办方虽然也可恶 为了赚钱用小孩子来进行如此血腥的比赛 可看客们更恶心 他们有钱 可他们有钱没处花 居然来看这种比赛 而且主办方扔那些家伙进去 并不是平白无故地扔进去的 木棒需要五万块 钢管需要八万 西瓜刀需要十万 他身边的任何武器都有明码标价 也就是说 除非有客人给他钱 他才会扔家伙进去 而此时 场上已经有了三种武器 都是看客们给主办方的钱 他才会把这些家伙扔进去 他们不阻止这种恶心的比赛也就罢了 看他们的模样 似乎还很是支持 光看几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厮杀 他们还叫人吗 操 杨成宝实在气不过 就像他对自己的定位一样 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好人 但自己也从来不是一个坏人 更不是一个恶心的人 他实在看这种比赛不过 其他的不管是黑拳比赛 斗狗比赛 他都可以容忍 可用小孩来比赛 还是如此血腥的比赛 他实在忍受不了 杨成宝不过老四的阻拦 朝主办方走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名看客 掏出一叠子钱递给老板 兴顺说道 再加一根钢管 老板随意地点了一点 十五万只多不少 他立即高兴地 取过身旁的钢管 准备扔进去 供小孩们当武器使用 可杨成宝知道 这根钢管若是出现在牢笼里 那小孩们的伤亡 还会更严重一些 就在老板准备 把钢管扔进去的前一秒 杨成宝快速上前 紧紧握住他的手腕 另一只手夺过钢管 一脚踢在老板身上 而钢管 却狠狠地打在先前出钱 让老板扔钢管进去的看客身上 他对一众看客吼道 你们他妈的 还叫人吗 他们都还只是一些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你们却让他们 来进行这么恐怖的比赛 你知不知道 他们很可能还没有见识过 世界的美好 就会死在里面 你们他妈的 完全就是杂种 禽兽 这种有为天和的比赛 每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站出来阻止 可主办方之所以敢举办这种比赛 并且还照得住 就代表他们 有一定的实力 至少在整个三层来说 他们的实力都排名在前 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开展这种比赛 一直到现在 杨成宝的这种正常之举 在一干不正常的看客中 却是一种傻X的行为 不停的人在讨论 这个人会怎么怎么样 更有甚者直接站出来吼道 管你他妈屁事啊 老子看这种比赛高兴 怎么样 被踢了一脚的老板 气冲冲地爬了起来 对着杨成宝问道 你他妈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 把里面的孩子都给放出来 作为一个正常人 看到此种场景 杨成宝还能一直忍着不哭到现在 都已经算是很坚强了 只怕让一个心智 稍微差杨成宝一点的人 来看到这个比赛 他会立即心疼 愤怒地哭出来 找死 早就说过 老板在第三层 绝对是有实力的人物 而看客这么多人 若是没有几个帮手 他们怎么敢举办比赛呢 只见老板和几个小弟 各自从旁边的武器台上取下武器 一副要杀了杨成宝的气势 朝杨成宝走来 对上几个杂种 杨成宝一点都不惧怕 更不会留一点情 可他还未来得及出手 老四却站到他的前面 吼道 老子是百草堂的熊四 你们谁敢动我朋友 熊 熊四 百草堂不是跟老牛帮 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吗 他怎么来管这黑市的事情了 难道那小子也是百草堂的 看客们都讨论起来 其中也有大部分都见过熊四 毕竟都是在道上行走的兄弟 这也是为什么周伟一 不肯来到这黑市的原因 在黑市里 都已经有这么多人认识熊四了 更何况是他周伟一呢 再说 熊四带朋友来逛黑市 还比较说得过去 但周伟一何等身份 只怕一出现在黑市 立即有人猜得到 他是来探访叙利丹的下落 岂不打草惊蛇了 啊 四哥 主办方的老板 确实也认识熊四 知道他是一个惹不得的人 便不再向前靠近 而是面露男色对熊四说道 四哥 他第一次见到小孩的比赛 脑海中想的 何尝跟杨成宝不是一样的 只不过当时的他只是 一名小混混 自知没有对抗老牛帮的实力 便没有出过头 而现在终于有了 可以跟老牛帮斗上一斗的实力 他却已经麻木了 他每年都会来黑市几次 有的时候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也会去第三层 起初看到孩子们厮杀 他的心里还比较有阴影 可后来越来越多的孩子死在牢笼里 他就已经麻木了 何况他知道自己 虽然已经是百草堂周伟一的直系下属 可以跟老牛帮斗上一斗 可要知道 老牛帮的实力并不比百草堂弱多少 就算可以斗 自己的结果也会是输 宝哥 我们还是走吧 凭我们两个人 不可能就走全部孩子的 何况 就算我们今天把孩子全部带走 又有什么用 他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孩子 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阻止不了的 走吧 宝哥 老四深知 其实比赛的真正主办方 就是老牛帮 除非老牛帮被灭 否则就算周伟一来了 也直指不了 如果这比赛 只是死人开设的 只怕老四早已经让他死了全家了 能就几个算几个 杨成宝二话不说 走上前去 如果有人敢阻拦自己 他必定是一拳挥过去 有老四在这里 也没人敢动他 就算刚刚叫嚣得最凶的那个看客 一样不敢惹他 杨成宝来到牢笼旁边 抓起武器台上 售价为30万的斧头 朝牢笼劈去 劈开一个窝口后 他说道 孩子们 你们都出来 我带你们回家去 孩子们虽然已经杀得丧失了理性 可他们还是华夏人 听得懂杨成宝的话 孩子们也很害怕这种比赛 如果不是因为不参加比赛 就得断手断脚去接上乞讨 他们也绝不会甘愿参加这种比赛 除了先前那个被打得 已经爬不起来的孩子外 其余的人都跑出了牢笼 那个被钢管打中头部的孩子还没死 杨成宝看见他还有气息 可凭借他自己的能力 是绝对不可能走得出来的 杨成宝就走进拉拢去 准备把那孩子抱出来 可就在杨成宝的手 刚刚碰上孩子的肩膀 孩子却突然抓过他身边的西瓜刀 狠狠地朝杨成宝砍来 原来他并没有受重伤 他只是装的罢了 杨成宝的实力何其高 自然不是小孩能够偷袭得到的 他往后一闪 对小孩说道 孩子 你别害怕 我是来救你出去的 我没恶意 小孩双手紧紧握住西瓜刀 颤抖着双手 狠狠望着杨成宝 在他眼里 只要是大人都该死 因为是大人给他们的二选一的选择 要不就砍掉双手或双脚去接上乞讨 所有的大人在他眼中都该死 看着小孩饥饿如愁的眼神 杨成宝的心一阵莫名的疼痛 就算他跟小孩无亲无故 甚至他连小孩的名字都不知道 可他一样心痛得很 小孩根本不听杨成宝的话 他恨所有的大人 他害怕所有的大人 他不肯让杨成宝靠近他 只要杨成宝一靠近他 他就会挥动他手中的西瓜刀 砍向杨成宝 逼得他离自己两米远才行 经过几次劝解还是无效 杨成宝只得无奈强行上前给小孩的 紧不一记手刀 他的力度拿捏得十分准确 只能打晕小孩 也不会让他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小孩晕以后 他就抱着小孩朝外面走去 加上杨成宝手中抱的这个小孩 他一共从牢笼里救出来七个小孩 正所谓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他今天这一救 已经造了四十九级浮屠了 他强忍心中的愤怒 瞪了老板一眼 便带着几个孩子准备离去 可还未来得及踏出第一步 几个小弟却挡在杨成宝的身前 杨成宝原本就火大得很 如果不是有几个孩子在身边 他非得揍老板一顿不可 可现在老板居然还敢厚着脸皮来要钱 他喝道 老子不弄死 你都是好的了 你现在还敢跟我要钱 朋友 我可不是下大的 在老板心中 如果不是因为有老四在场 会被弄死的应该是杨成宝 杨成宝正打算再回击些话 可老四却拦着他 老四对老板说道 难道我熊四这个名字不止七十万 他给杨成宝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 对老板继续说道 哼 孩子我们带走 明天我会派人把钱送过来 如果你觉得我熊四的面子值不了七十万 我也可以立刻叫人送钱下来 值 值 当然值 老板笑着说道 不到逼不得已 他是绝对不会和熊四闹翻脸的 哪怕他属于老牛帮 而熊四属于百草堂 他一样不会 老板的想法是这样 熊四的想法亦是这样 两人在各自的帮派里地位都不低 他们俩在这里发生任何冲突 都会直接关联到百草堂和老牛帮 而百草堂和老牛帮并未撕破脸皮 两人都不敢引起两帮的对峙 走吧宝哥 熊四拉着心里 还是很火大的杨诚堡 快速离开了这里 他倒不是怕老板反悔 而是担心杨诚堡 如果杨诚堡在这里弄死了老板 老牛帮一样会把账算到百草堂的头上 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 杨诚堡抱着一个孩子 带着六个孩子 在第三层行走着 一路上所有人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 毕竟这里是黑市 更是最恐怖的第三层 一个在恶心 在桑尽天良的人 也不会把自家的孩子带在这里来 而在行人们的心里 那些孩子也应该不是那个大人的孩子 因为他们如此的脏兮兮 脸上身上还有血迹 这是怎么回事 见到第三层是这个模样 杨诚堡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他怕在这里多逗留一分钟 自己的心里会有阴影 便对老四说道 老四 我们走吧 先回去把叙利丹的消息 报告给周大哥再说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从何地方传来一阵叫骂声 而在这黑市里 叫卖的东西自然也跟外面不一样 只听见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心到的货 便宜处理 有处女 有处女儿 处女 人贩子 这是杨诚堡心头的第一想法 听到这声叫卖声 他的愤怒又起来了 倒不是他多管闲事 而是他一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他最不待见的 便是什么人贩子 奴隶主等之类的东西 等等 我们过去看看 杨诚堡又对老四说道 老四无奈地摇头 也指得跟杨诚堡一起过去了 来到叫卖的商家旁边 虽然这位商家所做的事 没有先前小孩比赛老板那么恶心 可杨诚堡一样异常愤怒 只见一个大的铁笼子里面 关着很多女人和小孩 老板还在叫卖着低价处理 而那些女人和小孩 如果不出意外 就是被拐来的 而这老板 就是地地道道的人贩子 属于杨诚堡最讨厌的一类人 有处女 多少钱 一名疑似买家的男人说道 嘿 便宜 五万一个 说着说着 老板还打开牢笼 以非常粗暴的手段 从里面拉出来一个少女 少女应该只有十七八岁左右 相貌平平 但身材不错 最要紧的是 老板说她是处女 一下子就引起了男人的兴趣 看来少女这段时间 一定过得很不好 身上的衣服花了 破了 脸上也脏兮兮的 身上也有伤痕 眼角边还有泪水 她谁都不看 就这么呆呆地望着地下 显得有些痴呆 那男人也看出来 女人有些不正常 问道 老板 这女的不是傻子吧 这么动都不动一下 男人的观察力不错 可绝对不够仔细 因为在牢笼里面的大多数女人 都跟这个女人一样 看着牢笼外的一切 或许在她心里 自己原本就应该生活在牢笼里 好不容易被拉出去见一次人 也是家长 奖励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些女人会绝望也是应该的 她们被拐到这黑市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要不就是被卖到俗称为 窑子的地方坐机 要不就被卖到偏远的山区 成为别人家的媳妇 运气最好最好的 也不过是被卖给一户 肯好好好对她的人家罢了 不过这辈子 在想见她们的家人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而那些孩子们呢 杨晨宝猜想 如果不卖给先前那个老板 当做赚钱的机器 也会卖给人家成为养子 总之 下场绝对不会好就对了 听男人那么一说 老板也知道 少女从出牢笼后 便一动不动 直接影响了男人的购买欲望 她狠狠地打了少女一巴掌 喝道 叫你 妈 得装死鱼 你在装啊 少女突然哭了起来 害怕地说道 你别打我 别打我 我什么都肯做 我什么都肯做 求求你别打我 有的男人有强 而少女又哭又求 无疑惹起了男人心中的浴火 他立即对老板说道 验货 如果真的是处 你与我就买了 男人的话刚说完 老板立即眉开眼笑地 脱下了少女的裤子 可他已经来不及 再做下一步动作了 因为杨晨宝又忍不住了 住手 杨晨宝将身上 已经昏倒的孩子 交给老四报 他独自走上前去 将老板一把推开 把少女已经被拖到脚边的裤子 重新给他穿上 对老板说道 这里的女人 孩子 一个都不许卖 无疑就是让他不要太过冲动 毕竟这里不是百草堂的地盘 也说了 买东西非要给钱不可的原因 所以杨晨宝这一次没打算抢 他妥协了 他会给钱 只要能救出这些女人和小孩 给再多的钱也无妨 在这贩卖人口处 周围围着不少人 更多的则是想看男人如何验货 现在杨晨宝一下子挑出来搅了